全球诡异降临游戏将于五秒钟后开启,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 五、四、开始。 随着所有人耳边响起的冷漠倒数声结束,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瞬间变得阴沉无比,仿佛有浓重的乌云将太阳光芒遮蔽。 搞什么?高考倒计时还有72天,谁在这种时候开如此无聊的玩笑? 卧槽,天怎么黑成这样?这不像是恶作剧啊。 就在整个教室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排的男生猛然抬起了头,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自己又活过来了。他叫江炎,死之前刚刚经历了第三次诡异降临。 一群混蛋。老子天赋是复生,就活该被你们留下断后当炮灰吗? 江炎想起自己死之前,被人打断了腿,丢在诡异面前等死,拳头就不由钻井了。 上一世,他抽取的天赋是复生,能在死亡的三十分钟后复活一次,冷却时间十个小时。 刚得到这个天赋的时候,江炎以为自己很强。 但经历三次诡异降临之后,江炎发现,自己这天赋就是个垃圾。 能复活有什么用?只要三十分钟后,那诡异还在原地徘徊,江炎就要再死一次。 冷却时间没好的时候再死,可就是真死了呀。 而且还很容易被荡成人肉沙包,在关键时刻被抛弃,换取其他人的一线生机。 不过复生天赋似乎有隐藏能力,我连死两次后又重生到了眼下一切开始的时候。 已经熟悉了诡异降临的江炎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 距离那头诡异袭学校,还有五分钟。 我得重新抽取一个天赋。 复生的限制太大了,很难一直活下去。 江炎尝试唤醒玩家见面,立刻就有一个虚拟面板,在江炎眼前展开。 玩家 江炎 属性 力量 4 敏捷 6 智力 6 普通人平均值为5 明币 500 此外还有个商城页面,现在是灰色的。 主页面上悬浮着一个大大的按钮。 抽取天赋 付100明币。 有上一次的失败经验,江炎知道天赋非常重要,决定之后就不能更换。 立刻点击了抽取天赋按钮,江炎眼前跳出了一行字。 明币 付100 获得天赋 复生 下面是对这个天赋的介绍,江炎已经看了几百遍,确定是个废物天赋。 最下面有一个选项框,重新抽取,确定天赋。 这个阶段,很多人心疼还不知道能干什么用的明币,更不知道天赋的重要性,抽到什么就直接确定,从而放弃了唯一能够改变天赋的机会。 上辈子江炎也是其中之一。 想也没想,江炎直接点击了重新抽取。 明币 付100 获得天赋 隐身 这个天赋江炎也见识过,复生一样,似乎很强,能蹲在草丛里抖到天荒地牢,实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天赋,因为很多诡异都有反应能力。 江炎没有犹豫,再次抽取。 明币 付100 恭喜您获得隐藏SSS及天赋 明超鸡 明超鸡 每秒钟获得视野范围内诡异血量等额的明币。 获得此天赋后,无法学习主动技能,无法主动攻击。 江炎 我靠,第一次知道,天赋竟然还是分等级的。 SSS及天赋 江炎仔仔细细将明超鸡的说明读了好几遍。 若不是江炎有上辈子的经验,知道明币的重要性,还真未必能体会到这个SSS及天赋的强度。 有明币就能在即将开启的商城界面购买属性点,装备和各种主动,被动技能,强化自身。 开局这500明币,其实根本不算什么,等到游戏真正开始,有许多渠道能获得少量的明币。 最大的明币获取渠道,是斩杀诡异。 不过前几次诡异降临的时候,大家都在尖叫着逃跑。 即便是江炎上辈子死之前,都没听说过几个人有单独斩杀诡异的能力。 明超鸡,天赋光看诡异就能拿钱,合其之强。 至于无法学习主动技能,无法主动攻击的负面效果,相比之下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就你了,确定天赋。 拿到天赋之后,江炎直接站起身来,从乱糟糟的教室门后,抄起一个断裂的托步把,就奔了出去。 教室里一片混乱,一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江炎跑了出去。 但江炎的思路却十分清晰。 时间不容浪费,他要找一个最有力的地形,直接开始印钞。 没记错的话,学校里这个诡异最先出现的地方,是女厕所。 高三教室在三楼,江炎很快就奔到了最高的五楼,一脚踹开了锁着的天台大门。 站在天台边缘,江炎往下一看,果然看到了女厕所中,有一团黑气正在涌动。 隐约有两团幽绿色的鬼火,在其中酝酿。 这诡异出现在视野中的下一秒,江炎就看到了系统提示。 明币加352,明币加352,明币余额大于500,已开启商城界面。 明币加352,明币加352。 江炎搓着自己的下巴,一边全神灌注看女厕所,一边点开了商城页面,找到了属性加点。 力量,敏捷和智力三个基础属性,100明币可以加一点。 基础属性决定了自己的身体素质,重要性不言而喻。 江炎直接敏捷和力量对点,滚滚入账的明币又流水般花了出去。 不能攻击又怎么样?不能用主动技能又怎么样? 只要我力量够高,诡异就打不死我。 只要我敏捷够高,诡异就追不上我。 只要我智力够高,又不能用主动技能,我要智力干锤子。 就在江炎凝望女厕所,疯狂加点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肥矮的老女人快步从教学楼中走出, 一头钻向女厕所江炎一惊,凝神看去,发现那老女人是教导处主任,出了名的学生客星,不止一次突袭男厕所,名义上是去抓男生抽烟。 但江炎觉得,这老女人就是想看青春小鸟翩翩飞舞。 这时候往女厕所跑,那不是找死吗? 第二章SSS及天赋的强度。 女厕所里那诡异本来还会多待一段时间在行动,现在被教导处主任惊扰,怕是立刻就会冲出来大开杀戒了。 一旦这诡异冲进学校教学楼里,视野受到遮蔽,江炎就不能安然看着对方印钞了。 不过也差不多够用了吧。 江炎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玩家,江炎,属性,力量,50,敏捷,50,智力,6,普通人平均值为5,冥币,3279。 上辈子江炎活到第三次诡异降临,属性都没有突破20。 现在第一次诡异降临还没正式开始,他的敏捷和力量就双双抵达了50大关。 而江炎也发现,属性过了50之后就变成了1000明币提升一点。 江炎没有继续提升自己的属性,而是在商城里找到了装备和被动技能的页面。 上辈子明币没赚多少,不耽误江炎躲在被窝里的时候,看着商城页面流口水。 对里面的好东西,江炎可是如数家珍。 这辈子化身印钞机,直接买他娘的。 被动技能,你找光环,等级1,减少周围5米敌对单位11%动速度,售价,500明币。 装备 速度之靴 提升自身35点移动速度 售价 550明币 装备 反击钢盾 提升自身15点护价,每次受到攻击隔挡30点伤害。 隔挡近战攻击有15%概率眩运攻击者0。 5秒 售价 3000明币 这个反击钢盾堪称前期保命神装,售价也是高高在上。 江炎又等了好几秒,才凑够明币将之买了出来。 一套装备穿在身上,你找光环升到三级,效果变成了。 被动技能,你找光环,等级三,减少周围15米敌对单位26%移动速度,又消耗了江炎1500明币。 这些事情做完,江炎切切实实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 虽然他没有攻击手段,杀不了诡异,但是诡异也拿他没办法。 啊,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从楼下女厕所中传了出来,仿佛教导出主任在厕所里看到了什么恐怖至极的东西。 江炎叹了口气,从系统中兑换出来10块明币钞票。 10元明币绿油油的,正面印着《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和牛头马面的画像。 背面是望穿河的景色,点点幽绿色的鬼火在河面上飘荡,看起来十分诡异。 这明币看起来和人们平日里烧得很是相似,不过拿殡葬店里卖的明币并不能和系统兑换,将系统明币兑换成纸明币这种小技巧。 除了重生的江炎之外,现在恐怕还无人掌握。 他随手将这10块明币钞票折叠成为一个纸飞机,从5楼天台飞到了女厕所门口。 上辈子江炎听说过一些传闻,有些智力比较高的诡异会欺诈玩家的明币,然后再杀死玩家。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玩家和诡异的经济系统可能是一样的。 身为印钞机,江炎决定亲自验证一下这个重要猜测。 女厕所里的尖叫半秒之后就戛然而止。 而江炎观看诡异获得的明币记录,竟然随之发生了变化。 发现每次获得明币都多了额外的一块钱,江炎微微一愣,旋即反应过来。 里面多了一个生命之唯一的诡异。 看来,女厕所里那诡异,杀人之后,能够将死者转化成为隶属于自己的诡异普从。 一双猙獰的鬼手将女厕所大门一把推开,十分粗暴。 一个浑身拢罩在森森黑气之中的诡异,缓缓从女厕所中飘了出来。 黑气间,隐约能看到一个绿色的枯瘦躯体,带有不明显的女性特征。 海藻般漂浮的头发比身体还长,双眼的位置悬浮两团幽绿色的鬼火,毫无半分人类的感情。 在诡异身边,有一个小黑点,围绕诡异不断盘旋。 江炎估计这就是教导出主任死后化身的诡异仆从,给自己带来了加一的额外明币收入。 这诡异出门的瞬间,就仰天发出了一声尖利刺耳的笑叫,滚滚回荡在整座校园里。 每一间教室中乱糟糟的学生,都清晰听到了这声令人头晕目眩的笑叫。 诡异降临,江炎不禁回想起了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这诡异一模一样的出场方式,随后发生的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这诡异并不强,但学生们更弱。 面临突如其来的屠戮,老师平日里强调的团结丝毫看不到半点,互相践踏和出卖反倒比比皆是。 江炎在即将逃出校门的时候,被自己最好的朋友用力反推了一把,直接撞进了这头诡异的怀里。 毫无悬念,被迫断后的江炎被这只诡异一巴掌拍死了。 而他最好的朋友,则在江炎的牺牲之下,成功逃离了学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江炎是学校里最后一批死亡的人,半个小时之后复生,那诡异已经消失在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去祸害其他地方了。 上辈子的江炎就这样苟住了第一波,却没有从中获取足够的冥币,到了第二次,第三次,诡异更强,江炎只能越来越苟,最终死在了绝望里。 如果不是那一推,江炎上辈子的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寒光,心中自语道,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任何人伤害我的机会了。 在江炎的观察下,那诡异尖笑之后,正准备扑入教学楼大开杀戒,可刚走了没两步,却是忽然一顿。 诡异那双闪烁着忧虑鬼火的眼睛,低头看向了地上的铭币纸飞机。 虽然经过了折叠,但十元铭币是如此耀眼,身为诡异,他不会认错的。 蹭! 诡异以极快的速度伸出鬼肘,将铭币纸飞机捡了起来,不知道揣在了什么地方。 天台上的江炎见状,嘴角露出了一抹讳莫如深的笑容。 原来真是这样。 如此一来,我的印钞机天赋,可能比我原先预想的,还要更好用。 江炎的目光,落向了商城特殊道具页面一个血淋淋的合同上。 诡异的合同,自愿签订合同的双方,将强制遵守合同条款。 售价,一百铭币。 第三章,我带你走。 江炎心中暗道,到时候看看这诡异智商如何。 如果能交流,我说不定能开启不间断印钞的模式。 眼见那诡异即将进入教学楼,江炎转身跑回了自己教室里。 和江炎离开的时候相比,这教室越发混乱了。 同学们透过窗户看到女厕所前那诡异,终于知道那冷漠声音所说的诡异降临游戏不是个恶作剧了。 一片尖叫,痛哭,求饶声在教室中层层叠叠,纷繁刺耳。 江炎,你刚刚去哪了? 我找你半天。 一个男生一把拽住了江炎,满脸担忧之色。 此人名叫王虎成,是江炎最好的朋友。 也是在学校门口推了江炎一把,让江炎撞进诡异怀里的那个人。 江炎深深看了王虎成一眼,笑道,出去看了看情况。 王虎成刚想说什么,忽然被一阵巨响打断。 都静一静,班长李明跳到了讲台上,将手里两个铁皮波及敲得震天响,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大家听我指挥,立刻用课桌堵住门窗,我们借助地形坚守教室,等警察叔叔来救我们。 看着眼前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情景,江炎心中冷笑。 班长李明平常学习不错,也很会讨班主任欢心,但显然并不聪明。 堵门这个策略对诡异而言没什么用,反而葬送了他们趁乱逃跑的最好机会。 教学楼有好几个侧门,如果趁乱逃跑,教室里的学生应该能活下来一多半。 但被李明这一堵,他们班最后就只逃出去三个人,连李明自己都死在了诡异手里。 而且,李明平日里道貌黯然,实得人品很恶劣。 堵住门之后,这货竟然趁着混乱,偷偷抱住了他的女童桌,把手伸进了人家裤子里。 那女童桌被吓坏了,竟然也不敢反抗,任由李明使坏。 江炎无意中撇倒过这一幕,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去管,只能装作没看见。 至于眼下,自己虽然重活一世,还得到了SSS级天赋,但也不认为自己是救世主这群乌合之众。 江炎看见都感觉头疼,真要大包大揽护住他们,搞不好这群人会反过来把自己再害死一次。 能救走自己在意的人,就是这操弹,默示下最好的结局了。 李明直接站在讲台上,开始发号施令。 江炎,王虎城,你们两个体育好的,带领男生开始搬桌子。 女生们用手里的胶带纸,将桌子绑好。 然后女生们把衣服脱了,盖住楼道窗户。 别让那东西看到我们。 江炎翻了个白眼。 这色皮,光明正大指挥自己班里女生脱衣服的机会,终于让她等到了。 江炎,你愣着干什么?没看到王虎城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 李明指着江炎,色力内人吼道。 江炎不屑一顾,两步走回自己的客桌前,一把拉住了满脸慌乱之色的女同桌。 这姑娘名叫安小新,是班里的学伟加班花。 班主任把她放到江炎边上,是为了让她带动江炎的学习成绩。 班主任却是万万没想到,安小新在江炎同桌坐了几个月,竟然暗暗喜欢上了浑身散发着雄性和尔蒙魅力的江炎。 上辈子那头诡异第一次冲击这间教室的时候,为了保护江炎,安小新义无反顾地冲向诡异。 江炎和王虎城等人才能一直活到校门口。 丧生诡异找下之前,安小新对自己露出的那抹诗然笑容和短短四个字我喜欢你的表白,是江炎一直以来的心结。 重回一次,这学校里江炎谁都可以不管,甘愿为自己付出生命的安小新必须绑下来。 被江炎拉住手,安小新不知所措地看向她。 江炎笑了笑,柔声问道,我想带你走,你相信我吗? 安小新愣了一下,看着江炎认真的目光重重点了一下头。 嗯,我信你。 她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只觉得江炎那温和坚定的笑容和认真的目光是这纷乱教室里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 江炎拉着安小新,扭头就奔出了教室,教室里传出了李明气急败坏的声音。 江炎,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大敌当前,你竟然敢不听班长指挥? 你这是逃兵? 懦夫,我呸。 安小新,你快回来,只有我才能保护你。 李明恨不得追出去,将最好看的安小新从江炎手里抢回来。 但看着两人快速消失的背影,李明终究没有离开这间教室的勇气。 那怪物就在楼下,出去指挥死得更快。 安小新跟着江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哀求道。 现在的江炎,敏捷属性达到了普通人的十倍,还穿着一双加疑速的鞋,就算已经故意放慢了速度,也不是安小新能跟上的。 无奈之下,江炎转身一把将安小新抱了起来啊。 你干什么?感受到江炎有力的怀抱,安小新尖叫一声,红着脸紧紧抱住了江炎的脖子,紧张万分。 就在这时候,一个脚步声快速追了过来。 江炎,你等等我,太不够意思了。 拉女人不拉兄弟,扭头一看,追来的竟然是王虎城。 江炎有些意外,旋即眼底闪过一抹冷光。 我这不是怕坑了你。 王虎城没好气吹了江炎一拳,说道。 你我兄弟,怎么这么见外了? 李明那货拿着鸡毛当令箭,还不知道要做出多少蠢事,我才不跟着他。 我们一起跑。 江炎心底呵呵冷笑,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若你上辈子没将我推向诡异,我这辈子也绝对不会抛弃你。 可惜了,江炎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点头道。 那你可要跟上了。 我跑的,很快。 王虎城咧嘴一笑。 江炎,别忘了,在田径队里,我速度一直比你快。 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身边的江炎化作一道残影,裹着风消失在了楼道尽头。 第四章,给爷捡钱。 卧槽。 王虎城看着江炎离开的背影,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两人同在田径队,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互相的竞争对手。 江炎能跑多快,王虎城再清楚不过。 可眼下,王虎城深深吸了口气,眼中明暗不定,台步追了上去。 江炎一路从三楼跑到一楼大厅位置,入眼一片狼藉。 凄厉的尖叫在一楼各处响起,破碎的木门和铝合金窗框散落在地,就连墙都被那诡异打出个大洞来。 看到这一幕,安小兴重重吞了口唾沫,意识到自己没有听李明的守在教室里。 而是跟着江炎逃了出来,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你,你不要过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竟然敢对我们祖国的花朵做出如此恶劣的行为。 不要伤害我的学生,我和你拼了。 一生满是恐惧,却鼓足勇气的怒吼,吸引了江炎和安小兴的注意。 那是一个手持扫帚,试图和诡异对抗的年轻女老师。 江炎认识她是他们班的美女历史老师,陈甜甜。 虽然刚刚成为老师不久,但陈甜甜知识丰富,课堂幽默,对学生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关怀。 此时,陈甜甜正用自己娇小的身躯挡在一个教室门口,里面全是惊恐万壮的学生。 面对如此恐怖的诡异,陈甜甜也同样害怕,腿都在颤抖,但她没有后退一步。 诡异缓缓逼近,陈甜甜手中的扫帚显得那么可笑。 她知道自己要死在这里了,但我是为了保护学生死的。 陈甜甜眼中闪过了一抹坚定的目光,驱散了恐惧。 就在诡异对陈甜甜伸出鬼肘,即将扭断她纤细脖子的时候,一个绿悠悠的铭币纸飞机飘飘呼呼戳到了这诡异的头上。 诡异下意识捏住这个铭币飞机,愣了一下,看向飞机来的方向,江炎躲在反击钢盾后面,对诡异伸出一根手指勾了勾,嚣张大叫道。 你过来啊。 堂堂诡异,杀人不眨眼,哪忍得了这个。 怒吼一声,那诡异化作一道残影,向江炎猛扑而来。 江炎早有准备,扛起安小星,扭头就往来石楼梯上跑去。 安小星看着疯狂追击而来的诡异,双眼一翻,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那诡异速度极快,几乎完全变成了一道黑绿色的残影。 但江炎的速度也丝毫不慢,五十敏捷加速度之静的加成,一时间竟然和诡异跑了个平分秋色。 那诡异眼间自己追不上这小子,越发暴怒,身上腾起幽绿色的鬼火,如同一道鬼火流星,速度陡增30%。 我靠,你还有加速的技能? 江炎倒吸一口冷气,骂道。 你这鬼东西写不多,花样可真不少啊。 诡异嘴边露出了一抹残忍暴虐的笑容。 可就在鬼异追到了江炎身后十五米距离的时候,忽然有一股粘质的感觉,包裹住了他的双脚。 就仿佛行走在一潭泥沼之中,速度骤降26%,泥沼光环。 江炎早有预料,快跑两步,再次拉开了和诡异的距离。 正在诡异怒不可遏之际,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从楼上窜了下来,正是追着江炎,姗姗来迟的王虎城。 一见王虎城,江炎立刻向他奔去。 快跑啊虎城。 试。 试!如同狂风的江炎,直接从王虎城身边跑了过去。 卧槽!王虎城一脸猛逼。 那诡异追不上江炎,一双幽绿色鬼火的眼睛,转而看向呆立当场的王虎城。 死!一声尖笑,诡异顺手一找,拍向了王虎城。 碰!王虎城倒飞三米,顺着楼梯滚落在大厅地面上,鲜血从身上伸长的伤口中狂喷,已是死了。 江炎嘴边闪过一抹冷笑。 我这个印钞机虽然不能打你,但我能帮你拉怪啊。 若不是明超鸡天赋无法攻击,王虎城也活不到现在。 不过,江炎之前一直感觉,王虎城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奇怪,和上辈子不太一样。 算了,他死都死了。 江炎摇了摇头,将注意力再次转到了眼前。 杀了王虎城之后,那诡异自知追不上江炎,转而又去了大厅,直戏刚刚松了口气的历史老师陈田田。 啊!陈田田眼见着东西去而复返,吓得花蓉失色,眼中满是绝望。 猙獰的鬼爪探出,犀利杀向陈田田。 被诡异正面攻击的下场,王虎城已经做了示范,陈田田死定了。 就在这时候,啪!一叠绿悠悠的铭币重重砸在了那诡异头上。 诡异一愣,低头看了看蝴蝶般散落满地的十元铭币,又抬头看了看不远处那去而复返的江炎。 拿着你的铭币,离开我的老师。 江炎扛着安小新躲在反击钢盾后面,指着诡异的鼻子气势十足。 安小新刚刚从昏迷中醒来,此时看到这一幕,险些再次被吓晕他不理解。 江炎为什么要去招惹这个恐怖的东西? 哎呀呀! 鬼异对着江炎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奸笑。 然后,弯腰以极快的速度将地上的十元铭币全部捡了起来。 死! 那鬼异直起腰对江炎发出了一声沙哑至极的奸笑。 安小新几乎被吓尿。 江炎挑了挑眉,意外笑道。 你还真会说话啊! 啪! 又是一叠绿幽幽的铭币砸在了鬼异的头上。 哗啦啦,蝴蝶般散落满地。 鬼异,鬼异,我叹吗? 这一次,鬼异弯腰捡钱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 捡完钱,必须杀了这女老师泄分。 可还没等他捡完这次的又是一叠十元铭币啪的一声砸在了他头上。 这鬼异直接猛逼了。 这小子什么情况? 他哪来的这么多铭币? 难道都是大风刮来的吗? 眼见着鬼异捡钱的动作僵住, 江炎又是啪的一叠铭币砸了出去, 以止气使道。 你怎么不动了? 快给老子捡啊。 鬼异抬头,看着江炎的眼神中满是局促。 看世人慌慌张张,却只为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这世人慌张。 江炎冷笑了一声, 屁腻着面前的鬼异,淡淡说道。 三秒内捡完这些, 我给你个月入一万铭币的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 月入一万。 鬼异愣了一下, 就看到江炎伸出了三根手指, 开始倒数。 三。 第五章,被大佬塞满了。 嗖。 这鬼异瞬间化身一个黑绿色的陀螺, 玩了命一样在原地疯狂捡钱。 二。 江炎收回了一根手指, 捡完了哥。 鬼异直起腰来, 满眼七级之色看着江炎, 沙哑的声音中, 不知觉带上了两分谄媚和尊敬。 江炎不紧不慢, 从商城里兑换出来一张燃血的合同。 鬼异的合同, 自愿签订合同的双方, 将强制遵守合同条款。 售价? 一百明币。 上辈子, 江炎见别人用过这种合同, 都是人和人签的。 但这合同名字就带诡异, 江炎想试试, 人和诡异能不能签。 江炎念头一动, 合同上就出现了他想要的内容。 诡异的合同。 自签订之日起, 甲方雇佣乙方担任跟班工作, 甲方需按月向乙方支付一万明币作为酬劳。 乙方应保证甲方的生命安全, 如果乙方在工作期间死亡, 甲方会支付乙方工资十倍的抚恤金到乙方指定账户。 工作期间, 乙方需要绝对服从甲方的一切指挥。 工作时长, 每月三十一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 甲方, 江炎, 乙方, 空白。 看着这个合同, 那诡异眼睛都值了。 卧槽, 一万明币写成数字, 这么长的吗? 这工作, 也太爽了吧。 如果我拿到这份工作, 下个月就能买好多技能盒装备了。 江炎屁腻问道, 这份合同, 你满意吗? 浑身笼罩黑烟的诡异点头如捣蒜, 浮动的鬼火眼睛中满是渴望之色。 老板, 以后全听您的, 如果诡异有尾巴, 现在一定摇成了电风扇。 江炎一手迟钝, 警防着诡异诈强偷袭, 另一手将合同对在了诡异脸上。 这诡异二话不说, 以最快速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似乎生怕江炎反悔一样。 江炎看了一眼, 发现这诡异名叫燕妹。 诡异的合同化作两道血光, 分别隐没在了江炎和燕妹身上。 合同生效之后, 燕妹已经不是敌对目标。 江炎看了燕妹几秒, 发现自己玩家面板上依旧稳定出现 铭币入账的提示。 铭币加352, 铭币加57, 铭币加352, 铭币加57。 每秒钟的加57铭币, 是燕妹刚刚在学校肆虐之后 获得的57个诡异仆从, 每一个都拥有一点生命值, 而且会增加燕妹一点攻击力。 确定签了合同的诡异 也会得自己带来收入之后, 江炎感觉一扇崭新的大门 在自己面前轰然打开。 他大手一挥, 说道, 带路去找你的诡异朋友。 学越多越好, 燕妹屁颠屁颠跑在前面, 产妹说道, 老板, 这边请。 离开学校, 江炎的眼睛一直锁定在燕妹身上, 但嘴巴却一直和安小星说话。 安小星得到的天赋, 竟然是一个SS级天赋, 暴力狂。 暴力狂。 攻击力正30%, 暴击率正30%, 可以同时装备18武器, 非当前武器仅获得攻击力。 看到这个天赋的时候, 江炎都震惊了。 拥有如此逆天天赋的女人, 上辈子竟然连学校大门都没能出去, 就为自己献身而死了。 不过这个天赋的名字, 和安小星这种文静柔弱的姑娘, 不太搭调。 江炎想了想, 又拿出一张诡异的合同, 递给了安小星。 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诡异的合同。 江炎和安小星承诺, 永远不危害对方。 安小星看了看合同, 有些委屈问道, 你, 你不相信我吗? 江炎笑了笑, 轻轻握住了安小星的手, 摇头道, 我当然相信你, 不然也不会带你出来。 但是, 人都是会变的。 上辈子王虎城那一推, 给江炎上了天大的一课, 令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安小星翘脸一红, 下意识拽了拽自己的手, 却没能挣脱江炎的大手, 十分羞懒地在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合同生效, 江炎再无顾虑, 拿出一叠金灿灿的一百元明币, 递给安小星, 让他兑换进自己的商城, 说道, 你把敏捷加到五十点。 安小星似懂非懂, 按照江炎的指导, 连点了四十五下敏捷, 然后江炎让安小星兑换了几件装备。 装备, 敏捷皮靴, 提升自身四十点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 售价, 两千五百明币, 装备, 暴击指环, 提升自身百分之十五暴击率售价, 一千二百七十五明币, 装备, 沙漠之鹰手枪, 攻击力加十五, 射程加五零, 弹容量, 七, 售价, 一千明币, 装备, 合金匕首, 攻击力加七, 售价, 二百明币, 沙漠之鹰买了两把, 合金匕首买了八把, 三把武器的攻击力都会被计算在内, 光这十把武器带给安小星的攻击力就高达八十六点, 五十点敏捷又加成了五十点远程攻击力, 安小星的总攻击力达到了恐怖的一百三十八点, 如果安小星现在用这两把沙漠之鹰对着烟魅疯狂突突, 配合上暴力狂天赋的攻击和暴击加成, 只需要半秒钟就能把这个上辈子几乎团灭学校的恐怖诡异打死, 看着安小星双持银亮的沙漠之鹰, 后腰皮带里还插着八把亮闪闪的匕首, 江岩由衷感叹道, 独属于暴力狂的美感, 不过一般人还真养不起暴力狂, 要不是江岩这个印钞机愿意倾囊培育, 安小星恐怕活到第三次诡异降临, 都未必能买出来这么多武器和装备, 眼睁睁看着江岩把自己塞满, 安小星目瞪口呆, 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你, 你从哪来的这么多名币, 为啥我就只有几百块, 江岩塞满自己之前, 安小星清晰记得自己余额里只有四百名币, 也就购买两把合金匕首, 飘在前面带路的燕妹看到安小星被江岩塞满成了这个样子, 再次确定自己跟对了大佬, 察觉到燕妹满是羡慕的眼神, 江岩坏笑了一下, 用充满诱惑的语气问道, 你也想要吗? 燕妹愣了一下, 玄机疯狂点头, 谁又不想被这样的大佬塞满呢? 江岩坏笑着拿出了一张诡异的合同, 诡异的合同, 经双方友好协商, 甲方同意预知本月工资一万明币给乙方, 其中至少八千明币的消费必须在甲方指导下进行, 第六章, 疯狂消费, 看到这个合同, 燕妹的鬼火双眼骤然一亮, 果然是大佬, 也太体恤自己这根腿毛了, 至于八千明币的消费指导, 肉烂了也在锅里, 直到我花钱, 那也是花在了自己身上, 燕妹连连点头, 几乎要一口亲在江岩脸上, 愿意愿意, 老板天下第一好人, 看着燕妹千肯万肯的模样, 江岩心中暗自叹息, 涉事未深的诡异, 还不明白人心险恶呀, 合同签订, 江岩给燕妹发了一叠金灿灿的一百元明币, 共计一万, 然后开始指导燕妹花钱, 老板和你掏心窝子说几句话, 出来打工, 赚多少钱是次要的,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如果不小心死了, 赚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你说对不对, 燕妹听得连连点头, 觉得大佬不愧是大佬, 境界的确比自己高最终, 燕妹的消费结果如下, 装备, 活力鬼邪, 提升自身三十点移动速度和四百点生命值, 售价, 三千明币, 装备, 鞋血吊坠, 提升自身三百点生命值, 售价, 一千明币, 装备, 浩劫铁锤, 提升自身二十点攻击力和三百点生命值, 售价, 一千五百明币, 装备, 人骨戒指, 提升自身三百点生命值, 售价, 一千明币, 力量X33点, 共计花费九千八百明币, 至于为什么说好知道八千, 最后变成了九千八百, 燕妹觉得是自己和老板的消费思路达成了高度共鸣的结果, 燕妹被自己塞满之后, 生命值已经从原先的三百五十二点, 飙升到了一千九百八十二点, 看着自己面板上不断跳出的数字, 明币加一九八二, 明币加五七, 江岩感觉自己已经充分掌握了这个游戏的精髓, 区区五秒钟之后, 江岩砸在燕妹身上的钱就已经印回来了, 又过了五秒, 砸在安小心身上的钱也回来了, 再过了五秒, 江岩给自己换了一套装备, 装备, 神星鞋, 提升自身六十点移动速度, 每五秒可触发一次闪烁, 向前进方向穿越五米, 售价, 五千五百明币, 装备, 金钟法医, 提升自身四十点护甲和百分之三十伤害减免, 每五小时可豁免一次致死打击, 每秒损耗魔法值十点, 售价, 七千五百明币, 装备, 神秘的怀表, 提升自身六百点生命值和六百点魔法值, 提升自身五点生命和魔法恢复速度, 售价, 四千明币, 装备, 隐秘黑压的就咽斗, 隐秘黑压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一千点生命值和十点, 秒生命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售价, 一万明币, 之前装备的速度之靴被江炎半价卖回给了系统商城, 反击钢盾暂时还留着, 然后江炎又买了几个光环, 并且江之都点到了五级, 被动技能, 反击光环, 等级五, 二十五米范围内的所有有方单位受到近战攻击时, 反击七十点伤害给攻击者, 售价, 八千明币, 被动技能, 强击光环, 等级五, 为二十五米范围内的所有有方单位正35%攻击力, 售价, 八千明币, 被动技能, 耐久光环, 等级五, 为二十五米范围内的所有有方单位正30%移动速度, 售价, 八千明币, 技能每次升级都需要消耗等同上一级价格的明币, 购买需要五百明币, 一级到二级也需要五百明币, 二级到三级就需要一千, 三到四需要两千, 四到五需要四千, 以此类推, 一个五级光环需要八千明币才能获取, 你找光环也被江炎顺手点到了五级, 减速效果达到了35%身为一个硬钞机, 既然不能主动进攻, 那就好好当个光环怪吧, 多余的钱, 江炎全部加在了自己的属性上, 先把没什么用的智力属性加到了50, 然后继续力量和敏捷对点, 这三个基础属性是无法忽视的重点, 其中, 每一力量加二近战攻击力, 加十生命值, 加零, 以生命恢复, 每一敏捷加一远程攻击力, 加一近战攻击力, 加一攻击速度, 加一移动速度, 每一智力加三法术攻击力, 加十魔法值, 加零, 易魔法恢复, 除了这些之外, 属性还有一些难以量化的隐性效果, 作为一个无法攻击的硬钞机, 江炎加属性获取的收益远没有安小心多, 其中的攻击力, 攻速, 以及智力的所有加成对江炎都没用, 但江炎思路非常明确, 光是为了力量带来的生命值, 和敏捷带来的移动速度, 自己都必须把这两项属性点上去, 如若不然, 自己如何安心印铭币呢? 能被打爆的印钞机, 绝对不是好印钞机, 五十大关后, 每家一属性都需要一千块铭币, 还是很耐点的, 江炎还没点完, 前面的燕妹就停下了脚步, 毕宫毕竟对江炎说道, 老板, 我们到了, 这间医院里是一头诡异猪妖, 她的生命值达到了一千三百点之多, 江炎眼睛一亮, 潜力无穷地印刷原料, 哄, 一个扭曲的核磁共振机撞碎了医院外墙, 打着线从里面飞了出来, 一阵阵惊恐而绝望的尖叫, 随之从医院里传出, 轰轰轰, 一阵低沉轰鸣的脚步声从医院大楼里传出, 一个巨大的猪妖从破损洞口后面一闪而过, 新红的猪眼里满是兴奋的光芒, 江炎轻轻哼了一声, 这头猪很嚣张吗? 燕妹, 开路, 是, 老板, 燕妹回身抱住了江炎和安晓星, 黑烟笼罩的幽绿色身体如同落叶一般, 向那大洞飘了上去, 巴唧巴唧, 一连串咀嚼声在医院大楼内部回荡, 刚刚绝望的尖力叫声, 现在已经彻底陷入了死寂, 江炎被燕妹抱着落入洞中, 就看到那头体型肥瘦的猪妖, 一手拿着一个人类尸体, 正在大块躲移, 一边吃还一边发出畅快的笑声, 哈哈哈哈, 人类, 鲜美的肉, 好吃, 见到过比这恐怖恶心许多倍的场景, 啪, 一声轻响, 一架绿悠悠的石原名壁纸飞机, 飘飘忽忽戳在了这猪妖的后脑勺上, 嗯, 猪妖愣了一下, 从一片血肉模糊中抬起头来, 豁然转身, 第七章, 老板, 再给个机会, 小子, 就是你拿铭币丢本大爷, 你活腻歪了是不是? 猪妖擦了一把嘴边的血迹, 一双心红的猪眼里, 满是狂暴的杀意姜妍, 看着自己玩家面板上跳出来的铭币入账,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铭币加1982, 铭币加57, 铭币加1754, 燕妹说, 这个猪妖的生命值在1300左右, 现在看来, 她在医院肆虐了这么长时间, 长进不小, 1754点生命值, 已经能和被姜妖塞满了的燕妹媲美, 的确潜力无穷, 姜妖抽了一口隐秘黑鸭的酒烟斗, 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一挥手淡淡说道, 先把她的猪嘴给我打歪再说, 燕妹重重点头, 是, 老板, 那猪妖终于注意到了燕妹, 一双新红猪眼中满是惊意不定之色, 嚷嚷道, 燕妹, 你刚刚叫这小子什么? 老板, 这是个人类玩家, 你认她当老板, 你是不是疯了? 燕妹手提浩劫铁锤, 缓缓飘到了猪妖面前, 沉声说道, 劝你对我老板放尊重一点, 不然待会儿没有你好果支持, 猪妖打了个响鼻, 不屑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医院里收获多大, 现在的你, 可不是我的对手, 话没说完, 燕妹的浩劫铁锤, 已经一锤砸在了猪妖的猪头上, 哄, 猪妖被这一锤打得倒飞出去, 撞碎了医院的三堵墙, 才跌在了地上, 一个大大的伤害数字, 从猪妖头上冒了出来, 负325, 一连血的猪妖, 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 捂着自己满是震惊之色的猪脸, 尸身问道, 你不是走得敏捷路线吗? 你用锤子打我一个肉盾, 是怎么回事? 燕妹手踢铁锤, 傲然说道, 这是我老板开发出来的名坛路线, 猪妖先是一愣, 玄机吃笑道, 无稽之坛, 我现在力量已经点到了35, 你准备和我打进战吗? 让我来试试你的橙色, 轰轰轰轰轰轰, 一连串沉重的脚步声, 那猪妖沉尖撞向了燕妹, 如同一辆无坚不摧的装甲坦克, 燕妹傲然一笑, 35点力量很多吗? 在江炎的指导下, 燕妹的力量已经点到了50, 她伸出一只手, 一把捞住猪妖的下巴, 直接一个过肩摔, 将这猪妖灌在了地上, 哄, 猪妖的头直接撞穿了地板, 在钢筋混凝土中制造出一个大洞, 江炎在后面一边印钞, 一边给燕妹提供光环, 搓着下巴撕存道, 这鸣坦的输出的确有点低了, 如果按照燕妹的正常敏捷加点, 把攻速和暴击提上去, 再装备敏捷类的近战和远程武器各一把, 现在那猪妖恐怕已经被燕妹一套暴风连招打死了, 不过鸣坦也是有优势的, 打控制很强, 江炎根据战斗反馈, 很快修正了自己的培育计划, 重新定位了燕妹在自己小队中的职责, 可, 嗨嗨嗨, 猪妖十分费力地将自己从大坑里拔了出来, 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 也遮不住那双猪眼中的震惊之色, 不等猪妖开口说话, 燕妹又是一锤, 锤在了猪妖脸上, 哄, 猪妖再次被势大力尘的浩劫铁锤打得倒飞出去, 生命值已经跌落了一半, 燕妹踩住猪妖的胸口, 探头看了看, 扭头禀报道, 老板, 她猪嘴被我打歪了, 猪妖被燕妹死死踩住, 动弹不得, 歪着的猪嘴中发出一连串杀猪般的尖叫, 燕妹, 你这个叛徒,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燕妹呵呵笑道, 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老板想要雇佣你, 你乖一点, 待会儿老板不会亏待你的, 猪妖脆了一口, 尖叫道, 痴心妄想, 我猪刚烈今天就是饿死, 从楼上跳下去, 也不可能任一个人类当老板, 猪脸上满是暴怒和坚定, 诡异永不为奴, 啪, 一叠绿幽幽的十元铭币, 重重砸在了猪刚烈被打歪的猪脸上, 天女散花般落了满地, 令猪刚烈仿佛躺在一片铭币地毯上, 啊, 猪刚烈心红的眼神一僵, 有些没反应过来, 啪, 他怎么能这样, 这可都是铭币啊, 这个人类对铭币一点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的吗, 江炎拉着一脸震撼之色的安小星走上前, 也一脚踩住了猪妖的胸口, 手里拿着一叠金灿灿的一百元铭币, 一边重重扇在猪妖歪脸上, 一边乐呵呵问道, 猪骨头很硬啊, 啪, 厚厚的一百元铭币在猪脸上打出了清脆的响声, 猪刚烈一双猪眼剧烈颤抖, 目光不由地跟随这叠厚厚的百元铭币起伏, 这, 这么多, 这得有一万铭币吧, 能在商城里买到多少好东西啊, 啪, 反手又是一耳光, 江炎乐呵呵骂道, 你就是饿死, 从楼上跳下去, 也不认我当老板, 啪, 又是一耳光, 这就难办了, 我的确想雇佣你的, 但你如此是铭币如粪土, 江炎把这叠厚厚的一百元铭币拿在手里, 当着猪刚烈的面一张一张快速点了一遍, 整整一百张, 一万铭币, 然后江炎把这一万铭币放在了燕妹手里, 笑道, 既然你不要, 那就把本该属于你的工资, 发给我的优秀员工燕妹, 当奖金吧, 啊, 朱刚烈发出了一声难以置信的痛呼, 一双猪眼死死勾在这叠名币上, 半寸都挪不开, 这, 这本来是我的工资, 我踏马能拿这么多工资的吗, 我配吗, 啊, 燕妹看着自己手里的名币, 震惊万分, 没想到啊, 月入一万的工作, 才入职第一天, 就不光预知道了这个月的工资, 还又拿到了一万的奖金, 大佬就是大佬, 境界完全不是我等庸俗之辈能比你的, 谢谢, 太谢谢你了, 燕妹诚心诚意向朱刚烈道谢, 如果不是他朱骨头太硬, 这钱也到不了自己手里啊, 朱刚烈感觉, 一把钢刀捅进了自己胸口之中, 还弯了个漂亮的刀花, 比踏马杀猪还痛, 那可是一万名币啊, 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万名币啊, 就这么从自己眼前溜走, 成了燕妹的奖金, 老板, 我承认刚刚是我说话声音太大, 能不能, 再给个机会, 朱刚烈攥紧了姜岩的裤腿, 眼神清澈哀求道, 第八章, 王虎城的刷新附生, 面对朱刚烈的哀求, 姜岩乐呵呵一笑, 抽脚出来, 摇头说道, 给过你机会, 你自己拒绝了, 江湖路远, 各自珍重, 燕妹, 我们走, 姜岩拉着安小心被燕妹带着, 飘然落到了医院楼下, 看着姜岩飘然远去的背影, 朱刚烈感觉, 自己的猪声巅峰, 正在快速抛弃自己, 不, 老板, 我已经认定你了, 这辈子, 我朱刚烈誓死相随, 哄, 朱刚烈直接从外墙大洞跳了出去, 轰然跪在了医院楼下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一双猪腿摔得粉碎, 砰砰砰, 朱刚烈对着姜岩的背影疯狂磕头, 老板, 我朱刚烈刚刚说错了话, 现在, 我朱刚烈已经从楼上跳下来了, 求老板收下我, 朱刚烈清澈的朱眼中, 涕泪横流, 满是悔恨, 姜岩停住了脚步, 轻轻笑了一下, 脸上毫无意外之色, 他转身说道, 既然你认错态度这么良好, 那我就再给你个机会, 姜岩说着, 掏出了一张燃血的合同, 递在了朱刚烈面前, 语气淡然说道, 我的每个雇员都只有一次犯错的机会, 你的机会已经用完了, 下次再犯错就别怪我, 朱刚烈打了个哆嗦, 连连点头, 如获智宝般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学校, 因为姜岩带走了燕妹的原因, 第一次诡异降临对全校师生们的威胁, 似乎提前结束了, 几个老师自发组织起学生, 开始收拾眼下的残局, 等待外界救援的到来, 那个尸体是我的学生, 抬到我这里吧, 历史老师陈甜甜指着一具尸体, 满脸疲惫之色, 他从没想过, 自己的教学生涯中, 还会有如此恐怖血腥的一幕, 幸运的是, 自己活下来了, 不是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幸运, 就比如眼前这个名叫王虎城的学生, 王虎城残破的身体被抬到陈甜甜身旁, 手指接触到王虎城的时候, 陈甜甜忽然愣了一下, 这具身体似乎还有温度和弹性, 就在陈甜甜惊讶之时, 浑身是血的王虎城, 竟然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他嘴巴里几乎是下意识骂道, 江岩卧槽你的马, 要不是自己有附生天赋, 这次真被江岩害死了, 王虎城愤恨咒骂, 没想到, 江岩你竟然是如此硬毒的小人, 啊, 陈甜甜险些被吓晕过去, 王虎城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快速冷静了下来, 对陈甜甜露出了一个牵强的笑容, 说道陈老师, 我没死, 陈甜甜深吸口气, 正准备说些什么, 却见王虎城把腿就往学校外面跑去, 你去哪里, 陈甜甜对着王虎城的背影喊了两声, 外面现在很危险, 你回来, 王虎城充耳不闻, 消失在了校门外, 他这一次死得实在太意外了, 最宝贵的半个小时竟然都躺在地板上当尸体, 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全速狂奔中的王虎城牙齿几乎被咬碎, 眼前全是江炎的脸, 确定了, 江炎这小子绝对也是重生回来的, 这次多半是选择了速度类的天赋, 才能跑那么快, 江炎你等着,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坑我一次的, 王虎城狂奔转过了一个街角, 一眼就看到了路边草丛中静静躺着的一个蓝色宝箱,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兴奋之色, 江炎啊江炎, 你也不行啊, 重活一次浪费了我半个小时, 连这个至关重要的宝箱, 你都没找到吗? 有了这个宝箱, 复生, 天赋, 才是完全体, 王虎城深吸口气, 打开了这个蓝色宝箱, 一个技能卷轴进入了他的视线, 主动技能, 刷新, 等级1, 另选定技能, 物品, 天赋的冷却时间立刻结束, 冷却时间, 10小时, 王虎城面色狂喜, 就是他, 果然和上辈子一样, 有了这个技能, 自己的天赋, 复生, 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独特的魅力, 天赋不能升级, 但是刷新能升级, 当刷新技能升到10级, 冷却时间只有一小时, 再搭配一些特殊道具, 拥有复生, 天赋的玩家, 就很难死掉了, 而且, 刷新这个稀有技能, 系统商城里是买不到的, 只有宝箱能开出来, 王虎城上辈子死之前, 这个技能在玩家市场上, 已经炒到了6万明币的天价, 王虎城毫不迟疑, 立刻使用了这个价值连城的技能卷轴, 眼见刷新技能出现在自己的面板里, 王虎城直接刷新了自己复生天赋的冷却时间,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学校里那诡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 但是这座城市里的诡异, 还有很多, 有复生天赋傍身, 王虎城才敢去周围探索更多的宝箱, 快速强大自身, 重回起点的王虎城很清楚,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中, 这城市都无法平静, 人类和诡异的战斗不断拉锯进行, 许多人类死在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诡异降临, 挣扎活下来的渐渐熟悉了游戏规则, 开始在逆境中汲取养分, 茁壮成长, 越来越强, 这一次, 我要做成长最快的玩家, 王虎城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那是长时间在诡异游戏中挣扎求生才会出现的绝情和冷硬, 江炎, 招惹我, 会成为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王虎城转身, 留下了一个决然的背影, 不错, 这套装备一穿, 你这猪头气质都不一样了, 江炎捏着下巴, 看着面前浑身被钢铁包裹的朱刚烈, 满意点了点头, 他刚刚同样预知给了朱刚烈一万明币的工资, 并且指导朱刚烈购买了装备何技能? 装备, 钢铁城墙头盔, 钢铁城墙套装一, 八, 提升自身500点生命值和20点护甲, 售价, 3000明币, 头盔, 护甲和裤子, 三件套装穿上身, 直接激活了第一个套装特效, 铁墙, 生命值加1000, 剩下的1000明币, 江炎全部让朱刚烈点了力量属性, 现在的朱刚烈, 生命值直接飙升到了4354点, 不愧是肉盾, 印刷起来比燕妹这个名坦强多了, 明币加2788, 明币加57, 明币加4354, 江炎看着自己面板上跳动的明币入账,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第九章, 你家开印钞厂了吗? 燕妹的生命值, 已经在江炎的奖金贯注之下, 再次提升到了2788点, 在明坦这条歪路上一去不复返了, 江炎让燕妹兑换了 闷棍和肾机两个控制技能, 在力量和敏捷属性的支持下, 燕妹能打出非常优秀的先手控制效果, 现在团队里有一个搞后勤的印钞机, 一个抗伤害的肉盾, 一个打控制的明坦, 江炎掰着手指头盘散道, 缺个狂暴输出, 一边说着, 江炎的目光落到了旁边 一脸猛逼之色的安小星身上, 他直到现在, 都还没能适应突如其来的变故, 这姑娘向来是个文静内敛的性子, 在诡异降临的时代里, 是很难存活的, 哪怕有SS级天赋, 也同样如此, 一颗能够求存的星, 是任何天赋发挥作用的前提, 江炎虽然能护着他, 但是SS级天赋, 总要利用起来才行, 拿着, 江炎从自己商城里兑换出来一大箱子弹, 攻击五百发, 丢给了安小星, 让他放在自己系统中备用, 道具, 银制子弹, 对诡异目标伤害翻倍, 对非诡异目标伤害减半, 售价, 一百明币, 这种子弹江炎上辈子也用过, 却是扣扣嗦嗦, 不到万不得已, 根本不舍得上膛, 这辈子却是随手换了五百发, 丢给了安小星, 一百明币这个价格看似不贵, 却只是一发的价格, 一场和诡异的战斗下来, 被弹一百发并不算多, 这就是一万明币了, 与这相比, 普通子弹只需要一明币一发, 主打一个经济实惠, 上辈子江炎见到敢用银制子弹的玩家, 都恨不得给他跪下磕头叫爷爷, 安小星看着这一大箱价值连城的子弹, 重重吞了口唾沫, 聂如说道, 可是, 我, 我不会开枪啊, 江炎笑了笑, 指着朱刚烈说道, 你站到五十米外, 举起盾牌, 给安小星当个靶子练练手, 随手从商城里, 兑换出来一个旗子模样的特殊道具, 插在了地上, 保护战旗, 决斗双方不会受到致死打击, 售价, 一百明币, 朱刚烈半点不情愿都没有, 屁颠颠就跑到了五十米外, 举起刚刚买的反击钢盾, 沉生说道, 老板, 我准备好了, 三件钢铁城墙套装, 生命值已经逼近五千的他, 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姑娘当个靶子有什么, 朱刚烈甚至很是兴奋于自己能有个机会, 在江炎面前表现一下忠诚和勇敢, 江炎叫倒了半天, 安小星才弄明白怎么打开枪械保险, 怎么瞄准, 怎么射击, 砰, 沙漠之鹰枪口中喷出了一道火光, 枪响声震耳欲聋, 朱刚烈脚边腾起一道烟尘, 子弹落空了, 朱刚烈撇了撇嘴,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真不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戴上这样一个拖油瓶, 砰, 又是一枪, 子弹贴着朱刚烈头皮飞了过去, 朱刚烈甚至有点想放下盾牌了, 举着怪类猪的, 砰, 第三枪响起, 这一枪终于命中了朱刚烈, 正中反击钢盾, 朱刚烈直接被打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挤起一圈烟尘连衣, 一个大大的伤害数字从朱刚烈身上跳了起来, 暴击, -1023, 朱刚烈, 卧槽, 一枪爆一千,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江炎拍手说道, 快快快, 连射不要停, 敏捷路线的输出玩家突出一个攻速快, 暴击高, 单次攻击伤害往往比不上力量型近战, 安晓星已经渐渐掌握了诀窍, 在江炎的鼓励下, 两把沙漠之鹰连连连开枪, 射速极快,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伤害数字在朱刚烈身上标出, -548, 暴击-1241, -487, 暴击-974, 暴击-1054, 朱刚烈被打得尖叫连连, 拿着盾牌屁滚尿流地逃窜到了一辆车后面躲了起来, 哭着求饶道, 救命啊, 老板救我朱命啊, 我要死了, 朱刚烈的生命值已经跌到了一点, 如果不是江炎刚刚丢出的保护战旗, 朱刚烈已经被安晓星打死了, 拥有暴力狂天赋的安晓星, 能同时装备十把武器, 攻击力本来就非常离谱, 还被江炎塞满了伤害翻倍的银制子弹, 暴击率还很高, 在江炎身旁, 还有五级强击光环的正35%攻击力buff, 朱斑增幅下来, 刚刚克了一万名币的肉盾朱刚烈, 竟然也完全扛不住安晓星的输出, 安晓星停下了枪, 重重吞了口唾沫, 看着自己手里的沙漠之鹰满是不可置信, 这, 都是自己打出来的伤害, 原来, 自己这么强吗? 江炎在旁边捏着自己的下巴, 沉吟道, 不太行, 安晓星, 朱刚烈, 江炎在商城里看了看, 又买了一把枪出来, 塞给了安晓星, 这是一把通体赤红的突击步枪, 枪口位置有一个纯金麒麟头, 张口吐出了黑洞洞的枪口, 装备, 火麒麟, 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250, 射程加150, 攻速加50, 暴击增幅正20%, 但容量, 30, 售价, 2万名币, 暴击增幅施加暴击伤害的, 和暴击率不同, 有了火麒麟在手, 安晓星的暴击伤害就不是200%了, 而是220%, 安晓星, 2万名币的武器, 不是他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名币, 你家开名币印刷厂的吗? 朱刚烈, 这枪也太变态了吧, 幸亏我是队友, 不然你马, 没露头就被秒了呀, 也没看了看安晓星, 又看了看自己, 心中暗自沉思, 同为女性, 我怎么才能获得老板这样的宠爱? 我看看商城里有没有美颜的特殊道具, 江炎买了几罐治疗药剂, 把朱刚烈的生命值回满, 又插下一面保护战旗, 说道, 再打一次, 朱刚烈庞大的身躯打了个哆嗦, 眼中露出了深深的恐惧之色, 虽然不会被打死, 可痛感是真实存在的呀, 朱刚烈不敢违抗江炎的命令, 颤抖着爬了起来, 架起盾牌, 严阵以待, 安小兴熟悉了一下火麒麟, 对着朱刚烈打出了一个三连发点射, -1487, 暴击-3314, 暴击-3177, 朱刚烈被打飞出去树米园, 半天没能从地上爬起来, 这三枪, 几乎打掉了他双倍的生命值, 恐怖如斯啊, 江炎点了点头, 满意说道, 这才像点样子了, 第十章, 鼎盛集团, 就在江炎开始思考, 接下来去哪里活着诡异的时候, 安小兴忽然开口, 有些纠结说道, 那个, 江炎,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想去找我爸爸, 他不知道有没有在诡异降临中活下来, 安小兴刚刚一直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 现在终于冷静了一些, 开始担忧自己亲人的安危, 江炎愣了一下, 旋即点头道, 是我疏忽了, 你爸在什么地方, 他随手撬开了路边一辆宝马的车门, 将仪表盘下的电路接通, 轻轻松松打着了火, 上一世他对抗诡异的水平不太行, 这种偷鸡摸狗的小技巧倒是学了不少, 安小兴坐经副驾驶, 说道, 鼎盛集团, 过了桥就是, 听到鼎盛集团这四个字, 江炎愣了一下, 旋即一领, 问道, 鼎盛集团, 姓安, 你爸是安保圣, 安叔, 安小兴眨了眨大眼睛, 你也认识我爸爸, 江炎若有所思笑了笑, 说道, 如雷贯耳, 放心吧, 你爸不会有事的, 第二次诡异降临后, 安叔安保圣这个称号, 在南兜城内声名雀起, 安保圣一手组建的鼎盛会, 是南兜内最大的玩家组织, 跺跺脚, 整个南兜都会颤抖, 就连官方组织猎鬼局, 在南兜也必须给鼎盛会两分面子, 按照江炎上辈子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 安保圣一开始是做土方生意的, 堪称一方土皇帝, 后来成立了鼎盛集团, 专攻攻城建造领域, 成功洗白上岸, 当年血手起家那些事情, 已经没愿再提, 可诡异降临之后, 安保圣和鼎盛集团收敛多年的獠牙, 又一次藏不住了, 一个有组织有纪律, 敢打敢拼的鼎盛会, 在诡异降临后一盘散杀的玩家面前,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据说很多秘境探索, 宝箱争复, 诡异猎杀行动的背后, 都有鼎盛会的大手在暗中操控, 上辈子, 江炎只能仰望鼎盛会这样的庞然大物, 但这辈子, 一切都不一样了, 燕妹坐在后排, 朱刚烈因为体型太大, 钻进了后备箱里, 将车压得有些厚痒, 江炎一脚油门, 宝马飞窜而出, 向鼎盛集团锁在而去, 诡异降临之后, 路上没什么车辆行走, 但却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路障频繁出现, 对车技的考验很大, 看着专心开车的江炎, 安小心忍不住问道, 你不担心自己的父母吗? 江炎笑了笑, 说道, 我爸妈都是科研员, 在南极研究大冰山呢, 他们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上一世, 第二次诡异降临后, 江炎曾经接到过父母打来的电话, 知道他们那边还没有出现诡异, 这让上一世苦苦求存的江炎, 心中多了一丝慰藉, 充分的证据表明, 诡异降临和人口密度有着巨大的关系, 南极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诡异过去都得失业, 鼎盛集团独占一座写字楼, 是南斗的地标建筑之一, 可江炎和安晓星远远看到大楼的时候, 发现这大楼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 甚至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很难找到, 安晓星立刻紧张了起来, 下意识握紧了江炎的手, 江炎轻轻握住安晓星, 宽慰道, 放心, 安叔不会有事的, 我已经听到楼下传来的动静了, 车又近了些, 两人果然在鼎盛集团楼下广场上, 看到了一群人, 这些人手里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有, 砍刀、电锯、钢斧、高尔夫球棒, 甚至还有几个人端着现弹枪, 这群人中间那个戴着金丝眼镜, 容貌儒雅随和的中年男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叔、安保胜, 安晓星远远看到安保胜, 长长松了口气, 擦了擦面夹上的泪痕, 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急哭了, 江炎, 你看他们中间那是个什么? 安晓星指着前方问道, 一个硕大有黑的怪物尸体, 此时正躺在鼎盛集团广场上, 被安保胜一群人围在里面, 看样子已经死了, 江炎感慨道, 那是一头诡异, 已经被你爹他们打死了, 第一次诡异降临, 人类在诡异面前脆弱得如同豆腐一样, 随便一头诡异就能轻轻松松屠杀数千人类, 若不是猎鬼局及时救场, 搞不好人类社会在第一次诡异降临中, 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可就是如此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鼎盛集团这些人, 竟然这么快就能冷静下来, 连手宰了这头诡异, 实在很难得了, 击杀诡异之后, 所有参与击杀诡异的玩家, 会按照贡献获得相应的名币, 技能卷轴, 装备的奖励, 击杀第一轮诡异提供的各种奖励, 价值应该在一万名币左右, 但是鼎盛集团广场上这么多人, 估计分摊下来, 一个人手里也就不到一千, 团队作战收益虽然没那么可观, 但胜在风险低, 可持续, 江岩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能活下来才有展望一切的资本, 下车之前, 江岩想了想, 从商城中买出了两件道具, 发给了燕妹和朱刚烈, 道具, 迷雾之瓶, 令使用者笼罩在一团看不见的迷雾中, 不会被发现, 500米内有敌对目标时不能使用, 总属性差值高于20点时会被看破, 攻击或被攻击时都会现行, 售价, 5000明币, 这东西没有任何攻防能力, 售价又这么贵, 几乎没有玩家会买, 但对身边一直跟着诡异的江岩而言, 这迷雾之瓶是有很大应用价值的, 燕妹和朱刚烈使用迷雾之瓶之后, 其他玩家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 否则这两头如影随形的诡异, 可能会频繁给江岩惹出麻烦来, 安小星推开车门, 满脸劫后余生, 正准备喊自己父亲, 却忽然见到一个穿着黑夹克的中年男人, 骑着辆摩托, 停到了广场边缘, 喊道, 大哥, 我去看过了, 旁边商业街里也有一头诡异, 人群中的安保圣抬起头来, 金丝眼镜下闪过一抹寒光, 挥手道, 兄弟们, 宰了这头诡异, 看看能出什么好东西, 一群鼎盛集团职员打扮的男人, 手提各种凶器, 前呼后拥, 将安保圣围在中间, 向商业街的方向冲了过去, 江岩, 不愧是能在南都横着走的鼎盛会, 从一开始就这么胡, 第十一章, 谁都不准踢车退, 眼见自己父亲带着兄弟们冲锋, 安小兴连忙喊了两声, 但杂乱的脚步声中, 安保圣明显没听到女儿的呼唤, 一群人快速消失在了广场尽头, 安小兴眉头紧皱, 低声说道, 他一直都是这样, 打打杀杀了一辈子, 没消停过, 江岩淡淡笑道, 如此是道, 你父亲这种人才能存活下来,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爹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安小兴疑惑看向江岩, 问道, 你怎么知道, 江岩笑道, 掐指一算, 他依稀记得, 商业街这头诡异, 上辈子在猎鬼局的第一次清剿名单中, 既然最后被猎鬼局清剿, 就意味着安保圣这些人, 在这头诡异手里吃了亏, 虽然都是第一次降临的诡异, 不过诡异的天赋, 既能选择不同, 强度也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商业街里那头诡异, 可能已经涂入了很多人类, 正如人类斩杀诡异能够获得奖励一样, 诡异杀死人类, 也一样能获得奖励, 刚刚来的路上, 江岩已经问过了燕妹和朱刚烈, 得知诡异杀死人类玩家, 会获得对方身上所有价值总和的1%名币, 作为奖励, 最低为1名币, 第一次诡异降临, 绝大多数玩家都没什么身价, 只有抽取完天赋剩下的几百名币, 所以现在杀死一个人类玩家, 也就1-4名币的奖励, 还有被反杀的风险, 两相对比之下, 江岩大把大把甩出的上万名币, 才让燕妹和朱刚烈如此败服, 这个消息也让江岩警觉了起来, 自己虽然钱多, 但也同样是个香波波, 如果有诡异能把自己杀了, 虽然只能拿到1%, 却也是一笔破天的富贵了, 朱刚烈, 燕妹, 前面开路, 江岩大手一挥, 跟在两头诡异身后, 一边印钞, 一边盘算接下来如何花钱, 才能将自己这个印钞机打造成金刚不坏, 不死不灭, 无物可破, 横压万古的印钞机, 走到商业街门前的时候, 江岩拉住安小星, 命令两头诡异放慢的速度, 一点点探索这条商业街那个情况, 商业街里的地形相对比较开阔, 而且人数很多, 那头诡异的杀戮很容易进行, 现在一个小时的杀戮过去, 那诡异可能已经得到了数千名币的奖励, 这么多名币花销出去, 商业街的诡异, 就不是刚刚降临时候的强度了, 安保胜这群人率先杀过来, 很可能被打得十分凄惨, 整条商业街不负往日繁华喧嚣, 满地狼疾和血迹, 横死的尸体随处可见, 十分恐怖, 安小星下的小脸苍白, 不自觉抱住了江岩的胳膊, 里面一片死寂, 两人两诡异走得小心翼翼, 生怕被潜伏在这里的诡异偷袭, 江岩不知何时, 已经将安小星搂在了怀里, 这姑娘现在是团队里的唯一输出, 而且一身装备没什么保密能力, 万一被偷了, 自己可再找不到第二个SS级暴力狂天赋的输出了, 江岩, 我有点害怕, 安小星挂在江岩怀里, 几乎和个树袋熊一样, 郊区紧紧贴着江岩的胸腹, 走在前面的桌钢猎一个猎解, 满脸愤慨之色, 不敢说出口, 你怕, 轮得到你怕吗, 你一枪能爆三千多, 难道不是商业界里的诡异瑟瑟发抖吗, 江岩搂着安小星, 抚慰道, 放心吧, 如果被偷袭了, 我会替你挡刀的, 上一世, 安小星为自己而死, 这辈子, 江岩不会再让安小星受到半点伤害, 安小星满面感动之色, 依偎在江岩怀中低声说道, 江岩, 你对我真好, 当我男朋友可以吗, 他早就已经发现自己和江岩的姿势十分不雅, 但也同时发现, 自己心里只是羞涩, 却没有半分排斥和江岩的亲密他, 再一次确定自己是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江岩, 江岩笑了笑, 柔声说道, 好, 前面的燕妹和朱刚烈齐齐打了个哆嗦, 一身鸡皮疙瘩掉了满地, 大敌当前, 你们两个亲亲我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燕妹扭头看了看江岩怀中满脸幸福之色的安小星, 势态着说道, 老板, 我其实也挺怕的, 江岩翻了个白眼, 你一个武士力量的诡异, 无所畏惧, 这么怂, 是这次的奖金不想要了吗? 走快点, 去前面开视野, 燕妹, 好嘞老板, 一听说还有奖金, 燕妹顿时干劲十足, 屁颠颠往前冲去, 就在这时候, 商业街的一处地下入口, 骤然爆发一阵惊呼, 在那里, 速度好快, 旋即便有安保圣的陈鹤响起, 阵形别乱, 小虎你有复活天赋, 拿着盾顶一下, 二龙你准备开枪, 靠近一点, 不要误伤, 马子把你的护盾技能拿出来, 给小虎套上, 姜岩在外面听得连连赞叹, 编制还挺齐全的, 话还没说完, 就听地下入口猛然爆发砰的一声闷响, 而后面是框框框, 一连串翠响, 一个扭曲的盾牌, 从地下入口抛飞而出, 在地上不断弹跳, 旋即便是一阵怒吼, 小虎, 不, 看着地面上那扭曲的盾牌, 姜岩有些亚算, 这是一面系统商城售卖的合金盾牌, 能提供七点护甲和一百点生命值, 格党效果也还凑合, 售价五百明币, 竟然一击就被里面那诡异打成如此残破的样子, 好家伙, 这诡异看起来很是强大, 姜岩低声自语, 安保圣的怒吼立刻从下面响起, 他速度太快了, 先退, 一群人立刻从里面奔了出来, 荒而不乱, 最前方还有几个手持紧用防暴盾的大汗断后, 而在第二排, 则是那几个端着现弹枪的凶徒, 时刻准备从盾牌间隙射击, 大哥, 这下怎么办, 里面那东西太快了, 我们, 感觉打不过, 要不, 先撤, 安保圣面色铁青, 金丝眼镜下再不负儒雅, 充斥着血丝的眼睛中满是悲愤怒意, 他一耳光抽在了那个被吓坏了的手下脸上, 怒吼道, 放你娘的屁, 小虎死在里面了, 他半个小时之后复活, 如果看不到我们, 得有多绝望, 他肯跟我, 就是信我不会抛弃的, 你们也是一样的, 我也绝对不会抛弃你们任何一个, 想个办法, 把小虎救出来, 在那之前, 守住门口, 谁都不准踢车退, 第十二章, 安淑天赋挖宝箱, 这群人太过紧张, 以至于没有发现, 身后不远处, 姜岩和安小星正在看着他们, 听着安保圣的怒吼, 姜岩心中顿时一抽, 这安保圣能把顶圣会做到难兜首屈一指, 靠的果然不只是敢打敢拼, 他现在这做派, 不管是在故意笼络人心, 还是真的不愿意抛弃手下, 都比这场灾难之下的绝大多数人, 都更像人一些, 尤其是死在下面那个叫小虎的, 和上辈子的姜岩一样, 也是附生天赋, 但和姜岩不一样的是, 这个小虎没有被团队抛弃, 安保圣看着幽深的地下入口, 深吸口气, 说道, 先等一下, 我挖宝天赋冷却到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说着, 安保圣做了一个挖掘的姿势, 一个黑色的铁铲, 凭空出现在了安保圣手中, 蹭, 安保圣挥舞铁铲, 在地上挖了一下, 一个闪烁着绿色光芒的宝箱, 就出现在了地上, 又是个箱子, 安保圣自语道, 只不过, 这次是个绿色的, 姜岩看得一愣, 挖宝天赋, 有点意思啊, 这个天赋, 姜岩上辈子听都没听说过, 竟然能原地挖出宝箱来, 看起来似乎也是个十分稀有的天赋, 姜岩拉着安小心, 聂祖走到了安保圣背后, 往他的绿色宝箱里看了过去, 安保圣一把拉开宝箱, 里面有不少东西, 装备, 格洛克手枪, 攻击力加8, 射程加40, 弹容量, 5, 售价, 500名币, 装备, 训捷小刀, 攻击力加3, 售价, 70名币, 技能, 恢复数, 等级1, 恢复一个有方单位30点生命值, 耗费30点法力值, 售价, 100名币, 名币, 300, 这绿色箱子里的内容总加在1000名币左右, 符合姜岩对宝箱的影响, 他其实记得周围很多宝箱的位置, 据说里面开出过不少好东西, 如果不是刷到了SSS级明钞机天赋, 姜岩肯定会选择去周围找宝箱, 作为前期的发育重点, 不过对他一个印钞机而言, 周围这些普通箱子里的东西, 已经无法勾起他的兴趣了, 真正让姜岩感兴趣的是安宝胜的这个天赋, 现在距离诡异降临才过了一个小时, 安宝胜就已经挖了两次箱子, 所以他的挖宝天赋冷却时间是一个小时, 看样子挖出来的箱子品质是随机的, 也就是说安宝胜这个天赋可能刷出来蓝色, 紫色甚至是金色红色的箱子, 潜力十足, 安宝胜伸手拿起绿色宝箱里的东西, 突然感觉自己背后似乎有些不对劲, 他反应极快, 拿起那把格洛克手枪, 豁然转身,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姜岩的眉心, 安小星吓了一跳, 连忙喊道, 爸爸, 是我, 别开枪, 安宝胜一愣, 这才看清了姜岩身旁抱着他胳膊的安小星, 安宝胜大喜, 小星, 你怎么自己跑这里来了, 我让你杨叔过去接你, 你没看到他吗, 安小星摇头道, 我没见到杨叔, 我和姜岩一起来的, 安宝胜目光在姜岩和安小星搂在一起的胳膊上扫过, 眉间闪过一抹阴沉, 转瞬即逝, 这是你同学吗, 安宝胜问道, 安小星点头, 有些羞涩道, 嗯, 我同桌, 我们一起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安宝胜很快将注意力转开, 沉生说道, 你们两个找地方躲起来, 等爸爸摆平那东西, 你们再出来, 明白吗, 安小星端起手里的火麒麟, 说道, 爸, 我们能帮忙, 我和姜岩很厉害的, 安宝胜瞥了眼火麒麟, 以为这是什么浮夸的玩具, 没好气到, 扫天乱, 滚进那店铺里去躲好, 安宝胜一指背后血流成河的奶茶店, 瞪了姜岩一眼, 说道, 小子, 你是个男人, 保护好他, 说着, 安宝胜有些粗暴地推了一下姜岩的胸口, 至于姜岩旁边的两个诡异, 因为迷雾之频的原因, 安宝胜一行人根本没有发现其存在, 姜岩似笑非笑, 想了想之后, 还是拉着安小兴进了那个奶茶店, 安小兴有些着急, 姜岩压低声音说道, 这奶茶店射击角度很好, 你待会儿帮他们远程火力支援就可以了, 那头诡异明显是敏捷路线, 血量不会太高, 你只需要打到一枪, 就足以决定胜负了, 带着安小兴躲进来, 姜岩自然不是怕了, 而是借机锻炼一下安小兴的战斗能力, 安小兴顿时紧张了起来, 尤其是一想到前面顶着的是自己父亲, 如果自己疏忽, 很可能会让他受伤, 就更加紧张了, 姜岩在安小兴身后, 温岩道, 深呼吸, 集中注意力, 不要想那么多, 那头诡异马上就要上来了, 安小兴一愣, 你怎么知道的, 姜岩淡然说道, 听到的, 他现在敏捷属性很高, 连带着六感也十分敏锐, 从地下入口周围, 听到了一个隐晦的脚步声, 非常细微, 几乎在姜岩声音落下的同时, 一道黑影斜着恶风, 悄无声息从地下入口中扑了出来, 安保圣和几个老城池中的手下, 正在低声商量, 如何在半小时后, 营救小虎的对策, 却没有想到, 这头诡异竟然直接杀了出来, 最前面几个手持防爆盾的大汉, 齐齐发出一声惊呼, 下意识用手中的盾牌迎了上去, 碰, 悄无声息的偷袭中, 蕴藏的力量, 比看起来大得多, 竟然将这几个手持防爆盾的大汉, 全部扑的倒飞了出去, 散落在地, 胡乱翻滚, 仿佛被保龄球击倒的球瓶, 姜岩微微凝眉, 感觉这头诡异展现出的力量, 比自己想象之中更加强大, 这真的是一头敏捷路线的诡异吗, 姜岩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铭币加2788, 铭币加57, 铭币加4354, 铭币加3317, 最后一个数字, 就是这头突袭诡异的生命值, 姜岩吃了一惊, 这么高的生命值, 还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这诡异很不对劲, 心中惊讶之际, 姜岩也没有耽搁, 直接在安小星身旁说道, 就现在, 看到了凶恶的目标, 安小星反而冷静了下来, 瞄准了因为攻击而短暂停顿的诡异, 果断扣动了火麒麟的扳机, 砰砰砰, 三声枪响, 第13章, 那我先和姜岩私奔了, 那黑影是一头魔狼外形的诡异, 爪子肩长到猙獰恐怖的程度, 口中满是粘稠的血液和唾液混合, 身上还沾着许多人类的血肉碎块, 魔狼诡异浑身肌肉骨胀, 看起来是一头力量路线的诡异, 但不知道为什么, 速度竟然这么快, 砰砰砰, 安小星手中火气铃三连发点射, 三枚纯银子弹, 化作流光, 破空而去, 其中两枚子弹, 擦着魔狼诡异的身体过去, 落在了空处, 只有一枚子弹, 正正打在了魔狼诡异的胸膛上, 暴击, -3124, 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凝固了, 安小星满面傲脑之色, 怎么就只打中一枪呢? 一旁藏匿迷雾之中的朱刚烈重重打了个哆嗦, 想起刚刚被安小星暴射的痛苦, 心里阴影面积超大, 姜岩搓着自己的下巴, 面色平静, 成长嘛, 总是伴随着各种痛苦的, 那魔狼则是明显被吓尿了, 自己3317点血, 这是一个何其恐怖的生命值, 他甚至敢拍着胸脯保证, 自己现在的生命值, 在难兜所有诡异里, 排名绝对是第一, 不是我多狼掉, 可就是生命值如此恐怖的自己, 竟然被人一枪打的, 只剩下193点血了, 没被秒掉, 完全就是运气好吧, 嗷嗚, 魔狼诡异尖叫一声, 夹着尾巴, 狂奔出了商业街, 头也不回地跑了, 人类, 我记住你们的气味了, 给我等着, 宁恶的声音在商业街中飘荡, 魔狼却已经没了踪命, 安小兴在后面瞄了半天, 但是这魔狼诡异速度实在太快, 他根本瞄不准,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逃走, 江炎皱了皱眉, 伺机偷袭的诡异很危险, 可他也拿着逃跑的魔狼没有办法, 一时间, 这条商业街安静了下来, 一双双震惊的目光从前面看了过来, 刚刚那三枪, 是安小兴打出来的, 鼎盛集团的这些人都很清楚, 安小兴柔弱内脸的性格, 越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安保圣重重吞了口唾沫, 看着安小兴手里造型浮夸, 但枪口还在冒烟的火麒麟, 男男说道, 不愧是我女儿, 安小兴腼地笑了笑, 小兴说道, 我说了, 我能帮忙吗? 安保圣回过神来, 轻轻咳嗽了一声, 一把拉住了安小兴纤细的胳膊, 说道, 跟我回家, 小伙子, 你也赶快回自己家去吧, 说吧, 安保圣头也不回, 就准备把江炎抛在血流城河的商业街, 安小兴却是一跳, 挣脱了安保圣的手, 反手拉住了江炎的胳膊, 面色通红, 却还是聂如说道, 爸爸, 他, 他叫江炎, 是我男朋友, 他家里人都不在难道, 我们能不能带他一起回家, 安保圣缓缓回头, 面色黑得吓人, 金丝眼镜下一双眼睛, 用几乎要杀人的目光, 死死盯着江炎, 自己女儿和他的关系有所暧昧, 安保圣早就看出来了, 但能让自己刚满十八岁的那项女儿, 在众目睽睽之下, 说出这种话来, 可真是不容易, 男朋友, 小心, 我跟你说过, 不准你早恋的, 立刻跟我回家, 否则, 我打断这小子腿, 安保圣说着, 从身旁一个大汉手里, 缓缓抢来了一把燃血的电锯, 双目逼势着江炎, 想要将他吓退, 江炎却是一脸平静, 没有察觉到丝毫威胁,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点自己的力量和敏捷属性, 属性超过一百点之后, 从原先的一千明币加一点, 变成了一万明币加一点, 这个价格已经十分恐怖, 并且性价比极低, 但燕妹和朱刚烈这么高的生命值之下, 江炎的印钞能力也不是盖的, 一秒入账七千一百九十九明币, 三秒就能加两点, 到了现在, 江炎的玩家面板已经变成了这样, 玩家, 江炎, 属性, 力量, 一百七十四, 敏捷, 一百七十四, 智力, 五十,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明币, 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七, 力量属性超越了普通人三十五倍, 再加上金钟法一的防御, 就算躺着让安保胜距, 估计也很难破防, 看着江炎如此平静, 安保胜面色越发沉冷, 低声说道, 怎么, 小子, 你觉得我不敢, 江炎摇了摇头, 泰然自若道, 安叔肯定敢, 他的语气依旧十分轻松, 安小兴紧紧抓住江炎的胳膊, 肝笑道, 那, 既然话不投机, 我先和江炎私奔了, 爸爸你需要帮助的话, 就给我打个电话, 说吧, 安小兴竟然拉起江炎, 就往商业街另一边狂奔去, 安保胜先是一愣, 他下意识想要追上去, 把江炎剁碎了喂狗, 却马上注意到, 安小兴和这小子狂奔的速度, 竟然快得出了残疑, 妈的, 安保胜攥紧拳头, 却是无可奈何, 没骗我, 你要是对江炎动手,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这次是真的一辈子, 安保胜满面无奈之色, 苦笑摇头道, 好好, 我保障, 安小兴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拉着江炎回到了商业街, 等小虎死而复生, 一行人这才向鼎盛集团走回去, 江炎一直没有说什么, 他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快乐, 至于自己是住安小兴家里, 还是住父母留给自己的房子, 对江炎而言没什么区别, 说不定软饭更好吃呢, 不过江炎直觉, 这事肯定还没完, 安保胜这种人不会轻易服输的, 回到鼎盛集团大楼, 安保胜一时间没有理会江炎和安小兴, 只是安排两人一上一下住在了两间客房里, 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整个鼎盛集团上下都乱成了一锅粥, 处处都需要安保胜打理, 若是一般公司老板碰上这种情况, 恐怕直接原地解散, 各自逃命去了, 但安保胜这等人杰, 明显从诡异降临之中, 嗅到了和危险并存的机遇, 江炎在自己客房茶桌旁泡了一杯茶, 一边印钞, 一边交拢罩在迷雾中的烟媚, 珠缸裂斗地主等待安保胜的到来, 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大佬肯定会来和自己粗息长谈的, 不过江炎还没等来安保胜, 却等来了安小兴, 他做贼一样, 从外面偷偷推开了江炎的窗户, 直接跳了进来, 第十四章, 拿假臂糊弄我, 外面二十楼, 安小兴推开江炎窗户的动作, 像是个女版蜘蛛侠, 对他五十点敏捷而言, 这个操作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 看着江炎有些意外的目光, 安小兴撬脸微红, 眉眸流转道, 我,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有点害怕被诡异偷袭, 而且依我爸的性格, 肯定会让人在楼道里监视我们, 我只能从外面绕进来, 鼎盛集团周围的诡异, 虽然已经被肃清, 可整个南兜, 乃至整个世界, 都依旧笼罩在第一次诡异降临的阴影下, 江炎和安小兴在鼎盛集团的房间中, 时不时就能听到远方接到各处腾起的惊恐尖叫, 甚至还有冲天的火光, 偶尔在城市之中爆炸, 这种混乱状态, 一直到猎鬼局出场镇压, 才真正得到了缓解, 让惊恐的人们有时间喘息一下, 填饰身体和心灵的伤口, 沉淀关于这个游戏的一切, 并且在痛苦之中慢慢成长, 江炎和安小兴在鼎盛集团大楼中获得的安宁, 在眼下是非常稀有的,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兜的独一份, 不过没人能保证, 这份安宁能持续多长时间, 热大的鼎盛集团, 随时有可能成为诡异心的袭击目标, 而且, 不论是江炎, 还是安小兴, 都没有忘记, 商业间那头魔狼诡异临走时候的威胁, 江炎给安小兴倒了一杯茶, 放在自己面前, 而后挪了挪椅子, 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示意安小兴坐过来, 安小兴美眸微微瞪大, 翘脸仗红, 连连摇头, 声音中充满了难为情, 不, 不去, 江炎笑了笑, 伸手捉住了安小兴, 一把拉入了怀中, 啊, 一声短促的惊叫, 房间之中陷入了长时间的安静, 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 慢慢靠近彼此江炎轻轻在安小兴娇嫩的红唇上吻了一口, 笑道, 怎么, 敢要我当男友, 渐渐舒缓, 就在江炎手开始不老实的时候, 耳朵忽然一动, 听到了楼道里传来的微弱动静, 一个手在这层楼道的大汉, 在刚刚走出电梯的安保圣耳边低声说道, 安叔, 那小子一直很安分, 安保圣点了点头, 黑着脸敲响了江炎的房门, 是我, 安保圣, 房间中, 安小兴翘脸顿时一白, 满面惊慌之色, 要是安保圣发现, 他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江炎房间里, 肯定会气爆炸吧, 安小兴又羞又急, 来之前他只是想和江炎待在一起, 却没有料到会有眼下这一幕, 江炎却毫不意外, 恶呵呵将安小兴抱进了衣柜里, 对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安叔, 您终于来了, 江炎平静开了门, 不卑不抗说道, 还没谢谢您收留我, 请进吧, 江炎走回桌前给安保圣倒了一杯茶, 安保圣黑着脸坐下, 并不喝茶, 一双犀利的眼睛冷冷盯着江炎, 背后, 很多时候根本不用说话, 只需要用眼神就足够让对手惊慌失措, 褪比三射, 面对这个高中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 安保圣也不愿意多费口舌, 更想让江炎知难而退, 江炎却似乎没有察觉到房间中气氛的微妙变化, 平静看着安保圣同样一言不发, 一时间,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一个杀意腾腾, 一个古井无波, 足足过了数分钟, 安保圣终于先开口, 冷冷说道, 小子, 你很不识相, 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变成一具尸体吗? 自从小星他母亲走了之后, 小星就一直恨我, 如果不是我早年招惹了那么多对头, 他母亲也不会出意外, 这么多年, 我亏欠他, 一直在努力弥补, 最近这几年, 我和小星的关系终于好些了, 我不愿意为了你一个臭小子, 重新葬送我们努力维持的妇女关系, 如若不然, 你现在已经被我烧成灰了, 安保圣话锋一转, 眯着眼睛道, 但是, 小子,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有恃无恐, 真以为我安保圣的女儿那么好泡吗? 这世道变了, 我女儿很有天赋和潜力, 至于你, 配不上她, 如果你不识相, 我就不得不好好教教你, 规矩这两个字怎么写了? 安保圣说吧, 将一叠厚厚的绿色名币拍在了江炎面前, 冷冷到拿着这些名币离开鼎盛集团, 不要再回来, 我希望你能活下去, 但你, 如果再出现在小星面前, 我就让你死, 听明白了吗? 江炎看了一眼, 这碟面值十元的绿色名币不惊一乐, 一共一千名币放在第一次诡异降临还没结束的现在, 的确是一笔巨款, 但给江炎多加一点属性都不够, 江炎随手从系统商城里兑换出来一叠金灿灿的一百元名币, 一共一万, 公公整整放在了安保圣面前, 认真说道, 安说, 我得小心是认真的, 给我个机会, 安保圣看着这叠金灿灿的名币顿时一愣, 双眼不受控制的瞪圆了, 一百元名币, 通体灿金色, 正面同样印着滑下天地银行的字样, 和十殿阎罗的画像每一个都微妙微笑, 背面是金色的阎罗垫颈色, 垫顶之上金光升腾, 群鬼膜拜, 英明的气息不如其他面质的名币多, 却有了两分神性的光辉, 令人不由肃然, 看了三秒, 安保圣缓缓抬头, 瞪着江炎, 压抑着怒火道, 小子, 你拿假逼糊弄我, 我安保圣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你这点伎俩也敢在我面前耍梦, 安保圣直接从腰间拔出了那把格洛克手枪, 顶在了江炎额间, 背后那两个大汉同样以干练的动作, 掏出两把手枪, 齐齐指向江炎, 第十五章, 妇女都被保养了, 安保圣的江湖经验极其丰富, 因此做出了非常简单的推论, 自己手底下这么多人又抽到了一个挖宝箱的天赋, 现在都拿不出一万名币来, 这个矛头小子凭什么出手就是如此一笔巨款, 既然不可能就肯定是假的, 这种黑是黑的场景, 安保圣这辈子见不太多了, 就连他自己都玩过很多次类似的把戏, 最让安保圣愤怒的是这小子竟然用这种下流的把戏, 在自己面前说对安小星是真心的, 那能是真心的吗? 安小星跟着这样一个骗子怎么可能幸福? 安保圣手指抽动, 险些直接开枪抱了这小子狗头, 江炎缓缓举起手来, 面色依旧平静, 淡淡说道, 真的假的了, 安保圣看着江炎如此淡然的神色, 眉头微微一皱,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这小子城府也太深了, 面对自己的枪口, 这份淡定和从容绝对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 安保圣顶着枪口, 另一手将信将疑握住了江炎拿出的一万名币, 下一刻, 金灿灿的名币消失在了安保圣手中, 而安保圣的系统商城里多出了一万余额, 安保圣, 安保圣, 真的, 竟然是真的, 这小子, 竟然能轻轻松松拿出一万名币来, 你, 安保圣震惊看着江炎, 难以置信问道, 哪来的, 江炎耸了耸肩, 又掏出了一叠金灿灿的名币, 放在安保圣面前, 笑道, 安叔, 我和小新, 是真心相爱的, 安保圣看着桌上第二叠金色名币, 整个人都傻了, 两, 两万名币, 这小子, 是个狗大户啊, 深深吸了口气, 安保圣重重摇了摇头, 将刚刚兑换的一万名币又换了出来, 放在了桌上, 说道, 你小屁还懂什么爱情, 现在言之早早, 吃干抹镜之后, 跑得恐怕比谁都快, 我女儿二十五岁, 大脑前额夜发育完整之前, 不能和任何人谈恋爱, 你拿着你的名币, 明天一早就滚, 不然老子要你好看, 江炎笑了笑, 又掏了一叠金色名币出来, 放在桌上, 悠悠问道, 真的不要, 这可不光是名币, 有了这些钱, 鼎盛集团的兄弟们会比现在更强, 再面对诡异, 存活率会高很多, 这是生存, 安保圣看着桌上的三万名币, 呼吸陡然粗重了起来, 江炎说的, 他又何尝不知道, 但, 安保圣抬起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 死死逼逝江炎, 质问道, 你在买我女儿, 你觉得, 我安保圣, 会把我的宝贝女儿卖给你吗? 江炎摇头笑道, 我只是在告诉您, 我有保护他的实力和诚意, 如果安叔, 您真的不要, 江炎又从自己系统商城里, 兑换出来三万金灿灿的名币, 放在桌上, 转而对安保圣背后那两个同样震撼的持枪男人说道, 那你们两个, 帮我杀了安叔, 一人三万, 这一句轻飘飘的话, 在房间之中回荡, 配上那六万能晃下人眼睛的金色名币, 疯狂冲击着人心, 背后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声音颤抖, 下意识问道, 真, 真的吗? 话刚刚出口, 这人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迎面, 江炎讥讽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你觉得呢? 江炎从自己系统商城里, 兑换出来一把沙漠之鹰手枪, 枪口直指此人, 淡然说道, 安叔, 你这个手下可不够忠诚啊, 只要安叔一句话, 我就替你清理门户, 房间之中死一般寂静, 真落可闻, 拥有明超机天赋的江炎实际上开不了枪, 这属于主动攻击, 违背了天赋限制, 但并不妨碍他瞄准, 江炎枪口指着那男人, 目光却一直平静看着安保圣, 安保圣双眼眯成了两条缝, 从金丝眼镜后, 死死盯着面前的江炎, 从始至终都没回过头, 两久之后, 安保圣长长出了口气, 沉着脸将江炎的枪口压了下去, 江炎展颜一笑, 语气轻快道, 希望您可以给我个机会, 安保圣将桌上的六万名币, 全部收进了自己系统商城里, 眯着眼冷然说道, 小子, 想当我安保圣的女婿, 是很难的事情, 你得能服众才行, 全世是一剂毒药, 你扛不住就会死在全马生涩里, 我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可以和小青谈恋爱, 但不能和他上床, 与此同时, 你必须在鼎盛集团内证明自己的能力, 等到大家都服你的时候, 你才是我安保圣的女婿, 安保圣语气中渐渐充斥着令人闻之胆寒的杀意, 如果做不到, 你会死得很惨, 这六万名币最终很可能会变成杀死你的刀, 安保圣冷冷笑道, 小子, 你怕了吗, 如果怕了, 现在可以问我要回你的六万, 然后明天一早, 消失在我眼前, 江炎轻笑了一声, 缓缓摇头道, 区区六万, 焉能杀我, 一边说着, 他又掏出了一叠一叠的金色名币, 堆满了整个桌子, 这一次足足十二万名币, 安保圣看着这一桌子金币辉煌, 感觉自己快疯了, 他又一次打心底里, 开始怀疑这些名币的真实性, 前前后后, 这小子掏了十八万名币出来了, 这探马可能全是真的吗, 这名币上印的华夏天地银行, 是探马你家开的吗, 安保圣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调, 失声质问, 江炎笑了笑, 没有解释, 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印钞机罢了, 安保圣失魂落魄, 走出了江炎的房间, 到了电梯口, 才突然顿住了脚步, 咬牙切齿自语道, 可恶, 我怎么有一种父女俩都被别人包养了的感觉, 房间里, 江炎目送安保圣离开, 桌上的十二万也没收起来, 随手拿了两万, 分别丢给了藏在迷雾之中的燕妹和朱刚烈, 讲经, 江炎淡淡说道, 这两头被迷雾笼拢着诡异, 刚刚一直站在安保圣左右, 针打起来, 瞬间就能把他们三个撕成碎片, 安小新刚刚从衣柜里爬出来, 就见江炎把桌上剩余十万推给了自己, 说道, 拿去花, 第十六章, 爸爸名币也多, 安小新看着满桌金灿灿的名币, 有些傻眼, 不知所措的, 江炎, 你到底从哪来的这么多名币, 我花不完这么多的, 你留一些强化自己啊, 不然,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江炎笑了笑, 说道, 这就是我的天赋, 放心拿着花, 我还有很多呢, 一边说着, 江炎又开始掏兜, 眼见江炎很快又摆出来一桌子金灿灿的名币, 安小新和两头诡异, 眼桌子都快跳到地上去了, 众所周知, 在自己身上砸的名币越多, 实力就会越强, 拥有这么多名币的老板, 真实实力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 燕妹和朱刚烈, 齐齐吞了口唾沫, 直到现在, 两头诡异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见老板, 亲自出过手, 谢谢老板, 老板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板朱刚烈, 诚心诚意赞颂江炎的品格, 江炎笑了笑, 伸手拉起安小新, 说道, 安叔肯定马上就去找你了, 我们回你房间去, 叮, 丢人现眼的东西, 自己去人世处领罚, 一刀两动, 此外, 待遇降一级, 再有下一次, 你就给我滚, 那男人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了电梯外, 哭喊道, 谢谢安叔扰我, 我一时糊涂, 以后绝对不敢了, 安保圣冷哼了一声, 转头走入电梯, 若不是眼下势道大便, 鼎盛集团正需要人手, 安保圣恐怕不会给此人继续留在鼎盛集团的机会, 电梯往下降了一层, 安保圣从里面走出来, 敲响了安小星房间的门, 房间里, 安小星和江炎刚刚从窗户外翻进来, 江炎直接躲进了衣柜里, 安小星这才去开门, 安保圣抱了抱安小星, 低声说道, 丫头别怕, 爸会保护好你的, 安小星眼眶红了红, 重重点了下头, 我们一起努力, 活下去, 虽然怨恨了父亲很长时间, 但毕竟血浓于水, 父女两个走入房中, 安保圣正色问道, 丫头, 我刚刚去见了一下江炎, 这个男孩表面阳光开朗, 那里城府极深, 而且心狠手辣, 可不是一般人物, 你是真的喜欢他吗, 如果是他逼你的, 你一定要告诉爸爸, 我帮你杀他, 有爸爸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安小星红着脸点头说道, 他没有逼我, 我真的喜欢江炎, 从很久之前, 就再喜欢他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白, 这次诡异降临, 他谁都没带, 只带了我一路逃出学校, 一直保护着我, 对我很好的, 爸爸你别排斥他, 好不好, 安保圣眯眯着眼睛沉思片刻, 缓缓点头, 继续问道, 你之前那把枪, 拿出来我看看, 安小星将火麒麟从系统空间中拿出, 递给安保圣, 安保圣这次终于看到了火麒麟的具体信息, 顿时被上面的两万名币售价吓了一跳, 这一把火麒麟, 已经比鼎盛集团上下所有价值加起来都贵了, 怪不得一枪就差点把那诡异打死, 安保圣民众问道, 这是江炎给你买的, 安小星红着脸点头道, 嗯, 还有我的鞋子也是他买的, 这个暴击指环也是他买的, 还有我的属性也是他, 安保圣听得有些头晕, 已经算不清江炎这臭小子在自己女儿身上砸了多少钱了, 深深吸了口气, 安保圣凝重说道,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丫头, 我建议还是做个局, 杀了这小子, 比他帅气阳光的男孩一抓一大把, 你何必非要认准他一个呢, 呈现出的实力和城府深不可测, 但安保圣自信, 自己手里有六万名币, 如果安小星愿意配合, 有心算无心之下, 杀了江炎还是很容易的, 安保圣真的从江炎身上察觉到了极大的压迫感, 心里有一种直觉, 这可能是自己杀死江炎的唯一机会了, 安小星气得牙痒痒, 脑火道, 爸, 你太过分了, 江炎救了我的命, 又对我这么好, 你却想杀他, 我就只要他一个, 你再这样, 我真的和江炎私奔了, 安保圣双手捂住脸, 哀叹道, 女儿大了, 胳膊肘果然是往外拐的, 动不动就要抛弃我这个糟老头子, 行吧行吧, 我不杀他, 安保圣正色道, 但是, 丫头, 你记住, 爸爸的名币也很多, 你千万不能因为他给你花了钱, 就对他太好, 知道吗, 尤其是不能和他上床, 这三万名币, 你拿着花, 不够再问爸爸要, 安保圣说吧, 把三落金灿灿的名币拍在安小星面前, 满脸自信和沉着, 就好像这三万都是他安保圣开宝箱开出来的一样, 安小星, 衣柜里的江炎, 你还真别说, 自己这岳父的确是个人物, 虽然处理的是家事, 却也颇有两分纵红百合的味道, 安保圣走后, 江炎才推开衣柜门出来, 笑音音搂着安小星柔软的胶躯坐在了床上, 而并四摸间问道, 这十三万怎么用, 你想好了吗, 安小星想了一下, 感觉没什么头绪, 便一边在自己身上捕捉江炎的手, 一边修难问道, 那你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江炎笑了笑, 先让安小星将自身力量值加到五十点, 虽然安小星待在江炎身边, 一般没什么危险, 但把生命值加高点, 总归不会错, 而后江炎又让他把火麒麟升了一级, 不是所有装备都能升级, 但火麒麟能, 装备, 火麒麟, 等级二, 可升级, 攻击力加350, 射程加170, 暴击增幅正25%, 但容量, 35, 售价, 2万名币, 升级花费, 同样也是2万名币, 安小星看了看二级火麒麟的属性, 眨了眨灵动的美眸, 问道, 性价比不高啊, 为什么不再买一把, 第17章, 给我个超大宝箱, 江炎解释道, 在名币充足的情况下, 你的装备栏位反而更珍惜, 我们能砸钱, 提高每个栏位中装备的质量, 但不能砸钱, 让你装备第11把武器, 而且, 火麒麟这种枪, 你无法双持, 再买一把, 效果并不会很好, 安小星虽然能同时装备10把武器, 但同一时间操作的, 只能是两把单手武器, 或者是一把双手武器紧接着, 江炎让安小星购买了两个技能并且升级, 技能, 瞄准, 等级5, 持续瞄准3秒, 射出爆头一击, 攻击力加250, 射程加250, 暴击率正25%, 冷却时间, 10分钟, 被动技能, 精确射击, 等级7, 增加远程命中率35%, 被动技能和光环一样, 升级价格等于之前每一级售价的总和, 5级需要8000名币, 当升级到了7级的时候, 总价已经来到了32000名币, 这两个技能, 配合安小星越来越熟练的射击技巧, 他的远程输出能力会稳定许多, 然后江炎又让安小星买了另外的武器, 装备, 雷霆巴雷特, 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1000, 射程加2000, 弹容量, 5, 但攻击距离极远达到了2公里, 这把枪的综合战斗效果, 远远比不上火七零, 但在特定场景下, 却可能配合瞄准技能发挥奇效, 装备, 金银孔狼, 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300, 射程加10, 暴击率正20%, 攻速正20%, 弹容量, 6, 售价, 2万名币, 这是一双狼形左轮手枪, 一金一银, 射程很近, 但攻速快, 暴击高, 买来给安小兴打尽占用, 这两把枪, 替换掉安小兴身上装备的合金匕首之后, 安小兴的远程输出能力, 再次暴涨了一大截, 倘若再给他一次机会, 那头魔狼诡异, 怕是没有逃生的半分可能了, 如此一番花销, 已经砸了10万名币出去, 剩下的3万, 江炎就没再管, 让安小兴自己买点喜欢的装备合技能, 安小兴看着自己的伤城页面, 陷入了思考之中, 他本来就十分聪明, 攻击下来的强化路线, 玩家, 江炎, 属性, 力量, 174, 敏捷, 174, 智力, 50, 普通人平均值为5, 明币, 27万4874, 眼下为了得到和安小兴独处的机会, 燕妹和朱刚烈都不在房间中, 江炎的印钞自然也暂停了下来, 不过27万明币, 已经足够江炎好好花销一下了, 他仔细看向了自己的技能盒, 装备列表, 技能, 你找光环, 反击光环, 强击光环, 耐久光环, 装备, 神行鞋, 金钟法衣, 神秘的怀表, 隐秘黑压的就烟斗, 所有玩家初始只有4个技能栏, 后续想要添加技能栏, 就必须在商城内购买10万明币一个的技能栏扩展宝石, 虽然江炎的明币都是大风刮来的, 但在眼下, 10万明币还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 暂时没有拓展第5光环的想法, 江炎将4个光环全部加了2集, 9万6千明币流水般花了出去, 升级技能越往后花费越是离谱, 即便是江炎也感觉有些头皮发麻, 不敢继续往下加了, 和技能相比, 装备的初始购买价格相对较高, 后续升级花费就显得平易近人多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装备都能升级, 能升级的装备价格都比较昂贵, 属性效果一般也会更好, 江炎身上的装备只有一件能够升级, 便是隐秘黑压的就烟斗, 隐秘黑压是顶级套装之一, 江炎仔细思考之后, 发现这套装备应该算是自己作为印钞机最适合的套装, 没有之一, 而隐秘黑压的就烟斗是套装中的饰品蓝味, 售价最低, 价值1万明币, 对江炎而言很容易就能拿出, 但隐秘黑压套装之中, 有些部位则昂贵得多, 江炎斟酌之后, 又买了套装中的头盔和护腕部位, 装备, 隐秘黑压的怪帽子, 隐秘黑压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15%里伤害减免和10%魔法抗性,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 5万明币, 装备, 隐秘黑压的老手表, 隐秘黑压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10%闪臂和10点, 秒魔法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 4万明币, 三件套之后, 隐秘黑压的第一个套装效果被激活了, 鸭型, 移动速度正15%, 处于移动状态时, 降低注视者理智10点, 一番花销下来, 江炎的明币余额只剩下了88874明币了, 嘶, 这也太贵了, 不愧是明币, 果然不惊花, 江炎看着还有五件没被自己买出来的隐秘黑压套装, 十分惋惜, 就在江炎思考, 剩下的八万多明币怎么花才能收益最大花的时候, 怀中的安小兴忽然英明一声, 翘脸大红, 眼中几乎要滴出水来, 一把摁住了江炎在自己背后不断作怪的大手, 不, 不能再, 往下了, 安小兴将头埋在江炎怀中, 不敢看他, 娇羞十分, 欲拒还迎, 被打断了思路的江炎心头一热, 反手将安小兴的胶躯压在了床上, 安保胜回到自己办公室, 看着窗外一片破败的南兜, 点起一根烟, 狠狠抽了一口, 远处有好几道火光和黑烟直冲天际, 在夕阳下粪外齐烟, 纵然安保胜从来不是遵纪守法的人, 此时看到如此混乱的南兜, 也没有半分心细, 他还是更喜欢以前那个, 干什么坏事不要小心翼翼的南兜, 那小子到底凭什么那么有钱, 安保胜将烟头暗灭, 忽然又想起了江炎那张平静的脸, 从那双眼睛中, 安保胜看到了有恃无恐, 那绝不是装出来的镇顶, 叮铃铃, 安保胜手机上预设的闹铃响了, 一小时冷却时间已到, 自己又该挖宝箱了, 安保胜弹身而起, 眼中满是争强好胜之色, 拍桌对着空气吼道, 给我出个十万名币的大宝箱, 让那小子好好看看, 我安保胜也不是你捏的, 第十八章, 收复古玩街, 安保胜双手虚握, 一把黑沉沉的铁锹出现在他手中, 铁锹和办公室地板碰撞, 发出蹭的声音, 一个蓝色的宝箱出现在了安保胜面前, 安保胜紧紧捏着拳, 仰头咆哮道, 老天你怎么这样, 对我, 从商业街回来后, 他又挖了好几次宝箱, 多是绿色, 也出现过一次蓝色宝箱, 安保胜也渐渐对宝箱的品质, 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白色宝箱里有一百左右明币的价值物品, 绿色里大约一千明币, 蓝色大约一万明币, 如果自己能开出比蓝色品质更高的宝箱, 里面应该能有十万明币的价值, 不过看起来希望渺茫, 喘了两口粗气, 安保胜渐渐冷静下来, 低声自语道, 这踏码根本就不是我的错吧, 我的挖宝箱天赋, 获得的资源已经远比其他人多了, 有问题的明明是江岩那小子, 安保胜十分忧愿地打开了眼前的蓝色宝箱, 正在捡食里面的东西, 办公室的大门就被推开了, 小虎快步走了进来, 在安保胜身边低头说道, 大哥, 我们堂口的汇总上来了, 损失惨重, 九成堂口遭到了毁灭打击, 或是建筑被摧毁, 丧失了基本的功能性, 或是实控者被诡异杀死, 陷入了瘫痪状态之中, 先前在各个堂口中工作的人, 也都吓跑了, 这个结果哑上, 已经没有人还想着上班了, 整个南都基本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还能像鼎盛集团总部这样, 维持运转的地方, 已经非常稀有了, 还多是官方部门, 大哥,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开展, 安保圣早就有了计划, 一直在等待下方的信息汇总, 立刻问道, 古玩街的情况如何了, 小虎愣了一下, 翻看手中的报告, 抬头说道, 全面, 安保圣缓缓点头, 说道, 先派人去肃清古玩街的诡异, 明日开市, 开, 开市, 听到这个命令, 小虎满面呆滞之之色, 一时跟不上安保圣的思路, 如此惨烈的局面, 大哥竟然还想着, 开始卖古玩, 看着小虎的面色, 安保圣明白他在想什么, 淡淡一笑, 说道, 自然不是卖古玩, 卖装备, 技能, 消遣, 开展钱币兑换明币的业务, 这些都需要以古玩街做依托, 我们尽快掌握了这个市场, 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 今后才能拥有足够的主动权, 眼下这个局面, 没有什么地方, 比组建一个全新的玩家市场更重要了, 听着安保圣的解释, 小虎这才反应过来, 古玩街地处南斗老城, 也都是在古玩街周围暗中进行的, 诡异刚刚降临的当下, 古玩街那种开放的环境, 才是最能让惊恐的玩家, 察觉到一丝丝安全感的地方, 鼎盛集团完全能够在其中维护秩序, 一点点搭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市场规则, 一旦秩序被鼎盛集团重新建立, 其中的利益将难以想象, 而且不是旧时代的利益, 是属于这个诡异时代的, 全新利益, 小虎肃然, 说道, 大哥高瞻远主, 那我亲自带队去一趟, 安保圣抬手阻止道, 不, 让江炎带队去, 你从旁辅助就可以了, 小虎愣了一下, 江, 江炎, 那个高中生, 不合适吧, 安保圣淡淡说道, 怎么, 你对我的命令开始有意见了, 小虎连忙低头说道, 不敢, 就按大哥说的办, 我现在集结兄弟们去, 安保圣淡笑着吩咐道, 多带几个刺头, 小虎立刻会议,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点头道, 大哥放心, 我好好试试这小子, 安小星房间里, 江炎正在连续进攻, 安小星一开始连连拒绝, 现在却已经迷失在了江炎的温柔和霸道中, 下意识配合她的一举一动, 几乎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对方, 叮铃铃, 一声手机铃铃响起, 把迷失在冲动中的江炎和安小星惊醒, 理智重归身体, 安小星惊叫一声, 胶躯全程一团, 遮住无限风光, 连连推举江炎, 江炎微微皱眉, 发现竟然是自己的手机在关键时刻坏事, 眼看着妮子毫无心房之下, 就要成为自己的女人, 到底是谁这么不开眼, 什么事, 江炎没好气接起了电话, 安保圣的声音从电话中响起, 江炎, 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话吗, 想要娶我女儿, 你就必须服众, 我给你找了个好机会, 带着我的人去南渡古玩街, 替鼎圣集团杀个诡异, 好好展现你的能力, 如果你能把这些人变成你的兄弟, 你就成功一半了, 那地方今天晚上, 刷了第一个紫色宝箱出来, 紫色宝箱非常珍惜, 一旦刷新, 周围30公里的所有玩家都会得到系统提示, 其中能开出10万民币左右的资源, 更是有获取隐藏资源的几率, 每一个都会引来无数玩家和诡异争夺, 但真正令江炎感兴趣的, 不是紫色宝箱本身, 而是出现在第一次诡异降临的紫色宝箱, 根据无数玩家上辈子总结出来的经验, 第一次诡异降临, 刷新的宝箱品质最高就只有蓝色, 等到第二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才有极低概率刷新紫色宝箱, 所以, 今天晚上古玩街刷新的紫色宝箱, 肯定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 对江炎而言, 一个紫色宝箱可有可无, 但能导致紫色宝箱提前刷新的契机, 却令江炎十分好奇, 上辈子, 他没有机会去探寻这些异常情况背后的真相, 这一时, 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 江炎伸手隔着被子拍了拍安小新的翘挺, 说道, 穿衣服, 我们出发, 安小新无比娇羞, 头埋在被子里滴滴应了一声, 第十九章, 给我往死里打, 等安小新摸摸蹭蹭穿好衣服, 和江炎一起下楼的时候, 鼎盛集团外广场上已经站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排成队列, 整装待发, 这一群鼎盛集团的人聚在一起, 自然而然便有一种令人见之色变的杀气流露, 寻常人便是多看一眼都不敢, 为首的张小虎看到江炎和安小新,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旋即指着江炎说道, 兄弟们, 叫江哥, 今天这次行动由江哥拳拳指挥, 此话出口, 鸦雀无声, 一双双满是审视的眼神落在了江炎身上, 虎哥, 这小子谁啊, 妈的, 身上还穿着高中校服呢, 就混成江哥了, 虎哥我不服, 今天他指挥, 兄弟们被他害死了怎么办, 让这娃娃在家里吃奶吧, 虎哥带我们去就行, 张小虎皮笑若不笑说道, 江哥, 这几个兄弟到上经验前, 没有顶撞, 你的意思, 江哥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江炎四下看了看, 平静道, 安叔不在啊, 张小虎脸上眼不住的轻蔑, 心到这小子该不会希望, 安叔会出来帮他压制这些刺头吧, 果然是个天真到冒烟的小皮孩, 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被小姐看上了, 张小虎慢悠悠说道, 安叔有更重要的事情, 安叔说了, 他很信任你, 让你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我的命是安叔给的, 安叔信你, 我小虎就信你, 江哥, 快给我们下达命令吧, 不过, 有一点安叔之前交代过了, 张小虎指着安小星说道, 那里很危险, 小星不能去, 安小星顿时急了, 那不行, 自己在江炎的团队里, 可是有重要职位的, 自己不去, 江炎就少了很多输出能力, 安小星还准备说什么, 就被江炎一把拉进怀中, 顿时脸一红, 想说的话也忘了一半, 江炎轻轻抚摸着安小星的秀发, 呵呵笑道, 如果我非要带他一起去呢? 张小虎语气转冷, 皮笑肉不笑道, 江哥如果要违背安叔的命令, 那就不能怪兄弟们不客气了, 江炎咧嘴一笑早知道安保胜没那么亲密收手, 眼下这阵仗已经算温和了, 六大道广场偏僻的一脚, 江炎随手拿出了二十面保护战棋, 全部插在了地上, 似笑非笑看着张小虎一群人, 那就出手, 试试招吧, 广场上死记了一瞬, 二十面保护战棋, 这小子要同时打我们二十个, 众人对视一眼, 张小虎眯眼冷笑道, 不愧是江哥, 勇气可嘉, 放心吧, 兄弟们会在小星面前给你留两分面子的, 二十人名笑不止, 撸胳膊挽袖子围了上来, 江炎乐呵呵坐在了一个石凳上, 挥手道, 给我往死里打, 二十个人都是一愣, 这小子在向谁发号施令, 难道是安小星? 就在他们都认为, 江炎可能脑子不太好用的时候, 一个沉重的冲锋脚步忽然在广场之上炸响, 随着朱刚烈的冲锋, 一只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 骤然消散, 哄, 浑身铁甲的肥状猪躯, 沉肩撞在了张小虎胸口, 张小虎双目暴突, 口中鲜血狂喷, 整个人打着血儿飞了出去, 在鼎盛集团本就残破的广场地面上, 又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若没有保护战骑的作用, 刚刚这一下, 张小虎已然死了, 一连串惊呼在广场上响起, 啊,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一头诡异, 警戒, 警戒, 有诡异偷袭我们, 剩下十九个人虽然惊慌, 却并未失措, 立刻结成了队形, 准备防守反击, 他们身上有安保圣之前发放的装备, 价值两万名币, 如果能够通力合作, 对抗普通诡异并不困难, 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普通诡异, 而是被江炎砸了好几万名币的猪钢链, 再加一个烟妹, 十九人刚刚结成阵形, 最后方就再次出现了一个浑身笼罩黑烟的幽绿色诡异, 烟妹海藻般的长发无风自动, 绿色鬼火双眼被烟雾笼罩, 显得非常可怖, 他手中浩劫锯锤毫不客气, 对面前一个后脑勺砸了过去, 技能, 闷滚, 哄, 此人双眼暴突, 被一锤砸进了地砖里, 若不是保护战骑, 他的脑袋已经如同西瓜般爆碎了, 闷滚明明是个控制技能, 但在利敏双特长的烟妹手中, 看起来凶残极了, 与此同时, 朱刚烈已经在前面猪突猛进, 如同一个推土机般, 将脆弱的人类打得四处乱飞, 一时间令整个现场看起来分外惊悚, 两面夹击之下, 这个二十人组成的鼎盛集团队伍, 只抗了区区五秒钟, 就全部被打翻在了地上, 一时间身影处处, 竟是燃血之人在地上翻滚, 却站不起来, 江炎戴着顶很低调的黑色怪帽子, 翘着二郎腿坐在石凳上, 轻轻抽着手里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吐出了一个圆圆的烟圈, 安小心站在江炎身后, 一双柔衣轻轻给他揉捏肩膀, 对眼前的事情一点都不意外, 过了好一会儿, 广场上被打得人养马翻的张小虎等人, 才颤颤巍巍爬了起来, 虽然在保护战旗的作用下, 他们都没死, 但刚刚被几乎打爆的阴影, 却是实打实的, 一抬头, 张小虎就看到翘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的江炎, 一边享受安小心的按摩, 一边拿着另外二十个保护战旗, 懒洋洋笑着问道, 怎么样, 我这两个跟班强度还行吧, 不服的话, 我们还能再来第二轮, 朱刚列在一旁将自己手指捏的劈啪作响, 朱脸上满是邪恶的笑容, 二十个人吓得齐齐一抖, 人类收诡异当根斑, 这也太诡异了吧, 张小虎擦了一把冷汗, 苦笑道, 江哥, 您看您说的咱都一家人, 兄弟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不服您的, 江炎点了点头, 从商城里买出来二十个治疗药剂, 一边抽烟斗, 一边说道, 服了的都上来叫一声江哥, 我们以后就是过命的好兄弟, 张小虎第一个走到江炎面前, 深深鞠躬道, 江哥, 这一声再无半分轻蔑, 嗯, 江炎淡淡应了一声, 递给张小虎一个治疗药剂, 让他恢复自己的生命值, 江哥, 江哥, 尊敬且惧怕的声音, 在鼎盛集团越发残破的广场之上接连回荡, 第二十章, 这宝箱是个诡异, 二十瓶治疗药剂分发出去, 张小虎这一行人再次容光焕发了起来, 他们看待江炎的眼神, 彻底变得不一样了, 鼎盛集团这些黑手起家的人, 最看重的就是所谓的实力, 和他们讲一万句道理, 都不如狠狠打他们一拳来得更有说服力, 二十声毕恭毕敬的江哥叫完, 不让安小新同去的事情, 也没人敢再提半句, 古安街在南斗老城区, 距离鼎盛集团所在的西部兴区很远, 张小虎亲自开车, 载着江炎, 安小新和两头诡异, 行驶在满目疮痍的街道上, 一路行来, 江炎时不时就能注意到诡异的存在, 不过探索古安街的街骨眼上, 江炎懒得停车去抓这些诡异回来, 当印刷材料了, 猎鬼局介入青角之前, 南斗里的诡异随处可见, 并不是稀罕物, 砰砰砰砰, 忽然有一连串沉闷的枪响, 传入了江炎耳中, 江炎挑了挑眉, 这枪声他很熟悉, 竟然是白银格洛克的声音, 这把枪在系统商城里售价3000明币, 在第一次诡异降临的现在是绝对的奢侈品, 上辈子江炎死的时候, 才砸锅卖铁买了一把白银格洛克, 那时候已经是第三次诡异降临了, 竟然有人现在就能买出这把枪来, 江炎顺着枪声看得过去, 临街居民楼破损的窗口处闪过了一个人影, 令江炎和安小兴意外的是, 这人身上竟然穿着他们熟悉的校服, 江炎敏捷属性更高, 不光看到了校服, 同样看到了那人的脸, 王虎城, 江炎心中一惊, 十分意外, 这王虎城明明被燕妹杀死在了学校里, 江炎亲眼看着他死的, 怎么又出现在了这里, 江炎沉音片刻忽然玩味一笑, 淡淡说道, 停车吧, 距离古安街不远了, 你带着兄弟们先过去, 找个安全的地方埋伏起来, 我和小兴待会儿自己过去, 记住了, 不论古安街里什么情况, 你们都必须等我到了才能行动, 张小虎似懂非懂应了一声, 江车停了下来, 江炎拿出四个迷雾之瓶, 将己方全部藏匿在迷雾中, 这才拉着安小兴的手, 在燕妹的帮助下, 飘身飞上了那居民楼, 没发出半点声音, 居民楼里,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正在对着王虎城用力磕头, 痛哭道, 谢谢哥哥救我, 我爸爸, 我妈妈, 都被这头诡异给杀死了, 王虎城看着这不断磕头的男孩, 笑了笑, 蹲下身说道, 小可怜, 你的天赋是什么, 这男孩擦了把眼泪, 啜气道, 我的天赋, 是副生, 王虎城眼神闪了一下, 笑道, 这是个很好的天赋, 那你以后就跟着哥哥吧, 哥哥会照顾好你的, 男孩回头, 看了看父母被撕碎的尸体, 以及不远处那被王虎城三枪精准爆头击杀的诡异尸体, 重重点了下头, 嗯, 哥哥救了我的命, 我以后就是哥哥的人, 王虎城揉了揉小男孩的头, 笑道, 走, 我们离开这里, 小男孩一步一驱跟在王虎城身后, 有些胆怯问道, 哥哥, 我们去哪里, 王虎城唇角微微勾起, 说道, 我们去古玩间, 那里有个好东西, 我们拿到它, 就会变得很强, 王虎城带着小男孩离开的时候, 全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背后不远处, 一团迷雾之中, 两人两鬼意静静站着, 目送自己远去, 安小星疑惑问道, 我记得, 他不是被燕妹给打死了, 那时候, 安小星被江炎扛在肩上, 有一段时间还晕了过去, 记忆很是模糊, 江炎冷冷笑道, 是啊, 那时候是死了, 除非, 他也有复生天赋, 上辈子逃命的时候, 江炎告诉过王虎城, 自己的天赋是复生, 江炎本来想着, 兄弟两个彼此知道对方的天赋, 好配合一些, 王虎城假装跑得气喘吁吁, 根本没告诉江炎, 自己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而王虎城把江炎推入怪物怀中的时候, 用的理由也是, 你有复生天赋, 帮兄弟一次, 如果王虎城的天赋, 其实也是复生, 江炎眼中冷意更胜两分, 古玩街, 江炎玩味一笑, 抬不到, 走, 我们跟上去看看, 这里距离古玩街并不遥远, 江炎一行人远远追着王虎城, 很快就到了一条破败的街向前, 这就是南斗大名鼎鼎的古玩街, 里面曾一度充斥着上周生产的古代字画, 和各种泡在粪坑里故意做旧的青铜器, 不过现在, 里面全是新鲜的尸体和血迹, 一片狼藉, 而在遍地残枝断壁中, 江炎竟然看到了一个分外惹眼的紫色宝箱, 周身散放着紫色光辉, 就这么静静等候在古玩街正中间, 江炎愣了一下, 脚步也随之顿住, 安小心倒吸一口冷气, 瞪圆了一双美眸, 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看到紫色宝箱的瞬间, 身前朱刚烈的呼吸立刻就变得粗重了起来, 压低声音躁动道, 老板, 前面有个紫色的宝箱, 那里面有价值十万明币的资源, 只需要您一声令下, 我就去把紫色宝箱给您抢过来, 江炎皱起眉头断然拒绝道, 别急, 这是个骗诀, 紫色宝箱刷新, 方圆三十公里的玩家都会得到系统提示, 这紫色宝箱堂而皇之出现在这里, 江炎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提示, 更何况, 江炎注意到自己玩家面板上, 悄然出现了第三笔明币收入, 明币加3147, 明币加57, 明币加4941, 前面两个分别是再次强化了1万明币的燕妹和朱刚烈, 最后这个加1171明币的收入, 则意味着江炎眼前, 还有一个生命之为1170亿的诡异, 这是个伪装成宝箱的诡异, 让王虎成先去吧, 江炎的目光若有所思落在了王虎成身上, 王虎成同样停住了脚步, 沉思片刻笑着对自己身后一步一驱跟随着的小男孩说道, 看到那个紫色的宝箱了吗? 里面有很多资源, 你去把它打开, 就都是你的了, 第21章, 杀了他, 小男孩似懂非懂问道, 哥哥为什么不去, 哥哥拿资源, 才能更好保护我们啊, 王虎成眼中闪过一抹冷笑之色, 保护, 你有什么被我保护的价值吗? 他耐心解释道, 我们是一个团队, 你也需要变强才行, 哥哥已经很强了, 这个紫色宝箱必须你来看, 快去, 不然以后就不准跟着哥哥了, 听着王虎成的话, 藏在后面迷雾之中的安小星满面金融,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对江炎说道, 他, 在害这个男孩吗? 安小星虽然天真, 缺乏战斗经验和意志, 但绝不愚蠢, 王虎成这一番操作, 明显是故意让小男孩去当炮灰, 江炎淡淡一笑, 点了点头, 玩味笑道, 毕竟, 复生天赋就是很好的炮灰呢, 不是所有人都像张小虎一样, 能碰上安叔那种大哥, 听着王虎成这话, 那小男孩反而高兴起来, 重重一点头, 满眼期待到, 嗯, 哥哥说的对, 我们是一个团队, 哥哥对我真好, 小男孩毫无防备, 直接向那紫色宝箱奔了过去, 他用力一台, 那紫色宝箱的盖子直接打开了, 但里面等待小男孩的, 不是凌郎满目的物资, 而是恐怖的杀鸡, 宝箱盖子开启的瞬间, 一道紫红色的锐光, 从宝箱之中骤然爆起, 那是一条细长尖锐的舌头, 如同一柄细箭直刺向小男孩的心口, 暴击, 负1154, 扑吃, 小男孩心口被刺穿一个大洞, 双目呆滞, 直接倒在了地上, 当场暴毙,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个伤害数字吓了一跳, 即便是江炎都不例外, 现在的安小星, 如果不暴击, 一枪也就能打出3000左右的伤害, 这是SS级暴力狂天赋, 加上江炎的不断贯注, 才让安小星拥有了现在的输出能力, 可这紫色宝箱, 竟然能打出1000以上的暴击伤害, 如此恐怖的伤害, 对绝大多数人类玩家都是秒杀级别的, 安小星下意识靠近了江炎, 颤声说道, 这不是个宝箱, 是个伪装成了宝箱的诡异, 江炎看了看表, 和记忆中的第一个紫色宝箱刷新时间互相对照, 没记错的话, 上辈子的古玩街紫色宝箱刷新在两个小时之后, 原来是这样, 江炎缓缓点头说道, 如果我们杀了这个紫色宝箱诡异, 他应该就会真的变成一个紫色宝箱, 这不是正常的宝箱刷新机制, 怪不得会导致紫色宝箱异常出现在第一轮, 江炎心中暗自私存道, 看样子, 上辈子就是安叔派出的人围杀了这紫色宝箱诡异, 并且得到了眼下绝无仅有的紫色宝箱, 为了这个宝箱, 上辈子安叔这边估计死了很多人, 不远处的王虎成, 明显也被这宝箱诡异的恐怖暴击伤害吓了一跳, 在原地僵立片刻直接转身向后跑去, 这诡异太恐怖了, 自己如果硬拼, 很可能在他手上吃个大亏, 而且江炎想到的事情, 王虎成也想到了, 既然两个小时之后, 这里会刷新紫色宝箱, 那多半是有人在两小时后杀了这宝箱诡异, 现在不如先退出安全距离, 暗中埋伏一下, 看看能不能渔翁得利, 可王虎成的如意算盘, 却在转身的瞬间被打了个支离破碎, 他身后, 一片不可见的迷雾之中, 笼罩黑烟的诡异, 凭空出现在了王虎成面前, 幽绿色的枯兽身体在黑烟之中若隐若现, 充斥杀意的鬼火双眼, 分外可怖, 浩劫铁锤不由分说, 当头砸向了王虎成, 王虎成瞳孔皱缩, 手中白银格洛克刚刚抬起来半寸, 就已经被浩劫铁锤正面击中, 哄, 一声爆鸣, 王虎成面门开花, 鲜血爆射, 整个人直接栽倒在了地上, -447 王虎成发育的速度的确很快, 现在生命值竟然已经突破了五百大关, 被烟妹砸了一锤, 竟然还没有死他, 颤颤巍巍巍抬起枪口, 想要反击, 可烟妹利命双长, 攻速很快, 抢到了先手优势, 怎么会给王虎成反击的机会, 哄, 第二锤紧接着落在了王虎成胸口上, -474 王虎成身躯抽出了一下, 直接死了, 安小兴并不清楚两人恩怨, 看着眼前这一幕, 满面愕然, 低声问道, -江炎, 你和他不是好朋友吗?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不再是了, 江炎指了指旁边还没冷的小男孩尸体, 眼中满是冷意, 他是个很坏的人, 在这个世道, 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 会比独自面对诡异更加危险, 说来讽刺, 这小男孩也是个附生天赋的, 被王虎成骗去开宝箱的他, 和上辈子被王虎成推到诡异怀里的自己, 何其相似, 安小星默默点了点头, 也觉得王虎成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安小星问道, 江炎笑了笑, 说道, 半小时之后, 他们两个都会复活, 我们再杀王虎成一次, 他就真的死了, 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这个宝箱诡异, 江炎饶有兴趣地看向不远处那诡异的紫色宝箱, 此时他们身上的迷雾已经消散, 等在远处的鼎盛集团一行人看到江炎和安小星的身影, 小心翼翼靠近了过来, 能进鼎盛集团的都是一等一的狠人, 杀人越货不在话下, 可即便是他们看到横尸遍地的古玩街, 尸体中甚至还有自己认识的人之时, 还是吐了出来, 张小虎也面色苍白一片, 强人呕吐敢骂了几句不争气的家伙来提振士气, 骂完之后, 张小虎偷偷看了江炎一眼, 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的高三学生竟然满面泰然自若, 仿佛已经司空见惯了, 张小虎震惊, 暗道, 这绝不是装出来的心理素质, 这小子之前到底经历过些什么啊, 第二十二章, 给我不杀你的理由, 江炎平静说道, 张小虎, 你们都跟在我身后十米, 自己警戒, 别被诡异偷袭了, 记住, 对付诡异是我的事情, 你们的任务, 是替安叔接管这条古玩街, 并且在明天天亮之前, 让他运转起来, 张小虎一愣, 下意识说道, 江哥, 我们装备不差, 让我们帮你吧, 出发之前, 安保圣花了两万名币, 给这二十个人添置了各种装备, 整体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他话还没说完, 旁边一只猙獰的猪手突然伸了过来, 一把掐住了张小虎的脖子, 朱刚烈将张小虎提在半空中, 斜斜笑道, 听我老板的话, 或者死, 张小虎闻到朱刚烈静在咫尺的心臭口气, 顿时打了个哆嗦, 眼中满是恐惧, 他不是个胆怯的人, 但面对朱刚烈这种恐怖的诡异, 真的很难保持冷静, 张小虎立马就怂了, 连连点头, 好, 我, 我听江哥的, 朱刚烈这才将张小虎随手丢在地上, 江炎淡淡说道, 你们太弱了, 不拖我后腿, 就是你们最大的贡献, 江炎放开安小新的手, 一边向那紫色宝箱走去, 一边平静说道, 我让你开枪, 你就打包这宝箱, 想起刚刚紫色宝箱 打那小男孩暴击出的一千多伤害, 安小新顿时紧张, 抬起了火气铃的枪口, 等待着江炎的命令, 江炎却是一点不怕, 走到这紫色宝箱前, 屈指敲了敲宝箱盖, 淡淡说道, 别装了, 你这样的确很诱人, 但也真的容易死, 没猜错的话, 如果杀了你, 你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紫色宝箱吧, 十万民币的资源, 即便是我, 也心动了, 给我一个不杀了你抱紫色宝箱的理由, 被江炎敲了两下, 那紫色宝箱诡异终于开口, 斜斜笑了一声, 区区人类, 还敢威胁我, 死, 宝箱盖子轰然打开, 那根尖利的舌头再次突刺而出, 直袭江炎胸口, 蹭, 江炎身上属于金中法医的金色护照光芒一闪, 将舌头的锋芒弹开, 一个伤害数字从江炎身上冒了出来, 暴击, 负一, 燕妹, 朱刚烈, 安晓星, 暴击一千多, 秒杀小男孩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没人敢质疑这紫色宝箱诡异的杀伤力, 可同样的攻击落在江炎身上, 竟然只有一的伤害, 卧槽, 看到一这个伤害数字, 那紫色宝箱诡异下的一个机灵向后跳了一米之摇, 而后下面竟然伸出两条金属质地的紫色双腿, 拔足狂奔, 他禁止状态下的伏击伤害到底有多强, 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在这个人类玩家身上, 竟然只能打出一的伤害来, 这意味着什么? 此人的属性, 恐怕已碾压了自己许多, 绝不是对手, 可这一跑起来, 紫色宝箱诡异就感觉自己脚下仿佛陷入了一片泥沼之中, 速度比正常慢了许多, 就在此时, 脑后忽然有沉重的破空之声响起, 我老板让你离开了吗? 烟魅力声尖叫, 手中浩劫铁锤狠狠砸向了宝箱诡异的后脑勺, 技能, 闷棍, 宝箱诡异还没来得及回头观察, 就被这一锤命中了后脑, 碰 负471 宝箱诡异双腿异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滑跪出去半米才堪堪停下, 他已经陷入了闷棍的控制效果之中, 晕晕乎乎, 一时间根本站不起来, 当宝箱诡异终于清醒的时候, 一抬眼就看到江炎站在自己面前, 一只脚重重踩在自己宝箱盖子上, 脸上满是玩味的笑意, 而安晓星手中火麒麟枪口直直对在了宝箱诡异的胸口, 这个诡异对其他人类玩家而言堪称噩梦, 不付出巨大的伤亡, 很难将之击杀, 但对安晓星而言只需要一颗银制子弹, 不论出不出暴击, 他都死了, 宝箱诡异打着哆嗦, 用尽浑身力气, 试图再次站起身来逃跑, 但江炎踩在他盖子上的脚, 如同一座大山般, 压得他半寸都动弹不得, 江炎淡淡笑道, 最后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不杀了你抱宝箱的理由, 宝箱诡异打着哆嗦喊道, 我的天赋能提前半个小时, 察觉到周围30公里宝箱刷新的位置和品质, 你杀了我就等于杀鸡取卵, 留我一命, 我和这两头诡异一样, 也跟你混, 我能帮你获得很多宝箱, 斟酌片刻, 江炎心道, 的确是个很有用的天赋, 第一轮虽然只刷蓝色宝箱, 但接下来的轮次, 宝箱的刷新品质会越来越高, 而宝箱中的一些隐藏资源, 无法从商城购买, 这个诡异配合鼎盛集团的行动小队, 能带来不菲的资源收入, 甚至能给我带来增益, 而且这紫色宝箱本身作为诡异, 稍加培养, 把生命值提升上来, 也是良好的印钞材料, 收了烟妹和朱刚烈之后, 江炎发现以自己的能力, 收服诡异虽然不难, 但诡异收入麾下后, 还需要自己培养, 而在这个过程中, 江炎会花费相当的明币和精力, 钱往哪儿砸都是砸, 但资质更好的诡异, 带来的收益明显更加可观, 所以江炎计划提升自己收服诡异的门槛, 目前他团队里还缺远程法系和近战强攻的角色, 如果不符合这两个定位, 江炎的门槛可是很高的, 不过眼前这个紫色宝箱诡异, 倒是足够特殊, 值得一收, 江炎掏出了一张血淋淋的诡异合同, 对在了紫色宝箱诡异的脸上, 淡淡说道, 你说服我了, 紫色宝箱一边读着合同, 心里珠般念头翻涌, 冷不丁, 他看到了合同上的一万明币月薪, 不禁一愣,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失声喊道, 多少, 一万明币的月薪, 第23章, 复活, 再杀一次, 紫色宝箱现在就一个念头, 我配吗? 他图了整条古玩街, 才拿了不到三千明币的奖励, 而且还差点被古玩街里的鼎盛集团管理者联手弄死, 眼下古玩街里没有活人, 紫色宝箱只能守住戴兔, 收入就更低了, 可眼前这合同, 只要自己签了, 就能拿到一个月一万明币的收入, 这人类玩家是过来做慈善的吗? 紫色宝箱念头转动, 有些警惕问道, 如果你到时候没钱怎么办? 江炎呵呵一笑, 随手掏出两叠金灿灿的明币, 一叠甩给燕妹, 一叠甩给朱刚烈, 淡淡说道, 奖金, 燕妹双手捧着金色明币, 哭着跪在了江炎身后, 老板, 我生是你的鬼, 死是你的死鬼, 这辈子, 我只对老板一个人忠诚, 家人们, 谁懂啊, 入职第一天, 不光预制了本月工资, 还拿了四五倍月薪的奖金, 知道的我是在打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已经当神仙了, 朱刚烈爬着去亲吻江炎的脚后跟, 一边亲一边哭道, 木啊, 能认识老板, 喵喵喵, 三生有幸, 自己明明没干啥, 这奖金就刷刷往自己手里塞, 大风刮来的一样, 事实再次证明,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即便对诡异而言, 也同样如此, 紫色宝箱的双眼, 透过微微抬起的宝箱盖, 看着眼前这一幕, 整头诡异都呆住了, 那可是两万名币, 整整两万名币, 这人类就和闹着玩一样, 给出去了, 江炎又拿出一把金灿灿的名币, 塞进了紫色宝箱的嘴巴里, 将另一份合同, 也对到了紫色宝箱脸上, 淡淡说道, 在紫色宝箱之中伸出一只手, 在两份合同上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生怕江炎反悔, 诡异的合同化作红光消失不见, 江炎的跟班里又多了个异常扎眼的紫色宝箱, 让看傻了的张小虎二十人去收拾古玩家的狼藉, 江炎一屁股坐在了紫色宝箱盖子上, 一边等待王虎城复活, 一边研究紫色宝箱诡异的杂钱路线, 所以, 你静止不动的时候, 每秒都会提升1%的暴击率和一点伤害, 上限100, 江炎看着紫色宝箱的第二个天赋陷入了沉思之中, 诡异和人类不同, 人类只能拥有一个天赋, 而且初始属性很低, 但诡异并不遵循这个规律, 能拥有数个天赋, 初始属性也往往能碾压人类, 接下来的诡异降临, 每一次出现的诡异, 属性都会有巨大的提升, 将绝大多数人类玩家持续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紫色宝箱诡异的第二个天赋, 决定其很适合打原地埋伏, 是个天生的刺客型诡异, 但是, 刺客血薄, 不好硬抄, 你的外形太扎眼了, 江炎淡淡说道, 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对手, 都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到时候, 那些对手的第一击杀目标, 肯定是你, 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我认为, 你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值先提升上来, 把力量点到50再说, 紫色宝箱心里有些犯嘀咕, 但还是一言将自己的力量加到了50点江炎, 又给他搭配了一套加生命和攻速的装备, 令紫色宝箱的生命值来到了2471, 看着自己玩家面板上进一步提升的每秒收入, 江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啊, 一声惊恐的惨叫从旁响起, 江炎转目看去, 是那被王虎城坑死的小男孩, 一个机灵弹做了起来, 他脸上还残存着冰死的绝望和恐惧, 这种表情江炎很是熟悉, 自己上辈子也不止一次这样死去活来, 虽然能够复活, 但死亡的阴影和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每一次都是真实存在的, 别怕, 你安全了, 江炎心有怜悯, 淡淡说道, 你之前跟着的这个人心思很歹毒, 继续和他相处, 你还会被他再次坑害的, 下一次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如果你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 可以加入鼎盛集团, 我给你一个在古玩街跑堂的位置, 江炎指了指身后的古玩街, 张小虎一行人, 已经在里面忙碌了半个小时, 基本将尸体清理, 明天早晨应该能顺利开市, 但你年纪太小, 我只能给你一半的工钱, 江炎说罢, 留给小男孩自行决断, 目光重新看向了地上王虎城的尸体, 小男孩看了看渐渐恢复起来的古玩街, 又看了看王虎城的尸体, 由于片刻还是点头道, 好, 那我去跑堂, 他只是年幼, 并不是傻子, 死过一次之后, 也察觉到了王虎城对自己并不是真的回忽, 更多是在利用自己罢了, 江炎把张小虎喊了过来, 江小男孩交给了他, 便不再多管, 让江炎意外的是, 张小虎对这个小男孩却是出奇的友善, 一问才知道, 当年安叔收下张小虎的时候, 他也就十四五岁, 和这个小男孩差不多大, 一样没了爹娘, 落魄街头, 有人给他撑过伞, 便不忍再看少年淋雨, 小男孩复活之后不久, 王虎城也是尸身一颤, 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睁眼, 就看到了江炎冷淡的笑脸, 欢迎回来, 王虎城, 江炎一挥手, 淡淡说道, 杀了他, 哄, 烟魅的浩劫铁锤, 紧接着落在了王虎城后脑勺上, 王虎城打着馅儿, 飞向了朱刚烈, 朱刚烈猪手一探, 凌空抓住王虎城的身体, 狠狠往地上一砸, 哄, 一个凹坑出现, 被二连击的王虎城, 毫无悬念地又一次死在了地上, 江炎没有注意到的是, 王虎城死之前, 身上闪过了一道隐晦的技能光芒, 生死一刻, 王虎城断然释放了刷新技能, 重置了自己的附生天赋冷却时间, 江炎扭头对张小虎说道, 把这具尸体也拉去火堆里烧了, 拖走王虎城尸体的同时, 江炎的手机忽然响了, 电话是安叔打来的, 安保胜十分焦躁道, 古安街宿清了吗? 鼎盛大厦被白天那投狼行诡异袭击了, 再不回来, 我可能要死了, 第24章, 抓魔狼诡异, 听到这话, 江炎双眼微微一瞇, 上辈子江炎和安小兴没有出现在商业街, 这魔狼诡异估计没从安叔一行人手中吃亏, 自然也不会夜袭顶盛大厦, 自己避免了张小虎一行在古玩街方向的巨大损失, 却间接给顶盛大厦引来了另一个强敌, 而安保胜的资源, 大部分都砸在了张小虎这二十个人身上, 想来面对突袭的魔狼诡异, 很是吃力, 江炎平静说道, 知道了, 我和小兴立刻回去支援你们, 别和那东西应聘, 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白天商业街里碰到的那头狼型诡异, 资质非常好, 应该是具有速度天赋的力量路线诡异, 正好是自己团队中缺乏的近战强攻角色, 如果能将之收服, 对江炎而言也是个巨大的助力, 别看江炎现在似乎已经无敌, 但他心里清楚, 还远远不到放松警惕的时候, 三日之后, 蓝都会出现第一个诡异秘境, 秘境之中的诡异强度都非常高, 而且天赋往往十分难缠, 如果秘境开启时, 里面的诡异得不到清角, 秘境关闭之后, 里面的诡异就会被增幅数倍, 而后出现在现实世界, 秘境内的诡异本就强得有些不讲道理, 很多时候只能秩序, 在增强之后, 完全不是人类玩家能够应对的了, 对这种无法处理的诡异, 还有另一个称呼, 禁忌, 上辈子的南斗, 三日后第一个秘境的清角, 就失败了, 一个代号为斩命灵同的禁忌, 出现在了南斗周边地区, 直接将半座南斗城化为了禁地, 其中的人类玩家没有一个生还的, 以江炎的眼界来看, 即便是自己, 如果在现实里和斩命灵同对抗, 也是凶多吉少, 为了自己的安全, 江炎不能放任秘境中的斩命灵同跑出来, 必须将之扼杀在秘境之内, 与秘境高风险相对的是海量的奖励, 所有进入其中的玩家都会按照贡献发放对应的奖励, 还有可能获得隐藏资源, 按照江炎上辈子收集的信息推断, 一座秘境发放的资源总量可能在50万名币左右, 当然, 参加秘境的人类玩家数量也不会少, 分到每一个人手里的资源波动会很大, 另外, 秘境里的诡异非常稠密, 对江炎而言也是个很好印钞的地方, 不论是为了消除危险, 还是为了获得资源, 这第一次难够的秘境, 江炎都必须参与其中, 在那之前, 江炎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完善团队配置, 事不宜迟, 江炎立刻拉着安小心, 上了刚刚张小虎开来的车, 一路风驰电掣向鼎盛集团折返而去, 当江炎远远看到鼎盛大厦的时候, 这栋大厦已经被好几处火光照亮, 在夜色之中分外显眼, 中间大约二十层的玻璃后面, 隐约能在火光映照中, 看到白天见过的那头魔狼诡异的身影, 正蹲在一面墙后, 铁尸自己身上的一处伤口, 看来鼎盛集团的人借助大厦严密防守之间, 也给这头诡异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自己车上的三个诡异现在都在后排, 江炎视野内只有魔狼诡异一个, 玩家面板上也清晰出现了魔狼诡异带来的铭币收入, 铭币加3678, 这魔狼诡异的生命值, 比白天在商业街的时候更高了, 江炎直接一脚刹车停在原地, 眯一眼说道, 下车, 狙他一枪, 不要用银制子弹, 别用技能, 把你的火麒麟和金银孔狼解除装备, 安小新立刻打开车门, 架起狙击枪, 按照江炎的嘱咐, 瞄准那被火光暴露了身影的魔狼诡异, 开了一枪,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夜色中炸响, 雷霆巴雷特枪口之中绽放一道半米电蛇, 宛若雷霆破空, 恐怖的炽热子弹化作一道紫电流光, 斜着毁灭性的动能, 击碎玻璃落在了那魔狼诡异的身上, 诡异的紫黑色血液瞬间从魔狼诡异身上标射而出, 喷黑了一整面墙壁, 暴击, -3574, 哦, 一声痛极的尖叫从那魔狼诡异口中爆发而出, 江炎能明显从中听出惊恐, 和白天在商业街里一样, 安小新只命中了一次, 这力量路线的鬼异魔狼就被打成了冰死状态, 而这一次, 安小新在江炎的指导下, 扩充团队的量机, 那魔狼诡异回过神来, 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又逃过一次死劫, 吓得腿都软了, 一溜烟钻进了另一间屋子, 躲入了视线死角之中, 江炎猛踩油门将车停到了大厦楼下, 这头魔狼诡异的速度已经不如白天了, 他的速度天赋可能是和杀戮有关, 而且有时间限制, 我们顺着楼梯一层一层往上搜, 速度最快的烟妹一马当仙, 每上一层楼都会狂风一般在其中席卷而过, 寻觅那头魔狼诡异的踪迹, 江炎则仗着自己高超的敏捷属性, 站在楼梯口聆听这一层的动静, 朱刚烈, 紫色宝箱和安小新, 则是停留在江炎身边, 一点破绽没有露出, 一层层往上搜查, 到了第十五层的时候, 烟妹终于在打开一扇门的时候, 遇上了魔狼诡异的袭击, 一个粗黑的猙獰狼爪, 从门后直袭而出, 斜着恶风直直拍在了烟妹脸上, 负847, 哄, 烟妹黑烟缭绕的诡异之躯被打得倒飞而出, 撞穿了两堵墙壁才堪堪停下, 江炎微微挑眉, 十分意外, 这魔狼诡异的伤害够高的呀,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玩家面板上的冥币收入, 冥币加1047, 这家伙刚刚被打的只剩下了一百多点生命值, 一会儿功夫竟然就恢复了这么多, 还有回血的被动技能, 江炎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 自语道, 果然是个很强的诡异, 那魔狼诡异意识到自己被困在高层大厦之中, 无处可逃, 多半是凶多棘手, 已然发了狂, 一双狼眼充斥血色, 满是猙獰的杀意, 嗷呜, 魔狼吼了一声, 纵身向烟妹扑杀而去, 烟妹也不甘示弱, 弹身而起, 就要和魔狼大战一场, 就在此时, 一架绿色冥币纸飞机, 飘飘忽忽飞了出去, 戳在了魔狼诡异争名的狼口之中, 第25章, 老板你还去看门狗吗? 被冥币纸飞机戳到齿缝, 魔狼诡异一个机灵, 狼找下意识一挥, 将纸飞机拽了下来, 看清这是一张石原冥币, 魔狼豁然转身, 恶狠狠看向江炎, 嘶吼道, 人类, 你竟然敢羞辱我, 这将会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粗壮后腿灯塌在地, 爆发出的力量, 撼动整个鼎盛大厦晃了三下, 魔狼化作一道黑影, 斜着恶风猛扑向江炎, 身旁的朱刚烈正准备迟顿顶上, 却被江炎拉了回来, 江炎满面平静, 向魔狼的狼爪迎去, 仿佛一个坦然赴死的勇士, 魔狼眼中, 心红光芒大放, 人类, 死, 哄, 猙獰狼爪劈头落在了江炎面门, 若是普通人类, 这一巴掌下去, 脑袋直接如西瓜一样被打得粉碎, 可江炎却是毫发无损, 身上随之飘起了一个单薄的伤害数字, 负一, 绝对的属性压制, 魔狼诡异的狼眼骤然紧缩如针尖大小, 浑身狼毛根根榨起, 这一瞬间感觉到了恐怖的死亡阴影将自己笼罩, 魔狼诡异甚至已经能看到自己被眼前的恐怖人类 一拳打成碎片的景象了, 但出乎他意料的江炎受了一狼肘, 依旧满面平静, 仿若毫无所觉, 江炎也根本没有做出反击, 只是以玩味的目光, 淡淡看着眼前的魔狼诡异, 闹够了没, 鼓动, 魔狼诡异重重吞了口唾沫, 大黑狼脸上满是善然, 缓步往后退去, 误会, 都是误会,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一条狗一般见识, 狗咬了您一口, 您总也不能咬回来是吧, 魔狼诡异向后面一个破碎的窗口退去, 准备退到窗口旁, 直接跳下去, 这里15楼, 以他的属性直接摔死的几率极大, 但继续留在这里, 被这个恐怖人类杀死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跳楼还能有一线生机, 忽然, 一把冰冷的铁锤, 从后面顶住了魔狼的脊背, 燕美兰在后面冷然说道, 我老板让你走了吗? 魔狼将在了原地, 冷汗顺着狼毛层层而下, 朱刚烈一边宁笑, 一边将自己的猪手捏得劈啪作响, 步步逼近, 老板, 就等您一声令下, 这头狼就直接变成肉饼, 朱刚烈满脸变态的兴奋之色, 魔狼诡异如梦初醒, 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组合的不对劲之处, 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哀求道, 老, 老板, 您家还缺看门狗吗? 我, 我很专业的, 江炎呵呵一笑, 轻车熟路逃出了一个诡异的合同, 递在了魔狼诡异面前, 淡然说道, 签约, 或者, 死, 死字出口, 江炎背后的安小星抬起了火麒麟, 黑洞洞的枪口中, 蕴藏着恐怖的杀机, 魔狼打了个哆嗦, 压根没看着合同上写的是什么,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的合同化作两道谢光, 分别没入了江炎和魔狼身上, 江炎随手掏出了四个迷雾之瓶, 让跟着自己的四头诡异, 全部进入迷雾包围的状态, 这才去大厦顶楼寻找安保圣, 顺着楼梯爬上去的时候, 江炎正好碰上了全副武装, 保持队形下来的一大群人, 安保圣提着一把燃血的斧头, 走在第一个面上满是陈宁的杀气, 在他背后则是近百名鼎盛集团的成员, 虽然害怕, 但没有一个退缩的, 看到毫发无损的江炎和安小星, 安保圣终于松了口气, 一把拉过安小星, 上下打量了一下, 问道, 那头狼呢? 江炎说道, 我处理过了, 安保圣闻言一愣, 看着江炎那平静淡然的神色,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点头道, 好样的, 我没看错你, 快带小星上楼休息去吧, 江炎将四头诡异安排在了自己房间里, 跟着安小星一头钻回了他的房间, 在连夜印钞和连夜耍流氓之间, 江炎果断选择了后者, 安保圣处理了残局, 安顿好了下属,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脑海中, 一直盘旋着那头恐怖的魔狼, 以及江炎那句毫不在意的我处理过了, 难道说, 如此恐怖的诡异, 在江炎眼中完全不值一提吗? 安保圣随手开了个宝箱, 而后拿起电话, 拨通了张小虎的手机, 小虎, 古玩街什么情况? 张小虎将处理古玩街时候发生的情况, 详细讲述了一遍, 听说江炎在广场上的时候, 随手召唤出来两头恐怖的诡异, 将张小虎二十个人狠狠打了一顿, 险些将他们团灭, 又听说江炎在古玩街, 直接降服了里面的紫色宝箱, 还杀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他们高中同学的男孩, 手段十分很辣果断, 安保圣的面色连连变化, 你觉得这个江炎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保圣眯着眼睛问道, 张小虎沉默片刻, 凝重说道, 安叔, 我看不透他, 但是, 我能感觉到他很强, 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强者特有的气质, 安叔, 我挺服他的, 虽然他年纪比我小很多, 安保圣沉默片刻, 汗手道,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辛苦你, 明天一早, 古玩街必须开始, 张小虎重重点头道, 安叔您放心, 张小虎那边忽然想起一阵喧哗声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火堆里怎么跳出来个人, 卧槽, 跑得真快啊, 安保圣一皱眉, 问道, 什么情况, 张小虎回头一看, 顿时惊了, 为了清理古玩街, 他们升起了一堆火, 焚烧里面的尸体, 可就在刚刚, 一个浑身燃火的人, 竟然从里面冲了出来, 趁着所有人震惊的时机, 一溜烟消失在了街角, 张小虎摇了摇头, 笑道, 没事安叔, 可能有个人没死透, 被我们误烧了, 站在张小虎身旁的小男孩, 却一直盯着那个背影,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嘟囔道, 有点像那个名叫王虎城的大哥哥, 安小星卧室, 嘿嘿嘿, 小美人儿, 你往哪儿跑, 江炎坏笑着, 一把将满面羞红的安小星扑在了床上, 第26章, 你去镇厂子, 眼见江炎如同偷鸡吃的大坏狼一样, 安小星羞涩无比, 不断推剧, 但江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已然是轻车熟路, 没几个回合, 就将安小星玩弄得交喘连连, 浑身酥软, 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楼下, 江炎的卧室里, 四个笼罩在迷雾中的诡异, 正在开茶花会, 我们这位老板, 到底是什么来头, 刚刚把生命值毁满的魔狼, 小星熠熠问道, 他到现在都是炸毛的状态, 没能从死亡的阴影中挣脱, 十分忐忑, 朱刚烈喝了一口茶, 哼哼道, 老板是, 一个恐怖至极的人类, 我跟着老板这么长时间, 就没见老板亲自出过手, 燕妹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道, 老板根本没看到, 值得出手的目标, 自然不会出手, 魔狼的属性不比我们差太多, 权力一击, 竟然只能打掉老板一点生命值, 恐怖如斯, 紫色宝箱盖子掀开, 一双泛着紫色金属光泽的手, 从里面伸出,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慧莫如深道, 幸亏老板对我们没有杀意, 想让我们替他办事, 否则, 我们一个都活不下来, 不瞒你们说, 老板踩着我的时候, 我感觉看见了我太难, 魔狼嘟囔说道, 你们知不知道, 老板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房间中一时间陷入了安静, 几个诡异大眼瞪小眼, 即便是最早跟随姜岩的烟妹, 也只是短短一日罢了, 根本没能摸清楚姜岩的脾气, 朱刚烈忽然嘿嘿笑了一声, 说道, 我知道, 老板肯定不喜欢你, 魔狼愣了一下, 刚刚平复了一些的狼毛, 再一次炸了起来, 悚然问道, 喂, 为什么这么说, 朱刚烈笑道, 老板给我们三个都预制了一个月的工资, 而且给我们指导过消费, 但没有给你指导过, 老板肯定不喜欢你, 紫色宝箱嘎嘎笑了两声, 看向魔狼的眼神之中满是不怀好意, 有道理, 就在一场诡异间的霸凌即将开始的时候, 姜岩卧室的门忽然被敲响了, 安保圣的声音传出, 姜岩, 是我, 安保圣, 我有些事情和你商量, 四个诡异一愣, 齐齐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紫色宝箱道, 不好, 烟妹快上去叫老板, 烟妹反应也很快, 一把拉开窗户, 飘然而上, 敲了敲安小兴的窗户, 房间里, 姜岩刚刚把怀中美人包干净, 正低头亲吻, 突然被敲了窗户, 气急败坏抬起头来, 满面不善之色瞪着烟妹, 烟妹姜岩的眼神被吓了一跳, 险些维持不住自己的高空漂浮摔下去, 小声捏如道, 老板, 安保圣找你, 姜岩翻了个白眼, 好乏啊, 能不能让人安安心心吃个夜宵, 安小兴缩在姜岩怀里, 满面通红, 开始用力挣扎, 小声说道, 快去啊, 待会儿爸爸发现你在我房间里, 你让我怎么办, 姜岩指的穿上衣服, 顺着楼道向自己房间溜达过去, 面对安保圣疑惑的目光, 姜岩十分淡定地找了个借口, 我出去巡逻了一下, 随手推开门, 姜岩坐到了自己桌前, 淡淡问道, 安叔有什么事情吗? 安保圣看着姜岩, 沉默片刻之后才说道, 谢谢你照顾小虎他们, 也谢谢你赶回来支援我, 如果不是你, 今天鼎盛集团恐怕会吃两个大亏, 姜岩摆了摆手, 浑然不在意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安保圣深深看了姜岩一眼, 是啊, 咱们都一家人, 不说那么多客套话, 以茶代酒, 咱也俩喝一杯, 姜岩举起茶杯和安保圣碰了一下, 安保圣说道, 明天古玩街会开市, 我希望, 你能去镇镇厂子, 以后, 那里交给你和小兴来管理, 小虎他们会帮你的, 以安保圣的经验, 想要建造一个人类玩家之间的交易市场, 前期肯定有很多麻烦, 必须有强力的镇压, 才能保证古玩街秩序良好运行下去, 而将古玩街托付给姜岩, 也是安保圣的诚意, 这不光是责任, 同样也意味着财富和权利, 以后这个堂口, 就是姜岩说了算, 姜岩没犹豫, 直接点头道, 可以, 上辈子, 古玩街的确发展成了南都最大的玩家交易市场, 这辈子有自己的帮助, 自然更没意外, 而姜岩的海量民币, 也能在古玩街中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安保圣看着姜岩平静的神色, 重重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欣慰道, 好小子, 我女儿没看错你, 加油, 以后鼎盛集团, 都是你们两个的, 离开的时候, 安保圣脚步忽然一顿, 用狐一的目光看向房间中的姜岩, 问道, 你刚刚不在自己房间里, 该不会跑到小新那里去了吧, 小子, 我警告你, 他才刚满十八岁, 你不准对他做那种事情, 否则我饶不了你, 懂吗, 姜岩笑容一将, 毛头干笑道, 怎么会呢, 我刚刚是害怕再有诡异来偷袭我们, 不放心, 就在周围检查了一下, 安保圣哼了一声, 最好是这样, 你虽然很强, 但安叔我也不弱, 你敢欺负小新, 别怪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目送安保圣离去, 姜岩这才松了口气, 顺着窗户又爬回了安小新房间里, 继续偷香妾欲的大夜, 眼见坏坏的姜岩去而复返, 刚刚恢复了一些力气的安小新, 惊叫一声, 连忙缩回了被窝里, 姜岩毫不客气, 挤进了安小新身旁, 一把搂了个满怀, 你, 你回自己屋里去, 安小新红着脸连连推剧, 姜岩黑黑坏笑道, 不去, 我屋里有四个鬼东西, 阴得很, 我一个人睡会害怕, 你被窝里好暖和呀, 咦, 谁允许你穿上衣服的, 我之前好不容易才脱光, 几乎没有抵抗力的安小新, 在他怀中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 如气如速般应提到, 不, 不要, 第27章, 有花看者直虚者, 有花看者直虚者, 这一夜, 青春的花在床榻之上盛放, 安小新早就已经认定了姜岩, 过了一开始的羞涩后, 便也缝引起来, 上一世历经磨难的姜岩, 也对来之不易的缘分十分珍惜, 激进了世间的温柔, 倒也让安小新在痛楚之中, 尝遍了静谷之美, 第二天一早, 眼见古玩街开始的时间就要到了, 姜岩却是用尽了浑身解数, 都无法将安小新从床上薅起来, 我疼死了, 安小新缩在被窝里, 不断推举姜岩的手, 羞愤道, 都快被你玩散架了, 真的起不来, 你自己去吧, 我今天休息一下, 姜岩无奈说道, 还记得昨天那头魔狼偷袭这里的事情吗, 你在这里不安全, 姜岩很清楚, 眼下这世道也只有自己身边才是绝对安全的, 安小新如果留在鼎盛大厦, 姜岩会十分担心她的安危, 搞不好就会被诡异偷袭致死, 这妮子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暴力狂, 一枪能爆出令人闻风丧胆的伤害, 即便是姜岩都不愿意吃她一枪, 但伤害高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就一定强, 真被手段多样的诡异打个措手不及之下, 安小新未必能开出枪来, 被直接秒杀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说实话, 姜岩不在乎这鼎盛集团里所有人的命, 其中也包括安保胜, 但安小新绝对不能死, 不论是从男女感情而言, 还是从团队配置而言, 都是如此, 安小新可怜兮兮说道, 可是, 我真的连战斗站不起来了, 姜岩想起刚刚自己抱着安小新去上厕所的场景, 无奈一笑, 这妮子的确不是装的破瓜之痛还是其次, 主要是姜岩昨夜虽然温柔, 但高达二百点的力量, 还是在床上发挥了作用, 在绝对的力量属性压制之下, 再温柔的姜岩也依旧令安小新难以承受, 而且姜岩还发现, 力量属性高了之后, 那方面的时间竟然也变长了, 昨夜如果不是安小新苦苦哀求, 姜岩还远远不到明经收兵的时候, 姜岩凑在安小新耳边, 低声说道, 努力一下, 我背着你去, 你要是赖着不起床, 我就继续昨夜没进行的大夜了, 眼见姜岩这个臭不要脸的家伙, 竟然又一次对自己伸出了咸猪手, 安小新吓得翘脸一白, 连忙支撑着从床上爬了起来, 昨夜虽然美好, 但他着实已经不堪征法, 姜岩如果这时候再来一次, 安小新感觉自己多半是要死在他怀里了, 背着安小新离开顶盛大厦的时候, 迎面碰上了安宝圣, 这位男兜大佬用满视审视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姜岩和安小新, 质问道,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姜岩随口应付道, 他没睡醒, 我背他过去, 让他在我背上哺哺叫, 男女朋友背一下, 没什么问题吧, 话还没说完, 姜岩就背着安小新, 一溜烟跑了出去, 四个藏在迷雾之中的鬼异跑在姜岩前面, 替他开路的同时, 也给姜岩提供不间断的铭币入账, 铭币加3774, 铭币加58, 铭币加5071, 铭币加2471, 铭币加3865, 因为昨天亲手杀了王虎城一次, 燕妹的诡异仆丛又多了一点生命值, 每秒可以提供加58的铭币收入, 而紫色宝箱和魔狼昨天晚上 也自己微调了一下属性和装备, 生命值有了微小的浮动, 每秒的铭币入账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5239元, 姜岩将安小新塞进副驾驶, 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后视镜里的诡异印钞, 同时开始思考自己现在的团队配置, 将魔狼收编进来, 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姜岩在燕妹和朱刚烈身上 都已经砸了大几万的铭币, 而这头魔狼昨夜刚刚归顺, 姜岩急着和安小新共度春宵一刻, 眉顾上拿铭币砸他, 但魔狼不论是从属性还是战斗力上, 都不逊色燕妹和朱刚烈太多, 至于紫色宝箱, 正面战斗力被其余三头诡异甩出了三条街, 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天赋, 姜岩不会收他的, 这便是诡异的不同资质带来的巨大差别, 虽然砸钱总能变强, 但转化率并不一样, 姜岩沉思片刻, 递给了魔狼一张预知工资并指导消费的合同, 魔狼昨夜一直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而坠坠不安, 以为姜岩真的很不喜欢自己, 眼下看到这张合同, 顿时狂喜, 立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姜岩研究了一下魔狼的属性和装备列表, 发现这头力量特长路线的诡异, 成长方向非常符合自己的审美, 不需要姜岩指挥, 这魔狼就已经把力量点到了五十点, 装备也都是加卸量和攻速的, 姜岩递出了一万名币, 给魔狼挑了三件入门级别, 价格相对低廉的不可成长套装, 激活了三件套装属性, 把他的生命值又往上抬升了一千多点, 总体生命值达到了四千九百七十五点, 魔狼的眼睛都是亮的, 不争气的泪水从嘴角不断流淌而下, 这些套装他已经眼红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钱买, 这一万名币着实让魔狼体会到了被大佬包养的快感, 与此同时, 魔狼看向姜岩的目光也越发敬畏了起来, 众所周知, 课金一定会变强, 这位能随手掏出一万名币的老板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 高深莫测的大佬, 抵达古玩街, 这条街道经过张小虎等人一夜的清理, 已经和昨日残破血腥的模样大为不同了, 虽然还有淡淡的铁心味营绕不去, 但街边划分的各个摊位以及摆出的各种商品, 已经让这条街道多了不少生气, 已经到了古玩街开市的时间, 张小虎等人也在街头打出了售卖玩家装备的招牌, 但一时间还没有人来, 今天是第一次诡异降临的第二天, 像姜岩这么适应突变的几乎没有, 像鼎盛集团这种抱团取暖的也同样稀少, 绝大多数人都还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活在被诡异支配猎杀的阴影之下, 所以这个结果眼, 张小虎在街头摆出的招牌, 压根吸引不来什么人类玩家参与交易, 姜哥,情况不是很理想, 张小虎挠着头苦笑道, 姜岩淡淡一笑, 说道, 你不太会经营罢了, 按我说的去做, 第28章, 古玩街安全区, 很快, 在姜岩的调动下, 古玩街入口的招牌变了, 大大的红色横幅挂在入口处断裂的广告牌上, 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 安全区, 旁边还放着一个循环播放录音的大喇叭, 张小虎的声音不断从里面传出, 安全区内, 所有人类玩家的生命安全都会得到保护, 没有任何诡异和人类能在古玩街内部杀人, 安保圣接管古玩街的目的就是创立一个新的人类交易秩序, 而安全是重中之重, 必须得到保障, 而在这个诡异突然降临疯狂杀戮的时刻, 活下来的人类最渴望什么, 自然是安全二字, 和安全比起来, 交易什么的, 根本不值一提, 江炎直接抓住了主要矛盾, 为周围的人类玩家提供了一个不得不来的理由, 至于交易, 人流量上来之后, 自然会带来交易量的增长, 毕竟, 民币留在身上没有任何作用, 唯有换成能提供相应生存能力的资源, 才能让他们在这个恐怖的世道之下, 搏出一条生路古玩街内部的铺位, 本来都是留着招租的, 但眼下是鼎盛集团的人在摆摊, 卖的东西都是些常见的装备, 技能, 只不过价格比系统商城低连10%左右, 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安保圣自己天赋宝箱开出来的, 拿来冲冲门面, 江炎看过一圈之后, 开始逃逗, 一件件系统售价数千的装备, 技能, 从江炎手中一件接一件地丢在了各个铺位上, 都是江炎直接从自己商城里买出来的, 而这些东西在古玩街内的售价, 都比系统商城低了10%, 一来一去, 江炎当然是亏了, 但现在睁着眼睛就能秒入16000明币的江炎, 这点小钱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只要把人流量和新的商业生态秩序做起来, 这个古玩街日后提供的收益将会远超过江炎眼下的投入, 很快, 每一个摊位上都有了数件能镇住厂服的装备和技能, 对现在的人类玩家而言, 想要购买数千明币的物品, 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处理好了摊位的事情, 江炎紧接着找了一间路边保存程度最完好的店面, 自己做了进去, 并且让张小虎在外面立了一块大牌子, 上面写着, 明币贷款, 装备租赁, 雇佣任务, 信息交易, 米面粮油, 高价回收, 摆出这个大牌子的时候, 张小虎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 江炎准备亲自出手的这些生意, 可都是暴力生意啊, 这和他们在古玩街里摆地摊这种最低级的商业模式,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作为鼎盛集团的成员, 张小虎当然清楚, 这些生意利润虽然很大, 但是背后需要的支撑也同样恐怖, 如果能力不够, 还硬要搞这种生意, 最后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小心翼翼提醒了一句, 见江炎毫不在意, 也只能信心离开, 继续张罗古玩街里的秩序, 随着江炎打出了安全区的旗号, 这附近躲藏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人类玩家, 终于开始试探着往古玩街里跑, 这个接骨眼上, 猎鬼局这种官方组织还没有出现, 整个南斗, 幸存下来的人都活在莫大的恐惧之中, 不知道明天将会去往何方, 有些悲观的人, 甚至认为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在绝望之中自杀了, 突然出现这样一条承诺安全的古玩街, 在所有人类玩家眼中, 不外乎黑暗之中的明灯, 而当他们进入古玩街的时候, 才发现, 这里的情况似乎和外面截然不同, 外面残渊断壁, 尸山血海, 诡异遍地, 古玩街里, 却是井井有条, 还有人摆摊, 真, 真的保证安全吗? 一个浑身脏污泥沉的中年女人, 坐在古玩街入口的角落, 用极低的声音问道, 这人明显被诡异吓破了胆, 哪怕看到古玩街内都是人类, 也依旧不敢进去, 张小虎按照江炎的吩咐, 温和笑道, 放心, 我们都很强, 这里的诡异被我们杀死了, 只要你在古玩街内, 就是绝对安全的, 不会有任何人类和诡异攻击你, 那中年女人仔细打量了张小虎两眼, 这才下定决心, 快步跑进了古玩街里, 等了几分钟, 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而且在充满人味的地方, 找回了身处社群之中的安全感, 这中年女人顿时嚎啕大哭了起来,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悲怆无比, 江炎坐在店里, 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切, 世道艰难, 万物除狗, 上辈子的江炎, 也是这场悲剧中的一员, 体会极深, 能重活一世, 让自己弥补所有的遗憾, 就是江炎最大的幸运, 古玩街里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是来白嫖安全区的, 没几个人为了购物而来, 但随着他们精神放松下来, 周围地摊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就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 这些东西, 都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 令他们面对凶残诡异的时候, 不再微弱雷乱, 一个面目精明的中年人, 故意撇了撇嘴, 大声发出不屑的声音, 切, 都有安全区了, 我还花钱买装备干什么, 站在不远处的张小虎, 刻刻气气笑道, 那您可以摆个摊, 把自己用不上的装备全卖了呀, 开业特惠, 摊位租金全免, 每成交一笔, 收取成交额零, 5%作为手续费, 反正您身处安全区中, 要装备也没用不适, 张小虎说着, 指了指中年人腰间的一把商城短剑, 笑道, 这个灵魂绑定过的装备, 也可以半价丢给商城, 全部换成冥币, 装备一旦被玩家使用过, 就会变成灵魂绑定状态, 无法交易给别人了, 这中年人面色一变, 呵呵笑了两声, 万一这安全区明天就被诡异打崩了, 没了装备的支撑, 他死得比谁都快, 这双鞋, 价格能不能便宜一点, 我真的很想要, 一个近似哀求的声音, 从旁边一个地摊上响起, 第29章, 江炎是周八皮, 江炎寻生看了过去, 发现是一个瘦小男子, 站在鼎盛集团的一个铺位前, 看着上面一双售价为3500明币的鞋子, 满面可求之色, 这双鞋除了移动速度外, 还有一个被动能力, 瘦小男子的天赋很可能是隐身, 所以对这双鞋的需求非常高, 负责铺位的集团销售摇头拒绝道,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瘦小男子苦涩道, 可是我只有2800明币, 铺位销售用眼神指了指江炎刚刚打出来的招牌, 说道, 你可以去贷款, 瘦小男子愣了一下, 贷, 贷款, 这安全区里, 业务这么丰富的吗, 连银行都整出来了, 瘦小男子将信将疑, 走入了江炎的店铺, 店铺橱窗后面, 江炎坐在紫色宝箱盖子上, 黑色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江炎抽了一口就烟斗, 烟雾缭绕中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需要什么业务, 这似乎是隐秘黑鸭的就烟斗这件装备的隐藏属性, 只要江炎先抽一口烟, 接下来一分钟的声音会变得沙哑低沉, 和叶鸭的鸣叫有些神似, 不知道为什么, 进入这间店铺的瞬间, 瘦小男子就感觉浑身一冷, 仿佛有无处不在的阴气, 将他包裹了起来, 浑身的汗毛根根倒数而起, 手脚也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 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 这店面里现在有四头诡异藏身不可见的迷雾之中, 阴气的确很重, 江炎在隐秘黑鸭三件套的效果下, 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好人, 我, 我想, 贷款, 315名币, 瘦小男子打着哆嗦, 聂如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江炎点了点头, 递出了一张燃血的诡异合同, 合同上约定了贷款总数, 每月利息1%, 计算复利超出3天按一个月计算, 为超过3天不收取利息, 最重要的是, 合同约定, 如果借款人提前死亡, 系统商城会自主将借款人的所有装备半价回购, 并用回购产生的民币支付江炎出借的本金和利息, 上辈子, 江炎见过类似的合同条款, 而系统也会尊重该条款, 瘦小男子将这合同左右看了好几遍, 心中有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吃人不涂骨头的黑心资本家, 我呸, 每一个毛孔中都散发着金钱的恶臭, 就该把你们都挂在路灯上, 好吧, 瘦小男子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合同化作两道血光, 没入了江炎和男子体内, 江炎递出了315名币, 这次贷款, 江炎大概率是亏本的, 315名币, 贷款一个月也就产生3名币的利息, 虽然对现在的玩家而言不算个小数目, 但也很容易就能凑齐还清, 而在这个过程中, 江炎负担了一份诡异的合同, 售价100名币, 纯纯就是赔本赚腰喝, 但眼下还真就是一个必须赚腰喝的时候, 等到玩家们的习惯被成功培养起来的时候, 这门生意的暴力属性才会真正展现出来, 江炎对这点损失也根本没放在心上, 转而将张小虎叫了进来, 抽了口烟斗问道, 旁边的餐馆打扫出来了吗? 这古玩街外围有不少苍蝇馆子, 本来也是鼎盛集团的产业, 不过并不受到重视。 张小虎也没准备理会, 可今天早晨江炎来的时候, 却让他派人清理这些苍蝇馆子的遗迹, 从里面找出来很多炊具和食材, 江炎淡淡说道, 找个会做饭的兄弟在一个铺位上炒饭, 一直慢炒, 不要停, 炒出来就给兄弟们分着吃了, 对外一份炒饭卖一名币, 这个价格看似低廉, 实则贵得离谱。 诡异降临之前, 一份蛋炒饭也就十几块钱, 可现在, 十几块钱根本换不来一名币, 根本没有人会脑残到用民币兑换钱币, 也自然没有相关汇率产生。 若是在其他地方, 一份炒饭卖一名币, 定然无人问津, 但这里是古玩街, 是安全区, 一份安全的蛋炒饭自然有更多的附加价值产生。 很快, 整条古玩街就都开始飘荡起了蛋炒饭的香气。 很多玩家自从诡异降临, 到现在还没有吃过食物, 高度紧张会让人暂时忘记饥饿。 可现在, 香味随着油烟四处飘荡, 古玩街中的人类玩家, 有不少已经开始咽唾沫了。 第一碗蛋炒饭, 送入了姜岩手中, 味道很不错。 姜岩故意端着蛋炒饭, 蹲在街边大口大口干饭, 一边吃还一边发出猪叫声。 好吃, 真好吃, 啊呜啊呜, 巴唧巴唧, 吃相很不雅观, 但对肚子饿的人来说, 不亚于一场精神核爆。 很快, 炒饭摊子前就排起了一条长龙。 很多人进入古玩街的时候, 都打定主意准备老死在里面, 无限白嫖安全区。 姜岩也自然不可能驱逐这些潜在的消费群体, 只是向他们展现了这个世界更加现实的一面。 下午, 把旁边这几个还没他的居民楼也清理出来, 一个床位十名币一晚。 姜岩指了指旁边五六层的老式楼房, 又提出了一条生才之道。 张小虎愣了一下, 对姜岩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由衷感叹道, 姜哥, 您上辈子肯定是姓周, 不然扒皮技术不会这么娴熟。 姜岩审然一笑, 这些生意不论是贷款还是食物, 亦或者是安全区中的住宿, 其实上辈子鼎盛集团慢慢都发展出来了。 姜岩只不过将这个进程浓缩了一下, 顺便将功劳也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 闻讯赶来, 进入古玩街内寻求避难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人手一碗蛋炒饭的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声地动山摇的轰鸣, 仿佛是某种庞然大雾的脚步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随之看了过去, 原本热闹的古玩街瞬间死迹一片。 一个身高近十米, 四肢细长如马感, 比例极其惊悚的怪物, 缓步从街道转角的大楼后走了出来。 一双漆黑如墨的恐怖眼睛, 直勾勾看向了古玩街。 这里有浓郁的生人气味。 第三十章, 一举秒了。 一片死寂的古玩街中, 所有人的眼神齐齐颤抖了起来。 诡异, 是诡异, 我的天啊, 这么大的诡异。 太恐怖了, 这个诡异一定很强。 一个中年妇女用力抓住了张小虎的胳膊, 掐得她生疼, 尖叫质问道, 你们不是保证这里是安全的吗? 这个诡异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旁边有人大喊道, 我就知道他们都是骗子, 快跑啊,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有人带头, 古玩街中的人立刻开始往外跑去, 一声声愤怒的咒骂接连响起。 妈的, 还骗我一鸣币买了一碗蛋炒饭, 这饭值不值一鸣币, 你们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骗子, 都是骗子, 我当时怎么会信你们的? 一片混乱之中, 江炎背着安小兴从店面里走了出来, 不断靠近的诡异目标实在太大, 由不得江炎和安小兴发现不了。 轰轰轰, 一声声轰鸣脚步, 越发显得急切起来, 想要直接扑入古玩街, 将里面这么多活人一网打尽, 全是活蹦万跳的鸣币, 香啊, 真是太香了, 这头诡异漆黑的眼睛中满是贪婪和兴奋, 江炎瞥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鸣币加2182, 这么大块头, 就这点血, 外墙中干啊, 江炎淡淡说道, 鞠他一枪, 用银制紫弹, 这个诡异看起来是很恐怖, 但在安小兴这种掌握致死杀伤力的射手面前, 简直是最完美的活靶子了, 安小兴直接抬起了巴雷特的枪口, 毫不费力瞄准了诡异的脑袋, 哄, 一声恐怖的暴鸣, 长达半米的蓝紫色电光从枪口喷发, 一枚炽热的银色子弹化作一道雷霆流光, 直接命中了这个巨大诡异的眉心位置, 暴击, -6147, 玩家安小兴击杀诡异, 贡献度, 100%, 名币加10211, 自由属性点加1, 装备, 漆黑魔眼, 饰品, 装备, 破损的外骨骼, 盾牌, 物品, 腥臭的诡异血肉, 安小兴玩家面板上刷了一大堆奖励, 若是正常状态, 这样一头诡异需要十数位人类玩家密切合作, 才能合力斩杀, 甚至有人可能会牺牲在这个过程中, 但安小兴现在被姜炎灌注了几十万名币, 绝对称不上正常, 一举秒了, 而这头诡异身上的所有奖励, 也全部进了安小兴的系统空间里, 安小兴看着自己一枪打出来的结果, 原本还有些瞌睡的眉眸, 顿时瞪得溜圆, 这, 这么爽吗? 安小兴开始真真切切体会到, 做一个被大佬包养的暴力狂, 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事情, 江炎并不意外, 直接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店面里, 再一次坐在了紫色宝箱盖子上, 他心中有些怨念, 安小兴体会到的这种一枪秒杀大怪兽的快乐, 自己这辈子, 是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了, 可惜的是, 江炎上辈子也没能体会过, 真的好想试试啊, 直到江炎坐下之后的三分钟, 一片死寂的古玩街, 才渐渐恢复了一些动静, 最开始带头逃跑, 并且大声喷脏话的人, 前脚才刚刚踏出古玩街街口, 枪声就响了, 安小兴那一枪声势足够恐怖,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个巨大的暴击数字, 所有人都看到了, 所有人都看梦了, 那满嘴乱喷垃圾话的中年妇女,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喃喃自语道, 刚刚, 那姑娘一枪报了多少伤害, 一个小伙子震惊失语道, 我没看错的话, 六千多, 我得个亲娘来, 这伤害也太离谱了, 我他妈现在打出六十点伤害, 都很勉强啊, 那么大一头诡异, 直接就给秒了, 回过神来之后, 刚刚还叫嚣着要逃出古玩街, 并且喷了很多难听垃圾话的人们, 一个个都善善笑着, 将自己的脚缩了回来, 规规矩矩在古玩街里找了个地方蹲了下去, 满是自信和沉稳, 实则心中的惊涛骇浪, 一点都不比这些人小, 安小新可是张小虎看着长大的, 一个如此文静温柔的姑娘, 竟然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就成了个一枪能报六千多的恐怖女人, 张小虎感觉, 自己的三观都在这一枪面前崩塌了, 虎哥, 一个集团成员站在张小虎身旁, 哆哆嗦嗦问道, 小新都这么强, 姜哥他, 得恐怖到什么程度啊, 安小新刚刚那一枪, 的确震惊大家一整年,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安小新是为江炎马首是瞻的, 甚至刚刚那一枪都是在江炎背上打出来的, 能拥有这样的女人, 本身就是无言的实力证明, 依旧没人见江炎出过手, 但再没人敢质疑她的枪, 接下来的时间中, 古玩街内的人越举越多, 突然降临的诡异虽然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但所有诡异的目标都是杀死人类, 基本设施并未在第一次降临中被完全摧毁, 所以手机和网络现在还能勉强使用, 古玩街的安全区很快被一开始聚集来的人们通过种种渠道散播了出去, 现在是诡异降临的第二天, 安全区这个概念除了江炎作证的古玩街根本没人提出, 也正是因为安全的稀缺, 独一无二的古玩街很快成了难兜所有人类玩家的希望之地, 一批批人类玩家冒着半路上被诡异截杀的风险, 从四面八方向古玩街聚集而来, 这条古玩街很快变得比诡异降临之前都更加热闹繁华了起来, 江炎连着做成了十几笔贷款生意, 总共借出去三万多名币, 眼光比较长远的人已经趁着这个机会开始在古玩街内摆摊赚钱了, 安小新也心血来潮, 跑出去占了一个摊位, 售卖自己刚刚击杀诡异获得的装备和物品, 这些东西在江炎团队里看着完全无用, 但放在普通人类玩家面前却都是稀释珍宝, 每卖出去一件就有一个人会倾家荡产, 而江炎大概率会因此多出一个贷款客户, 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 江炎看去顿时皱紧了眉头,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紧紧抓着安小新的衣袖, 大声说道, 小新, 我终于找到你了, 外面太危险了, 你跟我走吧, 我能保护你的, 很多同学都跟我在一起, 我们一起活下去, 第三十一章, 敢对我的女人伸手, 安小新被脏兮兮的男人抓住衣袖, 明显吓了一跳, 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抽了两下胳膊, 可是男人握得太紧, 一时间正脱不开, 小脸上满是慌乱和紧张, 江炎端着烟斗走到了安小新背后, 冷然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听到背后传来江炎沉静的声音, 安小新心中一安, 赤道, 李明, 你快放开我, 江炎这才注意到, 这个脏兮兮的男人自己竟然认识, 是高三同学, 那个叫李明的班长, 他身上的衣服残破且不满灰尘, 仔细看才能辨认这是他们的校服, 江炎清楚记得, 上辈子李明一意孤行, 这辈子却因为江炎收走了烟灭, 李明一直存活到了现在, 眼见李明的脏手死死抓着安小新的袖子, 江炎顿时想起这家伙在教室最混乱的时候, 趁机将手伸进他自己女童桌裤子里胡乱占便宜的画面, 眼神顿时一冷, 色鬼还敢对我的女人伸手了, 放开你的脏手, 没听到吗? 随着江炎的呵斥, 一头巨大的猪影在李明背后突然出现, 迷雾消散, 猪刚烈摁住了李明的肩膀, 将他一把灌在了地上, 哄, 一声闷响, 水泥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凹坑, 负六十, 这一击没想着杀李明, 但也打出了一些伤害, 啊, 李明凄惨的尖叫在古玩街中吸引了很多目光, 江炎冷着脸, 随手又丢出了一个迷雾之瓶, 将脱离了迷雾状态的猪刚烈又一次笼罩在迷雾之中, 李明没看到显现了一瞬间的猪刚烈, 指导是江炎干的, 他坐在地上指着江炎一边哭一边神精致地尖叫道, 你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管理员呢, 这里是安全区, 他打我, 你们快把这个破坏古玩街安全秩序的人踢出去, 不然我就把你们安全区的牌子砸了, 听到他的尖叫, 周围的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围了过来, 他们很想看看古玩街准备如何处理人类之间的矛盾, 安全区想要真的立足, 不光需要将诡异拒之门外, 同样也要树立一套人类之间的规则, 江炎冷冷笑道, 我就是管理员, 你先攻击古玩街里的摊主, 我才维护秩序的, 现在请你滚出古玩街, 不然我就只能用暴力手段把你抬出去了, 此言一出, 不光围观群众安静了下来, 就连不断哭闹的李明也一时噎住了, 你, 管理员, 李明上下打量着江炎, 嘲讽道, 江炎, 我们可是同学知根知底的, 你高三还没毕业, 能在一天时间里建立这样一个安全区, 能不能别装逼, 真正的管理员呢, 还不出来, 围观群众中有人小声说道, 他恐怕真的是, 我刚刚的三千名币贷款, 就是从这个小伙子手里拿的, 整个古玩街都是地摊, 就这小伙子一个人有店面, 他不是谁是, 我一直在, 刚刚真的是这个人先拉住那姑娘不放手的, 人家小姑娘明明就只是摆个摊卖东西罢了, 好家伙, 敢去拉着一枪能报六千的姑娘, 这家伙真是不要命了啊, 此时有不少人都认出了江炎和安小新, 虽然露面不多, 但这对男女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 大家看李明的眼神都开始有些古怪起来, 这李明一看就刚来不久, 否则怎么敢对安小新拉拉扯扯, 他一枪报六千, 秒杀超大诡异的画面, 现在还历历在目, 张小虎分开人群, 满面利器, 骂道, 谁敢在我江哥的肠子里闹事, 江哥, 是这小子闹事吗? 张小虎指着李明的鼻子, 满脸不客气道, 知道这古玩街为什么安全吗? 是因为江哥照着大家, 你在古玩街里攻击摊主, 已经违背了古玩街的规矩, 还敢对江哥信口雌黄, 兄弟们, 给我把这小子丢出去, 眼见一群大汉从四面八方将自己围住, 李明顿时耸了, 尖叫道, 等一下, 江炎, 江哥, 我们可是同学, 上个星期老师抽查你被课文, 是谁在下面提醒你的? 是我呀, 你不能这样对我, 江炎吃笑一声, 李也不理他, 转身拉着安小新回到了自己店面里, 安抚恋人的情绪, 由着张小虎自行处理这事, 鼎盛集团的人对如何维护堂口秩序, 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一群大汉七手八脚将李明架起, 抬往古玩街口, 一旦被丢出去, 就又要面对无处不在的致命诡异了, 李明用力挣扎, 不断哭球, 却哪里拗得过这几个大汉, 围观群众也都是看好戏, 一个替李明出头的都没有, 错的是他, 维护安全区的秩序对大家都有好处, 如果江炎店面的时候, 李明看到门口挂着信息交易的牌子, 眼睛忽然一亮, 大声喊道, 江炎, 江炎我有重要的信息和你交易, 二十多个宝箱都在一起, 我带你去, 你别让他们把我丢出去, 我, 我以后也跟你混, 你给我口饭吃就行, 几个大汉丝毫不为所动, 驾着李明准备丢出去的时候, 却听江炎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等一下, 江炎站在店门口, 看着李明眯眼问道, 二十多个宝箱都在一起, 李明连连点头, 一天丢在了李明面前, 淡淡说道, 带我去, 这一千名币就是你的报酬, 但如果你敢骗我, 我就杀了你, 江炎的威胁轻飘飘的, 似乎没什么分量, 张小虎却是重重打了个哆嗦, 感觉两滴冷汗从背后冒了出来, 李明连连点头, 将地上的一千名币收了起来, 笑得十分谄媚, 刚刚对江炎的横眉冷队一点都看不到了, 先驱后宫, 真是可笑, 江炎带着张小虎回到店里, 拿出了十万名币, 分别丢了两万给紫色宝箱和魔狼, 吩咐道, 这是你们两个的奖金, 你们守住这里, 如果有诡异侵犯, 杀无赦, 如果有人类闹事, 就听张小虎的安排, 剩下的六万名币, 江炎全部交给了紫色宝箱, 说道, 这店里的生意, 你用这六万都给我运转起来, 别耍猫念, 我回来要查账, 第三十二章, 赏你吃他一条腿, 紫色宝箱因为自身外表比较温和, 一直没有在迷雾里, 给江炎充当着板凳, 此时他张开盖子, 毕宫毕竟接过江炎的六万名币, 严肃说道, 谢谢老板的信任, 我绝对好好干, 这紫色宝箱并不适合江炎的队伍外出探索, 但是配合正面战斗力足够强的魔狼, 帮江炎管管古玩街里的生意, 还是很合适的, 安顿好了古玩街的事情, 江炎带着安小星, 朱刚烈和燕妹, 准备去探探李明所说的二十多个宝箱聚集之地, 对李明交易的情报, 江炎半信半疑, 理论上来说, 宝箱的刷新完全是随机的, 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堆积二十多个, 但偏偏江炎上辈子似乎听说过类似的传闻, 一个人壮大运, 找到了一个很多宝箱堆积的地方, 得到了近十万名币的资源, 一跃成为了当时南斗最风光的人类玩家之一, 不过, 此人似乎运气不太好, 在第二次诡异降临的前夜, 无端暴毙在自己家里, 十万名币的财富, 对现在的江炎而言也算不上很多, 但江炎对大量的宝箱聚集还是很有兴趣, 毕竟里面可能出现隐藏资源, 那是商城里没有的东西, 就算李明说了谎, 这一趟也能杀死一个赶占安小新便宜的讨厌鬼, 总归不亏, 江炎拉着安小新的小手, 带着迷雾中的朱刚烈和燕妹, 离开了古玩街, 示意李明带路, 李明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惊喜之色, 江炎就一个人出来的, 至于安小新, 李明就没把他当人, 乱世之中, 性格柔弱的女人有多好拿捏, 李明可太清楚了, 好机会, 只要杀了江炎, 安小新就是我的了, 李明怦然心动, 安小新可是全校最美的姑娘, 自己一时不慎就被江炎一把拉走, 李明昨天晚上悔恨了好久, 他依旧笑得热切而谄媚, 带着江炎和安小新, 轻车熟路向一个方向快速走去, 看着李明越走越熟悉, 甚至开始从建筑物的废墟之中绕小路穿行, 江炎眼中玩味之色更浓了两分, 李明发现了二十多个宝箱却不去开, 反而将消息卖给江炎, 肯定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危险, 既然有危险, 李明就不可能总是活动在那片区域, 但是他现在行动如此熟悉, 所以这条路多半不是去找宝箱的路, 而是回他家的路, 从刚刚李明在地摊上见到安小新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借助同学和班长的身份掩护, 强行带他走, 被安小新拒绝之后, 李明甚至直接上手, 开始拉扯安小新, 若不是古安街里人很多, 李明肯定会对安小新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活过了三次诡异降临的江炎, 对人性之恶认识已经太过深刻, 李明这点恶臭的小心思在江炎眼中一览无疑, 江炎也不拆穿塔, 只是冷笑着跟在李明背后, 倒要看看他准备玩什么花招, 马上到了, 我们走快一点, 李明扭头对江炎和安小新笑了一下, 目光不由在两人牵着的手上扫过, 眼中闪过一抹阴沉, 他的脚步陡然加快, 绕过了面前一个残破的转角, 消失在江炎和安小新视线中的瞬间, 李明用力跳了一下, 似乎越过了面前什么看不到的屏障, 而后他脸上的阴狠笑容再也压抑不住,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甩棍, 藏在身前阴影之中扭头向后看去, 江炎和安小新紧跟着出现在了转角后面, 一步踏出, 脚下突然响起了一声电子暴鸣之音, 一个藏在地面的陷阱, 被江炎和安小新的脚步出动, 一道道蓝色的电流在江炎和安小新身上游走, 瞬间将他们周身肌肉麻痹, 安小新骤然感觉自己身体陷入了僵直状态, 难以移动, 美眸圆争, 惊呼道, 这是怎么回事, 江炎并不说话, 只是用玩味的眼神看着不远处的李明, 李明凝笑着抽出了手里的甩棍, 嘿嘿嘿, 江炎啊江炎, 谢谢你送我的大脸, 我会好好照顾安小新的, 去死吧, 他手中甩棍劈头砸向江炎头顶, 破空之声凄厉, 明显毫无留守, 以李明故意强化过的力量属性, 这一棍足以要了人的命, 江炎眼神冷淡, 眼皮都没有眨洞办下, 碰, 甩棍砸在江炎额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一, 江炎因为身体僵直被打得向后扬倒, 躺在了地上李明面颊泛起兴奋而病态的潮红, 看都没看江炎一眼, 直接伸手去抓安小新胸前的衣领, 你归我了, 李明的声音尖利而扭曲, 在他心里, 江炎吃了自己这么狠的一棍子, 肯定死了, 至于伤害数字什么的, 已经开始幻想如何侵犯安小新的李明, 完全忘了留意, 就在李明的手即将抓住安小新衣领的时候, 安小新身旁迷雾中猛然探出了一只绿幽幽的鬼手, 在黑烟营绕中一把钻住了李明的胳膊, 李明的身体骤然一僵, 阴寒至极的触感, 从李明皮肤上寸寸蔓延不断向上攀爬, 仿佛要彻底冻结李明的血肉, 这种感觉李明之前体会过, 诡异, 李明缓缓扭过头, 颤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旁的诡异, 这诡异的模样勾起了李明心中最恐惧的回忆, 这不就是曾经在学校里肆虐的那头诡异吗,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烟妹捏着李明的手腕扭头问道, 老板, 杀了他吗, 姜岩缓缓从地上坐了起来, 摇头道, 不用, 宝箱还没找到呢, 朱刚烈, 赏你吃他一条腿, 朱刚烈嘴馋的笑声从旁边的迷雾之中响起, 嘿嘿嘿, 终于有肉吃了, 当老板的朱真幸福, 迷雾消散, 朱刚烈巨大恐怖的朱躯出现在了李明身旁, 他大手一捞, 直接将李明的一条腿送到了口中, 咔嚓咔嚓, 鲜血四剑顺着朱刚烈的下巴流淌, 李明的一条腿在朱刚烈口中就如同西瓜一样, 短短两秒就被吃了个金光, 啊, 不要啊, 李明惊恐至极的哭嚎声在周围废墟之中激荡, 第三十三章, 你算什么男人, 姜岩把安晓星搂在怀中, 下意识遮住他的目光, 不让他看如此血腥的一幕, 李明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让安晓星娇躯微微颤抖, 不自觉往姜岩怀里又挤了挤, 姜岩平静说道, 你以为自己没直接死在古湾街, 是为什么, 那里是我建造的安全区, 我不能直接杀人, 否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你竟然真敢引诱我出来, 还想杀了我, 抢我的女人, 我是该说你胆子大, 还是没大脑, 姜岩看着地上痛苦挣扎, 满面死剧之色的李明淡淡说道, 如果你直接离开古湾街, 心血还能多活两天, 现在, 乖乖带我去找宝箱, 我任你自生自灭, 如果再耍什么花招, 我就让朱刚烈吃了你的宝贝, 姜岩冷然的目光看了眼李明的裤裆, 朱刚烈脸上变态的笑容一僵, 眼神有些抗拒, 他吃人很有讲究, 女人全身都能吃, 可男人的宝贝是绝不吃的, 但如果老板真的要求的话, 朱刚烈满脸挣扎和痛苦之色, 李明已经被突然破开迷雾的, 两头诡异吓破了胆子, 满脸泪痕和灰尘糊在一起, 捂着自己的裤裆, 连连点头痛哭道, 别吃我, 这似乎是好几个女人一同呼喊救命的声音, 悲泄而凄凉, 若不是姜岩敏捷已经到了二百多, 还真的很难听到如此细弱的呼救, 姜岩挑了挑眉, 看向声音传来的位置, 抬不走了过去, 既然碰到了出于人道主意, 还是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 看到姜岩前进的方向, 被朱刚烈抗在肩上的李明面色越发苍白, 慌忙说道, 不,不是那脸, 这边, 姜岩扭头, 似笑非笑看了看李明, 说道, 那里,该不会是你的住所吧, 刚刚那个麻痹陷阱, 能将属性如此高的姜岩也控制住短短几秒, 威力的确不俗, 姜岩估计, 李明的天赋就是增幅陷阱的, 否则普通陷阱对姜岩而言没什么影响, 而李明布置陷阱的地方, 不可能离他的住所太远, 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合理推论, 大概率就是真相, 李明身躯一颤, 眼中满是死灰色的绝望, 姜岩吃笑一声, 走到了一扇地窖大门前, 这是个老式的居民区, 楼下侧面有均绿色的双开地窖大门, 供居民储存食物, 楼房已经在诡异肆虐下十分破败, 而且很不安全, 与这相比, 这地窖倒是很好的藏身之处, 而姜岩刚刚听到的呼救声, 就是从这地窖下面传来的, 站在门口, 呼救声音已经非常清晰, 有人吗? 救救我们啊! 一声声痛哭和尖叫, 从门后传出, 姜岩伸手一把将门上的铁锁捏断, 砰的一声打开了地窖大门, 光线透入照亮了五个女孩的脸, 令姜岩惊讶的是, 这五个女孩自己竟然都认识, 都是姜岩的同班女同学, 而且是容貌身材都很不错的那种, 姜岩, 是你吗? 太好了, 快救救我们, 我们被里面那个人面受兴的家伙绑架了, 把五个女孩都救出来之后, 姜岩这才知道了事情始末, 燕妹的袭击结束之后, 学校一片混乱, 最终没能等来官方救援, 却等来了另一个诡异, 那诡异图光一个居民区, 发现这所学校里还有这么多活人, 自然按捺不住, 直接突袭, 惊恐万丈的学生们开始四散奔逃, 而李明靠着自己的班长权威, 聚拢了十几个同班同学, 一同逃窜, 一路上, 李明指挥着男同学和不好看的女同学送死, 自己则带着好看的女同学, 最终找到了这样一个地窖, 入夜后, 五个女同学的噩梦就开始了, 李明把铭币全点了力量属性之后, 这五个女同学竟然连手都挡不住, 他还没从恐慌中回过神来的女同学, 挨个被他煎污了, 看到被朱刚烈抗在肩膀上, 没了一条腿的李明, 五个女生顿时发疯一样, 冲上来围殴李明, 大有要直接弄死他的架势, 姜岩让五个女生出了出气, 就让朱刚烈将他们隔开, 淡淡说道, 他还欠我东西, 不能死, 之前的古玩街, 现在是安全区, 在那个方向, 你们自己过去吧, 姜岩带着安小心, 转身就准备离去, 等一下, 一个女生一把拉住了姜岩, 满脸恐惧之色, 颤声说道, 我们能不能跟着你, 外面全是怪物, 我好害怕, 刚刚从地狱中脱困, 这五个女生, 本能想要从姜岩身上寻找安全感, 姜岩不着痕迹将手抽了出来, 淡淡说道, 不能,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们自己去古玩街, 离这里并不远, 眼见姜岩抬步离去, 那女生尖叫问道, 那如果, 我们半路上被诡异杀了怎么办, 姜岩头也不回, 淡淡说道, 你们跟着我, 更容易被诡异杀掉, 自己要去的地方, 有诡异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很可能是资质极强的诡异, 对付起来并不容易, 姜岩只能保证自己, 和安小心不会受到伤害, 至于多带上五个脱油瓶, 姜岩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眼见姜岩背影越来越远, 一个女生绝望哭道, 借口, 都是借口, 姜岩, 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我们五个都是女人, 你应该保护我们, 就这么把我们抛下, 你算什么男人, 姜岩无声一笑, 走得更快了, 从男人身上索取, 是写进了一部分女人基因里的本能, 索取不成, 就会触发你算什么男人的被动技能, 但这世上的女人何止千万, 我是个男人, 就要保护所有女人, 第34章, 丢下去给我探路, 姜岩一点救世主的心态都没有, 这种操弹的世道, 能保护好身边的人已经很可贵了, 眼见姜岩快速消失在转角, 五个女生脸上不由涌起了绝望之色, 混蛋, 她简直就是个混蛋, 一个女生气愤唾骂,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男人的, 另一个女生叹气, 摇头说道, 保护是情分, 不保护是本分, 我们和姜岩本来没什么关系的, 当了两年同学, 和她说过的话加起来也不超过20句吧, 走吧, 我们去找古玩街, 按照李明的指引, 姜岩终于找到了那传说中20多个宝箱集中于一处的所在, 一座烂尾建筑的地基内部, 一堆宝箱闪烁着蓝色和绿色的光芒, 粗略一数有二三十个, 这个烂尾楼在南都也比较有名, 毕竟很少有楼刚刚盖好地基就烂尾的, 姜岩拉着安小心, 朱刚烈扛着断腿的李明站在地基最上沿, 低头看向下方如罗马, 斗兽场般的巨大圆形空间, 几根混凝土立柱, 孤零零指着天空, 一些铁皮推车, 铁锹之类的工具一落在地, 已经袖极斑斑, 最眨眼的是下面的好几具人类尸体, 这些尸体看不出致命伤, 但看样子都死了半天以上, 开始腐烂, 膨胀, 恶心极了, 这个堆积了许多宝箱的地方, 明显已经被很多人发现过了, 但没有一个人成功得到里面的宝物, 满面惨白之色的李明在朱刚烈肩膀上打着哆嗦问道, 江炎不置可否淡淡笑问道, 里面的诡异是什么样的, 你见过吗? 李明摇头有气无力道, 没见过, 我看里面死了那么多人就没敢进去, 快放我走吧, 你这么厉害, 肯定能拿到这些宝箱的, 江炎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而后说道, 朱刚烈把李明扔进去, 李明颤颤巍微抬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指着江炎尖叫道, 你, 你不守信用, 我们说好的, 我带你来, 你就放了我, 江炎冷笑道, 和你个只会欺负女人的强奸犯, 讲什么信用, 下去帮我探探路吧, 朱刚烈直接轮圆了胳膊, 把李明丢出了一个抛物线, 碰, 李明落地, 发出一声闷响, 江炎, 你不得好死, 李明凄厉的叫声, 从下面飘了上来, 江炎拉着安小心的小手, 站在上面乐呵呵看着李明, 若是个没有强化过的普通人, 这一摔不死也是重伤, 但李明给自己加了好几点力量属性, 生命力更加顽强旺盛, 被摔了一下, 只是口鼻中喷出血来, 并未受到致命的伤害, 他看着眼前不远处的蓝绿色宝箱, 咬紧沾血的牙齿, 三肢并用, 一步步向宝箱爬去, 只要我能得到这些宝箱中的资源, 我不光能恢复状态, 说不定还能反杀江炎, 你给我等着, 只要给我机会, 我必杀了你, 李明脸上满是怨毒之色, 令人不寒而栗, 只可惜, 他梦想中的情景到死都没有出现, 刚刚爬了三步, 李明耳边忽然听到了一声沙哑低沉的嘶鸣, 一, 李明岌岌可畏的生命值, 随着这声嘶鸣立刻开始持续下跌, 负五十三, 负五十七, 负五十一, 短短三秒过后, 李明的生命值彻底归零, 双目之中一片死灰, 他死了, 看着李明就这么静静死在了原地, 而那诡异从史智中都未曾露面, 江炎饶有兴趣笑道, 诅咒攻击吗? 有点意思, 你们就站在这里等, 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诡异, 诅咒类型的诡异往往十分难缠, 而且神秘莫测, 有机会击杀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人多也没什么用, 甚至可能带来额外的混乱和风险, 安小星架起了雷霆巴雷特, 随时准备支援江炎, 江炎轻轻巧巧跳了下去, 闲听信步向那一堆宝箱走去, 似乎察觉到了江炎身上的威胁远比李明大, 还没等江炎靠近, 刚刚的丝鸣声音就又一次响了起来, 一, 江炎身上紧接着也冒出了一连串的伤害数字, 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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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炎现在力量值高达二百多, 就算不穿装备, 生命值都有两千多, 加上他那一身豪无人性的装备加持下, 生命值都不是正常人类玩家的范畴了, 比诡异更像诡异, 同时, 江炎的神秘的怀表和隐秘黑鸭的旧烟斗两件装备, 还带来了很高的每秒回血属性, 诅咒带来的伤害落在江炎身上, 就和不存在一样, 江炎面色如常, 继续走向那堆宝箱, 依旧没看到那诡异躲在什么地方对自己施加诅咒, 但如果那诡异还不出来, 江炎可就要在他面前开他的宝箱了, 眼见江炎不断靠近, 那诡异明显极了, 又一声嘶哑的诅咒响起, 两秒后, 黑紫色的能量球体爆开, 化作了一个十分恐怖的骷髅头, 落入了江炎头顶, 江炎身上再次腾起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一, 属性碾压, 恐怖如斯, 你踏码是什么你天东西, 一个嘶哑的声音终于忍不住, 开始骂街了, 江炎已经走到了第一个绿色宝箱前面, 乐呵呵伸出双手, 笑道,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就要看你的宝箱哦, 眼见江炎已经将手放在了第一个宝箱上, 那诡异终于忍不住了, 放开我的宝箱, 一团涌动的黑影, 从不远处一个混凝土立住阴影中飘了出来, 江炎了然, 原来是一个虚体诡异, 这种诡异行踪飘忽不定, 而且不吃任何物理伤害, 的确很适合诅咒的战斗方式, 只可惜, 碰上了江炎这种不讲道理的人类, 单向属性数值比诡异三向属性数值, 加起来都高一截的人类玩家, 诡异打不出伤害来,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第三十五章, 不交易就硬抢, 只要单向属性超过对方20%, 就会产生属性压制, 超过50%, 属性压制会像爸爸打儿子一样, 江炎全属性都是面前这虚体诡异的600%到700%, 站着让这诡异打三天三夜, 生命值都是满的, 不过江炎身边暂时没有法术类型的队友存在, 自己也无法造成伤害, 还真杀不掉这个免疫物理攻击的虚体诡异, 和你谈一笔买卖, 江炎说着, 开始掏兜, 一叠叠金灿灿的明币不断落在地上, 很快堆成了一个小山包江炎指着明币山包, 说道, 这是十万明币, 这些宝箱都卖给我, 你赚大了, 靠近的时候, 江炎仔细数了一下这堆宝箱, 发现数量比李明所说还要更多, 达到了35个, 其中有5个蓝色宝箱, 30个绿色宝箱, 以蓝色宝箱1万明币, 绿色宝箱1000明币的平均价值计算, 这堆宝箱能带来8万明币的资源, 江炎砸出十万, 这虚体诡异的确是赚了, 不过江炎也没亏太多, 他想要的, 从始至终都是这一大波宝箱里可能存在的隐藏资源, 只要开出一个来, 就值得江炎多付出2万明币, 看着满地的金币辉煌, 虚体诡异陷入了沉默之中, 整片黑影都将在了原地, 半分涌动都没有, 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十万明币, 这是人能拿出来的财富, 咔嚓, 一声脆响, 虚体诡异回过神来, 发现江炎已经打开了第一个绿色宝箱, 随手将里面的几百明币, 两件武器和一个技能卷轴, 揣进了自己系统空间里, 等一下, 虚体诡异, 心疼嘶吼道, 这些都是我辛辛苦苦收集来的, 眼见就要凑齐50个了, 你, 你现在截胡, 至少得给我15万明币, 至少, 江炎呵呵一笑, 你也不理着妄想对自己狮子大开口的诡异, 继续去开第二个宝箱, 虽然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勒索, 十万已经足够有诚意了, 如果这诡异不愿意公平交易, 那就硬抢好了, 反正宝箱上也没写诡异的名字, 这诡异更是打不死自己,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开他搜刮来的宝箱, 江炎一边推开了第二个宝箱的袋子, 将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 一边淡淡说道, 如果你不收起来那十万名币, 等我开完这些箱子, 那十万也不属于你了, 虚体诡异眼睁睁看着江炎去开那第三个箱子, 自己却无能为力, 顿时发出了无能狂怒般的奸笑, 好好同意了, 但我有个要求, 这些箱子我来开, 里面东西全归你, 沙哑的声音中有掩盖不住的悲怂, 黑影一把捞起了江炎丢在地上的十万名币, 凑到了江炎身旁, 用力拉开了第三个宝箱, 宝箱盖子清脆的开合声音, 令着虚体诡异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声音, 江炎纳闷问道, 你开宝箱有什么额外奖励吗? 虚体诡异声音中满是惋惜, 没有, 我就是喜欢开宝箱的感觉, 眼见我马上就要攒齐五十个宝箱了, 一次全开了肯定爽死, 早知道会被人截胡, 我凑过三十个就开了, 江炎, 他忽然想起来, 自己小时候吃虾仁炒饭的时候, 总是会把虾仁一个个捡到饭碗边缘, 等吃完最后一口饭, 再把这些虾仁一口全吞了。 这和虚体诡异收集宝箱, 然后大爽一次的举动, 很相似啊, 而且虚体诡异的行动速度很快, 所以收集宝箱的速度比正常的诡异和人类玩家都快得多, 才能在短短时间中囤积了三十五个宝箱。 如果江炎晚点过来, 这里的宝箱说不定还能更多。 回想上辈子, 那壮大运开了这些宝箱的人, 恐怕是趁着这个虚体诡异出去寻觅宝箱的时候, 把他家给偷了。 后来那人离奇暴毙, 估计也是被这暴怒的虚体诡异找到, 直接咒杀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这虚体诡异不囤积宝箱, 而是在找到的时候就将这些箱子都开了, 恐怕是能给江炎造成一些麻烦的。 八万民币的资源, 足够这虚体诡异产生质变了。 到时候, 整个团队都不具有法术攻击能力的江炎, 恐怕也要被这头诡异玩得团团转。 这个虚体诡异, 资质很好啊, 甚至有一些成长为禁忌的潜力。 江炎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冥币加1462。 现在这虚体诡异还挺弱的, 估计它一直沉浸在囤积宝箱的延迟满足之中无法自拔, 手里没多少冥币奖励强化自身。 可以, 都给你开。 江炎跟在这虚体诡异后面, 将每一个宝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 而虚体诡异一个个宝箱开过去, 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兴奋, 黑影涌动的速度都变快了至少一倍。 好爽啊, 宝箱清脆的声音呜呜呜, 里面这些宝贝为什么不是我的呜呜呜? 可恶的人类, 等我变强, 一定要杀了你报仇。 这虚体诡异嘴巴里叙叙叨叨, 不乏对江炎的威胁和咒骂。 江炎却是乐呵呵的, 已经在谋划如何收编这头诡异了。 虚体诡异本身就很罕见, 资质这么好的更是万中无一。 既然碰到了, 就不能放过。 开完最后一个箱子, 江炎抢在虚体诡异化身阴影溜走之前, 率先开口道, 我缺了保镖, 看你挺合适的, 愿不愿意给我工作一段时间。 虚体诡异顿了一下, 江炎感觉到一双打亮的目光, 隐约从黑影中看向了自己。 我是诡异, 给你一个人类工作。 诡异沙哑思鸣道, 你简直是在异想天开, 我要不是打不过你, 你早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江炎呵呵笑道, 要不先看看待遇再说。 虚体诡异也看出来, 这个人类似乎非常土豪, 没有断然拒绝, 而是冷哼道。 那就看看, 你能拿出什么待遇来。 江炎递出了一张燃血的合同, 不过这个合同, 和给其他诡异的有些不太一样。 虚体诡异的黑影凝成一只手的模样, 捏住合同仔细看了起来。 给你干活, 一个月才给我一万。 虚体诡异, 嘶哑讽讽。 你看不起谁呢? 第36章, 诡异黑压。 这虚体诡异, 是江炎碰到的, 第一个嫌弃自己, 月薪一万低的, 不过江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毕竟这虚体诡异收集宝箱的速度实在太快, 算是诡异中的大富翁, 对民币的衡量标准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但江炎也早就准备好了自己的杀手锏。 江炎老神在在, 笑道, 你再看看下面。 虚体诡异顺着合同, 往下继续看去。 甲方每天提供乙方三次开启紫色宝箱的机会, 资源归甲方所有。 除紫色宝箱外, 甲方获得的所有宝箱都交给乙方开启, 每日至少十个宝箱, 品质不限, 资源归甲方所有。 看到这两个合同条款的时候, 虚体诡异完全愣在了原地, 半天都没有涌动一下。 这两条都是真的吗? 虚体诡异嘶哑的声音激动而颤抖。 你, 每天都让我开这么多次宝箱。 江颜乐呵呵点头道。 当然, 我江颜行走江湖, 从不食言。 虚体诡异, 惊疑不定, 问道, 你从什么地方找到那么多宝箱呢? 尤其是, 每天三个紫色宝箱。 我在南斗找了那么多宝箱, 都没碰到一个紫色的宝箱。 他的语气, 炽热而贪婪。 如果都是真的, 那也太爽了吧。 与之相比, 月薪什么的, 根本不值一提啊。 江颜凶有成竹笑道。 放心, 至于紫色宝箱, 我家里正好养了一个, 给你开几下, 他又不掉块肉。 虚体诡异断然说道, 一言为定。 他立刻在诡异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化作两道红光, 分别没入了江颜和虚体之中。 江颜十分满意, 说道, 你化形成乌鸦的样子, 停留在我的肩头吧。 虚体诡异一言, 黑影涌动之间, 化作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黑鸭, 落在了江颜肩头。 这黑鸭只有个轮廓, 诡异, 黑压, 属性, 力量, 零, 敏捷, 26, 智力, 46, 特性, 虚无, 力量值永远为零, 每点智力属性加十生命值, 无法发动物理攻击, 不会遭受物理攻击, 造成的法术伤害正10%, 受到的法术伤害正10%, 这个特性, 是诡异和人类之间的巨大差别之一, 其他诡异身上也有对应的特性, 只不过, 没有黑压的虚无特性这么特殊罢了。 比如朱刚烈和魔狼, 都是狂兽, 特性, 力量值正30%, 近战攻击力正15%, 受到伤害-10%, 烟魅的特性则是灵体, 能够漂浮在空气中, 移动速度正20%, 攻击速度正20%, 暴击率正10%, 每击杀一个人类加一灵魂普通特性的存在, 也决定了诡异往往比人类玩家强大很多, 可能是因为没有力量值的关系, 黑压的智力属性格外高, 没有经过任何强化, 一降临就是46点, 资质确实很强啊, 蒋炎心中嘖嘖称奇, 继续往下看去, 天赋, 虚灵之影, 能隐藏在黑暗, 隐隐之中, 移动速度正2000%, 禁止时与隐隐矛定, 法术攻击力正200%, 技能, 诅咒-1, 等级1, 造成每秒15%法术攻击力的伤害, 持续10秒, 消耗, 175点魔法值, 技能, 诅咒-死, 等级1, 两秒后造成法术攻击力100%的伤害, 消耗, 200点魔法值, 这个天赋也很厉害, 至于两个诅咒技能, 没什么特殊之处, 在商城里也能买到一模一样的, 但配合黑鸭的天赋和诡异特性, 能发挥出来的效果, 远超预期, 看过黑鸭的诡异面板之后, 姜炎立刻断定, 黑鸭是个很有潜力的远程法术输出, 绝对能补齐自己的团队短板, 你手里的11万, 准备怎么花? 姜炎摩擦着下巴, 开始指导黑鸭花钱, 这11万砸下去, 黑鸭的恐怖程度会立刻上升好几个层次, 一人一鸭商量了一会儿, 先将黑鸭的智力属性加到了100点, 然后又给黑鸭买了另外两个诅咒技能, 补齐了黑鸭的四个技能篮, 技能, 诅咒, 摔, 等级1, 降低目标10%移动速度和10%魔法抗性, 持续15秒, 消耗, 100点魔法值, 技能, 诅咒, 灭, 等级1, 造成200%法术攻击力的伤害, 并立刻结算目标所有持续性诅咒伤害, 消耗, 500点魔法值, 远程法术输出和近战物理伤害的风格迥然相逸, 战斗核心就是技能的释放, 补齐了四个技能的黑鸭, 甚至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技能循环, 起手释放衰, 灭, 灭循环释放, 同时保证衰的debuff不断档, 黑鸭给自己买了一个法商权杖, 一个夹血回篮指环作为基础装备, 然后将剩下的鸣币全部用来升级四个技能, 四个技能全部点到了六级, 总共花费64000鸣币, 加上属性和两件装备, 把江炎给的鸣币花了得干干净净, 随着黑鸭智力值的提升, 他在江炎玩家面板里提供的鸣币也变成了, 鸣币加279, 这点生命值基本全靠智力属性, 没什么装备和技能的支撑是个绝对意义上的脆皮法师, 江炎心中暗自叹息, 真是个不称职的印刷材料, 他和紫色宝箱加起来都没有猪钢猎印得多, 关键是还吃了这么多资源, 堪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鸣币黑洞, 这一趟江炎收获不小, 不光得到了35个宝箱, 还进一步补全了自己的团队短板宝箱里的普通资源, 对江炎而言不值一提, 拿回去也是丢在古玩街上卖, 隐藏资源中有几件是江炎比较看重的, 其中一件兽机回泄的戒指, 江炎分给了团队肉盾猪钢猎, 一把远程攻击几率附加恐惧效果的首母, 江炎给了燕妹, 还有一个攻击叠加攻速的隐藏被动技能, 江炎仔细思索后还是给了安晓星, 被动技能, 狂暴连击, 等级1, 每攻击一次提升1%攻击速度, 最高提升25%, 改变攻击目标则重置攻速, 安晓星接过江炎递来的技能卷轴, 都没看具体是什么, 直接选择了学习, 而后他压低声音说道, 江炎, 我刚刚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窥视我们, 第37章, 把东西吐出来, 在江炎的持续贯注下, 安晓星的敏捷属性也已经突破了100点, 耳聪目明被人偷看甚至还会有第6感警示, 江炎面色如常, 点头说道, 只是窥探的话不必理会, 先把狂暴连击点到十几, 江炎说着掏出了一叠叠冥币递给安晓星, 一共递了26次, 安晓星的明币余额也上涨了26万, 十几技能一共需要花费25万6千明币, 堪称天价, 即便是江炎也需要攒半分钟采购, 旁边的三头诡异, 跟着脖子, 瞪着眼睛目睹这场翘无声息的财富转移, 瞠目结舌, 朱刚烈和燕妹已经有些麻木了, 只是吞了吞口水, 无声中对老板娘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但黑鸭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事, 沙哑声音如同火烧屁股一样, 尖叫道, 你还有这么多名帝, 你, 你从哪来的这么多, 他还以为刚刚江炎买自己宝箱的十万, 已经把它榨干了, 才需要雇佣自己贴身保护, 可现在看来, 这个人类, 简直是富得流油啊, 江炎呵呵一笑, 伸手拍了拍黑鸭的头, 高深莫测的, 好好跟着老板我混, 未来前途光明, 安晓星昨天晚上已经深入了解过了江炎的天赋, 知道他的名币都是大风刮来的, 也不惊讶, 只是点七脚, 八机在江炎嘴唇上亲了一口, 带着甜蜜的笑容, 安晓星在自己玩家面板上连点十下, 将狂暴连击加到了十几, 这个技能商城里并没有, 属于只有宝箱中才会出现的隐藏资源, 对远程炮台而言是质变技能, 一级的技能强度就已经很强了, 十几之后, 技能变成了这个样子, 被动技能, 狂暴连击, 等级时, 每攻击一次提升5%攻击速度和1%攻击力, 最高叠加100层, 持续360秒,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江炎看着这个技能, 还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共是500%的攻速和100%的攻击力, 随着战斗过程不断涌现, 增幅程度堪称变态, 还没了切换目标重置的限制, 这还是江炎活了两次, 第一次亲眼见到十几技能, 疯狂课金带来的效果果然恐怖, 就连江炎自己, 都没有舍得将自己的四个光环技能点到十几, 如果团队中的诡异都在场, 江炎现在的理论铭币入账, 每秒钟有18628, 每小时就是6706800, 似乎点个实际技能非常轻松, 但江炎实际上的入账远没有这么理想, 他能安安心心满负荷印铭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离开古玩街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这期间的印刷材料只有烟魅和珠钢烈, 还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印, 整体印钞的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比起十几光环, 江炎更倾向于将铭币砸在自己的属性上, 属性在100-150点之间, 每一点需要一万明币, 而150-200点之间需要十万明币每点, 江炎三个属性全点, 总共需要1650万明币, 昨天的入账已经全部清空, 至于今天, 江炎的三项属性已经全部突破了200点, 每加一点需要一百万明币, 之前赶路的时候, 江炎顺手在自己的三项属性上乱点, 现在的属性是这样的, 玩家, 江炎, 属性, 力量, 244, 敏捷, 249, 智力, 241, 普通人平均值为5, 人类玩家的平均属性也就50点左右, 据说猎鬼局的十大猎神能勉强达到100点, 而现在, 才刚刚第一次诡异降临的第二天, 江炎的三项属性都逼近了250点的关口, 堪称超级无敌大变态, 如此变态的属性自然是有代价的, 所以, 江炎兜里的余额也并不是很充裕, 不过建设了安小星手里这个十级技能之后, 江炎终于决定, 自己应该把身上的四个光环都加到十级看看效果, 这四个光环之前都被江炎加到了七级, 但想要成为高贵的十级技能, 依旧需要付出22万4千名币的代价, 四个光环一共花了江炎近90万名币, 其其变成了十级技能, 被动技能, 你找光环, 等级时, 减少周围50米敌对单位55%移动速度, 每秒有25%几率令敌方单位陷入禁锢状态, 被动技能, 反击光环, 等级时, 50米范围内的所有友方单位受到近战攻击时, 反击200点伤害给攻击者, 对自己效果翻倍, 被动技能, 强击光环, 等级时, 为50米范围内的所有友方单位正55%攻击力, 对自己效果翻倍, 被动技能, 耐久光环, 等级时, 为50米范围内的所有友方单位正55%移动速度, 对自己效果翻倍, 除了你找光环外, 其他三个光环都出现了对自己效果翻倍的词条, 强击光环对江炎而言完全没有用, 耐久光环提升的速度也在江炎预料之中, 倒是这个反击光环的效果, 令江炎有些吃惊, 之前李明敲江炎那一棍子的时候, 他也被反击光环伤害到了, 不过只打掉了70点伤害, 江炎之前认为, 反击光环更适用于长时间缠斗情景下发挥作用, 可升到10级之后, 这个光环开始产生质变了, 400点近战反击伤害, 朱刚烈也只能打江炎十几拳就会被反击致死, 还不错, 江炎自语道, 不过没有安小心那个10级技能经验, 清点好这次的收获, 江炎拉着安小心向古玩街的方向折返而去, 这个安全区刚刚建立, 还需要多番照料才能渐渐步入正轨, 但刚刚走出一个街角, 江炎猛然停下了脚步, 前面四个人正手提棍棒, 满脸不善之色看着迎面走来的江炎和安小心, 背后也有杂乱的脚步声传出, 八个人从后面绕了出来, 堵住了退路, 一个光头上有龙形刺青的大汉, 手中铁棍直指江炎, 沉声说道, 小子, 你刚刚开了那么多箱子, 收获不少啊, 哥几个已经盯着那堆箱子很长时间了, 被你直接截胡, 还想这样一走了之, 把哥哥的东西吐出来, 不然, 你今天走不了了, 第38章, 蚊子再小也是肉, 江炎了然, 安小心之前说有人偷窥他们, 估计就是这帮家伙, 此时, 朱刚烈和燕妹都笼罩在迷雾中, 黑鸭站在江炎肩头, 就小小一只没什么威慑力, 这些人显然将江炎和安小心, 当成了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 尤其是, 看向安小心的目光中, 满是不佳掩饰的邪念, 其中意味, 任何一个男人都能看懂, 江炎深深看了一眼刺青男, 似笑非笑道, 你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去拿, 自己胆子小直胆在旁边看, 别人拿了你, 又急不可耐地跳出来, 无涌无谋, 真是可笑, 龙行刺青男被江炎对得面色骤变, 他昨天晚上就发现了那堆宝箱, 也派人去试探过, 但那个小弟下去没多久, 就直接一头栽倒在地, 死得不明不白, 事出反常必有妖, 龙行刺青男这帮人见状, 再没一个赶下去, 但又不甘心就此离去, 只能藏在附近, 眼巴巴看着那堆宝箱, 望眉止渴, 江炎下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但都以为江炎也会一模一样暴毙在下面, 但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江炎竟然一个个把那些宝箱全开了, 东西也尽数收入囊中, 刺青男一伙人理解不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他们绝不甘心, 眼睁睁看着这么肥美的一只鸭子飞走, 刺青男被江炎一句话对的破防, 暴怒道,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兄弟们, 先把那小妞儿拿下, 这小子如果不乖乖交出我们要的东西, 就在他面前将这小妞儿好好收拾一遍, 周围的大汉一个个都满身泥沉, 十分狼狈, 但此刻全部搓着手, 吟笑出声, 嘿嘿嘿嘿, 龙哥真是懂兄弟们, 就好这一口, 福钱木饭, 想想都爽, 听着他们的乌言晦语, 江炎笑了, 笑容无比森朗, 他从末世来, 见识过无数腥风血雨, 又怎么会在乎这几个网汉的命, 更别提, 他们敢对自己的女人出言不逊, 燕妹, 他们都交给你了, 江炎淡然说道, 燕妹的灵体特性, 能从每一个击杀中获得加益灵魂仆, 每个灵魂仆拥有一点生命值, 并且为燕妹提供加益攻击力和加益攻击速度, 自从跟了江炎, 燕妹杀人的机会就少得可怜, 这次的十二个人就全部归他了, 身旁迷雾之中传出了燕妹的声音, 是, 老板, 迷雾散开, 手提浩劫铁锤的燕妹, 悄然现出了身形, 哄, 一锤杂出, 距离安小兴最近的一个大汉, 头颅直接如西瓜一般爆碎, 负425, 燕妹的伤害并不高, 攻速也一般, 在团队里综合输出能力只排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印钞鸡江炎, 但眼前这些人力量属性都不超过十点, 加上装备支撑, 生命值也少得可怜, 在燕妹的铁锤下, 毫无生机, 眼见一头如此凶悍的诡异, 突然从虚无之中出现, 一锤子就砸死了一个兄弟, 龙哥等人顿时惊呆, 还活着的十一个人, 一时间目瞪口呆, 毛骨悚然, 不知所措, 这, 这什么东西, 从哪儿冒出来的诡异, 这诡异, 叫那小子什么, 燕妹却是不理会龙哥一群人的惊恐, 手中铁锤连连出击, 轰轰轰, 一连串闷想传出, 每一次都有一颗头颅硬声暴碎, 红白之物见洒一地, 课经接近十万名币的燕妹, 面对这些还没完全弄明白游戏规则的人类, 简直如同虎鹿羊群, 每一击都能收割一条人命, 血腥而残暴, 这十几个人被突然出现的恐怖诡异, 吓得心胆剧烈, 刚刚还摩拳擦掌, 吟笑连连的他们, 全部尖叫着, 开始逃命, 他们心中, 奇奇闪过骇然, 那个小子, 竟然拥有一头如此强大的诡异效力,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座鸟收散的一群人, 在一头敏捷, 已经开始向一百大关逼近的诡异面前, 他们的逃命速度实在太慢, 更别提, 还有江炎, 你找光环的减速效果, 很快, 一群人死的只剩下了一个龙哥, 那刺青龙哥早就被同伴的接连死亡, 吓得丢了活, 此时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连连对着江炎和燕妹扣手哀求, 声音惨媚至极, 别, 别杀我, 我知道, 错了, 我以后给您当狗, 留我一命, 留我一命, 我什么都能做, 真的, 我会的东西很多, 燕妹扭头, 看了一眼江炎, 江炎吐了的烟圈, 毫无表示, 燕妹便知道了老板的意思, 哄, 随着最后一声铁锤杂落的声音, 龙哥的脑袋轰然暴碎, 苦苦哀求戛然而止, 红白色的浓江泵射满地, 无头的尸体抽搐着倒闭在地, 绝望之中死去了, 燕妹带来的铭币收入, 也变成了这样, 铭币加3774, 铭币加70,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每秒加12铭币, 每小时就是43200, 四舍五入, 一天就能多应一个亿, 江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着安小新和三头诡异折返古玩间, 里面的人比他们离开之前更多了, 几乎已经到了魔尖接种的程度, 全部铺位都已经被机灵的人占据, 开始不断叫卖, 一副烟火示井气息渐渐复苏, 鼎盛集团之前摆摊充门面的那些人, 也在无声无息中一点点退去, 只将商品集中在几个摊位上, 剩下的摊位都让给了外人, 江炎扫了一眼, 发现这些人的铺位上, 售卖的东西都十分低廉, 几十几百名币的东西占据绝对的主流, 超过一千名币的东西都很少, 交易这种东西就算轮次很多, 古玩街也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但眼下的人类玩家手里都没什么名币, 自然也无法完成大宗交易, 秩序正在这个小打小闹的过程中快速成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古玩街也会渐渐走上正轨, 而其中蕴含的机遇和财富, 即便是江炎也不得不心动, 江炎在人群中看到了之前救出来的那五个女同学, 身处人群之中的她们似乎恢复了不少安全感, 江炎没有过多理会回到了自己的店面之中, 肩膀上的黑鸭急不可耐到, 我的宝箱呢? 我们说好的, 到了你的地盘, 你就让我开宝箱? 他一点都不想要江炎的一万月星, 他只想帮江炎开箱子, 开天亮的箱子, 江炎乐呵呵绕过桌子, 将紫色宝箱手脚塞回去, 盖上盖子, 拉出来之后对黑鸭说道, 按照我们的约定, 你今天可以开它三次, 看到这毫无破绽的紫色宝箱, 黑鸭心红的独眼之中兴奋的光芒爆射, 我靠, 老板, 你竟然没骗我, 真的有紫色宝箱? 太厉害了, 真是太厉害了, 嘶哑的声音在房间中回荡, 黑鸭化身一只阴影手臂, 一把掀开了紫色宝箱的盖子, 满怀气带道, 让我好好看看, 紫色宝箱里能出什么好宝贝? 话音未落, 紫色宝箱之中骤然亮起了一道锐光, 锋利的舌剑弹射而出, 贯穿了黑鸭化身的阴影手臂, 房间中死寂了一瞬间, 阴影手臂将立原地不知所措, 紫色宝箱发现自己没有打出半点伤害, 同样愣住我这是开出来个什么隐藏资源, 黑鸭呢喃自语, 十分纳闷, 还会动的, 第39章, 救救我, 江炎乐呵呵将紫色宝箱的舌头塞了回去, 盖子重新合拢, 对黑鸭说道, 今天还能开两次, 黑鸭, 不是, 你这紫色宝箱还能重复开的吗? 不愧是紫色宝箱, 逼格就是高, 咔, 黑鸭又一次满怀期待地拉开了紫色宝箱的盖子, 一双满怀优怨的目光从里面投出, 看着江炎一言不发, 感觉老板使用我的姿势有点奇怪, 黑鸭看着宝箱里面的那双眼睛, 沉吟道, 这是一件稀有装备吗? 真特殊啊, 江炎一压盖子, 将紫色宝箱再次合拢, 说道, 今天你还能开一次, 黑鸭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将醒将疑, 又咔的一声掀开了紫色宝箱的盖子, 你礼貌吗? 一双泛着金属光泽的紫色手臂从里面探出, 一把将自己的盖子关了起来, 完全自闭了, 听到这紫色宝箱竟然还会说话, 黑鸭目瞪口呆, 半赏之后才回过神来, 惊叫道, 这不是真的宝箱, 是个诡异, 你, 你骗我, 江炎在旁笑道, 没骗你啊, 这是紫色宝箱, 给你开了三次, 按照我们的合同, 你只负责开, 里面的资源全部归我, 所以对你而言没什么不同, 你享受的, 只是开宝箱的那个过程, 不是吗? 黑鸭陷入了长长久久的沉默之中, 他感觉江炎占领了智商的高地, 在玩弄没读过什么书的自己, 但仔细想想, 似乎他说的还有两分道理, 就算这紫色宝箱是真的, 里面开出什么来也和黑鸭没关系, 所以它是真的假的无足轻重, 只要翻盖子的手感是真的就可以了, 这个逻辑对鬼异而言十分新鲜, 猛烈冲击着黑鸭的思维, 但对江炎而言, 这逻辑太熟悉了, 这不就和用飞机背, 硅胶娃娃满足自己无边性幻想的小处宅男一模一样吗? 我知道它是假的, 但我假装它是真的, 思考了很久, 黑鸭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 转而问道, 那剩下的十个宝箱呢? 不会也是假的吧? 江炎笑道, 剩下的十个品质不限, 都是真的, 晚上回去的时候给你开, 刚刚回来的路上, 江炎已经给安保圣打过了电话, 要求他把挖宝天赋挖出来的宝箱都留着, 晚上自己回去的时候替他开启, 里面的东西分文不取, 虽然这个要求有点奇怪, 但安保圣没问什么, 痛快答应了, 不过这并不是江炎的全部计划, 黑鸭这个诡异, 如此热衷于开宝箱, 不派他出去满大街扫箱子, 简直是对不起他这个怪癖, 他简直就是能预报宝箱刷新位置的紫色宝箱, 最好的搭档。 自从被江炎的滔天魅力折服, 决定跟随江炎之后, 紫色宝箱时不时就会为江炎播报即将刷新的宝箱位置, 不过江炎手头一直有事情忙, 而且专门跑出去找个蓝色, 绿色, 甚至品质更低的白色宝箱开, 对能印钞的江炎而言, 完全就是负收益。 现在有了黑鸭, 古玩街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江炎计划组建一支宝箱探索小队, 跟着紫色宝箱的指引在南斗区域中收集宝箱。 至于人手, 肯定是从鼎盛集团里耗, 江炎只需要派出黑鸭尽可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样一来, 黑鸭可以爽开宝箱, 鼎盛集团可以获得宝箱中的普通资源, 而江炎能获得宝箱中的隐藏资源, 一举三得。 安保圣亲手组建出来的识人探索小队, 很快就抵达了古玩街, 江炎亲自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就让黑鸭藏匿于一个人的影子之中, 跟随他们一同行动。 江炎一点都不担心黑鸭的安全, 虽然这头诡异名义上是个脆皮法师, 但他实际上的死亡难度极高。 至于探索小队中的其他人类, 死亡几率是存在的, 毕竟偌大一个难兜, 谁也不知道藏匿着什么强大的诡异。 江炎专门叮嘱过安保圣, 不要将真正的心腹放在探索小队里。 目送探索小队离开古玩街, 江炎转身正准备回到自己的店面, 一个惊恐慌张的声音从远处街角传来。 救命啊! 快救救我! 有诡异在追杀我! 救我! 我身上有隐藏光环技能, 别让他杀了我。 听到呼救, 古玩街中的人起起涌向街口看热闹, 但半步都不愿意踏出古玩街的范围。 这人距离古玩街还有数百米, 可在他背后, 那不断追击的诡异只有十米之遥。 那诡异是个人形, 身高三米, 肤色轻灰, 浑身肌肉囚结, 头上有一个嗅疾斑斑的铁筒罩住。 手中提着一把满是血迹的大砍刀, 每一步走出地面都会颤抖一下, 十分凶狂。 江炎扫了一眼, 就知道这人被杀死之前肯定逃不进来。 他已经历劫了, 气喘如牛, 汗出如僵, 嘴角还有白墨子不断往外喷剑, 浑身上下的戾气都已经被榨干, 只剩下求生的欲望驱使他继续前进。 而后面的砍刀诡异, 明显是个力量路线的, 速度并不快, 耐力却远超普通人类。 江炎淡淡说道, 开枪杀了那诡异。 如果不管这男人, 诡异杀了他, 肯定会继续杀向古玩街, 索性直接打死诡异, 还能看看男人手里所谓的隐藏光环是什么东西。 江炎身上的四个光环技能都已经十几, 如果有合适的第五光环, 对江炎而言是不小的提升。 安小心应了一声, 端起雷霆巴雷特。 看到这把枪的瞬间, 古玩街的人们齐齐后退, 双手捂住了耳朵。 这把枪的威视之恐怖, 哪怕只是听到枪鸣, 都有一种震耳欲聋的痛感。 哄! 枪口电光炸响, 银制子弹撕裂空气, 瞬间洞穿了那砍刀诡异头上的铁筒暴击。 -6158 玩家安小心击杀诡异, 贡献度, 100% 铭币加9124 装备 燃血砍刀, 武器, 装备, 杀戮吊坠, 饰品, 物品, 凝固的未知血液。 砍刀诡异身体一顿, 如同木桩一般, 仰面跌倒在地, 溅起一片尘埃。 第四十章 第五光环, 庇护, 那男人被枪声吓了个哆嗦, 看到诡异暴毙之后狂喜, 跌跌撞撞向古玩街跑去。 -谢谢, 太感谢您了。 好人一生平安。 江炎淡淡笑道, 这里是安全区, 逃到这里, 你就安全了。 不论多强的诡异, 都无法接近古玩街。 另外, 我对光环很有兴趣, 希望看看你手中的隐藏光环。 江炎依稀还记得这个男人, 是第一批进入古玩街的人之一。 不过这个男人显然不是懦弱的类型, 并未一直涩缩在安全区中, 反而以古玩街为核心, 在周围不断探索更多的资源。 这是非常明智的决策, 不论在什么环境中, 资源永远是生存的最核心要素。 这些缩在古玩街里不敢出去的人, 正在每时每刻丧失变强的资本, 一天两天也许看不出什么区别, 但时间一长, 就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成为了新秩序中的最底层, 再难以翻身。 对这种慢性死亡的节奏, 江炎可太熟悉了, 上辈子的他就是这样一步步落后的。 第一次诡异降临的生存难度还不是太大, 如果无法快速积累资源, 以后获得资源的机会就越发渺茫。 一旦落入此等懦弱陷阱之中, 死亡就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男人虽然遇到了危险, 差点死掉, 但是他赌赢了。 听到江炎的话, 男人掏出来一个光环技能卷轴, 被动技能, 庇护光环, 等级一, 增加周围5米有方单位, 10%护价和生命值, 售价, 500名币。 看到这个庇护光环, 江炎眼中光芒一闪, 断然说道。 我要了, 你开个架吧。 这是一个隐藏的光环技能, 商城之中并没有出售, 后面虽然有500名币的标价, 但只是提供了升级价格的标准。 这个光环的效果很强, 但对普通人类玩家而言, 强度有限。 因为光环类被动技能的特性, 更多趋向于团队增益, 在前期生存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单体增益 更加显著的单体技能。 也就江炎这种不能主动攻击的印钞机, 会选择一身光环技能的奇葩技能组合了。 而且对于江炎而言, 增加有方单位生命值的庇护光环 有别样的意义。 有方诡异生命更高, 印的钱自然也就更多了。 这个光环, 江炎势在必得。 男人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我也不知道能卖多少, 本来想卖3000试试的, 但你救了我的命。 我2000卖给你, 可以吗? 江炎笑了一下, 掏出了5000名币, 递给男人, 说道。 我出5000, 保护你不是勤奋, 是安全区的规则。 男人面色狂喜, 接过了江炎手里的名币, 连声道歉。 以现在的玩家经济生态, 庇护光环如果放在古玩街的地摊上卖, 超过1500名币都很难。 江炎给出的5000名币, 已经足够有诚意了。 这么多名币在手, 此人堪称梦幻开局。 当然, 和江炎的变态开局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拿到这个光环卷轴, 江炎先花费10万名币, 从商城里买了一个技能栏拓展宝石, 开了自己的第5个技能槽, 这才成功将庇护光环纳入为自己的第5光环。 又花了256000名币, 江炎才将庇护光环点到了10级。 被动技能, 庇护光环, 等级时, 增加周围50米有方单位, 55%护甲和生命值, 对自己效果翻倍。 哦哦哦哦哦, 江炎心中暗自振奋, 印钞效率正55%, 可惜不能拿自己印钞, 否则这个光环的含金量还会更高。 爽过之后, 江炎无意中看到了第二枚技能栏拓展宝石的价格, 竟然从原本的10万名币, 变成了现在的100万名币。 好家伙, 这东西本来就贵得离谱, 第二个竟然还要再翻10倍, 而且全是灵魂绑定状态。 难怪江炎上辈子只听说过有5个技能的玩家, 从未听说过6个技能的存在。 不过, 对江炎而言, 100万名币也无足轻重, 现在只能让江炎随手加一点属性罢了。 江炎随手买下了第二枚宝石, 将自己的技能栏变成了6个。 商城中, 第三枚扩展宝石的价格也随之变成了1000万名币。 这个价格对江炎而言就有点昂贵了, 江炎暂时选择了无视, 他连自己的第6个光环点什么都还没决定好, 对第7个技能栏暂时没有任何需求。 先不着急补全第6光环, 也许过段时间就有人像刚刚一样 带着隐藏光环卷轴来古玩街贩卖了。 这才是江炎真正看中这个安全区的原因。 以他的变态财力, 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 就绝对能买到手。 只要古玩街的交易规模持续提升, 终有一日这里会变成江炎的聚宝盆。 而所有在古玩街中寻求交易的玩家, 本质上都是在给江炎一个人打工。 张小虎脚步匆匆走到江炎身后, 压低声音说道, 江哥, 来了一伙人, 他们不太对劲, 我看可能是来砸场子的。 江炎微微皱眉, 带我去看看。 他很相信张小虎的判断, 此人是安保圣的心腹, 曾经帮安保圣看过很多场子, 在鼎盛集团内也是独当一面的存在, 眼力不俗。 但当江炎看到张小虎指出的一群人之时, 却是双目瞳孔一缩, 脸上的神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这伙人一共五个, 分散在古玩街的一片区域中, 看似毫无关系, 实则彼此距离都不太远, 互相守望, 很有纪律性, 他们的穿着都很破烂, 但仔细观察的话, 这些破烂的衣服, 恐怕是故意抬剪成破烂模样的, 上面全是剪刀造成的破损, 而不是在慌张逃窜时候, 因为各种意外造成的。 这五个人, 表面上只是随意逛街, 挑选商品, 享受古玩街的庇护。 但他们的目光却并不安分, 时不时会装作不经意间, 打量古玩街的各处角落布置, 人手情况, 第41章, 猎鬼局的试探 现身古玩街的这五个人中, 有一个江炎认识, 是在南兜猎鬼局分局中地位很高的一位队长, 没记错的话, 他叫陈海川。 猎鬼局? 张小虎疑惑问道, 是什么来头? 江炎解释道, 是官方对抗鬼异的组织, 介于军警之间, 之前专门处理稀少的鬼异事件, 名声不鲜。 拥有上一世经验的江炎知道, 鬼异并不是突然出现的。 实际上, 在大规模降临之前, 鬼异就已经进入了官方的视野, 并且早在几十年前就组建了猎鬼局。 但那时候的鬼异出现频率极低, 大约每年十次左右, 在弱大的神州境内堪称极稀有, 绝大多数普通人究其一生都无法碰到。 海量鬼异突然降临的现在, 拥有丰富经验的猎鬼局, 才真正走入了大众视野之中, 并且在很多城市, 秘境之中都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听到这话, 张小虎的面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咬着牙道。 条子! 江哥, 我们做了他们! 说着, 张小虎用手比划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他跟着安保圣这些年, 对条子这种角色有着天然的忌惮, 尤其是这种暗中潜伏在自己地盘的条子, 第一反应就是与之对抗。 江言没好气瞪了张小虎一眼, 赤道, 胡闹, 脑袋清醒一点, 之前你们是老鼠, 人家是猫, 现在, 整个神州就只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鬼异, 张小虎被江言训得哑口无言, 仔细想想, 局面还真是和江言所说一般无二。 他深吸口气, 说道, 江哥, 你眼光独了而长远, 我佩服。 可是, 张小虎皱眉说道, 这些猎鬼局的人会眼睁睁看着我们经营古玩街吗? 江言笑了笑, 说道, 他们应该不会阻拦的, 甚至可能会和我们发展协作关系。 就和我刚刚说的一样, 猎鬼局的人也清楚, 人类现在必须团结起来。 好了, 不要理会他们, 愿意看就让他们多看看。 江言走回了自己的店里, 坐在紫色宝箱上安静硬抄他估计, 猎鬼局的人很快就会来自己店里试探了。 果然, 大约二十分钟后, 那位名叫陈海川的猎鬼局队长就走入了江言的店铺之中。 跨入店门的瞬间, 面容坚毅的中年大胡子队长, 脚步便猛然一蹲。 他的身体骤然僵硬, 双眼也紧缩如同针尖大小, 仿佛看到了什么异常恐怖的东西。 这小小一个房间中, 竟然有四头诡异的气息。 万万没有想到, 在一个有如此多人类聚集的安全区中, 自己竟然会突然被诡异给包围。 陈海川的目光, 飞速在江言屁股底下的紫色宝箱上掠过, 又看了一眼坐在最后面打瞌睡的安小星。 两个人行, 一个宝箱。 这才三头诡异, 还有一头呢。 陈海川浑然没有发觉, 在他背后半米处, 一团看不到的迷雾之中, 燕妹, 朱刚烈和魔狼的目光, 齐齐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陈海川心中一凸, 暗自惊觉道, 不行, 不能再看了, 眼下局面虽然奇怪, 但还算可控, 我未必会受到攻击, 但要是让眼前的诡异, 察觉到我发现了他们, 可能就不会让我活着, 离开了。 一滴冷汗, 顺着这位猎鬼局队长的病脚低落, 他身体僵硬的状态, 只持续了一瞬间。 强大的心理素质, 令陈海川立刻恢复了正常, 都是此人内心的滔天巨浪。 江岩饶有兴趣看着陈海川, 抽了一口就咽斗, 平静问道,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听着江岩的声音, 陈海川浑身的汗毛, 不受控制地跟跟竖了起来。 第一次听诡异说话, 这么像人, 眼前这头诡异, 简直和人类一般无二, 这也太诡异了。 他隐晦地咽了口唾沫, 旋即扬起了一个爽朗的笑容, 说道, 我看您这边有贷款的业务, 我需要一些明币, 50%就是江岩能通过诡异合同 获得的最高抵押价值, 一旦超过了这个数目, 贷款者只要死了, 江岩就亏本了。 一边说着, 江岩拿出了一张诡异的合同, 递给了陈海川。 他仔细看过了合同的条款, 眼神闪动, 而后问道, 如果我有不属于系统商城的精良装备, 可以作为贷款抵押物, 或者直接出售给您吗? 江岩又抽了一口就咽斗, 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缓缓点头道, 可以的。 陈海川从背后摸出了一个弹夹, 将里面的子弹一枚没退了出来。 弹头竟然全是银制的, 一共有十枚都不是系统商城里卖的, 而是人类制作的。 看样子, 猎鬼局早就已经掌握了 银制子弹能翻倍杀伤诡异的性质, 背靠神舟的庞大工业体系。 猎鬼局自然也不需要从系统商城里 购置这种消耗品, 和普通人类玩家相比, 天然拥有着巨大的资源优势。 至于现在, 需要大量人口劳动的军工业 自然已经停摆, 但留下的巨大库存 依旧能让猎鬼局支撑很长一段时间。 将十枚银制子弹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下, 江炎汗手说道, 一枚八十名币。 江炎说着, 递出了八张金灿灿的名币。 陈海川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却不敢表露出来。 竟然能换到八十名币, 这太值了。 系统商城出售的银制子弹是一百名币一枚, 自己手里的银制子弹虽然也能造成翻倍的杀伤, 可单论品质比不上商城出品, 射速和射程都偏弱一些。 此外还要计算对方的盈利空间, 陈海川本来没抱什么希望。 江炎自然也不亏, 不光安小心需要银制子弹, 就连鼎盛集团的其他人也需要。 我想贷款两万名币。 陈海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突然开口说道, 第四十二章, 店里可能是禁忌。 在陈海川看来, 贷款两万名币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一来金额太高, 一旦被面前的诡异拒绝, 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二来需要展示自己的全身装备, 一旦面前的诡异从自己身上感觉到了威胁, 也可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不论怎么盘算, 死亡率都很高。 但, 作为队长, 他该有自己的担当。 如果这个地方当真如此凶险, 他宁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示警, 接下来这条古玩街就是猎鬼局剿灭行动的重中之重。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饶有兴趣说道, 那就请你展示一下身上的装备吧。 陈海川一件件装备展示给江炎, 一共有七件装备, 每一件售价都在六千名币左右, 总价已经超过了四万名币。 这一套装备, 哪怕是放在江炎上辈子死的时候, 也堪称豪华。 放在现在, 诡异降临的第二天, 简直是有些变态。 当然, 其变态程度如果和江炎比的话, 还是小屋见大屋。 江炎现在购买东西, 已经很少考虑性价比了, 直接往最贵的上面靠拢。 但陈海川这一身装备, 堪称将性价比发挥到了极致。 不算武器, 人身上总共就只有八个装备栏, 分别是饰品, 鞋子, 戒指, 衣服, 裤子, 护腕, 项链和帽子。 江炎和安小星现在还有好几个装备栏是空着的, 主要是没感觉到什么生存压力, 所以非常随性。 而陈海川这种配置, 才是真正面对巨大的压力, 将每一分潜力都压榨出来的表现。 对他这一身装备, 江炎并不意外。 虽然南斗的诡异远远没有被肃清, 但从昨天降临开始, 陈海川这些猎鬼局的猎手, 恐怕就一直处于高猎度的战斗之中, 尽可能绞杀着南斗的诡异。 诡异少一个, 人类生机就会旺盛一分被摧毁的秩序, 也会恢复一分高猎度的战斗之下, 猎鬼局的人只要没死, 身家自然是不菲的。 与之相比, 普通人类玩家大部分都在逃命, 挣扎求存, 从泥土里刨食而吃, 当然穷得叮当响。 陈海川屏息名神, 双眼紧盯着江炎的一举一动, 紧张之色已经无法掩饰了。 被眼前这个一直抽烟斗的诡异, 看到自己如此精良的装备,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令陈海川错愕的是, 江炎表情淡漠, 毫无波澜。 啪! 两叠金灿灿的铭币 被江炎放在了桌上, 淡淡说道, 成交! 陈海川看着桌上那两万铭币, 瞳孔颤了颤, 这个诡异, 竟然真的给自己贷款了。 两万铭币, 就这么到手了。 陈海川将两万铭币拿了回来, 手掌止不住地颤抖。 那我, 走了。 离开的时候, 陈海川十分戒备, 几乎是倒退着走出去的, 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 江炎被怪帽子阴影笼罩得半张脸。 江炎也一直平静看着她,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呼! 呼! 陈海川跌坐在古玩街一个角落里, 重重喘着粗气, 额间挂满了大滴大滴的冷汗, 手脚冰冷, 浑身肌肉都在麻木之中站立。 呼! 她重重吞了口唾沫, 满脸结厚余生。 我竟然, 真的从那间可怕的店铺里, 走出来了。 陈海川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四头诡异环四, 英秀的女子十分担心地扶住陈海川的胳膊, 蹲在她身旁, 急忙问道。 哥!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受伤了吗? 陈海川摇头道, 没有受伤。 里面的诡异很吓人, 但似乎攻击性很弱。 我没吃什么亏, 甚至拿了两万明币的好处。 女子顿时一愣, 疑惑问道。 从诡异手里, 拿了两万明币的好处。 在猎鬼局里, 当了这么多年猎人,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离谱的事情。 召集了所有猎鬼小队成员, 五个人聚在小角落里, 陈海川用最低的声音说道, 里面的诡异似乎不会对普通人倾一下杀手, 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定的击杀规则。 听到这话, 其余四个猎鬼局成员的面色, 齐齐一变。 击杀规则? 其中一个成员脸上冒出了白毛汗, 声音颤抖道。 这不是传说中禁忌才有的东西吗? 古玩接着店铺里面, 藏着一个禁忌。 所谓的禁忌, 是指强大到了某种程度的诡异。 按照猎鬼局之前收集的信息, 足够强大的诡异会在某个时刻拥有禁忌的规则。 满足了这个规则的人类会被无差别屠杀掉, 几乎没有人能幸存。 没满足该规则的人类则不会被攻击。 比如, 视野范围内的人类不能背对该禁忌, 否则会被击杀猎鬼局从组建到鬼异降临之前, 一共面对过五头禁忌, 封印了其中三头, 驱逐了其中两头。 这些禁忌无一例外都让猎鬼局和神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古玩街里如果珍藏着一头禁忌, 难得的下场可能无比凄惨, 甚至会被这头禁忌直接抹去。 哥, 我们怎么办? 英秀女子看着陈海川, 声音同样颤抖了起来。 我们五个能封印一头禁忌吗? 陈海川断然摇头道, 绝无机会。 按照之前的经验, 想要对抗一头禁忌, 创造封印机会, 至少需要一百名猎人协同作战。 我们只能先给他归档, 请求总部的支援。 在这之前, 你们可以重复我刚刚的步骤, 从里面那头诡异手里, 尝试贷款一些民币出来。 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 贷款这种超前消费, 甚至是百利无一害的策略。 那点利息, 以猎鬼局的战斗猎毒, 偿还毫无问题。 但多出来的两万民币, 却能让他们的实力产生质变。 陈海川将自己进入那店铺之后, 所有的行为事无巨细讲了三遍。 陈生说道, 都记住了, 进去之后, 一步都不能错。 一旦你们不小心触发了他未知的击杀规则, 你们就再也出不来了。 英秀女子率先起身, 满脸誓死如归, 说道, 那我第二个去。 第43章, 这一下死定了。 店铺之中, 姜岩坐在紫色宝箱上, 单手脱腮, 当一个安静的美印钞机。 明币加5850, 明币加109, 明币加7860, 明币加3830, 明币加7711。 有了庇护光环的55%生命值加成后, 姜岩现在的每秒明币入账, 已经达到了25360。 这还是黑鸭出去找宝箱的情况下, 否则还能更高。 姜岩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心中暗自盘算。 就在刚刚, 他将自己的三项属性全部加到了250点。 250点之后, 每一点属性都需要1000万明币。 姜岩则舌, 自语道。 越来越离谱了, 1000万一点属性, 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普通玩家恐怕活到诡异降临二三十次, 属性都无法突破200点吧, 更别提250点了。 继续加属性的收益变得非常低了, 先停在250点的关卡上吧。 姜岩暗自盘算, 距离南多的第一个秘境开启, 还有两天时间。 这个秘境我必须要去, 不然等到南多这些人倾脚秘境失败, 里面的斩命灵桶跑出来, 即便是我也会有被禁忌杀死的危险。 先把我的隐秘黑鸭套装买七圈, 升升级, 然后该开始攒一些钱了。 没记错的话, 秘境之中要用到钱的地方有很多。 一个秘境准备十个亿, 应该够用了。 就算不够用, 我也能在秘境里现场印钞, 毕竟秘境里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诡异。 以姜岩现在的印钞速度, 只要安安静静在店铺里坐上12个小时, 就能攒期十个亿了。 姜岩随手从商城里, 将诡异黑鸭套装剩下的五件装备, 全部买了出来。 装备, 隐秘黑鸭的法语件, 隐秘黑鸭套装衣8可升级, 提升自身1000点魔法和10%魔法伤害,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3万明币, 装备, 隐秘黑鸭的黑鸭衣, 隐秘黑鸭套装衣8可升级, 提升自身100点护甲值和15%魔法抗性,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10万明币, 装备, 隐秘黑鸭的黑鸭库, 隐秘黑鸭套装衣8可升级, 提升自身100点护甲值和5%移动速度,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7万明币, 装备, 隐秘黑鸭的鬼鸭套装衣8可升级, 提升自身10%施法速度和10点秒魔法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4万明币, 装备, 隐秘黑鸭的鬼鸭鸭, 隐秘黑鸭套装衣8可升级, 提升自身100点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 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售价4万明币, 凑齐8件套之后, 隐秘黑鸭套装的三个特效全部显现了出来, 三件套, 鸭形, 移动速度正15%, 处于移动状态时降低注视者10点理智, 五件套, 鬼术之王, 造成的法术伤害正20%, 受到的法术伤害负20%, 七件套, 星红阵暴, 目光对视时, 理智降低翻倍造成心灵阵暴效果持续5秒, 这个七件套的效果令江炎十分意外, 他选择隐秘黑鸭套装的原因, 就是看中这个套装降低理智的效果, 也许一件装备效果不明显, 但八件装备加起来, 一共降低80点理智, 如果再加上三件套的效果, 鸭形能达到90%, 非常可观, 隐秘黑鸭是系统商城中唯一能够降低理智的套装, 而理智大量降低的后果, 上辈子江炎也略有耳闻, 应用范围很广, 有时候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尤其是招揽诡异的时候, 那些鬼东西的理智本来就低, 被隐秘黑鸭套装再减八九十, 就更容易了, 江炎仔细思考了一会儿, 本来准备在朱刚烈身上试试星红震报, 可他刚刚抬起目光, 却冷不丁看到, 一个十分英秀的女子, 满脸紧张之色, 走入了店铺之中, 四目相对, 陈宇柔刚刚走入店铺之中, 迎面就看到一双幽冷的眸子, 从那低垂的怪貌眼下, 看向了自己, 目光交接的刹那, 陈宇柔只感觉那双眼睛瞬间变得心红可怖, 散发着震慑心灵的伪力, 直接夺取了陈宇柔的全部理智在陈宇柔眼中, 那坐在紫色宝箱上, 浑身笼罩一片阴影之中的诡异, 就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东西, 我必须杀了他, 否则我就死定了, 陈宇柔脑中这个念头电闪而过, 还没等他审慎思考, 身体已经做出了反应, 蹭, 一把长刀出鞘, 负一, 陈宇柔身上随之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四百, 感受到反伤光环造成的伤害和痛感, 陈宇柔越发恐惧, 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立刻又斩出了第二刀, 江炎一个闪身躲过了陈宇柔的第二刀, 这姑娘是个敏捷路线的, 攻速快血量低, 简直是反伤光环最喜欢的敌人, 星红震报的五秒钟时间, 完全够这姑娘死在江炎身上三四次的, 这可是自己的客户, 签贷款合同之前不能死, 尤其是不能死在自己店里, 不然以后谁还敢来, 江炎连连闪过陈宇柔的攻击, 五秒之后, 星红震报的效果终于结束, 陈宇柔煮着刀半跪在地, 大口喘息, 眼中满是恐惧, 整个人都筛糠一般颤抖着, 我, 我刚刚干了些什么, 我追着一头禁忌狂砍了好几刀, 这一下死定了, 就在陈宇柔浑身冷汗, 眼前已经开始闪过自己太奶背影的时候, 江炎平静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中, 小姐, 需要什么业务吗? 陈宇柔身躯颤抖, 不可置信地抬头, 发现那头浑身笼罩在阴影之中的禁忌, 竟然又一次坐回了紫色宝箱上, 低垂的怪帽子, 遮住了江炎的目光, 就烟斗中腾起鸟鸟青烟, 越发给她增加了两分神秘感, 理智, 在注视间, 开始降低, 陈宇柔阴纯微张, 满脸呆滞, 不可置信地泥喃道, 不会吧, 这都没有触发她的击杀规则, 江炎余光看到这姑娘跪在地上发呆, 微微皱眉, 追问道, 小姐, 你还好吗? 听到她低沉的声音, 陈宇柔打了个哆嗦, 尿都差点下出来两滴, 这个禁忌说话真的很像人, 第44章, 不可直视禁忌, 我, 我来贷款, 陈宇柔哆哆嗦嗦拄着刀站了起来, 开始严格遵循陈海川指导的步骤, 他还不想死, 虽然刚刚情况非常失控, 但既然还没有触发这个禁忌的击杀规则, 那一切还有挽回的可能, 江炎汉手递出了一张诡异的合同, 开始走贷款流程, 短短几分钟, 两万明币就被江炎放到了陈宇柔手中, 但对陈宇柔而言, 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 每一秒都是生于死的天前, 冷汉净透了他身上的衣衫, 异地晶莹, 顺着他的鼻头落下, 陈宇柔小心翼翼接住了这滴冷汗, 生怕滴水声会满足面前这禁忌的击杀规则拿到冥币, 陈宇柔颤声说道, 谢谢, 他一秒钟都不敢多呆, 学着陈海川的姿势到退出了店铺, 从始至终没有将自己的背影暴露给江炎, 退出机密距离, 陈宇柔再也支撑不住, 一屁股坐倒在了熙熙攘攘的古玩街上, 引起了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等候在一旁的陈海川, 七手八脚将陈宇柔拖到了角落里, 紧张问道, 怎么样了, 拿到贷款了吗? 陈宇柔重重吞了口唾沫, 笑得比哭都难看, 拿到了, 也是两万, 不光这样, 我还砍了他一刀, 听到这话, 陈海川等人齐齐一呆, 什么? 陈海川失声惊呼, 你, 砍了那个禁忌一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海川目自欲裂, 感觉自己快疯了, 一向聪明的妹妹, 怎么会在一头恐怖禁忌的面前, 做出如此离谱的行为, 贸然攻击一头禁忌产生的后果, 很可能是整个难兜都承受不起的, 陈宇柔打着哆嗦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和他四目相对,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就好像我必须杀了他, 才能活下来, 然后我就抽刀, 砍了他一下, 听陈宇柔将店铺中的事情细细讲述一遍, 陈海川和其余猎人都感觉一阵阵寒一袭上心头, 心跳都仿佛被冻结了, 一刀砍在那禁忌头上, 只掉了一滴血, 然后反伤了陈宇柔四百, 要知道, 陈宇柔现在也就八百多点生命值, 只够砍三刀, 他自己就会被反伤致死, 一个猎人低声嘻喃道, 这也太恐怖了, 旁边另一人呢呢道, 禁忌, 这绝对是禁忌, 普通的诡异,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表现, 陈海川擦了一把额尖的冷汗, 难以置信问道, 你直接攻击了他, 都没有触发那禁忌的击杀规则吗? 陈宇柔笑得比哭都难看, 摇头说道, 没有, 那东西就一直坐在他的紫色宝箱上, 除了一开始就没拿正眼看过我, 就好像我在他眼中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 而且他和你描述的有点不太一样, 整个人都笼罩在一层浅淡的黑色雾气之中, 看不真切, 似乎根本不存在, 那种四真四幻的感觉, 真的, 太恐怖了, 这几个猎人哪里会意识到, 陈海川离开之后, 姜岩把自己的隐秘黑鸭套装补齐了, 八件套自然会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听到这话, 陈海川沉默了很长时间, 难道说, 古玩街的这个禁忌, 还在不断成长净化, 他净化的养料, 该不会是我们从他手里借走的冥币吧, 或者, 是他接触过的活人数量, 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没有对古玩街的这些人下杀手各种惊悚的猜测, 在陈海川脑中盘旋不休, 队长, 我们还进去借钱吗? 一个猎人颤颤巍巍问道, 陈海川咬了咬牙, 说道, 去, 我们两个都没事, 你们进去借钱也不会有事的, 就算他是依靠我们借钱来成长的禁忌, 我们也只能引阵止渴了, 南兜的倾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两万民币对我们的助力不可忽视, 陈宇柔也冷静了下来, 点头说道, 对, 哪怕我们都不去借钱, 这古玩街这么多人总会去借钱的, 所幸我们也借, 先保证自己的存活, 那猎人迟疑说道, 要不我们把古玩街封锁了, 这样他就不会继续成长, 我们后续处理起来难度也会低很多, 陈海川恨铁不成钢, 一巴掌拍在了这个猎人的头上, 低声怒骂道, 你想死是吗? 里面那禁忌只是没杀人, 不代表他不会杀人, 他营造起一个安全区定然锁图甚大, 我们给他封锁了, 他不出来打死我们真就见鬼了, 快进去借钱, 然后我们离开这里, 继续倾脚工作, 等到总局支援的猎人大队抵达, 再说怎么处理这头禁忌, 记住了, 这次不可知识禁忌, 剩下的三个猎人, 也依次进入了江炎的店铺, 走了一遍贷款流程, 他们三个全程盯着江炎的脚尖, 根本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严格遵循着江炎, 轮到最后一个猎人, 他刚刚伸出双手, 颤颤巍巍从江炎手中接过冥币, 低垂的双目忽然之间看到, 江炎屁股下坐着的紫色宝箱表面, 忽然浮现了一张鬼脸, 那鬼脸直勾勾盯着这个猎人, 而后咧嘴对他笑了一下, 还伸出了紫红色的尖利舌头, 十分贪婪地舔尸了一下嘴唇, 妈呀, 猎人吓得魂飞魄散, 亡魂大帽, 下意识扭头狂奔, 跑出店铺大门, 被外面阳光一照, 这猎人才回过神来, 旋即如坠冰枯, 糟了, 我在禁忌面前漏背了, 还快速奔跑了, 完了完了, 肯定触发击杀规则了, 这猎人将在原地, 仿若石雕, 一动不动, 别过来, 他瞳孔紧缩如针尖, 对周围聚集的陈海川四人颤声说道, 我, 我可能死了, 把抚恤金给我妈, 照顾好他, 猎人眼中绝望的泪水, 夺矿而出, 一秒钟过去了, 十秒钟过去了, 无事发生, 陈海川叼着根烟, 满脸纳闷, 自语道, 这个禁忌的击杀规则, 到底是什么, 第四十五章, 想做你的女人, 背对, 奔跑, 都是很常见的禁忌击杀规则, 这都能不触发击杀, 是陈海川万万没有想到的, 古玩街里的这个禁忌, 多少有点古怪了, 陈海川沉音片刻, 说道, 雨柔, 你留下观察这个店铺, 其他人和我回去, 给这个禁忌规刀, 禁忌编号, 006, 名称, 鬼嚎, 击杀规则, 未知, 外表, 端坐于紫色宝箱之上的年轻男子, 浑身笼罩诡异的黑烟, 面容难以辨别, 拟人程度, 极高, 注意, 不可与之对视, 身旁鬼一环似, 拥有大量冥币, 喜欢做生意, 攻击欲望弱, 这个禁忌档案并不长, 但当陈海川将之上传到猎鬼局内网的时候, 只过了短短三秒钟, 就有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海川, 和我仔细说说, 你刚刚上传的这个禁忌006, 是, 局长, 陈海川点了点头, 将自己在古玩街中的所见所闻, 事无巨细, 全部讲了一遍, 猎鬼局局长沉默了几秒钟, 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前往支援山城, 赤城, 新城的猎人会直接转向池原南都, 共计76人, 配合南都猎鬼分局存活的27人, 协同作战, 由你指挥, 封印禁忌006, 请准备好黄金关, 做好接印, 嘟嘟嘟, 陈海川精神一震, 支援来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快, 玄机他心中又有些沉重, 山城, 赤城和新城, 这三座城的猎鬼分局, 已经被打残了, 总局才会派出这么多猎人池原过去, 现在因为南都的禁忌006, 这三座城的支援都转向来了南都, 三座城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 生机越发渺茫了, 必须成功封印006, 而且不能有太大的折损, 否则南都周围的诡异轻脚工作, 将会陷入巨大的困境, 打开了一个木质板箱, 板箱内是一个巨大的棺材, 通体灿金色, 被仓库中的灯光一照, 闪烁出炫目的光芒, 三个猎人在陈海川背后瞪圆了双眼, 惊讶问道, 队长, 这黄金棺真是纯金的吗? 陈海川点头说道, 外表都是纯金, 而且很厚, 里面有一层合金板, 确保其整体强度, 这个棺材造价近百亿通用货币, 三个猎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突然降临的诡异导致明币 已经基本替代了原本的通用货币, 但一百亿的通用货币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封印禁忌的成本也太大了, 陈海川缓缓点头道, 黄金是目前我们唯一发现, 能够困锁诡异的物质, 禁忌也是诡异的一种, 能够被黄金棺完美封印, 也唯有禁忌, 才值得我们动用如此昂贵的黄金棺来封印, 为了封印禁忌, 我们需要围绕这个黄金棺打造一系列机关陷阱, 然后将禁忌引入其中, 就能成功, 其中一个猎人忍不住问道, 队长, 我们之前发现的五个禁忌, 也都是古玩街那样, 绝无击杀可能吗? 现在诡异降临, 有玩家面板呈现数据, 陈宇柔还亲手砍了古玩街那禁忌一刀, 结果十分清晰, 别说一百个猎人, 就算是一千个猎人围攻那禁忌, 结局都只有一个, 全部死于反伤之下, 无法立敌, 叹息说道, 记载中的第一次禁忌事件, 猎鬼局还没有经验, 折损了近千名猎人, 却没能伤到禁忌半分, 之后的几次禁忌事件的记录, 也一次次佐证了这个事实, 禁忌似乎无法被杀死, 只能封印, 但,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香烟, 翻云土雾中说道, 谁知道呢, 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手中的刀, 还不够锋利, 姜岩脱腮坐在紫色宝箱上, 硬抄硬的昏昏欲睡, 这个数字, 现在对姜岩而言, 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她的目光, 时不时在自己的玩家面板上扫过, 玩家, 姜岩, 属性, 力量, 250, 敏捷, 250, 智力, 250, 普通人平均值为5, 明币, 991864370, 9亿9千多万, 算了, 懒得硬了, 下班回家吧, 姜岩打了个哈欠, 让安晓星出去收拾一下汽车, 自己自给店铺挂上了打烊的牌子, 肩膀上的黑鸭精神一震, 别忘了你承诺我的十个宝箱, 姜岩点头道, 放心, 肯定让你开口说, 黑鸭已经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夜色之中的诡异会更强, 所以鼎盛集团的宝箱探索队伍并不准备在晚上行动, 这一日的宝箱探索行动, 在紫色宝箱的远程情报支援和黑鸭的强力诅咒输出之下, 异常顺利, 一共拿到了三个蓝色宝箱, 七个绿色宝箱, 里面开出来的无用资源都丢到了古玩街摊位上贩卖, 收益都归了鼎盛集团, 只可惜, 探索宝箱过程中黑鸭精神的诡异并不提供奖励, 平白少了一小笔收入, 姜岩正准备走, 迎面忽然进来了一个衣衫蓝绿的女子身影, 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姜岩没有看她, 随口说道, 那女人开口道, 姜岩, 我不是来贷款的, 想和你聊聊, 听到这个声音, 姜岩目光微微抬起了一些, 余光扫过她的脸, 认出是自己白天就回来的五个女同学之一, 名叫李燕熙, 姜岩微微点头, 说道, 有什么事吗? 李燕熙转身关了店铺大门, 小步小步向姜岩靠近了过来, 声音聂如道, 我, 我想做你的女人, 话音未落, 李燕熙直接钻进了姜岩怀中, 一双纤细的胳膊, 用力搂住了姜岩雄壮的腰肢, 似乎想要直接把自己揉进姜岩胸膛之中第四十六章, 帮我杀了姜岩, 姜岩没想到会有如此热情的头怀送抱, 愣了几秒钟, 才皱着眉头将李燕熙推开, 李燕熙,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对你没兴趣, 这个女生在姜岩班里以泼辣除名, 和很多男生有过暧昧绯闻, 连王虎城也和她勾搭过一段时间, 后来被她甩了, 换了班里一个富二代, 李燕熙的身段样貌都很不错, 打扮得成熟妩媚, 只不过比起安小兴这种天生励志还是差远了, 被姜岩推开, 李燕熙可怜楚楚道, 我知道你和安小兴在一起,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名分, 我只是想要你保护我, 你没看到, 骨丸街里那些单身男人都是用什么眼神看我的, 赤裸裸的像恶狼一样, 半日时间已经有十几个男人过来找我搭讪了, 李燕熙渲然欲气, 姜岩, 我真的很怕, 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安小兴不愿意和你玩的, 我都能和你玩, 他愿意和你玩的, 我绝对比他玩得更好, 要了我吧, 我什么都听你的, 李燕熙楚楚可怜说罢, 抹了一把眼泪, 又向姜岩的怀中钻了过去, 姜岩闪身避过, 没好气道, 不用, 请你自重, 李燕熙转过身来, 却看到姜岩已经不知所踪, 混蛋, 李燕熙重重一跺脚, 低声骂道, 你知不知道多少男人想要得到我的青睐, 我都倒贴了, 凭什么这样对我, 姜岩, 你还是个男人吗, 跺着脚离开了姜岩的店铺, 一个阴沉的男人声音忽然在李燕熙背后响起, 美女, 你考虑好了吗, 哥等你一整天了, 以后跟哥混, 一天让你吃三顿, 李燕熙脚步一顿, 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这是白天纠缠自己的男人之一, 叫浪哥, 也是其中身材最强壮的, 一身装备价值不菲, 中午李燕熙看着蛋炒饭摊味吞口水的时候, 浪哥十分大气地给李燕熙买了一碗蛋炒饭, 我可以跟着你, 李燕熙缓缓转身, 抿着嘴说道, 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他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挑衅和不懈, 似乎不信浪哥有能力帮自己, 作为玩弄过好几个男人的渣女, 李燕熙非常清楚, 女人对男人用的激将法, 才是最强的激将法, 果然, 浪哥根本没有犹豫, 断然说道, 好啊, 你说出来, 哥一定帮你, 李燕熙冷冷说道, 帮我杀了江炎, 自己得不到的男人, 就去死吧, 听到这话, 浪哥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虽然刚刚进入古玩街没多长时间, 但江炎这个名字, 已经如雷惯耳, 正是店铺之中放贷人的名字, 也是古玩街的老大, 张小虎口中的江哥浪哥, 也进去贷购款, 他对江炎的评价是深不可测, 但深不代表不能杀, 恰恰相反, 浪哥从一开始就没按什么好心思, 和李燕熙一拍即合, 你找对人了, 妹子, 跟哥走, 哥帮你弄死江炎那小子, 以后这古玩街, 我浪哥才是大哥, 你, 就是大嫂, 浪哥一把拉住了李燕熙, 快步走出了古玩街, 向一片废墟之中快步走去, 李燕熙一开始十分紧张, 以为浪哥要和自己在废墟里打炮, 虽然更大胆的环境他也做过, 但那是在诡异降临之前, 但很快, 李燕熙在废墟之中, 看到了火焰的光芒, 说道, 鼎盛集团的眼光不服不行, 行动力也真的惊人, 这短短两天时间, 还真让他们把市场做起来了, 我们如果也想做市场, 估计竞争不过他们了, 光是安全区这三个字, 就不是我们能轻松学来的, 围经之际, 我们最好是先把江炎那小子杀了, 李戴淘江, 把古玩街拿在手里,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 安保圣也反应不过来, 古玩街里, 没那么多鼎盛集团的人手, 听到这话, 火堆旁边的几个男人面面相觑, 脸上都有些惊议不定, 可是, 浪哥, 他们很能打呀, 一枪毙掉一个诡异, 这战斗力, 我们打不过吧, 浪哥呵呵冷笑道, 这就是你们观察能力不够了, 从始至终, 出手的就只有那个女孩, 她的枪, 的确很恐怖, 但据我调查, 那女孩名为安小新, 是安保圣的亲生女儿, 恐怕半个鼎盛集团的资源, 都给了安小新, 她才能这么强的, 而那个江炎, 她就乖了, 浪哥说着, 捧起了李延熙的手, 说道, 明天, 你负责把安小新之走, 我去想办法, 把江炎骗出来, 兄弟们配合我, 打一波漂亮的伏击, 然后滚完街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听着浪哥编屁入里的分析, 火堆边的几个人, 嘴边都露出了阴狠的笑意, 连连附和道, 对对对, 浪哥说的有道理, 我们明天就这么办, 李延熙也露出了一抹妩媚的笑容, 看着浪哥的眼神变得温柔了很多, 这才是好男人, 聪明, 勇敢, 懂得欣赏我的美, 他用小指尖在浪哥掌心之中, 轻轻挠了两下, 浪哥看着李延熙那仿佛能滴出水来的美眸, 心中色欲大气, 拉起李延熙就像旁边还基本保持着完好的一间房子走去, 江炎和安小新回到鼎盛集团, 先去见了安保圣, 让黑鸭将安保圣积攒了一天的十几个宝箱, 一口气全部开了, 黑鸭嘶哑的舒爽身影, 伴随着宝箱袋子清脆的咔嚓声, 在鼎盛大厦之中回荡不休, 令人毛骨悚然, 江炎则和安保圣坐在一旁, 交换着今日的进展, 听江炎陈述过古玩街渐渐稳稳定下来的局面之后, 安保圣深深看了江炎一眼, 点头称赞道, 好小子, 小心没有看错你, 你的能力之强, 的确出乎我的预料, 安叔今天遇上了一个麻烦, 你可以帮帮安叔吗? 第47章, 这也太阴间了, 听着安保圣恳切地请求, 江炎坐直了身体, 汗手道, 安叔你说, 安保圣长叹一声, 这世道乱了, 粮食的重要性, 是首屈一指的, 现在还能从废墟中翻找到很多食物, 所以很多人暂时没有意识到, 再过一段时间, 饥荒就会出现了, 江炎面色一肃, 缓缓点头, 上辈子, 安保圣描述的情况, 真实发生过, 安定的世道里, 很多人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食物, 缺乏基本的认知, 几十块钱就能随便吃撑, 谁又在乎那些肉蛋奶是怎么来的, 但随着农业系统瘫痪, 食物已经无法正常供应了, 系统商城里, 明币能买到很多东西, 却买不到吃的, 江炎记得, 大约就在半个月后, 人们能够从废墟之中找到的粮食, 越来越少了, 而食物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甚至一度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鼎盛集团是当时为数不多能吃饱的地方, 许多人就为了一口饱饭, 加入了鼎盛会, 成为了安叔的忠诚手下, 饥饿的情况, 一直到第二次诡异奖励之后, 才在官方的帮助下渐渐缓和, 安保胜能提前预判这些情况, 并且做出针对性的布局, 的确堪称眼光长远, 他继续说道, 今天, 我派出清理一处粮仓的二十个人手, 全部被诡异杀死了, 连一句像样的球员都没能从里面传出来, 我想, 里面可能藏着一头很强的诡异, 安叔应该不是对手, 也不想折损更多的兄弟, 我可以将那粮仓的清脚工作, 交给你吗? 江炎缓缓点头, 说道, 可以, 告诉我地点, 我明天一早过去看看, 粮食的问题, 的确非常重要, 如果鼎盛集团解决不了粮仓里的诡异, 到时候, 江炎和安小心说不定也要饿肚子, 洪风扇粮仓, 安保胜叮嘱说道,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竟然是那里, 上辈子, 直到江炎死的时候, 洪风扇粮仓都是烈鬼局标注的禁区, 不可踏足, 据说里面的诡异十分恐怖, 虽然还没到禁忌的程度, 但已经不是正常人类能够匹敌的存在, 烈鬼局针对洪风扇粮仓里的诡异, 前后开展过三次行动,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死了三十多个猎人, 堪称损失惨重, 所幸, 里面就只是粮食多, 距离南都五十多公里, 那诡异也从不出来活动, 烈鬼局最后直接标注了一个禁区, 再也没进入过洪风山粮仓, 江炎听说, 洪风山粮仓里的诡异, 似乎是在吃里面的粮食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强, 这种成长方式和其他诡异, 必须杀人才能变强的路子大相径庭, 烈鬼局一封了之, 实乃无奈之举, 大家都知道, 里面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头恐怖的禁忌, 当那东西有朝一日跑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给所有人一个目自欲裂的惊吓, 但没有能力倾脚, 只能棱处理, 鼎盛集团上辈子自然, 也没能拿到洪风山粮仓里的粮食, 不过江炎不介意这辈子帮鼎盛集团拿到, 一来他这个印钞机也要干饭, 二来禁忌这种东西, 江炎还是有些害怕的, 回到安晓星房间中, 自是炼煎情热一夜缠绵, 不过考虑到明天还要去洪风山, 江炎并未如昨夜一般疯狂索取, 第二一早, 江炎便带着安晓星和黑鸭离开了顶盛大厦, 驱车向洪风山而去, 为了保护古玩街的安全, 江炎昨夜只带了黑鸭回来, 其余诡诡异全部留在了古玩街周围, 通往洪风山的公路渐渐通畅, 随着人口密度下降, 碰到诡异的几率也变得更低, 但随着江炎向洪风山粮仓不断接近, 路边树林中开始出现灰白色的连绵猪网, 猪网越来越浓密, 挂在入墓地所有角落, 风一吹便轻轻飘荡, 甚至有一些卷进了汽车发动机舱和车轴之中, 安晓星下意识往江炎身上靠了过去, 声音颤抖道, 不要是蜘蛛形状的诡异啊, 我好怕蜘蛛啊, 江炎猛然踩了一脚刹车, 眯着眼睛说道, 你看路边, 有个猪丝简, 那里面, 似乎是个人的尸体, 安晓星尖叫了一声, 直接钻进了江炎怀里, 瑟瑟发抖道, 别吓我呀, 真有吃人的大蜘蛛, 江炎呵呵一笑, 俯了俯安晓星的仙妖, 说道, 拿出一点暴力狂的样子来, 就算真有大蜘蛛, 也是他害怕你, 搂着安晓星的娇躯, 江炎推门下车, 安晓星紧紧抓着江炎的衣袖, 惊恐的眼神不断在周遭打量,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嘴角挂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冥币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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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冥币入账, 江炎都数不清自己视野里到底藏着多少生命之唯一的诡异,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诡异都在浓密的猪网内潜伏, 静静注视着江炎和安晓星这两个不速之客很有趣的印刷材料, 江炎自语了一句, 拉着安晓星的手, 向路边那个人形的猪丝简靠近过去, 用匕首切开猪丝简的面门部位露出了旗下的人脸, 这是一个扭曲到看不出人类模样的皮包骨头, 表面附着密密麻麻的紫绿色猪卵醋被光芒一照, 甚至能看到卵泡内游动的黑色卵盒, 这些卵盒似乎已经有了生命迹象, 察觉到光线投射的瞬间, 起起转向江炎和安晓星的方向, 一簇簇猪卵仿佛一只怪诞魔鬼的赋言, 差点把安晓星吓得晕死过去, 紧紧搂着江炎腰枝的安晓星, 早已是面无人色, 吓得牙关都在打颤, 太阴间了, 这也太阴间了, 安晓星几乎是哭着问道, 江炎, 你不怕的吗? 江炎呵呵笑了一下, 一滴血的小废物, 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探出手, 试探着触摸器中最大的那一粗猪卵, 就在江炎手指即将触碰的瞬间, 一个黑影从旁边弹射而出, 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 咬在了江炎手指上。 第48章, 人面珠狂潮, 速度虽快, 但以江炎的敏捷, 想要躲开还是很简单的。 江炎没有躲, 任由那一双紫绿色的毒牙刺在自己手指上, 暴击, 负一, 负四百, 那袭击江炎的蜘蛛身子一僵, 然后直挺挺往下坠落, 江炎随手将蜘蛛尸体捞起, 仔细看了看, 安晓星也跟着一起看, 一看之下, 却是直接吐了出来。 这蜘蛛拳头大小, 后半部分还算正常, 但头却是一颗缩小板的人头, 还有两双枯瘦的手臂, 在人头两侧替代了蜘蛛最前端的一对处枝。 扭曲的人口之中, 探出了两根紫绿色的毒牙, 那双眼睛之中也泛着盈盈的紫绿光芒, 恶心极了。 这东西, 长得, 也太, 哦, 安晓星又干呕了一口, 眼角有泪流出, 不过恶心敢冲淡了安晓星心中的恐惧, 反倒让他安定了一些, 发现真没什么好怕的。 反击致死后, 江炎的玩家面板上没有任何击杀提示, 证明这蜘蛛不是一头真正的诡异, 只是正主的一部分罢了。 江炎缓缓点头, 自语道, 规模的确庞大。 正所谓以多咬死相, 想要在无穷无尽的蜘蛛海中杀死那头真正的诡异, 难度的确太高了。 还没等江炎和安晓星再次迈步, 脚下后食如毛毯般的猪网上, 剧烈震战了一下。 江炎低头一看, 却见脚下猪网海浪般翻滚着, 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在旗下穿行。 密密麻麻的冥币收入, 在江炎玩家面板上跳出。 冥币加15, 冥币加17, 冥币加14。 随着猪网翻涌, 紫绿色的人面蜘蛛海, 以喷发的姿态从两人脚下汹涌而出, 顺着两人的身体往上猛爬。 只是一眨眼, 密密麻麻的紫绿色蜘蛛, 就将江炎和安小新完全覆盖无数双毒牙, 旋即开始撕咬两人的皮肤, 想要吞噬两人的血肉。 啊, 安小新的尖叫在猪网密林中回荡, 一个个伤害数字从江炎和安小新身上 层层叠叠飘了出来, 负1, 负400, 负1, 负200。 安小新的属性虽然远比不上江炎, 但也已经全部破了150, 这些小蜘蛛只能打出一点的最低伤害。 每一口咬下, 都有一只蜘蛛被反伤光环打死, 身体僵硬跌在地上。 惊悚的画面只持续了短短一秒, 江炎和安小新的身体再次从猪巢之下显现出来。 毫发未损, 伤害性很小, 但恶心感极强。 安小新浑身鸡皮疙瘩,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着满地的人头蜘蛛尸体, 江炎若有所思。 若是普通的人类玩家, 现在已经在猪巢下死透了, 成了这些蜘蛛的养料。 可即便是自己和安小新, 如果猪巢在高几个数量级, 江炎也终于理解, 上一时为何猎鬼局拿着洪峰山粮仓毫无办法了。 这地方藏着的那头诡异, 现在虽然还不是禁忌, 但难缠程度, 恐怕比一般的禁忌还要更强。 忽然, 玩家面板之上大量刷新的鸣币进账, 吸引了江炎的注意力。 鸣币加151, 鸣币加143, 鸣币加157。 江炎抬头, 看到周围的树丛和灌木, 齐齐猛烈摇晃起来。 下一刻, 一只脸盆大的紫绿色蜘蛛猛然跃出, 屁股上拖着一条灰白色的蛛丝, 凶狠扑咬向江炎的脖子。 江炎叹了口气, 将自己的脖子往前伸了伸, 一副引颈带路之态。 暴击, 负一, 负400, 脸盆大的蜘蛛, 足。 安小星拔出金银恐狼这对左轮手枪, 啪啪啪打死了好几头捕来的大蜘蛛, 越打越感觉不划算。 子弹还需要花钱买, 打死蜘蛛连一分钱的奖励都没有。 要不是江炎会印钞, 谁打得起这种消耗战? 沉思片刻, 安小星长叹一声, 放弃了反击, 任由这些看起来恐怖扭曲的人面蜘蛛攻击自己。 负一, 负200, 打蜘蛛, 足。 只要神经麻木, 感觉不到恶心之后, 这个办法还挺不错的。 安小星满脸无奈, 跟着江炎在珠网之间前行, 一路上留下了满地的蜘蛛尸体。 哼, 江炎一脚踹开了洪峰山粮仓被珠网完全包裹的大门。 这个粮仓是神州战略储备仓之一, 鼎盛集团当时注资20%, 还负责了很大一部分的修建工作。 其内面积广阔, 设施完备, 墙上的灯竟然还亮着。 按照安保圣之前给的资料, 估计是断电之后, 地下的应急发电机自行运转的原因。 还有电, 所以冷库应该也在运转。 怪不得那头蜘蛛诡异会选择这里作为据点, 洪峰山粮仓里储备了很多肉类, 能很好地供养它的发展。 目光在粮仓内观察的同时, 江炎也在注意自己的玩家面板。 冥币入障的密度越发提高了, 而且非常杂乱, 各种数字混杂在了一起。 在连续刷屏的入障中, 江炎敏锐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数字, 冥币加4717。 只有一个在一片不超过三位数的冥币入障中显得非常突兀。 江炎双眼微微眯起, 嘴角翘起一抹冷笑, 看到猪往下藏着的真家伙了。 4700多生命值, 这个诡异的成长速度简直恐怖。 跟着江炎的魔狼和猪刚烈本身是力量路线的诡异, 还有狂兽特性增幅力量, 生命值也就四五千。 同样都是四五千血, 这只猪鬼异的综合战斗力比猪刚烈和魔狼加起来都强。 幸好安保圣提醒了我一句, 来得还算及时。 如果等秘境结束之后再进来, 这诡异搞不好已经从变态成长到了大变态的程度。 到时候就算是我这种超级大变态, 恐怕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才能将之降服了。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响起在粮仓之中回荡。 蝼蚁般的人类胆敢侵扰我的沉眠, 用你们的血肉滋养我的孩子吧。 死! 密布在整个粮仓表面的灰白珠网, 如同沸水一般轰然翻涌了起来。 一头头紫绿色的人面蜘蛛, 海啸般从珠网中冲了出来, 发出刺耳的怪叫。 顷刻间就将两人淹没在了蜘蛛海洋之中。 第49章 这就是你的能力。 安小星绝望地闭起了眼睛, 一头钻进了江炎怀里, 仿佛埋杀的鸵鸟。 只要看不到外面的蜘蛛狂潮, 就能假装不存在。 紫绿色的蜘蛛狂潮, 拍击在了相拥的男女胶石上。 顷刻间扬起了满天尸体。 负一,负一,负一,负四百,负四百,负二百。 江炎闲得无聊, 悄悄捏起了安小星的下巴, 一口吻在了他的香唇上。 安小星紧闭的美眸骤然圆睁,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这真是史上最不梦幻的一次接吻。 十多秒的狂潮之后, 梁仓再一次陷入了安静。 珠网不再翻涌, 珠潮化作满地死尸, 在江炎和安小星身旁堆成了小山。 八击, 唇分拉出了一道晶莹的丝线, 在朝阳下熠熠生辉。 安小星红着脸钻回了江炎怀中, 一双小手羞愤地在江炎腰间用力掐了两把。 江炎抬头, 淡淡笑着扫尸粮仓之中密布的灰白色珠网, 问道, 就这, 刚刚装逼的声音那么大, 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 那这些粮食, 我就笑那了。 藏在珠网中从未现身的诡异似似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嘶哑的声音尖叫道, 做梦, 这些都是我的食物。 你休想染指。 江炎呵呵笑了一声, 现在是我的了。 江炎抬脚, 砰地踹开了其中一个粮仓的大门。 这个粮仓是储存穀物的, 入木所及, 满是巨大的储物架。 上面密布着灰白的珠网, 比外面更加厚实, 几乎没有人能行走的平坦地形。 而江炎玩家面板上的冥币入障, 几乎已经开始卡平了。 这粮仓内部隐藏的蜘蛛, 竟然比外面更稠密。 你这鬼东西, 竟然不光能吃肉, 还能吃粮食。 江炎呵呵笑道, 有点意思, 眼见江炎真的要扒开珠网, 去墙里面孵化珠卵的粮食, 那头诡异再也沉不住气, 发出了嘶哑的奸笑。 人类, 你这是找死, 真以为自己防御力高一点, 就能抢我的食物。 不远处, 后视的灰白珠网猛然一颤, 一头体型如牛的硕大人面蜘蛛, 从里面猛扑而出, 一口咬向江炎的面门。 江炎目光惊鸿一瞥, 玩家面板上果然出现了一条 四千多的铭币入账。 这头蜘蛛诡异的本体, 再也忍不住, 亲自出手了。 看到一头这么巨大的人面蜘蛛扑杀而来, 江炎怀中的安小星吓出了一声尖叫, 花容视色间, 下意识抬起了火气铃的枪口, 就想给这东西一梭子, 可还没开枪, 就被江炎将枪口摁了回去, 低声笑道, 挺厉害的诡异, 别杀了他。 下一刻, 人面蜘蛛的肩肠毒牙, 恶狠狠是咬在了江炎脸上。 暴击, 负一, 负四百。 人面蜘蛛僵硬了一下, 那双翻着诡异紫绿色荧光的眼睛不由瞪大, 满眼悚然。 怎么可能? 孵化不久的小蜘蛛无法打出像样的伤害, 可能是因为对方护甲太高, 但自己都只能打出一点伤害, 这就太恐怖了。 江炎眼中含着一抹机翘的笑意, 静静看着牛一样大的人面蜘蛛, 淡淡问道, 这就是你的能力。 人面蜘蛛发出一声尖叫, 扭头就跑, 直接钻进了灰白猪往下, 深深藏了起来。 江炎呵呵一笑, 探手从储藏架上拽出了一袋大米。 这大米的袋子已经被刺破, 里面不光有白花花的大米, 还有一簇簇紫绿色的猪卵, 不断汲取大米中的营养成长。 江炎撇嘴道, 虽然有点恶心, 但还是能吃的。 拿到古安街去卖蛋炒饭, 这半袋大米能赚好几百名币呢? 安小心满脸嫌弃, 连连摇头。 我, 我以后不吃大米了。 江炎坏笑道, 没事, 其他仓库里还有牛肉之类的。 小情侣打情骂俏之间, 逃回猪网中的人面蜘蛛似乎恢复了两分勇气, 嘶哑的尖叫再次响起。 人类,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滚出我的巢穴, 还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杀掉你, 就算每次只能打掉你一点生命, 只要基数够大, 你也必死无疑。 我的子嗣何止千万? 你若再不离开, 我凭着损失巨大, 也定要你死。 只要猪潮每秒造成伤害的次数, 多于江炎的每秒回血, 江炎就会持续损失生命值。 理论上来说, 猪潮饱和攻击持续的时间足够长, 江炎也会被硬生生磨死。 江炎似笑非笑道, 听起来有点道理, 要不你试试, 找死我就成全你。 周围的猪网再次沸腾起来, 密密麻麻的蜘蛛从中爬出, 层层堆叠在一起, 一双双诡异的紫绿色眼睛 齐齐聚焦在江炎和安晓星身上。 这一次出现的, 都是生命值只有十几点的小蜘蛛, 一百多的脸盆蜘蛛完全没有出现。 那蜘蛛诡异明显意识到了, 既然都只能打掉一滴血, 必须拼数量, 那用小蜘蛛才是最划算的。 呼, 一阵恶风吹来, 比之前更恐怖十倍的猪巢, 铺天盖地向两人猛袭。 安晓星已经抹了, 轻车熟路躲进了江炎怀里, 安晓当个埋杀的鸵鸟。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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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伤害数字瀑布一样, 从江炎身上涌了出来。 江炎搂着安晓星, 看着自己的生命值稳不下降, 随手点开了自己的伤成页面。 在药剂那一栏, 江炎找到了很多商品。 小瓶治疗药剂, 在三秒内恢复五十点生命值, 恢复一百点生命值, 受到伤害打断。 冷却时间, 十秒, 售价, 二十五名币。 大瓶治疗药剂, 在三秒内恢复二百点生命值, 受到伤害打断。 冷却时间, 二十秒, 售价, 五十名币。 最终, 江炎选择了里面最贵的一瓶, 胜水, 立刻恢复一千点生命值, 售价, 一千名币。 这东西性价比很低, 但立刻恢复且没有冷却时间。 至于贵, 对一个印钞机而言,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 人类, 你的生命值已经不足一半了。 蜘蛛诡异阴侧侧的声音在江炎耳边响起。 第五十章, 你认真的吗? 牛一样大的蜘蛛诡异, 倒掉在粮仓天花板的浓密猪网上, 看着下面不断涌动攻击的猪巢, 诡异人脸上勾起了一抹阴森的笑意。 虽然自己的小蜘蛛在这一波自杀袭击之中损失巨大, 但是能杀掉一个这么讨厌的人类付出些许代价都是值得的。 等你死了, 我会在你的尸体上铲一万枚卵, 让你成为我子嗣的温床。 阴侧侧的笑声在粮仓之中回荡着, 十分快意。 江炎抬头看向了蜘蛛诡异倒掉的位置, 眼中满是机巧。 是吗? 我的生命值已经不足一半了。 江炎拿出两瓶圣水, 咕嘟咕嘟喝了个金光。 生命值加一千, 生命值加一千。 江炎的生命值直接回满了。 现在呢? 江炎呵呵笑道。 蜘蛛诡异音侧侧的笑声卡在了喉咙里, 紫绿色的荧光双眼骤然等得溜圆直接喝圣水。 那可是一千铭币。 你也太奢侈了。 冷静了一下, 蜘蛛诡异继续音笑道。 你觉得是我的子嗣多还是你的铭币多? 我怕和你消耗吗? 现在就算你想走, 我也不会让你离开了。 你必须成为我子嗣的温床, 上帝来了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听着蜘蛛如此自信的宣言,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玩家, 江炎, 属性, 力量, 250, 敏捷, 250, 智力, 250, 普通人平均值为5, 铭币, 10045-618-90。 昨天虽然下班早, 但今天早晨这蜘蛛巢里的入障, 着实不少。 而且, 江炎肩膀上还一直站着黑压, 也在持续给他提供铭币入障, 不知觉中已经突破了10个亿。 我觉得, 可能还是我铭币更多一点。 江炎比蜘蛛更加自信, 磕药磕到天荒地牢, 地球毁灭, 宇宙爆炸, 自己的铭币都不会不够用。 蜘蛛嘶吼道, 那我们走着瞧, 待会被我子嗣一寸寸吞噬的时候, 你可别喊疼。 江炎乐呵呵拿出两瓶金色的圣水, 递给安晓星一瓶。 干杯。 凉仓中, 猪巢狂浪不断翻涌, 密集的攻击没有停泄地落在江炎和安晓星身上。 炼尖禽热的狗男女却开始研究圣水的108种情趣合法。 咕咚咕咚, 滋溜滋溜, 啪啪啪啪。 过了半个多小时, 粮仓之中的猪巢一点点消退了。 江炎和安晓星所在的高度比一开始高了几十米, 快要触摸到粮仓高大的屋顶。 脚下全是触感奇怪的小蜘蛛尸体。 江炎四处打量了一圈, 发现自己玩家面板上的铭币入账变得稀薄多了, 而且全是一百多点生命值的。 十几点生命值的小蜘蛛似乎都已经死光了, 而江炎和安晓星的生命值依旧还是满的。 哥, 江炎打了个宝哥, 有点想撒尿。 这就没了。 江炎掏了掏耳朵, 看着不远处倒掉在房顶上的蜘蛛, 鸡翘道。 你这生育能力也不太行啊。 蜘蛛, 这踏马是我的问题吗? 蜘蛛尖叫, 声音中满是金木。 这个人类刚刚喝圣水就喝了几百瓶, 那可是好几十万冥币。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简直就是个孽畜啊。 江炎淡笑问道, 怎么? 难道还能是我的问题吗? 服了没? 不服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一轮。 一边说着, 江炎一边往外逃动。 一瓶圣水, 十瓶圣水, 一百瓶圣水, 仿佛无穷无尽。 蜘蛛诡异, 看得哑口无言, 人脸上满是沉思之色。 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和这个孽畜较劲? 粮仓归你了, 我走。 牛一样大的蜘蛛刺溜一声, 钻进了自己后世的猪网中, 准备开溜。 刘德青山在, 不愁煤柴烧这个人类, 十分钟有一百二十分的不对劲, 自己如果再不跑, 可能真会死在他手里。 江炎淡淡说道, 等一下, 谈笔买卖, 如果你愿意给我工作, 我可以给你这个。 江炎从自己系统空间中, 掏出了一团紫黑色的血肉。 物品, 腥臭的诡异血肉。 从死亡诡异身上割下的血肉, 虽然已经死亡, 但似乎仍有生命。 可制作某些物品, 售价, 一百名便。 这东西是之前安小星击杀诡异时候得到的奖励, 本身是炼金术的材料, 不过现在还没有人类玩家学习炼金术, 这东西自然也没有市场, 就一直留在了江炎手里。 不过江炎上辈子听说过, 一些具有繁育特性的诡异需要大量的食物。 腥臭的诡异血肉正是他们最喜欢的。 眼下这盘踞在洪峰山粮仓内的蜘蛛, 明显就是繁育特性的诡异。 上辈子有玩家被繁育诡异包围之后, 用大量腥臭的诡异血肉买命逃过一劫的案例。 不过这东西是诡异身上爆出来的奖励, 只有玩家能获得, 诡异就算杀了诡异, 也无法获得腥臭的诡异血肉。 而且, 猎杀诡异只为肉的效率太低了, 远不如这么大个粮仓, 无限增值来得爽快。 但姜岩不一样, 它可以直接克金, 只要这蜘蛛喜欢诡异血肉就可以了。 诸网中传出了蜘蛛姓姜仪的声音, 这东西是不错, 但你能有多少? 姜岩呵呵笑道, 一个月我给你一千块肉, 你给我干活? 有合同为证。 一张染血的诡异合同被姜岩拿了出来, 上面的所有条款都一样, 只是月薪一万成了月薪一千块肉。 一块肉的售价一百明币, 一千块肉就是十万明币。 这个待遇在姜岩的所有诡异中堪称最丰厚的。 一方面是因为姜岩现在财力比之前雄厚了太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面蜘蛛的确值得。 这头诡异如果好好培养, 绝对能够成长为禁忌, 潜力比黑鸭还大。 不过如果双方互殴, 赢的其实只会是黑鸭, 它免疫物理伤害的特性实在太强了。 看着姜岩递出的合同, 人面蜘蛛硕大的头, 缓缓从珠网中钻了出来, 满面迟疑, 问道, 一千块肉? 一个月? 你, 认真的吗? 第五十一章, 围杀鼓玩街, 听到人面蜘蛛的质疑, 姜岩呵呵一笑, 直接开始逃逗, 一千块心臭的诡异血肉, 很快堆了满地。 姜岩抽了一口就咽抖, 淡淡说道, 我是人类, 你是诡异, 如果你不为我工作, 我将不得不杀死你, 别以为你这破珠网真能保住你的命, 我想你死, 只需要一瞬间, 做出你的选择, 为我工作, 或者, 死。 姜岩的语气十分淡漠, 在粮仓之中回荡, 浑身诡异的黑气缭绕, 就烟斗中青烟鸟鸟鸟, 趁得他低垂冒檐下的目光, 分外深沉人面蜘蛛, 看着地上堆积的一千块肉, 沉默了片刻, 尖色点头道, 好, 我为你工作。 从始至终, 人面蜘蛛都没看到姜岩发动过任何一次攻击, 但人面蜘蛛毫不怀疑, 姜岩真的有能力, 在珠网中快速杀了自己。 眼前这个男人实在太恐怖了, 深不可测, 更何况, 他给的肉, 实在太多了呀。 诡异的契约签订, 人面蜘蛛乖乖从珠网上下来, 匍匐在了姜岩面前, 恭敬道。 老板, 姜岩开始仔细研究这蜘蛛的属性面板, 诡异, 人面鬼珠, 属性, 力量, 91, 敏捷, 99, 智力, 27, 看到这个属性, 姜岩顿时亚酸, 利明都到90多了, 这玩意儿的确离谱啊。 除了姜岩, 谁来能打得过这种变态啊? 姜岩继续往下看, 果然看到了预料中的特性。 特性, 繁育, 无视生育规则快速产卵, 幼体继承主体的特性, 天赋和技能吞噬食物可获得属性增长。 主体享有孵化幼体的一切控制权, 主体可吞噬幼体, 并获得幼体不超过10%的属性, 随主体和幼体之间属性差值递减。 姜岩之前听说过繁育这个特性, 但真正看到细节, 还是第一次。 好家伙, 自产自消了属于事, 姜岩顿时感觉这人面鬼珠的变态程度又上升了。 天赋, 珠网天罗, 处于珠网时, 移动速度正500%, 敏捷, 力量正50%。 技能, 人面珠网, 等级1, 喷出一张珠网, 若命中敌人, 造成10%减速, 持续7秒。 消耗, 100点魔法值, 被动技能, 毒牙, 等级1, 普通攻击造成7%减速, 每秒造成10点毒速伤害, 持续5秒。 姜岩瞥了一眼装备栏, 发现装备竟然是空的。 原来如此, 人面鬼珠一直在粮仓里繁育幼体, 增长属性, 没杀到什么人类, 自然没有冥币入障, 也就没有装备。 技能也很普通, 单纯只是属性很爆炸罢了。 看过了人面鬼珠的面板, 姜岩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自己每月发放的腥臭的诡异血肉, 这人面鬼珠的成长速度还会更快, 只要搭配合适的装备和技能, 这只大蜘蛛的战斗力会非常可观。 安小心躲在姜岩背后, 打量了体型硕大的人面鬼珠半天, 聂如问道, 姜岩, 你不会要把这东西当做起吧? 那眼, 太, 变态了。 姜岩想象了一下蜘蛛骑士的景象, 感觉还挺拉风的, 不过和自己低调内脸的风格不太搭调, 他从系统商城里买出一个道具, 物品, 体型缩小药剂, 姜使用者体型缩小百分之十, 不影响任何属性, 持续时间永久, 可叠加, 可主动取消售价, 一万明币, 连着给这人面鬼珠使用了十四瓶体型缩小药剂, 终于让他从牛一样大的蜘蛛, 变成了比拳头略小一些的体型。 姜岩让人面鬼珠在自己左手上用猪网制了一个手套, 躲到猪网手套和手臂之间的缝隙里去, 从外面看不出任何藏匿蜘蛛的痕迹。 不得不说, 人面鬼珠执起手套来非常专业, 灰白色的猪网手套十分贴合姜岩的手掌, 毫不影响他的动作。 离开洪峰山梁仓之前, 人面鬼珠将剩下的子嗣都戴在了背上, 那些脸盆大的子嗣也随着主体的缩小, 变得枝脉一样细密, 在人面鬼珠腹部上层层堆叠攀附, 仔细一看, 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至于这粮仓里, 蜘蛛吃剩下的粮食, 自然有安保圣派人来搬运, 蒋岩懒得多费心, 驾车和安小心向古玩街折返而去。 南都边缘的公路上, 十几辆黑色的庄驾车缓缓停在了陈海川面前。 庄驾车上跳下了一个娃娃脸的男青年, 看着陈海川展颜一笑。 老陈,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次见面还是歌舞生平, 这一次已经是世道崩坏了。 王家参与了四次封印竞技的任务, 每一次都大放一彩, 并且多次担任击杀诡异, 闯出了赫赫威名, 成为了猎鬼局十大猎神之一, 称好天剑。 每一位猎神都是猎鬼局的解量。 陈海川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来南都执行竞技封印任务, 竟然也有王家一份。 王家笑道, 怎么, 不欢迎我来。 陈海川连连摇头, 怎么会呢? 你来了, 这次任务就十拿九稳了。 有这位猎神作证, 陈海川心中一直悬着的大石头, 轰然落地。 王家的娃娃脸始终保持着微笑, 点头说道, 走吧, 我们去汇汇禁忌006, 听你的描述, 006和之前发现的所有禁忌都不太一样。 我很好奇, 一共103个猎人, 全员集结向古玩街浩浩荡荡而去。 姜岩回到古玩街自己的店铺中, 正准备集结宝箱探索小队, 让黑鸭跟他们继续出去探索宝箱的时候。 一个男人忽然走了进来, 低声说道, 我有个宝箱聚集地的信息想要卖给你, 那里至少有50个宝箱, 你给我5000名币, 我就告诉你地点。 姜岩抽了一口就咽斗, 嘴角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此人姜岩眼熟, 张小虎向他汇报过, 说是之前男兜另一个帮派的大哥, 名叫浪哥。 虽然他是孤身一人出现在古玩街的, 但张小虎还是觉得, 这个浪哥不对劲, 似乎别有图谋, 至于这个信息, 听起来像是对李明那次的拙恋模仿。 是想把我骗出去吗? 姜岩掏出了5000名币, 递给浪哥, 淡淡笑道。 带我去。 第52章, 禁忌姜岩开始杀人。 5000名币, 姜岩是不缺的。 又有50个宝箱堆在一起, 姜岩是不幸的, 哪有那么多巧合。 但这浪哥的招, 姜岩要接。 明日秘境就要开启了, 姜岩进去少说得待上几日时间, 如果现在不理会浪哥, 他搞不好会趁姜岩不在的时候, 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离开店铺之前, 姜岩张望了一下, 发现安小兴在古玩街一个角落, 和之前从李明手里就回来的一个女同学聊天。 姜岩没在意, 跟浪哥出了古玩街, 听着背后姜岩的脚步声, 浪哥嘴角的冷笑, 越来越浓。 这小子胆是真肥, 一个人就敢跟我出来。 既然这样, 就不能怪你浪哥我无情了。 姜哥, 那堆宝箱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都吓坏了。 但我这人吧, 打小, 不敢一个人去。 到时候宝箱里的东西都是姜哥的, 有这五千明币, 我就满足了。 浪哥满脸产媚笑容, 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姜岩淡淡笑道, 我看你面相不是胆小的人啊。 浪哥嘿嘿笑道, 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两人一牵一牢走过了一处废墟街角, 姜岩身后的废墟之中, 忽然窜出来两个人。 一个手持铁制水管, 狠狠一棍就抡在了姜岩后脑之上。 另一个人手持匕首, 冲上去对着姜岩的后腰, 就是一顿猛戳。 姜岩身上, 负一、负一、负一。 匕首男身上, 负四百、负四百、负四百。 疯狂连击的匕首男, 动作猛然一顿。 他双目瞪圆, 瞳孔开始涣散。 而后直挺挺栽倒在地, 以容上满是难以置信。 死不瞑目。 这家伙的生命值上限都没有四百, 能连戳姜岩三刀, 完全是因为神经反射还没凉, 忠诚执行着大脑下达的命令。 旁边那手持铁水管的男人, 头上同样冒出了一个四百的伤害数字, 愣了一下, 便直挺挺跌在了地上, 死不瞑目。 姜岩左手的蛛丝手套, 微微如动了一下, 两只芝麻大小的人面鬼珠, 拖着蛛丝落下, 钻进了这两个男人尸体之中, 趁热开始产卵繁殖。 直到这个时候, 前面带路的浪哥听到动静, 才宁笑着回过头来, 盈盈说道, 小子, 出来混江湖, 可不能这么单纯。 话还没说完, 浪哥的声音陡然将在了喉咙里, 他看着江炎背后倒地不起的两个手下, 双目一点点瞪圆, 而本应该无比凄惨, 浑身燃血的江炎却好端端站在原地, 毫发无损。 江炎缓缓点头, 说道, 嗯, 江湖险恶, 你不吃人, 人就要吃你。 一边说着, 江炎缓缓抬起了左手, 轻轻放在了浪哥的肩头轰, 蛛丝手套猛然炸裂, 从里面涌出来密密麻麻的蜘蛛浪潮, 瞬间爬满了浪哥全身。 啊, 浪哥被吓出了鬼叫, 疯狂拍打身上成千上万的蜘蛛, 但这些人面鬼猪都是一百多生命值的诡异子嗣, 哪里是他轻易能拍死的。 瞬间便有蜘蛛钻进了浪哥的耳朵, 鼻孔甚至是眼睛之中, 开始疯狂施咬他的血肉。 钻心的痛苦如海啸一般占据了浪哥的全部意志, 他跌倒在地, 仰天发出了凄惨的呼嚎。 啊, 不要啊, 饶命啊。 几个眨眼的功夫, 浪哥的皮肤就被吞噬一空, 只剩下了血淋淋的肌肉和脂肪, 完全裸露在空气中。 还有密密麻麻的紫绿色猪卵, 在蜘蛛爬过的路径上附着, 疯狂汲取浪哥身体上的一切养分成长。 江炎淡淡说道, 没了皮肤的下巴上, 将他痛苦而扭曲的无皮脸缓缓抬了起来, 冷然问道, 为什么对我下手? 三百米外, 一座废弃的高楼上, 猎鬼局天剑猎神王家和南都分局队长陈海川并肩力, 两人手中都拿着一个望远镜往下张望。 江炎和浪哥的身影在两人望远镜中清晰可见, 你确定这就是006? 王家娃娃脸上的笑意完全隐没, 取而代之的是万分肃穆, 他终于还是开始杀人了嘛。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汗手道, 没错, 就是他, 不过, 他和昨天似乎不太一样了, 王家警惕道, 具体描述区别, 一点输了都不要有。 陈海川点头道, 他的右肩多了一只阴影黑鸭, 昨天没有看到, 他的左手多了一只灰白色的手套, 昨天也没有, 被他充当座椅的紫色宝箱消失了, 在那个店铺里, 我感觉至少有四个诡异环丝左右, 但我看不到其具体方位, 现在006离开了古玩街, 很可能落单了, 这应该是个机会。 王家皱眉问道, 他的击杀规则到底是什么? 眼下禁忌006已经开始杀人, 证明下面这人触发了他的击杀规则, 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王家, 也没看出来, 这个禁忌的击杀规则到底是什么? 陈海川小心翼翼问道, 会不会是离开领地? 他也感觉思绪混乱, 毕竟昨天五个猎人在古玩街贷款的时候, 已经做了很多可能触发击杀的行为, 眼下唯一的不同, 是位置不在古玩街内, 王家眼角狠狠抽动了一下, 低声自语道, 只要离开了古玩街, 就会无差别杀死视野中的所有人吗? 这个击杀规则的确恐怖, 而且006的杀人手段也太诡异了, 王家的目光落在了浪哥浑身上下密密麻麻的蜘蛛上, 不禁打了个冷战, 低声说道我真的很害怕蜘蛛啊, 被一万只蜘蛛咬死, 应该是最恐怖的死法之一了吧? 江炎面前, 浑身人面鬼猪的浪哥已经被吓破了胆, 蒙心答应了他, 你放我一命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江炎眼神微微眯起, 冷冷笑道, 全是他的原因吗? 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 江炎声音冰冷, 下达了一个毫无人情的命令, 吃掉他的双眼。 第53章, 这个禁忌太诡异了, 随着江炎命令落下, 浪哥眼球之上的人面鬼猪猛然动了起来, 咔嚓咔嚓, 令人毛骨悚然的啃咬声, 伴随着浪哥歇斯底里的尖叫, 在废墟之中激荡不休, 一双眼球, 转眼就被人面鬼猪吃光了, 浪哥眼中有鲜血奔流, 但只顺着身体流到下巴的位置, 就被途中的所有人面鬼猪吞吸干净, 一滴血都没有浪费, 江炎冷冷说道, 你现在吃药, 还能恢复状态,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再撒谎, 你就去死吧, 我去问李延熙, 浪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哭嚎道, 好好好我说实话, 是我, 我想要你的古玩街, 我们狂浪帮之前一直被鼎盛集团压制, 在安保圣面前抬不起头来, 现在诡异降临, 我也想创建一个玩家的交易秩序, 就在我想办法的时候, 我的小弟告诉我, 鼎盛集团已经先我们一步, 建立起了古玩街安全区, 并且在其中聚集了大量的人, 我, 我想着过来学一下, 你们是怎么弄的, 然后发现, 我学不来, 这需要的人力物力太大了, 我就想, 杀了你, 把古玩街和安小星抢过来, 到时候, 安小星已经成了我的女人, 安保圣不会动我的, 听着浪哥的话, 姜岩嘴角露出了一抹击翘的笑意, 你知道, 你为什么一直被鼎盛集团压制吗? 姜岩抽了一口就烟斗, 烟雾弥漫中淡淡说道, 因为你的智商实在太低, 根本不配成为安保圣的对手, 之前没饿死, 多半是因为你手里那根狗骨头, 不入安叔的眼, 敢打敢拼是优点, 但脑子里只有暴力手段的人, 是没活路的,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姜岩拿出手机, 拨通张小虎的电话, 淡淡说道, 你让安小星把她的同学, 那个叫李燕西的女人, 带到我这里来。 此处距离古玩街并不遥远, 短短十分钟后, 张小虎就带着几个鼎盛集团的人, 压着不断挣扎的李燕西, 来到了姜岩面前, 安小星也跟在后面, 满脸意外之色。 女人的倾诉欲本就很强, 从洪峰山回来之后, 安小星被李燕西为首的几个女同学拉着, 无比恐怖的浪哥, 李燕西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 尖叫着连连后退。 浪哥现在的样子, 可实在是太惨了,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皮肤, 活似被包了皮的狗。 肌肉和脂肪, 血管清晰可见, 骑上密密麻麻, 全是人面鬼珠, 比最恐怖的梦魇还要更加恐怖两分。 张小虎一脚踩住了李燕西的头, 毫无怜惜骂道, 姜哥让你跑了吗? 不准动。 嘴里虽然骂得凶, 可张小虎看着浪哥那鬼模样, 吓得浑身汗毛都倒竖了起来, 一股股寒气从脚底直窜上天灵盖, 根本不敢抬头看姜炎一眼。 自家这位姑爷, 真是个高中没毕业的男孩吗? 他这手段也太酷烈了, 能让张小虎这种跟着安叔混了一辈子的老油条, 生出酷烈念头的, 姜炎还是第一个。 另外几个跟着张小虎一起来的人, 看到这一幕早已是面无人色, 差点呕出来。 李燕西被张小虎踩着头, 直接哭崩了。 不要啊, 放了我啊。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姜炎我对不起你, 我再也不敢了, 你让我怎样都可以, 我什么都可以, 真的, 我给你当奴隶, 我给你当奴隶。 安小虎听得面色一黑, 瞪了李燕西一眼。 姜炎淡淡一笑, 环步走到李燕西面前, 蹲下身, 伸出左手, 在李燕西满是泥泞泪痕的脸上, 轻轻拍了拍, 发出啪啪两声。 我救了你, 昨天晚上又给了你一次机会, 你只需要安分手挤, 就这么难做到吗? 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还是死了好。 姜炎左手的蛛丝手套再次炸开, 海浪般的人面鬼猪从里面涌了出来, 瞬间爬满了李燕西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 别浪费, 姜炎淡淡说罢, 用右手牵起安小星, 转身向古玩街折返而去。 随着姜炎一声令下, 浪哥和李燕西身上安静的人面鬼猪 陡然翻腾起来, 两具密布蜘蛛的人体在地上痛苦翻滚, 尖叫和哀嚎直冲天际。 半分钟后,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地上只剩下四具人形蛛丝大剪, 偶尔表面的灰白蛛丝会蠕动一下, 里面的血肉孕育出了全新的生命, 一枚枚猪卵孵化而出, 变成一只只渺小如微尘的蜘蛛。 这些蜘蛛从灰白蛛往缝隙中钻了出去, 顺着废墟阴暗的角落, 一路爬到了古玩街, 从阴影中溜进了江岩的店铺里, 跳进江岩的左手蛛丝手套, 消失不见。 三百米外的高楼楼顶, 王家和陈海川缓缓放下望远镜,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刚刚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没想放江岩再回到古玩街去。 但接下来的事情, 完全超出了两人的理解范围。 王家呢喃问道, 这个禁忌006的拟人程度, 也太离谱了, 简直就和人没什么两样。 他为什么没有攻击那个女人, 还拉着女人的手走了, 禁忌也会发情骂。 陈海川低声说道, 据我观察, 那个女人可能也是个诡异。 王家一脸便秘的表情连连摇头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禁忌的女人程度都很高, 但诡异都有明显的特征。 那个女人绝不可能是个诡异。 她要么是个人, 要么。 陈海川打了个哆嗦, 吞咽唾沫问道, 也是个禁忌。 王家冷静了一下, 仔细思索, 摇头说道, 更像是被禁忌控制了的人类。 这个禁忌006的做派太奇怪了, 我希望能先按兵不动。 我要去古玩街, 和他近距离接触一下。 第54章, 风鬼陶木剑。 江炎坐在古玩街店铺里, 巴搭了两口就咽抖, 看了看老手表, 自语道。 差不多到秘境提示的时候了。 过了几秒钟, 江炎的玩家面板上, 果然浮出了一行醒悟的提示。 秘境, 第三医院将在明日开启。 进入秘境可能获得丰厚资源奖励。 秘境内有致命危险。 若秘境结束前未被轻剿, 秘境中的最终诡异将会脱离秘境束缚, 获得巨大增幅后降临南东。 秘境持续时间。 五天, 每个进入秘境的玩家需要缴纳500名币入场费。 这个提示明显不是发送给江炎一个人的, 所有人类玩家都收到了。 聚集了大量人类的古玩街中, 顿时响起了杂乱的一轮声。 还要缴纳500名币。 这也太贵了。 而且进去还有可能送命, 这谁脑残回去啊? 不去不去, 我们就在安全区待着。 外面议论纷纷, 绝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上一世, 江炎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根本没有参与秘境的想法。 开玩笑, 在这个恐怖世道下能挣扎着活下来, 已经实属不易, 谁愿意花冤枉钱给自己找罪受啊? 至于秘境无法清剿的后果, 则被这些人选择性无视了。 在禁忌斩命灵童真正出现之前, 难兜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个提示中所谓的巨大增幅, 到底意味着怎样的湿山血海。 听着外面乱糟糟的讨论声, 江炎缓缓吐出一个烟圈, 脸上的神色满是玩味。 第三意愿吗? 上一世, 我没进这个秘境, 这一世, 不回来把安小星走到了江炎身后, 轻轻为他按摩肩膀, 低声问道。 江炎, 这秘境, 你有什么打算? 江炎早就已经想好了, 淡淡说道。 你, 朱刚烈, 魔狼, 燕妹, 紫色宝箱, 留下看家。 黑鸭, 人面鬼猪跟我进去。 安小星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问道。 你不带我一起去吗? 我现在很强的。 江炎淡笑道。 玩家进入秘境会被分开传送, 到时候你孤身一人, 可能会遇到危险。 有黑鸭和鬼猪帮我, 已经足够了。 安小星一想到要和江炎分开, 就有些不高兴, 但转而又意识到, 如果被分开传送, 自己一个人在恐怖的秘境里, 也太无助了。 他从后面抱住了江炎, 低声说道, 那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要是死在里面了, 我也不活了。 古玩接入口, 王家和陈海川的脚步, 齐齐一顿, 他们也都看到了, 玩家面板上的秘境提示。 两个猎鬼局猎人的面色, 一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低声说道, 我们必须清剿这个秘境, 否则, 很可能放出来一头强大到难以想象的诡异, 甚至直接就是禁忌。 王家缓缓点头,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放心吧, 我去参加这个秘境。 陈海川一惊, 你身上不是还有其他任务。 王家叹息道, 这世道, 四处起火, 能就一处是一处。 我既然已经来了南兜, 就先把这里的事情解决, 再说其他任务。 现在, 先让我看看, 古玩街里的禁忌006,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103个猎人, 已经在古玩街周围的废墟之中严密不防, 随时可以围杀古玩街中的禁忌006。 不过王家和陈海川现在毫无把握, 必须要先探探底。 王家整肃衣领, 抬步走入了江炎的店铺大门。 店铺内, 江炎端坐在紫色宝箱上, 半张脸被怪帽子头下的阴影遮盖, 浑身诡异的黑气缭绕, 右肩上站着一只黑鸭, 灰白蛛丝覆盖的左手拿着就烟斗。 翻云土雾之间, 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 这位客人需要什么业务? 江炎的眼角余光, 饶有兴趣上下打量着面前的王家。 此人踏入店铺的瞬间, 江炎就认出来, 这是猎鬼局的十大猎神之一, 称号天剑猎神。 现在诡异降临刚刚开始, 猎鬼局十大猎神的名声还不够高。 但很快, 这十位猎神的战绩就会名扬内外, 容貌也被人们牢牢记住。 这位猎神竟然在这时候出现在了难度。 更让江炎意外的是, 他的玩家面板上竟然多出了一个不起眼的铭币入账。 铭币加1100, 大名鼎鼎的天剑猎神, 竟然是个诡异。 江炎仔细看了看王家, 觉得不太像。 王家依循着陈海川等人探明的一些规律, 低垂目光不敢和宝箱上的江炎对视, 规规矩矩说道我想贷款。 说吧, 他将自己身上的所有装备向江炎展示了一遍。 除了他背上那把造型古朴的陶木剑, 他这一身装备堪称豪华, 商城价值竟然超过了十万明币。 江炎仔细看过之后, 和他递结了贷款合同, 拿了五万明币递给了王家。 王家接过明币的时候, 手指有意无意在江炎左手灰白色的手套上扫了一下。 前半段的触感绵密细腻, 仿佛上好的绸缎。 可摸到后半段的时候, 王家却是面色狂变。 他在这灰白手套下摸到了细细蜜蜜的蠕动感, 仿佛有无数之虫置在旗下穿行。 联想到刚刚望远镜看到面前这禁忌杀人的诡异手段, 王家额肩冷汗层层而落。 说不定, 眼前这衣冠之下的每一寸人体, 都是由扭曲的人面鬼珠组成的。 恐怖, 太恐怖了。 江炎饶有兴趣问道, 你那把剑, 怎么不给我看呢? 王家背上那把没有展示的古朴桃木剑, 令江炎本能感觉不是个简单的东西。 听到江炎在旧烟斗效果下变得沙哑低沉的声音, 王家沉默片刻, 缓缓从背后摘下了自己的桃木剑。 这不是系统商城的产物, 但得到了商城的认证。 此剑乃我祖上传承数百年的盗器宝物,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把它也抵押给你, 贷款一些冥币。 王家将这把桃木剑的属性展示给了江炎。 装备, 风鬼桃木剑, 有神秘力量加持的强大桃木剑, 也许其本身就是一头被封印的诡异。 每杀死一个诡异, 此剑永久加一攻击力, 加十生命值。 当前属性, 加110攻击力, 加1100生命值, 对诡异造成震慑效果, 对诡异目标造成的伤害翻倍。 第55章, 有钱是真网出给啊。 看到这把剑的属性, 江炎心中了然。 原来自己面板上加1100的明币收入, 是这把剑带来的。 展示之后, 王家直接将这把剑递给了江炎。 在江炎没有看到的角度, 王家眼中闪过了一抹隐晦的寒芒。 这把剑具有震慑诡异的效果, 哪怕是王家之前参与过封印的四头禁忌, 也无法完全免除这把桃木剑的影响。 而王家也在长时间的使用中, 掌握了通过震慑效果, 间接判断一头诡异实力的技巧。 一边递出桃木剑, 一边用眼角余光死死盯着江炎的反应, 王家心中暗道。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多强? 倘若震慑效果良好, 我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斩着禁忌一剑, 然后开始封印流程。 王家悄然探手入怀, 抓住了怀中的捉鬼金网。 这张网是猎鬼局的制式装备, 其中黄金含量很高, 完全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禁忌, 为猎鬼局将禁忌封入黄金关创造机会。 在古玩街外围, 一百多个猎鬼局的猎人正在严阵以待, 只等王家一声令下, 包括能封印禁忌的黄金关, 昨夜也被陈海川秘密送到了 距离古玩街很近的一座废墟之中。 随时可以启用, 江炎丝毫没有察觉到 王家这举动里蕴藏的杀意, 毫无防备将陶木剑接在了手中。 伸手去接的时候, 左手珠丝手套中的人面鬼珠, 十分惊恐地顺着他的袖口 躲进了江炎袖中, 不敢接触这把陶木剑。 江炎双手捧着陶木剑把玩片刻, 缓缓点头, 将支瓶放在了桌上, 点头道,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你想抵押多少钱? 王家满面震惊之色, 双目直勾勾盯着江炎, 一时间根本忘了 不能直视面前禁忌的规则。 他心中满是惊涛骇浪。 禁忌006竟然直接把自己的 疯鬼陶木剑, 塔尔皇之拿在手中随意把玩, 半分被疯鬼陶木剑 震慑的样子都没有。 怎么可能? 王家心中暗自嘞喃。 难道说, 面前这头禁忌 是我见过的所有禁忌之中 最强大的一头? 也许是诡异降临之后, 禁忌的强度又提升了。 一滴冷汗, 从王家鼻尖低落。 眼角余光发现 王家好端端走了神, 江炎又追问了一句。 你想抵押贷款多少钱? 王家回过神来, 重重打了个冷战, 咽了口唾沫, 试探道。 二十万名币。 这个价格是在狮子大开口, 王家也没指望 这头禁忌会接受这个价格。 王家只是想要试探一下 禁忌006对自己这个行为的反应。 这非常危险, 很容易触发禁忌006未知的击杀规则。 但王家有自己的底牌, 愿意以此为代价, 探明006的击杀规则。 唯有这样, 才能更好完成后续的封印流程。 可下一刻, 王家十分意外地听到了两个字。 可以。 江炎掏出一张贷款合同, 又堆在了王家脸上。 月利率1%, 计算负利。 如果你死了, 这把剑就被系统转送给我。 系统商城虽然给了这把剑 一些量化的数据和评判, 却没有给出指导价格, 自然也无法半价出售给系统商城。 从江炎的角度来看, 这把桃木剑属于可成长装备, 而且勿以稀为贵。 另外, 这把疯鬼桃木剑和安小兴的暴力狂天赋 莫名搭掉。 如果能按照合同20万收回来, 死掉的王家可能血赚, 但江炎绝对不亏。 看着对在自己脸上的燃血诡异合同, 王家双目瞪圆, 满脸愕然, 发出了意外的声音。 啊, 他, 他接受了。 20万明币。 王家脑中闪过了商城中 一件件售价昂贵的装备。 如果再砸20万明币下去, 自己会强到什么程度? 王家看了看燃血合同上明晃晃的20万明币, 又看了看从始至终没有正眼看自己一次的禁忌006, 重重吞了口唾沫。 心里有个本能告诉他, 这个禁忌如此慷慨, 绝对有问题说不定, 他的击杀规则就和这贷款合同有直接关系。 但王家的理智却非常清晰, 蓝兜的秘境即将开启, 自己需要更强的力量去应对。 这20万明币, 说不定就是成功与失败的差别。 一旦失败, 难度会付出多少生命作为代价? 这不光是20万, 更是挽救无数条鲜活生命的机会。 就算要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 又有何妨? 江炎余光看到王家又一次陷入了失神之中, 抿了抿嘴, 有些不悦道。 不迁就走吧。 王家打了个机灵, 骤然回神。 这头禁忌生气了, 他重重吞了口唾沫, 断然说道。 我迁。 合同画作两道红光消失在了江炎和王家身上。 一叠叠金灿灿的铭币被江炎掏出, 在桌上堆成一堆, 数够20万, 被江炎推向了王家。 王家看着满桌的金币辉煌, 第三次在江炎面前失神。 这个禁忌, 真的和自己之前见过的所有, 都很不一样。 他有钱是真网出给啊。 前后贷款了25万铭币的王家, 对江炎深深拘了一躬, 情真意怯道。 不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你。 告辞。 王家心中补充道。 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 江炎余光看着王家面对自己向外退出, 平静问道。 你想不想为我工作一段时间? 王家脚步一顿, 瞳孔骤然一缩。 这是什么意思? 禁忌006, 要自己这个人类为他工作。 王家额尖已经擦去的冷汗, 再一次层层而落。 这真是自己见过的, 最邪门的一个禁忌。 王家断然摇头道。 不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一溜烟消失在了古玩街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江炎玩味一笑, 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刚当前的合同似乎有个很有趣的漏洞, 王家和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按照合同, 如果江炎杀了王家, 那么他手里的疯鬼陶木剑 就会直接变成江炎的。 念头一闪而逝, 被江炎打消。 上辈子, 江炎也是被猎鬼局保护过的云云众生之一。 这辈子虽然不需要被保护了, 但江炎也不愿意无故杀掉一位猎神。 刚刚那二十万贷款, 江炎之所以给的如此干脆,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王家天剑猎神的身份。 猎神, 你觉得禁忌006怎么样? 陈海川看着满头冷汗退出来的王家问道。 第56章, 重生十字架, 王家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满面惊忌之色, 低声说道。 006太可怕了, 我建议先冷处理, 等我从秘境里出来, 再想办法对付禁忌006。 如果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封印了006, 可能就没有多余的力量 去处理即将开启的秘境了。 我们先收队回去, 你带人快速肃清难多的诡异, 我研究研究怎么花这25万。 陈海川点了点头, 旋即意识到似乎听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数字多少钱。 陈海川瞠目看向王家, 猴杰滚动了一下, 王家笑了一下, 说道。 我从禁忌006手里贷款了25万, 我预感他的击杀规则 可能和贷款合同有关系。 也许, 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店铺里, 江炎正在给自己手底下的诡异发奖金。 从洪峰山粮仓回来之后, 江炎就一直在安静印钞, 现在手里的名币已经到了15个亿, 应对第三医院这个秘境 应该已经绰绰有余。 江炎给每个诡异发了5万名币, 给安小新发了20万, 而后淡淡说道。 进入秘境的这几天, 你们全听安小新的安排, 等我出来, 再论功行赏。 紫色宝箱, 你负责替我运营这间店铺, 我给你留100万名币周转。 紫色宝箱连连点头,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谢谢老板的信任, 我绝对帮老板把店铺管理好。 江炎看向魔狼, 说道。 你负责白天和鼎盛集团的宝箱探索队伍, 出去寻找宝箱。 我给你准备100个迷雾之瓶, 藏好自己的踪迹, 不要被外人, 尤其是猎鬼局发现。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中, 猎鬼局会开始发力, 轻脚难斗的诡异。 你们时刻需要用迷雾之瓶 遮掩自己的存在, 不可大意。 将老板的每一个字都记在了心里。 老板如此恐怖的存在, 都说猎鬼局强, 那看来是真的很强。 就在这个时候, 古玩街突然喧闹起来。 我开宝箱开出的好东西, 都来看一看。 这东西能救你们所有人一条命吗? 谁出的名币多, 这个重生十字架就卖给谁。 张小虎的喝斥声很快响了起来。 古玩街里不准大声叫卖, 再叫就给我滚出去。 这是古玩街最重要的几条规矩之一, 因为过于喧闹的人声 大大增加了引来诡异的风险。 虽然叫卖的声音一出就被喝止, 但还是有很多人被吸引, 围在了刚刚那个摊位旁边。 就连江炎也是心中一动。 重生十字架, 他一边抽着烟斗, 一边斜靠在门边, 看了过去。 那摊主手里拿着一个铁灰色的十字架, 将属性展示给了所有人。 物品, 重生十字架, 滴血并插入泥土, 死亡后会在十字架下重生。 看到这个东西, 江炎眼中闪过一道意外之色。 重生十字架是只有宝箱中能开出来的隐藏资源, 商城里并没有售卖。 因其能复生的特殊属性, 在市场上的价格一直非常昂贵。 到了上辈子江炎死之前, 一个重生十字架的价格已经来到了十万名币, 还是有价无事。 事实证明复生不是不重要, 而是不能指挥复生拥有重生十字架的强者非常可怕。 而复生天赋的玩家基本都是小丑。 周围的人也都意识到了重生十字架的珍贵之处。 这真的就是一条命啊。 在诡异横行, 危机四伏的现在多一条命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很清楚。 我出一千名币, 有人率先出价, 一旁有人不懈道, 一千名币也敢开口。 我出三千, 三千名币的价一喊出来, 周围顿时一静。 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全富身家了。 顿时, 很多人摇头叹息, 悄然退开, 知道这个好东西终究和自己无缘了。 三千五, 四千, 价格一路水涨船高, 来到了六千名币。 古玩街中只剩下了三个人在竞价, 其他人都切换成了看戏模式。 其中一个竞价者咬着牙骂道, 先别卖, 给老子等着。 他转头向江炎的店铺跑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喊道, 江哥, 我要贷款。 江炎看了一眼他身上的装备价格, 拿出了四千名币和贷款合同给他。 这人顿时趾高气扬地转身, 摇晃着手里的四千名币, 气势汹汹道。 六千算个屁, 也出七千。 眼见这人直接贷款应对, 手里还有三千名币, 势在必得异于言表。 剩下两个人对视一眼, 军事沉默不语。 大家手头都不宽裕, 这个价格已经太高了。 摊主满面兴奋的潮红, 举着手里的重生十字架, 说道, 这位老板出了七千。 还有没有更高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卖给这位老板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从外围插了进来。 我出一万。 众人, 所有目光汇聚而去, 却见一个戴着猪八戒面具的男人 从外面挤了进来。 他明显在外面观察了很长时间, 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口出价。 一万名币放在眼下, 已经堪称天价, 众人纷纷望洋心叹, 就连那贷款歌也将在了原地。 他手里一共就一万名币, 要想压过对方的出价, 已经是不可能。 摊主兴奋地几乎要尿出来, 连连跳脚道。 这位老板, 我等的就是您。 江言抽了一口烟斗, 目光在这个猪八戒面具身上看了一圈, 感觉身影有些熟悉。 他没有深究此人身份, 只是开口喊道。 我出一万五。 声音在古玩街中回荡, 令所有人心尖尖猛然一颤。 一万五? 这什么神号啊? 开口就加价五千。 可当他们看到喊价的是江言之时, 却岂岂释然了。 连古玩街街口的大黄狗都知道, 店铺里那名叫江哥的存在, 是个大财神。 那摊主咽了口唾沫, 对江言谗媚笑道。 是江哥啊, 用不了一万五, 一万三给您。 就在摊主屁颠颠往江言身边跑, 准备把十字架递给江言的时候, 那猪八戒面具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出两万。 第五十七章, 真被他包养了我出两万。 这个价格一出, 古玩街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为解决全球变暖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家伙, 这猪八戒面具是谁啊? 竟然敢和江哥较劲儿? 这可是江哥啊。 背景深不可测的江哥, 罩着整个古玩街不受诡异侵犯的江哥。 他就算倒着喊个三千名币, 那摊主也不敢不卖给他啊。 听到猪八戒叫了两万, 摊主的脚步僵在了原地, 满脸尴尬。 这这这…… 老板, 你别和江哥争了。 我, 我一万三卖给江哥了。 江言低垂冒檐下的余光 瞥了猪八戒一眼, 淡淡开口道。 我出三万。 他总觉得, 这猪八戒很熟悉,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而且面具之下, 一下就爆出了三万。 那猪八戒身躯一颤, 充满怨毒的瞪了一眼江言, 扭头就走。 江言随手掏出三万名币, 将重生十字架拿在手中, 目送猪八戒的背影 消失在古玩街汹涌的人潮之中。 这个背影, 怎么有点像王虎城? 江言自语, 旋即将这个念头打消。 那混蛋被自己连杀两次, 现在估计连灰都被吹得找不到了。 估计只是相似吧。 转身将重生十字架递给安小星, 江言叮嘱道, 滴血之后, 埋在鼎盛集团后面那个小公园里。 安小星迟疑了一下, 问道, 你要去秘境里探索, 这个你留着自己用吧。 江言淡淡笑了一下, 摇头道, 我不会死, 自然不需要。 除了离开秘境的斩命灵童, 江言目前想不出自己的任何死法。 王虎城脚步匆匆向古玩街外面走去, 心中大骂晦气, 这个江言怎么阴魂不散, 自己干什么都能碰到他。 那日, 王虎城被江言连着杀了两次, 连尸体都被张小虎抛入了火堆中焚烧。 但谁都没有想到, 他身上有一个隐藏技能, 刷新。 刷了复活天赋的冷却时间后, 王虎城再一次从烈火之中复活了, 他顾不得其他, 跳起来就跑。 那时候, 江言已经带着安小星离开了古玩街, 张小虎等人虽然发现, 但夜幕之下也没有去追, 眼睁睁看着王虎城一路烈焰火花消失在夜色之中。 侥幸活下来, 王虎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虽然早已经意识到江言也是重生回来的, 但王虎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江言为何会这么强? 我一路走来趋利避害, 明明已经将成长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就算他也有重生的经验, 也只可能和我不相伯仲。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本来打死都不愿意踏入古玩街, 但为了明日即将开启的秘境, 王虎城不得不戴上了猪八戒的面具, 又一次进入了江言的底盘。 依靠上辈子的经验, 王虎城记得这个时候, 古玩街有一个重生十字架, 出现着东西属于战略级的物资, 尤其是对于复生天赋的王虎城而言, 这就是第三次复活啊。 最重要的是, 重生十字架的效果, 能令秘境中死亡的人, 在重生的时候离开秘境, 与现实世界中重生。 探索秘境之前, 得自己准备一个重生十字架, 就能确保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死在秘境之中。 为了这份保障, 王虎城冒着巨大的威胁, 进入了古玩街, 果然遇到了重生十字架。 本以为自己手里这两万明币的巨款, 绝对能将这件战略级的物资拿下。 却万万没想到, 江言既然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就掏了三万出来。 这一刻, 若不是自己打不过江言, 王虎城真想将这个好朋友, 老同学, 扒皮抽筋。 王虎城眼神阴沉至极, 低声自语道, 既然已经丢了, 再后悔也无用。 赶快离开古玩街, 否则每一秒都是危险。 走到古玩街街口的时候, 王虎城的眼角余光扫过旁边地摊上的一个道具, 脚步猛然一顿, 眼中闪过惊喜之色。 那是一口只有拳头大的石棺。 物品, 石棺玩具。 滴血后, 持有者死亡, 尸体会出现在石棺之中。 尸体永久缩小95%, 只能使用一次。 这也是个隐藏资源, 但绝大多数玩家看到这东西的属性之后, 完全摸不着头脑。 所以这个隐藏资源, 往往也卖不上什么价格。 但王虎城知道, 对复生天赋的玩家而言, 这是个好东西。 能避免被人蹲尸体。 一旦死掉, 尸体就会立刻消失在原地, 进入事先放置好的石棺之中。 半小时后, 玩家复生就能从安全的地方爬出石棺。 至于永久缩小95%的惩罚, 可以用伤城中的药剂来中和。 成本很高, 但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灵活性。 毕竟, 复生天赋最怕的就是被人蹲尸体。 一番讨价还价, 虽然没有重生十字架那么好用, 代价也很大, 但也很厉害了。 王虎城心满意足离开了古玩街, 快步向明日秘境开始的地方而去。 这第一个秘境, 难度没那么高, 奖励相对丰厚, 最重要的是, 斩命灵童不能出来。 那头禁忌如果再难都盘踞, 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天晚上, 江炎和安小新回到鼎盛集团的时候, 安保圣和江炎交流了明日秘境的计划。 安保圣本来准备安排一部分人手进入秘境中探索, 被江炎断然阻止了。 他抽了一口烟斗, 平静说道, 秘境中很危险, 我去就可以了。 这三十万, 安叔你拿着,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好好发展顶盛会。 看着江炎推过来的三十万金灿灿灿名币, 安保圣重重吞了口唾沫, 试探着问道, 这是古玩街的利润吗? 你留着和小新花销就可以了, 不用给我。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古玩街也就赚了几千名币, 都给张小虎, 他们分了。 江炎拉着安小新离开之后, 安保圣看着桌上三十万金币辉煌的名币,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妈的, 我这个岳父竟然真的被那臭小子给包养了。 第五十八掌, 再死一次好了, 安顿好了难兜的一切。 第二日一早, 江炎独自一人开着车, 抵达了秘境开启之地。 每一个秘境都有固定的入口, 秘境提示的时候, 已经为每一个玩家标注出了位置。 秘境第三医院的入口, 位于一座平平无奇的建筑废墟旁, 一道白色的光芒闪烁徘徊。 江炎知道, 只要到了秘境开始的时间, 自己触碰这道白色光芒, 并且缴纳五百名币入场费, 就能进入秘境之中。 进去好进, 出来却非常难。 很多人就直接消失在了秘境之中, 尸骨无存。 想要出来, 必须等秘境被清剿, 或时间耗尽。 倘若是时间耗尽, 里面依旧存活的人类会被传送出来。 不过秘境中的诡异, 也会被一同传送出来。 江炎随便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 一边印钞, 一边静静等待秘境开启的时间到来。 虽然大部分印刷材料都没有跟着, 不过身上的黑鸭和人面鬼珠提供的 铭蔽入账还是非常可观的。 嘿,哥们儿, 你也是来参加秘境的吗? 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年男人凑到了江炎身旁, 笑出了满口大黄牙。 江炎没有正眼看他, 不嫌不但点了点头, 继续印钞。 中年男人黑黑笑道, 我也准备进秘境里看看能不能混点什么, 待会儿我们能不能一起行动, 也能互相照应一下。 江炎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这个男人, 看到他后腰别着的两把枪械, 估计浑身上下能有个两三千明币的价值。 他淡淡一笑, 不置可否。 这种想进秘境里混奖励的人不在少数, 毕竟是第一次秘境, 所有人都对其中的凶险缺乏认知。 但进去之后, 死得最快的, 就是这些想当混子的人。 眼见江炎不说话, 中年男人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但还是笑呵呵说道, 我看哥们你身上这装备挺不错的, 应该挺有钱的, 能不能帮我个忙, 给我五百明币, 等我从秘境里出来, 一定还你。 一边说着, 一个冰冷的枪口顶在了江炎腰上, 身后废墟中也紧接着绕出了三个男人, 满脸英笑围住了江炎。 江炎的烟斗顿在了嘴边, 饶有兴趣地抬起双目, 看向这个中年男人。 你在勒索我吗? 目光交接的瞬间, 星红震暴效果发动。 中年男人瞬间感觉, 自己眼前出现了一双星红凝丽的眼睛, 其中蕴藏的恐怖, 直接摧毁了他的心智。 仿佛眼前这个半张脸藏在了冒岩下的男人, 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没有之一。 想要活下来, 就必须杀了他。 碰! 一声枪响, 中年男人扣动了扳机, 江炎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一。 四个包围了江炎的男人, 看到这个数字, 奇奇一乐。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开始逃跑, 耳边就听到了嘶哑不祥的鸣叫。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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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鸭站在江炎肩膀上, 扑扇着翅膀, 对每一个人施加了一个诅咒。 两秒后, 诅咒爆发, 紫黑色骷髅头从他们头顶落下。 -874 -861 -839 -894 扑通扑通, 四个男人满面死灰, 跪在地上, 悄无声息间死去了。 不多时, 坐在地上抽烟斗的江炎身后, 夺出了四个人形猪丝简。 猪丝简时不时蠕动一下, 有细小的人面鬼珠从中钻出来, 溜进江炎的猪丝手套里。 被人截杀这种事情, 在诡异降临的乱世中并不罕见。 尤其是江炎独身一人, 看起来可太好欺负了。 只可惜, 他们找错了对手。 另一个角落中, 停着一辆猎鬼局的车。 坐在副驾驶上的王家, 缓缓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浊气, 说道, 我终于花完了二十五万名币。 这笔巨款十分难得, 王家必须将之以最大效率 转化成自身战斗力才行。 所以, 他购物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 陈海川, 你之前说自己发现了一些 这个秘境的线索。 介绍一下吧。 陈海川点了点头, 深吸口气说道, 秘境的名字叫第三医院。 我回去调查了一下, 发现南斗五十多年前, 竟然真的存在过一座 名为第三医院的地方, 连位置都和秘境入口一模一样。 听到这话, 车上的所有猎人都是一愣。 王家恶然道, 什么? 后来呢? 南斗的第三医院为什么没了? 陈海川说道, 据说里面出过人命, 被封锁了很长时间, 后来就被拆除了。 具体发生过什么, 我们的记载中并没有。 王家露出思索之色, 沉吟了很久, 缓缓点头道, 上报你的发现, 这很有价值, 等我们进去, 应该能发现更多的线索。 看了看手表, 王家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车上的猎人齐齐点头, 满面肃杀, 时刻准备着。 不远处, 入口的白光忽然明亮了起来, 南斗的所有玩家也都得到了系统提示。 秘境第三医院已经开启, 请想要进入秘境的玩家尽快赶到入口。 入口开启时间为? 30分钟。 随着入口开启, 陆续有玩家进入白光, 缴纳了500名币之后, 身影渐渐淡去, 似乎进入了另一片空间。 江岩没有着急进入, 一直坐在废墟角落中, 抽着烟斗观察入口的状态很快。 江岩看到了一堆猎鬼局的猎人, 在王家和陈海川的带领下, 消失在了秘境入口。 江岩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果然, 猎鬼局的人不会任由秘境失败的。 不过, 我记得上辈子天剑猎神这个时候不在南斗,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如果上辈子也是他带队的话, 南斗的第三医院秘境应该不会倾角失败, 斩命灵童也就不会出来。 跑步消失在了秘境入口, 速度很快, 但江岩还是一眼将他认了出来。 他还没死。 江岩微微皱眉, 十分意外。 深深抽了一口咽斗, 江岩忽然一笑, 那就再让他死一次好了。 第59章, 别让我碰到你。 江岩闲听信部走到秘境入口白光之中, 玩家面板上顿时弹出了一个提示, 是否缴纳500名币进入秘境。 第三医院, 江岩选择了事, 下一刻他眼前光芒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眼前景物模糊了一瞬间。 再次凝食, 江岩发现自己立身于一个泛着白色光芒的广场上, 周围有很多人, 每一个人身上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白光, 难以辨认身份。 江岩的耳边, 隆隆响起了一个提示音, 等待秘境开启中, 剩余时间。 15分钟, 秘境开启前, 玩家之间禁止相互攻击。 江岩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和手套, 发现黑鸭和人面鬼珠都在, 并安安心心坐着印了15分钟铭币。 这段时间, 又有玩家不断加入, 几乎坐满了整个广场。 倒计时结束, 广场之上光芒陡然明亮起来, 隆隆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秘境入口关闭。 秘境。 第三医院。 抽取秘境规则词条中。 规则一。 秘境中的诡异无法被杀死。 规则二。 秘境中每死亡一个人类玩家, 所有诡异属性增强1%。 规则三。 秘境中的人类玩家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玩家累积支付5000明币可以重新抽取上述规则词条, 每次抽取所需明币翻倍。 每次重新抽取词条, 明币贡献第一的玩家会获得单体增益效果。 所有词条确认后, 秘境正式开启。 看着这三个词条, 将延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这规则词条也推离谱了点。 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简直是要所有人的命啊。 果然, 广场上的玩家立刻混乱了起来。 这什么鬼词条? 这玩不了啊。 诡异都不能杀, 进去只能苟着。 我不参加了。 我要出去, 快放我出去。 一个玩家愤怒冲撞着广场边缘的白光, 想要离开这个秘境。 但为时已晚。 既然已经进来了, 秘境结束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一个很冷静的大哥站了出来, 扬声号召大家。 兄弟们, 我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大家量力而行, 多少出一点? 至少第一条规则一定要改掉啊。 不然我们在秘境里根本没有活络。 我先出二百。 说着, 这个大哥头顶冒出了一个金色的数字。 二百。 而第一条规则后面也出现了二百五千的进度条。 我, 我他妈真没钱了呀。 进秘境之前都拿来买装备了。 谁知道他还有这一出。 我只有十三明币了。 我拿出我的百分之百。 此人头上紧接着冒出了十三明币的金色数字。 进度条也随之上浮。 旁边立刻有人骂骂咧咧的, 什么拿出你的百分之百? 这鬼话我才不信。 你分明就是不愿意出钱。 早知道这秘境这么坑店, 我绝对不进来。 骂归骂, 他也拿出了一百明币, 注入了进度条中。 江岩站在角落里, 抽了一口就咽斗, 暗自沉引道。 这三个规则词条的确很危险, 不过每次重新抽取词条, 贡献明币最多的人都会获得增益效果, 也是巨大的机会。 怪不得上辈子有很多人说, 进入秘境要多准备一些明币应急。 果然有用。 词条后面还有个三十秒的倒计时, 每次有新增明币, 这个倒计时都会被刷新。 另一个角落中, 王家和陈海川等猎人面面相去, 虽然都被白色光芒笼罩, 无法辨认容貌, 但猎鬼局这些人有自己的暗号, 悄无声息间早就聚在了一起。 坏了, 我的明币也花完了, 陈海川眼中满是苦涩, 王家沉默不语。 这第一次秘境,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进来之前都尽可能做了万全的准备。 明币那是花得一干二净, 万万没有想到, 进来之后, 竟然面对此种尴尬的局面。 不论如何, 这第一条规则必须改掉, 第二条也最好改了。 王家深吸口气, 您没说到, 我们就算变卖身上的装备, 也不能顶着如此恶劣的规则进入秘境。 否则, 我们可能全军覆没在里面。 陈海川点头速农道, 好, 我先卖装备。 就在陈海川准备破斧沉舟, 将身上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装备 半价卖给系统商城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头上冒出了2757的金色数字。 进度条空缺的部分被完全填充, 众人一静, 玄机纷纷称赞道, 我靠, 有大佬, 谢谢大佬, 大佬救我一条狗命啊。 那人撇了撇嘴, 什么都没说, 只是静静站着。 江炎看了此人一眼, 闪过一抹冷笑之色。 正常的玩家没有任何秘境经验, 不可能带着大笔的铭币进来。 所以, 能在这个环节课金的几乎可以确定, 就是自己那位老朋友江炎之所以不出手填满这个进度条, 就是在等王虎城先出手。 毕竟, 单体增益还是很诱人的, 有重生经验的王虎城不可能置之不理。 江炎低声说道, 人面鬼猪分一只子嗣钻进这人衣服里。 江炎的左手蛛丝手套微微移动, 一只微小的人面鬼猪拉着蛛丝落地, 悄无声息向那人裤腿爬了上去。 等一下, 这是刷了个什么规则词条出来? 卧槽, 这踏马比上一个更恶心啊。 江炎转目一看, 规则一, 鬼猪死亡后, 令周围五十米内玩家生命上陷负百分之十。 众人看着这个词条, 齐齐打了个哆嗦, 杀几个鬼猪, 生命值上线就被压得岌岌可危, 到时候随便一个弱小鬼猪拍一巴掌就死了。 这怎么办? 能不能再刷一次? 大佬, 靠你了, 一双双目光投向了那一死亡虎城的身影。 此人沉默片刻, 说道, 太贵了, 我也没钱了。 规则词条还能被刷新, 但这一次需要的铭币是一万。 听到这人的声音,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冷笑之色。 虽然他说话时候故意压着嗓子, 但江炎依旧从声线中听出来。 这就是自己最好的好兄弟, 王虎城。 好兄弟, 可千万别在秘境里碰到我啊。 江炎冷冷一笑, 随手丢出了一万铭币。 第六十章, 秘境被玩坏了。 随着江炎一万铭币丢出, 他的头上也飘起了一个金色的数字。 一万? 进度条直接被拉满, 第一条秘境规则随之改变。 规则一, 诡异死亡后分裂成三个弱小的诡异。 所有人都是一愣, 而后齐齐看向了江炎。 我靠, 豪至一万。 大佬啊, 带一万铭币来参加秘境, 真是牛逼。 不是, 有这一万铭币你买几件装备不好吗? 为什么带进秘境里来? 我不理解, 大佬的思维层次是你能跟上的吗? 不用理解, 只用道谢。 谢谢大佬, 替我们换了一个还凑合的规则词条。 这个刷新之后的规则词条, 虽然还是大大增加了玩家的威胁, 但比之前两个却是好多了。 就在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的时候, 江炎头上又冒出了一个大大金色的数字。 两万? 第一条规则词条又一次被刷新了。 众人? 不是, 这位大佬有点太任性了吧? 刚刚那个词条就还行啊, 还没等大家看清新词条是什么。 江炎头上又冒出了一个更大的金色数字。 四万? 规则词条又一次被刷新。 众人? 大佬, 你是进来洗钱的吗? 一钱一后已经砸了七万名币出来, 恐怖如斯。 有这么多钱干点什么不好啊? 我的天, 我要是有七万名币, 我直接举世无敌好吗? 我踏马浑身上下加起来都没有七千名币, 怎么有人直接怒甩七万呢? 我不理解, 但我大受震撼。 江炎当然不是在洗钱, 他是在刷单体增益。 至于第一条规则刷成什么样子, 江炎暂时懒得理会。 反正刷得不好, 待会儿再刷回来就是了, 没什么要紧。 他看着自己的玩家面板, 看到了接连跳出来的三条增益buff。 玩家生命值正10%, 玩家进战攻击力正10%, 玩家移动速度正10%。 说实话, 这增益效果挺一般的, 也就是安慰一下出资最多的大冤种。 让任何玩家花一万以上的名币来抽这些增益, 都绝不会有人愿意。 除了江炎, 他基础属性很高, 所以, 即便只是10%, 他的收益都比正常玩家多得多。 另外, 江炎钱多得没地方花啊。 他现在加一点力量就要花一千万名币, 但是生命值正10%这buff就用了一万。 虽然带不出去只能在秘境里用, 但性价比依旧很高。 吃到了甜头, 江炎连着又刷了五下, 接连五个金色的数字从江炎头上冒出, 一个比一个大。 八万, 十六万, 三十二万, 六十四万, 一百二十八万。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玩家心中都有一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是什么? 我踏马看到了什么? 这绝对是一场梦。 不可能是真的。 怎么会有人在秘境里花几百万名币刷的词条? 一个人呢喃自语。 不是, 这秘境的奖励就算全给你了, 能赚回来这两百多万吗? 另一个人梦一般说道, 我不信, 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名币? 你肯定是个狗托。 忽然有个人看到了刚刚刷出来的规则词条, 发出了崩溃的痛哭声。 怎么又把诡异不死的词条刷出来了啊? 众人定睛一看, 规则一, 秘境中的诡异无法被杀死。 和刚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区别是进来的时候刷新进度条只有五千, 现在的进度条是二百五十六万。 众人心中都是一尘。 这个秘境已经被玩坏了。 一个女人蹲在地上崩溃哭道。 这下我们都死定了。 江炎身旁一个人哀叹道。 大佬,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这下可怎么办? 江炎看了看自己玩家面板上的增益, 随口说道。 再刷不就行了。 他又刷了一下。 一个遮天蔽日般的金色数字从他头上冒了出来。 二百五十六万。 规则一, 秘境中的诡异受到伤害负百分之三十。 众人, 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万万没想到, 这位大佬竟然还能拿得出来。 远处地围绕着王家和陈海川的猎人队伍, 好几个人齐齐破防了。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一般不会破防, 除非实在忍不住。 这几百万如果放在我们手里, 该有多好。 他竟然就为了个秘境的词条, 这样全砸出去了。 老天不公啊。 陈海川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王家, 低声问道, 猎神, 你怎么看? 这人的财力也太离谱了。 王家忽然打了个哆嗦, 脸色惨白一片, 如同见了鬼一样。 低声说道, 你觉不觉得, 这家伙, 声音很像是禁忌006。 陈海川愣了一下, 旋即感觉一盆冰水, 从头浇到了自己脚心。 浑身汗毛, 一根根根倒数而起。 王家没说之前, 陈海川被巨大的铭币数字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根本没留意江炎的声音。 可现在, 禁忌006也跟进来了。 陈海川感觉自己两腿一软, 险些跪倒在地。 这简直是他从小到大, 听过的最恐怖的一个鬼故事。 他们本来是准备先处理了秘境, 再想办法处理禁忌006的, 这叫分散压力。 可现在, 压力都集中到一起了吗? 一头恐怖至极的禁忌, 加未知深浅的秘境, 完全就是炼狱一般的配置啊。 一旁, 江炎看着第一个词条, 满意点了点头, 说道, 行了, 就这个, 再刷刷第二个词条。 众人, 他还能刷, 他还有钱, 下一次再刷, 可就是512万名币了呀。 江炎又连刷了三次, 终于刷出来了合适的规则。 三个铺天盖地的金色数字, 从他身上飘了出来, 经久不息。 512万, 1024万, 2048万。 江炎看了一眼, 这次刷出来的第二条规则。 规则二, 秘境中的诡异移动速度正50%。 规则三, 秘境中的人类玩家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江炎乐呵呵点头道, 挺好, 众人, 妈了, 彻底妈了, 秘境啥样还没看到, 先被大佬秀了一脸。 第61章, 今天也算尊老爱幼了。 刷到现在, 冥币的花销即便是江炎也开始有些心疼了。 至于第三个规则词条, 江炎压根没准备去刷, 不允许秘境中的人类玩家使用主动技能。 这规则可太适合江炎了, 他一个印钞机有个屁的主动技能, 全靠一身光环和超变态属性横行无际, 完全无视这第三规则。 大佬, 请您收下我的膝盖。 江炎旁边的人早就看待, 此刻终于回过神来, 扑通一声跪在了江炎面前, 认真道。 大佬, 我以后可以跟你混吗?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等你活着从秘境里出来再说吧。 虽然这三个规则难度没那么高了, 但进入秘境的这些人里, 能活着出去的估计实不存一。 秘境, 第三医院, 正式开启。 光芒一闪, 所有人全部消失在了广场之上。 傍晚, 偏僻的街道, 夕阳光芒洒落, 昏黄残阳之下, 潜藏着一抹血色江炎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街道之上。 微冷的晚风吹过, 卷起了地上的一张旧报纸。 报纸在地上跌跌撞撞, 滚到了江炎面前, 忽然停顿。 江炎的目光落向报纸, 上面莫迹变化, 显现出一行字来。 请于天黑之前抵达第三医院, 乘坐十四路公交车也许是你的最佳选择。 此秘境中充斥着诡异, 请勿暴露你活人的身份。 此秘境中的诡异攻击欲望较弱, 请勿激怒他们。 进入第三医院后, 请听从护士长的命令。 第三医院理论上只有七层。 秘境中理论上只有一个诡异, 杀死这个诡异, 秘境便会结束。 江炎挑了挑眉, 玩味自语道。 理论上, 江炎抬头, 看了看不远处的一个公交站牌。 十四路公交车京庭, 站牌上还写着一列京庭站点的名字。 江炎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第三医院, 但终点站叫。 难度公交集散站点。 这公交站牌的样子十分有年代感, 不似难度最近这些年的样式。 正在打量周围环境, 江炎忽然感觉有一只小手, 轻轻戳了戳自己的后腿,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后面说道, 大哥哥, 你的钱掉了。 江炎挑了挑眉, 扭头一看, 背后竟然是个满面青紫色的小男孩, 穿着一身破破烂烂, 眼睛之中没有铜人, 满是死灰之色。 这小鬼一手里拿着一张黄色的纸钱, 笑嘻嘻地递给江炎。 江炎脸色一黑, 说道, 这不是我掉的。 开什么玩笑, 我堂堂一个印钞机, 怎么可能掉纸钱? 我怀疑你再侮辱我。 小鬼一的脸上笑容骤然收敛, 嘴角下沉透出两分阴森来。 大哥哥, 我亲眼看到, 这钱是你裤兜里掉出来的。 你快拿着。 怎么, 大哥哥, 你该不会不能花吧? 小鬼一阴阴看着江炎, 死灰色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新红的戾气。 江炎知道, 自己恐怕已经激怒了这个小鬼一, 并且暴露了自己活人的身份。 但我江炎怕吗? 我在自己身上砸的那么多钱, 都是摆上吗? 我进来之前给自己家的那么多增益, 都是假的吗? 江炎呵呵一笑, 伸出左手, 在小鬼一头上摸了摸。 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会被大蜘蛛吃掉耳朵的哦? 江炎的蛛丝手套骤然炸开, 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猪从里面冲了出来, 瞬间爬满了小鬼一全身。 啊! 一声惨烈的尖叫, 在十四路公交车站周围激荡。 三秒之后, 江炎坐在车站公共座椅上, 轻轻把玩手里粗糙的黄色纸钱。 一旁的车站宇言下, 一个小孩模样的蛛丝剪刀掉悬挂, 骑上的灰白色蛛丝时不时蠕动一下, 有细微的人面鬼猪从里面钻出来, 溜进江炎左手的蛛丝手套里。 就在江炎把这个黄色纸钱折成了一个紫园宝的时候, 不远处街道上, 响起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一个劈头散发, 眼中燃烧着绿色鬼火, 身穿紫黑色长裙的中年女鬼艺, 脚踏一双大红色绣花鞋, 快步朝江炎走了过来。 我儿子吗? 这是我给我儿子打酱油的钱。 怎么在你手脸? 女人一双鬼火眼睛, 死死盯着江炎手里的纸元宝, 发出了尖利的笑声。 她探出鬼爪, 直接抓向江炎手中的黄纸元宝, 阴风呼啸, 胸力十分。 怎么? 我长得像酱油吗? 江炎侧了一下身子, 用背部挡住了女鬼艺的利爪, 玄疾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一。 女鬼艺头上也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四百。 啊! 女鬼艺仰头发出了一声尖利恐怖的吼笑, 死死盯着江炎, 森然道, 这里有个活人, 多少年没有见过新鲜血肉了, 快来吃了它。 江炎颠了颠手里的黄纸元宝, 呵呵笑道, 黑鸭, 自他们母子团聚, 阴暗不祥的诅咒声连连响起, 晒, 一, 死, 念, 一连串伤害数字, 从女鬼艺身上飘了出来, 负七十七, 负六百四十一, 负七十六, 负一千二百四十九, 负一千五百四十六, 片刻之后, 车站语言下, 又多出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蛛丝简, 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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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拐杖点在地上的声音响起, 一个勾搂着腰的老奶奶, 缓缓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颤颤巍微微问道, 我刚刚, 怎么听到有人说要打酱油, 小伙子, 是你打酱油吗, 给你, 慈祥的老奶奶掀开了胯着的竹篮子, 里面有蝎子, 蜈蚣, 蛇, 蜘蛛, 壁虎到处攀爬, 阴森诡异的眼睛齐齐看向江岩, 老奶奶拿出了一个玻璃瓶, 里面是浓稠的红色体验, 小伙子, 给钱, 老奶奶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江岩手里的黄纸元宝, 江岩叹了口气, 今天也算尊老爱幼了, 语言下又多出了一个老奶奶形状的蛛丝茧, 等到十四路公交车终于抵达江岩面前站点的时候, 语言下已经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蛛丝茧, 琳琅满目, 吃呀, 公交车的车门缓缓缓在江岩面前打开, 江岩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抬步踏上公交车, 迎面是一个轻面獠牙的诡异, 对江岩咧嘴一笑, 说道, 乘车缴费一元, 江岩想了想, 懒得自己开车, 乖乖掏出了一元的铭币, 塞进了投币箱, 朝车厢里张望了一下, 江岩顿时一乐, 看到了两个熟人, 第62章, 禁忌上车了, 热大一个公交车车厢里, 零零散散坐着十几个东西, 其中有两个是人类, 看来是之前站点上车的, 这两个人, 江岩都认识, 是猎鬼局的猎人陈宇柔和天剑猎神王家, 这两人都贴着车窗而坐, 身体十分僵硬, 连眼睛都不敢乱看, 在他们身旁的临座上, 分别坐着一头诡异, 陈宇柔身旁的在玩手机, 王家身旁的在看报纸一两头诡异, 猎鬼局的猎人, 就算单打独斗也是不惧, 可这车上加司机有十几个诡异, 即便是对王家这种猎神而言, 也是绝对的死亡陷阱, 一旦打起来, 他仗着风轨逃目剑, 也许还有两分逃生的希望, 陈宇柔是绝对死定了, 幸亏秘境中的诡异, 不知道为什么, 攻击欲望相对较低, 在没有暴露活人身份的情况下, 并不会直接遭到围攻, 这辆十四路公交车上, 才勉强保持了一个诡异的平静, 王家竭力平住呼吸, 唯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才凑近窗口换气, 生怕自己口鼻中喷出的温热生气, 引起身旁诡异的兴趣, 自从他上了这辆公交车, 就没有半分放松过, 整个人如同绷紧的弓弦, 手也始终不曾离开过, 风轨逃目剑的剑柄, 这十四路公交车, 真的是抵达第三医院最好的方式吗, 和一群诡异同乘一辆车, 这危险程度简直爆炸了好吗, 王家心里, 把这秘境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直到公交车停在下一个站点, 王家眼睁睁看着, 五头诡异排着队上了车, 心里的咒骂才骤然停歇, 上车的就有五个, 周围没上车的还有多少, 这秘境里的诡异数量, 也真的太离谱了吧, 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王家额间冒出了一层白毛汗, 在车里虽然有这么多诡异陪着自己, 但如果没坐车, 说不定更多, 而且行程更长, 被诡异纠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另外, 时间也是个巨大的考量, 王家看了一眼车外夕阳西下的情景, 心中自语道, 夜里的诡异攻击性普遍会更强, 提示中天黑之前抵达第三医院, 绝不是空穴来风, 如此看来, 坐公交车的确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第三站的时候, 这辆公交车上来了三个乘客, 其中有一个, 竟然是陈宇柔, 他混迹在两个诡异之间, 肢体僵硬, 大气不敢出一口, 额间满是冷汗, 提现木偶般一步步从车头挪了进来, 王家和陈宇柔视线在空中交汇了一瞬间, 心照不宣地不敢交谈, 陈宇柔悄然偏转方向, 坐到了王家前排的空座上, 但和陈宇柔一起上来的两个诡异之一, 竟然也意不意去跟了过来, 一屁股坐在了陈宇柔身旁, 这下子, 两个猎人身旁, 各自做了一头诡异, 王家坐在后面, 都能看到陈宇柔后颈上细小的绒毛, 一根根直指天空, 显然已是毛骨悚然, 当了这么久猎人, 和诡异厮厮杀无数次, 但一起坐车, 真真还是头一遭, 吃呀, 公交车再一次停下, 又有东西上车了, 王家和陈宇柔不约而同看了过去, 发现只有一个身影, 心下微微松了口气, 一个总比两个好, 可当王家和陈宇柔看清上来的,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眼前奇奇一黑, 险些直接晕死过去, 这是个黑衣黑裤黑皮靴的男人, 头上戴着一顶压地的怪帽子, 垂落的阴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浑身有诡异的黑气笼罩, 手中拿着一个青烟鸟鸟的就烟斗, 左手戴着灰白色的手套, 又肩停着一只阴影黑鸭, 黑鸭心红的毒眼, 如同午夜的血月, 高高悬在了两位猎人心口, 禁忌006, 他真的进入了这个秘境, 陈宇柔感觉自己快尿出来了, 哥哥哥哥哥哥, 王家牙齿轻轻打扎碰撞的声音, 在安静的车厢中显得非常刺耳, 看到这两位猎人吓到几乎失心疯的样子, 江炎就觉得好笑, 猎鬼局的猎人不应该心理素质强大, 十分冷静嘛, 怎么坐个公交车, 要白嫖他们的生命值当作印刷材料, 明币加712, 明币加3533, 明币加754, 明币加681, 明币加1153, 前两个分别是人面鬼猪和黑鸭, 在庇护光环效果下提供的明币收入, 后面则是公交车上这些诡异提供的, 还有数不清的小蜘蛛, 提供的每秒几十一百多的明币收入, 零零总总加起来, 竟然突破了每秒三万明币, 江炎吐出了一个愉悦的烟圈, 感觉这趟公交车的乘坐体验非常不错, 就在这时, 江炎身旁传来了一个阴冷的声音, 这个座位是我给我老婆站的, 你让开, 江炎侧眼用余光打亮, 身旁坐着个面目惨白浮肿的诡异, 皮肤下有紫黑色的污血不断流淌, 已经把身下座位染湿了一大片, 散发出恶臭的味道, 你这样的也能有老婆, 江炎感觉到不可思议, 你老婆涂你什么, 涂你不洗澡吗, 这诡异的面色骤然变了, 一抹暴露浮上那惨白肿胀的脸, 他疼得一声站了起来, 嘶吼道, 小子, 你想死是不是, 我看你长得有点像人啊, 这声嘶吼, 在安静的车厢中立刻吸引了所有东西的目光, 一双双阴冷的诡异目光, 紧紧盯着江炎, 责任而逝, 江炎目光平静, 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淡笑着伸出左手, 轻轻拍了拍诡异惨白肿胀的脸, 动作十分轻挑, 下一刻, 灰白色的蛛丝手套骤然炸开, 哄, 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从中汹涌而出, 瞬间爬满了这种杖诡异周身, 片刻之后, 一个肿胀的蜘蛛简被牢牢捆附在了江炎身旁的座椅上, 灰白的蛛丝时不时蠕动一下, 有细微的小蜘蛛从里面爬出来溜进江炎的蛛丝手套里, 王家和陈宇柔的双眼瞳孔, 骤然紧缩如针尖, 出手了, 禁忌006, 又一次出手了, 你有看清他的击杀规则吗? 陈宇柔用最低的声音颤抖问道, 第63章, 不准大声说话,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茫然摇头道, 看不出来, 他出手毫不迟疑, 肯定是触发了他的击杀规则, 但, 是什么呢? 陈宇柔沉思片刻, 迟疑说道, 骂他, 006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禁忌, 王家, 一般来说, 禁忌的击杀规则都会很容易出发, 我觉得, 有道理, 我之前就算被他双眼震慑, 劈了他一刀, 也不曾对他大声吼叫,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们才没有被禁忌006击杀吗? 王家和陈宇柔对视一眼, 同样看到了对方眼底的经济, 这的确是个很容易触犯的击杀规则, 他们猎鬼局这么多人挨个去和禁忌006贷款, 一个都没被杀死, 不得不说, 是有些运气在身上的, 王家低声说道, 刚刚那诡异对禁忌006的吼叫, 大概在70分倍左右, 我们暂时推测, 禁忌006的击杀规则, 是击杀视野范围内造成60分倍以上声音的东西, 两人趁着车内诡异的注意力都被江炎吸引的机会, 间隔座位用极低的声音讨论, 得出了一个他们以为正确的结论, 王家和陈宇柔心中均是一定, 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振奋之色, 了解击杀规则是对付禁忌最重要的一步, 王家正色道, 我们中不论谁活了下来, 一定要把这个发现带出去, 有了这条信息, 未来猎鬼局封印禁忌006的时候, 能少很多伤亡, 陈宇柔重重点头, 眼中满是坚毅果决, 一定要活下去, 把这个消息带出秘境, 眼见江炎身旁的诡异变成了臃肿的蛛丝简, 坐在车厢靠前位置的一个诡异, 缓缓站起身来, 阴沉沙哑说道, 老张是个好鬼, 你为什么对老张做如此恶劣的事情, 一双不善的目光, 死死锁定着坐在最后排印钞的江炎,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抖, 声音嘶哑笑道, 你不服就过来陪他, 一双古井无波的目光, 从怪帽子压低的帽檐下抬起, 和这头诡异四目相对, 星红震爆, 发动, 哄, 那诡异直觉意识深处传出一声沉重的嗡鸣, 整头鬼都失去了自我意识, 在他眼中, 一双星红的眼眸占据了全部的视野, 其中散发的凶宁是此生前所未见的恐怖, 必须杀了他, 否则这么恐怖的存在, 激荡, 但诡异扑杀江炎的速度, 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快, 本来这个秘境由诡异加速词条, 诡异的行动速度快如闪电, 但江炎有泥沼光环, 实际还有25%每秒禁锢几率, 加上黑压邪恶不详的诅咒, 晒, 诅咒的减速效果, 再次将这诡异的速度往下压制了很大一截, 这诡异张牙舞爪, 怒吼连连, 不断以灵, 五倍速向江炎猛扑, 车厢中, 黑压不详的诅咒声接连响起, 一, 死, 念, 一连串伤害数字从这个诡异身上飘出, -61, -627, -72, -1164, -1689, 碰, 那张牙舞爪的诡异刚刚冲过了一半的距离, 直接一头栽倒在地, 死掉了, 江炎戴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左手自然垂落身侧, 蛛丝蠕动之间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屁股后面拖着蛛丝, 从手套中钻出, 空降落地, 爬向死在半路上的诡异, 几秒过后, 那诡异也变成了一个蛛丝简, 和宫交车的地板十分突兀地交融在一起, 王家和陈宇柔对视了一眼, 齐齐点了一下头, -没错, 禁忌006的击杀规则绝对是生意, 陈宇柔万分庆幸, 自己平日里就是不爱说话的性格, 纵然之前在禁忌006的店铺里被他震慑了心灵, 抽刀砍他,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否则, 现在的自己估计已经变成一个不断产生小蜘蛛的蛛丝简了吧, 陈宇柔心中万分后怕, 用力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 江岩平静的目光从冒岩下抬起, 扫尸车厢, 低茬沙哑的声音问道, -还有谁? 所有诡异都齐齐低下头, 眼观鼻, 鼻观心,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那拘谨的样子和江岩上车前的王家, 陈宇柔一模一样, 眼见没有鬼找茬, 而江岩满意点了点头, 作了一口就咽斗, 继续印钞, 王家和陈宇柔对视一眼, 齐齐打了个哆嗦, 真是如水点豆腐, 一物详一物啊, 不愧是禁忌006, 吃呀, 公交车又一次惊停, 车门打开, 一个东西抬步走了上来, 这是个穿着猎鬼局猎人战服的青年男子, 江岩记得他在自己这里贷款了一万五, 他视线在车厢的一扫落在王家身上, 惊喜喊道, 猎神, 声音很大, 在一片死寂的车厢中十分刺耳, 王家和陈宇柔如遭五雷轰顶, 面色刷得一下就白了, 你踏马说话这么大声, 是踏马想触发禁忌006的击杀规则吗? 陈宇柔眼中闪过一抹绝望之色, 坏了, 刚刚这一声听起来不比那个诡异的嘶吼小太多, 肯定触发了, 他, 他要死了, 自己能做什么? 一瞬间, 陈宇柔脑中闪过了很多念头, 玄机他意识到,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触发了击杀规则的他, 被禁忌006以阴森的手段杀死, 泪水瞬间夺框而出, 陈宇柔用力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现实总是太残酷, 令人不愿面对, 王家捂住自己的额头,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眼角有泪花闪烁战友, 一路走好, 我会带着你的荣光, 继续走下去的, 我会封印禁忌006, 替你报仇的, 一定会, 刚刚上车那猎人, 眼见王家和陈宇柔的神色都不对劲, 立刻意识到, 这车厢里有大问题, 气氛实在太诡异了, 年轻的猎人目光快速在周围扫过一圈, 看到这么多诡异, 顷刻间心胆俱寒, 我还是太年轻了, 不够稳重, 就在年轻的猎人心怀侥幸之际, 目光猛然看到了, 坐在最后排的那个人影, 第64章, 好哥们, 千里追杀, 14路公交车最后排, 怪帽子下, 吐出了一个青色的烟圈, 诡异的黑气缭绕周身, 阴影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看到这个身影, 年轻的猎人心头, 轰然一声雷鸣, 禁忌006, 也在这辆公交上, 他脑中电光一闪, 立刻意识到, 为什么王家和陈宇柔如此悲戚之色, 肯定是刚刚自己上车的时候, 无意中触犯了禁忌006的击杀规则, 他们两个, 知道自己死定了, 才会如此神色, 我, 死定了, 死亡的阴影笼罩而来, 年轻的猎人嘴唇苍白, 瞳孔涣散, 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在了公交地板上, 一时间, 满车死寂, 一双双诡异的目光, 直勾勾看着跪在地上的年轻猎人, 但有一个更恐怖的江炎, 坐在最后面, 没有一个诡异感动, 江炎又抽了一口就咽斗, 心吓奇怪, 这些猎鬼局的猎人都怎么了, 那两个被满车诡异, 吓得像小鸡崽子一样打哆嗦也就罢了, 这个更差, 上车就是一个华柜, 就这种素质, 也配猎杀诡异, 保护难多的人类, 江炎吐出了一个青色的烟圈, 想要看看这年轻的猎人华柜之后, 准备干什么, 车上的气氛依旧死寂, 江炎的身影坐在最后排, 稳如泰山, 一动不动, 终于是那青面獠牙的司机忍不住了, 小声骂道, 你到底是上不上车, 上车就投币, 不上就滚下去, 若不是江炎在, 这司机诡异早就开始发怒吃人了, 华柜在地上的年轻猎人发现自己还没死, 不禁愣了一下, 他偷眼瞥了一下, 坐在最后的禁忌006, 发现江炎毫无动作, 心中骤然狂喜, 难道说还没触发击杀规则? 风回路转, 绝处逢生, 年轻的猎人小声说道, 上, 我上, 他赶快掏出了一张铭币, 塞进了头壁箱里, 缓缓爬起来, 小步小步走到了王家背后的空座位, 坐了上去,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腿, 软得和两根面条一样, 猎身, 刚刚什么情况? 年轻的猎人声音如风中残烛, 几乎要哭出声来, 王家和陈宇柔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 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怎么回事? 明明基本确定的击杀规则, 但禁忌006为什么没出手? 难道说, 他的击杀规则不是声音? 是因为他跪下了, 所以禁忌006饶了他一命, 王家愣了很久, 低声说道, 从来没听说过禁忌还有赦免规则的, 三个猎人小声而语, 对后排某个恐怖存在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 王家低声说道, 不管如何, 先记下来, 以后也许有用, 坐在最后排的江炎, 对这三个猎人的悄悄话毫无半分兴趣, 他一边印钞, 一边对手套中的人面鬼猪说道, 见你一个技能蓝用用, 等出去, 我给你买一个遗忘卷轴, 以学习的技能是可以使用遗忘卷轴抹去的, 一个遗忘卷轴售价1000名币, 而且不会返还被遗忘技能的任何成本, 江炎不能使用主动技能, 虽然他有一个空着的技能蓝, 但除了新增一个光环之外, 毫无作用, 可江炎不能用, 随身带着的人面鬼猪和黑鸭却能用, 黑鸭的四个技能蓝已经满了, 人面鬼猪还有两个空技能蓝, 正好征用一个, 听江炎说帮自己买一望卷轴, 人面鬼猪自然不介意, 乖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个技能蓝, 江炎在商城里买了一个技能卷轴, 递给了手套中藏身的人面鬼猪, 技能, 狩猎标记, 等级1, 感应目标的位置, 破除隐身, 藏匿, 迷雾效果, 感知范围, 100米, 持续, 10分钟, 消耗, 20点魔法值, 连续杀了两次, 但依旧活蹦乱跳的王虎城, 让江炎提起了注意力, 这个同样有上一世经验的老同学, 看样子虽然好杀, 却并不容易死, 能把复生玩出花来, 也挺不容易的, 上辈子他死而复生的次数, 估计比我多多了, 不过, 这份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江炎说着, 拿出25万6千名币, 递给了人面鬼猪, 淡淡说道, 把这个技能加到十几, 江炎上辈子也听说过, 似乎有一些人能把复生这个天赋玩出很多花样, 正面战斗能力也许并不强, 但仿佛无论如何都死不了, 甚至还会通过各种手段牵坟, 把尸体转移到别的地方, 让敌人连蹲尸体都蹲不到, 比如重生十字架, 就是一个牵坟的上好选择, 看到王虎城活蹦乱跳, 出现在秘境入口的时候, 江炎立即醒悟, 昨天在古玩接纳戴着猪八戒面具, 和自己抢重生十字架的人, 就是王虎城无疑, 一旦他手里有一把重生十字架, 难杀程度还会再次飙升, 不过就算他没有, 也很有可能想出其他办法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光江炎知道的办法, 就有至少三个能让附生天赋的玩家千坟, 不过在十级狩猎标记面前, 一切千坟都如同小丑的闹剧, 不值一提, 人面鬼猪接过江炎递来的铭币, 看着自己暴涨的余额, 一时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 听老板这口气, 花了二十五万铭币, 就为了秘境里用一用这个技能, 出去就用一望卷轴把十级技能削了, 土豪也没有这样浪费民币的, 心中暗自嘀咕, 人面鬼猪快速点了十下技能升级, 把狩猎标记变成了十级技能, 技能, 狩猎标记, 等即时, 感应目标的位置破除隐身, 藏匿, 迷雾效果, 使目标承受伤害正百分之一百, 感知范围, 一千公里, 持续, 一百小时, 消耗, 二百点魔法值, 一千公里, 一百小时, 这个十级技能的效果, 比我预想中还要更强, 江炎嘴角露出了一抹森冷的笑容, 好兄弟, 上辈子把我推诡异怀脸, 这辈子, 哥们千里追杀你, 倒要看看, 你能把自己的坟迁到什么地方去? 第65章, 诡异公交集散战 令江炎有些遗憾的是, 十四路公交车一路惊停, 车上的诡异上上下下, 人类数量也变得多了起来, 却始终没有见到王虎虫的身影, 按照上车的人类评刺来看, 十四路公交车并不是进入秘境的人类玩家唯一的选择, 可能和分散传送的落点有直接关系, 自从江炎将两头诡异变成蛛丝简之后, 十四路公交车上就维持着诡异的死记, 没有任何诡异胆敢造次, 毕竟诡异的命也是命, 而人类玩家看到这满车的诡异, 更是大气不敢出一口, 巴布的这种死记一直维持下去, 吃呀, 公交车停在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站点前, 轻面獠牙的司机声音响起, 这是终点站, 南都公交集散站点, 你们可以在这里转乘其他公交车, 请所有鬼下车, 坐在座位上的鬼异, 一个个起身在公交车后门排队往下走, 满车的人类都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惊疑不定, 不知道该不该跟着这些鬼异一起下车, 最冷静的江炎思存片刻, 缓缓站起身来, 脚步不及不徐走到了鬼异队伍的最后面, 一来自己还没抵达第三医院, 想来需要在这里换乘, 二来进来的时候, 那报纸上提醒过, 不要暴露自己活人的身份, 所以理论上来说要伪装自己也是鬼异, 跟着这些鬼异下车, 似乎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感觉到最后排那个可怕的东西站在了自己背后, 最后那鬼异浑身一颤, 低着头让开了前路, 江炎瞥了一眼, 这个识区的鬼异抬不进了一位, 倒数第二的鬼异紧接着也让开了自己的位置, 不敢挡住江炎, 一个个鬼异接连让开, 如同摩西分开红海, 江炎第一个下了车, 一个贼眉鼠眼的人类玩家十分机敏, 跟在江炎背后一路往外跑, 可刚刚路过最后那鬼异就感觉一个森冷的鬼肘, 悄无声息捏住了他的脖子, 音测测的声音在车厢中响起, 你凭什么插断? 死! 咔嚓! 这个人类玩家的脖子直接被鬼异扭断了, 那贼眉鼠眼的人双目暴突, 舌头缓缓搭拉出了嘴角, 拖得很长, 快看, 这里有个活人, 真香啊, 出手那鬼异竟然直接将这个人类玩家开膛破肚, 捞里面的热血吞斥, 江炎听到身后的动静, 头也没回, 迈步走入了公交集散站点中, 这里竖着数十个公交站牌, 上面密密麻麻的京亭站点数不胜数, 而在站点另一侧, 几十辆公交车列队整齐, 前面还有一个电子告示牌, 五分钟后发车, 时间不断倒数, 江炎微微皱眉, 自语道, 难道要五分钟之内, 从这上面找到通往第三医院的公交车, 难度太高了, 一旦错过了这一波公交车, 可能天黑之前就无法进入第三医院了, 至于天黑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江炎也不知道, 他虽然不害怕, 但也没必要去挑战一个秘境的限制规则, 眼下这情况, 要么一个人火烧屁股一样挨个寻觅第三医院的站点赌运气, 要么一群人在站牌上分区各自寻找, 然后信息共享, 后者显然更科学, 不过江炎旁边又有一辆25路公交车停下, 车门打开, 一群燃血的诡异从里面排着队走了下来, 车内, 干脑涂地, 十数据人类的残破尸体在车厢之中堆积, 上面还有诡异啃咬过的争鸣齿痕, 并不是所有公交车都像江炎所在的十四路一样平静的, 江炎瞥了一眼车厢里的惨状, 就知道想要在五分钟内找到足够冷静, 且能信任彼此的人类组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猎鬼局那几个猎人巨头之后能用这种办法, 江炎耸了耸肩, 伸手搂住了旁边刚刚下车一个诡异的肩膀, 仿佛和这诡异认识了很多年, 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哥吗? 和你打听个事儿, 江炎十分轻易地拍了拍诡异的肩头, 拿出一张十元明币递在了诡异面前, 这诡异是从二十五路公交上下来的, 根本不认识江炎这个煞心, 一双死灰色的眼睛缓缓侧台, 看向身旁的江炎, 眼中满是暴虐的杀意, 嘶哑说道, 你身上有活人的气味, 江炎点了点头, 随口说道, 我知道, 我不光有活人的气味, 还有金钱的臭味, 江炎又塞了一张十元明币在诡异面前, 耐心问道, 这里的哪辆公交车通往第三医院, 诡异看也不看江炎递来的二十明币, 咧嘴露出了一个森然的笑容, 我要吃了你, 尖锐不似人的历齿在他口中交错, 上面还沾染着人类的血迹和肉丝, 江炎叹了口气, 搭在诡异肩头的蛛丝手套猛然一炸, 无数人面鬼猪从里面涌了出来, 瞬间爬满了这个诡异周身, 江炎语气严肃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我要去第三医院坐哪辆公交, 你再进酒不吃吃罚酒, 我就把你挂房顶上了, 察觉到身上无数人面鬼猪的威胁, 那诡异身体猛然一降, 这一刻, 他意识到地狱的大门正在向自己敞开, 那诡异立刻说道, 四十八路, 终点站就是, 江炎在一堆站牌上找到了四十八路公交车, 往终点站一看, 疑惑道, 难都妇幼保健医院, 那诡异连连点头, 陪笑道, 对, 第三医院别称妇幼保健, 江炎, 好家伙, 真要按自己先前的想法, 在站牌上硬找第三医院, 别说五分钟, 五十分钟也找不到啊, 谢谢你, 江炎收回了自己的人面鬼猪和二十名币, 松开了这个诡异的肩膀, 那诡异的双眼, 直勾勾看着江炎手里的二十名币, 离自己远去, 明显想要, 但不敢说, 江炎呵呵冷笑, 不识相的家伙, 不配拿我的好处费, 在排列整齐准备出站的公交车中, 江炎很快找到了四十八路, 心中一松, 时间还很充裕, 他也不上车, 就靠在换乘车站的角落里, 一边印钞, 一边抽烟斗, 观察相继停靠在此处的其他公交车, 江炎想看看, 王虎城会从哪一辆公交车上下来, 第六十六章, 到此为止了, 江炎来世后乘坐的十四路公交车上, 诡异已经全部排着队下来, 人类也走到了队伍最末端, 王家和陈宇柔, 年轻猎人走在最后, 小心翼翼绕过了所有诡异, 看清转乘车站中的情况, 面色齐齐一变, 坏了, 这么多车, 我们要在五分钟以内, 找到通往第三医院的那辆公交, 王家沉生说道, 小心, 不要忙中出错, 触怒了这些诡异, 一旦在转乘车站里开战, 我们实死无生, 光是四路公交车上下来的诡异就有十几头, 更别提这个转乘车站在不断汇聚公交车上下来的诡异, 现在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五十多头, 一想到被五十多头诡异围攻的恐怖画面, 即便是王家, 眼中也不由闪过了金句之色, 毫无胜算, 吃呀, 又一个公交车停靠, 车门打开, 三个人互相搀扶, 跌跌撞撞走了下来, 看到这三个人, 王家和陈宇柔面色一喜, 赫然是陈海川和另外两个猎人, 陈海川受伤颇重, 浑身血迹, 触目惊心, 王家快不赢了上去, 一把掺住陈海川递给他一瓶药剂, 低声问道, 你车上怎么没鬼夜? 陈海川结果药剂一饮而尽, 低声说道, 我上车的时候是初始站, 我看车上救我和司机, 我就把那头鬼一杀了, 这秘境的地形我依稀记得, 应该是几十年前的南斗旧城区格局, 而且我来之前专门看过第三医院 拆除前后南斗的地图, 有自信能自己开工交去第三医院, 陈海川之前在猎鬼局的资料里 找到过南斗历史上的第三医院, 就浏览了一下那个时期的大致情况, 但是事情和我预料的有些不同, 大公交车既然不需要司机, 就能自己沿着固定线路运行, 而且我不论如何操作, 都无法影响公交车的路线, 之后上车的每一个诡异, 都因为没有司机的原因, 对我发动了攻击, 幸亏是化肿为零, 每次上车的诡异都不太多, 强度也参差不齐, 不然我早死了, 后来又和他们两个会合, 才一路化险为夷, 到了这里, 听到陈海川的经历, 王家等人均是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都是在车上一路狗过来的, 陈海川竟然是一路杀过来的, 怪不得公交车上空空如也, 只有他们三个人累下来, 不过这种策略, 风险实在太大, 只有被传送到初始站点的玩家能够采用, 后续再上车, 车里的诡异数量上去, 再打起来, 可就是另一个肝脑徒弟的故事了, 陈海川一开始也没准备一路杀过来, 只想着杀的司机抢了车, 一路直奔第三医院, 万万没想到公交车不受控, 只能硬着头皮一路杀通关了, 王家竖了竖大拇指, 赞叹道, 厉害, 不愧是老陈, 陈海川虽然没有猎神称号, 但也是猎鬼剧中绝对的精英猎人了, 可以说猎神之下难除其右, 战力也非常惊悍, 这一波才能侥幸活下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 陈海川看着转城站内黑压压的一片诡异, 不禁毛骨悚然, 压低声音问道, 王家低声说道, 我们必须在倒计时结束之前, 找到那辆通往第三医院的公交车, 否则, 很可能就无法在天黑之前抵达第三医院了, 老陈, 你还记得这个时候, 难道哪一班公交车通往第三医院吗? 陈海川愣了一下, 茫然摇头道, 怎么可能专门记得这个, 进来之前也压根不知道会坐公交车呀, 他茫然的目光, 忽然在转城车站中, 扫到了一个低调站在角落边缘的人影, 那是一个浑身笼罩若有若无黑气的人, 头戴一顶怪帽子, 滴滴帽檐下垂落的阴影, 遮住了半张脸, 死, 陈海川倒吸了一口冷气, 浑身打了个哆嗦, 一滴滴冷汗从额间渗了出来, 惊声道, 那是, 禁忌006, 他, 真的进来了, 秘境中的情况已经够凶险了, 再加一个禁忌006, 陈海川真的仿佛听到了死亡的桑中, 王家面色凝重, 点了点头, 将刚刚一路上的事情, 全部和陈海川快速说了一遍, 高分被声音触发击杀吗? 陈海川仔细想了想, 缓缓点头, 有道理, 陈宇柔在旁边补充道, 疑似只要及时跪下, 就不会被杀掉, 陈海川愣了一下, 愕然道, 啊, 这禁忌这么有人情味吗? 知呀, 又是一辆公交车进站, 车门打开, 一行诡异排着队从上面走了下来, 和其他诡异会合一处, 共同等车。 而在这一对诡异中间, 江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 王虎称, 江炎缓缓吐出了一个青色的烟圈, 冷笑道, BOG这个人, 手套中的人面鬼猪, 听到江炎的命令, 立刻发动了自己刚刚学习的实际技能, 狩猎标记。 刚刚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江炎已经拿一个诡异试验过, 虽然因为秘境第三个规则词条的原因, 玩家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但是人面鬼猪不算玩家, 他是个诡异, 主动技能依旧能够使用。 随着十级狩猎标记发动, 藏在诡异群中下车的王虎称, 头上出现了一个, 只有人面鬼猪能看到的鲜红标记, 不论隔着多远, 都熠熠生辉, 清晰可见。 刚刚王虎称下的那辆公交车, 地板上也是一片肝脑涂地的惨烈景象, 只有王虎称和一个战战兢兢的猎鬼剧成员活了下来, 混在一群诡异里下了车, 不愧是重生者。 江炎笑着点了点头, 称赞道, 经验丰富, 所有人都死在车上了, 就他和一个猎人没死。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江炎抬步缓缓走向了王虎称, 王虎称混迹在一群诡异之中, 正在打量情况, 但很快就注意到了一个不断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虽然半张脸都被怪帽子头下的阴影遮蔽, 但王虎称一眼就认出来, 这就是自己的好兄弟, 江炎, 看到他的瞬间, 王虎称的瞳孔骤然紧缩如针尖。 第67章, 准备好死了吗? 他几乎没有犹豫, 转头就跳回了那辆公交车缓缓关闭的车门里。 王虎称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江炎打交道了, 重生过一次的江炎, 实力强的王虎称心胆俱寒, 根本就不用手下见真章, 王虎称就知道自己一旦被江炎捉住就必死无疑。 虽然有石棺在自己死后能够脱离秘境, 不会被蹲尸体彻底死亡, 但这次秘境可就完全泡汤了。 重生一次的王虎称非常清楚, 一步先机步步先机, 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眼下这个秘境自己也许拿不到最大头的奖励, 毕竟附生天赋正面战斗能力的确不够强, 但也绝对不能连第三医院大门都没摸到就死出去, 那样将会完全和这个秘境的丰厚奖励失之交臂, 彻底不如落后的陷阱。 尤其是江炎已经这么强的情况下, 自己想要弯道超车, 能否从这个秘境中获得足够的收益,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啪! 公交车的车门在王虎称身后重重关闭, 王虎称刚刚松了口气, 就听车头位置传来了一个阴侧侧的声音。 刚刚车上鬼多, 我还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有活人在。 现在你一个人跑上来, 这味道太明显了。 一个身躯肥状的鬼翼, 缓缓从车头上站了起来, 王虎称直接掏出了五千名币, 说道, 带我去第三医院, 这五千都是你的。 那鬼翼看着王虎称手里的名币愣了一下, 陷入了沉思之中, 王虎称咬了咬牙, 说道, 再加两千, 你不要的话, 我去找别的四斤。 那鬼翼一把将王虎称手里的七千名币 抓在了手里, 点头道, 可以, 王虎称面色一松, 用钱开路, 果然好用, 就在那司机坐回座位, 即将开车的时候, 啪, 车窗外面, 直接丢进来一叠厚厚的金色名币, 砸在了司机的脑袋上, 金色名币天女散花一般, 在司机脚下铺成一圈, 司机一愣, 紫黑色的胖脸上满面愕然, 这啥情况, 姜岩的声音从外面飘了进来, 我也要上车, 司机乐呵呵应了一声, 点头道, 没问题, 他以最快的速度将地上的名币捡了起来, 而后直接打开了车门, 姜岩信步上了车, 又在司机脑袋上砸了一万名币, 淡淡说道, 不要开车, 司机被砸得一猛, 上车又不让开车, 那你上车干嘛, 疑惑只存在了一瞬间, 司机乐呵呵将地上的名币再次捡起来, 重重点头道, 您说的都对, 您啥时候说开车, 我啥时候开车, 好家伙, 啥也没干赚了两万七, 这日子简直不要太美妙, 姜岩乐呵呵走到了王虎城身旁, 坐了下来, 淡淡说道, 我心思没你狠, 上辈子在这个破复生天赋上, 吃了太多苦头, 你倒是把这个天赋玩得如鱼得水, 说实话, 我还挺佩服你的, 同样都是复生天赋, 王虎城上辈子, 过得比姜岩滋润多了, 这其中, 固然有王虎城在学校里推姜岩那一把带来的连锁反应, 却也和心态有脱不开的关系, 从某种角度上而言, 王虎城这种谁都可以出卖, 毫无情义的做法, 才是最适合在如此世道之下存活的, 当然, 也自然会为此付出代价, 王虎城面色阴沉至极, 眯着眼睛说道, 如此说来, 这一次, 你换了天赋, 的确, 复生天赋限制很多, 但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你的天赋是资源型的天赋, 江岩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这次运气好刷到了SSS级的资源天赋, 听到这话, 王虎城的面色越发阴沉, SSS级的资源天赋, 我们为什么会重生一次呢? 这次你死了之后, 还会再重生一次吗? 江岩口中的重生和复生天赋并不是一码事, 王虎城沉默片刻, 冷冷笑道, 你觉得自己吃定我了? 江岩, 我上辈子15次诡异降临的经验可不是泥捏的, 你这次也许可以杀了我, 但我依旧不会死, 听到这话, 江岩愣了一下, 旋即嘴角挂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15次诡异降临的经验, 挺多呀? 江岩只活到了第三次诡异降临, 中方时间线不一样这个事实, 王虎城瞳孔一缩, 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反问道, 你活到了第几次, 我们重生的时间点, 竟然不一样吗? 江岩咧嘴一笑, 反正比你这次活得长不少, 王虎城气得打了个哆嗦, 咬牙切齿的, 江岩, 我们本来是那么好的朋友, 之前的事, 我给你道歉, 那也是我第一次面对诡异降临, 我也很怕, 那之后, 我一直都很后悔,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愿意努力修补我们的关系, 江岩呵呵一笑, 摇头道, 不用了, 也不必解释, 我曾经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代价, 现在, 你也要为你的绝情付出代价, 江岩伸手, 轻轻握住了王虎城的肩膀, 哄, 蛛丝手套骤然炸开, 如潮水般的人面鬼珠, 从中汹涌而出, 瞬间淹没了王虎城, 我不会死的, 江岩, 我不会放过你, 你等着, 王虎城的挣扎和尖叫, 持续了很长时间, 渐渐寂静无声, 江岩并没有让人面鬼珠结成猪丝简, 自己则一直在旁边看着王虎城的尸体, 在他断气的瞬间, 身下忽然出现了一道隐晦的诡异气息, 一双双虚幻的鬼手, 凭空从王虎城尸体下方伸了出来, 不断按压在王虎城的尸体之上, 随着鬼手的不断按压, 王虎城的尸体, 竟然一点点沉了下去, 就仿佛下面的公交车地板, 根本不存在, 江岩了然, 孝道, 是石棺啊, 果然有千分的手段, 在密境外面, 乖乖等着我去找你, 第68章, 跟着禁忌走, 难道, 半小时候, 一座废墟的地下室依旧保持着大体完整, 一片隐晦的水渍中, 一个拳头大小的石棺忽然被一双手从里面推开, 可嗨嗨, 缩小了许多倍, 只有一只手斑大小的王虎城, 从石棺里爬了出来, 他满面经济之色, 快速在自己身上摸索, 发现肢体依旧完整后, 才慢慢喘云了气, 恢复了平静, 虽然他已经死而复生了很多次, 但每一次从死亡之中清醒过来, 依旧会感觉到无比的恐怖, 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混蛋, 王虎城狠狠在积水中垂了一圈地板, 声嘶力竭吼道,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既然让我重生了, 又为什么还要让江岩也活过来, 这一刻, 王虎城终于体会到, 当年周瑜死前寄生于何生亮的悲叹, 是有多么绝望, 重生的那一刻起, 王虎城就认定, 重生的自己是绝对的主角, 将如彗星般崛起, 无可抵挡, 以绝对的亡者姿态, 横压一世, 可短短数日的现在, 他这颗彗星, 就被江岩一杆子从天上给抽下来了, 这种落差感, 让王虎城几乎丧失了生的信念, 王虎城瘫在水泼之中, 休息了很久, 眼中才恢复了两分斗志, 从商城中买了一瓶驱散所有诅咒的药水, 花了他仅存的一万名币, 石棺带来的体型缩小效果, 也是一种诅咒, 药水下肚, 王虎城微缩的身体, 恢复了正常的体型, 我不可能就这样输掉, 江岩, 我也是重生者, 我不比你少什么, 我要赢回来, 王虎城下定决心, 从这一刻起, 他将隐性埋名, 躲在阴影之中猥琐发育, 直到自己拥有能把江岩踩在脚下的实力, 可重新走出废墟的王虎城, 却没有发现, 在自己头上, 悬浮着一个, 只有人面鬼珠能看到的鲜红狩猎标记, 如黑夜烈日一般醒目, 秘境之中, 转乘车站, 猎鬼局七名猎人, 站在密密麻麻的站牌前面, 目光快速在一个个站点名字之上扫过, 和江岩一开始预料的一样, 能够通力合作的猎鬼局众人, 分别负责在一个区域内, 搜索第三医院这个站点的名字, 以期在发车之前弄明白, 自己应该乘坐哪一辆公交车, 才能在天飞之前进入第三医院, 但随着他们的持续搜索, 一滴滴冷汗, 顺着他们的额间滚滚而落, 队长, 猎神, 我这边看完了, 没有, 我这边也看过了, 也没有, 七个人的信息一个个汇集而来, 所有人的目光, 看向了最后一个陈宇柔, 陈宇柔目光颤抖, 低声说道, 我这里, 也, 也没有, 猎鬼局的七个猎人, 齐齐陷入了沉默之中, 陈海川眼神坚毅, 陈生说道, 可能是第三医院还有其他名称, 现在, 距离发车还有两分钟, 我建议, 我们搜索站牌上所有包含医院的站点名字, 然后分别上车, 总有一个人最后能抵达第三医院, 陈海川的声音落下, 猎鬼局众人一阵沉默, 这是个破釜沉舟的计划, 一旦分散上车, 意味着最终很可能只有一个猎人能抵达第三医院, 而其他猎人的结局不言自明, 我同意, 陈玉柔率先点头, 语气之中满是决绝,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倾角这个秘境, 不让里面的诡异跑出来, 只要能达成目的, 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从他们成为猎人的那一刻起, 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其他猎人全部点头, 目光齐齐落向了一直没有出生的王家, 陈海川问道, 猎神, 你怎么说, 王家的注意力却不在这些队友身上, 低声说道, 你们看, 禁忌006在干什么, 周围猎人齐齐一愣, 顺着王家的目光, 看向了刚刚江岩上的那辆公交车, 江岩和另一个人并排坐在车厢里, 似乎十分平静, 王家低声说道, 我的建议是, 我们既然找不到车, 就和禁忌006坐同一班车好了, 周围所有猎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浑身汗毛根根炸了起来, 跟禁忌006坐一班车, 这不是厕所里点灯, 找死吗? 但从最初的惊恐之中回过神来, 这些人却不得不承认, 王家这个建议简直是绝妙, 禁忌006进入这个秘境, 不论有什么目的, 肯定也要去第三医院, 而他是禁忌, 人类找不到的公交车, 他一个禁忌还能找不到吗? 虽然也很冒险, 但比陈海川刚刚那个分头行动的计划, 更加可行, 一旦成功, 他们所有猎人都能活着抵达第三医院, 可行, 我们也上那辆车, 陈海川沉声说道, 记得, 不准大声喧哗, 如果禁忌006有攻击的倾向, 就在七个猎人顺着公交车敞开的大门鱼灌而入的瞬间, 江炎笼罩在蛛丝手套下的左手, 轻轻搭在了王虎城肩头, 人面鬼珠狂潮, 转眼间淹没了王虎城的尸体, 王虎城死前凄厉的惨叫, 在公交车中回荡, 七个猎人的脚步, 齐齐一将, 禁忌006又出手杀人了, 等一下, 他刚刚的击杀, 符合大声喧哗的击杀规则吗? 在他出手之前, 旁边那个人根本没有发出过太大的声音啊, 难道说, 根本不是这个击杀规则? 七个江里的猎人额间, 冷汗几乎汇聚成了小瀑布, 噼里啪啦往下掉, 探明击杀规则的禁忌和规则未知的禁忌, 完全是两种危险度,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心中满是绝望, 坏了, 搞错了, 王家强自镇定着, 缓缓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江炎看着王虎城的尸体被许多鬼手拖拽消失, 抬头一看, 愕然发现, 猎鬼局的七个猎人竟然全部上了自己所在的这辆公交车, 江炎一脸黑人问号, 这七个猎人没事吧? 要去第三医院, 怎么看都不可能是这辆车啊? 这车根本都不在下一次的发车队列里, 我上来是和王虎城谈心的, 你们上来是干嘛? 找死吗? 第69章, 今天这么多鬼坐车, 眼角余光看着这七个猎人, 漠不作声在自己前面挨个坐了下来, 江炎不禁挠头, 上辈子感觉猎鬼局的人都挺靠谱的, 这辈子怎么一个个都是耸逼蠢货的济世感? 算了, 他们挨干嘛干嘛, 非要找死我也没标管, 江炎摇头轻叹, 站起身来, 堂而皇之下了车, 猎鬼局众人七双目光, 齐齐聚焦在江炎背上, 不是哥们, 这啥意思, 不和我们一起坐车, 七个猎人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呆, 直到一个音测测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你们七个上车给车票了吗? 刚刚那位可是给了很多呢, 那肥壮的司机提着一把血淋淋的砍刀, 凝笑着向猎鬼局七人走了过来, 七人对视一眼, 王家叹息了一声, 抽出了风鬼陶木剑, 这车上现在就四季一个诡异, 面对七个猎鬼局的猎人, 其中还有一个手持风鬼陶木剑的天剑猎神, 毫无半分反抗之力, 短短三秒之后就被宰了, 七个猎人没着急下车, 之前在十四路公交车上, 他之所以没动手, 完全是因为大声喧哗是针对诡异的击杀规则, 而不是针对人的, 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杀人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沉默, 冗长的沉默, 在场的所有猎人中, 对抗竞技经验最为丰富的, 就是天剑猎神王家了, 陈海川有些奸涩地点了点头, 说道, 也许会是这样的, 毕竟, 我们之前从未观察到竞技和大量诡异共处的情况, 不论我们中的谁活着离开的秘境, 都必须将这个信息完整地上传猎鬼局总部, 陈宇柔侧目一直追着江炎的背影, 此时忽然说道, 你们快看, 禁忌006开始排队准备上车了, 七个猎人齐齐回过神来, 朝车窗外看去, 刚刚下了这辆公交车的江炎, 已经站在了48路公交车前面的队列最后, 静静等最后的一分钟过去, 陈海川轻轻一拍大腿, 走, 这次肯定对了, 跟在禁忌006背后的时候, 都给我小心一点, 现在我们不确定他的击杀规则了, 死亡的可能性很高, 待会儿我走第一个, 你们都跟着我做动作, 陈海川快步奔下这辆公交车, 到了江炎背后的时候, 故意压慢了脚步, 一行七人, 低头涅足, 几乎毫无存在感地站在了江炎背后, 江炎挑了挑眉, 用眼角余光看了看背后姿势, 几乎一模一样的七个猎人, 越发感觉这些猎鬼局的人十分奇怪, 这七个人的姿势和状态, 甚至有点像传说中的湘西赶尸匠和六具尸体, 不像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啊, 不过这些人状态虽然古怪, 但跟着自己排队的选择倒是没有出错, 4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正是南都妇幼保健医院, 别名第三医院, 江炎目光在转乘站中, 其他人类身上扫了一圈, 摇头暗叹, 这些人明显毫无头绪, 在站牌上着急忙慌寻觅了一圈, 没有找到第三医院的痕迹, 又不敢和诡异搭话, 其中不少人眼见发车时间将近, 直接随便选了一辆公交车开始排队, 其中也有一些思路灵活地, 观察了各个公交前等车的队伍之后, 悄无声息地跟在了活人明显最多的48路公交车后, 江炎前面一个苍老的诡异, 缓缓180度扭过头来, 惨白无神的双眼紧紧盯着江炎, 嘶哑问道, 小伙子,你坐车,去哪里啊? 江炎背后, 猎鬼局欺人的身体, 齐齐一抖, 以他们进入秘境以来的经验, 最好的状态是被诡异忽略, 大家相安无事, 而诡异一旦故意搭话, 往往就是攻击的前兆, 只不过, 这个老诡异选的目标不是很明智啊, 你和谁说话不好, 和禁忌006说话, 是嫌自己命长了吗? 陈海川率先伸手, 悄然握住了自己的刀柄, 他背后的其余六个猎人, 也依照一开始商定的策略, 跟随陈海川做出了同样抓握武器的动作, 以这个转程战的情况, 一旦发生冲突, 哪怕是禁忌006和诡异之间的冲突, 也很可能将所有活人都卷进去, 致命危机随时可能到来, 七个猎人的神经瞬间就绷紧了,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青烟弥漫之间用低沉嘶哑的声音淡淡说道, 关你卵事, 七个猎人, 单纯的嘴臭, 单纯的快乐, 老诡异明显被江炎枪住了, 惨白的眼睛瞪圆, 脸上也出现了明显的沐浴, 我再问你问题, 你家人没有教过你, 怎么礼貌地对待老人吗? 江炎又抽了一口烟斗, 对老诡异脸上吐出了一个烟圈, 淡淡说道, 我去南都妇幼保健医院看你妈妈的火化医生, 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 我让那里的医生给你做个软蛋阉割手术, 费用我出, 七个猎人, 极致的嘴臭, 极致的快乐, 禁忌006真的不是一般禁忌啊, 苍老诡异气的浑身发抖, 指着江炎的鼻子骂了两句兔崽子, 小混蛋, 颤颤巍巍又转了回去, 竟然没有对江炎出手, 江炎有些意外, 他本来已经做好了把这个老东西倒挂在天花板上的准备了, 谁知道他竟然怂了, 就在这时候, 倒计时电子牌上的时间归零了, 所有列队准备出站的公交车, 车门齐齐打开, 48路司机站在车门后, 大声嚷嚷道, 今天怎么这么多鬼座车, 车上只有30个座位, 票价1000名币, 先到先得, 江炎扫了一眼, 自己前面竟然有27个形状各异的诡异排队, 自己背后有23个东西, 大部分都是人类, 如果是正常排队, 则注定有很多人上不去48路公交车了, 排在队伍最后的几个人顿时急了, 直接脱离了队列, 以插队的姿态奔向车门, 有人手里直接拿出了1000名币, 一边挥舞一边说道, 我买一张, 我先来的, 刚跑到门口, 钱还没递到诡异的司机手里, 鞋子里先伸出了一只泛着青紫色诗般的枯瘦手掌, 直接从后面一把刺穿了此人的胸膛, 第70章, 都杀了, 噗哧, 血肉撕裂的声音在48路公交车前响起, 十分刺耳, 哗啦啦, 鲜血洒落满地, 队列第一位的诡异, 缓缓从此人胸膛中抽出手来, 伸出一条长长的舌头, 将自己手上血迹舔湿干净, 露出了一个阴森森的笑容, 竟然是个活人, 好香啊, 这是我的, 都不准和我抢, 诡异扛起这具鲜血淋漓的尸体, 交了一千名逼上车, 后面的诡异一边上车, 一边骂骂咧咧, 今天车票咋这么贵, 平常明明只售五百的, 看到今天坐车的鬼多, 你就坐地起驾, 黑心的老脸, 你明明可以直接去抢的, 突然的击杀和迅速变化的局势, 令四十八路公交车队列中的所有人类, 齐齐变了脸色, 一个猎人满脸冷汗, 笛声问道, 队长, 这怎么办, 以现在的队列情况, 猎鬼局七名猎人中, 只有二十八位的陈海川, 二十九位的王家, 三十位的陈宇柔能上车, 剩下的四个猎人都无缘第三医院, 换言之, 这四个猎人恐怕要死在天黑之后的秘境中了, 陈宇柔低声说道, 哥哥, 你和猎神是我们中最强的, 必须抵达第三医院, 薛满楼是我们中年纪最小的, 让他跟着你们, 我带着剩下三个兄弟不上车, 想办法活下来, 天黑的秘境也未必就是绝地, 只要你们能清剿秘境, 我们四个也能活, 七个猎人, 齐齐沉默了, 陈宇柔说的好像还有生路, 但谁都知道, 上不了这个车几乎就等于半只脚踏入地狱了, 下一刻, 注定不能上车的三个猎人接连点头, 认可了这个计划, 我们也是身经百战的猎人, 一定能活下来的, 队长, 猎神, 照顾好薛满楼, 他还有天赋, 终将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猎人, 我相信你们, 一定能成功清剿这个秘境, 王家和陈海川, 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面色十分难看, 沉默片刻, 陈海川擦了一下眼角的泪花, 深吸口气, 说道, 先看看局势, 实在不行, 再按宇柔说的办, 于他而言, 陈宇柔不光是猎鬼局的战友, 更是自己的亲妹妹, 当年陈宇柔一意孤行, 非要加入猎鬼局的时候, 陈海川就不同意, 但陈宇柔下定决心的是, 谁都更改不了, 那时候, 陈海川就已经遇见到了, 今日这般的生离死别, 大概率会出现, 陈海川的心在滴血, 但硬生生把眼角的泪憋了回去, 向死而生, 从来都是猎人的信条, 江炎站在陈海川前面, 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 妈的, 后面这七个猎人实力不咋低, 心态懦弱至极, 山秦岛真是有一套, 老子给你们带的款, 你们到底是拿去强化自身了, 还是拿去追偶像聚了呀, 就在江炎跟着队伍, 一边不急不徐地前进, 一边仔细思考, 要不要杀掉前面几个诡异, 让猎鬼局这七个猎人都能上车的时候, 眼前的队列情况, 又发生了变化, 排在第二十位的, 是一个身材十分臃肿的女诡异, 肥状如猪, 尤其是骨骚的肚子, 仿佛塞了十几二十个篮球, 在里面鼓掌的肚腹正面, 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poco, 缝合得非常粗糙, 仿佛是个不入流裁缝的练手之作, 轮到他上车的时候, 那司机一把将车门拦住, 没好气说道, 不准逃票, 肥瘦的女诡异咧嘴一笑, 吃辣一声, 扯开了自己腹部粗糙缝合的poco, 一个浑身青紫色, 看起来只有两岁的诡异婴儿, 从里面爬了出来, 上了公交车, 然后是一个五岁大的男孩诡异, 从里面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也上了公交车, 然后是一个七岁大的女孩诡异, 蹦蹦跳跳上了公交车, 然后是, 从这个女诡异肥瘦的肚子里, 一共跑出来五个小诡异, 姜妍本来排在第二十七位, 注定能上车, 但是这五个小诡异, 在妈妈肚子里排队的离谱行为, 直接就把姜妍挤到了三十二位, 什么, 姜妍瞪圆了眼睛, 不可置信道, 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伤害数字, 从前面诡异身上跳了出来, 黑鸭趁机喝了一瓶算在姜妍帐上的回篮药剂, 而后继续火力全开, 夕阳薄灰之下, 随着黑鸭的大声诅咒, 一头头体型各异的诡异, 挨个仔倒在地, 发出喷喷的闷响, 仿佛在为这首诡异的颂葬歌, 谱曲伴奏, 姜妍左手灰白色的蛛丝手套里, 一只只微小的人面鬼猪, 屁股上吊着蛛丝空降落地, 紫绿色水流般涌过, 伴随着沙沙的圣人声音, 把一具具诡异的尸体包裹成蛛丝简, 姜妍信步而出, 踩着脚下渐渐成型的蛛丝简, 一路走到了四十八路公交车门前, 那诡异司机瞪圆了一双漆黑的鬼眼, 盯着不断走近的姜妍, 声音结结巴巴道道, 你,你,你, 一双平静的目光, 从怪帽子下抬起, 看向了四十八路车的司机, 四目相对的瞬间, 行红阵暴, 发动, 哄, 司机的双目骤然失神, 这一刻, 在他眼中, 面前的姜妍仿佛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自己必须杀死他, 否则绝对会被他杀死, 好, 司机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 从腰后拔出一把嗅疾斑斑的铁锤, 当头砸在了姜妍脑门上, 碰, 负一, 负四百, 碰, 暴击, 负一, 负四百, 碰, 负一, 负四百, 连砸三锤, 姜妍血条纹丝未动, 司机诡异却被反伤光环打得只剩下了一个血皮子, 眼见第四锤又向自己打来, 姜妍闪身避了过去, 留了这司机诡异一命, 四锤打完, 这司机诡异终于从星红震暴的效果中震脱出来, 连连跌退了三步, 口中发出惊恐至极的呼声我, 我不是故意的, 别杀我, 第七十一章, 怎可对禁忌发问, 看着姜妍背后那一路快速成型的蛛丝简, 还有姜妍面前吓得屁滚尿流的诡异司机, 猎鬼局七个猎人几乎吓得抱在一起发抖, 这, 这又是什么击杀规则, 一个猎人面色惨白一片, 颤声道, 刚刚这些诡异也根本没有发出大的声音啊, 为什么也被禁忌006杀掉了, 七人对视一眼都清晰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悚然和不解, 未知带来的恐惧永远是最深沉的, 而面前这头击杀规则完全未知的禁忌006, 随着观察时间越长, 带给猎鬼局众人的精神压力和恐惧冲击就越强, 事实证明, 他们对禁忌006击杀规则的判断彻底失败了, 直到现在, 这头恐怖的禁忌在他们眼中依旧是一片迷雾, 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头禁忌强得可怕, 甚至比之前出现在神州的五头禁忌都要更强, 更恐怖, 陈海川心中发出了一声痛苦而绝望的声音, 这样一头恐怖的禁忌盘踞在南东, 自己真的能带领队友, 成功将之封印吗? 车门前, 江炎冷冷看了司机一眼, 随手掏出三叠金色的铭币接连砸在了司机的头上, 一共三万铭币, 这车, 我包了, 江炎淡淡说吧, 抬不上了车, 既然已经开杀了, 留守就没什么意义, 不如全杀了吧, 黑鸭不祥的诅咒声开始在车内回荡, 一个个蛛丝捡, 随之成行, 看着最后一个诡异死在黑鸭的诅咒之下, 江炎转身下了车, 靠在了车门上, 目光低垂, 淡淡说道, 29个座位, 2000名币一张车票, 众人, 不是, 怒砸三万包车, 然后车票再翻一倍, 确定了, 这货就是在抢劫, 七个猎人中年纪最小的薛满楼, 重重吞了口唾沫, 低声苦笑道, 这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卖装备了吗? 一旦半价卖了装备凑钱, 那可真是穷途末路, 越来越弱了, 但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2000名币, 在江炎手里连塞牙缝都不够, 但对绝大多数玩家, 都是一笔巨款, 尤其是对榨干所有经济出探秘境的玩家, 想要掏出2000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这钱多点几点属性不好吗? 谁知道进入秘境之后, 竟然是这幅光景, 若是早知如此, 所有人都会留不少钱在身上的, 就在所有人都对这个价格望而却步的时候, 却见江炎随手拿起一个小石头, 在面前的地砖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提供装备抵押贷款服务, 众人, 不是, 你探马在这秘境里开分店是吧, 这探马哪里是禁忌, 这探马就是个周八皮吧, 可是, 我们都已经贷款过了呀, 薛满楼欲哭无泪, 王家哀叹道, 我还贷了25万, 陈海川吞了口唾沫, 小声说道, 别怕, 我有办法, 他缓缓走到了江炎面前, 说道, 我想卖银质子弹, 上一次陈海川去古玩街和江炎贷款的时候, 就已经尝试过售卖猎鬼剧生产的银质子弹, 当时一枚卖了80明币, 按照这个价格, 自己只需要卖出175枚银质子弹, 就能换到14000明币, 给猎鬼剧的7个猎人凑齐车票, 万万没想到, 他们带进来准备击杀诡异的银质子弹, 都没开几枪, 却要拿来换车票, 江炎根本不正眼看陈海川, 淡淡说道, 五十明币一枚, 陈海川嘴角剧烈抽动, 心中有一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竞技还踏马会趁机压架,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但现在是绝对的买方市场, 陈海川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付出了280枚银质子弹之后, 猎鬼剧的七名猎人相继上了48路公交车, 虽然这公交车里现在处处都是灰白色的蛛丝剪, 一副盘丝洞的济世感, 甚至有些难以下脚, 但七名猎人都感觉到了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江炎站在车门前, 满脸嫌弃地将280枚银质子弹装进了包里, 除了这些, 他实际上并不是很想要的子弹之外, 江炎还拿到了不少的贷款合同, 那些等待上车的玩家之中, 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古玩街贷款,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连古玩街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 眼见穷途末路之际, 竟然还有抵押装备贷款的机会, 这些人类玩家立刻将自己的装备全部抵押给了江炎, 并且从他手里拿到了一半的铭币, 当然, 这些铭币中的一部分很快又作为车票, 重新回到了江炎手中, 不多时, 八批技巧异常高超的江炎, 就把29个座位全部卖了出去, 上车之后淡淡说道, 开车吧, 那司机诡异早就被江炎吓破了胆, 连连点头, 关了车门之后发动了公交车, 一脚油门狂飙而出, 江炎的目光在车上扫了一圈寻觅空座位, 一双双目光也随之汇聚在了车上唯一一个空座上, 空座旁边的陈宇柔顿时实话, 刚刚还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之中,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车上只剩下了一个空位, 不, 不会吧, 禁忌006, 要坐在我旁边, 卧槽, 我真的还能活着走下这辆车吗? 陈宇柔原本犯着两分激动红韵的翘脸, 一寸寸变得煞白, 江炎却是正眼都不看他, 自顾自坐到了陈宇柔旁边, 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他坐下的时候, 眼角余光清晰看到, 身旁的陈宇柔重重打了个哆嗦, 江炎心中暗自叹息道, 看看, 现在猎鬼局的猎人素质都差成什么样子了, 随便一点动静都能把他吓得一哆嗦, 惊弓之鸟, 草木皆兵, 无外如是了吧, 我看那些普通玩家的心理素质, 都比我旁边这个强, 随便一点点恢复了正常, 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一些, 害怕对局势毫无帮助, 陈宇柔不断用眼角余光观察着身旁的江炎, 心中忽然升起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念头, 他开口, 小心翼翼问道, 你刚刚, 为什么要把所有诡异都杀了? 哼, 这个问题一出, 宛如晴天霹雳, 周围坐着的猎鬼局猎人, 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浮起了极致的惊恐, 不要啊, 怎么可以对禁忌发问? 这是找死啊, 第72章, 不要回答, 禁忌之名对人类而言, 危险性极高, 几乎到了见之必死的程度, 之前神舟出现的每一个禁忌, 都无不让人心胆俱寒, 亡魂皆冒, 倘若不是猎鬼局, 拼着无数伤亡将之处理, 每一个禁忌, 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创伤, 如此恐怖的存在, 必须封印在黄金关里, 否则任何形式的接触, 哪怕是最小心的猎人, 都很难逃脱最终的死亡命运, 像禁忌006这样, 攻击欲望低下的禁忌, 猎鬼局还是第一次见识, 但攻击欲望低, 不代表没有, 更不代表不会, 主动质问一个, 暂时没有攻击欲望的禁忌, 在猎鬼局这些猎人眼中, 就是完完全全的做死行为, 陈宇柔, 糊涂啊, 陈海川目自欲猎, 几乎已经看到, 禁忌006下一刻, 抬手轻轻拍在自己妹妹的肩头, 将陈宇柔画作一个灰白色蛛丝剪的画面, 不要, 不要啊, 陈海川心中怒吼连连, 一只手下意识握住了自己的刀, 陈海川已经下定了决心, 如果这禁忌006真的攻击自己妹妹, 自己拼着命不要, 也要将这一击挡下来, 绝对没有人, 能在我眼前侵犯我的妹妹, 陈海川眼中, 熊熊战火正在生腾, 熟悉陈海川的其余猎人, 也都一个个身体绷紧, 蓄势待发, 一旦开战, 恐怕就是不死不休, 死的大概率是他们七个, 但也别无选择, 气氛跌落冰点的下一刻, 他们听到禁忌006随口唠嗑一样打道, 我乐意, 被救烟斗改变过的声音, 嘶哑低沉, 仿佛一个巨大的磨盘, 在每一个人心头来回碾压, 猎鬼局众人一口气, 险些没喘上来, 禁忌006, 竟然真的回答了陈宇柔的问题, 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等一下, 什么叫做我乐意, 难道说, 这就是他的击杀规则吗, 杀掉一切看不顺眼的东西, 真是个残暴到了极点的恐怖禁忌, 陈宇柔也被这短短三个字搞猛了, 将在座椅上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性, 甚至想过自己发问的下一个瞬间, 就当场被禁忌006杀掉, 但就算如此, 也能为一片迷雾中的同伴们, 探明这头禁忌的更多信息, 可现在, 这头恐怖禁忌身上的迷雾, 反而越发浓郁了, 陈宇柔定了定神, 还想问些什么, 却被后座的王家狠狠扯了一把, 披在座椅靠背上的头发, 痴痛之下, 自知过于形险的陈宇柔, 终于将没问出来的问题吞了回去, 一时间, 车上陷入了一片诡异死寂的沉默之中, 公交车顺着越来越荒凉的街道不断前行, 车上被灰白蛛丝环绕的三十个座位坐无虚席, 但每一个人都不说话, 齐齐保持着低头自闭的姿势, 江炎感觉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就尴尬起来了, 自己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重生者, 不该射恐才对, 于是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用眼角余光看着陈宇柔, 主动挑起话头, 问道, 你是难得本地人吗? 多大了, 低沉沙哑的声音, 和之前他肩上黑压发出的不祥诅咒声, 多少有些神似, 落在周围猎人耳中, 仿若丧中一般可不, 陈宇柔一个机灵, 这是, 在, 在对我说话吗? 禁忌006主动问我问题,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 不杀本地的, 还是不杀太小的, 这禁忌006该不会还有可持续屠杀的意识吧? 陈宇柔的娇躯不经意之间再一次打起了哆嗦, 活死一只落汤鸡, 在极致的惊恐中, 他的大脑疯狂运转, 这怎么办? 我该怎么回答? 万一我说我是南斗的, 他专门就喜欢杀南斗的, 我不就死了? 万一我说我不是南斗的, 他专门就喜欢杀外地的, 那我不也死了? 无论怎么回答, 都是一场俄罗斯轮盘式的好赌啊。 王家作在陈宇柔后面, 看到他抖得厉害, 明白缺乏和禁忌对抗经验的他已经不知所措, 连忙伸手, 又一次抓住了陈宇柔的长发, 狠狠拽了三次,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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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 说什么都很容易死啊, 甚至在禁忌的面前, 发出声音本身就很作死, 你刚刚问了那个问题还没死, 完全可能是这个禁忌短时间内杀了太多诡异, 没拦了或者技能陷入冷却, 你还活着就烧高厢吧, 千万别再做死了, 求求你了, 陈宇柔被王家连连扯拽, 疼得呲牙咧嘴, 眼角有泪花闪烁, 却是在猎人间的默契之下, 大致明白了王家的意思, 他嘴巴紧紧闭着, 一言不发, 完全把江炎刚刚的问题当成了耳旁风, 江炎又抽了一口烟斗, 发现邻座的猎人小姐姐竟然不接自己的话, 不禁有些愕然, 自己十八岁帅气男高的聊天深情, 竟然被人无视了, 江炎一直觉得自己魅力之相当爆表, 就算以前没有隐秘黑鸭套装, 只能穿校服的时候, 也是校草的有力竞争者, 自己现在这一身客金行头, 更是狂拽炫酷吊炸天, 没道理被小姐姐无视啊, 就连应付我两句都不愿意吗? 江炎不禁测了测脸, 一双目光从压低的怪帽子下投出, 看向身旁的陈宇柔, 察觉到老板的动作, 又肩上凝厉的黑鸭也缓缓转过头, 新红的独眼冷冷看向身旁的陈宇柔, 感受到近在咫尺的三道目光在自己身上打亮, 陈宇柔浑身汗毛倒数, 感觉自己每一寸肌肉都僵硬了起来, 禁忌006又一次正眼看我了, 陈宇柔永远不会忘记, 上一次禁忌006正眼看自己的时候, 发生了多么恐怖的事情, 那种完全失控彻底丧失理智的感觉, 陈宇柔这辈子都不想再体会一次了, 哥哥哥哥哥哥, 陈宇柔牙关轻轻碰撞的声音, 在死寂的车厢中非常明显, 江炎抽了抽鼻子, 闻到了一股轻微的尿骚味, 往下一看, 江炎恶然发现, 陈宇柔的裤子竟然一寸寸如湿了, 不是, 堂堂一位猎人竟然有尿失禁这种毛病, 这种随地尿尿的傻姑娘, 真能当猎人吗? 第73章, 试写的护士长, 猎鬼局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难道真如一句网络名言所说, 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江炎心中暗自摇头叹息, 将目光收了回来, 不再看陈宇柔, 毕竟是个好看的小姐姐, 得了尿失禁这种病, 肯定会很难为情吧, 自己不该嘲笑别人的身体缺陷, 更不应该盯着人家一直看, 就全当没有发现好了, 不过江炎还是挪动了一下自己的屁股, 离陈宇柔远了一点, 害怕被他裤子上的尿液沾染, 感觉到禁忌006的目光移开, 陈宇柔心中滔天的死亡阴影, 这才消散了一点点, 露出一缕细微的阳光来, 活, 活了, 果然, 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不要和他目光对视, 成功逃过了一劫, 虽然之前主动发问的时候, 陈宇柔已经做好了被杀死的准备, 但当禁忌006再一次注视自己的时候, 那种心理压力, 依旧让陈宇柔内心崩溃了, 深深喘了两口气, 目光吓尿了, 虽然有些尴尬, 但陈宇柔并没有感觉丢人, 被如此恐怖的禁忌006吓尿, 丢人吗? 一点也不, 通往第三医院的48路公交车行程长而枯燥, 堪堪在最后一缕夕阳落下之前, 抵达了最后的终点站, 南都附幼保健医院, 也就是传说中的第三医院, 当年的南都城区范围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 第三医院所处的位置是城区最边缘, 主要的客流量也是来自周围村镇和城乡结合部, 医院的规模从外面看去并不大, 只有一座正对大门的主楼, 左右两侧的副楼分别是办公楼和住院部, 江岩第一个从满是灰白色蛛丝的48路公交车上走了下来, 台幕张望这个在渐渐浓郁的夜色下, 越发显得幽静的医院, 剩下的玩家也都相继走下了车, 看着面前的医院骂道, 这就是第三医院, 快点的吧, 这破秘境老子已经呆够了, 赶快结束, 让老子回家, 妈的, 这一趟秘境的收益都不知道能不能直回门票和车票, 只要杀了里面的鬼异, 这秘境就算清剿完成了, 是吧, 一个最急躁的玩家明显已经按捺不住情绪, 直接一脚就揣在了第三医院的大门上, 发出了咚, 得一声闷响, 里面的鬼都给爷听好了, 爷今天就是来清剿你们的, 速速滚出来受死, 他自觉被靠三十个人类兄弟, 底气十足, 背后, 猎鬼局七个猎人的眼皮奇奇狂跳, 这种愣头青能活着抵达第三医院门口, 不得不说真的是运气好, 不过他们十分默契的并没有多说话, 既然这个愣头青愿意用自己的小命去投食问路, 对剩下的玩家而言并不是坏事, 猎鬼局的任务也从来不是保护某个特定的人类, 随着这一声闷响, 第三医院的大门竟然真的缓缓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高挑小姐姐, 手中拿着一个厚厚的病例本踩着高跟鞋走了出来, 本该洁白的护士服却是片片染血, 仿若在上面绘制了一幅寒血圣霉的景象, 而这个护士小姐姐的脸一片枯瘦蜡黄, 仿佛是从千年古墓中刚刚挖出来的古诗, 已经在阴暗的角落中风化了数千年之久, 看到这个护士小姐姐的瞬间, 蒋炎心中就是一灵, 她看到了自己玩家面板上跳出来的铭币收入, 铭币加4573, 强大的诡异血未必多厚, 但血厚的诡异全都很强, 护士小姐姐哭黄的双眼死死盯着刚刚踹门的那个急躁玩家, 哭朽的仿佛能掉下来沙子嗓音, 一字一顿说道, 欢迎来到南都妇幼保健医院, 也叫南都第三医院, 我是医院的护士长, 你们可以叫我王柔柔, 进入医院, 请严格遵循医院的规章制度, 第一条规章, 不准损坏医院财物, 围者, 死, 护士小姐姐王柔柔话音未落, 直接化作了一道红白色的残影, 一把掐住了刚刚那串门愣头青的脖子, 愣头青双瞳一缩, 刚刚想要呼救, 还没出口, 头便被王柔柔一把扯了下来, 热血喷洒, 王柔柔直接凑到了他脖梗断面之上, 大口大口吞吸喷出来的热血, 他的嘴巴就仿佛能无限吸血的海绵, 只要鲜血进入口中便不会流失半分, 尽数被他的身体吸收看到这一幕将眼撇了撇嘴角, 这个护士长的实力比他预料之中更高, 看刚刚这一首, 这护士长是敏捷型的诡异, 众所周知, 敏捷路线是脆皮刺客才正常, 拥有四千多生命值的敏捷诡异, 恐怖程度和拥有四千多生命值的力量诡异,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在外面, 江炎看到一头这样的诡异, 会起收服的念头, 不过秘境里的诡异和外面截然不同, 似乎都在遵循某些特定的规律行动, 而且还有青角秘境的终极目标存在, 江炎也就没有多事, 随着护士长吞噬此人一身血液, 他干枯的身体, 竟然似乎恢复了两分光泽, 而在江炎玩家面板中,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明币加4973, 卧槽, 生命值加了400, 江炎顿时感觉有些牙酸, 这护士长有点牛逼啊, 要是在医院里多吃几个人, 这强度得膨胀到什么程度, 怪不得上辈子这个秘境青角失败了, 让里面的斩命灵童跑了出去, 不过这个护士长王柔柔的强度虽然高, 却并不是斩命灵童, 就算杀了他, 这个秘境也多半无法达成青角的目标, 如果不出所料, 斩命灵童应该就在第三医院的某一处, 青角秘境的关键是找到斩命灵童, 把这个脱离秘境就成为禁忌的诡异弄死, 才算青角成功, 至于护士长王柔柔, 可杀可不杀, 江炎估计杀了王柔柔的话, 秘境贡献可能会有巨大提升, 不远处, 猎鬼局七个人聚在一起, 低声窃语道, 队长, 猎神, 怎么办? 我们出不出手, 打死这头诡异, 秘境是不是就结束了? 第74章, 挂科还是副科? 陈海川和王家宁眉不语, 陈鹰片刻之后, 王家看着陈海川, 问道, 你怎么看? 陈海川说道, 还记得刚刚进入秘境时候的提示吗? 进入第三医院, 要听护士长安排, 一路走过来, 这些提示都被证明是有帮助的, 这一条, 应该也是如此, 既然我们要听从护士长安排, 那么青角秘境的关键点, 大概率就不在他身上, 王家缓缓点头, 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现在不动手杀他的话, 他会变得越来越危险, 刚刚杀了一个人, 他的体貌特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应该是属性有相应的提升, 我们带着这一群乌合之众一起进入第三医院, 护士长肯定会频频杀人, 现在不动手, 就最好永远不动手, 七人对视一眼, 陈海川拍板道, 那我们进去之后, 严格遵守医院的规则和护士长的安排, 不和他对抗, 凡事不要出头, 保证我们的有生力量, 留着对付青角秘境的关键点, 对了, 抓紧探索这个秘境青角的关键,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弄明白, 到底达成什么条件, 才能成功青角这个秘境, 七人达成了共识之际, 护士长丢掉了手里的尸体, 擦了一把嘴边残留的血迹, 恢复了两分光泽的脸上, 满是邪义的笑容, 沙哑道, 各位客人, 请来我这里挂号吧, 护士长王柔柔随即指向了人群中的一个男人, 沙哑问道, 你挂二科还是副科, 那人被问得一愣, 我他妈是个成年男人, 我挂什么二科副科, 这合适吗, 我, 我挂的南科可以吗, 护士长王柔柔语气阴沉了两分, 冷冷道, 这里是妇幼保健医院, 你挂南科来这里干什么, 找茬吗, 护士长身影一闪, 化作残影出现在此人面前, 一找探出, 直接刺入了此人胸膛, 啊, 一声冰死的惊恐呼声, 在第三医院门前回荡, 下一刻, 护士长将此人的心脏从胸膛中扯了出来, 仰头一挤, 淋漓鲜血从心脏中汹涌而出, 落入了护士长口中, 蹲蹲蹲蹲, 随着护士长喉咙滚动, 一连串痛影声, 不断刺激着周围每一个人类的神经, 残暴, 实在是太残暴了, 逼着一个大老爷们挂复刻, 人家不挂你, 就把人家心挖出来了, 面色越发丰润起来的护士长丢下干瘪的心脏, 低血的手指随即指向了人群中的陈宇柔, 嘶哑问道, 你呢, 你挂科, 还是复刻, 猎鬼局七人的眼神奇奇一眯, 七人的动作几乎一致, 瞬间握住了自己随身的武器, 如果这个护士长要对陈宇柔发动攻击, 那他们七个就没有选择, 必须在医院门口将护士长击杀了, 所幸, 这护士长先前只杀了两个人, 属性增幅应该还在可控范围内, 几方七个猎人, 其中一个还是天剑猎神, 通力合作下, 杀掉这个护士长应该不难, 江炎站在角落里, 一边抽旧烟斗, 一边观察事情的走向, 若按照江炎之前的印象, 猎鬼局这次的配置, 杀掉这个王柔柔应该是有惊无险, 不过自从江炎在车上眼睁睁看着陈宇柔尿了裤子, 猎鬼局很强的印象就轰然崩塌了, 他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这七个容易发抖, 心态动不动就爆炸的耸逼, 到底能不能打得过王柔柔, 陈宇柔反应极快, 几乎对答如流道, 我挂妇科, 她一个成年女人, 挂妇科明显比尔科合适多了, 护士长王柔柔枯黄色的双眼, 紧紧盯着陈宇柔露出了一个阴朗的笑容, 问道, 怀孕了吗? 几个月了, 他探出一只猙獰的鬼爪, 向陈宇柔的小腹摸去, 陈宇柔眼神一凝, 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 快速说道, 我没怀孕, 我看妇科病, 宫颈弥烂, 他当然没有宫颈弥烂, 但是绝对不愿意让王柔柔摸自己肚子, 这个恐怖而残暴的护士长, 万一把自己子宫挖出来怎么办, 王柔柔鬼爪一顿, 缓缓收了回来, 这样啊, 他打开了病例本, 随口记录陈宇柔的姓名, 年龄等信息, 陈宇柔定了定神, 仿佛真实来看病的, 声音平静镇定, 不断爆出王柔柔需要的信息, 姜岩在一旁角落里, 看得满脸不解, 这个十分英秀的猎人小姐姐, 之前再没有诡异的公交车上, 像是惊弓之鸟, 怎么现在面对如此恐怖残暴的护士长, 反而如此冷静, 不像同一个人啊, 王柔柔记录完毕, 给陈宇柔撕了一张挂号单, 转而指向了另外一个男人, 问道, 你呢?挂尔柯还是复柯? 那男人满脸冷汗, 支支吾吾说道, 我,我也挂复柯, 王柔柔探出鬼爪, 向这男人的小腹摸去, 问道, 你怀孕了吗? 几个月了, 这次王柔柔的距离更近, 而且这男人反应远没有陈宇柔快, 直接被王柔柔摸到了肚子, 鬼爪触及的瞬间, 王柔柔面色阴沉下来, 嘶哑阴森道, 你是个男人, 挂什么妇科? 找茬吗? 吃了, 一声血肉烈响, 王柔柔的鬼爪瞬间撕开了此人的肚腹, 噼里啪啦, 各种内脏掉了一地, 花花绿绿, 散发出浓郁的腥臭, 王柔柔直接将头伸进了此人大敞开的腹部, 在里面大口大口吞噬此人的热血, 直到此时, 这人都没死掉, 口中物资发出绝望的哀吼, 我没怀孕, 我, 我也宫颈迷烂, 王柔柔在他肚子里音策策道, 没看到你有宫颈啊, 前列腺有点发炎, 是真的, 碰, 此人的尸体仰面跌倒在地, 死灰色的双眼圆睁, 直勾勾看着天空, 死不瞑目, 你呢? 挂尔科还是复科? 王柔柔抬起低血的鬼肘, 指向王家, 王家面色平静, 说道, 我挂尔科?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 死死盯着王家, 阴侧侧道, 你多大了, 什么病? 王家比陈宇柔还冷静, 对答如流道, 我八岁, 内分泌失调导致的巨人症, 众人, 一米八的大汉, 你管这叫八岁, 第七十五章, 你是真不怕死啊, 天剑猎神王夹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鬼, 护士长王柔柔还真就信了, 他哭黄的双眼在王家身上转了一圈, 着重在王家的娃娃脸上多看了几眼, 点头嘟囔道, 巨人症, 这倒是个稀罕病, 王柔柔扯下一张挂号单递给了王家, 转而指向另一个男人, 问道, 你呢? 儿科还是复科? 有了前车之剑, 那男人连忙说道, 儿科, 我也八岁, 也有巨人症, 王柔柔的哭黄双眼中, 骤然闪过一抹怒意, 阴侧侧道, 巨人症这么稀有, 怎么可能一天出现两个, 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 那男人见识不妙, 扭头就跑, 速度极快, 王柔柔拔足便追, 明明穿着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 但跑步速度快的惊人, 一闪之间就拖死狗一样, 将男人拖了回来, 咔嚓, 王柔柔的红色高跟鞋, 钉子一般躲进了此人太阳穴中, 这人满脸绝望和无助, 抽搐着死去了, 王柔柔一把掀开了此人的头盖骨, 挖出里面的脑浆和鲜血, 王柔柔的杀人家一诡异仆的天赋和王柔柔比较了一下, 感觉王柔柔的击杀被动大概率是会在一定时间后消失的, 不然的话就强得太离谱了, 斩命灵童都未必有王柔柔强度高, 吃光了此人脑仁之后, 王柔柔擦了一把嘴边的浓浆, 又伸手指向陈海川, 阴侧侧问道, 你呢? 挂尔科还是副科? 陈海川反应同样很快, 一把搂住了陈宇柔的胳膊, 笑道, 我是他的家属, 过来陪护的, 他笑容十分真挚, 鼻尖却冒出了一滴冷汗来, 妈的, 这个理由也不知道能不能蒙混过去, 王柔柔沉默片刻, 问道, 你和病人什么关系? 是直系亲属吗? 陈海川脑中电光一闪, 恐怕只有直系亲属能陪护, 我是他亲哥哥, 王柔柔转而看向陈宇柔, 胡依问道, 是这样吗? 陈宇柔连连点头, 真是我亲哥, 王柔柔胡依的目光, 在两人脸上打亮了一会儿, 发现真的有点兄妹的相似, 缓缓点头, 说道, 好吧, 你可以进去陪护, 但是待会儿, 你们选病房的时候, 必须选双人间, 价格很贵, 陈海川瞬间倒吸一口冷气, 脸上满是悔恨之色, 坏了这下, 又要卖子弹了, 这秘境里,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下次再有秘境, 必须多带一点钱进来, 王柔柔转而指向了陈海川旁边的薛满楼, 因侧侧问道, 你呢? 儿科还是复刻? 薛满楼沉默了极短的一瞬间, 伸手搂住了旁边王家的肩膀, 说道, 我是他的陪护家属, 王柔柔看着薛满楼有些稚嫩的面相, 皱起眉头, 音侧侧问道, 你也是家属, 和他什么关系? 薛满楼大言不惭道, 我是他爸爸, 王家, 我踏马可是天剑猎神, 你好大狗胆, 周围猎人, 年轻人玩笑开大了呀, 姜妍, 也别叫什么猎鬼局了, 以后就叫骗鬼局挺好的, 王柔柔又沉默了片刻, 似乎有点死机, 王家看起来明显比薛满楼年纪大, 但王家之前说自己八岁巨人症, 如果薛满楼早婚,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当他爹,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转而看向王家, 问道, 他是你爸爸吗? 王家? 草! 是的, 他就是我爸爸, 王家咬牙切齿, 一个字一个字从齿缝里往出击, 王柔柔缓缓点了点头, 哭黄的目光从王家和薛满楼身上移开, 毕竟, 如果不是真的父子, 谁又会愿意乱认爹呢? 王柔柔一个个点名挂号, 男兜妇佑保健医院门口上演了一出大型的骗鬼游戏, 性别优势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女人完全可以随便编个妇科病, 就能在王柔柔手里挂上号, 但第一次秘境就赶进来探索的, 基本都是男人, 除了陈宇柔之外, 三十个玩家中总共就有四个女人享受了这个优势, 剩下的男人可就惨了, 得千方百计让王柔柔相信自己是个小孩, 才能挂上二科的号, 而且稀奇古怪的理由往往只能用一次, 终于在男人被残暴地杀死好几个之后, 一个小机灵鬼被点名之后, 直接蹲在了地上, 乃声乃气说道, 我今年七岁半, 我发烧了, 我要看大夫, 王柔柔哭黄的眼睛看了看蹲在地上的矮小身影, 撕了一张挂号单递了过去, 谢谢姐姐, 小机灵鬼满脸劫后余生, 后面的人早已吓得肝胆剧烈, 见状连忙有样学样, 全部成功挂上了二科的号, 王柔柔点过二十九个名, 目光在场间扫尸一圈, 注意到了一个存在感十分稀薄的家伙, 此人十分随意地靠在一棵大柳树上, 怪帽子的阴影垂落, 遮住了半张脸, 嘴边的旧烟斗徐徐冒出青烟, 仿佛在度假一样轻松惬意, 你呢? 王柔柔哭受的鬼肘, 只向江炎因侧侧问道, 你是挂二科还是挂妇科? 江炎见终于轮到自己, 吐了个烟圈, 一把从身后大柳树阴影里, 拽出来一个小孩模样的黑色阴影, 这小孩阴影头部位置, 有一团星红的光芒, 仿若一只独眼, 江炎说道, 我挂妇科, 我儿子挂尔科, 我怀孕了, 我儿子有一只眼睛看不到, 周围十八个幸存下来的人类, 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 哥妈, 你是真不怕死啊, 你这不被护士长把头抿掉, 我就和你姓, 人群中, 一个男人小声嗶嗶刀, 第七十六章, 第三医院的规矩, 周围除了猎鬼局七人之外的十一个人类, 看向江炎的目光, 仿佛看着一具尸体, 从一开始到现在, 男人挂妇科的都死了, 更别提这种不光要给自己挂妇科, 还要再挂一根科的, 简直异想天开, 前面明明已经有人示范了如何过关, 偏偏不用, 非要自己抖机灵, 他死定了, 上帝也保不住他, 我说的, 和这些不认识江炎的普通人类玩家截然不同, 猎鬼局的七个人, 齐齐退了三步, 随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虽然他们都觉得, 禁忌006一秒钟就能打死护士长王柔柔, 但这里毕竟是王柔柔的主场, 谁知道第三医院里, 还有没有什么更强的东西, 神仙打架, 自己烦人还是躲远点好, 王柔柔枯黄的目光, 死死盯着江炎, 阴冷说道, 你怀孕了, 太好了, 今天终于来了一个怀孕的, 快点我检查一下, 护士长说着, 伸出自己的鬼爪, 摸向江炎的小腹, 比起一开始, 现在护士长王柔柔的鬼爪已经盼若两鬼, 皮肤红润风盈, 肌肉富有弹性, 和活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了, 但他的表情却依旧是一片阴冷, 配上那毫无感情的枯黄双眼, 以及嘴角残留的人皮碎屑, 还是令人不寒而栗, 面对王柔柔的鬼爪, 江炎丝毫不拒, 听起了自己冤滚滚的小腹, 任由他鬼爪抚了上来, 早在十分钟之前, 江炎就让人面鬼猪, 在自己肚子上用猪网制了一个巨大的半球, 仿佛孕妇的肚子, 人面鬼猪就藏在里面, 准备配合江炎糊弄鬼, 王柔柔的手掌, 轻轻放在了江炎凸起明显的小腹上, 然后陷入了长长久久的沉默之中, 半上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怎么样? 江炎嘴角含笑, 好整以侠问道, 王柔柔缓缓缓开口, 阴冷的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 你肚子里, 怀了一大窝人面鬼猪,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蓝豆腐又保健医院大门前, 风声萧瑟, 无人说话, 一双双震惊万分的目光, 齐刷刷落在了江炎的身上, 十一个人类玩家的大脑, 直接被王柔柔一句话给干冒烟了, 什么? 肚子里怀了什么? 人面鬼猪, 一大窝, 天呐, 你的私生活有点过于混乱了, 我都不敢细想, 其他人类玩家物自震惊之际, 猎鬼局的七个猎人, 彼此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惊恐, 王家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看, 我之前说对了, 禁忌006衣服之下, 每一寸血肉都是由无数蜘蛛组成的, 我们, 一直以来看到的都只是表象, 禁忌006的真正恐怖模样, 还从未在世人面前展露过, 孤独, 猎鬼局七名猎人, 齐齐吞了口唾沫, 恐怖, 太恐怖了, 那怪帽子之下, 人模人样的禁忌006, 竟然真是如此诡异而扭曲的恐怖存在吗, 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不会好了, 薛满楼眼角含泪, 感觉心态十分崩溃, 陈海川紧紧握住了薛满楼的肩膀, 语气坚定道, 要有信念, 我们一定能成功封印禁忌006的, 一定, 摸完了姜炎的蛛丝肚皮, 王柔柔满脸震惊地将手收了回去, 哭黄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低声嘵难道这么多年了, 我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待会儿要让妇产科的医生好好给你看看, 王柔柔递给江炎两张挂号单, 一张是妇科的, 一张是尔科的, 成功挂到妇科和尔科的号, 江炎嘴角闪过一抹笑意,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 自己进入这个秘境是来找斩命灵童的, 如果找不到这头真正关键的诡异, 其他诡异杀再多, 这个秘境也依旧无法完成清剿, 已知斩命灵童就在第三医院内, 所以他们进入第三医院后, 除去生存之外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找到斩命灵童, 而江炎如果同时挂到妇科和尔科, 肯定能最大程度地获取斩命灵童的信息, 刚刚那个说要和我信的人呢, 江炎对着那预言自己脑袋 必被护士长拧下来的人调笑道, 那人打了个哆嗦, 满脸惊恐, 连连白手, 我错了大佬, 我踏马和一个能怀疑肚子人面鬼猪的人, 叫什么劲啊? 给所有人挂完了号, 护士长王柔柔站在医院门前, 不得离开自己的病房, 围者, 死 第三条, 病人不得乘坐电梯, 围者, 死 第四条, 在医院看病只能停留三天时间, 围者, 死 第五条, 第三医院只有七层, 如果你们看到通向其他楼层的通道, 不得踏足, 围者, 死 第六条, 不得攻击医院工作人员, 围者, 死 第七条, 妇科和儿科的诊疗区域不在一起, 没有挂号, 不准踏入另外的区域, 围者, 死 拼着王柔柔口中说出的规则, 姜妍不禁暗自择舌, 好家伙, 真是一个规矩森严的医院, 动不动就要把自己的病人干掉, 不过, 这些过于森严的规则, 如果全部遵守, 恐怕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恰恰相反, 这几条规则, 总感觉似乎在刻意保护什么东西, 不受到外来者的侵犯, 也许, 斩命灵通的信息, 就藏在这些规则的背后, 姜妍抬头, 看了看天色, 没有半点尊重的想法, 反而准备挨个触犯一次试试效果, 跟着护士长走入第三医院的时候, 姜妍发现, 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捏手捏脚向自己靠近过来, 眼角余光一扫, 发现是陈海川, 姜妍立刻知道, 这货来找自己是干什么的, 肯定是又没钱花, 过来便卖家产了, 果然, 陈海川凑到姜妍身旁, 小声说道, 我卖点子弹, 姜妍低声叹了口气, 接过了陈海川递来的五百枚银制子弹, 甩给他两万五千明币, 随口说道你要是真的很缺钱, 可以考虑来给我工作一段时间, 第七十七章, 那么, 代价是什么呢? 姜妍也就是随口一说, 他觉得, 如果自己能挖到猎鬼局的墙角, 那一定很酷, 但这句轻飘飘的邀请, 落在陈海川耳中, 却完全不是如此,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浑身汗毛, 一根根倒数了起来, 又来了, 禁忌006, 第二次邀请我们猎鬼局为他工作了, 之前王家去找姜妍贷款的时候, 姜妍就邀请过王家, 当时王家没有同意, 可现在, 猎鬼局对禁忌006的所有判定, 全部被证明不可靠之后, 陈海川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 如果我为禁忌006工作, 他应该不会允许其他诡异杀死我, 我能借机在禁忌006身旁卧底, 仔细观察他的一言一行, 深入了解他的击杀规则, 为后续猎鬼局的封印计划, 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只要取得了禁忌006的信任, 我后续还能引蛇出洞, 将禁忌006诱骗至猎鬼局布置好的封印战场上, 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 代价是什么呢? 陈海川鼻尖, 低落一滴冷汗, 为禁忌006工作, 不亚于鱼虎谋皮, 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熄灭, 一旦暴露, 万劫不复, 值得吗? 值得, 下一刻, 陈海川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坚定的决绝, 说道, 可以, 我愿意为你工作, 你给我多少薪水, 这次轮到江炎有些措手不及, 这位猎鬼局队长级别的猎人, 竟然没怎么犹豫, 就斩钉截铁的同意了, 又站着猎鬼局的编制, 又要吃自己的薪水, 这算不算是典型的吃里扒外, 哎, 这些猎人的素质, 比我想象之中还要更加差劲, 完全丧失了作为猎人的理想与信念, 江炎心里对陈海川的批判并未持续太久, 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种势道下, 所有人都在艰难求生, 即便是陈海川, 也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多考虑考虑, 很多时候, 这并不是个理念问题, 而是个现实问题, 从某种角度而言, 吃里扒外的陈海川,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至于给他多少薪水, 江炎陈四片刻之后, 将兜里前后收过来的780枚银制子弹, 还给了陈海川, 一共作价39000明币, 又添了1000明币现钞, 说道, 那就凑个整, 一个月给你4万明币, 他本来就不太想要这些银制子弹, 猎鬼局生产的子弹, 无法收入系统的空间, 揣在裤兜里叮光乱响, 非常烦人, 至于一个月4万明币的高薪, 江炎认为很合理, 陈海川可不是诡异, 而是一个有独自斩杀诡异能力的人类, 以安小星单杀的那几个诡异爆出的奖励来看, 陈海川作为一个猎人, 获取资源的能力和速度都不是正常人类, 或者诡异能够媲美的江炎也看过陈海川的装备, 知道这家伙家底相当丰厚, 这个价格雇佣一位猎鬼局队长级别的猎人, 在自己这里吃力爬外, 江炎觉得很划算, 尤其是通过陈海川打通了猎鬼局的渠道之后, 江炎自此手握鼎盛集团和猎鬼局两大头部势力, 在难兜这一亩三分地上, 完美达成了黑白通吃的宏大格局, 一步妙棋, 江炎在心里为自己的机制鼓掌, 从江炎手里接过子弹和诡异的合同, 陈海川目光茫然, 低声呢喃道, 四万名币, 一个月, 卧槽, 禁忌006果然是个肥得流油的恐怖禁忌, 随随便便就给自己开了四万月薪, 你知道我陈海川, 堂堂猎鬼局南斗分局三位队长之一, 下一届分局长的有力候选人, 从猎鬼局里拿的月薪是多少吗? 两千名币一个月, 这还是刚刚更新的鬼异后时代薪资待遇, 鬼异降临之前, 陈海川的月薪是一万五千通用货币一个月, 当然, 它是猎鬼局编制, 隐形福利有很多, 势集从全之下能够调动的资源非常庞大, 比如刚刚倒卖给江炎的七百八十枚银制子弹, 就是不属于陈海川的财富, 而且陈海川的主要收入来源, 也不是猎鬼局的两千名币月薪, 而是和自己的猎人同伴猎杀鬼异得到的系统奖励, 不过江炎的四万月薪, 还是震惊了陈海川一整年, 终于知道什么叫马无叶草不肥了, 神他妈香啊, 陈海川重重摇了摇头, 赶走了心中的杂念, 暗自警醒道, 陈海川, 你是来当卧底的, 绝对不能被禁忌006的唐一炮弹击穿里面,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封印禁忌006之后, 猎鬼局下发的奖励, 一样不会少, 正在暗自加固心理防线, 陈海川忽然注意到, 有两刀目光, 从怪帽子压低的帽檐下抬起, 看向自己, 江炎能欣赏陈海川道德败坏, 但如果这家伙贪得无厌, 妄想从自己手里榨取更多的薪水, 江炎便不会要他了, 人一旦不懂, 遏制自己的欲望, 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将之吸纳进入自己的团队, 定会被其所伤, 随着江炎的目光注视, 右肩上的诡异黑鸭也缓缓转头, 星红的独眼冷冷盯着陈海川, 感受到这三道目光的打量, 陈海川腿肚子有些抽筋, 冷汗瞬间浸湿了背后的衣服,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淡说道, 接受我的工作, 就签下自己的名字, 陈海川快速浏览了一遍这个合同, 内容和江炎提供给诡异的基本一致, 不过给了陈海川这个猎鬼局队长 更多的自由度, 陈海川死死咬着牙关, 颤抖着在这份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的合同化作两道红光, 分别消失在江炎和陈海川身上的时候, 陈海川感觉自己的灵魂 似乎被抽走了一大半他知道, 这个合同一签, 自己就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恐怕就算最后能成功封印禁忌006, 自己也很难活着了, 为了全人泪而战, 陈海川强行压下了心底腾起的后悔和恐惧, 对江炎深深居公道, 老板, 以后请多指教, 江炎淡淡笑了一声, 说出了一句令陈海川如坠冰窟的话, 待会儿住在我旁边的病房, 关灯之后, 我会敲你的门, 出来和我一起行动, 第78章, 我要抱怨, 听着禁忌006那怪帽子下飘出的淡漠话语, 陈海川弓下的腰险些直接断在地上, 第三医院的规则, 第二条, 夜间熄灯后, 不得离开自己的病房, 围者, 死, 这四万明币果然不好拿呀, 行人老板上来就给自己拉了一炮大的, 禁忌006作为恐怖至极的禁忌, 就算在第三医院内横行无际, 多半也不会受伤, 可他陈海川不一样啊, 搞不好都活不到下个月发工资, 自己就得被禁忌006给折腾死, 陈海川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 为什么不能等离开秘境之后再去当卧底, 好, 好的老板, 陈海川擦了一把额间的冷汗, 不敢看乖帽子下的那双视线, 江炎随手丢出四万明币, 说道, 这是你这次秘境的奖金, 啪, 四叠厚厚厚的明币砸在了陈海川面前的地面上, 激起一片尘埃, 陈海川的双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四叠明币, 一点点瞪圆, 什么, 奖, 奖金, 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板, 会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 直接发出四万明币的奖金阿伟, 确定了, 这肯定是给自己的买命钱, 禁忌006, 这是要把自己当牛马用啊, 陈海川感觉自己头皮一阵阵发麻,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太奶在对自己招手, 妈的, 就当阵亡抚恤金了, 陈海川一把捞起四万明币, 存尽了自己系统商城里, 快步跟上了猎鬼局大部队, 见陈海川终于回来, 王家微微皱眉, 问道, 你这次去了好久, 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一行人已经跟在护士长王柔柔的身后, 来到了住院楼前, 陈海川才看看回来, 令人不由的担心, 看到其余六名队友关切的目光, 陈海川哈哈一笑, 说道, 放心吧, 我和禁忌006已经交易过很多次了, 只不过, 这一次交易的东西, 有点多, 陈海川没有和这些队友, 多说自己决心潜伏在禁忌006身旁当卧底的事情, 至少在这个秘境中, 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个, 如若不然, 今天晚上, 他们六个也很有可能因为担心自己, 离开所在的病房, 今夜关灯之后的危险, 自己一个人面对就可以了, 王柔柔沙哑阴沉的声音, 从住院楼大门前传来, 都过来登记病房号, 领取自己的钥匙, 单间一人一碗一千明币, 双人间一人一碗一万明币, 听到护士长这话, 陈海川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是吧, 这价格就尼玛离谱啊, 猎鬼局的七个人, 两个双人间, 三个单间, 住一晚上就要两万三千明币, 如果一不小心住满三天, 就是六万九千明币, 猎鬼局剩下的六个人, 全是穷光蛋, 毫无疑问, 这笔钱是要陈海川垫付的, 而陈海川现在全身上下, 就有之前卖子弹给的两万六千明币, 和四万明币的奖金, 一共六万六千, 还差三千, 我踏马都把自己卖给禁忌零零六了, 明币竟然还不够用, 事实证明, 卖身来钱是没抢劫快啊, 陈海川站在风中, 无比凌乱, 陈海川最终拿出了两万三千明币, 交了第一天晚上的病房费用, 今朝有酒精招醉, 哪管明日喝凉水, 搞不好禁忌零零六, 今天晚上就把第三医院涂光了呢, 陈海川忽然就对自己的新老板, 怀揣起了巨大的期待, 剩下的十一个人类, 因为都和江炎贷款过的原因, 手里有些明币, 加上都是单间, 全部顺利登记, 从王柔柔手中拿到了一枚黄色的病房钥匙, 终于轮到最后的江炎,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 看向江炎, 阴森问道, 那个怀了人面鬼猪, 还带了孩子的, 你住几晚上? 江炎想了想, 开始掏斗, 一万, 两万, 三万, 五万,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一万, 王柔柔面前的桌子上, 三十一万金币辉煌的名币, 马放整整齐齐, 散放着浓浓的金钱的恶臭, 江炎也不正眼看护士长, 淡淡吐出一个烟圈, 笑道, 我包怨,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旁边的十八个人类, 看向这里的眼神, 巨石目自欲裂, 他们的眼珠子, 都几乎要弹出眼眶, 狠狠打碎江炎的脑壳, 我靠你踏马的, 还是人吗? 这是尼玛吃人的诡异秘境, 不是尼玛度假村, 你住上瘾了吗? 还包怨? 有这么多钱, 你家几百点属性不好吗?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对江炎来说, 三十一万加不了一点属性, 猎鬼局七个猎人的心情, 震惊之余, 还多了三分恐惧, 禁忌006这是什么意思? 果然不愧是恐怖至极的禁忌啊, 思路和正常人, 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某陈信卧底, 心中更是有一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陈海川倒是不恐惧, 他就是单纯的想死, 老板要包怨, 他这个员工能出得去吗? 问题是, 我探马包怨为什么比我老板还贵? 猎鬼局这么多人, 包个月得多少钱? 陈海川心里算了一下, 七十一万三千明币, 眼前一黑, 这辈子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欠这么多, 陈海川现在就想直接跳到禁忌006面前, 大喊一声我是卧底, 然后让禁忌006一拳把自己头打包算了, 看着眼前这三十一万,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 一寸寸瞪圆, 变得红润了许多的脸上, 满是震惊之色你, 你在说什么? 第三医院没有包怨, 江炎看着王柔柔的神色, 感觉有戏又吐出了一个烟圈, 淡淡笑道, 怎么? 闲哨? 他又一次开始掏斗, 六十二万明币, 这样可以包怨吗? 王柔柔明显局促起来, 两只手捏着自己的衣角, 目光被自己桌上的六十二万明币牢牢吸引, 半寸都移动不开, 这, 这, 不符合规定, 你快拿走, 嘴里说着要江炎拿走, 但护士长的眼睛却仿佛粘在了这些明币上, 还下意识重重吞了口唾沫, 江炎心下了然, 呵呵笑道, 规矩都是诡定的嘛, 护士长通融通融, 江炎说着再次掏斗, 九十三万明币, 周围众人, 这股土豪气焰, 为何如此眼熟, 你不会就是刚进秘境时候, 那怒砸几千万狂刷秘境词条的大佬吧? 第七十九章, 关灯之后, 看着江炎摆了满桌的九十三万明币, 护士长王柔柔又吞了口唾沫, 沙哑的声音之中深深藏着一抹激动, 说道, 真的不能通融, 江炎呕了一声, 满脸装出来的失望之色, 将满桌的明币往回揣, 既然实在不行, 那就算了, 我就住三天好了, 眼见到手的天亮明币就要飞走, 王柔柔顿时急了, 一个恶虎扑时将满桌明币搂在怀中, 尖叫道, 可以可以, 就这么说定王, 让你包月, 一只高冷残暴的护士长王柔柔, 在九十三万明币面前, 和一个市块小人也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动了小心思, 想要从江炎身上再多榨一点油水出来, 江炎呵呵笑着, 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明币, 点头说道, 那就先谢谢护士长的照顾了, 有上一世经验的江炎当然知道, 所谓包月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这秘境总共就开放三天时间, 三日一到, 如果斩命灵童未被清酒, 这个秘境就结束了, 而斩命灵童会脱离秘境, 出现在南兜, 展开一场疯狂的屠杀, 江炎拿出这么多明币, 是想借机看看, 这秘境里的诡异, 对明币到底是什么态度, 一方面王柔柔资质不错, 也许可以收编, 另一方面, 斩命灵童的资质, 肯定比护士长更好, 如果这些诡异的特定行动方式, 没有冲淡他们对明币的渴求, 那么江炎在第三医院里, 将大有可为, 事实证明江炎猜对了, 低垂的冒檐下, 江炎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斩命灵童, 哼哼, 有点意思, 江炎拿着护士长给的钥匙, 住进了五层陈海川和陈宇柔兄妹旁边的双人间里, 一路走过来, 江炎依照护士长的叮嘱没有乱跑, 而是静止回了自己的病房, 但江炎还是将一路上的地形情况, 快速看了一遍住院楼的走廊很长, 两侧都有病房, 每一间病房的门, 上半部分都是透明的老式玻璃, 一敲就会碎掉的那种, 玻璃后面有一个白色半透明的针织帘子, 放下之后能略微增添一些私密性, 但依旧能看到内外的模糊景象, 透过玻璃和帘子, 江炎清晰看到一些病房内有移动的影子, 而那些病房里的明显不是今日住进来的人类, 江炎玩家面板上, 还有陌生的民币收入数字一闪而逝, 所以, 只可能是之前就住在这里的诡异病患, 粗略估计, 这一栋住院楼里, 诡异恐怕有几十头, 以常识来说, 主楼里应该是各种诊室和仪器, 药房之类的医院主体设施, 进入病房之后不久, 江炎就透过门缝看到, 走廊上昏黄的灯光, 悄然熄灭了, 护士长王柔柔的声音在走廊上回响, 沙哑中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空洞感, 请新来的病人换上病号符, 熄灯之后不准离开自己的病房, 如果有人敲门, 请忽视他, 如果看到走廊上有人, 请忽视他, 如果看到有人跳楼, 请忽视他, 如果听到楼下有人呼救, 请忽视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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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高跟鞋敲击处的脆响, 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护士长似乎离开了这一层, 江炎透过自己病房的玻璃, 往走廊上看了他, 走廊并不是完全黑暗的, 逃生通道的标志闪烁着绿悠悠的光芒, 令整个走廊显得幽深而恐怖, 忽然, 一个黑影从江炎走廊外一傻而逝, 速度极快, 江炎的玩家面板上, 也有一个铭币收入闪现了瞬间, 铭币加5587, 卧槽, 这么多险, 江炎来了精神跳下自己的病床, 往玻璃上凑, 想看看刚刚闪过去的那个诡异是何方大能, 江炎对王柔柔的铭币收入已经十分熟悉, 刚刚这个明显不是他, 这第三医院里藏龙卧虎啊, 江炎贴到玻璃上转了个角度, 不费吹灰之力就看到了刚刚那个黑影, 这是个披头散发的诡异, 满头黑发如同一团乱麻, 粘连在一起, 披散在身体四周, 遮住了其他体貌, 隐约能看到, 这诡异身上穿着一件蓝白色条纹的病号服, 这病号服病房里也有, 按照护士长的意思是, 每一个病人都应该穿上病号服, 但江炎没穿, 神经, 自己的隐秘黑压套装这么帅, 换什么病号服, 那披头散发的诡异并未离开太远, 而是就站在江炎旁边的病房门前, 诡异的脸紧紧贴着房门上的玻璃, 直勾勾看着里面, 江炎顿时宜乐, 旁边那病房正是陈海川和陈宇柔的病房, 隔壁病房里, 陈宇柔和自己的哥哥对视一眼, 低声说道要不要换病号服, 陈海川点头道, 换上, 自从我们进来, 护士长的指引虽然凶险, 但一直是有用的, 如果不换病号服,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宇柔, 你在看什么? 陈海川正字分析, 忽然发现自己妹妹的眼神十分不对劲, 满眼惊恐之色, 凝望房门外, 陈海川豁然回头, 立刻看到病房门外贴着一张恐怖的脸, 那脸黑漆漆的两根尖利的獠牙高高突出嘴唇, 一双眼睛之中闪烁着森然的绿色鬼火, 卧槽, 饶恕陈海川见过, 杀过许多诡异, 在如此恐怖的第三医院住院部走廊上, 看到一个如此恐怖的诡异, 静悄悄看着自己, 也不免吓了一跳, 六目相对, 一时间病房里的气氛跌至冰点, 陈海川和陈宇柔都没有说话, 齐齐握住了刀柄, 那诡异又看了片刻, 缓缓张嘴, 发出了阴冷的声音, 给我点明币, 陈海川和陈宇柔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凝重, 这住院楼里的诡异数量可不少, 还有一个护士长王柔柔不知道游荡在什么地方, 发生战斗绝对不明智, 陈海川掏出一张十元明币, 从门缝底下塞了出去, 那诡异把明币捡了起来, 撇嘴骂道, 穷鬼, 他转身离开了陈宇兄妹病房前, 走到了江沿病房门前, 刚刚扭头, 赫然看到了一双星红的双目, 在病房内隔着玻璃, 静静看着自己, 哄, 这一瞬间, 黑发诡异感觉自己的意识直接爆炸了, 星红阵暴, 发动, 第八十章, 静忌敲门, 随着星红阵暴的效果, 以指导黄龙之态摧毁了黑发诡异的意识, 他只觉浓郁的死亡威胁, 将自己周身完全包裹了起来, 仿佛隔着病房门的星红双眼主人, 就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如果自己不杀了他, 一定会被他以最最残暴的手段杀死, 哎呀呀, 一连串七粒恐怖的怒笑, 从黑发诡异口中发出, 哄, 他一掌重重拍在了病房门上, 直接将单薄的木头门整个拍碎, 啊, 死, 黑发诡异怒视着江炎, 直接冲入了江炎的房间, 一双长满了黑毛的鬼爪, 恶狠狠插向了江炎的两肋, 江炎眼皮都没眨一下, 静静看着黑发诡异猛攻而来, 暴击, 负一, 负四百, 负一, 负四百, 负一, 负四百, 一连串伤害数字, 接连从江炎和黑发诡异身上飘出, 江炎的血条纹丝未动, 黑发诡异的血条泻红般快速下跌, 这诡异血条虽然很厚, 但攻速也非常快, 被星红震暴影响之后, 简直像是在自杀, 隔壁病房, 陈海川和陈宇柔齐齐将耳朵贴在墙壁上, 偷听江炎病房里的动静, 刚刚那头要钱的诡异和禁忌006打起来了, 陈宇柔心有余悸地咽了口唾沫, 陈海川摸着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低声道这死要钱的诡异, 找谁要钱不好, 非去找禁忌006, 这不是太岁爷头上冻土, 嫌病长了吗? 按照他们的观察, 禁忌006虽然负得流油, 很多时候都不另于一掷千金, 但绝不接受任何刑事的勒索, 和禁忌006做交易, 也许会血赚, 但想白嫖禁忌006, 死相往往会非常难看, 住院楼三层, 王家和薛满楼住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双人间里, 几乎就在两人进入病房, 把门关起来的瞬间, 走廊上的灯就灭了, 只有绿色的紧急通道标志, 还在散发绿悠悠的光芒, 令狭长的走廊看起来分外悚然, 护士长王柔柔的阴冷声音, 也在第三层走廊上响了起来, 说了和第五层同样的话, 王家静静听完, 立刻说道, 换病号符,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换完了病号符, 抬头一看, 却是恶然发现, 自己的病房门外, 静静站着一个有些枯瘦的人影, 护士长王柔柔的枯黄色双眼, 正死死盯着病房中的王家和薛满楼, 两个猎人, 下意识并肩站在了一起, 王家缓缓握住了风鬼陶木剑的剑柄, 鹅脚有一滴冷汗渗了出来, 如此幽深的走廊上, 王柔柔就这么静静站着, 带来的心理压力, 就连王家这位天剑猎神也感觉有些承受不住, 护士长, 有什么事吗? 王家低声询问道, 王柔柔的目光, 落向王家手里的风鬼陶木剑, 声音音冷道, 那是什么东西? 我感觉到了很讨厌的气息, 给我看看, 王柔柔说着, 一把推开了病房的门, 缓缓走了进来,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病房中回荡, 王家和薛满楼的瞳孔, 齐齐一缩, 这王柔柔之前杀了那么多人, 现在就自己两个猎人, 未必能打得过他, 但眼下这情况, 不打可能不行了, 就在王家和薛满楼即将出手之际, 五楼忽然传来了一声摇摇的怒吼, 旋即便是江炎病房门被黑发诡异, 一巴掌拍碎的声音传出, 王柔柔面色一变, 转身化作一道残影, 快速消失不见, 王家和薛满楼对视了一眼, 齐齐吞了口唾沫, 他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都知道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王家压低声音说道, 走, 我们离开这里, 薛满楼震惊道, 可是, 关灯之后不是要留在病房里吗? 王家冷然道, 一旦时间用完, 难多就完了, 每一分钟都很关键, 薛满楼冷静了下来, 重重点头道, 好, 我听猎神的, 王家拔出了自己的风鬼陶木剑, 一步跨出了自己的病房, 薛满楼双手握持两把金色的匕首, 一步一驱跟在王家背后, 替他警戒后方可能到来的偷袭, 五楼江炎病房, 狂风咒语般的连绵攻击之下, 江炎仿佛一块沉默的礁石, 威然不动, 眼见着黑发诡异的生命值, 已经跌落至谷底, 马上就要被反伤致死, 江炎心中忽然有些激动, 这应该算是自己杀的诡异吧, 从众生到现在, 这还是自己第一个杀死的诡异, 我一个不能攻击的印钞机, 终于也能杀死诡异了吗? 爽, 太爽了, 就在黑发诡异的最后一击, 即将落在江炎头上, 成功自己打死自己的时候, 一道迅捷的红白色身影, 忽然闪电般从外面冲了进来, 王柔柔惊怒的贺声, 在走廊上激荡不休, 损坏医院财务者, 死, 王柔柔锐利的鬼爪, 冷电一般直戏黑发诡异的后心, 江炎心中一惊, 有人投狗, 抢我人投, 他下意识一步踏出, 高达250点的敏捷, 令江炎的速度快到了毫里之间, 竟然硬生生插进了王柔柔和黑发诡异之间, 几乎不存在的空隙之中, 用自己的身体, 替黑发诡异挡住了王柔柔的一击, 负一, 负四百, 两个伤害数字, 分别从江炎和王柔柔身上冒出, 而江炎背后的黑发诡异, 在星红阵暴的最后半秒, 持续时间内, 不假思索的转身, 又在江炎背上对了一下, 负一, 负四百, 碰, 黑发诡异一头栽倒在地, 眼眶中的两团绿色鬼火, 悄然消散, 已然是死了, 江炎玩家面板上, 跳出了一行提示, 玩家江炎击杀诡异, 贡献度, 百分之一百, 玩家江炎的秘境贡献提升了, 这个击杀暂时未提供任何奖励, 但是提升的秘境贡献等到秘境结束的时候, 会结算成秘境奖励, 即便秘境最终倾角失败, 该奖励依旧会发放, 江炎吐出了一个愉悦的烟圈, 虽然没有安小心一枪BOSS的快感, 但做一台硬钞机, 江炎已经不能要求更多了, 王柔柔被江炎反伤光环打了四百点生命值, 哭黄的双眼之中, 闪过一抹凝利的血色, 对江炎发出了一声凄厉的质问, 你敢打我? 攻击第三医院工作人员者, 死, 江炎叼着烟斗, 怪貌眼下, 一双目光根本没有正眼看王柔柔, 只淡淡说道, 嗯, 所以呢, 气氛瞬间跌落冰点, 第八十一章, 这也太变态了, 隔壁病房, 耳朵紧紧贴着墙壁的陈海川和陈宇柔, 眼中奇奇爆发出了惊喜之色, 护士长和禁忌006终于打起来了,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不论谁被打死, 都是极好的, 看着浑身笼罩在黑气之中, 几乎和叶色融为一体的江炎, 王柔柔抬起的鬼肘, 缓缓放了下来, 满是凝利血色的枯黄双眼, 也一点点消退, 重新变得清澈了起来, 他小声说道, 看在是你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你肯定也是无心的, 记得不要对其他鬼说这件事, 不然我以后不好管理第三院的秩序了, 陈海川, 陈宇柔, 你看嘛之前不是很狂吗, 能不能不要总这么快啊, 完全就是一副欺软趴硬的样子啊, 不过护士长面前除了欺软趴硬之外, 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又能怎么办呢, 江炎点了点头, 随手甩出了一万名币, 说道, 谢谢护士长网开一面, 陈海川, 陈宇柔, 你们两个非人的玩意儿, 能不能不要把人类这一套礼一连齿学这么全啊, 王柔柔接过一万名币, 眉开眼笑, 连连点头道, 不谢不谢,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明天喊鬼来给你修门, 今天晚上就先这样住着, 不过, 你可千万不要离开病房, 对你不好, 江炎挑了挑眉, 问道, 为什么这样说, 王柔柔说道, 这医院最近闹鬼, 夜里总有小孩在走廊上万跑, 撞到就捅你一刀, 非常凶狠, 为了维护第三医院的生育, 大家夜里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房, 别把这个消息说出去, 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 王柔柔说罢, 转身离开了江炎的病房, 江炎看着病房破碎的门, 和外面忧虑一片的走廊, 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三医院里全是鬼, 竟然害怕弄鬼, 走廊上乱跑的小孩, 难道说, 就是斩命灵童, 如此说来, 我还必须要出去了, 江炎玩味一笑, 探头在走廊上看了看, 发现王柔柔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一步跨了出去, 来到了陈海川病房门前, 咚, 咚咚咚, 江炎轻轻敲响了房门, 沉闷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之中回荡, 空洞阴森, 令人毛骨悚然, 病房之中, 陈海川和陈宇柔刚刚换完病号符, 陈海川就拿出了自己身上剩余的所有名币, 递给陈宇柔, 说道, 你帮我收起来, 陈宇柔皱眉看着哥哥递来的名币, 心中不禁一颤, 低声问道, 他当然没有了, 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担心, 今夜他要跟着禁忌006一起行动, 未必还能活着回来, 这笔钱是自己卖身给禁忌006的酬劳, 当然不能跟着自己一起死, 陈宇柔沉默着将名币收起, 刚准备问些什么, 却听一阵空洞阴森的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 咚, 咚咚咚, 陈宇柔倒吸一口冷气, 豁然扭头, 看向病房门口, 一个戴着怪帽子的人影, 静静矗立在门外, 低垂的帽檐将半张脸遮在了阴影之中, 陈宇柔心中陡然一凸, 浑身汗毛根根倒数而起, 禁忌006, 吸灯后敲门的, 怎么会是他? 就在陈宇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猛然感觉后颈一痛而后两眼一黑, 直挺挺晕了过去, 陈海川扛起自己的妹妹, 将她安放在了病床上, 快速写了一张字条, 放在了陈宇柔手里, 刚刚这一瞧, 只会让陈宇柔昏迷五分钟时间, 这病房相对安全, 至少比陈海川即将面对的东西安全得多,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推门走了出去, 对江炎恭敬道, 老板, 我准备好了, 江炎沙哑低沉的声音, 在幽绿色的走廊中不断回荡, 令陈海川心中直发毛, 走吧, 我们去走廊尽头的电梯看看, 第三医院的规则中, 专门有一条是不允许病人乘坐电梯, 老子偏要做做看, 陈海川头皮发麻, 却无法违抗, 点头道, 好, 我为老板开落, 他直接把自己的刀拔了出来, 走在了江炎身前,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了四种不同的增幅效果, 悄然出现在了自己身上, 这是什么, 陈海川愣了一下, 看向自己的玩家面板, 耐久光环, 庇护光环, 反伤光环, 强击光环, 卧槽, 陈海川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恐怖的禁忌006增幅光环类的技能就有四个之多, 众所周知, 光环类技能是最不受待见的, 正常玩家一个都不学, 这禁忌006竟然学了四个, 陈海川只能想出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禁忌006对其他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已经没有需求了, 随便点了四个光环类技能给小弟用, 念及此处, 陈海川就感觉自己冷汗直流, 这恐怖的禁忌006, 技能面板该不会能拉好几页吧,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猎鬼局如果真的和这种恐怖存在打起来, 陈海川一想到那种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 就感觉胸前压了一块大石头, 喘不上气来, 还好, 现在的情况, 还没有到那一步, 我必须将这四个光环的效果全部记下来, 之后上传到猎鬼局档案里,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顺着四个光环增幅的效果, 往后一看, 显现吓的尖叫出来, 他看到了什么, 这四个光环增幅的后面, 全部写着明晃晃的等及时, 陈海川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又看了一次, 发现还是等及时, 所以我眼睛真的没问题, 禁忌006真的有四个十级的光环,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得有钱到什么程度, 才会不光学了四个光环, 还都点到了十级啊, 这也太变态了, 第82章, 套猎人面皮的诡异, 陈海川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人中, 努力让自己不晕死过去, 不, 不对劲, 神舟之前面对过的那五个禁忌, 和眼前的禁忌006, 绝对不是同一等级的存在, 这个禁忌006绝对是迄今为止, 猎鬼局发现过的最强禁忌没有之一, 其他禁忌之所以是禁忌, 是因为刚刚达到了禁忌的门槛, 可禁忌006之所以是禁忌, 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成果了, 恐怖如斯, 令人绝望, 江炎走在陈海川后面, 发现这货替自己开路, 脚步竟然无端亮枪了起来, 顿时皱起了眉头, 不是吧, 这位猎鬼局队长平地走路都差点把自己绊倒, 要不想想办法, 把张小虎也塞进去当猎人算了, 真是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两人顺着走廊一路走下去, 江炎左手珠丝手套上不断垂落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 顺着走廊的墙壁开始织网, 江炎走过的地方, 以极快的速度被灰白色的密集珠网覆盖, 幽绿色的阴森医院走廊, 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盘丝洞, 当陈海川持刀小心翼翼走到走廊尽头, 回过头来想要询问禁忌006命令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禁忌006背后, 那密集包裹住了整个走廊的灰白色珠网,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重重打了个哆嗦, 霸道, 太霸道了, 不愧是禁忌006在这危机重重的第三医院中堪称横行无际,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问道, 老板, 我们怎么办? 江炎看着面前紧闭的电梯大门, 淡淡一笑, 伸出带着珠丝手套的左手, 江炎在病房内快速扫过, 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他本来想要看看王家手里的风鬼陶木剑, 还没得手, 却被五楼黑发诡异强攻江炎病房的动静吸引, 等王柔柔从五楼回来的时候, 三楼的王家和薛满楼病房里已经没人了, 有人, 吸灯后离开了病房, 死, 必须死, 王柔柔哭朽的嘴角发出了一连串阴冷的自语, 充斥着凝恶的杀意, 王柔柔豁然转身, 当要顺着走廊搜寻失踪的王家和薛满楼, 迎面却忽然跑来了一个矮小的虚影, 这虚影看起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并没有实体的样子, 以极快的速度在走廊中一闪而逝, 路过王柔柔的时候, 这小女孩竟然不闪不闭, 直接一头撞在了王柔柔身上, 虚影一闪, 小女孩穿过了王柔柔的身体, 而后消失在了走廊尽头的墙体之中, 似是直接穿墙离去了, 而王柔柔却是被这小女孩直接撞地跌坐在了地上, 口中发出痛呼, 啊,该死的小孩, 好疼啊, 他在地上挣扎了三秒钟才缓缓覆着墙站了起来, 原本厚实的血条竟然直接消射了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 住院楼大厅, 王家和薛满楼前后警戒, 从楼道捏手捏脚走了下来猎神, 一个惊喜的声音从他们两人背后角落中传出, 王家和薛满楼回头一看, 发现是另一个住单间的猎人, 齐齐松了口气, 你也下来了, 王家随口一问, 和薛满楼一起靠了过去, 果然不愧是猎鬼局的优秀同僚, 完全和自己想到了一起去, 三个猎人在一起, 安全系数再一次大大增加了, 王家和薛满楼心里都是一安, 就在两人靠近到三不之遥的时候, 王家鼻子忽然抽动了一下, 敏锐地闻到了一股危险的味道, 温热的铁心味, 是鲜血, 王家顺着鲜血的味道, 豁然扭头, 看向了那个躲在角落中的猎人同僚, 惊鸿一瞥间, 王家看到这个猎人脖子上, 竟然有一道明显的血痕, 皮肉在那里翻卷, 血痕下方竟然露出了一片惨白色的皮肤, 王家心中骤然一紧, 浑身汗毛根根倒数而起, 不对劲, 这不是猎人, 是个套了猎人面皮的诡异, 而在王家眼角余光几乎看不到的地面上, 两刀面条斑长的惨白手臂, 正朝着自己和薛满楼的脚踝抓了过来, 诡异, 杀, 王家短促喝了一声, 手中一直握持的风鬼陶木剑, 一剑横斩而出, 薛满楼吓了一跳, 但毕竟也是经过严密训练的猎人, 立刻就回过神来, 同样回出一刀, 斩向地面上那惨白的手臂, 吃了, 手臂在薛满楼度了赢的特质刀锋下, 直接断裂, 从中喷涌而出的不是鲜血, 而是散发着浓郁恶臭味的黑色污水, 啊, 一声淒厉的尖叫, 从角落中藏着的猎人口中发出, 两只指甲血红的鬼爪狠狠探出, 一左一右抓向王家和薛满楼的胸膛, 王家眼神一冷, 口中破出一声剑绝, 手中风鬼陶木剑之上, 骤然闪烁一道灰光, 风鬼陶木剑的主动技能之一, 灰光法剑绝, 技能, 灰光法剑绝, 等级三, 剑锋之上散放曲斜的光芒, 每秒对周围诡异, 造成武器伤害15%的伤害, 持续7秒, 接下来三次攻击, 必定触发暴击, 消耗, 持有者270点法力值, 人类玩家在第三医院秘境中, 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但黑压和人面鬼珠这样的鬼异, 并不在此恋, 风鬼陶木剑亦是如此, 灰光照耀之下, 那披着人皮的鬼异, 顿时发出了一声哀嚎, 下意识往身后阴影中溃缩而去, 王家哪里给他逃走的机会, 风鬼陶木剑直接刺了出去, 噗哧, 剑锋直接没入了鬼异的喉咙, 那鬼异骤然一将, 缓缓软倒在了地上, 风鬼陶木剑虽然是木质, 剑锋十分弩顿, 但落在这头鬼异身上, 却仿佛绝世神兵, 直接一击毙命, 接连两个伤害数字, 缓缓从那鬼异的尸体上冒了出来, 暴击, 负469, 暴击, 负941, 一个伤害是王家打出来的, 另一个伤害, 是风鬼陶木剑的附加伤害暴击所致, 一剑直接爆出1400多点伤害, 连半分缠斗的机会都没有给这头鬼异留下天剑猎神, 名号绝非空穴来风, 快跑, 刚刚的声音太大了, 王家拉起薛满楼的手, 向住院楼大门外狂奔而出, 与此同时, 住院楼第五层, 定, 一声脆响, 电梯门开了, 第83章, 这电梯谁敢坐呀, 电梯门在住院楼五层打开, 发出了陈旧的咔嚓声,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被维护过了, 电梯里竟然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在布满灰白色蛛丝的走廊镜头, 仿佛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 令人心惊, 江炎和陈海川却并未站在电梯门外, 而是站在了电梯井旁边的一个小窗口前, 正好位于电梯内的视觉死角, 里面的东西看不到他们, 当然他们也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在电梯门前, 却有一束从天花板垂落的灰白色蛛丝, 吊旋一叠金色的冥币, 在幽暗的盘丝走廊中, 分外显眼, 勾执而闲, 但如果电梯里有诡异, 怎么可能不上勾呢? 江炎带着陈海川, 十分耐心地等在死角里, 终于, 在电梯门开始关闭的时候, 里面忽然探出了一只紫黑色的大手, 一把拉住了电梯门的边缘, 感应到阻挡, 闭合的电梯门骤然停顿, 而后缓缓向两侧再次分开, 一个拖拉的脚步带着沙沙的声音, 缓缓从电梯中走了出来, 随着这头诡异从电梯中走出, 伸手去抓被蛛丝吊旋在天花板上的冥币, 躲在角落中的江炎和陈海川, 也终于看清了这头诡异的模样,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肩膀十分宽阔, 但是肩上却没有头, 只有一个断裂的脖梗, 断茶表面依旧有新鲜的血液在往外冒出, 似乎是刚刚死掉不久, 从这诡异身上的蓝色维修工服装, 以及手里的一把铁锤, 能判断出来他死之前, 应该是一个电梯修理工, 却不知道为什么, 成了一个第三医院电梯里的诡异, 江炎瞥了一眼自己玩家面板上的明币收入, 不由的心中意理, 明币加8751, 好家伙, 一头血牛啊,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一头力量型诡异无疑, 而且力量属性可能高得有些恐怖, 江炎在朱刚烈身上砸了那么多钱, 再加上庇护光环, 那头朱都没有突破8000血, 倘若有人贸然打开了电梯, 走进那伸手不见五指的狭小电梯空间里, 就只能和这头8000多血的诡异, 硬碰硬贴身短打了, 对除了江炎之外的任何人而言, 这都绝对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江炎身旁, 陈海川看着修理工诡异庞大宽厚的背影, 低声问道, 老板, 我们出手吗? 他本能有些害怕, 虽然看不到这头诡异的具体属性, 但陈海川作为一个惊艳老道的猎人, 对诡异有一种直觉般的判断力, 陈海川看到这头诡异的瞬间, 就感觉自己很难击败他, 不过眼下这情况, 没有那么单纯, 自己旁边, 可是站着一头深浅莫测的恐怖禁忌, 那电梯里走出的诡异就算再强, 在禁忌006面前, 恐怕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一时间, 陈海川竟然有了一种抱住绝世大粗腿的感觉, 江言缓缓摇头, 淡然说道, 不便, 第三医院的具体情况, 我们还未探明, 如无必要, 别轻易杀死这里的诡异, 他们来第三医院, 是为了找到斩命灵童的, 这里面虽然充斥着诡异, 但线索也就藏在这些诡异, 倘若将诡异全部杀光, 线索也就此全部断绝了, 陈海川不知道禁忌006在想什么, 也不敢多问, 只能站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那无头修理工, 诡异踩着厚厚的灰色蛛丝, 不断靠近那叠悬挂的金色铭币, 无头修理工一把揪下蛛丝上的金色铭币, 刚刚揣进兜里, 猛然一愣, 一米外的走廊上, 一模一样吊着另一叠金色的铭币, 修理工挠了挠并不存在的头脑, 拖沓着脚步走向第二叠铭币, 而后视第三叠, 第四叠, 第五叠, 最终, 修理工被江言布置下的铭币, 引入了一个没人的病房里, 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 悄然将这间病房的门关了起来, 又在门上缠绕了厚厚的蛛丝, 一副将房间上了锁的模样, 人面鬼珠的蛛丝强度并不是很高, 理论上来说并不能长期有效控制诡异的行动, 但这第三医院里的诡异, 看似大多遵循特定的规律行动, 所以封闭的空间大概率能困住这头诡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不能, 那就让护士长王柔柔来处理吧, 江炎带着陈海川从角落里绕了出来, 闲庭信部走进了黑洞洞的电梯里去, 电梯的照明系统似乎已经彻底瘫痪了, 连屏幕和指示灯都没有半个闪亮的, 江炎按照常识摸黑往电梯的楼层按钮上摸了过去, 可下一刻, 江炎却摸到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那是一只突兀出现的小手, 冰冷滑腻, 仿佛上面包裹着一层粘液, 摸到的瞬间, 这小手竟然直接和江炎实质紧扣, 卧槽, 多少, 一万二千斜的诡异, 这尼玛是个什么怪物, 第三医院住院楼小小的电梯里, 竟然能凑起你们两位卧龙凤厨, 怪不得护士长不让坐电梯, 这电梯谁敢坐啊, 一坐一个不支声, 不过, 这手的大小似乎就是个八九岁的孩子, 自己该不会误打误撞, 直接找到正主了吧, 江炎挑了挑眉, 用力扯了一下, 想要把这只手扯出来, 借助走廊上的昏暗绿光, 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斩命灵童, 可以他的力量, 一扯之下, 竟然没有扯动这只手, 反而令整个电梯传出了嘎嘎吱吱的响动, 似是不堪重负, 陈海川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只是本能察觉到了诡异存在的阴冷气息, 握着自己的刀柄, 不敢出声, 呼吸凭空变得粗重了起来, 忽然, 一个悠悠的声音在电梯里响起, 你们去第几层, 陈海川被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毛骨悚然, 蹭的一声将刀抽了出来, 目光四处乱看, 却没看到什么东西说话, 不由往禁忌006身边靠了靠, 虽然这伙身上更阴,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老板, 应该不会在电梯里把自己弄死吧, 下一刻, 陈海川就听到禁忌006沙哑的声音, 轻轻笑道, 我去八层, 第八十四章, 你怎么在这儿? 第三医院的所有建筑都只有七层, 进入秘境的时候, 报纸暗示过第三医院的楼层似乎有问题, 抵达第三医院入住病房的时候, 王柔柔也明确说过, 不能进入第三医院除了一致气外的其他楼层, 但江岩近来不是为了循规蹈矩的, 说出八层之后, 一片漆黑的电梯中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 沉没了片刻之后, 那诡异的声音说道, 一层一千铭币, 旁边的陈海川气地打了个哆嗦, 你嘛, 一层一千,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爬楼梯? 这也太黑了, 江岩却是呵呵一笑, 点头道, 而后电梯的大门伴随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 缓缓合拢起来, 江岩的手从十字中都紧紧握着那冰凉滑腻的小手, 半寸不曾松开过, 这只手从各种意义上都很符合斩命灵通的特征, 江岩绝不可能轻易松手, 嗡嗡, 电梯发出了一阵运行的声音, 能明显感觉到这电梯在向上抬升, 但依旧没有任何灯光亮起, 就仿佛这电梯根本不是在电力支配下运作的, 身旁陈海川的呼吸声越来越粗重, 饶食他对抗诡异的经验十分丰富, 也真的没有见过眼下这种局面, 又紧张又茫然, 电梯上行了大约两层楼的高度, 从第五层到了第七层, 也就是明面上的高度, 然后猛然停住, 就在这一刻, 江岩手里一直紧紧抓着的冰凉滑腻的小手, 骤然消失了, 江岩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抽离的动作, 可这只手就是这么消失了, 就仿佛那只手从始至中都未曾存在过, 江岩双眼微微一眯,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刚刚丢在电梯地板上的冥币, 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不会吧, 拿了钱不干事, 江岩低声嘟囔了一句, 下一刻, 电梯骤然坠落, 猛烈的失重感倾袭而来, 陈海川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呼, 下意识一把搂住了身旁的江岩, 江岩低声骂道, 真他娘的缺德啊, 他和诡异交易的次数也不少了, 大家基本都守规矩, 像这种明目张胆拿了钱, 然后想着坑死自己的, 还真是第一个, 哄, 一声猛烈的闷响, 电梯轰然砸落在了电梯井的最底端, 这一下, 无异于从七楼直接跳下来, 若是普通人, 已经在电梯里筋骨禁断, 死得不能再死, 但江岩不是普通人, 他的力量高达250, 别说七楼, 就算70楼也摔不死他, 身边的陈海川倒是摔得七荤八素, 只剩下了一个血皮子, 在满地废墟中痛苦地咳嗽着, 果然, 和禁忌006待在一起, 每分每秒都有恐怖的生命危险, 这四万, 真是不好赚啊, 江岩瞥了陈海川一眼, 随手丢给他一瓶圣水, 淡淡说道, 赶快恢复, 江岩抬起一脚, 直接踹飞了面前变形的电梯大门, 外面有细微的光芒透了进来, 景象依稀见过, 是住院楼的一楼大厅, 王家和薛满楼联手斩杀了 刚刚那想要偷袭他们的人皮诡异, 撒鸭子奔出了住院楼大厅, 刚刚那人批诡异死之前 发出的尖叫太过刺耳, 绝对会引来护士长王柔柔的关注, 此时绝不是和王柔柔打一架的好时机, 那护士长白天吃了太多人, 而经正式最强盛的时候, 两人被打死的可能性太高了, 奔出大门的时候, 王家和薛满楼一眼就看到了一具 仰面趴在地上的尸体, 那明显是个人身上的蓝白色条纹病号服 被鲜血浸染, 骨骼扭曲破碎, 脸上的皮肤被整个包掉, 但他腰间有一把猎鬼局的致氏猎刀 和一把致氏手枪, 王家和薛满楼的脚步齐齐一顿, 刚刚看到那诡异脸上的同伴人皮试后, 他俩心中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现在亲眼看到同伴的尸体, 年纪不大的薛满楼眼眶瞬间就红了, 终于还是有猎人死在了第三医院秘境之中, 王家则冷静得多, 快速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有一个病房的窗户敞开着, 窗帘在夜风之中胡乱飘飞, 不出意外的话, 这就是猎人同僚的单人病房, 而在窗帘后面, 躲着一个同样穿着病号服的身影, 正站在窗边, 对下面抬头看来的王家露出了一个阴森森的笑容, 那是一个诡异, 王家眼神一冷, 弯腰捡起了猎人同僚妖后的手枪和猎刀, 转身就是一枪, 碰, 死寂的第三医院中, 枪声如雷, 滚滚击荡, 一枚银制子弹瞬间击事出, 准准落在了那窗边诡异的眉心位置, 一个伤害数字从那诡异身上飘出, 暴击, -516, 银制子弹打诡异本来就双倍伤害, 还打出了暴击, 只能打掉这点血, 是因为秘境里的诡异有减伤buff, 而且王家更加偏向近战风格, 那诡异发出了一声尖锐暴鸣, 缩头消失在了窗后, 王家眼神冷肃, 拉着薛满楼继续狂奔, 他的目标赫然是对面的办公楼, 医院里的诡异都按照特定的规律在行动, 和正常的人类医院极为相似据此推断, 夜里的办公楼定然极为空旷, 那里才是王家认为的今夜最好的探索区域, 等到明天白天再去探索主楼的情况, 才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到这个秘境的真正信息, 由此来支撑自己的判断, 做出下一步的计划, 但王家没想到, 自己一路上会发出这么多声音, 这猎人同僚被一头诡异影响, 悄然跳楼, 实在太意外了, 跳楼摔死之后, 被另外一头诡异割了面皮, 偷袭两人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人皮诡异的尖叫声, 已经把王家和薛满楼的行踪完全暴露, 刚刚开不开这一枪都没什么区别, 王家索性试试能不能为自己的同伴报仇, 就在王家和薛满楼几乎要跨越中部区域, 抵达办公楼大门的时候, 背后住院楼大厅中, 忽然响起了王柔柔的尖叫声, 站住, 你们两个都要死, 犀利的尖叫在第三医院激荡不休, 话音未落之际, 一楼大厅的电梯门后, 骤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轰鸣, 玄机扭曲变形的电梯大门, 被一只脚从里面狠狠踹飞, 江岩一边抽着就烟斗, 一边闲听信步走了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外面满面震惊之色的护士长王柔柔, 你怎么在这儿? 江岩吐了个烟圈, 语气十分平静问道, 第85章, 第三医院掩盖的秘密, 住院楼大厅, 护士长王柔柔看着江岩, 阴冷哭朽的脸上满是目瞪口呆之色, CPU似乎都被江岩一句话给干冒烟了, 不是, 大晚上的, 你一脚踹飞第三医院住院楼电梯间大门直接出现, 反过来问我怎么在这儿, 这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 王柔柔回过神来, 对着江岩发出了一声阴冷的怒笑, 熄灯后离开病房的都要死, 乘坐电梯的都要死, 江岩十分平静, 点了点头, 正眼都不看王柔柔, 淡淡说道, 嗯, 所以呢, 王柔柔, 所以, 你赶快回去吧, 正所谓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护士长拿了江岩九十三万明币, 软得像个萌妹, 跟在江岩背后, 刚刚从电梯里爬出来的陈海川, 满脸鄙夷之色, 堂堂第三医院护士长, 一晚上在禁忌006面前怂了几次, 我都替你觉得丢人, 王柔柔枯黄的双目一转, 看向江岩背后的陈海川, 发出了一声直插心灵的奸笑, 你怎么也出来了, 死, 他身形化作一道红白色的冷电, 直袭陈海川, 一双鬼爪, 发出锐利的破空之声, 仿若死亡的桑中, 陈海川瞳孔骤然一缩, 浑身汗毛根根倒树, 心里痛骂道, 卧槽你他娘的, 不敢对禁忌006发难, 只敢欺负我是吧, 你们诡异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啊,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 陈海川的刀却是丝毫不慢, 一刀斩出血量的刀光, 要和王柔柔拼个你死我活, 就在王柔柔的鬼爪, 即将和陈海川猎刀交击之际, 江岩斜跨一步, 挡在了陈海川前面,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只有那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睛, 在阴影之下仿若两汪寒潭, 令他的身躯越发像是一座 不可逾越的冷峻高山, 王柔柔的鬼爪, 堪堪停在了江岩胸前, 陈海川也及时收住了猎刀, 没有斩到江岩的肩头, 江岩吐出一个烟圈, 淡淡说道, 他是我的人, 陈海川, 虽然很可耻, 但有大老招的感觉, 真好啊, 习惯了保持坚强勇猛的陈海川, 这一刻竟然有点想哭, 王柔柔, 过分了呀, 那, 你们两个赶快回自己房间去吧, 王柔柔若生若气说道, 江岩点了点头, 瞥了一眼, 快速消失在对面办公楼大门后的两个病号服背影, 随口问道, 这电梯是怎么回事, 我在里面看到了两个奇怪的家伙, 他一方面是好奇, 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拖住王柔柔, 江岩踹门之前听到了枪响, 刚刚踹门出来的时候, 也看到了地上倒闭的一个诡异尸体, 王柔柔也明显是在追击什么人, 被自己的突然踹门给打断了, 这个夜晚显然不算平静,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也在行动, Human help human, 不用谢我, 我的名字是江岩, 王柔柔看了他王家和薛满楼消失的方向, 耐着性子说道, 那电梯闹鬼, 维修的时候工人在里面被突然掉落的电梯压碎了脑袋, 我们好不容易请大师来镇压了, 但是大师说不能再进那电梯里去, 我们明明断了电, 但那电梯还是能自己运行, 十分奇怪, 江岩, 又闹鬼, 之前医院走廊就闹鬼, 现在医院电梯也闹鬼, 这医院到底还能不能好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 你们赶快回自己病房去, 王柔柔说吧, 认真看着江岩, 说道, 你虽然包了院, 但也不能一直违反医院的规定, 江岩抽了一口咽斗, 对王柔柔的警告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护士长透露出的信息非常重要, 目送王柔柔的背影追向王家和薛满楼离去的方向, 江岩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第三医院的所有诡异, 行为都有些割裂感, 明明知道自己是诡异, 但是又在延续生前时候的某些行为, 这走廊闹鬼和电梯闹鬼的情况, 估计是第三医院最后时期真正存在的异常, 而王柔柔树立的这些规则, 本质上都是在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转, 透过这些规则, 江岩似乎能看到, 多年前那个真实存在的南都妇幼保健医院, 最后一段时期的冰山一角, 而导致了这些异常的罪魁祸首, 很可能就是这个秘境的真正关键, 斩命灵通江岩又想起了自己在电梯里死死握住, 又凭空消失的那只滑腻小手, 这秘境里似乎藏着些什么秘密, 是什么呢? 江岩感觉自己似乎抓住了什么线索, 但暂时还梳理不出明确的事件, 掌握的信息还是太少了, 背后, 陈海川听着禁忌006低沉的自语声, 不禁打了个哆嗦, 重重吞了口唾沫, 还是提醒道, 是人, 虽然禁忌006本身可能比这个秘境里所有诡异加起来都更加恐怖, 但目前来看, 存在借力打力的可能性, 基于这个考量, 陈海川决定和禁忌006分想一些自己的判断, 江岩脚步一顿, 侧头问道, 什么? 陈海川继续说道, 人为什么会变成诡异? 外面的诡异都不是这样的, 但秘境里的诡异明显都是人变的, 作为猎鬼局的资深猎人, 陈海川能比普通人更快地意识到, 这秘境中真正恐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如果普通人能变成诡异, 那这世界早就坏掉了, 根本也不用等到诡异降临, 直接就被四起的诡异撕扯得千疮百孔了。 就算诡异降临之前, 灵星出现的诡异和禁忌也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并没有和普通人产生什么关联, 但这秘境里的情况却着实令陈海川细思极恐, 不寒而栗。 听到这话, 江岩脑中顿时一亮。 没错,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疑点, 全命灵童会不会也是人类死后产生的结果。 江岩正自思索之际, 眼角余光忽然看到,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影以极快的速度, 坠落在了住院楼门前的空地上。 砰, 一声令人心悸的闷响, 这动静是有人跳楼了。 第86章 跳楼诡异, 精神控制。 江岩从自己的沉思中被这声闷响惊醒, 寻声望去, 看到一具穿着病号服的扭曲尸体, 就躺在住院楼门口, 身下一个血泊不断变大。 江岩抽了一口就咽斗, 信不向地上那扭曲的尸体走了过去。 走近之后才发现, 这具尸体旁边还有另一具尸体, 看起来也是刚死不久, 不同的是, 面皮被全部包了下来。 陈海川看了一眼这人的靴子, 面色骤然变得难看至极。 邪是猎诡局的制式装备, 所以, 这是一具猎人的尸体。 陈海川蹲下, 仔细看了看此人的手掌和胸腹, 辨认出了此人的猎人身份, 眼圈顿时红了, 咬牙道。 兄弟, 走好。 此人也是一位资深的猎人, 大大小小围剿诡异的战斗, 参加了数十场, 独当一面的能力非常强, 也是陈海川极信任的队友, 如此一位猎人, 竟然莫名其妙跳楼而死, 连面皮都被人扒掉, 堪称凄惨。 陈海川不由悲怒交加。 忽然, 一只惨白的手, 一把抓住了陈海川的脚踝, 一股阴冷的气息, 顺着陈海川的皮肤向他体内攀爬, 一连串伤害数字也从陈海川身上冒了出来, 负三、负四、负二。 骤然受到攻击, 陈海川条件反射抽出自己的猎刀, 一刀斩向了这个诡异的脖梗, 但受到了阴冷气息的影响, 陈海川这一刀的速度凭空慢了两分, 这诡异浑身扭曲, 五股蛇般柔软卷曲, 避开了陈海川这一刀, 而后竟然直接顺着陈海川的身体, 如蟒蛇一般向他身上攀附而去, 咔嚓, 这诡异张开满是森白利尺的大嘴, 一口咬向了陈海川的脖梗, 陈海川悚然一惊, 转过刀锋, 以自吻的姿势向自己脖子上的诡异猛刺而去, 这一刀很纳而决绝, 一个不慎, 不光不能对诡异造成伤害, 甚至可能直接重创自己, 但陈海川的刀毫无半分迟疑, 扑斥, 杜鹰的刀锋精准刺入了这个诡异大张的嘴巴里, 紫黑色的污血随之飙射, -247, 那诡异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 瞬间跳下了陈海川的身体, 连滚带爬向远处逃窜, 诡异四肢发力之时, 探出的利爪, 还故意在陈海川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口, 一个伤害数字从陈海川身上飘出, -115, 而这头诡异也随之受到了反击光环的200伤害, 扭曲的脸上闪过一抹恐惧之色, 这反伤也太不要脸了, 这谁打得过你啊, 陈海川吃痛, 却是咬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反手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枪名在大门前连成了一片, -378, 294, 311, 374, 那诡异完全丧失了斗志, 逃跑之时成了一个活靶子, 被枪术精湛的陈海川一通乱射, 打得浑身血肉飙射, 哀嚎着在地上抽出着死去了, 陈海川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枪, 又看了看那抽出死去的诡异, 重重吞了口唾沫, 低声嘶喃道, 我, 好强, 竟然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了吗? 这个秘境的第一条规则词条, 是诡异受到的伤害, 负30%, 本来就很难打出伤害来, 但自己现在有禁忌006的十级, 强积光环, 攻击力正55%, 配合上多年的训练和银制子弹, 以及自身的属性加持, 打出来的伤害竟然创了历史新高, 姜岩暗自摇头, 心中叹息道, 太弱了吧, 单次伤害不如安小兴的十分之一, 射速不如安小兴的五分之一, 这还没算安小兴狂暴连击叠起来的攻速加成, 和安小兴一比, 陈海川就是个废物啊, 他甚至连印刷材料都不是, 若非他有猎诡局的编制, 别说一个月四万, 就算一个月四千我都不愿意给, 不过姜岩本来也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陈海川这个表现, 都有蓝白色病号服的身影, 基本都是今日刚刚住进去的人类, 这些人类双目茫然, 站在窗户边缘, 面色都有些挣扎, 但双脚依旧不受控制的, 一步步向窗户外走去, 直到这头诡异被陈海川打死, 看到这一幕, 姜岩心中了然, 这个跳楼诡异是个精神控制类的诡异, 看到这诡异跳楼的所有人, 都会被诡异的精神力量影响, 从而不受控制的产生跳楼的欲望,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个诡异都不算多强, 但诡异刚刚降临的现在, 这个诡异却很可能因死正常状态下 能单杀自己的人类, 就比如地上那个被包了皮的猎人尸体, 如果正面对抗, 也许比陈海川惨烈一些, 但依旧能独自斩杀跳楼诡异, 却直接跳楼摔死了, 因为精神控制作用于精神层面, 控制效果取决于双方的智力属性差值, 如果玩家的智力属性够高, 精神控制根本无法生效, 但眼下这个阶段, 所有玩家都认为智力法师的成长速度太慢, 前期效率和生存能力过于低下, 所以基本都选择了力量或者敏捷路线, 智力属性普遍不高, 遇上这种诡异, 很容易露出致命破绽。 老板,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江炎看了一眼办公楼的方向, 淡淡说道, 我们去主楼看看, 王家和薛满楼既然去了办公楼, 江炎就不想也跟着一起去了, 与办公楼相比, 夜间的主楼明显更加危险, 既然如此, 自己去看看主楼里什么情况吧。 王家和薛满楼用猎刀劈开大门上的铁链, 顺利进入了一片幽暗的办公楼大厅。 刚刚进来, 王家和薛满楼脚下便齐齐一滑, 险些跌了个狗尸时, 这办公楼的地面竟然无比滑腻, 仿佛有一层没有洗干净的肥皂泡。 王家低头一看, 面色骤然一变, 哪里是什么肥皂泡, 满地都是腥红的鲜血, 脚感粘腻浓稠, 每一步踏出, 都会留下一个带着泡泡的血脚印。 练神,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 薛满楼压低声音, 带着两分掩饰不住的颤抖。 第87章, 人头蹲步, 王家和薛满楼齐齐陷入了沉默, 办公楼一层大厅之中一片死寂, 可就在这一片死寂中, 一阵隐约的哗啦声, 从远处楼梯后的一个卫生间中传出, 有诡异在里面, 听起来似乎在洗什么东西。 王家和薛满楼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 本来以为夜间的办公楼很空旷, 却没想到, 刚刚进来就看到了如此诡异惊悚的一幕, 身后的护士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追过来。 刚刚王家和薛满楼明明听到了王柔柔的尖叫, 但依旧不能大意。 王家低声说道, 不要招惹他, 他在一楼卫生间里, 我们上二楼去, 这样既能和后面追来的护士长躲猫猫, 又能避开一楼的诡异。 薛满楼连连点头, 两人聂足慢行, 顺着楼梯一步步向二楼爬上去。 为了不发出声音, 两人速度极慢, 每一步落下都极为小心。 爬到一半的时候, 卫生间里的哗啦声忽然停了。 旋即,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 缓缓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王家和薛满楼齐齐停步, 不敢再走, 原地藏在了楼梯转角的阴影之中。 两人额间渗出两滴冷汗, 不约而同转目, 看向下方那沉重脚步传来的方向。 一个沟楼的身影, 提着一个巨大的铁质敦步筒, 蹒跚着脚步, 缓缓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这沟楼身影发似披散, 满头花白, 看起来像得老玉。 可嗨嗨, 轻轻的咳嗽声从沟楼的诡异口中传出, 在死寂的办公楼大厅中回荡, 趁着满地浓稠的鲜血, 越发阴森和诡异。 老玉缓缓将手中铁敦步筒放在了地上, 从里面提起了敦步。 看清那敦步的瞬间, 王家和薛满楼头皮齐齐一麻, 瞳孔骤然紧缩如针尖。 那敦步把子是普通的木质, 但敦步头却不是不条, 而是一颗被敦步把子捅穿的女人头颅。 木把从脖梗断面深深刺入, 女人头颅上满头乌黑长发披萨下, 淋漓鲜血, 顺着这颗头和披萨的头发滚滚涌流落。 王家和薛满楼转目一看, 越发通体冰寒。 那敦步桶里, 哪里是水? 满满全是烟红的血。 老玉诡异咳嗽了两声, 拿着人头敦步开始拖地。 哗啦, 哗啦, 鲜血顺着敦步上的女人头四处蔓延, 铺满了整个地面。 女人的头发仿若一根画笔在满是鲜血的地面上, 不断描绘出一个又一个诡异的符号。 而这老玉的方向正对着王家和薛满楼藏身的阴影, 这个年轻的猎人有些受不了这一幕的冲击, 快要被恐惧支配了。 王家深深吸了口气, 反手握住薛满楼递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薛满楼重重吞了口唾沫, 无声点头, 示意自己还能坚持。 两人躲在阴影之中不敢动弹, 楼下不远处, 那诡异的老玉专心置置拖着地。 口中偶尔发出阴沉的咳嗽声, 不断在王家和薛满楼耳中回荡。 薛满楼的呼吸渐渐粗重了起来, 眼中再次生起两分慌乱, 在王家手心写了几个字。 一楼拖完, 该二楼了。 到时候, 这诡异肯定会顺着楼梯爬上来, 两人一直躲在这里, 迟早会被发现。 王家看了一眼一楼所剩无几, 未被鲜血覆盖的地面, 也是头皮一麻, 但还是摇了摇头, 示意薛满楼不要着急。 薛满楼已经快急哭了, 但王家依旧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冷静。 他在等一个变数, 忽然, 一个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 从外面快速向办公楼大门靠近来。 听到这声音, 老玉皱起了眉头, 缓缓转过身, 抬头看向门口。 就是现在, 王家一拉薛满楼, 两人捏足小跑, 从楼梯阴影中钻了出来, 悄无声息间向二层继续爬去。 爬到楼梯最后一劫的时候, 王家从怀中掏出了一捆金色的合金线, 左右缠绕在了楼梯护栏上, 形成了一个金线阻隔, 还在上面绑了一个小铃铛。 护士长王柔柔站在门口, 并不踏足涂满鲜血的地面, 看向老玉的枯黄霜目中似乎有两分忌惮。 老玉缓缓开口, 竟然发出了妙龄少女般的轻量嗓音。 夜间打扫卫生, 闲鬼误入。 王柔柔面色阴沉, 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指, 指向血色地面上的两行脚印, 阴冷说道, 已经有鬼进来了。 老玉低头, 看着涂满鲜血的地面上, 那两行无比清晰的脚印, 面色一点点变得猙獰恶毒起来。 是谁踩了我刚刚脱好的电? 她的尖叫声, 也从妙龄少女般的音色, 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苍朗低沉。 其中满是阴冷的沙意。 咚咚咚。 老玉提着人头蹲步, 在一楼见不如飞,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推门寻找, 神色狂怒, 沙意冲销。 王柔柔站在门口沉没片刻, 转身离去了。 王家和薛满楼此时都已经上了二楼。 二楼的格局和一楼几乎一模一样, 走廊幽暗深长, 两侧分布着许多办公室, 每一间办公室的门都紧紧关着。 两人缓缓推开了面前一间办公室的大门, 往里看了一眼, 王家悄然松了口气, 指着办公室的窗户, 低声说道, 待会儿如果下面那诡异追上来, 我们就跳窗逃跑。 二层楼的高度对王家和薛满楼完全不构成威胁, 但刚刚那在下面用人头蹲步泼地的老玉诡异, 却让王家和薛满楼都察觉到了巨大的死亡威胁。 虽然还没有交手, 但两个猎人心中都有一种直觉。 这个老玉诡异, 恐怕不是自己能够对抗的存在。 有退路, 就最好了。 两人进入办公室, 薛满楼快步走向其中一扇窗户, 准备先将只推开, 待会儿跑路的时候能更方便一些。 可王家的手却紧接着死死握住了薛满楼的肩膀。 薛满楼一愣, 一个苍老秃顶的黑莲诡异正静静坐在椅子上, 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闯入办公室的两人。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病人跑到这里做什么阴森的声音, 在办公室中回荡。 第88章, 对, 就是我。 看着这苍老秃顶的黑莲诡异, 薛满楼缓缓握住了自己的刀柄, 呼吸反而平静了下来。 这一战, 可能无法避免了。 那便站, 眼前这个黑莲诡异并不如下面那个老玉带来的压力那么大, 似乎实力弱显, 他们两人合力应该能战而胜之。 不过必须速战速决, 一旦那老玉上了二楼, 两人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王家却没有着急动手, 不动声色掐了一下薛满楼的肩膀, 而后平静说道, 我是保洁员的大侄, 他马上就要拖完一层了, 让我上来轻下场。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听到这话, 薛满楼险些一口口水枪死自己。 什么? 楼下那保洁员的大侄? 扯这种谎, 真不怕保洁员把你头拧下来当蹲步吗? 那秃顶黑莲诡异上下看了看王家和薛满楼, 满脸狐疑之色, 低声嘟囔道。 保洁员现在也能走后门了? 算了, 他太凶了, 大家给他个面子也正常。 我加一下班, 待会他上来, 我和他说。 王家心中一动, 直到有戏, 继续问道。 这么晚了还加班? 特殊病人的数据总结, 院长要得太急, 这份工作又赦免, 只能我独自完成, 连个帮手都不给我。 累死我了, 还不给我加工资, 也不给我平直撑, 有没有天理了。 听到特殊病人的数据几个字, 王家和薛满楼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沉思之色。 进入第三医院这么久, 他们自然也和陈海川一样, 早就看出来这个医院十分不对劲。 真正的破局之法, 恐怕少不了要从医院本身着手。 而病人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王家对薛满楼递上了一个眼神, 薛满楼立刻会议, 套话完毕, 可以杀了。 这个诡异桌子上的那些文件, 可能会成为重要的线索。 薛满楼心下不禁佩服, 王家不愧是猎神, 脑子就是灵光, 我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王家随手抄起地上放着的一个暖水壶, 乐呵呵走进了秃头诡异的桌子, 说道。 您辛苦了, 我给您倒杯水。 薛满楼也翘无声息走到了另一侧, 单手在后侧死角摁刀, 不着痕迹地形成了合击之势。 秃头诡异似乎对王家的殷勤十分受用, 呵呵笑着点头道。 年轻人很不错, 话音未落, 风鬼陶木剑和镀银猎刀便一左一右气气劈了下来。 啊, 你, 你们干什么? 骤然受到攻击, 秃头诡异瞬间变脸, 张开睁獰的大嘴是要向更近的王家。 只可惜, 有心算无心之下, 王家和薛满楼站进先机, 这个秃头诡异的实力果然不强, 直接在两人的突袭下被一回合打死了东。 双目圆正的秃头诡异伸手分离, 倒在地上, 紫黑色的污血顺着地面鼓鼓流淌。 就在王家和薛满楼松了口气的时候, 一声铃铛的脆响顺着走廊飘了过来。 叮铃。 听到这声音, 王家和薛满楼面色再次一变。 那封了楼梯的合金线上, 虽然镀了惊, 但并不能对诡异造成太大的阻碍, 只能起到一个预警的效果。 灵想, 意味着楼下那老语诡异, 已经上二楼了。 江炎站在第三医院主楼前, 台幕透过玻璃门看了进去, 里面亮着幽蓝色的灯。 作为一所医院, 夜里不打样是基本操作。 这也是第三医院三栋楼里, 唯一一个亮着灯的, 虽然幽蓝色的灯光泛着浓浓的诡异气息, 令这里面看起来更像是个闹鬼的灵堂。 而非医院大厅, 江炎抽了一口就烟斗, 抬不往里走去, 站住, 玻璃门后, 一个坐在马载上的保安弹身而起, 指着江炎问道, 你谁啊? 大半夜来这里干什么? 滚滚滚, 江炎用眼角余光看了看这保安, 明币家五四七, 好弱一诡异, 这保安身上竟然没有皮肉, 是一具白森森的骷髅架子, 一身保安服松松垮垮的, 嘴上还吊铃铛叼着一根烟, 这是哪个大夫的人替骨骼模型活了? 陈鹰片刻, 撇到大厅里, 还有穿着白大褂的诡异穿行, 江炎打消了弄死这保安的念头, 杀他很简单, 但搞不好杀了一个, 就和捅了马蜂窝一样, 没完没了了, 我是病人, 来找大夫, 江炎淡淡说道, 那保安打量了江炎一圈, 失笑道, 你是病人, 你连病号服都没有, 装病啊, 滚, 江炎默然片刻, 一把将旁边的陈海川拉了过来, 指着他说道,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病人, 我是病人家属, 一身病号服的陈海川满脸愕然, 回过神来之后连连点头, 陪笑道,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保安打量了陈海川一圈, 疑惑道, 夜间急诊吗? 什么症状不能等到明天? 挂号单我看一下, 陈海川是作为陈宇柔家属进来的, 本身没有挂号单, 江炎从兜里掏出了自己的, 递了出去, 随口说道, 他羊水破了, 做戏做全套, 既然自己挂的是妇科, 似乎只有羊水破了, 比较合理, 陈海川, 啥玩意儿, 这四万名币是真的难挣啊,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捂着肚子装出痛苦的表情, 咬牙说道, 啊对对对, 我, 我羊水破了,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尽力在表演, 向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 保安看了一眼江炎的挂号单,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目瞪口呆道, 什么, 你就是那个肚子里, 怀了一窝人面鬼猪的传奇病人, 江炎, 这些小道消息, 在医院里传的就这么快吗, 陈海川, 不是, 我他妈, 我是来当卧底的呀, 为什么落了个高强度cosplay竞技006的下场, 他硬着头皮说道, 对, 就是我, 妈的, 待会儿该不会给我推上手术台, 做个剖妇产手术吧, 第89章, 天使基金会, 保安一把拉开了玻璃门, 激动道, 左拐就是急诊, 刘大夫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妇产科大夫, 你可以去找他, 对这个怀了一肚子人面鬼猪的病人, 保安似乎给予了特殊关注, 江炎带着陈海川, 信部走入了主楼大厅之中, 这大厅和江炎印象中的医院大厅布置格局基本类似, 面前是巨大的挂号台和药方窗口, 侧面是急诊室, 急诊室旁边是楼梯和电梯, 江炎看着那楼梯微微一挑眉, 眼中闪过了一抹玩味之色, 这楼梯有一段向上的, 也有一段向下的, 向下的那段楼梯被一堵黑色的大门从中截断, 按理说, 这个楼梯布局向下的基本都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但是江炎在外面看过, 第三医院的主楼一样是七层, 江炎还记得刚刚进入秘境时候的提示, 第三医院理论上只有七层, 也就意味着, 向下的那一层是理论上不应该存在的层数, 原来入口在这里, 自己之前还想从电梯里寻求突破, 没想到真相如此朴实无华, 就在江炎沉思应该如何混进去的时候, 一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推着一个猛着白布的推车, 脚步匆匆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 这些医护虽然都披着白大褂, 但均有明显的诡异特征, 绝非人类, 为首的一个诡异医生拿出一把钥匙, 打开了向下楼梯的大门, 一行人推着车走了进去, 就在一行人消失在大门后, 而大门缓缓合拢的时候, 一只带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手, 悄然握住了门板, 里面是缓坡并不是阶梯形状, 车能平稳推动向下, 江炎带着陈海川, 信不跟了进去, 里面有顶灯但并没有灯光散发, 整条通道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只有江炎就烟斗里那一点昏暗的火光, 散发微弱的暗红色在漆黑之中飘荡向前, 陈海川紧握猎刀, 聂足跟在江炎背后, 一颗心不知觉中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禁忌006胆子太大了, 简直堪称百无禁忌, 哪里恐怖往哪里钻, 陈海川平心而论, 如果是他, 就算发现了这个楼梯大门, 也绝对不敢夜间一个人进来, 定然会等到明日白天, 和猎鬼局同伴们商量之后, 协同作战, 这下面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陈海川心中暗自思量, 按理说, 第三医院曾经存在于南都的历史上, 这里的一切都和曾经的现实, 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这个不应该存在的地下楼层, 当年也存在于南都第三医院嘛, 这个医院里, 到底埋藏着什么秘密, 又为什么悄然消失在了南都的历史上, 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两人走了一段, 前面依旧一片漆黑, 但有阴沉的声音, 隐约从前面传来, 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了, 有点晦气, 希望今天夜班不要来人了, 我真的要累死了, 随着这阵交谈, 刚刚下去的那一行诡异的医护, 又原路折返了回来, 江炎带着陈海川, 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烟斗火光, 静静站在通道转角, 任由这一行诡异擦肩而过, 回到医院大厅, 等上面大门传出关闭的声音, 江炎这才带着陈海川再次前进, 越往下走, 周围就越是阴冷, 直往人骨子里钻, 江炎的属性太高, 完全无视了环境的影响, 但陈海川已经被动的开始打哆嗦, 感觉手脚开始有了麻木的感觉, 两人摸黑离开了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通道, 隐约感觉自己似乎进入了另一片空间之中, 但却看不清楚任何细节, 江炎让人面鬼珠吐出了一大堆珠丝, 团成一团, 用旧烟斗的火星引燃, 瞬间制造出了一大团火焰, 借助火焰散发的光芒, 江炎和陈海川终于看清了这个密闭空间, 这是一个太平间, 有很古旧的冷冻冰柜, 可能是设备密闭性不好的原因, 导致整个空间都非常冰冷, 而在冰柜前面, 还有三个带轮子的单架床, 每一个单架床上都蒙着一层白布, 下面隐约能看出人的轮廓, 陈海川见状十分失望, 低声说道, 只是一个太平间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医院里有个太平间, 也太正常了吧, 一开始, 还真以为这里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所在, 江炎的目光, 只在这三个人形轮廓上扫了一圈, 没有看到自己玩家面板上有明币收入, 转目看向了来时的方向, 一看之下, 江炎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在他们下来的通道旁边, 竟然还有一个大门, 大门通体合金材质, 十分厚重, 此时紧闭, 上面还有一个密码锁, 而真正令江炎心中警觉的, 是大门上的一个标志, 那是一双血红的翅膀, 江炎上辈子见过这个标志, 而且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坏印象, 他冷静了一下, 淡淡问道, 陈海川, 你见过这个标志吗? 陈海川闻言, 这才扭头, 顺着江炎的目光看了过去, 一看之下, 陈海川不禁轻易出声, 惊讶道, 还有一道门, 难道说, 还有地下二层不成? 这个标志, 我没见过, 是什么? 江炎玩味一笑, 缓缓吐出了一个名字, 天使基金会, 办公楼二层, 王家听到灵响, 意识到自己留下的金线, 被那老玉诡异触动, 立刻不假思索低喝道, 开窗, 薛满楼转身一把拉开窗户之际, 王家快速将这个秃头诡异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 胡乱塞进一个公文包里, 而后两步踩在窗边的办公桌上, 一头跳了下去, 薛满楼也紧随其后, 纵身跃下, 身后办公楼走廊上, 传来了那老玉暴露的吼声, 我看到你们的脚印了, 别想跑, 你们死定了, 咚, 咚, 接连两声落地, 王家和薛满楼几乎是同时逃离了办公楼, 就在这一刻, 王家耳中又听到了一声咚, 得落地声, 王家一愣, 豁然转身向后看去, 只见自己背后, 竟然一左翼又站着两个薛满楼, 那两个薛满楼明显都注意到了彼此的存在, 满脸惊惧看着对方不约而同张口道, 你是谁, 这是一头诡异, 两人的声音竟然也一模一样, 王家面色一沉, 什么, 真假孙悟空吗, 第九十章, 不愧是我亲个, 看到背后两个一模一样的薛满楼, 王家心中, 骤然闪过了前不久那个跳楼的猎人同僚, 在第三医院, 跳楼似乎有别样的意义, 会被一些诡异格外关注, 自己和薛满楼从办公楼二层跳了下来, 严格来说也算是跳楼了, 若是普通人类遇上这种事情, 恐怕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无助之中, 不知如何处理, 但对王家而言, 眼下局面很好辨识, 王家直接抽出了自己的风鬼陶木剑, 横着拍向了其中一个薛满楼, 这本来就是一把木剑, 以剑挤轻轻拍击, 根本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啪, 桃木剑落在这个薛满楼尖头, 薛满楼神色平静, 他是假的, 快杀了他, 旁边那薛满楼大声呼吓, 王家眼神一冷, 手中风鬼陶木剑转拍向另一个薛满楼, 桃木剑临身之际, 那薛满楼的脸顿时变了, 原本年轻英俊的脸瞬间变得扭曲而惊悚, 仿佛受到了什么极强压迫力的影响, 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 一边连连跌退, 风鬼陶木剑对诡异的震慑力往往非常可观, 越是弱小的诡异被震慑的效果就越明显, 在王家这么长时间的猎人生涯中, 只见过一个能无视风鬼陶木剑震慑力的存在, 禁忌006, 看到这伪装薛满楼的诡异被震慑的反应, 王家立刻明白, 这诡异的实力并不强, 手中陶木剑绽放灰光, 一剑斩了出去, 真正的薛满楼看到王家成功辨别目标, 也拔出了镀影猎刀, 跟随王家的箭矢围攻那诡异, 只是一个回合的交手下来, 那诡异直接被两人合力斩杀, 没能掀起什么浪花来, 看着诡异倒地死亡, 王家和薛满楼常常松了口气, 嗨嗨嗨嗨, 一连串阴沉的咳嗽声, 忽然从两人刚刚跳楼的方向传来, 王家和薛满楼齐齐一惊, 抬头看向两人逃出的窗口, 黑洞洞的窗后, 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沟楼老狱, 手中提着一个蹲步, 阴冷的目光从乱发下投射, 紧紧锁定王家和薛满楼的身影, 王家顿觉遍体声寒, 身旁的薛满楼也不禁打了个哆嗦, 虽然相隔这么远的距离, 但依旧从对视中察觉到了浓郁的死亡威胁, 这头诡异绝对不简单, 王家额肩冷汗流落, 压低声音说道, 他似乎不能离开办公楼, 我们慢慢退走, 两人一步步向后退去, 几乎步调一致, 一点点离开了办公楼的区域, 向住院楼折返而回, 走到半中间的时候, 王家开始向后警戒, 低声说道, 小心护士长, 他估计是被那老鱼诡异挡住, 无法进入办公楼, 但是现在, 随时可能从我们后面出现, 薛满楼重重吞了口唾沫, 感觉到了举步为奸, 两人今夜的每一步都蕴藏着致命的杀鸡,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猎人本身素质都很高, 加上王家实力超群, 手里还有疯鬼陶木剑这种东西, 很可能根本无法完成惊艳的行动, 早就死在了某一个步骤之中, 但令王家和薛满楼十分窃喜的是, 直到两人一步步退回了住院楼大厅之中, 护士长王柔柔那夺命的高跟鞋声音都不曾出现过, 两人已经完全看不到对面办公楼二层窗户后面那老鱼诡异的身影, 顿时松了口气, 连忙转身向自己的病房跑去, 这第三医院里危机重重, 步步惊心, 也唯有分配给他们的病房, 算得上是相对安全之所在, 陈宇柔是被一连串枪响惊醒的, 作为一个猎人, 他早就已经培养出了超凡的警觉性, 纵然被陈海川一把打晕, 也依旧没能掩盖这几乎刻进骨子里的本能, 听到枪响的瞬间, 陈宇柔眼睛都没有睁开, 就一个翻滚藏进了自己病床下面, 他的思绪有些混乱, 过了足足三秒钟才想起来之前发生了什么, 对了, 禁忌006夜间敲门, 而后自己就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我哥哥动的手,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会儿功夫, 陈宇柔已经听出来, 这一连串枪响不是冲自己来的, 而是窗外传来的, 离自己很远, 陈宇柔拔出镀银猎刀, 轻轻巧巧从病床下爬了出来, 扫了一圈空荡荡的病房, 发现陈海川不在, 心中顿时咯噔了一声, 夜间不能离开病房, 这是规矩, 哥哥也太冒险了, 陈宇柔裂刀轻轻挑开低垂的窗帘一角, 从缝隙里向外面枪伸出看去, 虽然距离很远, 但陈宇柔还是一眼看出, 那持枪的病号符正是自己的亲哥哥, 陈海川, 不愧是我的亲哥, 可真勇啊, 陈宇柔顿时瞪圆了一双十分英秀的美眸, 紧接着, 他就看到陈海川跟在一个黑漆漆的身影后, 向另一侧的第三医院主楼走了过去, 目光触及那黑影的瞬间, 陈宇柔顿时僵住了, 一滴痘大的冷汗, 顺着他小麦色的额头, 缓缓滚落他不会看错的, 那绝对是禁忌006, 我的亲哥跟在禁忌006后面夜叹第三医院, 陈宇柔由衷感叹道, 不愧是我的亲哥, 做死花样可真多啊, 就在陈宇柔思索, 自己应不应该跟上去的时候, 一张诡异的黑脸, 忽然从自己窗户外面, 缓缓滑了下来, 视野中猛然鬼探头, 陈宇柔下的一个机灵, 手中猎刀下意识斩了出去, 就在猎刀刀刃, 勘勘处击窗户的时候, 陈宇柔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那东西在外面, 自己这一刀劈出去, 鲜碎的是玻璃, 能不能杀伤外面, 那诡异还是后话, 自己斩碎了玻璃, 首先违背了不能损伤第三医院财务的规矩, 现在陈宇柔独自在病房里, 如果护士长王柔柔听到窗户碎裂的声音, 直接杀上来, 陈宇柔估计自己肯定是死了, 念及此处, 陈宇柔立刻收刀而回, 十分冷静地后退了两步, 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那探头下来的诡异, 却并不主动攻击, 那诡异看了陈宇柔片刻, 发现他没有中招, 缓缓露出了一个诡异可怖的笑容, 陈宇柔脑中顿时一晕, 感觉天旋地转, 与此同时, 他生出了一种冲动, 他想拉开窗户, 直接跳下去, 第九十一章, 抵抗跳楼, 半夜砸墙, 察觉到自己竟然生出如此恐怖的冲动, 陈宇柔心中顿时一领, 精神攻击, 他狠狠一咬舌尖, 钻心地疼痛令陈宇柔精神一震, 挣扎着摆脱了如此冲动, 陈宇柔属于天生智力属性就很高的人类, 没有加入猎鬼局之前, 就是省状元级别的学霸, 那时候还没有诡异降临, 看不到玩家面板, 陈宇柔也自然不知道自己的智力属性天生很高, 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猎人, 陈宇柔一直在往敏捷路线上成长, 当玩家面板出现的时候, 陈宇柔才意识到, 他从未特意锻炼过的智力属性, 竟然有十点之多, 超越了普通人一倍, 而且陈宇柔身上还装备了一件全属性家武的饰品, 和负面状态付15%的护腕, 都是之前猎杀诡异调出来的装备, 属性虽然比较鸡肋, 但也聊胜于无, 陈宇柔正好有空白蓝位, 就将只装备上了, 没想到, 眼下去救了他一命, 陈宇柔深深吸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差点, 差点就中招了, 他的玩家面板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负面状态, 坠落伤害正200%, 看到这个负面状态, 陈宇柔倒吸一口冷气, 自己这里是五楼, 以陈宇柔的属性跳下去, 未必会死, 但如果带着这个负面状态跳下去, 就死定了, 眼见陈宇柔竟然摆脱了自己的精神攻击, 那悬在窗外的诡异发出了一声不满的吼笑, 下一刻, 陈宇柔看到, 这个诡异竟然自己跳了下去, 旋即, 楼下传来了一声咚的闷响, 陈宇柔眼角抽搐了一下, 缓步走到窗前, 往下一看,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黑脸诡异, 正软软滩在楼下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一边咧着嘴冲陈宇柔笑, 一边对他招了招手, 陈宇柔脑中再次生起了一种跳楼的冲动, 他用力掐了自己一把, 把这种冲动甩出脑袋, 连退了三步, 不再看下面那跳楼的诡异, 陈宇柔深深吸了口气, 鸦平心中的怂然, 自语说道, 如此看来, 第三医院里的诡异, 可能不会强行攻击病房中的我们, 只要我们不离开病房, 就能基本保证安全, 从一开始的敲门黑发诡异, 到现在的诱惑跳楼诡异, 都只是在病房门窗外徘徊, 明明这门窗都是老式玻璃, 十分脆弱, 随便一拳都能打碎, 但这些诡异, 全部遵循了不毁坏第三医院财务的规则, 没有强行闯进来杀人, 念及此处, 陈宇柔略觉心安, 他坐在铺着白床单的病床上, 时宜低声自语道, 我到底是用被子蒙住头待一晚上, 还是离开病房去找我哥哥, 待着固然安全, 可以等明天白天和大部队一起行动, 但陈海川跟在禁忌006身后, 进入第三医院主楼的背影, 始终让陈宇柔心神不宁, 不过, 陈宇柔转念一想, 叹道, 从这里到主楼, 看似没多少距离, 实则已经横跨了第三医院的广场, 难度绝对不低, 他是跟着禁忌006一起去的, 还专门打晕了我, 明显不愿意, 我一起犯险, 虽然想不明白, 他怎么能和禁忌006搅合到一起去, 但我去了, 好像也没什么用, 未必能找到他们, 就算找到了, 也可能会拖累他, 尤其是, 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禁忌006在, 陈宇柔脑中再次浮现那个半张脸, 都被怪帽子阴影遮蔽的恐怖禁忌, 他真的不想再被吓尿一次了, 陈宇柔重重吞了口唾沫, 压下了担心的情绪, 决定遵循理智, 在病房里等待夜晚过去, 就在他蒙上被子, 开始当埋杀鸵鸟的时候, 走廊上, 忽然响起了一人串沉闷的响声, 咚咚咚咚, 仿佛有个什么东西, 在用力砸墙, 陈宇柔悚然一惊, 一把抽出了镀银猎刀, 十分戒备看向了房门的位置, 哄, 暴碎声传来, 似乎是墙被砸碎了, 陈宇柔, 什么东西, 他凭住呼吸, 涅足走到了房门玻璃后, 偷眼看了出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差点又吓尿了, 不知什么时候, 这医院的走廊, 已经和陈宇柔记忆之中不一样了, 灰白色蛛丝处处盘绕, 将墙面, 地面, 天花板完全遮盖, 仿佛一个盘丝洞, 这蛛丝, 陈宇柔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可能下辈子都不会忘, 正是禁忌006的蛛丝, 这个走廊, 已经被禁忌006标记为自己的巢穴了吗? 陈宇柔的双腿在轻轻颤抖, 一时间忘记了呼吸那自己算什么, 储备粮之一吗? 陈宇柔眼前, 不可控制地闪过了之前 被禁忌006变成蛛丝简的诡异和人类, 那些蛛丝简还时不时动一下, 从里面钻出一只微小的人面鬼猪, 蹦蹦跳跳钻进禁忌006的灰白色蛛丝手套里去, 陈宇柔越想越是感觉头皮发麻, 完全无法直视被包裹在蛛丝简内的自己, 也浑身上下都是紫绿色猪卵的凄惨模样, 不, 不要啊, 陈宇柔快被自己吓得哭出声来,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的对面, 一堵密布蛛丝的墙上, 一个新鲜的缺口被蛛丝遮盖, 几乎看不出痕迹, 一双紫黑色的大手猛然从里面探了出来, 这双大手奋力扒拉, 将密密麻麻的坚韧蛛丝扒开了一个大洞, 然后一个没有脑袋的高大男诡异, 穿着一身修理工的服装, 从里面挣扎着爬了出来, 正是之前被江炎用冥币诱骗离开电梯, 进入无人病房, 然后用蛛丝困锁在了里面的那个无头诡异, 无头诡异剪完江炎留下的冥币之后, 想要离开这个无人的病房, 他尝试解开病房门上缠绕的蛛丝, 但是他解开一层蛛丝, 下面就会出现十层新的, 解开十层新的, 下面又出现了一百层新的, 蛛丝越来越多将病房门裹成了一个厚厚的蛛丝剪, 这头物理意义上没有脑子的诡异, 明显弄不明白这房间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 他只是想要回到电梯里去, 既然门走不通就只能砸墙了, 三拳下去墙被他打了的大洞, 他也从里面借机钻了出来, 陈宇柔看着这个霸道出现的无头诡异, 悚然一惊, 他有一种直觉, 这个诡异强得可怕, 而且这个可怕的诡异不守规矩, 意味着病房也不是安全区, 就在陈宇柔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时候, 走廊尽头的楼道里传来了一阵气急败坏的高跟鞋声音, 王柔柔尖厉的怒笑在第五层滚滚激荡, 损坏第三医院财物的都要死, 第九十二章, 不期而遇, 正合我意, 随着王柔柔的尖厉怒笑, 红白色的残影从楼道处积虐而来, 一双锐利的鬼爪, 恶狠狠插向那无头维修工诡异的胸膛, 一个伤害数字随之飘出, -227, 那无头诡异受到袭击, 胸腔中发出一声愤怒的闷吼, 蒲扇大的手掌一把掐住了王柔柔的脖子, 另一手中的铁锤毫不留情砸在了王柔柔面门之上, -714, 王柔柔作为敏捷型的鬼异, 攻速很高, 黄蜂咒语般的攻击接连落在了无头鬼异身上, 各种伤害数字接连飘出, 但因为无头鬼异护甲极高, 单次伤害并不高, 对无头鬼异深长的血条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无头鬼异的攻速虽然慢, 可每一击打出的伤害都十分可观, 护士长王柔柔的血条在无头鬼异一锤一锤的猛杂中, 稳步下降, 旁观两头鬼异对打了三秒钟, 躲在病房里的陈宇柔就清晰判断出来, 王柔柔被全面压制了, 再这样打下去, 护士长恐怕要被这个维修工打死了, 陈宇柔一时间有些迷茫, 即便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 也没见过眼前这般景象, 深夜的恐怖医院走廊里, 两头鬼异竟然敌死户殴, 究竟是鬼性的扭曲还是恐怖的沦丧? 不对, 陈宇柔重重摇了一下头, 快速理清了思路, 护士长虽然凶狠, 但却是秩序的维护者, 这无头鬼异明显是秩序的破坏者, 眼下这情况, 如果护士长死了, 所有病房里都不再安全, 而且明天白天恐怕也会彻底弯套, 这样一座恐怖的医院, 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加以利用, 除了禁忌006, 我们全部都要死在里面, 护士长不能死, 念及此处, 陈宇柔深吸口气, 毅然决然拉开了自己病房的门, 他从腰后抽出两把手枪, 对着无头鬼异的高大背影, 扣动了扳机,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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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连串沉闷的枪响, 在盘丝洞般的走廊中激荡不休, 两个弹夹一共14枚银制子弹, 化作两道火线, 接连倾泻在了无头鬼异身上, -114, -157, -124, 王肉肉带来的射击角度和攻击时机, 是极其宝贵的, 若是陈宇柔单独面对无头鬼异,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连开14枪, -好, 无头鬼异吃痛, 一把推开护士长, 扭头对陈宇柔发出了沉闷凶暴的怒吼, 他肩膀一沉, 向陈宇柔猛冲而去, 轰轰轰轰, 每一步落下都有一声轰鸣, 在走廊中滚滚回荡, 这是个冲锋技能, 整栋住院楼都在无头鬼异沉重的践踏之下, 剧烈颤抖, 如同经历一场地震, 陈宇柔头皮发麻, 心中悚然, 如果被这种力量恐怖至极的鬼异冲锋命中, 说不定都不用第二击, 但是冲撞造成的伤害就足够把自己撞死了, 他一个战术翻滚, 十分灵巧躲回了自己病房之内, 人还没站稳, 两个全新的弹夹, 已经被陈宇柔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填装, 虽然走廊的墙壁阻隔了双方的视野, 但无头诡异的冲锋声并没有随之停顿, 反而以更猛烈的速度, 向陈宇柔病房之中猛撞而来, 以这头诡异的力量, 墙壁只能阻隔视线, 无法阻隔她的冲锋, 陈宇柔不假思索, 团身一跃, 直接撞碎病房唯一的窗户玻璃, 单手在满是玻璃碎茶的窗台上一撑, 如同一只灵猫一般, 翻到了隔壁禁忌006病房的窗台上, 楼下水泥地面上那软啪啪的跳楼诡异, 猛然抬起头来, 十分凄计地看向翻窗而出的陈宇柔, 陈宇柔脑中一晕, 再次生出了跳楼的冲动, 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经历精神攻击, 狠狠一咬舌尖便以痛苦支撑自己, 从中挣扎而出, 旋即一脚踹碎玻璃, 直接跳进了空无一人的病房之中, 隔壁陈宇柔的病房里, 紧接着响起一阵摧哭拉朽的轰鸣声, 那间病房的外墙, 直接被无头诡异蛮横撞碎, 伴随漫天烟尘和水泥, 砖石碎片, 四处飞溅, 而无头诡异如同坦克一般雄壮的身躯, 撕碎烟尘, 裹挟开山猎食之势, 轰然碾过了陈宇柔刚刚立身之处, 若不是他战斗经验丰富, 思路灵活, 现在已经被撞碎了半身骨骼, 吐血暴毙了, 太危险了, 陈宇柔擦了一把额间的冷汗, 刚刚距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 而他承担如此风险, 换来的战果, 只是把无头诡异的血条打掉了不到四分之一, 死, 你必须死, 护士长王柔柔的奸笑, 紧接着在残破的楼道里响了起来, 一道红白残影, 一闪之间追上了陈宇柔病房中的无头诡异, 又一次纠缠撕打在了一起, 王柔柔的血条已经只剩下了五分之一, 而无头修理工的血条还有一多半, 单单一次冒险, 显然不能终结这场凶险的战斗, 陈宇柔深深吸了口气, 提着双枪一脚踹开了禁忌006病房紧闭的门, 第三医院主楼, 地下太平间中, 陈海川看着密码大门上那个血色翅膀的标志, 皱起眉头仔细想了想, 摇头道, 天使基金会, 我没听说过, 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江炎抽了一口就烟斗, 缓缓吐出一片青色的烟雾, 被怪帽子折在阴影中的双眸, 冷若寒心, 天使基金会非常神秘, 至少在江炎上辈子的视角里, 存在感并不高, 但这个组织, 江炎却是铭记于心, 第二次诡异降临之后, 江炎走过一个大运, 一个紫色宝箱直接刷新在了他的脸上, 那本来是直接改变江炎命运的一次机遇, 只要江炎能拿到紫色宝箱里的十万名币, 绝对能闲于翻身, 就算无法成为金字塔剑的存在, 却也能追上大部队, 弥补自己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的尴尬局面, 只可惜, 就在江炎手指刚刚接触到这个紫色宝箱的时候, 一支天使基金会的探索小队, 把江炎包围了, 他们不光用枪顶着江炎的后脑勺, 逼着江炎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宝箱, 还在江炎面前一件件清点了紫色宝箱的资源, 然后一枪抱了江炎的头, 轰笑着离去了, 江炎看着这双红色翅膀冷冷一笑, 不期而遇, 正合我意。 第93章 见不得光的基金会 就算把个人恩怨放在一旁, 天使基金会的标志出现在这里, 也绝对不正常。 据江炎有限的了解, 这个组织虽然神秘, 存在感并不强, 但力量非常庞大。 第三次诡异降临江炎死之前, 难兜这一亩三分地上, 似乎已经出现了猎鬼局和天使基金会针锋相对的局面, 而眼下这个第三医院秘境, 呈现的是数十年前第三医院中的某一段被诡异扭曲的历史。 而天使基金会的标志出现在如此神秘的医院太平间里, 背后的信息量非常巨大。 江炎有一种清晰的预感, 这扇门后面可能就是第三医院秘境之中真正的秘密所在。 大门非常厚重, 整体由坚硬合金铸造而成, 看起来完全能够作为银行金库大门使用。 江炎虽然没有门上的密码, 但以他250点的力量, 也根本不需要遵循什么密码的规则。 嘎吱, 厚重的合金大门在江炎手中如同一块柔软的豆腐, 很轻易就被江炎撕成了碎块。 看着禁忌006在蛛丝燃烧的幽暗火光下手撕合金大门, 陈海川躲在太平间的冰柜旁边角落里, 瑟瑟发抖。 虽然太平间很阴, 但远不如禁忌006身上无意中散发的威胁感那般恐怖。 陈海川有一种感觉, 不论这大门后是什么, 可能都会被禁忌006无情地杀死。 很快, 大铁门被江炎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完全能容纳一人穿行。 江炎点燃了更多蛛丝, 借助火光看到了门后的景象。 阴森的太平间中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江炎和陈海川久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在合金大门后竟然是一片光秃秃的水泥墙面, 什么都没有。 想象中的通道、密室竟然统统都没有出现。 江炎试着用力凿了两下水泥, 发现手感非常浑厚, 而且整栋医院的主楼都在江炎的凿机之下轻轻颤抖着。 这明显不是一面单薄的水泥墙, 而是整个医院的地基。 可是, 把一扇合金大门装在一面水泥地基上。 这不和敛, 江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说好的秘密呢? 沉默了好几分钟, 陈海川试探性的声音从江炎背后传来。 这毕竟只是一个秘境。 有没有可能, 这秘境呈现的只是当年的一部分, 而大门后面底是没有被呈现出来的一部分。 江炎眼中光芒一闪。 的确有可能。 陈海川继续说道, 我看过第三医院历史上的一些档案。 当年这个地方被封锁了很长时间, 然后就被推平了。 上面以极快的速度, 新建了一所中学。 负责修建的是鼎盛集团的前身, 那时候叫龙翔成建, 后来被鼎盛集团并购了。 这点时间是不够重新构筑地基的。 如果这大门后面的东西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 那么现在应该还在原地, 至少不会完全消失。 江炎微微挑眉, 有些意外于陈海川提供的这些信息。 按照他的说法, 这秘境呈现的是50多年前的南都第三医院。 那个时候, 安保胜还是个小屁孩, 自然也还没有鼎盛集团龙翔成建, 那时候和安保胜毫无关系。 后来安保胜会心一般崛起, 并购了龙翔成建, 并且在这个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了鼎盛集团。 这些都是至少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不过, 鼎盛集团内可能还有当年的一些资料档案, 毕竟建筑行业流荡是非常久的。 等自己离开秘境之后, 也可以让安保胜派人去第三医院的旧址上挖一挖看。 说不定能挖出一些东西来。 江炎缓缓点头, 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如此看来, 第三医院秘境的核心只是斩命灵童这个诡异罢了。 天使基金会可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也许和这一切的成因有关, 但和这个秘境的倾角成功与否, 也许没有瓜葛。 不过, 江炎不准备放过这个线索, 也不准备放过天使基金会。 除了双方的私人恩怨之外, 这个神秘组织似乎还在南兜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然不会被猎鬼局那般针对。 既然如此, 我们回去吧。 江炎转过身去, 带着陈海川向来时的通道走去。 在无人看到的阴暗角落, 一只人面鬼猪从江炎的蛛丝手套中悄然垂落, 开始在太平间内散播稀薄的蛛丝。 这些蛛丝不成形状不会起到任何阻碍的效果, 但却能让留在这里的那只人面鬼猪, 掌握这个太平间内的所有情况。 两人离开太平间后, 又在主楼各个楼层中快速转悠了一圈, 主要是想要寻觅斩命灵童的痕迹。 不过那斩命灵童似乎在有意躲避江炎, 这一圈下来江炎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倒是从主楼的各个诊室, 手术室中发现了不少诡异的痕迹。 而且有些手术仍然在夜间被诡异的医生进行, 看起来非常血腥残暴, 不像手术, 更像是肢解。 陈海川跟在江炎背后走得是步步惊心, 双腿都在打摆子。 如果不是有禁忌006开路, 陈海川估计自己在这主楼里乱逛, 估计最多逛两层, 就会引来无法对抗的恐怖诡异, 直接被杀死在里面。 但江炎却是横行无际, 在这恐怖的医院里乱逛仿佛在自家客厅六弯。 期间也被诡异拦下来过好几次, 江炎要么是骗鬼, 要么是砸钱, 实在油烟不尽的就只能找个阴暗的角落, 把那诡异变成蛛丝剪掉在天花板上了。 当两人逛完医院主楼溜溜达达出去的时候, 那骷髅保安用十分关切的目光盯着陈海川, 问道, 生完了, 这么快? 陈海川, 他满脸无奈之色, 点了点头, 心中暴走道, 我生你妈的头啊! 骷髅保安兴奋道, 我能看看你生下的人面鬼猪吗? 陈海川? 不能, 看着江炎和陈海川越走越远, 那骷髅保安挠头道, 这么没有礼貌, 你养大的人面鬼猪, 一定很粗鲁吧? 第九十四章, 谁在玩楼镇一片狼藉的住院楼第五层? 砰砰砰砰砰砰, 连绵枪响激荡, 一枚枚银制子弹宣泄在无头诡异背上, 和王柔柔贴身肉搏的无头诡异, 生命值已经跌落二分之一, 无头诡异却毫无颓势, 反而越发险的狂暴, 胸枪中发出了一声凶暴恐怖的咆哮, 这声咆哮爆发出一道实质的暗红色音波, 在走廊之中滚滚击荡, 王柔柔和陈宇柔的身体, 齐齐一僵, 竟然同时陷入了僵直状态, 技能, 恐怖嚎叫, 等级三, 被十五米内最多三名敌方单位造成零, 七十五秒眩运, 冷却时间, 六十秒, 消耗, 一百二十五法力值, 眼见成功控制住这个凡人的射手, 无头诡异, 陈宇柔瞳孔皱缩, 下意识想要向旁边扑闪, 但僵硬的身体不听使唤,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携带恐怖动能的水泥碎块, 朝自己轰杂而来, 以无头诡异的力量属性, 这一块水泥足以秒杀陈宇柔这种敏捷路线的人类, 陈宇柔眼底闪过一抹绝望之色, 千军一发之际, 楼到阴影之中猛然窜出了一个人影, 一把将眩晕状态下的陈宇柔扑倒在了地上, 他抱着陈宇柔在地上翻滚了两圈, 才看看停下来, 哄, 水泥碎块下一刻直直轰击在了陈宇柔刚刚立身之处, 直接砸穿了一个病房的外墙, 陈宇柔咽了口唾沫, 看清了抱着自己翻滚之人的面容, 惊喜患道, 猎神, 突然从阴影中扑出救了他一命的, 正是猎鬼局的天剑猎神, 王家, 王家单手握剑, 缓缓爬起, 双眼紧紧盯着无头诡异, 面沉似水, 低声说道, 哪来的这么恐怖的诡异, 你和护士长加起来都打不过他吗? 强如王家也从这无头诡异身上体会到了十足的压力, 这无头诡异很可能不比办公楼里那人头脱地的老欲弱, 就在前不久, 王家和薛满楼正往自己三楼的病房折返, 但五楼爆发的战斗余波实在太过恐怖, 由不得王家和薛满楼注意不到, 而且王家和薛满楼都能听出来, 这期间交织的枪声就是猎鬼局的特制手枪, 担心占有安危的两人, 不得不冒险上来五楼一探究竟, 一眼就看到了生死一刻的陈宇柔, 若非如此, 陈宇柔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陈宇柔恢复了两分力气, 喘息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面色肃然道,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但是我想着, 护士长不能死, 不然明天很可能会乱套, 王家重重点头, 说道, 你的判断很对, 护士长虽然是很凶的诡异, 但至少他在维护秩序, 我们就有机会加以利用, 趋利避害, 如果护士长死了, 我们的处境绝对会艰难许多, 你和满楼为我提供远程支援, 我去帮护士长一臂之力, 王家说罢, 竟然直接提着疯鬼头目剑, 闪身之间冲向了无头诡异, 陈宇柔心吓一惊, 和这种恐怖的诡异近身肉搏,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个不慎就是暴毙的下场, 自己刚刚远程射击, 都差点被这无头诡异的一套小连招给秒了, 王家却是意高人胆大, 丝毫不拒, 眼下这局面和办公楼中面对老玉诡异时候, 又不一样, 自己的猎人队友, 除了跳楼死掉的那个之外, 全部都在住院楼的病房里, 虽然还有三个未曾露面, 但王家依旧相信, 这三人会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护士长王柔柔, 在和那无头诡异贴身肉搏, 虽然王柔柔已经快被打死了, 但也给王家创造了一个良机, 眼见王家一往无前冲锋袭杀, 陈宇柔和薛满楼连忙抬起枪口, 再次扣动扳机, 某间单人病房之中, 一个穿着蓝白病号服的猎人, 缩在病床被窝里, 瑟瑟发抖, 他面色一片惨白, 呼吸无比粗重, 心跳激烈地几乎要从嘴巴里跳出来, 就在刚刚, 他已经打开了窗户, 差点就纵身跳下去了, 但是五楼传来了一阵轰鸣, 整栋住院楼都在震战, 近在咫尺的窗户, 竟然直接被震动弹起, 从后面拍在了这个猎人的后脑勺上, 玻璃很脆弱, 清脆的裂响和轻微的痛感, 并未对猎人造成伤害, 而是将他从诡异的精神控制之下惊醒, 那一刻, 猎人的一只脚已经悬空在外面了, 这猎人回过神来, 浑身白毛汗都冒了出来, 他刚刚距离死亡, 就只剩半步了, 如果已被控制的状态跳下去, 浑身的肌肉无法提供支撑保护的作用, 全部冲击力都作用在骨骼和内脏之上, 加上那个坠落伤害正200%的负面状态, 就算摔不死, 也会落入重伤状态, 被楼下的诡异补刀杀掉, 太危险了, 实在是太危险了, 即便是以猎人的心理素质, 也难免悚然, 一时间四肢酥软, 半分力气提不起来, 就在这时候, 一连串枪响从楼上摇摇传来, 这猎人缩在被窝里愣了一下, 立刻听出来, 这是猎鬼局特制手枪的枪声, 糟了, 五楼打起来了, 这动静怎么这么大? 他深深吸了口气, 快速平复心中的恐惧, 一把从床边拿过了自己的背包, 背包里是一把狙击步枪的组装配件, 他十分娴熟地将各个配件组装起来, 一把猎鬼局特制的大狙, 在这个猎人手中成形, 咔嚓, 满载银制狙击子弹的弹夹上膛, 这个猎人的双眼陡然变得一片幽深, 仿佛有一层迷雾在其中阴晕, 天赋, 透视, 激活后可以看穿视野中的阻隔, 持续时间, 三十秒, 冷却时间, 一百二十秒, 在他眼中, 楼层的钢筋水泥化作虚无, 能够看到每一个房间之中的陈列布置, 以及房间之中的所有诡异和人类五层的战斗局面, 也在这个猎人眼中一览无遗, 猎人缓缓抬起手中的狙击枪, 将被几个猎人同僚围攻的无头诡异, 套入了自己的瞄准镜中, 以狙击枪的威力, 别说楼层间的建筑结构, 就算是合金装甲, 也能一枪洞穿, 杀伤其后的目标, 与此同时, 江炎和陈海川离开了医院主楼, 溜溜答答回到了住院楼楼下, 抬眼看到住院楼不断发出一阵阵的颤抖和轰鸣, 江炎心中嘖嘖撑起道, 谁在玩楼阵? 第九十五章, 王家手中的疯鬼陶木剑虽然对无头诡异的震受威力没有那么明显, 但依旧能激起无头诡异的忌惮, 一时间竟然和王柔柔一起将无头诡异打得束手束脚, 压制在了下风, 而王家的近战能力也没有辱没了他天剑猎神的名号, 每一剑打出的伤害都十分可观, 暴击率也很高, 薛满楼本身定位是个辅助猎人, 但在这个秘境里主动技能无法动用, 只能掏枪和陈宇柔一起射击, 可即便他也用了银制子弹, 每一枪依旧只能在无头诡异身上打出50点左右的伤害, 这无头诡异恐怕除了力量高护甲后之外, 还有伤害减免的被动技能, 对属性本就不高的薛满楼压制效果越发明显, 就在无头诡异的生命值跌落到三分之一位置的时候, 雄厚的胸枪之中猛然爆发一声暴怒的咆哮, 咆哮声在空气之中激起一片暗红色的涟漪, 技能恐怖嚎叫, 等级三, 对15米内最多三名敌方单位造成零, 75秒眩运, 冷却时间, 60秒, 消耗, 125法力值, 王柔柔, 王家, 陈宇柔的身体, 齐齐一将陷入了眩运状态之中, 那无头诡异立刻沉下肩膀, 从王家和王柔柔之间的空隙中, 对陈宇柔和薛满楼发起了凶猛的冲锋, 技能, 蛮牛冲撞, 等级二, 对20米内任意目标发动冲锋, 造成75加力量值星号二点伤害, 造成一秒眩运, 冷却时间, 120秒, 消耗, 75点法力值, 轰轰轰, 一连串恐怖的轰鸣, 在走廊之中爆响, 这两个远程射手的单次伤害虽然不高, 但整体的威胁当真不小, 即便无头诡异智能在底下, 也清晰意识到, 这两个远程射手是绝对的突破点, 看到山岳青岛般撞来的无头诡异, 陈宇柔和薛满楼的瞳孔, 齐齐一缩, 好危险的连招, 薛满楼不假思索, 一把扛起眩运的陈宇柔夺路而逃, 可薛满楼刚刚加入猎鬼局成为猎人不久, 本身的属性并不高, 扛着陈宇柔, 移动速度自然无法和高速冲锋的无头诡异相提并论, 眼见两个猎人要被无头诡异, 齐齐撞成肉饼的千军一发, 三层并房中, 手持大鞠开启透视天赋的猎人, 瞄准无头诡异扣动了扳机, 哄, 枪口之中火光爆鸣, 激发的火蛇直接灼黑了天花板, 银制子弹打着旋从枪堂之中飞射而出, 直接在楼层水泥结构之中射出了一个笔直的弹道空洞, 下一刻, 炽热的弹流裹挟着恐怖动能杀力, 瞬间射穿了五楼走廊地板, 从无头诡异大腿根处射了进去, 无头诡异的坚韧血肉被击穿之际发出吃的一声轻响, 哄, 无头诡异胸枪之中传出一声惊怒的咆哮, 他的冲锋也硬生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打断在了原地, 一个伤害数字从无头诡异身上飘了出来, 暴击, 负854, 四, 王家, 陈宇柔和薛满楼三名猎人, 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狠的一枪, 果然输出还是要靠狙打呀, 不得不说, 透视天赋配大狙真是神仙搭配, 零, 75秒的控制效果很快过去, 王家, 王家, 陈宇柔和薛满楼快速调整了自己的站位, 又一次将技能陷入冷却的无头诡异, 拖入了苦战之中, 30秒的透视时间中, 楼下的狙击手又开了三枪, 可惜都没暴击, 只打出了400左右的伤害, 即便如此, 这几枪洞穿楼层的远程火力支援, 依旧令这场战斗更快速地产生了结果, 随着王家最后一箭展出, 无头诡异的身体, 颓然倒在了地上, 发出沉重的响声, 玩家王家, 陈宇柔, 薛满楼, 李全光, 击杀诡异, 上述玩家的秘境贡献提升了, 三个猎人剧烈的喘息声, 在五层走廊之间, 此起彼伏, 这场战斗, 每一秒都有走在生死的边缘, 尤其是和无头诡异短兵相接的王家, 一不踏错, 可能就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这头诡异, 真的太强了, 尤其是在这个秘境里, 规则词条分别加了30%伤害减免, 和50%移动速度, 还不让人类玩家使用主动技能, 若不是有王柔柔牵制了无头诡异的大量注意力, 他们搞不好会在无头诡异手里直接团灭, 达到现在, 王柔柔还剩下7%的生命值, 王家也只剩下了35%, 陈宇柔和薛满楼受创较小, 都维持着80%以上的生命值, 王柔柔枯黄的双目, 从无头诡异的尸体上移开, 看向了面前的三个猎人, 沙哑的声音阴冷说道, 吸灯后离开病房的, 都要死, 一边说着, 他竟然毫不迟疑地提起了鬼爪, 眼见就要扑杀向三人, 王家三人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缺心炎子的护士长刚刚还并肩作战, 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 不过现在王柔柔只剩下了一个血皮子, 三个猎人胜率很高, 可真要亲手杀了这护士长, 明天的局面可就要陷入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了, 就在第二场大战一触即发之时, 一个低沉而平静的声音从楼到处缓缓走了上来, 你们在干什么? 我花了九十三万包月的病房呢? 怎么被打成了这样? 听到这个声音, 三个猎人的身体齐齐一僵, 额间冷汗暴涌而出, 咕咚, 薛满楼重重吞了口唾沫, 看向了楼道, 一片幽暗的阴影之中, 浑身黑气弥漫的禁忌006, 缓缓顺着楼道走了出来, 低垂的冒檐下, 一双目光十分凝重地看着满是狼藉的走廊, 最初的战场是在陈宇柔的病房周围, 江岩的病房就在隔壁, 现在已经被拆了的七零八落, 连床都被打成了遗地钢管和碎部, 王柔柔哭黄的目光看向江岩, 发出了一声暴怒的奸笑, 不是让你回自己病房吗? 你为什么还在外面游荡? 吸灯后离开病房的都要死。 江岩沉沉笑了一声, 随手掏出了一瓶金色的圣水, 塞进了王柔柔手里, 淡淡说道, 火气别那么大嘛, 不过我病房没了, 你得给我退款。 王柔柔拿着圣水的手, 骤然将在了空中。 什么? 退款? 退93万? 退款是不可能退款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退93万的, 你要不直接杀了我好了。 第96章 养鬼实验 王柔柔本来满是杀意的眼神, 以极快的速度变得清澈了起来。 他十分温柔地伸出鬼爪, 拉住江炎的胳膊, 满脸诚恳说道, 别着急, 我给你再找一间房, 这个月你睡我房间里吧。 王家? 陈宇柔? 薛满楼? 他自见整袭的动作, 实在算不上清白。 禁忌006该不会来秘境里溜达一圈, 还特么领个老婆回去吧。 有钱鬼的快乐, 超出了我的想象极限啊。 江炎沉思片刻, 点头道, 也行, 那带我去看看房间。 他本就是来货悉尼的, 无头鬼一死了就死了, 反正那憨头憨脑的货, 看起来也没什么线索可以挖掘。 但王柔柔和猎鬼局再打下去, 对谁都不好。 至于和护士长一起睡, 因是阴了点, 倒也没什么不行的。 还能假借睡觉的名义, 和护士长促膝长谈, 说不定能挖掘出来更多的信息。 93万民币的退款压力面前, 王柔柔完全忘了承接这几个夜间乱跑的病人, 眼见江炎同意, 拉着他一溜烟往七楼爬去。 眼见静纪006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一直跟在他背后大气都不敢喘的陈海川, 这才缓缓从楼梯阴影中走了出来。 其余三个猎人的目光, 齐齐聚焦在了陈海川身上, 满是审视之色。 陈宇柔大概能猜到自己哥哥的动向, 王家和薛满楼是一整夜没见陈海川, 刚刚那一战, 若有这位惊艳老道的猎人队长在, 会更加游刃有余陈海川笑得比哭都难看, 压低声音说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成功打入禁忌身边的卧底小陈吗? 我已经初步取得了他的信任, 等我们离开秘境, 开始准备封印禁忌006的时候, 我将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听到这话, 三个猎人齐齐沉默了, 在一头恐怖禁忌身边当卧底, 还能取得对方信任。 队长, 你可真牛逼。 薛满楼诚心实意竖起了大拇指, 满脸钦佩之色, 王家看着陈海川, 如同看着一具尸体, 重重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叹息道, 老陈, 辛苦你了。 王家觉得陈海川敢干这事, 英勇就义只是时间的问题, 多么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啊。 可惜了一位队长, 王家眼底闪过了一抹炽热的战役, 一定不能辜负陈海川同志的壮烈牺牲, 必须成功封印禁忌006。 江岩跟着王柔柔, 一路来到了住院楼最高层, 楼梯并未断绝, 而是继续向上延伸, 江岩看了看阴暗的楼道, 猜测是通向天台的路, 他明知顾问道, 我想上去看看。 护士长的脚步一顿, 哭黄的双眼看向江岩, 肃然道, 绝对不可以。 对他的拒绝, 江岩并不意外, 一边继续跟他走向最内侧的护士长休息室, 一边问道, 为什么? 王柔柔沉默片刻, 终于还是在推开休息室双开大门的时候, 回答了江岩的问题。 天台闹鬼, 江岩, 电梯闹鬼, 走廊闹鬼, 天台闹鬼, 你们第三医院就没个好地方了呗。 就在江岩心中吐槽之际, 护士长休息室的窗户外面, 猛然掠过了一个蓝白色的病号服身影, 似是有人跳楼了。 旋即, 楼下传来了一个东的闷响, 听起来是跳楼的人摔死在了楼下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王柔柔指着窗外, 沙哑说道, 看到了, 天台全是这种鬼。 自从那件事发生了之后, 这医院就没太平过, 天天出人命。 都吓得死在了自己家里。 而且这些人死了之后, 阴魂不散, 每天晚上排着队跳楼。 所以, 你千万不要上去, 真的会死。 江岩挑了挑眉, 撩起了休息室的窗帘, 往下看去。 地面上, 一个浑身贪软的诡异, 对江岩招了招手, 咧嘴一笑, 露出了满嘴森森利齿。 江岩看到, 自己玩家面板上有被精神攻击的提示, 一傻而逝, 但自己没有体会到任何异常。 高达250点的智力, 令江岩完全免疫跳楼诡异的精神控制。 一个枯瘦的鬼爪, 呛在了江岩的肩头, 护士长提醒道, 不要看, 不然你也会成为他们的一员。 王柔柔用力一拉, 江岩顺势转身, 离开了窗边。 他记得自己和陈海川下楼的时候, 杀过跳楼的诡异, 看来不止那一个。 你睡那张床? 王柔柔指了指休息室中的一张洁白床铺。 此处名为护士长休息室, 但里面有六张床, 估计也会得其他护士休息使用。 不过现在就只有江岩和王柔柔, 若是一切正常, 当是个美妙而暧昧的夜晚。 可惜了, 江岩将枕头团起来, 靠坐在上面, 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淡问道, 你刚刚说的那件事, 具体是指什么? 听起来, 一切都是在那件事之后, 开始变得诡异而凶残了起来。 斩命灵童的出现, 估计也和那件事脱不了关系。 王柔柔看了一眼江岩背后墙壁上 静止吸烟的标志, 很灵活地无视了江岩手里的烟斗, 说道, 一次医疗事故, 有个三十出头的女人, 据说她背景不太干净, 早年坐过鸡, 后来被大老板包养, 怀孕了, 抛妇产的时候, 死在了手术台上。 江岩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感觉这个悲剧故事稀松平常, 放在医院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她追问道, 然后呢? 王柔柔沉默了片刻, 说道, 她还有个小妹妹, 九岁, 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非说是当时主刀的医生故意害死了她姐姐, 还用她姐姐腹中胎儿, 做什么养鬼的实验, 然后一刀把那医生捅死了。 警察来的时候, 那小妹妹从医院主楼天台, 一跃而下, 摔死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然后, 这医院就开始不对劲了, 江岩手里的就烟斗, 顿在了空中。 九岁小女孩, 斩命灵童, 跳楼而死, 羊鬼实验, 江岩眼前, 又一次闪过了地下太平间, 那血色翅膀标志的合金巨门, 天使基金会, 第97章, 她叫陈眉眉, 各种信息, 杂揉着在江岩脑中接连呈现, 第三医院的真相, 也渐渐揭开了冰山一角, 曾经发生在第三医院中的连环死亡事故, 绝不简单, 表面看来, 事故的起点, 是死在手术台上的姐姐, 和杀人后跳楼的妹妹, 实则真正的起点可能比那早得多, 似乎有一只隐藏的大手在幕后支配着一切, 王柔柔沙哑的声音叹息道, 现在的医患关系, 真是越来越紧张了, 所有手术都有风险, 王大夫也不是故意的, 那小姑娘才九岁啊, 唉,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中闪过一抹无奈和畅往, 仿佛她还是曾经那个第三医院的护士长, 姜岩嘴角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在王柔柔口中, 那杀了人后跳楼的九岁小姑娘, 似乎只是受到了严重刺激而精神失常, 但这只是王柔柔作为一个护士长的角度, 看到的一个侧面罢了, 想要了解事情的全貌, 必须找到斩命灵童, 听听她的视角, 姜岩抽了一口就咽斗, 问道, 你之前说, 熄灯后走廊上会闹鬼, 有小孩子随机出没, 发动攻击, 那小孩子白天会出现吗? 姜岩今夜将第三医院转有了三分之二, 只在电梯里一次遇到了斩命灵童, 其余时间, 这个秘境的真正核心似乎在故意躲避姜岩, 从未显露出行迹, 王柔柔点头说道, 会的, 那孩子白天的时候偶尔会在主楼里出现, 每次出现必定杀人, 姜岩汉手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口问道, 那个死在医疗事故中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护士长想了想, 说道, 她叫陈妹妹, 王家和薛满楼病房里, 失去房间的陈海川和陈宇柔也在, 带回来的公文包里满是混乱柔皱的各种文件和档案, 当时那老语诡异已经走到了极尽的地方, 王家根本没时间看上面的内容, 只是胡人塞进去就跳窗逃走了, 四个猎人坐在同一个病床上, 目光齐齐聚焦向中间散落的文件和档案, 陈海川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档案的右上角, 血色翅膀的标志吸引了过去, 又是天使基金会, 这个名字之前从未进入过陈海川的视野之中, 但在那太平间中, 禁忌006对天使基金会如此在意, 令陈海川不得不将这个名字深深刻在了脑子里, 陈海川伸手将印有天使基金会标志的档案, 从中抽了出来, 实验体编号, 3087, 姓名, 陈美美, 年龄, 32, 姓别, 女, 其后, 则是一份长达13页的实验报告和具体的实验数据, 包括了图片, 文字, 报告中还提及了录音, 录像等实验记录, 不过并不在这份档案之中, 可能留存在其他地方未被王家收集, 但光是档案之中的信息就已经足够耸人听闻, 令人毛骨耸然了, 按照档案中的说法, 这个名叫陈美美的人类女性, 在十年的时间中先后被天使基金会在第三医院的手术室内 将两头不同的诡异植入了她已经怀孕的子宫之中, 天使基金会这么做的目的, 是尝试将陈美美还未生产的胎儿和一头诡异融合起来, 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手术的具体步骤和产生的结果, 四个猎人看得浑身汗毛倒数, 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薛满楼第一个抢笑道, 这,这是秘境里的诡异, 胡乱编造出来吓唬人的吧? 哪有人会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王家和陈宇柔明媒沉默, 一时不语, 的确, 第三医院秘境中的这些诡异, 虽然大体维持了生前的行动诡计, 但处处透着阴森和恐怖, 文件也有可能被扭曲成如此癫狂的样子, 陈海川却是重重吞了口唾沫, 那么, 禁忌006十分关注的天使基金会, 理应也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不是密境内扭曲虚构出来的东西, 当年第三医院的确发生过非常重大的事故, 不然这么大的一座医院, 怎么可能直接被推平, 然后光速在上面修筑了一个中学? 江湖传闻, 学生阳气重, 能镇压邪碎, 所以很多学校都修建在之前的坟地上, 如果我们先假设, 这些东西是真的呢? 陈海川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低声将自己刚刚在医院主楼中所见所闻, 如果都是真的, 那这个天使基金会也太反人类了, 罪该万死啊, 王家深深吸了口气, 越发郑重地将档案, 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低声说道, 按照档案上的记录, 十年之中陈梅梅怀孕了两次, 他们也对陈梅梅进行了两次诡异植入, 试图让诡异和胎儿融合, 第一次失败了, 诡异和胎儿都不知所踪, 但是陈梅梅存活了下来, 开始在南都东躲西藏, 试图隐姓埋名的生活, 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天使基金会的关注之下, 自以为逃脱, 实则一直都是龙中鸟, 十年后的第二次, 还是第三医院那位姓王的医生主持了这个手术, 在陈梅梅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试图将一头诡异和陈梅梅的胎儿融合, 手术又一次失败了, 这一次陈梅梅死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天使基金会真的存在, 王家缓缓抬头, 一字一顿说道, 我们必须把这群畜生全部杀光, 第98章, 真敢闪进来, 天使基金会这个神秘组织在神州潜藏极深, 哪怕是王家这种猎鬼局中身居高位的猎神, 此时也没有掌握相关的信息, 但如果这个组织真的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妄图将人类的胎儿和诡异相结合, 就必然是猎鬼局最大的敌人, 必须将之全部铲除, 哪怕只是看着这份档案上记录的东西, 王家都感觉自己的心底, 有压抑不住的杀意在疯狂翻涌, 太丧心病狂了, 这份档案最好是秘境之中扭曲出来的不真实的东西, 四个猎人冷静片刻之后, 又翻看了一下其他的档案, 发现里面还有其他被标记为实验体的病人, 还有几分类似的实验记录, 不过内容都不如陈妹妹这一份多那几个实验体, 似乎在实验刚刚开始不久, 就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了, 被草草归荡封存, 而这些实验体的手术, 乌不是在第三医院某位姓王的医生主刀之下完成的, 死亡也都被第三医院以正常流程归入了正常死亡案例之中, 几乎没有在南都掀起半点波浪, 唯独到了陈妹妹时隔十年的第二次手术之时, 出了大问题, 看完了这些档案和文件, 王家眯着眼睛低声说道, 逻辑自洽了, 搞不好就是真的, 等我们出去, 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天使基金会, 而今诡异已经降临, 世界已经千疮百孔, 不能让他们再继续躲在角落里, 胡作非为下去了, 不过眼下这事, 老陈你觉得我们后续如何处理? 陈海川沉音片刻, 说道, 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拿给禁忌006, 你们觉得如何? 此言一出, 剩下三个猎人, 瞳孔齐齐一缩, 如果陈海川刚刚所言非虚, 那恐怖的禁忌006, 明显对天使基金会抱有相当的敌意,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 如果和禁忌006共享了这个信息, 很可能免去猎鬼局的很多麻烦, 毕竟, 现在还存活的六个猎人, 加起来的战斗力, 恐怕也比不上禁忌006的一根手指头, 陈思片刻后, 王家缓缓点头, 吐出一口浊气, 竖起大拇指说道, 老陈, 我真的佩服你, 这种刀尖跳舞的勇气, 不愧是你, 如果你有把握, 就按照你说的办, 但是, 我希望, 王家用力握住了陈海川的肩膀, 眼中有一抹泪光一闪而逝, 陈声道, 一切以你自己的安全为重, 你如果, 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都会, 很痛心的, 陈宇柔黯然低头, 英秀的脸上满是落寞, 陈海川沈然一笑, 只是摇头, 将资料全部收进了公文包中, 护士长休息室中, 江炎靠在床上, 刚刚闭上眼睛, 准备假妹度过今夜, 以她的属性, 睡眠已经不是必选项了, 明天白天, 这第三医院, 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江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在她以为, 从窗户缝隙里钻了进来, 跳进了江炎的耳洞里, 低沉的声音, 向江炎传递了一个, 令她十分意外的信息, 就在刚刚, 一个穿着蓝白病号服的人类, 进入了第三医院主楼的地下太平间中, 此人的到来, 自然触动了散落在太平间中的细微蛛丝, 但藏匿阴暗角落中的人面鬼珠, 却并没有被发现, 此人手持一个强光手电, 在太平间中游逛了一圈, 重点看了一下, 被江炎撕碎的厚重合金大门, 那时候, 这人的面色明显变了, 不过看到这大门后面是光秃秃的水泥, 什么都没有, 此人的面色又渐渐缓和了下来, 看过一圈之后, 此人身上细微的光芒一闪, 凭空消失在了太平间中, 就像他出现时候一样突兀, 听着人面鬼珠的描述, 江炎的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听起来像是闪烁天赋, 因为第三条规则词条的限制, 人类玩家在秘境之中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但天赋并不在限制范围, 有些天赋是需要主动启动的, 依旧能够奏效, 比如三层那个狙击枪猎人的透视天赋, 按照江炎上辈子的经验, 闪烁天赋和复生, 隐身, 透视一样, 也是个比较常见的烂大街天赋, 对某些敏捷路线的玩家而言, 有比较强的实战意义, 不过, 要是单论生存能力而言, 其实闪烁天赋的玩家是最容易苟住的, 关键时刻只要能穿越障碍物闪烁出去, 往往就能在视觉和空间隔断的双重作用下逃出生天, 其灵活和实用在江炎看来比复生天赋好用得多, 不过, 闪烁天赋也是常见天赋里最容易自杀的天赋, 如果闪烁的方向是向下, 而下方是地面的话, 这个玩家就会出现在泥土深处将自己活埋起来,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在墙壁, 柱子上, 因为每次闪烁的距离都有一定的偏差, 崖壁这样广阔固体之中闪烁就会造成自杀的局面, 所以闪烁天赋的拥有者在闪烁之前至少要对预定落点有一定的认知才会动用这个天赋, 比如看到一面墙确定后面有一个房间的时候, 这个人闪烁进来之前就知道这里有一个深藏的太平间, 否则他怎么敢的, 江炎眼中寒光闪烁, 自语道, 富有保健医院本身死亡率就低于综合医院不太需要特赦的太平间, 那太平间也明显不属于第三医院的正常建筑结构, 是天使基金会的底盘, 既然如此, 他敢直接闪烁进来只有一个可能了, 他就是天使基金会的人, 这个秘境开始慢慢变得有趣起来了, 江炎缓缓从床上坐起了身,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推开了护士长休息室的大门, 第99章被大佬用钱羞辱, 眼见江炎推门躺在另一张床上的护士长王柔柔顿时一惊, 装了弹簧一般从床上叹了起来, 大声说道, 你干什么? 熄灯后离开病房的都要, 死字还没出口, 迎面一叠金灿灿的铭币, 砰的一声砸在了护士长王柔柔脸上, 你就装作没看到, 江炎弹幕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王柔柔被砸得一愣, 下意识接住这一叠铭币, 踩着高跟鞋快步追了出去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赶快回来, 砰, 又是一叠铭币, 迎面砸在了王柔柔脸上,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这样直直砸脸, 也太羞辱鬼了, 他一把钻紧手里的铭币, 登登登追到了江炎面前, 大声说道, 你再这样, 我要生气了, 话音未落, 又是一叠金色铭币, 拍到了王柔柔脸上, 江炎平静的声音从铭币后面传出, 让你装作没看见, 就这么难吗? 提醒你一下, 我可是尊贵的包月住户, 现在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只能和你住在一起, 已经很受委屈了, 你要是闭不上这双眼睛, 就给我退款吧, 我连夜离开第三医院, 王柔柔双手捧着三叠金色铭币,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 前前后后已经是九十六万铭币来, 被大佬用钱羞辱的感觉, 真的, 太无助了, 王柔柔用力闭起了眼睛, 低头小步小步挪回了自己休息室里, 聂如说道, 那, 那你记得早点回来, 与气活四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江炎竟然从王柔柔的神色中, 看到了两分屈辱之色, 心中暗笑道, 还算识相, 刚刚如果王柔柔还继续纠, 江炎说不定会把这个护士长直接吊在房顶上了, 既然课了金, 那就要拥有课金的待遇, 如果阁下不尊重金钱, 那在下也略懂两分暴力, 江炎顺着楼道, 溜溜达达去了住院楼三层, 走廊一片忧虑光芒, 死寂一片, 江炎一间间病房检查过去, 利用刚刚太平间中的人面鬼珠, 寻找之前闪烁进入太平间的那个人类玩家, 王家和薛满楼房间之中, 陈氏兄妹一张床, 猎神和萌星一张床, 但今夜这四个猎人注定只能假妹, 难以真正入眠, 第三医院未免太过阴邪, 还有个恐怖道的骨子里的天使基金会藏于暗处, 这谁睡得着啊, 就在陈宇柔睁着眼睛, 凝望天花板的时候, 不远处的病房玻璃窗外, 缓缓走来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停在了那里, 陈宇柔的一颗心, 骤然提了起来, 又有诡异来袭扰了吗? 这第三医院的夜晚, 果然不会片刻安宁吗? 扭头一看, 病房外, 是一顶熟悉的怪帽子, 头下的阴影将半张脸牢牢遮住, 哪里是什么诡异, 分明是最恐怖的那头禁忌006啊, 陈宇柔吓得打了个哆嗦, 一把紧紧攥住了陈海川的胳膊, 陈海川假妹的双眼骤然睁开, 顺着陈宇柔的目光看去, 看到门外的禁忌006, 陈海川也同样打了个哆嗦, 心中万分忐忑, 是来找自己的吗? 这头禁忌, 真是半点不守着第三医院的狗屎规矩啊, 陈海川弹尸而起, 公公静静道, 老板, 找我有什么吩咐? 话音未落, 病房里的四个猎人, 就看到门外的禁忌006摆了白手, 缓步走到了下一个病房门前, 四个猎人面面相去, 眼中均是浓浓的惊忌, 陈海川吞了口唾沫, 聂祖走到了门后, 侧眼窥探门外禁忌006的动向, 他自诩已经成了禁忌006的狗腿子, 卧底身份曝光之前, 被杀死的几率比所有人都低些, 自然只能看来看, 走廊里, 江炎走到了下一个病房前, 探头往里一看, 圆面鬼珠的声音在江炎耳中响起, 老板, 刚刚闪烁进入太平间的就是他, 江炎缓缓抽了一口烟斗, 嘴角露出一抹击翘的笑容, 此时, 病房中那个穿着病号服的青年男子, 同样注意到了门外的黑影, 悚然一惊抬头看了过去, 四目相对, 星红震暴, 发动, 哄, 男子瞬间感觉自己的思绪之中传来了一声轰鸣, 李智被瞬间击碎, 思维已经无法流动, 满脑子只有眼前这双星红色的恐怖双眼, 这是自己此生见过的最恐怖的存在, 自己必须杀了他, 立刻, 马上, 就现在, 啊, 他喉中发出了一声怒吼, 反手抽出一把匕首, 身上微弱的光芒一闪, 已然消失在了原地, 天赋, 闪烁, 消失的男子瞬间出现在了江炎身后, 狠狠一刀捅向了江炎的后腰, 刚刚惊鸿一瞥间, 江炎认出了此人手中的匕首, 乃是系统商城出产的一把匕首, 售价在四千名币左右, 除了基础攻击力加成之外, 还带着破甲和暴击属性, 堪称无数敏捷路线玩家前期的梦中情笔, 这人能在这个时候, 将这把匕首买出来, 堪称顶尖玩家之一了, 就算面对猎鬼局的猎人, 恐怕都有一战之力, 虽然多半会被陈海川这种老练的猎人打到惨死, 但也算能扑腾好几下了, 不过, 面对江炎这种超级大变态级别的硬抄机, 还是太过雷若了, 蹭, 一刀刺在了江炎身上, 负一, 那人身上冒出了一个大大的, 四百, 既然是个敏捷路线闪烁天赋的家伙, 攻速自然是极快的, 立刻又出了第二刀, 负一, 负四百, 第三刀紧接着落下, 江炎转身一闪, 躲开了这一刀, 这祸只剩下一个血皮子了, 这一刀若是落在实处, 江炎可就只能得到一具尸体了, 江炎抬起戴着蛛丝手套的左手, 掌心之中猛然喷出了一张灰白色的厚重猪网, 猪网正中心竟然有一张编织而成的诡异人脸, 在幽绿走廊中似乎露出了一抹诡诀的笑容, 令人头皮发麻, 技能, 人面猪网, 等级四, 喷出一张猪网, 若命中敌人造成24%减速, 持续15秒, 消耗, 二百点魔法值, 这是人面鬼猪的主动技能, 这段时间在江炎的培养下, 已经点到了四级, 各项数据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猪网的各个节点之上, 都有细小的人面鬼猪, 在其中藏匿, 第100章, 你不是人猪网落在此人身上的瞬间, 立刻将这人整个包裹了起来, 粘腻而厚重的灰白色猪网, 如同一个大毛毯, 粘在此人身上, 下半部分则如同涂了胶水一般, 粘在了地上, 他原本灵巧的动作, 立刻变得制色了许多, 下一刻, 附着在灰白色猪网上的小蜘蛛, 齐齐动了起来, 一道道灰白色的猪丝, 以极快的速度, 从小蜘蛛腹部喷出, 在后腿的编织之下, 快速将此人变成一个猪丝简, 但是这些小蜘蛛, 并未顺带攻击此人, 只是为了用蛛丝将其牢牢控制住, 啊,啊, 星红震报的效果已经结束, 此人惊恐至极的尖叫声, 从蛛丝简中传出, 在幽绿色的走廊之中, 来回激荡, 不要啊, 不要啊, 救命, 救命啊, 你不是人吗, 你杀我干什么, 我们, 我们是一边的呀, 隔壁病房里, 陈海川站在前面, 其余三个猎人藏在他背后, 探头探脑, 看着外面的动静, 将幼菜又爱看这五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 咕咚, 不知是谁吞了口唾沫, 可怜这小傻瓜, 还以为一路同行抵达第三医院的禁忌006是个人, 他的确像人, 但他哪里是人, 他分明就是一头恐怖至极, 阴冷无情, 杀人不眨眼的禁忌啊, 可惜, 这种关键的信息, 猎鬼局是不可能逢人便说的, 否则混迹人群失败的禁忌006, 不可能再容忍他们的存在了, 只能让这些普通玩家, 在这个恐怖的误会中自求多福吧, 你们刚刚看到了吧, 王家小声说道, 他的手心会喷猪网, 禁忌006, 绝对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 浑身上下每一寸都是无数人面鬼珠聚合而成的, 他的本相一定是诡异恶心到了极点, 以至于他一头禁忌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本相, 所以才一直呈现出人类的模样, 其余三个猎人, 额尖全是冷汗, 轻轻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再也不怀疑王家的推断了, 猎神的经验的确丰富, 一眼就看破了本质, 但看破也没用,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走廊上, 江炎一把拉起此人蛛丝茧外的一大树蛛丝, 将不断挣扎如动的灰白色蛛丝茧, 拖着往七楼折返而去, 蛛丝茧之中那人依旧在徒劳挣扎着, 凄厉的吼叫在住院楼中滚滚回荡, 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 我出两千名币, 说到做到, 这个人疯了, 我们人类阵营中出了一个叛徒, 快来和我一起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 凄厉的声音渐行渐远, 整个住院楼都死寂一片, 没有半个行侠仗义的, 房间中的四个猎人目光追随禁忌006, 和那个不断如动挣扎的人行猪丝简, 一步步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薛满楼重重吞了口唾沫, 低声说道, 等一下, 禁忌006刚刚到底为什么杀人, 禁忌不都应该有击杀规则的吗? 其余三名猎人, 对啊, 他到底为什么突然溜达下来, 把隔壁那个倒霉蛋嘎了, 夜里突然来了兴致, 陈宇柔吞吐吐吐说道, 随即挑选一个倒霉蛋, 杀来助助兴, 该不会他在车上说的话, 真没骗我吧, 陈宇柔声音轻轻颤抖, 如气如素, 禁忌006的击杀规则, 真的是自己乐意就能随便杀, 太恐怖了, 这种不守规则的禁忌, 实在太恐怖了, 王家重重拍了一下陈海川的肩膀, 心有余悸道, 刚刚幸好有你, 不然, 我们说不定就被禁忌006挑选为倒霉蛋了, 听到这话, 陈宇柔和薛满楼又不禁打了个哆嗦, 有道理, 今晚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江炎托死狗一样, 托着人形猪丝剪, 溜溜达达回到了七层的护士长休息室中, 王柔柔坐在洁白的病床上, 满是幽怨之色的枯黄双眼, 死死盯着江炎和他手里的蛛丝剪, 大半夜不光出去了, 还抓了个病号回来, 抓就抓吧, 还非要拖来我面前, 有钱真的能为所欲为吗? 碰, 江炎关上大门, 躲藏在蛛丝剪中的细小人面鬼珠, 将蛛丝剪上的蛛丝快速咬断, 蛛丝剪一层层崩解, 很快那穿着病号服的青年男子, 就挣扎着从里面爬了出来, 看到眼前这个陌生的房间, 以及江炎和护士长王柔柔, 那青年男人满面惊恐之色, 四肢并用在地上连连滑退, 靠在墙上才找到了一点点安全感, 颤声问道,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护士长, 他夜里不光在住院楼里乱逛, 他还打我, 他违反了您的规则, 您快杀了他啊, 男子用渴求的目光看向王柔柔, 刚刚在病房前的片刻交手, 虽然他处于被星红阵暴控制的状态, 但依旧清晰记得发生了什么, 自己连打三刀都是一, 反而每一次都会被那恐怖的男人 反伤四百点生命值, 这货简直太离谱了, 他真的是人吗? 就在男人心尖尖振战之际, 就听那靠坐在白色病床上的江炎, 淡淡说道, 给我倒杯茶, 男人一愣, 眼中满是恶然, 他在命令谁? 我妈, 妈的, 把我绑架过来, 还要我给他倒茶, 他有病吧, 把我当什么了? 抖Emma, 誓死不从, 下一刻, 男人就听到一旁的王柔柔, 幽怨应了一声, 好, 王柔柔走到一个矮柜旁边, 给江炎泡了一杯茶, 攻攻进进端, 到了江炎面前, 江炎接过茶杯, 不咸不淡, 嗡了一声, 那男人看得目瞪口呆, 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不是, 我踏马刚刚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凶残至极的护士长, 竟然会像个奴隶一样, 给这家伙服务? 哄, 男子感觉, 自己脑中如遭雷击, 亏自己刚刚还想让护士长杀了那家伙, 等一下, 你, 你不是男子抬起颤颤巍巍的手指, 面色惨白一片, 指着江炎, 悚然喊道, 你, 也是诡异, 第101章, 给自己选个舒服的死法, 面前这家伙, 实力如此恐怖, 还能掌控护士长, 男子无论如何, 都无法将面前这浑身黑气缭绕的家伙, 和人类这两个字对应起来, 绝对不是人类, 而是混在人类群中的诡异, 说不定是第三医院的院长, 江炎抽了一口就烟斗, 缓缓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不置可否道,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定了定神, 低声说道, 我叫白田, 你把我绑来, 有什么吩咐吗, 我很乐意为你笑了, 江炎又问出了一个令白田身躯矩阵的问题, 你在天使基金会里, 是什么职位, 白田缓缓抬头, 目露震惊之色, 看着靠坐在白色病床上的黑色身影, 重重吞了口唾沫, 他是怎么知道天使基金会的, 他还知道什么, 什么, 基金会, 我没听说过, 白田的声音中藏着两分微不可查的颤抖, 江炎淡淡一笑, 打了个响指, 散落在白田周围的人面鬼珠, 瞬间一拥而上, 将白田包裹成了一个蜘蛛团子, 虽然都没有发动攻击, 却已经有蜘蛛钻进了白田的耳朵, 鼻孔, 甚至是眼睛之中, 这种蜘蛛放肆爬行的感觉, 令白田不由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 天使基金会里, 是什么职位, 白田打着哆嗦, 忙不迭说道, 我是T3级别的职位, 别杀我, 我什么都告诉你, 江炎缓缓点头, 此时的天使基金会还处于隐秘状态之中, 但随着诡异降临的进程推进, 这个基金会似乎发现了什么端倪, 渐渐浮出了水面, 不再深深藏匿自己的存在, T3级别在天使基金会中并不高, 如果江炎没记错的话, 难斗的天使基金会最高级别是T7, 上辈子那个抢了自己紫色宝箱, 还一枪抱了自己头的天使小队队长, 是T6级别, 但T3级别已经不算是小喽啰了, 堪称精英成员, 天使基金会这次进来几个人, 江炎继续追问, 与此同时, 白田身上不断爬行的小蜘蛛, 缓缓退了下去, 白田吞了口唾沫, 心有余悸回答道, 救我一个, 目的是什么? 江炎再问, 白田迟疑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让我调查一下, 这个秘境里第三医院的具体情况, 以及第三医院主楼地下的情况, 基金会的高层之前, 似乎在第三医院有项目, 但是据说出了些什么问题, 后来第三医院消失在了南斗地图上, 不复存在。 这次第三医院的秘境突然开启, 南斗的基金会领导, 很好奇里面的情况, 江炎微微汗手, 他没完全相信, 不过这个说法符合逻辑, 可信度也算高, 告诉我, 天使基金会在南斗你知道的所有据点, 听到这话, 白田周身矩震, 他又肩肢上凝丽的黑鸭, 张嘴发出了一声桑中般的诅咒, 是, 义, 白田原本就岌岌可畏的血条, 在诅咒, 义的作用下, 再次开始缩减, 而刚刚消退下去的小蜘蛛, 也再一次爬满了白田周身, 江炎淡然说道, 你应该知道, 自己死定了, 区别只是, 你想死得痛快一些, 还是死得无比痛苦, 给我三个据点, 我就让你直接死, 如若不然, 你就眼睁睁, 一点点看着自己, 被蜘蛛啃成白骨吧, 一只小蜘蛛张口, 从白田耳垂上咬掉了一块肉, 白田打了得哆嗦, 几乎哭出声来, 就在越来越多的小蜘蛛, 开始噓咬白田血肉的时候, 白田终于撑不住了, 崩溃着吐出了三个地点, 江炎缓缓点头, 肩膀上的黑鸭, 发出了不祥的诅咒, 死, 念, 动, 白田一头栽倒在护士长休息室的地板上, 死了, 江炎摆了白手, 说道, 把他拖出去, 王柔柔一脸哀怨, 拖起了白田的尸体, 一边往外走, 一边偷偷吃了两口, 枯瘦的身体再次恢复了两分论则, 这三个天使基金会的据点, 算是今夜的额外收获了, 有了这些, 江炎离开秘境之后, 随时都能去找天使基金会的麻烦, 一夜无话, 江炎在护士长的休息室里待了一整夜, 直到天色开始放亮, 王柔柔一个个病房敲门, 让所有的病后都在住院楼下列队整齐, 这之中有昨日刚刚住进来的人类, 也有看似已经住了很久的诡异, 混杂在队列之中向第三医院的主楼走去, 看样子, 要在主楼之中进行诊治的流程了, 江炎正混在队伍之中前进, 忽然感觉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凑到了自己身旁, 侧眼一看, 正是自己的心境跟班陈海川, 对这家伙昨天晚上的表现, 江炎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战斗力并不强, 而且看起来不太勇敢的样子, 但不论是智力还是能够提供的信息, 都比自己的其他跟班墙上不止一筹, 江炎的团队中, 也的确用得上这样一号人物, 陈海川看了看四周, 发现没有人留意自己, 直接拿出了那个公文包递给了江炎, 低声说道, 老板, 我有一些新的发现, 汇报给您看看, 里面可能有您很感兴趣的东西, 和禁忌006共享天使基金会的档案, 是昨夜四个猎人的共同决断, 江炎随手接过, 本来没抱有太大希望, 但当他仔细跃览的时候, 脚步却是不由顿住了这些资料, 绝不简单, 其中透露出的信息, 更是解决了江炎的很多谜团, 各种信息在江炎脑中拼凑了起来, 第三医院显露在他面前的冰山一角, 越来越大了, 果然, 王柔柔的一面之词, 不足为信, 那陈美美死在手术台上, 根本不是手术风险这四个字就能解释的, 那已经是天使基金会, 第二次在陈美美身上, 做丧心病狂的实验了, 第102章, 地狱级生存难度, 快速将这份资料翻看完毕, 江炎抬眼看了看陈海川,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做得很好, 给你的奖金, 江炎随手将一叠厚厚的金色铭币 拍进了陈海川怀里, 陈海川下意识用手接过这一万铭币, 满面恶然之色, 不是, 这就发了一万奖金, 猎鬼局发年终奖, 都没你这么多啊, 这一刻, 陈海川对自己吃里扒外的行为 产生了两分愧疚, 这个老板真的太好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封印他了, 江炎则是丝毫没有留意陈海川的异常神色, 跟着大部队走进了医院主楼里, 第三医院的主楼, 白天和夜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夜间幽蓝色的灯光熄灭, 虽然只有外面透露的阳光照不透医院的深处和角落, 但总归不似夜里那么阴尖了, 护士长王柔柔站在主楼大厅, 开始分配病号, 小儿麻痹, 去二楼找刘主任, 宫颈弥烂, 去三楼找薛医生, 你, 巨人症, 王柔柔看着王家递来的挂号单, 沉默了片刻, 说道, 你先等等, 王柔柔跳过了王家这个刺头, 往后开始安排病号去找对应的大夫, 被安排了的诡异面色坦然, 但被安排了的人类, 一个个都面色悚然, 额尖冒汗, 很明显, 待会儿要去看的大夫, 全是诡异, 虽然是大白天, 但要和诡异的医生共处一室, 让诡异医生给自己看病, 那到底是看病还是验尸啊, 竖着进去, 随着出来是吧, 这些人类怕归怕, 现在也只能随机应变了, 大厅里满满的都是诡异, 哪怕是猎鬼局剩下的六个猎人抱团, 在这种诡异阵容面前, 都毫无生还的可能性, 更别提普通玩家了, 王柔柔一路安排到了队伍末尾的江岩面前, 看着挂号单, 怀了一肚子人面鬼猪, 还没等王柔柔做出安排, 江岩就开口说道, 我要找王红王大夫, 这个王红大夫, 就是连着给陈妹妹上了两次手术的大夫, 如果不出所料, 她就是天使基金会埋在第三医院的重要人手之一, 被江岩打了个先手, 王柔柔愣了一下, 陷入了沉默之中, 整个大厅真落可闻, 所有人类玩家的目光, 不可置信地看向江岩, 不是, 哥马, 你还提上要求了, 你不怕被护士长一口咬掉脑子吗? 除了猎鬼局的人之外, 剩下的人类玩家, 昨晚基本都是缩在病床上荡鸵鸟的, 对江岩昨夜干的那么多事情都没什么觉知, 此时越发用看死人的目光, 看着江岩江岩都不正眼看面前低头沉默的王柔柔, 只是小口抽着就咽斗, 王柔柔迟一片刻压低声音, 聂如说道, 王红主任, 现在受伤休假了, 江岩了然, 那一次斩命灵童的九岁小女孩, 在第三医院跳楼之前, 一刀捅死了王红, 但这里可是个诡异的秘境, 看来这个时间线里, 王红死后转化成了诡异, 依旧存在, 既然如此, 自己更要找他接生了, 一万条侧面的证据都没有当事人一句话更能实证, 我是尊贵的包月用户, 我叫他, 江岩口鼻之间青涩烟气缭绕, 低沉的声音极有压迫感, 王柔柔哭受的身躯颤了颤, 似是左右为难, 片刻后艰难点了点头, 说道, 我给你想想办法, 周围的人类齐齐大跌眼镜, 不是, 我怎么从这个凶残暴虐的护士长身上, 看出了委屈和胆怯的情绪, 你能不能拿出来, 你痴人诡异的威严阿外, 猎鬼局六人对视一眼, 齐齐点了一下头, 果然, 禁忌006对护士长这种诡异, 产生了上位者的明显压制, 王家低声嘟囔道, 看来经过昨夜之后, 护士长已经彻底变成禁忌006的形状了呢, 真是个恐怖的禁忌存在, 护士长一挥手, 一队穿着护士服的诡异, 缓缓从旁边走了出来, 一个比一个吓人, 这些诡异的护士分别领着病号, 分散向主楼各个诊室, 而后王柔柔一指王家和薛满楼, 说道, 你们三个, 跟我一起上七楼, 去找王洪主任, 王家, 我踏马能不能不和禁忌006一起看病, 我居然正突然好了可以吗? 薛满楼, 跟着禁忌006, 护士长一起上楼长大的一切的始作俑者王洪, 搞不好还要面对天使基金会这个藏匿暗处的可怕组织, 依照陈海川昨夜分享的信息, 禁忌006专门挑选了王洪, 恐怕不是过去看看那么简单吧, 这两边要是打起来了, 王家和薛满楼脑中幻想了一下那个场景, 琪琪在心中哀嚎, 地狱急得存活难度, 救命啊, 蒋言丝毫不以为意, 跟在王柔柔背后, 王家和薛满楼对视一眼, 均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和绝望, 现在跑可能已经太晚了, 随机应变, 王家沉声说罢, 台步跟了上去, 薛满楼擦了一把冷汗, 满脸煞白, 一步一驱走在王家背后, 主楼一样有电梯, 但王柔柔也不坐电梯, 顺着楼梯向七楼爬去, 楼层越往上, 诡异就越是稀少, 到了第七层, 除了几个诡异的护士之外, 已经看不到什么存在了, 没开灯的走廊即便是在白天, 依旧阴惨惨惨的, 又不知道从何而来的阴风, 从背后吹到耳畔, 王家和薛满楼起起打了个哆嗦王柔柔的高跟鞋声音, 在走廊之中回荡, 听的人毛骨悚然, 护士长停在了一个诊室前, 门旁的名牌上写着主任医师王红的字样, 框框框, 王柔柔轻轻敲了两下门, 无人回应, 他又敲了两下, 过了许久, 诊室的猫眼按了一下, 似乎有一只眼睛在猫眼后注视门外, 但还是无人应答, 王柔柔客气说道, 王红主任有两个病人, 其他大夫都拿捏不好, 只能来麻烦一下您,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您见谅, 一个阴沉的声音从诊室里传出, 什么病, 王柔柔说道, 一个巨人症, 一个怀了人面鬼珠, 诊室里沉默了片刻, 又问道, 两个病人, 那怎么除了你, 还有四个人, 姜妍愣了一下, 几个人, 第103章, 诡异的王主任, 除了护士长之外, 应该只有自己, 王家, 薛满楼三个人才对, 诊室里面那诡异, 怎么说, 外面还有四个人, 王家和薛满楼额间的冷汗, 一下就涌了出来, 多一个人, 比少一个人, 更恐怖, 又有一阵阴风从后面吹过, 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那风里, 好像藏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似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薛满楼后面, 又跟了个东西, 前有狼后有虎, 被做成夹心饼干了, 他俩的身子都僵了, 根本不敢回头去看, 妈的, 好恐怖, 江炎却是不惯着, 扭头就往后面看了过去, 只见薛满楼后面, 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穿着破烂白裙的女人, 这女人双脚悬空, 身体拱起, 满头乱发披萨下, 遮住面颊, 腹部高高隆起, 宛若十月怀胎, 紫黑色的血迹, 顺着他赤裸的惨白双腿, 静静在皮肤上流淌, 好音的一头诡异, 江炎旋即看到了 自己玩家面板上的铭币入账, 铭币加5578, 铭币加874, 好家伙, 两个诡异, 江炎目光在这女诡异 高高隆起的肚子上瞥了一眼, 心中暗道, 肚子里还有一个, 子母双鬼, 不愧是妇幼医院, 这个诡异非常契合主题, 当妈的血, 还挺厚啊, 这诡异要是放外面, 高低的是个大杀四方的恐怖存在, 不过眼下这情况, 江炎可不乐意这鬼东西出来搅局, 诡室里的王红主任明显十分警惕, 凭空多出来个人, 他不开门可怎么办, 硬拆嘛, 也不是完全不行, 不过是下策, 毕竟杀鬼亦不是重点, 找斩命灵童和天使基金会的线索, 才是真正要做的, 江炎直接走到了子母鬼面前, 冷声说道, 走错了姐妈, 低垂的头抬起半分, 一双怨毒的目光从披散的乱发之下露出, 恶狠狠看着江炎, 阴冷说道, 快让他滚, 我休假, 不接待任何病人, 听着语气, 似乎认出了这个怨毒的子母诡异, 江炎挑眉, 想到了什么, 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让护士长看看有没有你的病例, 眼前这要是过来报仇的陈眉眉, 可就不能随便动他了, 那怨毒女鬼阴森森说道, 我叫白彩云, 江炎想了想, 一细记得自己之前在那谍文件里, 看到过白彩云的档案, 她也是天使基金会的实验体之一, 和陈眉眉不同的是, 白彩云死得很快, 关于她的记录非常短暂, 经手的主刀医生, 同样也是王红主任, 死在王红手里, 而今化身诡异来找王红复仇, 倒也合情合理, 江炎呕了一声, 点头说道, 那就好, 既然不是陈眉眉, 那就只是个普通的诡异, 江炎左手探出, 握住了白彩云的肩膀, 凑到她耳畔, 低声说道, 你的仇, 我替你报了, 但你要先死一下, 哄, 灰白色的蛛丝手套中, 骤然涌出了海巢般的人面鬼珠, 转眼之间, 白彩云就变成了一个孕妇形状的蛛丝剪, 被悬掉在了第七层的走廊房顶上, 王家和薛满楼侧眼看着身后这一幕,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刚刚那孕妇诡异, 显然不是个善茬, 可在禁忌006面前, 屁也不是, 半个回合就被拿下了, 走廊里, 一片死寂, 王柔柔沉默片刻, 对诊室里说道, 主任, 那副诊的走了, 王家和薛满楼起起吞了口唾沫, 可不是走了吗, 走得很安详, 诊室里的王红主任又问道, 两个病人, 三个人, 也不对啊, 王柔柔解释了一下王家和薛满楼的父子关系, 王家气得攥紧了拳头, 面色也红了起来, 虽然很害怕, 但真的好气, 出去一定要好好打薛满楼这臭小子一顿啊, 诊室里的王红沉默片刻, 缓缓将门拉开了一条小缝, 说道, 进来吧, 王柔柔率先闪了进去, 江炎, 王家和薛满楼紧随其后, 诊室里窗帘紧闭, 光线昏暗至极, 桌上燃着一点烛光, 但照射在墙壁上竟然反射出金黄的光芒, 江炎心中一动, 这诊室的房间墙壁上竟然贴着一层薄薄的金色墙纸,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墙纸是纯金的, 江炎抬头, 发现天花板也贴满了纯金墙纸, 地砖也是金色的, 似乎上面以特殊手段镀了一层金, 就连牢牢遮掩窗户的窗帘都是金色的, 以特制金线编织, 看了一圈下来, 竟然一条缝隙都没有, 整个诊室被黄金完全包裹起来, 黄金是能困锁诡异的, 不过大量黄金很难弄到, 尤其是诡异降临之后的现在, 系统商城之中也没有黄金制品出售, 仅有少量的白银制品, 其中以银制子弹为主, 如此一间黄金包裹的诊室, 只要关了门, 外面的诡异就很难进来, 当然, 因为这里黄金太薄的缘故, 还是无法保证百分百的安全, 倘若能做到双层至少五厘厚的黄金, 中间加层合金钢板, 则能保证万无一失, 不过那造价也太离谱了, 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这王红虽然是天使基金会的成员, 看样子职位不低, 但拥有的财富也就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证明天使基金会五十多年前, 就已经知道了黄金能阻隔诡异, 并且付诸了实践, 这份底蕴, 就算和猎鬼局相比, 怕是也不遑多让了, 关门, 站在整室桌前的一头白大挂诡异, 阴沉开口, 江炎这才看向传说中的王红主任医师, 这是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 面色惨白, 双目赤红, 他胸腹之间有三道贯穿的刀伤, 每一道伤口之中都在鼓鼓留下紫黑色的血液, 而在眉心之间也有一道一模一样的刀伤, 直接刺穿了整个颅骨贯穿到后脑勺, 这伤口, 江炎心中一惊, 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就算手持神兵力气, 也不可能一刀罢成年男人的颅骨整个捅穿吧, 第104章, 误入满级大佬战场, 就算是专业的杀手, 也就在发狂的时候才能一刀捅出如此可怕的灌颅伤口, 这绝不是个正常的九岁女孩能做出来的事情, 按照江炎现在的推测, 那个童死了王红的九岁小女孩, 很可能就是斩命灵童, 但是眼下看来, 这斩命灵童不是在杀死王红, 自己跳楼之后才变成了可怕的诡异, 而是早在那之前就已经不正常了, 江炎脑中快速闪过了一个时间上的巧合, 斩命灵童九岁, 陈妹妹十年之间上过两次手术台生产, 如此说来, 这斩命灵童可能不是陈妹妹的小妹, 而是陈妹妹第一次活着离开手术台的时候, 生下来的那个孩子, 那个在王红主持下和诡异进行了融合的孩子,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明币加7746, 王红主任挺厉害啊, 吃呀, 王柔柔轻轻关上了王红诊室的门, 被黄金包裹的空间之中, 只剩下了烛火轻轻摇曳, 王红坐在椅子上带起听诊器, 另一手竟然从办公桌里抽出了一把手术刀, 对王家阴侧侧笑道, 巨人症, 倒是很有意思, 来, 坐下, 王红指了只眼前的一个矮凳, 王家额尖, 冷汗直冒, 不是, 巨人症应该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你踏马拿听诊器和手术刀, 这对吗, 你要不直接把听诊器换成个叉子, 在我身上开饭得了,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握着风鬼桃木剑剑柄, 十分谨慎地坐在了王红面前, 王红手中听诊器缓缓探出, 从后面凑到了王家脖梗之间, 深深嗅了一口, 站在王家旁边的薛满楼, 身体已经明显颤抖了起来, 不着痕迹抽出了自己的手枪, 王柔柔哭黄的双眼之中, 浮起一抹心红的凝丽之色, 阴森道, 的确有股人味, 主任不说的话, 我还没闻出来, 说, 你是人还是鬼? 王柔柔猙獰的鬼爪, 搭在了王家肩膀上, 王家和薛满楼额间, 不知觉灌满了冷汗, 坏了, 要打起来了, 被诡异发现了人类身份, 注定无法善了, 王红黑黑音笑道, 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他的手术刀, 直接向王家的脖子切根去, 王家眼神一凝, 沉喝道, 动手, 这一刻, 王家也管不了恐怖的禁忌, 006救站在自己身后了, 战斗, 或者死, 风鬼陶木剑出鞘, 绽放七彩灰光, 当头向王红披斩而去, 王红阴森的笑声, 在昏暗的诊室之中回荡, 化作一道寒光, 骤然切向王家的胸膛, 角度刁钻, 仿佛要直接将王家开膛破洞, 王家眼中, 一片沉静, 越到战斗, 越是冷静, 忘我, 这是多年猎人经验, 养成的战斗意志, 风鬼陶木剑凭空转向, 抢在王红手术刀切中前的刹那, 斩在了王红臂弯之上, 擦, 一声闷响, 黑血飙出, 王红的胳膊被风鬼陶木剑 展开了一道深可见顾的伤口, -557, -247, 两个伤害数字从王红身上飘了出来, 而他的身体也因为风鬼陶木剑 震慑诡异的能力停顿了短短一瞬, 就是这一瞬间的空当, 王家抽身暴退, 砰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枪名薛满楼的枪口之中, 银支子弹倾袭而出, 接连落在王红身上, -55, 64, 61, 看到这些伤害数字, 王家和薛满楼的头皮顿时一马, 还有一个猎人透视狙击, 才成功绞杀了那无头诡异, 现在就只有王家和薛满楼, 而且护士长肯定是帮王红的, 死定了, 王家和薛满楼心中, 齐齐闪过了这个结论, -等一下, 护士长呢, 王家心中闪过了一道警觉, 如果护士长刚刚出手, 现在薛满楼肯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护士长一直站在原地没动, 王家侧目一看, 一直戴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手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轻轻摁在了王柔肉肩头, 王柔肉脸上满是无助之色,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禁忌006站在王柔肉侧后方, 悠闲抽着烟斗, 青烟弥漫, 黑气缭绕肩上那只阴影黑压的星红毒眼, 冷冷注视着王红, 王家头皮一炸, 他顿时想到了看过的档案, 王红主任就是陈妹妹的主刀, 自然也是天使基金会的人, 禁忌006果然和天使基金会对上了, 我这个小趴菜, 误入满级大佬战场的记事感, 骚扰罪了家人们, 王红却是没有这么多信息, 他受到攻击之后, 越发狂暴, 只想杀了眼前这个人类, 痛饮他的鲜血, 然后研究一下他的腹枪结构, 死, 王红发出震慑心灵的尖叫, 一双宁恶泛红的眼睛, 在昏暗的诊室之中, 化作两道红电, 直戏王家而来, 手术刀的寒光, 目标依旧是王家的胸口, 睁睁看着这一刀刺向自己胸膛之际, 一个黑影, 悄然闪现在了王家和王红主任中间, 低垂的怪帽子, 头下的阴影在昏暗的诊室之中, 越发幽深, 看不到一丝表情, 手术刀直接捅在了江炎胸前, 负一, 王红身上飘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四百, 诊室之中, 一片死寂, 握着手术刀的王红主任, 一双诡异的眼睛一寸寸圆睁, 不可置信看着眼前的江炎, 这么大的贷款, 我估计他一年之内是怎么都还不清的, 你给我五万明币当他的利息, 我就让你杀他, 王红, 王家, 薛满楼, 王柔柔, 第105章, 猎神成了我的血奴, 王红, 抢劫, 你这绝对是抢劫, 开口就是五万明币, 把我当成什么了, 朱朱存钱惯吗, 王柔柔, 原来大佬都是这么赚钱的吗, 长见识了, 王家, 敢动, 不敢动, 王红看着面前这个深浅莫测的存在, 眼中的怒火一寸寸消退, 虽然脑子让人捅了一刀, 但化身诡异的王红没有失去思考能力, 自己刚刚那一刀乃是必杀的攻击, 可落在这个家伙身上, 竟然只打掉了一点生命值, 反而自己被反击了四百, 这打个锤子, 王红阴沉着脸, 反手拉开了自己的抽屉, 从里面掏出五万明币, 甩在了江炎面前怒喝道, 给你了, 让开, 江炎看着地上的五万明币,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是, 哥妈, 你还真有五万, 江炎之所以替王家挡这一刀, 完全是因为他是猎鬼局的猎神, 进来清剿第三医院秘境, 为的不光是他自己, 更是为了难度的无数幸存者, 不受到斩命灵通的伤害, 就算江炎现在觉得, 猎鬼局的猎人都挺菜的, 还有陈海川这种吃力扒外的家伙, 但依旧不妨碍, 他认可这个身份所代表的勇气和坚意, 单纯从利益来考量的话, 王家如果死了, 疯鬼陶木剑可就是自己的了, 江炎还挺乐意的, 就在江炎沉思自己应该如何反悔的时候, 背后的王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带着哭音大声说道, 我自愿把利率翻一倍, 很明显, 这禁忌006是个唯利是图的恐怖存在, 他就自己, 完全是为了从自己身上赚取利息, 这个时候能贷款25万的人, 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 应该还是挺稀罕的, 可现在, 诡异王红拿了五万出来垫覆自己的利息, 自己死了之后, 禁忌006又不亏本金, 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冷血无情而又残暴的禁忌006, 绝对会直接让开, 毕竟, 他是一个那么爱钱的恐怖禁忌啊, 千军一发之间, 王家能想到的自救策略就只有利率翻倍, 增加自己在禁忌006眼中的重要性了, 至于下跪到底有没有用, 王家已经无法深思了, 只能先跪了再说, 江炎侧头, 瞥了一眼背后的王家, 不禁有些无奈, 看看, 这就是猎鬼局的堂堂猎神, 一点骨气都没有, 软弱而无能, 躲在我这个普通人的背后苟且偷生, 唉, 猎鬼局, 真是烂玩了, 不过, 利息翻一倍, 倒是意外之喜, 虽然江炎基于古玩机生态的考量, 只受了1%的利息, 诡异降临之前, 银行的月利率大约也就这个数, 但这可是利滚利, 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下, 实则没那么好还的, 很多贷了款的玩家, 王家一个月赚到的钱, 可能也就只够勉强还了利息, 再给自己点几点属性了, 王家带了25万, 还敢和自己许诺利息翻倍,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言为定, 江炎直接递出了一张染血的诡异合同, 升级了双方的贷款条款, 阅历率从百分之一增加为百分之二, 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 猎神大人给爷乖乖打工吧, 王家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签下了这份合同, 这踏马哪是合同, 这是自己的小命啊,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对面前的王红主任耸肩道, 你也看到了, 现在你想买他的命, 需要十万了, 王红, 要不是打不过这祸, 现在绝对要打死他, 太欺人了, 王红深深吸了口气, 咬着牙说道, 如果不是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实验题了, 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勒索, 王红又一次打开了自己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了五万名币, 又丢到了江炎脚下, 让开, 江炎看着自己面前的十万名币, 再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会是真有啊, 背后, 刚刚在薛满楼搀扶下, 缓缓起身的王家, 满脸的劫后余声, 彻底将在了脸上, 扑通, 王家一把推开薛满楼, 又一次跪在了晋级006身后, 带着哭音大声说道我, 我自愿把利率再翻一倍, 江炎, 再翻一倍, 可就是百分之四了, 有钱不赚是王八蛋, 赚踏马的, 江炎反手, 递出一张诡异的燃血合同, 王家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和两颊的眼泪, 以凭生最快的速度, 签下了这份合同, 自己的命, 越来越贵了, 江炎斜眼看向面前的王红, 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然说道, 现在, 他的命值二十万了, 王红, 我踏马, 你等一下,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杀他, 你为什么在中间两头吃, 江炎凝视着脚下的十万名币, 想了一下, 发现王红骂得没错, 自己的确是在两头吃, 但那又怎么样呢, 穷鬼不配说话, 江炎语气十分轻蔑, 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服侍感, 王红心中的怒火, 瞬间被这句话点燃了, 我, 南都第三医院的主任, 加入天使基金会, 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钱啊, 时至今日, 我王红早就已经不是无暇阿蒙, 谁都不能嘲笑我是穷鬼, 谁都不能, 王红弯下腰, 拧动了办公桌下一个保险箱的密码轮盘, 随着咔咔咔咔的精密响声, 保险箱被打开, 王红捧着十万名币, 恶狠狠丢在了江炎面前, 拿去发财, 他归我了, 王家目自欲裂, 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你马, 我只想活命, 我有什么错, 薛满楼一把抱住了刚刚站直的王家, 打着哆嗦说道, 哥, 咱再想想, 二十五万名币的百分之八, 可是两万名币的利息一个月啊, 还是复礼, 一旦错过一个月, 可能就再也还不清了, 王家深深吸了口气, 一把推开了薛满楼, 视死如归斑又一次跪了下去, 大佬,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百分之八我也可以的, 王家眼中满是求生的欲望, 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 大不了自己去列鬼局的群聊里发个水滴筹, 递出合同, 江炎不由兴奋地搓了搓自己的下巴, 发现了未曾设想的生财之路, 本来只想让王家给自己打工的, 可现在, 眼瞅着这位猎神, 就要变成自己的血奴了, 王主任神助攻啊, 江炎偷偷瞥了一眼王红办公桌下的保险箱, 暗自寻思道, 希望他保险箱里还有, 再翻一辈的话, 正好一个月四万民币的利息, 完美覆盖陈海川的四万月星, 以后这猎人两兄弟, 互相成为彼此的涌动机, 江炎嘴角露出了一抹奸商笑, 第106章, 江湖全是人情世故, 看着怪帽子阴影之下, 露出的那一抹神秘莫测的笑容, 王红不由地跌退了一步, 眼中满是惊怒,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二十万都买不来他的命,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呵呵笑道, 你也听到了, 他自愿把自己的阅历率提升到了百分之八, 你恐怕要付出四十万民币, 才能拿下他这条命了, 王家跪在江炎背后, 掐着手指头, 算了半天没弄明白, 为什么自己只借了二十五万, 但现在光利息就值了四十万, 难道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融杠杆, 事实证明, 加杠杆是有用啊, 王红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江炎的鼻子怒声道, 你, 你欺人太甚, 我给的都是真金白银, 他就空口白牙, 说出口就能算数吗, 江炎心中暗自点头, 王红骂得很有道理, 真金白银的确比暗月利息更值钱, 因为前者是落代为安, 后者有巨大的持有风险, 如果王家待会出门就死了, 他许下再高的利息都没有意义, 自己只能通过合同收回本金, 两相比较之下, 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王红, 明显更有诚意, 但那又怎么样呢, 王家是人, 我也是人, 你王红是个诡异, 我不帮人, 难道帮鬼, 更别提王红生钱, 还是个天使基金会的二五载, 不干什么人事, 别说那些没用的, 没钱了就滚, 江炎语气冷淡, 俯瞰着王红, 仿佛俯瞰一只庸碌无为的蝼蚁, 王红沉默片刻, 决定忍辱负重, 转而指向了薛满楼, 问道, 那我要旁边这个多少钱? 薛满楼? 不是, 哥, 我打酱油的, 他的面色从不安, 皱变成了怂然, 此时他才体会到王家刚刚的绝望和恐惧, 扑通, 薛满楼想也不想, 直接跪在了地上, 哭求道, 大佬, 我也贷款了大佬, 我也翻呗, 此话出口, 薛满楼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王家贷了二十五万, 自己可就贷了不到两万, 按照比例来算, 王家把贷款约利率翻到了百分之八, 才值四十万, 自己就得翻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 才能让王红这头诡异买不起, 尼玛, 一个月翻一倍还多的利滚利, 自己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薛满楼眼底瞬间布满了死灰色的绝望, 下一刻, 薛满楼就听前面的禁忌006淡然说道, 你那点不用翻了, 借得那三瓜两枣, 塞牙都嫌少, 让你也翻, 翻到天黑去了, 更何况, 王家是天剑猎神, 他能快速猎杀诡异还利息, 一个月几万的利息虽然多, 也不是完全还不起, 可薛满楼明显是个小趴菜, 估计都做不到单打诡异, 给他翻到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月利率, 怕是要直接给他玩坏了, 薛满楼眼中含泪, 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禁忌006的意思, 他听明白了, 你他娘不配, 这个世界现实而冰冷, 绝情而恐怖, 没有一丝丝温度和让人眷恋的地方, 累了, 毁灭吧, 下辈子不来了, 薛满楼缓缓躺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想在死前获得片刻的安宁, 王红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音效, 还默等他开口, 就见江炎一挥手, 大气说道, 他俩打包, 不单卖, 一共四十万, 拿钱就带走, 小趴菜怎么了? 小趴菜也是个猎人啊, 那能给你随便杀了吗? 正好拿来当作筹码, 做地起价, 江炎心里吹了一个愉悦的口哨, 感觉自己距离涌动机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王家? 不是, 哥, 你能不能好歹加一点? 我一个人卖四十万, 他和我打包一共也四十万, 合着他一文不值呗, 薛满楼? 眼瞅着王家四十万卖不出去了, 把我也搭进来一起卖, 感情我成了促销活动的那个赠品, 终究是我不配了, 王红目瞪口呆, 啊, 和我谈生意的, 到底是个什么狗东西? 摊上这种生意对手,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阿米诺斯, 他被一刀捅穿的诡异大脑, 快速运转, 以至于眉心伤口之中涌出了一道黑血, 还浑然不绝, 两个四十万, 算下来一个就二十万, 比刚刚便宜多了,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活人了, 这么久不做实验, 手好痒, 等一下, 我数数钱, 王红嘟囔了一声, 蹲到保险柜前, 开始清典里面剩下的冥币, 姜岩叼着烟斗, 蹲在了王红旁边, 和他一起数, 王家和薛满楼看到买卖双方蹲在桌子后面数钱, 相顾无言泪前行, 妈的, 说好竟然看病的, 结果被拍卖了, 王红瞥了姜岩一眼, 心里骂开了花, 什么狗东西, 妈的, 看那贪财样, 一看就没见过钱, 穷逼, 两人把保险柜里剩下的钱数了一遍, 发现只有十八万, 加上先前丢在地上的二十万, 一共三十八万, 距离姜岩开出的四十万售价, 还差两万, 钱不够啊, 姜岩吐出了一个寂寥的烟圈, 那能怎么办呢, 他和王红蹲在桌子后面的视野死角里, 跪在地上的王家和薛满楼, 完全看不到姜岩的动作, 姜岩随手掏出了四万金灿灿的名帝, 塞进了王红保险箱里, 只能我添一点了, 王红, 啊, 这, 啊, 你踏马在干什么, 他无比震惊的目光, 看向身旁的姜岩, 姜岩正眼不看王红,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正好多两万, 缘分到了, 王红是什么人啊, 五十多年前就在第三医院吃力爬外, 和天使基金会勾搭上了, 堪称人精, 心思十分活络, 见过的暗箱操作更是数不胜数, 他瞬间就明目了姜岩的意图, 我帮你补齐四十万, 你帮我再抬一手价, 多得两万, 是你的好处费, 江湖哪有什么打打杀杀, 全是人情世故啊家人们, 没错, 王红爆出了二十万名币, 关起自己的保险柜, 将这二十万和先前那二十万放在了一起, 形成了未为壮观的四十万名币小山, 成交, 王红生如红中, 十分自信, 牌桌上的全是给猪崽看的, 杀猪人的操作都在牌桌下藏好了, 轻易不会是人, 不过王红毕竟脑子被捅了一刀, 如果还是活着的他, 可能才会意识到, 这菊牌的真正深意到底是什么台价的目的, 不是为了成交, 否则江炎勉为其难, 接受三十八万就可以了, 少赚两万肯定比多花四万好, 江炎再抬一手价, 真是为了卖掉王家和薛满楼这两头猪崽吗? 不, 这菊牌, 真正的猪崽, 从始至终只有一头, 叫王红, 他现在误以为自己也是个杀猪人, 第107章, 双赢, 我赢两次, 看着眼前不多不少的四十万名币, 王家和薛满楼的面色, 齐齐变得煞白一片, 毫无半分血色, 刚刚, 王红说什么? 成交了, 四十万名币, 禁忌006还能通过合同, 收回我们的本金, 这一笔交易, 禁忌006真是赚妈了呀, 真是一个毫无感情, 可怕至极的冷血禁忌, 两位猎人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苦涩, 只能迎接悲惨的命运了吗? 没想到, 当禁忌006卧底的陈海川还没死, 我们两个先被禁忌006卖死了, 命运无偿, 大长包小长啊, 啪, 一张燃血的合同甩到了王家面前, 王家愣了一下, 定睛一看, 又是月利率翻倍的合同, 这一次是16%, 王家, 还以为禁忌006已经对40万的收益满足了, 不准备再给自己许诺空投支票的机会了, 谁知道, 他竟然又给了自己一张这样的合同, 问题是, 尼玛, 25万的16%, 一个月光利息就特么4万名币, 这合同一旦签了, 可就很难还清了, 薛满楼双目含泪, 额头顶住王家的脸, 颤声提醒道, 猎神, 那诡异保险箱里没钱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 我帮你一起还, 以后我的工资, 我的所有收益都给你, 我们一起, 活下去, 王家心里有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你小子一个月工资才1300名币, 你拿什么给我还, 最后还不是九成鸭在我身上, 但, 他能不签吗, 不签可就真的死了呀, 自己可是神舟的猎神, 未来就算再如何艰难, 自己也要仗简直行, 走到最后一滴血燃尽为止, 哪怕还有一丝生机, 也绝对不能就这样憋屈地死在这里, 王家咬着牙, 在这张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的合同消失之时, 王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样, 弹倒在了地上, 双目无神看着昏暗的天花板, 江炎暗自坏笑了一声, 这点钱对江炎而言没什么意义, 但两个猎人之间的涌动机却令江炎很满意, 王家今后每个月辛辛苦苦猎杀诡异拿到的奖励, 绝大部分都要上交给江炎, 江炎再下发给陈海川, 让陈海川给自己打工, 一来一回, 他江炎无限白嫖了两个猎人的劳动力当狗资本家的感觉, 可真爽, 等一下, 王红看着眼前这一幕被捅穿了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不是成交了吗, 你怎么又和他们签了合同, 王红心中有不妙的预感疼了起来, 妈的, 好像被耍了, 江炎冷冷一笑, 转身拉开了诊室的门, 一把将王家和薛满楼推了出去, 好好赚钱去吧, 多杀几个诡异, 秘境奖励会比较多, 江炎淡淡说吧, 一把关上了诊室大门, 碰, 闷响声在走廊之中回荡不休, 王家, 薛满楼, 刚刚在诊室里待的时间并不长, 却恍若隔世, 我, 我们, 活下来了, 薛满楼双腿一软, 面条斑倒在地上, 哭出了声, 猎神, 我们活下来了, 王家也贪坐在地上, 和薛满楼抱头痛哭, 薛满楼哭自己的幸存, 王家哭自己的负债, 借钱一时爽, 全家火葬场, 我他妈当时为什么要嘴贱, 说什么巨人症, 我就说自己得了艾滋病不好吗, 害得自己和禁忌006一个诊室看病, 真是作死啊, 百分之十六啊, 那可是百分之十六啊, 薛满楼这次竟然比经验老道的王家 更快冷静下来, 拉着王家往楼下走去, 低声说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 第七楼太阴了, 再待下去, 可能会撞见其他强大的诡异, 王红枕势力, 江炎站在门口, 缓缓转过身, 似笑非笑, 看着面色铁青的王红, 王红此时似乎也回过了神, 冷然说道, 你利用我, 你从史之中, 都没想要我这四十万, 你想要的是他们的百分之十六, 小子, 你未免有些愚蠢了, 利息怎么能和现金比, 江炎呵呵笑着抽了一口就咽斗, 翻云土雾间低沉道, 这可是一场双赢的交易, 王红愣了一下, 双赢, 谁和你双赢, 江炎指了指自己, 双赢, 我赢两次, 我要的是他们的百分之十六, 和你的四十二万, 王红愣了一下, 旋即就看到, 江炎一台左手, 灰白色蛛丝手套之中, 喷出了一张鬼脸猪网, 无数小蜘蛛密密麻麻附着在猪网之上, 瞬间就将王红捆覆成了一个严密的蛛丝简, 只有一张脸还袒露在外面, 王红瞬间暴怒, 奋力挣扎, 一时间却无法抗衡这么多小蜘蛛的持续编织, 被勉强困锁原地, 江炎一边抽着就烟斗, 一边蹲到了王红办公桌下, 一把撕开了他的保险箱, 就如同撕开一袋巧克力的包装纸, 一样简单, 他就在王红目资欲裂的注视下, 一叠叠将属于王红的四十二万名币, 全部清点了一遍, 挨个收入了自己系统空间之内, 这秘境里的诡异, 似乎没有系统空间, 江炎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过那些诡异掏钱包的动作了,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你不能抢走我的钱, 快还给我, 我要报警了, 王红在蛛丝简中挣扎的歇斯底里, 将蛛丝简都撕扯得开始破碎, 因为江炎命令暂时不杀死王红, 只是以蛛丝困锁王红这样强大的诡异, 对人面鬼珠而言, 还是有些困难的, 人面鬼珠珠的强度, 是和他的力量属性挂钩的, 而王红的属性也着实不低, 眼尖暴墓的王红几乎要挣脱蛛丝简的束缚, 江炎肩膀上一只凝立的阴影黑压, 张开了自己的大嘴, 发出了不祥的诅咒声, 晒, 一, 死, 念, 一, 死, 念, 一连串的诅咒仿佛在狭小的诊室之中, 连成了一首颂葬曲, 充斥着诡异和阴森, 第108章, 考打王红, 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王红身上跳了出来, 那是遍布的小蜘蛛, 齐齐发动了攻击, 只是短短三秒过去, 王红的生命值就跌落到了谷底, 只剩下了一个血皮子暴毙在即, 江炎缓缓抬起了手, 黑压和人面鬼珠的疯狂攻击骤然停歇, 王红清晰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身体僵在了僵碎未碎的蛛丝简中, 目光惊恐地看着靠在自己诊室门上抽烟的江炎,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可是我攒了一辈子的钱, 江炎拿出一叠金灿灿的铭币, 但笑说道, 也不是不能还给你, 但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如实回答, 这42万铭币我就全部还给你, 听到这话, 王红精神瞬间一震,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 江炎满意地点了点头, 问出了一个让王红悚然一惊的问题, 你加入天使基金会多长时间了, 王红的双眼骤然瞪大,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沉默片刻之后, 缓缓说道, 什么天使基金会,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是南都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王红, 江炎淡淡一笑, 轻轻挥了挥手, 王红身上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再一次将她的生命直势咬掉三分之一, 我只给你三次机会, 现在你已经撒了一次谎, 还有两次, 我也不是非要你的答案不可, 只是为了验证心中的一些猜测, 如果你一直死鸭子嘴硬, 我也就只能杀了你, 至于这42万我就笑纳了, 江炎拍了拍手中金灿灿的铭币, 冒颜垂落的阴影下露出一抹击翘的笑容, 王红诡异的身躯轻轻颤抖了一下, 眼中露出一抹挣扎之色, 江炎竖起了三根手指, 冷淡倒数, 三, 二, 王红连忙摆手说道, 我说, 我说, 我已经加入天使基金会十一年了, 江炎微微眯起双眼再次问道, 天使基金会是如何引诱你加入的? 王红吞了口唾沫, 如实回答道当然是钱了, 我要能力有能力, 要技术有技术, 年轻有为, 但你知道第三医院给我发多少钱吗? 五百块钱一个月, 我想要更多, 我想要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 天使基金会出现了, 他们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会, 江炎缓缓点了点头, 五百块钱一个月的月薪, 放在五十年前已经算是相当好的生活了, 但人的贪欲是无穷的, 很显然这点月薪不够满足王红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所以当天使基金会找上门来的时候, 双方一拍而合, 所以这十一年的时间, 天使基金会究竟给了你多少钱? 不过其中大部分都被我用来换成了金子, 武装这个房间了, 这个医院不对劲, 总是有一些鬼东西在我的诊室外游荡, 有时候还会过来骚扰我, 剩下的钱就只有那四十二万了, 都被你抢走了。 王红的声音中多出了两份愤慨, 看向江炎的眼神也有怒火一闪而逝, 江炎看了看手中的冥币, 神色十分玩味, 看来这些钱之前都是通用货币, 只不过在这个诡异的秘境当中被扭曲成了冥币, 而这些冥币竟然也能和江炎的系统商城兑换。 这一波能从王红手中打劫来四十二万冥币, 着实也是一次意外之喜。 按照江炎上辈子的经验, 整个秘境的出产大约也就在五十万冥币左右, 还需要这么多玩家按照秘境中的贡献进行分配。 不过, 也就是江炎这种超级大变态, 才能够从王红这样强大的诡异手里面抢钱了。 若是换了其他人, 恐怕进入这个诊室之后就再也出不去了。 所以你的诊室门口总闹鬼的事情, 究竟是这个医院不对劲还是你王红不对劲? 江炎完未问道, 天使基金会让你做的那些实验? 你很清楚目的究竟是什么吧? 王红作为这种丧心病狂实验的主刀人, 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认知。 从王红这间诊室的布置来看, 早在第三医院被推平之前, 他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和诡异打交道了。 不过, 那些诡异似乎并未在第三医院那大规模杀人, 仅仅只是纠缠罪魁祸首的王红罢了。 而王红借助手中的资源将诊室用纯金笼罩, 竟然也很长时间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直到陈妹妹第二次被天使基金会送上手术台的时候。 听到江炎这个问题, 王红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之中。 你连这个都知道, 王红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是谁告诉你的? 江炎淡淡一笑说道, 现在是我问你, 不是你问我。 你在天使基金会当中是什么职位? 王红又沉默了片刻, 低头说道, 我是T6。 听到这话,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的神色。 天使基金会在南都最高的领导也才T7而已, 这王红五十年前的职位就已经是T6了。 这个职位已经能接触到天使基金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秘密了。 正如江炎一开始所推断的那样, 这个王红也许一开始是因为金钱的诱惑才加入到天使基金会中, 但他和天使基金会之间的联系绝不仅止于此。 看你刚刚那么渴望活人来进行人体实验, 你应该对天使基金会在南都第三医院当中进行的实验都十分认可吧。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继续问道, 王红沉默片刻, 皮笑若不笑道, 不错, 那些实验都很有意思, 我一开始还有些害怕, 但没过多久, 就发现天使基金会真的和我志同道合。 后来, 这些实验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独立计划, 执行的。 江炎玩味笑问道, 也包括陈妹妹嘛。 这个名字一出口, 王红神色骤然一变, 不由自主跌退了两步, 尖声质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陈妹妹这个名字的?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 第109章, 快把钱还给我。 看着王红满面悚然,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我想要知道的是, 十年前, 你们第一次对陈妹妹动那种手术, 试图将她腹中胎儿和一头诡异融合起来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红双眼死死盯着江炎, 片刻后说道, 你不对劲, 你到底是什么人? 也是基金会的, 你是替己? 江炎呵呵一笑, 说道,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是我问你, 你没有反问我的机会。 江炎打了一个响指, 王红岌岌可畏的血量, 再次下跌三分之一, 此时的他只剩下了八十多点生命值, 随时可能死掉。 如果你死了, 这四十二万, 我就笑纳了。 至于这些秘密, 我也可以去问其他人, 比如, 太平坚门后的那些人, 我想他们知道的, 也不比你少。 怪帽子冒延下, 江炎的目光死死盯着王红的神色, 王红面色又是一变, 越发阴沉起来。 见状, 江炎肯定了陈海川的猜测, 太平坚那合金巨门后面, 一定是有东西的, 只是没有被这个秘境包含在内。 等自己离开秘境之后, 一定要挖掘一下。 只剩下八十多生命值的王红, 再也不敢造次, 一五一十回答了江炎所有的问题。 而第三医院真正的秘密, 也在江炎面前, 袒露了许多。 十年前, 王红那时候, 刚刚加入天使基金会不久, 配合基金会完成了太平坚的修建, 表面上还是用的南斗的市政拨款。 陈梅梅是天使基金会在南斗, 找到的最合适进行实验的目标之一。 天使基金会内部似乎有一套成熟的评判标准, 去鉴定一个人的体制, 是否能和诡异有融合的可能。 具体标准为何, 以及天使基金会是如何获取陈梅梅信息的, 王红并不知道虽然她是T6, 但据她所说, 天使基金会是一个构架十分庞大的组织, T6也就刚刚跨入中层的门槛罢了, 在南斗也许是个人物, 放眼整个天使基金会还远远称不上是核心。 在陈梅梅之前, 基金会还给王红物色了几个体制同样不错的实验对象, 拿给王红练手。 无一例外, 这些人全部都因为实验失败, 死在了王红的手术台上。 很快, 轮到了陈梅梅这个真正的重头戏。 王红的手术过程, 有了前面几次练习, 变得十分顺利。 最终, 他成功将天使基金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收集而来的一头诡异, 和陈梅梅腹中的胎儿在一种神秘仪器的帮助下融合在了一起。 江言听王红的描述, 认为那头诡异可能和黑鸭一样, 是一头虚体诡异, 整体呈现血污状态。 天使基金会那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黄金的性质, 并且用纯金的盒子完成了对诡异的控制和运输。 至于那个真的能够影响胎儿令其和诡异融合的神秘仪器, 王红也说不清楚是什么, 只知道那东西会散发一种幽蓝色的光芒, 并且严格禁止任何人拆卸。 王红也只有使用权, 从未深究过这个仪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但陈梅梅腹中的胎儿和那诡异融合之后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陈梅梅的肚皮直接被那胎儿撕裂, 而后一头浑身血污缭缭的婴儿模样的怪物, 直接从里面冲了出来, 开始在手术室里大肆杀戮。 王红也说不清楚那东西到底是不是诡异, 但绝对不是人, 而且十分暴怒, 杀伤力极强。 和王红一起进行手术的, 还有天使基金会的战斗人员, 他们死了三个人, 也还是没能成功制服这头诡异。 那诡异撞碎手术室的窗户, 直接消失在了南多第三医院外面荒僻的郊区之中。 后来天使基金会组织过大量的人手, 在附近寻觅那诡异的存在, 一无所获。 至于王红, 并未被那头诡异选定为攻击目标, 躲在手术床下面逃过一劫。 等她起来的时候, 发现病床上的陈妹妹虽然大出血, 但还活着就给陈妹妹做了一个缝合。 而陈妹妹可能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最终没有死去。 自那之后, 陈妹妹就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开始在南兜之内东躲西藏,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天使基金会对自己的恐怖企图和那诡异的实验。 但天使基金会实则从未失去过对陈妹妹的监控, 一直远远注视着陈妹妹进行更多的记录和观测, 她只是略有耳闻, 并且时常怀念陈妹妹这个实验题。 后续在进行实验的时候, 再也没有碰到, 如陈妹妹这样优秀的实验题了。 直到十年之后, 长久的平静生活似乎让陈妹妹心中的阴霾消散了一些, 她又一次坠入爱河, 然后怀孕了这其中的细节, 王红似乎并不清楚, 但是江言之前在档案之中看到过, 陈妹妹的两次怀孕都是天使基金会派人假装和陈妹妹谈恋爱导致的。 看到陈妹妹时隔十年又一次躺上了自己的手术台, 王红十分兴奋, 今日的她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她了, 天使基金会经过上一次的失败也有了更多的准备, 只要能够再一次完成融合, 他们应该不会再失手, 让融合后的东西逃跑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陈妹妹死在了手术台上, 江言面前, 诡异王红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 捂着自己的脑袋, 缓缓蹲下了身子, 低声呢喃道, 不应该这样的, 我明明, 技术提高了, 她怎么会死吗? 不是我的原因, 实验本身就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江言看着王红痛苦的模样, 淡淡问道, 后来呢? 又发生了什么? 王红的神色开始变得茫然, 后来? 没有后来来啊? 我, 我不记得了, 后来, 就是现在了, 王红豁然抬头, 看向江言的眼神之中, 出现了一种森寒的杀意, 冷冷说道, 我知道的, 都告诉你了, 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第110章, 说说, 你好高, 看着王红接连变化的面色, 江言缓缓点头, 再后来, 可能就是斩命灵童突然出现, 一刀杀掉了王红, 然后自己跳楼, 第三医院陷入诡异氛围, 最终被推平的故事了, 这之中涉及到了王红, 从一个死人变成诡异, 并且形成第三秘境的过程, 王红的记忆变得混乱, 也正常, 虽然还有一些谜团的存在, 并未被王红的视角解开, 但整个故事的大概轮廓, 已经在江言面前呈现了出来, 最后的一点谜团, 只要找到斩命灵童, 或者陈眉眉化身的诡异, 应该都能获得, 江言淡然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去吧, 王红愣了一下, 去哪里, 去死, 江言平静说道, 下一刻, 王红身上的小蜘蛛, 奇迹发动了最后一轮攻击, 王红的生命值瞬间归零, 他那一双诡异的眼睛, 布满了灰败的死亡, 低声的难道, 你答应过我的, 从江言进入这肩诊室的那一刻起, 就没准备让王红活着, 对孕妇做人体实验, 简直不是人, 是禽兽, 是畜生, 哪怕是化身诡异都不配活着, 这一套骗鬼的操作下来, 王红身上的所有油水, 连同信息, 全部被江言炸单, 至于王家也被炸了那么多利息出来, 完全是意外之喜, 顺水推舟罢了, 王柔柔一直站在旁边, 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发声, 一言不发, 满脸悚色, 江言湿湿然起身, 说到我刚刚听到, 楼下有尖叫声, 你和我下去看看, 白天的第三医院主楼, 虽然不是夜间那么阴森恐怖, 但也明显不是善地, 昨日乘坐公交车过来的人类, 分散进入了各个诊室之中, 出事几乎是肯定的了, 王柔柔弱弱应了一声, 低头跟在江言背后, 一步一驱往下走去, 忽然感觉这情况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劲, 这家伙真的不是第三医院的院长吗? 那为什么, 他就和在自己家客厅里散步一样, 轻松自如, 而且吩咐自己做事的语气, 如此自然, 陈海川和陈宇柔跟着一个只有半边身子的诡异护士, 顺着楼梯一步步上了四楼, 四楼虽然没有一楼大厅那么热闹, 却时常有诡异的护士和医生穿行期间, 后诊的诡异也有不少, 除了陈海川和陈宇柔之外, 还有两个后诊的人类, 这两个人类面色悚然, 目光不断在周围游移, 似乎在寻找能够逃脱的契机, 陈海川拉着陈宇柔, 不着痕迹离这两个仓皇的人类远了一些, 这种状态下的人类, 行为是很难预判的, 随时可能突发奇想, 做出什么危险性极高的行为来, 进而可能坑死周围的所有人, 越到危局越是要冷静, 才可能在必死的局面中博得一分生机, 之前陈宇柔就算在公交车上被禁忌006吓得尿了裤子, 都不曾如这两个人类一般仓皇过, 值得两名猎人庆幸的是, 这两个普通人类玩家排在两人前面, 留给他们的缓冲空间还是很大的, 三号病人第六诊室就诊, 一个诡异的护士探头出来, 因侧侧说道, 手中拿着三号牌子的是一个单手捧着自己人头的老温诡异, 连忙走入第六诊室之中, 一片黑暗的诊室将这诡异的身影吞没, 旋即, 里面传出了一阵电锯嗡嗡嗡嗡的运转声, 还有诡异的骨血碎肉顺着门口的地面飞溅了出来, 陈海川和陈宇柔的头皮再次一骂, 一个妇幼保健医院, 这到底是动的哪门子邪门手术啊? 陈海川低声说道, 待会儿如果进诊室, 我走第一个, 进去之后, 你立刻关门, 如果可以的话, 把护士关在外面, 别让他进来, 陈宇柔重重点头, 明白哥哥这是想要, 尽可能将战场内的敌人数量缩减, 一旦进入诊室, 自己人类的身份, 可能就很难继续隐藏了,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是寻找陈妹妹, 陈宇柔低声提醒了一句, 猎鬼局这些猎人, 并不似江炎掌握的信息那么多, 所以现在, 只将这个秘境的核心, 锁定在了陈妹妹的身上, 从时间线上来看, 就是陈妹妹死在手术台上之后, 第三医院才产生了各种异变, 至于展命灵同相关的信息, 猎鬼局众人还完全没挖掘出来, 探索进度比江炎慢了至少三分之一, 陈海川点了点头, 事宜自己知道, 不过眼下这局面太过复杂, 周围全是陌生的诡异, 并不是搜索信息的好环境, 他沉思片刻, 试探着对旁边的护士诡异说道, 我想上厕所, 可以和我妹妹一起去吗? 只有半个身子的护士, 诡异冷冷看了陈海川一眼, 说道, 不准去, 马上就轮到你了。 陈海川, 这鬼医院, 病人上个厕所都不让的吗? 似乎看懂了陈海川的神色, 那护士小声嘀咕道, 最近医患关系很紧张, 刚刚有一个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然后又出了那件事, 所以, 你最好还是不要乱跑, 乖乖排队, 看完病出去上。 陈海川心中一动, 压低声音, 顺着这个话头问道, 我也听说了那件事, 据说死的是一个叫陈梅梅的女人, 护士沉默片刻, 看了看周围, 竖起一根紫黑色的爪子, 嘘了一声, 低声道, 不要乱讲, 这个名字, 现在在医院里别提, 又低了两分, 窃窃说道, 你说了那个名字, 就很容易引来一个小鬼, 拿刀捅你肚子, 你看, 他现在就站在你身后了, 听到这话, 陈海川的身子骤然一僵, 浑身汗毛根根倒树, 一股悚然寒意, 骤然从心底翻涌而出, 自己背后, 陈宇柔也是一惊, 低头往下看去, 自己和陈海川之间, 并不宽阔的空隙之中, 不知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个诡异, 看起来八九岁的样子, 浑身缭绕阴惨惨的忧虑雾气, 手里踢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叔叔, 你长得好高, 小女孩用手, 在自己头顶和陈海川的妖妇之间比了一下, 露出了一抹阴森的笑容, 第111章, 悬火免死, 活人真香, 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娃娃, 何大人比身高, 这一幕本来应该十分鸡萌, 令人会心一笑, 可眼前的场景, 却让陈宇柔浑身汗毛倒树, 头皮发麻, 如同抖落鱼网一般, 整个洒向近在咫尺的小女孩, 躲开, 陈宇柔尖叫了一声, 那小女孩一把提起了手中血亮的牛耳弯刀, 脸上的阴森笑容立刻变得残忍暴虐起来, 你和我一样高该多好, 她手中的刀比划在自己头顶, 也就是陈海川妖妇的位置, 轻轻滑了一下, 一道森绿色的刀芒骤然出现, 展向陈海川, 与此同时, 陈宇柔洒下的金色合金网, 已经将小女孩兜头包裹住, 感受到黄金对自己的稚固, 小女孩仰头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嚎叫, 无比刺耳, 直入心灵, 陈宇柔被这声近在咫尺的尖叫一次, 瞳孔几乎直接涣散她的身体骤然僵硬, 无法动弹, 一颗心骤然下坠, 糟了, 我哥哥, 躲不过那一刀了, 刀芒, 已然斩出, 陈海川的反应绝对不慢,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瞬间, 就做出了向侧方方滚躲避的动作, 但和这森绿色的一刀相比, 还是太慢了, 而他闪避的动作也被小女孩的一声尖笑, 直接凝固, 下一刻, 森绿色的刀芒毫不留情地斩在了陈海川身上, 瞬间, 一个伤害数字从陈海川身上冒了出来, -943, 紧接着又有两个字从陈海川身上冒了出来, 抵抗, 随着抵抗二字出现, 陈海川怀中骤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烈响, 一道碎裂的木质护身符从他怀中掉了出来, 物品, 玄火护符, 随身携带时, 保护拥有者免受死亡, 只能使用一次, 陈海川的生命值是944点, 在玄火护符的保护下, 刚刚那一击只扣除了他943点生命值, 还留了一点, 免受死亡, 但实际上, 刚刚那一刀的威力完全能秒杀陈海川, 诡异和人类的生命值并不是相同的概念, 诡异因为有各种特性, 天赋和增益状态的原因, 生命值远比同样属性和装备的人类多, 以陈海川的能力, 现在理论上能单杀生命值在2000以下的敏捷, 智力类诡异, 或者3000以下的力量类诡异, 当然, 理论永远只是理论, 实际战斗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就比如江炎肩上的黑鸭, 现在也就2000多生命值, 但就算100个陈海川来了, 也杀不掉免疫物理伤害的黑鸭, 陈海川这样的战斗力, 在人类之中算是绝对的佼佼者, 可就是这样强大的陈海川, 如果没有玄火护福, 刚刚那一刀就是死死无生, 这个诡异的小女孩, 强得有点太恐怖了, 陈海川摔在地上狼狈翻滚, 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一样, 但她的反应半分不慢, 眼角余光撇到那小女孩被陈宇柔的惊网照住的瞬间, 陈海川就跳了起来, 一拉陈宇柔顺着楼梯就往下狂奔, 这种变态,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打得过啊, 有多远跑多远, 千万不要停, 陈宇柔反手丢出了一个手榴弹一样的东西, 但这东西落地并未爆炸, 而是腾起一团金色的烟气在原地凝而不散, 堵住了楼道狭窄的空间, 这是猎鬼局的特制装备, 散发的金色烟气中富含微米级的黄金颗粒, 悬浮在烟气中形成一面黄金气墙, 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诡异的行动, 放在楼道这种半封闭空间中更是好用, 那小女孩挣脱了黄金网的束缚, 扭头看到那黄金气墙顿时皱了皱眉头, 转而看向了旁边吓呆了的诡异护士, 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 阿姨,你也好高啊, 小女孩比了比自己和护士的身高差, 抬起了手里的牛耳尖刀层, 森绿刀芒闪过, 护士身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5784, 那护士惨叫一声, 从腰部被斩断,惨死当场, 小女孩看也不看诡异护士的惨状, 缓缓走到了前面排队的一个老头诡异身旁, 比了一下自己和她的身高, 英笑道, 爷爷,你好高啊, 蹭, 一刀斩过, 老头诡异齐腰而断, 负5473, 当场暴毙, 这一层中爆发出了一连串的尖叫, 小女孩提着雪亮的牛耳尖刀,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几乎是顺移着出现在一个个诡异面前, 英笑着和他们比较身高, 而后一刀夺命, 那些诡异显得多少有些木讷, 但同样在排队的两个人类, 却是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活都飞了, 一刀打五千多, 这个秘境还他妈要不要人活了, 两个人类吓得屁滚尿流, 转身就向楼上狂奔而去, 只可惜楼上没有黄金气墙的阻隔, 那小女孩扭头看了两人一眼, 银银一笑闪身挡在了两人身前, 叔叔, 你好高啊, 他比了一下自己指导男人腰腹之间的高度, 那男人吓得面色惨白一片, 几乎是不假思索, 直接蹲了下去, 尖叫道, 我不高, 你看, 我比你矮了, 小女孩提起的牛耳尖刀在空中顿了顿, 他冷冷看了一眼蹲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男人, 转而看向了旁边那个女人, 英朗说道, 阿姨, 你好高啊, 那女人回过神来, 连忙也想蹲下, 可小女孩出手的速度却快到了极致, 没有给她任何改变自己高度的机会, 蹭, 一刀, 腰斩, 女人双眼僵直, 上半身自腰腹断裂, 啪哒一声跌落在地, 发出一声黏腻的声音, 龙稠的血液顺着地面, 快速蔓延, 小女孩舔了铁牛耳尖刀上的血迹, 娇笑道, 活人, 好香啊, 她目光一转, 看向了地上蹲着, 抖弱筛康一般的男人, 咧嘴一笑, 走到了男人身前, 而后, 她缓缓也蹲了下去, 八九岁的小女孩身材何其娇小, 这一蹲, 头顶高度直到了男人膝盖上, 她从下面看向男人低垂的金融, 露出了一个诡异阴森的笑容, 叔叔, 你又比我高了呢? 第112章, 布置战场, 武装主题, 听到这索命般阴森的笑声, 男人的双眼, 骤然紧缩, 她愣愣看着蹲在地上的小女孩, 眼睁睁看到小女孩, 抬起了手中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对自己的膝盖位置, 轻轻割了一下, 一道森绿色的刀芒骤然斩出, 刀芒切断了膝盖, 偷开了双臂, 斩断了胸膛,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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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连串轻响, 男人杂乱的尸块落在了地上, 啊, 一声悚然的尖叫, 从男人口中物字乍响, 越来越颓然, 小女孩阴森笑着, 转身向这一层剩下的诡异走了过去, 楼到处, 黄金气墙变得稀薄了一些, 第三医院主楼大厅, 陈海川和陈玉柔狂奔下来, 迎面听到王家陈鹤道, 上面怎么了? 陈海川一眼看到面色惊异不定的王家和薛满楼, 顿时松了口气, 一把抓住了王家的肩膀, 说道, 猎神, 上面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小女孩, 一刀能打五千多, 太恐怖了, 切记, 千万不要说出手术台上死亡的那个女人的名字, 否则, 这个小女孩诡异听到, 就会出现并且杀人, 陈海川这一番话, 将自己所知的信息全部报了出来, 不能说出那个女人的名字, 陈眉眉骂, 昨天晚上四个猎人也念到过这个名字, 是因为在病房里的原因, 才没有受到袭击吗? 王家重重点头说道, 明白了, 但是, 那小女孩会不会就是秘境的核心诡异? 此言一出, 在场的四个猎人奇奇沉默, 很有可能, 他们已知的信息指向陈眉眉, 而那个小女孩因为陈眉眉的名字会出现杀人, 再加上这恐怖的小女孩一刀能涨五千, 怎么看都不是个普通角色, 就算不是所谓的秘境核心, 也定然有直接关系, 如此一来, 我们就不能跑了, 陈海川宁眉低声说道, 我们必须杀死这个小女孩, 才能成功倾剿这个秘境, 他们真打得过这种恐怖的东西吗? 就在四人沉默之际, 主楼外面忽然传来了玻璃碎裂之声, 一个洁白床单捆接而成的绳子, 从一个诊室之中垂落, 两个人手脚麻利地顺着床单爬了下来, 跳到了主楼大门口, 陈海川一看之下, 喊道, 李全光, 刘斩, 这两人是第三医院中还存活的最后两名猎人, 其中的李全光正是昨夜透视狙击无头诡异的狙击手, 此时已经背上了组装完成的大局, 另外一个刘斩则是猎鬼局七人之中唯一一个近战肉盾类的玩家, 这两人是非常可观的战斗力, 而且都是经验丰富的成熟猎人, 不是薛满楼这种新人, 两个跳窗逃下来的猎人听到陈海川的声音立刻跑了进来, 刚刚我们听到四层的情况, 让李全光开透视看了一下, 第四层有一头很强大的诡异马, 刘斩面色十分凝重, 陈海川快速将信息重复了一遍, 并且不断往自己嘴里灌药, 还拿出了各种系统商城出售的药物分发给周围的猎人, 陈宇柔昨夜将哥哥托付的铭币又还了回去, 这位队长心知生死一刻, 自然不能吝啬, 获知了情况的李全光和刘斩, 面色同样沉了下来, 既然如此, 就在这大厅里布置战场吧, 刘斩斩钉截铁道, 我们甚至掌握了引诱那诡异的条件, 未尝不可一世, 其余猎人都沉默了极短的一瞬间, 杀伤力如此恐怖的一头诡异, 一旦出了差错, 第一个死的就是刘斩这个肉盾他都同意了, 其他人自然也没有二话, 陈海川拍了一下刘斩的肩膀, 说道, 你不能硬抗, 一刀五千多的伤害, 谁都顶不住的, 刘斩是坚韧天赋, 受到的伤害减少15%, 从装备中获取的血量和护甲正20%, 基于这个天赋, 刘斩选择了全力量加点, 装备也全部都是护甲, 抗性和血量, 学了两个增加生存能力的被动, 以及一个盾强主动技能, 现在生命值达到了1500多点, 但就算是这样的血牛坦克, 也极难在那小女孩刀下存活, 王家低声说道, 老陈, 你还有冥币的话, 武装一下刘斩, 至少要让他能抗住一刀, 我带其他人去布置陷阱, 面对杀伤力如此恐怖的小女孩诡异, 刘斩这个肉盾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那小女孩突破了刘斩的防线, 杀其他人都如土狗, 刘斩必须能顶住, 越长时间越好, 刘斩也毫不客气, 对陈海川快速说道, 给我买瓶银鸥药水和蛮牛药水, 物品, 银鸥药水, 增加使用者30%闪避几率, 持续时间, 10分钟, 售价, 2000名币, 物品, 蛮牛药水, 增加使用者1000生命值, 持续时间, 10分钟, 售价, 2500名币, 陈海川毫不迟疑, 直接花了4500名币, 从系统商城里买出了两瓶药水, 烟紫色的是银鸥, 鲜红色的是蛮牛, 递给了刘斩, 再给我6000, 我升级一下技能, 刘斩叹息说道, 只可惜, 这个秘境里盾强不能用, 否则我至少能抗住三下, 陈海川递出了6000名币, 刘斩的加血被动技能从3级升级到了5级, 自身生命值也提升到了1800点, 基础护甲同样到了400多点, 配合蛮牛药水的效果, 刘斩的生命值直接达到了2800点, 科药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对绝大多数玩家而言, 这2000多一瓶的药都是难以负担的代价, 陈海川又给刘斩买了10瓶圣水, 祈祷在各种增益状态和减伤之下的刘斩, 能够至少承受那小女孩一刀不死, 这个你拿着, 在远处布置陷阱的王家丢出一枚木质护符, 刘斩拿在手中发现也是一枚能免死的玄火护符, 薛满楼十分失落, 在旁边聂如道, 如果不是这个秘境, 我就能给斩哥加血了, 他作为新人辅助, 身上有加血, 套盾, 净化三个主动技能, 虽然自己属性不高, 但本来还是很有用的, 可进了这第三医院秘境, 人类无法使用主动技能, 几乎把薛满楼变成了一个废物, 刘斩拍了一下薛满楼的肩膀, 低声说道, 没关系, 待会儿多打一些伤害, 我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他站到了王家布置好的一个陷阱旁边, 陈生说道都准备好了吗? 得到了猎人们的明确答复, 刘斩张嘴, 念出了一个名字, 陈美美, 第113章, 击杀规则, 身高, 按照刚刚陈海川分享的信息, 只要念出了陈美美的名字, 就很有可能被那小女孩袭杀, 刚刚陈海川课经给刘斩灵战提升的时候, 王家他们可都没闲着, 在这医院主楼大厅之中布置了很多的陷阱, 对六名猎人组成的小队而言, 打阵地战的难度比遭遇战小得多。 随着刘斩话音落下, 躲在远处药房玻璃后面, 举枪瞄准的李全光, 鼻尖微微冒出了一滴冷汗, 瞄准静指着刘斩背后的区域双手十分沉稳。 狙击枪爆发出的强大动能, 一定程度上能够组织诡异的动作算是时效极短的控制, 所以这第一枪的效果尤为重要。 如果自己能以最快速度命中那小女孩服用了银武药剂的刘斩, 就有更大可能闪避躲开第一刀。 这甚至是刘斩最可能不凭借护服接下的一刀。 虽然她的血量飙升到了2800, 还有护甲, 减伤再生也依旧有很大几率, 被那女孩诡异一刀砍出玄火护服来。 所以李全光的第一枪重要性巨大, 可一秒过去了, 两秒过去了 三秒 李全光的视野里依旧没有出现那个小女孩诡异的身影。 整个医院主楼大厅之中静悄悄的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 这里本来有很多诡异的护士和医生的, 但自从那小女孩在四楼大开杀戒之后, 那些诡异都不知道躲到了什么地方去, 一瞬间都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安静没有让任何人放松警惕, 李全光额间的冷汗已经流成了小溪一般, 手也出现了一丝微不可查的颤抖。 就在这时候, 楼道深处传来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以及沉重的脚步声。 救命啊! 一个穿着蓝白色病号服的矮胖男人, 顺着楼梯冲了出来。 此人十分面熟, 正是一同抵达第三医院的人类玩家之一。 不过他此时四世已经被吓出了失心风, 浑身不知道是谁的粘稠血迹, 疯狂奔跑, 竟然一头撞向了严阵以带的刘斩。 李全光眼中冷光一闪, 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冲撞刘斩。 一旦刘斩分心, 这个时候诡异出现, 那么局面可能瞬间崩溃。 这个成熟老练的猎人心中, 根本没有什么角落造作, 直接将那矮胖男人套进了自己瞄准镜里。 哄! 一声恐怖的枪鸣, 半米火蛇从狙击枪枪口之中喷不而出, 一枚银制子弹, 直接轰击在了矮胖男人的太阳穴上。 暴击! -471 因为矮制子弹打飞诡异目标只有一半伤害, 所以这一枪的数字并没有昨夜那么恐怖。 可纵然如此, 还是一枪清空了这个矮胖男人的血条。 碰! 矮胖男人一头栽倒在地, 在地板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李全光面色冷峻, 拉了一把枪栓, 将弹壳弹出, 新的银制子弹压入枪膛, 眼神中没有一丝波动, 这是一场生死相搏的战斗, 赌上了猎鬼局六名猎人的性命。 一旦他们输了, 男都将会面临巨大的浩劫。 如此情况之下, 保护队友的重要性绝对是第一序列的。 为此, 打死另一个不长眼睛胡乱冲撞的人类, 反而是最优解。 刘斩的目光在这矮胖男人的尸体上扫了一眼, 主要是担心他身上附着什么诡异。 楼道里, 玄机又响起了好几个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竟然又接连逃出来三个人来。 这三个人神色同样是惊恐至极, 不过明显没有那个矮胖男人如此识错。 躲在一旁角落中准备伏击的陈海川见状, 心中一动, 沉生说道, 快到我这里来, 上面发生什么了? 这三个人类还抱有一丝理智, 属于能团结的力量。 三个人类在大厅之中看了一圈,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往陈海川身边钻来, 一个个如同受惊的小猫一样颤抖道。 上面有个诡异的小女孩在疯狂涂路, 不管是人还是诡异, 她只要比比个子比她高的全部杀掉。 陈海川看着三人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你们就躲在这里不要乱跑, 待会儿如果有机会可以参战。 陈海川一点都不信任这三个人类, 但他心中还有其他算盘。 这三个人也许没有战斗力, 却未尝不能抗三刀。 他们三个多抗三刀, 几方就多了三刀的机会。 这说不定就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 而这三个人如果真的有战力, 和自己待在一起, 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不论如何, 先收拢住他们, 才是最优解。 那头小女孩诡异, 实在是太恐怖了。 如此重压之下, 必须要充分调动能看到的所有资源。 从训练有素的陈海川身上, 三个人都察觉到了一丝心安, 深深吸了几口气, 勉强平复下来。 就在这时候, 三人逃下来的楼道里, 缓缓走出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是那大肆杀戮的诡异小女孩, 浑身笼罩着幽绿色的烟气, 神色阴森至极。 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一滴血都没有沾染。 但小女孩走过的地方, 留下了一行血淋淋的小脚印。 看到这个小孩, 所有人都是一惊。 刘斩立刻竖起了手中的反击钢盾, 另一只手拿着手枪, 对小女孩连开了三枪。 砰砰砰。 三个伤害数字从小女孩身上飘了出来。 -10、-16、-14。 众人的瞳孔, 齐齐皱缩, 头皮发麻。 这泥马什么伤害数字? 刘斩虽然是全力量加点, 远程攻击力本来就不高, 用枪打不出什么伤害也是正常的。 但绝对不应该这么低才对。 陈海川等人的心, 齐齐沉入了谷底, 恐怕要团灭了。 小女孩阴森的目光立刻聚焦在了刘斩的身上, 嘴角微微上挑, 露出了一个诡异至极的笑容。 嘿嘿说道叔叔, 你真高。 他离着三米远, 摇摇在自己头顶, 比划了一下自己和刘斩之间的高度。 刘斩一愣, 这什么意思? 躲在一旁的王家反应极快, 脱口而出。 快蹲下。 之前得到的信息中, 身高这个因素已经重复出现过很多次了。 王家作为一个参与过四次禁忌封印的猎神, 如果还想不到, 可就太迟钝了。 这个小女孩可能拥有类似禁忌的击杀规则, 和禁忌006的模糊规则完全不同, 这个小女孩的击杀规则非常清晰, 杀死所有身高比她高的存在。 第114章 最后的冲锋, 念及此处王家的心神俱阵。 这头诡异竟然拥有击杀规则, 这是为什么? 难道说, 这小女孩也是一头禁忌不成? 王家感觉, 一股刺骨的冰寒瞬间爬满了自己全身。 区区六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和一头禁忌开战的。 他们之前在古玩街外聚集了一百多个猎人, 都没敢对禁忌006动手。 倘若这真是禁忌, 这个秘境恐怕注定无法清剿了。 刘斩的思维完全没跟上, 但身体却下意识执行了王家的命令。 猎人向来是抱团求生的信任队友, 几乎是写进了骨子里的本能。 刘斩蹲下的瞬间, 小女孩提起的牛耳尖刀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没有展出去, 王家的心再一次向更深处沉了下去。 果然, 他是有击杀规则的。 所有人, 全部蹲下。 王家声音颤抖, 立刻蹲了下去。 其余猎人也都是额尖冷汗直冒, 齐齐下蹲。 一时间, 医院大厅之中静得可怕。 小女孩的目光在一个个猎人身上扫过, 忽然看向了陈海川旁边的三个普通人。 这三人反应没有猎人那么快, 现在还站着, 身体僵硬, 双腿颤抖, 似乎已经进入了僵直状态。 生物一旦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恐惧之中, 反而会难以移动, 寸步都难行。 这三人近距离看到如此恐怖的诡异小女孩, 齐齐吓傻了。 小女孩走到三人身前, 抬头露出一个隐约有些天真的笑容, 说道, 你们都好高啊。 手中, 雪亮的牛耳尖刀挥斩而出, 森绿色的夺命刀芒再次出现。 生死一刻, 只有站在三人最边缘那年纪不大的姑娘, 尖叫一声, 克服了死亡的恐惧, 向旁边扑了出去。 剩下的两人, 背着道恐怖刀芒, 齐齐拦腰斩过。 -5149, -5421, 两个恐怖的伤害数字, 从两人身上飘起。 两个断裂的上半身, 齐齐坠地, 发出一声闷响, 渐气泄浪。 瞬间暴毙, 人已经死了, 但口中物资还在发出惨然的尖叫。 近在咫尺的陈海川, 双目不由瞪大, 脸上见了好几团温热的鲜血, 蹲在角落里,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那小女孩诡异咧嘴一笑, 在陈海川面前缓缓蹲了下去, 阴冷说道叔叔, 你还是比我高啊。 陈海川倒吸一口冷气, 额肩冷汗仿佛瀑布, 想也不想, 直接频频趴在了地上。 小女孩, 就在他也准备趴在地上的时候, 大厅之中忽然响起了一连串枪声, 树枚银制子弹接连落在了小女孩身上, 分别打出了十几点伤害。 小女孩眼中阴力之色一闪, 豁然起身看向了后方。 刘斩一手持盾, 一手举枪,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 蹲下无用, 趴下也无用, 这个八九岁的孩子比高度总是比成年人矮的。 不论成年人何等姿势, 只要小女孩学着做一样的姿势, 就能触发击杀规则。 逃不开就只能打一场硬仗了。 刘斩深知自己的团队职责, 他死之前, 绝对不允许这小女孩攻击到自己的队友。 小女孩眼见刘斩起身攻击自己, 顿时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 身形一闪, 出现在刘斩面前半米之处, 在自己头上比划了一下, 而后直接提起了牛耳尖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李全光手中的狙击枪骤然轰鸣。 一枚银制子弹, 击事而出, 落在了小女孩身上。 小女孩被这一枪打得裂浅, 两个字从刘斩身上飘起。 闪避。 而小女孩身上也飘起了一个伤害数字。 暴击。 负341。 李全光额间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太恐怖了, 这属性压制简直不讲道理了。 如此恐怖的诡异, 刚刚那一刀如果刘斩没有避过, 真的有机会抗住吗? 小女孩明显被李全光这一枪打得吃痛, 抬头发出了一声尖笑。 尖利诡异的笑声在医院之中滚滚激荡, 直刺所有人的心灵。 死。 小女孩身影一闪, 出现在李全光面前, 骤然下蹲, 露出一个阴朗的笑容。 叔叔, 闻到你死了。 李全光的瞳孔, 骤然紧缩如针尖。 动。 李全光想也没想, 直接仰面躺倒在地。 他知道自己抗不下来一刀, 但也相信, 自己的队友绝对会在这片刻时机, 提自己解围。 果然, 杂乱的枪名, 下一刻在医院大厅之中交织起来。 其余五个猎人, 齐齐对着那小女孩的背影开枪了。 但依旧没什么实际意义, 这小女孩被五个猎人挤火, 打空了弹夹, 血条竟然没怎么掉。 目测至少还有95%以上的血量。 所有猎人心中均是发苦。 这怎么打? 根本打不了啊。 早知道这小女孩的强度恐怖到了这种程度, 他们恐怕就选择狗着了。 保存有生力量, 狗到这秘境结束, 再想办法处理, 但眼下, 已经逃不掉了。 刘斩怒吼一声, 丢下手中没有子弹的手枪, 持着反击钢盾, 直接向小女孩冲了上去。 他眼中满是死质。 局面太混乱了, 如果刘斩不冲, 小女孩很可能随机攻击。 眼下唯一可能顶住攻击的, 只有刘斩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必死的。 就连刘斩, 心中也不确定, 自己到底能不能抗住。 按理说, 他身上的天赋和两个被动都是减伤的, 护甲也很高, 打在其他玩家身上5000多的伤害, 他这2800血未必会死。 但实在难料, 如果能撑一刀不死, 自己借助圣水, 这恐怕, 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冲锋了, 只希望自己的死亡能换来一次惨剩, 便死得气锁。 啊, 刘斩斜着血怒, 反击钢盾如板砖一般, 狠狠拍在了小女孩后脑勺上。 暴击, 负一, 小女孩缓缓转过身来, 一双阴冷的大眼睛直勾勾盯着近在咫尺的刘斩, 手中牛耳尖刀瞬间提了起来。 第115章, 死中求惨剩, 被小女孩目光锁定的瞬间, 刘斩通体声寒, 一片切实的死亡阴影将刘斩全部笼罩, 他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死亡的气息在逼近, 距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 刘斩头皮发麻, 下意识躲避, 身体在银武药水的作用下, 十分清零, 小女孩手中的牛耳尖刀, 速度却比刘斩预料之中还要更快些, 一道森绿色的刀芒骤然斩出, 刘斩瞳孔皱缩, 这一刀太快了, 躲不开了, 心中念头转动, 刘斩下意识提起了反击钢盾, 护持身前,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把闪烁着七彩灰光的陶木剑, 悄然刺出, 如毒蛇土性直吸小女孩的后颈, 是天剑猎神王家, 这秘境无法动用主动技能, 着实限制了这猎神的发挥空间, 但他依旧呈现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和精湛的战斗技巧, 不论是时机还是角度都十分刁钻, 这一剑令人侧目, 就连那小女孩都不由被疯鬼陶木剑吸引了注意力, 眉头微微一皱, 阴冷的大眼睛中闪过一抹不喜之色, 这把剑散发着令他厌恶的气息, 下一刻, 疯鬼陶木剑的剑锋, 趁着小女孩出手攻击流斩的剑系, 落在了小女孩脖子上, 暴击, -314, 暴击, -667, 还有一连串的20伤害从小女孩身上接连飘出, 那是陶木剑的技能灰光法剑绝的持续伤害, 随着这一剑的出手, 小女孩的血条顿时下跌了约十分之一, 王家心中一定, 有希望, 和之前王家参与封印的四头禁忌比较, 这个小女孩虽然同样恐怖, 但并不是没有击杀希望的, 和禁忌006比较也明显弱了许多, 虽然有类似禁忌的击杀规则, 但应该还不是禁忌, 只要刘斩能多抗几下, 为自己和李全光更多争取一些攻击的机会, 说不定能赢, 战况激烈, 死亡随时可能到来之际, 没有人注意到, 楼道阴影之中, 不知何时, 多了一点暗红色的火光, 那是一个就烟斗, 一个被怪帽子阴影遮罩的男人, 站在阴影之中, 缓缓吐出了一个青色的烟圈, 江炎已经下来半分钟了, 但他暂时没有介入这场战斗, 只是静静旁观, 玩家面板上跳出来, 这个小女孩的明币收入, 明币加12548, 这是一个很眼熟的明币收入, 昨夜江炎坐电梯的时候, 和一个小小的手掌在黑暗之中食指紧扣, 当时虽然没有看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却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明币入障, 这就是斩命灵童, 江炎心中确认, 眼下看来, 斩命灵童已经呈现出了禁忌的击杀规则, 杀死一切身高比自己高的存在, 但是这个斩命灵童, 明显还没有达到禁忌的强度, 大厅里这六个猎人, 按照眼下这局面, 的确有不小的可能, 杀死斩命灵童, 将这个秘境成功倾剿, 上一世的记忆中, 天剑猎神王家这个时候根本不在南斗, 带队进入第三医院秘境的, 应该只有陈海川, 倘若少了王家坐镇, 眼前这一局, 猎鬼局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 陈海川最终能活着从秘境里出来, 估计就是苟着拖到时间结束, 然后立刻逃跑, 如果逃跑速度足够快, 再借助一些道具或者技能, 的确有可能逃出斩命灵童的事业, 进而逃生, 这一时, 情况则出现了不小的变数, 有王家在, 即便姜岩不插手, 斩命灵童也多半出不去了, 不过这六个猎人得死好几个, 姜岩抽着烟斗, 静静观察这场凶险的战斗, 虽然通关的路已经在面前, 但依旧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谜团, 没有被解开, 时间还很充裕, 姜岩并不着急, 战圈之中, 森绿色的刀芒闪现的瞬间, 刘斩就知道, 自己躲不过这第二刀了, 双手握持反击钢盾, 顶在了身前, 刘斩眼中闪过一抹临死的疯狂, 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打我多少血吧? 砰, 一声闷响在反击钢盾之上响起, 刘斩应声道飞而出, 直接撞在了身后的柱子上, 一个伤害数字从刘斩身上飘出, 负2845, 刘斩的全部生命是2846, 抵抗两个字, 玄机飘了出来, 碎裂成两半的玄火护符, 从刘斩怀中跌落在地, 刘斩眼中的疯狂, 瞬间变成了绝望, 还是扛不住, 这个小女孩的强度, 太恐怖了, 王家惊怒的声音, 从斩命灵童另一侧传来, 快喝药, 刘斩迟疑了瞬间, 如果第一刀能秒自己, 那第二刀也能秒, 失去了玄火护符的保护, 自己一滴血还是满血,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和圣水有点浪费了, 但刘斩还是一言, 一个翻滚拉开距离, 快速灌了三瓶圣水下毒, 生命值再次毁满, 与此同时, 王家和李全光分别发动了攻击, 打掉了斩命灵童一些血量, 擅长近战的陈海川, 也踢着刀冲了上来, 加入了战圈, 陈宇柔和薛满楼, 则一直在外围不断射击, 他们能打出的伤害很有限, 但冲进去也没有太大效果, 反而容易挤占王家和陈海川的空间, 生命值毁满的刘斩, 硬着头皮又一次迟钝顶在了斩命灵童面前,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刘斩已经非常明确, 自己的生机只在那30%的闪避几率上了, 一旦闪避不开, 被一刀命中, 自己就是暴毙的下场, 但就算是拼着暴毙, 也必须为自己的队友, 抗下那最后一刀, 斩命灵童又一次抬起了牛耳尖刀, 眼见要有伤亡开始出现的时候, 一叠金灿灿的灵壁忽然从楼道阴影之中飞了出来, 啪的一声轻响, 砸在了斩命灵童头上, 小女孩的头被冥币砸得一歪, 这叠冥币纷纷扬扬落下, 如同漫天金色的蝴蝶雨, 围绕斩命灵童铺成了一个小圆圈, 斩命灵童的牛耳尖刀也彻底僵在了空中, 阴冷的大眼睛中满是惊恶之色, 这咋回事, 医院大厅一片死寂, 咕嘟,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缓缓扭头向楼道阴影处看了过去, 一个隐约的轮廓, 抬不从里面走了出来, 走出的地方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 星红震暴, 发动, 斩命灵童在怪帽子头下的阴影之中, 看到了一双星红可怖的眼睛, 哄, 瞬间, 她的思维被这双眼睛之中的恐怖凝力击碎, 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此人是今生见过的最恐怖的东西, 必须立刻杀了她, 否则, 自己绝对会被她杀死, 斩命灵童一闪之间脱离了猎人的战圈, 出现在了江年面前不远处, 她哆哆嗦嗦抬起一只手, 比划着两人的身高差, 嘶哑着阴冷的声音说道, 叔叔, 你, 话还没说完, 就听江年淡淡说道, 没礼貌, 叫哥哥, 斩命灵童, 这是重点吗, 她继续说道, 你好高啊, 江年探手拍了拍斩命灵童的头, 像是在拍街边一只无家可归的小流浪狗, 被烟斗变得嘶哑音森的声音淡然说道, 我也不高, 主要是你这个小萝卜头太矮了, 小女孩, 其他猎人, 不愧是静忌006, 面对如此恐怖的小女孩竟然一点不带怕的, 还嘲笑人家是小萝卜头, 就算是小萝卜头, 也是个能一刀砍出五千多的萝卜头啊, 你这轻挑戏学的语气真的合适吗, 斩命灵童已经完成了击杀规则的判定, 直接一刀挥斩而出, 一道森绿色的刀芒瞬间出现, 直指江岩胸口切根来, 六个猎人齐齐平住了呼吸来了来了, 这恐怖小女孩和静忌006的第一次交锋, 究竟谁更恐怖一点, 如果静忌006打死了这个小女孩, 岂不是秘境直接结束, 我们躺着鼠前, 六名猎人心中齐齐扶起激动来, 虽然静忌006不是个好东西, 但不影响他干点好事啊, 下一刻, 森绿色的刀芒斩在了江岩的胸膛之上, 发出了蹭的一声轻响, 旋即消失无踪, 江岩身上飘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暴击, 负一, 斩命灵童, 六名猎人, 不是, 不暴击能打五千多的一刀, 在你身上暴击了, 尼玛爆出个一是什么鬼, 江岩抽了一口就咽斗, 怪帽子阴影下的眼神, 十分玩味, 这斩命灵童虽然还不是货真价实的禁忌, 但属性和杀伤力, 着实已经不低了, 这种强大至极的诡异, 若是放在外面, 估计是能破江岩房, 打出几十点伤害来的, 但是这秘境开始的时候, 江岩赤巨资给自己刷了很多玩家单人增益效果, 所以, 秘境里的他更加变态, 即便硬抗了斩命灵童一刀, 也依旧不破防, 不过, 斩命灵童如果成功离开这个秘境, 属性获得巨大增益之后, 局面可就未必如此了, 到时候, 搞不好江岩在一刀之下, 也要破大防, 会非常危险, 这一次来, 第三医院秘境, 江岩的主要目标, 就是清剿斩命灵童这个巨大的威胁, 其他事情都是顺带的, 晒, 义, 死, 念, 江岩右肩上的黑鸭, 张开大嘴, 打出一连串嘶哑沉的不祥诅咒声, 在医院大厅之中来回激荡, 江岩左手一挥, 一张硕大的人面珠王笼罩而出, 瞬间将斩命灵童捆覆在原处, 小蜘蛛不断涌动, 一个小女孩形状的蛛丝剑不断成形, 不过这个蛛丝剑完全无法有效阻止斩命灵童的行动, 紧接着一道森绿色的刀光就又一次斩了出来, 将珠王彻底剖开, 江岩不闪不闭, 任由这第二刀落在自己身上, 小蜘蛛虽然多, 但是在斩命灵童身上只能打出一的伤害, 至于人面鬼珠本体, 根本不赶上斩命灵童的身, 否则很容易被一刀秒杀, 面对这种强大的诡异, 人面鬼珠暂时只有辅助的能力, 输出还是要看黑鸭, 这头虚体诡异的四个技能已经形成了技能循环, 爆发能力也许不强, 但持续输出能力非常恐怖, 再加上江岩无限的回篮药剂供应, 肆意诅咒之下, 斩命灵童的生命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下跌, 江岩抽了口烟斗, 有点怀念安小兴这个暴力狂了, 如果他在, 两枪就结束战斗了, 哪里需要这么费劲, 打了片刻, 星红阵暴的持续时间结束, 斩命灵童恢复了清醒, 隐冷的一双大眼睛中, 骤然腾起一抹惊恐之色, 刚刚发生了什么, 眼前这个家伙也太恐怖了, 昨夜和他在电梯里相遇, 斩命灵童就察觉到这家伙不好对付, 骗了一万明币之后直接溜了, 没想到, 今天又在这里不期而遇此人的恐怖之处, 比斩命灵童预料中还要更离谱, 啊, 斩命灵童此时生命值已经跌落一半, 张口发出一声刺耳尖叫, 转身就跑, 你给我等着, 狠话还没落地, 斩命灵童撒鸭子就跑, 速度极快, 一晃便直接消失在了楼道阴影之中, 江炎淡淡一笑, 直直追了上去, 他敏捷高达250点, 速度竟然不比, 融入了虚体诡异的斩命灵童叉, 牛皮糖一般一步一驱跟在了斩命灵童的身后, 斩命灵童风一般在楼道里奔跑, 却听身后有另一阵狂风紧追不放, 扭头一看, 顿时吓得一个猎解,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你不要过来啊, 斩命灵童对着身后的江炎, 发出了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 江炎怪帽子阴影之下, 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倒要看看, 这小姑娘能跑到哪里去, 一楼大厅中六个猎鬼局的猎人, 奇奇实话, 他们能听到楼道里回荡着飘下来的尖叫声, 不要过来啊, 要过来啊, 过来啊, 来啊, 孤独,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眼中满是惊记, 这是刚刚那个凶威滔天的小女孩, 在禁忌006面前, 竟然失措至此, 被禁忌006轻松拿捏了呀, 陈海川擦了一把额尖的冷汗, 刚刚那一战, 眼见就要陷入前仆后继的惨烈局面了, 虽然还有一些陷阱没有动用, 不过在那小女孩的强度面前, 这些陷阱估计也只够六个人苟延残喘罢了, 就算最后能赢, 也定是惨胜收场, 六个猎人不知道, 还有几个能离开这秘境, 但禁忌006一出手, 这小姑娘就尖叫着开始逃跑了, 禁忌006恐怖如斯啊, 我们要不要, 跟上去看看, 陈海川心有余悸看向王家, 第117章, 何鬼抬杠, 听到陈海川的话, 王家骤然哆嗦了一下, 不会吧, 又要去和禁忌006近距离接触了, 王家心中又一次闪过了前不久, 在那诊室里面, 自己遭受了何等非人的折磨, 16%的阅历率啊, 还是利滚利啊, 妈的, 那禁忌006根本就不是人, 他踏马就是个孽主, 如果有的选, 王家真的想要离这头恐怖禁忌远远的, 再也不出现在他视野之内了, 万一再闹什么幺蛾子, 再给我翻一倍, 变成32%, 嘿, 我王家今天就直接自吻在这秘境里了, 谁都别拦着我, 但王家深深吸了口气, 冷静下来之后还是点头道, 嗯, 我们跟上去看看, 这个秘境必须被清剿, 南斗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波折了, 处理完这个秘境, 出去之后就要着手封印禁忌006了, 如果再多一头从秘境里冲出来的强大诡异, 本就残破不堪的南斗, 真的危在旦夕了六个猎人整理了队形, 刘斩走在第一个, 顺着楼道往上跑去, 他逃, 他追, 他插翅难飞, 斩命灵同顺着楼梯, 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冲上了七楼楼梯之上的天台设备间, 而后直接消失在了大门之后, 江炎站在紧闭的大铁门后, 眼中露出一抹若有所思之色, 七层之上不出所料, 应该是天台了, 而且之前护士长王柔柔说过, 天台不能上去, 里面也闹鬼, 全是跳楼诡异, 在上面排队跳楼, 不过这斩命灵同惊恐之下, 竟然下意识往这天台上跑, 估计这铁门后面的天台, 也不是那么单纯的地方, 哄, 江炎直接抬脚, 踹飞了这天台的大铁门, 一片阳光, 洒进了昏暗的楼道, 江炎看到了令他意想不到的场景, 天台上有很多管道, 风机, 应急设施, 而在杂乱的管道之间, 斩命灵同目入金鹿之色, 死死盯着破门而入的江炎, 奸声叫道, 可恶的家伙, 如果不是我身体被封印了, 我会害怕你吗? 在斩命灵同那娇小的身躯后, 江炎又看到了一个斩命灵同, 别无二致, 只不过, 这个斩命灵同是躺在地上的双眼紧闭, 身体的模样和眼前这个相比, 凝食了许多, 而在躺地的斩命灵同身旁, 还有一圈蓝紫色的光芒不断闪烁浮动, 其上还有神秘的浮转若隐若现, 似乎是某种阵法, 他说自己的身体被封印了, 江炎心中一动, 立刻意识到眼下这是什么情况了, 躺着的是斩命灵同的身体, 而行动的是斩命灵同的精神, 死, 光是一个游离的精神体, 强度就这么恐怖了, 如果和那身体融合为一, 怕不是直接化身禁忌了, 念及此处, 江炎心中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天台上这局面, 恐怕就是第三医院秘境的真相之所在了, 他没有急着发动攻击, 而是问道, 那你身体旁边那个, 是什么东西? 江炎宁眉, 看向斩命灵同身体旁边一个盘膝而坐的枯兽背影, 这枯兽的背影似乎是个老头, 一身蓝灰色的粗布衣, 头皮枯朽, 花白的头发已经脱落了大半, 露出了紫黑色的头皮, 看起来更像是个骷髅多过活人, 枯兽老头双手微微虚暗, 似乎放在了斩命灵同身体周围的封印法阵之上, 难不成是这老头在维持封印? 江炎完全没有料到, 天台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一时间思绪有些混乱, 斩命灵同顺着江炎的目光, 扭头一看, 顿时发出了一声气急败坏的尖叫声, 老头, 都五十多年了, 你还不放过我吗? 错的不是我, 是他们, 是他们害死我姐姐的, 我杀了他们, 是血债血偿, 天经地义, 斩命灵同一边尖叫, 一边提起手中的牛耳尖刀, 疯狂向那枯兽的背影出刀一刀又一刀, 那枯兽背影微然不动, 一层蓝紫色的光芒, 悄然浮现, 将斩命灵同的每一刀都牢牢挡在外面, 江炎沉阴片刻, 台步从旁边绕到了另一侧, 看向了枯兽老头的面容, 这老头面容同样枯朽, 似乎已经死了很多年, 一直分化在这里, 像个骷髅更多于像个活人, 就在江炎上下打量的时候, 枯兽老头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 眼球早已腐朽, 只剩下两个空洞洞的眼窝直勾勾盯着江炎, 江炎一惊, 下意识退了半步, 诡异吗? 不知道为什么, 这枯兽老头空洞的眼神令江炎有些害怕, 老头身上立刻飘起了两个大字, 免疫, 江炎愣了一下, 旋即意识到, 刚刚自己和枯兽老头四目相对, 已经触发了新红阵暴, 但是这枯兽老头竟然免疫了, 真不简单啊, 你是个什么动线, 江炎认真问道, 老头哭朽的喉咙中发出一声吊渣的叹息, 唉, 已经过了多少年, 终于有人进来了, 快杀了他, 老夫已经撑不住了, 老夫以五星天雷法阵, 将此诡异的身体与魂魄分离, 令他在这空间碎片之中徘徊了这么多年, 但老夫已经游进灯窟, 无法继续了, 快杀了他, 快, 他早就看出来, 这枯兽老头根本不是人, 同样也是一头诡异, 而且很强大, 什么五星天雷法阵, 什么游镜灯窟, 江炎一个字都不信, 这密境里的诡异全都有些颠三倒四, 精神被或多或少扭曲了, 这老头怕也如此, 既然诡异想让自己杀了斩命灵童, 自己弄清楚事情原委之前, 绝对不能杀, 总也不能被诡骗了不是, 那枯兽老头似乎被江炎的反问掖住, 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懒说道, 你杀了他, 这空间碎片就会崩溃, 不复存在, 你就能离开这里了, 你进来不就是为了杀死他的吗, 江炎摇头故意和鬼抬杠, 道, 不不不, 我进来是救他的, 我和他妈, 他姐姐陈妹妹是好朋友, 陈妹妹托付我进来救他出去, 老头, 你踏马, 斩命灵童, 真的吗, 小姑娘满脸惊喜, 第118章, 快杀了他, 陈妹妹和斩命灵童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麻煎难辨, 既然斩命灵童认知里是姐姐, 就暂时当姐姐叫, 不过, 江炎已经基本能从各种信息之中推断出来, 斩命灵童九成九, 就是当年那第一次融合了虚体诡异的胎儿, 陈妹妹可能只是害怕异样的目光, 才宣称是妹妹, 看着斩命灵童满脸惊喜的神色, 江炎心中不禁暗自咋舌, 小孩是好骗啊, 这明显骗鬼的话, 都能信你看旁边的老鬼, 明显就没信, 哭受老者深深吸了口气, 耐心解释道, 小子不要胡言, 我和其他鬼异并不相同, 无奈龙虎山第三十八代传人, 清虚真人, 五十余年前, 老夫下山行走, 无意中见此处鬼气冲销, 特来想妖伏魔, 谁知鬼物猖狂, 竟然搭了这条命进去, 当年封印此疗之时, 老夫就算定会有今日, 你速杀他, 老夫方得解脱, 如若不然, 最多两日, 这鬼异灵肉相合, 破出老夫封印塑造的空间碎片, 荼毒一方, 疑惑无穷, 江岩沉思片刻, 发现这老鬼所说, 至少逻辑上是通顺的, 斩命灵童在第三医院里暴走, 这整个医院上下, 恐怕无意活口, 这老鬼当年, 还是清虚真人的时候, 近来肃清诡异, 结果斩命灵童的强度, 超乎想象, 不得已之下, 只能将之封印起来, 造成了这个秘境, 独立于现实之外, 在此处藏匿了数十年, 而且老鬼给出的两日时间, 也和第三医院秘境的实现, 不谋而合, 这秘境本有三日时间, 已经过了一日, 只于两日, 两日一到, 秘境关闭, 轻脚失败, 斩命灵童脱离秘境而出, 成为一头恐怖的禁忌, 将南兜大半区域化为无人死地, 难道这老鬼所说都是真的? 斩命灵童两步跳到江岩身旁, 一把拉住了江岩的袖子, 说道, 哥哥, 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是吗? 你帮我打死这老头, 助我灵肉合一, 我和你一起出去找姐姐, 姐姐被坏人带走了, 我好想姐姐啊, 听到这话, 江岩心中不由悚然, 陈眉眉被人带走了, 这什么意思? 记录中的陈眉眉, 可是已经死了, 刚刚斩命灵童也亲口说出陈眉眉被人害死, 等一下, 也许并不冲突, 江岩眼底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王红对陈眉眉的手术实验, 就是和诡异融合, 在这种实验中, 死亡的陈眉眉, 未尝不能化身诡异, 被人带走了吗? 江岩心中缓缓点头, 而经这个秘境的真相已经基本全部揭开, 但一直没有见到陈眉眉, 如果她还在秘境里, 估计早就跳出来了, 所以说陈眉眉这个体质十分难得的实验体, 是被天使基金会的人带走了吗? 江岩感觉一股寒意, 在自己心底开始蔓延, 这个天使基金会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加可怕, 江岩沉思片刻,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展命灵童说道, 我叫陈灵, 自从江岩使用骗鬼大法之后, 展命灵童陈灵的对话意愿明显变高了许多, 江岩寻寻善诱, 不多时, 就从陈灵口中得到了她视角中这件事情的轮廓, 自从陈灵有记忆起, 就一直在陈眉眉身边, 被这位大姐姐照料长大。 据陈灵说, 陈眉眉对自己很好, 但似乎有些害怕自己, 尤其是晚上, 绝对不允许陈灵进入陈眉眉的房间, 陈灵有一次夜中被打雷声音惊醒, 十分害怕, 就去敲陈眉眉的房间门, 想和陈眉眉一起睡。 陈眉眉当晚吓得直接跳窗逃跑了, 在雷雨夜里蹲了一晚上瞧洞。 说到这事的时候, 陈灵一脸无辜和委屈之色, 江岩心中暗自负费。 那时候陈眉眉就是个普通女人, 天天养着你这种东西, 换谁都怕, 白天可能还好一点, 你雷雨夜里去敲她门, 没当场吓死, 已经算胆子超大了。 至于陈灵具体是如何出现在陈眉眉身边的, 陈灵也说不清楚, 江岩推测也不可能是陈眉眉自己把失踪的陈灵找回来的。 估计是陈灵婴孩本能未消, 自己回去找了生生母亲陈眉眉。 陈眉眉怕归怕, 但一来是自己生下的, 二来估计也摆脱不了陈灵, 就当妹妹养着了。 这一养, 就是十年。 期间陈灵也去上了小学, 江岩估计那时候的陈灵看起来和普通人区别不大, 能混迹在教室里。 不过陈灵儿自述没有任何朋友, 陈眉眉就是她唯一的依靠。 可能那些同班同学虽然分辨不出陈灵儿的底细, 却也不敢和陈灵儿一起玩, 都下意识绕着她走。 这让陈灵儿的性格有些自卑、自闭和偏激。 时间本来就这么过去, 陈灵儿也像正常孩子一样长大, 直到陈眉眉又一次怀孕, 又一次被天使基金会绑上了手术台。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陈眉眉竟然钻了个空子, 给陈灵儿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陈灵儿虽然一直被当人养, 但她不是人啊。 当她提着刀去了第三医院的时候, 陈眉眉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 陈灵儿在手术室门口, 亲眼看到被剖开肚子的陈眉眉, 挣扎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痛苦无比。 也就是那一刻, 陈灵儿彻底抱走了。 她先杀了那主刀的王红, 又把整个手术室血洗了一遍。 无意中击碎了一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仪器, 那仪器令陈灵儿本能厌恶, 所以直接丢到了窗外去。 回头准备涂入整个医院泄愤的时候, 陈灵儿突然发现原本死在了手术台上的陈眉眉, 竟然站了起来。 原来姐姐没死, 姐姐只是变成了我这样。 陈灵儿讲到这里露出了一个庆幸的笑容, 虽然已经被困住了几十年, 但陈灵儿的心智似乎依旧保持着八九岁的程度,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十分单纯。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陈妹妹死了, 她不喜欢。 陈妹妹变得和她一样了, 她喜欢。 江炎扯谎说是遵循陈妹妹嘱托进来救她的, 她喜欢极了。 江炎沉默片刻, 轻声问道。 后来呢? 第119章 五星神雷刚气绝。 听到江炎的问题, 陈灵儿双眉一束, 小脸上露出十足的煞气来, 说到那手术室里藏着一个很强的人, 一击将我打得灵肉分离, 神志都不清醒了。 趁着我发狂的时候, 那群人将姐姐抓走了, 然后这老东西就趁虚而入, 将我的肉身封印在了天台上。 如若不然, 我还真未必打不过它。 听到这话, 江炎双目瞳孔骤然一缩, 一击把斩命灵童打得灵肉分离。 五十多年前的斩命灵童, 也许还不是禁忌, 但也绝对不弱。 好家伙, 这世界上藏龙卧虎, 果真不简单啊。 而且陈灵这话, 无形中也印证了一旁枯兽老鬼的话。 哥哥, 你快杀了这老头, 我们一起出去找姐姐。 陈灵拉着江炎的手, 满面七记之色, 枯兽老头气得发抖。 小子, 别听他那些鬼话, 也许他有一个悲惨的过去, 这第三医院老夫看也不干净, 但这些都没那么重要。 他必须死, 否则他会杀死许多人。 许多? 自从陈灵的话, 无形中证明了老头所言非虚之后, 江炎便对老头多了两分信任。 这老头的确是一心向善, 为苍生着想的。 虽然已经深化诡异, 但还是站在人类这边的。 只不过, 江炎眼神微微眯起, 心中暗自盘算着更多的事情。 老头眼见江炎不说话, 顿时急了。 小子, 你该不会真被这小诡异给忽悠住了吧? 不要犯傻, 你赶快杀了这诡异, 老夫将绝学之一传授给你。 哭受老头说罢, 直接将一本书甩在了江炎脚下, 怒道。 你我同为人类, 我没来得及留下传承, 就交给你了。 江炎挑了挑眉, 低头看去, 书上写着几个大字。 五星神雷刚气诀。 目光触及这本书的时候, 江炎玩家面板上, 随之跳出了一行信息。 被动技能。 五星神雷刚气诀。 等级1, 每隔70秒生成一层神雷刚气护盾, 护盾不可叠加。 护盾总量为玩家生命值的7%。 护盾吸收近战攻击有7%几率反射一道雷霆, 造成玩家生命值7%的伤害。 江炎。 卧槽。 神技啊。 还是个挨打反击的被动。 我这个不能使用主动技能的印钞机, 碰到一个挨打就能发电的被动护盾技能, 简直是尼玛走了狗屎大运啊。 江炎直接一个恶狗扑时, 双手死死摁住了地上这本书。 很明显, 这技能压根不是系统商城里售卖的, 和王家手里那封鬼陶木剑一样, 属于这世界上本来就有, 但是得到了系统商城认可的东西。 恐怕全世界唯一的获取机会, 就是第三医院秘境里这老头了。 双手摁住的瞬间, 江炎直接选择了学习技能。 这本书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江炎手中。 而江炎的第六个技能栏里, 多了一个技能。 江炎直接一顿狂点, 把五星神雷钢气绝点到了十几。 被动技能。 五星神雷钢气绝等级时, 每隔七秒生成一层神雷钢气护盾, 护盾可叠加三层, 护盾总量为玩家生命值的50%, 护盾吸收来自十米范围内的攻击, 有50%几率反射一道雷霆, 造成玩家生命值50%的伤害。 看到这个十级技能的描述, 江炎直接被吊成了撬嘴。 护盾可叠加了, 反射雷霆不局限于近战范围了。 十级果然质变了呀, 他有些压抑不住自己狂笑的冲动。 这个技能也太变态了, 就算放在一般玩家身上, 也堪称变态至极的被动。 可放在了江炎这个属性逆天的超级大变态身上, 简直是变态到扭曲的程度了。 有了这个被动, 江炎就像是个煤气罐一样, 多碰一下就会爆炸。 不行不行, 这个被动也太逆天了, 这件十级有点太暴天天物了。 点探码二十级。 十一级, 花费五十一万两千明币。 十二级, 花费一百零二万四千明币。 十三级, 花费二百零四万八千明币。 十四级, 花费四百零九万六千明币。 十五级, 花费八百一十九万两千明币。 十六级, 花费一千六百三十八万四千明币。 十七级, 花费三千二百七十六万八千明币。 十八级, 花费六千五百五十三万六千明币。 十九级, 花费一亿三千一百零七万两千明币。 二十级, 花费两亿六千二百一十四万四千明币。 江炎擦了一把自己额尖的冷汗, 心中生起了一种罪恶感。 太他妈贵了一点吧。 一个二十级技能, 花了近四个亿的明币。 江炎看了一眼, 自己骤然缩水的明币余额, 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 那可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印出来的明币啊。 被动技能。 五星神雷钢气绝。 等级二十, 每隔三秒生成一层神雷钢气护盾, 护盾可叠加七层。 护盾总量为玩家生命值的150%, 护盾吸收200米范围内的攻击 有100%几率反射一道雷霆。 对目标周围5米范围的所有敌对单位 造成玩家生命值150%的范围伤害, 对诡异目标伤害翻倍。 虽然四个亿很离谱, 但这个二十级的技能也同样离谱啊。 100%反射200米范围内的攻击。 除了狙击枪那种东西, 很少有远程手段能拥有超过200米的攻击距离。 而且反射的雷霆还从单体伤害 变成了5米的范围伤害, 对诡异还会翻倍。 这才是本应超击该有的被动啊。 江炎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下, 我秒杀诡异的速度, 应该不比安小心慢了吧。 出去之后, 一定要找个机会爽一下。 那哭求老头看着江炎恶狗扑石一般 将自己丢下的书捡走了, 颇为欣慰点头道。 如此可教。 你我也算师徒缘分一场, 我没有其他要求。 你杀了这小女孩之后, 把这本书也带回龙虎山, 给他们留一份, 也算我轻虚, 反不失门了。 我想, 龙虎山也会收你作为弟子, 传承一波。 老头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宛若师父临终前对弟子交代遗嘱。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一直低着头的江炎, 身上忽然浮起了一层蓝紫色的护盾光照。 这层护盾和枯瘦老头伸周的如出一辙。 清虚老头顿时一惊, 瞪圆了空荡荡的眼眶, 狮声道。 怎么可能? 你明明都没看书, 这么快就学会了。 难道说, 你是修到天才不成? 清虚老头的话还未落地, 江炎身上又腾起了一层护盾。 清虚, 这什么鬼? 第120章, 签约或者死。 老夫创立此数二十余载, 苦修不错, 至今也就能勉强凝聚出三层钢器。 你, 刚刚接触, 竟然就能直接凝聚出两层。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清虚瞪着眼前的江炎, 语气震惊至极。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前辈, 时代变了。 从这清虚身上可见一般, 之前虽然有强者, 却需要苦修才能和诡异较量。 猎鬼局的那些猎人, 实则也是走的这条苦修之路, 才能遥遥领先于普通玩家。 但现在, 诡异降临之后, 课金就能变强。 清虚深深吸了口气, 正准备说什么, 猛然看到, 江炎身上竟然又腾起了一层护盾。 第三层了, 清虚整个鬼都骂了, 自己面前, 到底是一个怎样逆天的东西啊? 我刚刚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清虚肃然问道, 江炎点头道, 多谢前辈传法, 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我一定秉承前辈遗愿, 将此法送入龙虎山。 清虚满意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你动手杀这小女孩吧。 以你的天资, 就算未来再如何颠沛流离, 我人族也依旧有希望。 江炎反手喷出一张人面猪网, 瞬间将一旁的陈链笼罩在下。 陈链尖叫一声, 奋力挣扎起来。 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为什么这样对我? 这一次, 人面鬼猪的所有小蜘蛛都附着在了猪网上, 只剩下本体还留在江炎手套之中。 有了密密麻麻的小蜘蛛共同之网, 竟然一时间和陈链的挣扎, 勉强形成了平衡, 令他无法挣脱猪网束缚。 但陈链的属性太高了, 挣扎过程之中, 小蜘蛛也再不断被杀死, 支撑不了太久。 但江炎也不需要太久。 江炎看向清虚道长, 淡淡说道, 我杀他之前, 需要先杀了你。 清虚愣了一下, 半赏沉默不语。 江炎继续说道, 你现在是个诡异, 如果你会随着这秘境一同消失, 那么我杀了你, 也只是让你早死了几秒钟。 如果你不会随着这个秘境消失, 我就更需要杀了你。 你这种诡异, 绝对不能出去。 江炎的语气, 斩钉截铁。 他有一种直觉, 如果这个清虚道长化身的诡异, 离开了第三医院这个秘境, 到了外界去, 接下来的私心还是出于安全考量, 清虚都必须死。 清虚枯朽的嘴角露出了一抹释然的笑容, 汗手说道, 好好好。 小伙子意气风发, 心思缜密。 老朽佩服, 既然如此, 你动手吧。 但老夫要提醒你一句, 老夫死后, 此阵历解, 你需立刻诛杀此女, 万不可让其凌肉合一。 否则, 你就算学了老夫的钢气诀, 怕也不是此女的对手。 清虚说罢, 豁然起身, 双目闭合, 竖手带死。 江炎恭恭敬敬对清虚道长行了个弟子里, 起身之际, 肩膀上的黑鸭张口发出了不祥的诅咒声。 晒 义 死 念 清虚道长本来就游进灯窟, 没剩下多少生命值, 被黑鸭扎扎实实打了几个技能循环之后, 刚气护盾告破, 生命值彻底归零。 碰 老道苦苦支撑了五十多年的枯朽身子, 骤然落地, 发出一声烈响, 浑身筋骨寸断, 皮肤军裂仿佛一具疯化多年的干尸摔在地上, 碎裂处处, 已是死了。 江炎由衷松了口气, 这清虚老道给他的压迫感, 比斩命灵童更大。 江炎斜跨一步, 挡在了斩命灵童躺着的身躯和不断挣扎的灵体之间, 淡淡说道, 签了这个合同, 火着死。 他递出了一张燃血的合同, 上面的合同条款和之前江炎给诡异提供的合同, 截然不同。 之前和燕妹朱刚烈他们签订的合同都可以说是雇佣契约, 虽有强制力但却勉强还算对等。 可江炎现在给斩命灵童的这个合同完全就是主仆契约。 一旦这个合同签订, 斩命灵童将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江炎随时都能以一句话结束斩命灵童的生命。 而江炎在合同中付出的是一个月十万名币的月薪, 以及帮陈莲找到陈梅梅的承诺。 十万很多, 但对江炎而言已经不值一提。 至于寻找陈梅梅, 定然牵涉到天使基金会。 而江炎不论有没有这个合同, 都不可能放过这个不干人事的狗组织。 等江炎把天使基金会在南多的各个据点打穿, 陈梅梅的下落估计迟早会被她找到。 这个合同更多是交换陈莲儿的生机。 倘若江炎控制不住斩命灵童这头禁忌, 她宁愿立刻将陈莲儿毁灭在这里, 绝不能养虎为患。 而如果陈莲儿愿意签订这个合同, 那么江炎将会立刻多出一个金牌大手。 这正是江炎私损过后提前杀死清虚的原因。 想要去博收服斩命灵童的机会, 清虚就必须先死。 被牢牢包裹在蛛丝简中的斩命灵童, 看着江炎递来的这份合同, 不禁沉默了。 你,不是我姐姐派来的。 你根本不认识我姐姐。 你骗我。 斩命灵童的尖叫声越发淒厉, 直刺人心。 江炎点了点头, 平静说道。 对,我不认识陈妹妹, 但我愿意帮你找到她。 斩命灵童挣扎尖叫道。 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江炎缓缓摇头, 冷然说道。 这份合同, 无关信任, 只关乎生死。 签了, 你活着, 以后跟在我身边。 不签, 你现在就死。 陈灵儿一时间双目茫然, 有些回不过神来。 她的心智过于幼小, 难以在这种生死抉择之中, 快速做出反应。 江炎静静等待陈灵儿的答案。 这个秘境探索至今, 江炎已经局面尽在掌握之中, 稳赚不赔。 眼下, 只看她能不能拿到斩命灵童的效忠了。 第121章, 秘境结束。 轻角失败。 看着怪帽子下冷肃的双目, 被包裹在蛛丝简中的斩命灵童, 又想到了刚刚和江炎交手时候的局面。 她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确打不过江炎。 如果能零肉合一, 她也许还有机会。 可现在, 江炎牢牢挡在了她和肉身之间, 陈灵毫无办法。 私存片刻, 陈灵孽如问道, 那, 我们找到了姐姐之后, 我能跟姐姐走吗? 江炎淡淡笑着摇头道, 不能, 但你可以劝你姐姐, 也跟我走。 你以后, 就能和姐姐在一起了。 听到这话, 陈灵大眼睛陡然一亮, 能和陈妹妹在一起, 她就觉得很幸福。 至于江炎所说的都跟她走, 陈灵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她幼小的思维, 完全体会不出江炎这句话里的险恶用心。 她这是要母女俩都给她打工啊。 那好吧, 陈灵伸出手, 在江炎递来的合同上, 歪歪扭扭签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的合同化作两道血红的光芒, 分别落入了江炎和陈灵体内。 自此之后, 斩命灵童就是江炎的仆从了。 怪帽子阴影下, 江炎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现在, 自己的身份反而转化了。 她要保护斩命灵童, 直到这个秘境结束。 斩命灵童脱离秘境, 将直接成就禁忌。 而江炎将会拥有一头禁忌作为仆从。 嗨嗨, 虽然这头禁忌是个九岁小女孩, 令江炎看起来像是个雇佣同工的无良资本家。 但江炎心中十分清楚, 自己这是在为民除害的同时, 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罢了。 江炎伸出自己戴着灰白色猪丝手套的左手, 陈灵儿身上的无数小蜘蛛, 化作一道蜘蛛桥, 密密麻麻爬爬回了江炎手套之中。 陈灵儿也从蛛丝剪中正拖出来。 江炎淡淡说道, 去和你的肉身合二为一吧。 陈灵儿面色喜悦, 蹦蹦跳跳扑入了他躺在天台地面上的身体之中。 灵肉合一, 陈灵儿的身体轻轻一震, 但还是没有睁开双眼。 江炎知道他需要一些时间。 江炎直接坐在了旁边, 轻轻抽着就咽斗, 竟在这个秘境结束一阵十分慎重的脚步声, 顺着楼道, 缓缓走了上来。 正是姗姗来迟的猎鬼局六人。 刘斩满面冷汗, 提着反击钢盾走在第一个。 看到天台情况的瞬间, 六名猎人齐齐松了口气。 陈海川跃众而出, 恭恭敬敬对禁忌006拒了一躬, 说道, 老板, 那小女孩已经被您杀死了吗? 这秘境怎么还没有结束?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淡说道, 她没死, 她现在归我了。 你们下去吧, 不要再来打扰她。 听到这话, 六个猎人, 齐齐实话。 诗, 什么意思? 那小女孩现在归禁忌006了? 可, 可是, 陈海川瞬间冒出了冷汗, 心中猪斑念头汹涌而过。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然问道, 怎么? 你们有意见? 此言一出, 如同寒风吹过六名猎鬼局的猎人, 齐齐打了个哆嗦, 而后忙不迭将头摇成了波浪鼓。 不敢不敢? 没有没有,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王家推着众人, 快步消失在了楼道的阴影之中。 一直走到主楼大厅, 刘斩这才回过神来, 擦了一把额尖的冷汗, 低声说道, 这, 岂不是说, 我们这次秘境, 注定轻角失败了。 王家深深叹了口气, 眼底满是无力感, 还以为禁忌006和那小女孩是敌对关系, 我们能够借力打力。 没想到, 他们竟然搅合到一起去了, 没办法, 我们六个肯定不是禁忌006的对手, 既然禁忌006要护住那个小女孩, 我们就只能放弃了。 接下来, 活着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切记不要和其他的鬼一起冲突, 一切等我们出去, 再从长计议。 众人回到病房, 陈海川满面愁容, 低声对王家说道, 猎神, 你说这个秘境时间耗尽, 那小女孩跟着禁忌006出去之后, 获得那所谓的巨大增幅, 会不会也变成一头禁忌? 王家不禁沉默, 倘若如此, 两头禁忌搅合在一起, 难都就别想好了。 猎鬼局现在根本没有应付两头禁忌的能力, 局面真的太劣势了, 若真的如此, 我们就只能放弃, 难都了。 王家摇头叹息道, 上面已经拟定了大规模撤离的计划, 可以套用在所有城市里面。 我们将难都幸存者们统合起来, 由猎鬼局带队, 向最近相对安全的城市撤离, 彻底放弃难都。 陈海川皱了皱眉, 沉思片刻, 缓缓点头道。 也只能如此了, 以难都现在一百多个猎人的规模, 如果不和禁忌006开战, 带队离开难都的难度更小些。 只不过, 禁忌006看起来不是偏安逸余的存在, 如果难都真的没有人了, 说不定会开始乱跑。 而且难都这么大, 我们如果真的放弃, 损失也太大了。 王家汉首道, 下下策。 但如果真的是两头禁忌搅合在一起了, 我们就只能如此了。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在难都找一下那个天使基金会。 自从被江炎挡回去之后, 猎鬼局的六个猎人变得非常安分, 缩在病房里, 静静等待这个秘境以失败而告终。 江炎也没有乱跑, 始终待在陈灵儿身边, 生怕自己的得力干将被什么东西偷了。 两日时间转瞬即逝, 终于, 陈灵儿紧闭的双目, 骤然睁开。 一双森绿色的阴冷大眼之中, 满是凝丽之色, 紧紧握着手中的牛耳尖刀, 险些下意识一刀砍在近在咫尺的江炎身上。 幸亏他还有两分理智, 意识到有那份合同在身, 江炎随便一句话就能要了自己的命, 缓缓将刀压了下去。 江炎也看到了自己玩家面板上弹出的提示。 秘境 第三意愿, 轻角失败。 斩命灵童将离开秘境, 出现在外界并获得巨大增幅。 所有玩家将会在三秒内传送至秘境入口。 三 江炎微微眯起了眼睛, 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他可没忘了, 外面还有一个人等着自己去杀, 被人面鬼猪狩猎标记过的王虎城。 第12章 禁忌制约。 随着秘境的倒计时结束, 江炎眼前白色光芒一闪, 整个人已经消失在了第三意愿秘境之中。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秘境入口的位置, 景象依稀很熟悉。 江炎往旁边的建筑废墟看了过去, 依稀还能辨别出来, 这是一所中学。 不过现在, 已经因为诡异攻击的原因, 导致整所学校面目全非, 一片狼藉。 江炎暗自沉思, 知道这多半就是之前的第三意愿, 被推并之后, 修建了一所中学, 利用中学生的澎湃洋气和生气, 试图镇压第三意愿曾经的怨气和阴气。 江炎身旁一道道传送光芒亮起, 第三意愿秘境中存活的所有人类都相继被传送了出来。 令江炎有些意外的是, 除了猎鬼局的六名猎人之外, 还有四名普通人类玩家没有死。 这四个人估计也是各中强者翘楚, 否则吉南从第三意愿秘境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生存到最后。 六名猎人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寂寥之色。 他们猎鬼局进入第三意愿秘境的人手, 足有十五名。 成功抵达第三意愿的人只有七个, 出来的只有六个。 若不是禁忌006插手了最后那一战, 他们的折损率恐怕还会更高。 警戒,别放松, 有序撤退。 王家低声说道, 满脸都是凝重之色。 其余猎人齐齐回神, 立刻结成了阵型, 开始向远处退去。 他们可都没有忘记, 一同被传送出来的, 除了禁忌006, 还有那个小女孩诡异。 那小女孩在秘境里都那么恐怖, 离开秘境获得巨大增幅之后, 真不知道会强成什么样子。 未必就比禁忌006插六个猎人 滞留在秘境中的时候, 讨论过很多, 但都弄不明白禁忌006到底在想些什么。 可能禁忌的视角和他们这些人类相比, 完全不同吧。 一道传送的白光在江颜不远处闪亮, 一个小小的身影, 踢着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缓缓从传送光芒中出现。 浑身幽绿色的烟气缭绕, 一双本该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中, 满是阴森和宁恶的杀意。 嘴角的笑容本该是萌萌的婴儿肥, 但挂在陈琳脸上却十分恐怖。 看到外面这些人的瞬间, 陈琳嘴角的笑容就越发地森冷起来, 手中的牛耳尖刀直接提了起来。 江颜闪身出现在了陈琳身后, 带着蛛丝手套的左手轻轻捂住了陈琳宁恶的双眼。 视野被阻断, 陈琳提起的牛耳尖刀顿时将在了空中, 没有斩落。 江颜的蛛丝手套轻轻如动, 无数小蜘蛛奔走而出, 在陈琳双眼之上编织了一条猪网眼带, 将她的双眼尽数遮蔽。 陈琳也没有反抗江颜的动作, 乖乖任由她遮蔽了自己的视觉。 这段时间以来, 江颜已经将陈琳的属性面板研究明白了, 也对所谓的禁忌这种东西有了更深的了解。 诡异, 斩命灵童, 属性 力量 310 敏捷 470 智力 293 江颜的预料完全没错, 倘若放任这斩命灵童不管, 即便是江颜也会被斩命灵童完全压制。 如果不是江颜从轻虚老到手中得到了刚气绝, 现在百分之百打不过属性如此恐怖的斩命灵童了。 禁忌制约 唯有高度超过该诡异的目标才允许被攻击。 制约在诡异单向属性超过300时出现, 并在该诡异单向属性超过800时失效。 江颜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禁忌的击杀规则, 之前只隐约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原来名称叫做禁忌制约, 看起来这项制约的出现, 完全就是为了不让强大的诡异那么容易屠戮人类罢了。 也就是说, 单向属性超过了300点的诡异, 都是禁忌。 所谓的禁忌也只是量变导致了质变, 强得令人不知所措, 才被冠以了禁忌之名。 至于为什么会有300点制约, 到了800点反而不制约这种事情, 江颜完全想不通。 不过, 800点属性也太变态了吧? 江颜现在三属性250点, 每点一下都需要1000万民币的巨款了, 点到800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真的算不清了。 特性, 欠和, 同时具有人类和虚体诡异的部分特性, 可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力量值, 每点智力属性额外加持生命值, 造成的伤害正10%, 受到的伤害负10%, 随年龄增长获得属性提升。 斩命灵同的这个特性非常变态, 黑压这种虚体诡异, 本来无法获取力量值, 通过智力属性获取生命值, 可斩命灵同不光能像虚体诡异一样, 通过智力获取生命值, 还能通过力量获取生命值, 双重生命, 恐怖如斯。 虽然没了免疫物理攻击的特性, 但是这个欠和特性的强度, 还是远远超过了江颜的想象。 甚至还能通过年龄增长白嫖属性。 江颜上辈子听都没听说过这种恐怖的诡异特性。 天赋, 致命一刀, 攻击速度-50%, 攻击力正500%, 近战攻击可变为范围三米的范围, 刀芒攻击, 攻击距离为5米。 看到这天赋的时候, 江颜就觉得陈灵儿这个天赋的强度, 不比安小新的暴力狂差太多。 不过攻速的确不快, 这一点在秘境里的时候就看到了, 只能一刀一刀切。 如果陈灵儿的攻速再快一点, 说不定猎鬼局的六个猎人直接就死三四个, 一点挣扎的空间都没有。 至于技能, 则是乏善可陈, 比那电梯里的无头诡异还要单薄。 技能, 恐惧尖叫, 等级三, 减缓周围敌人17%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 20%几率造成眩晕, 消耗, 300点法力值, 就一个, 而且这个技能强度很一般。 斩命灵通的所有逆天表现, 几乎都是凭借其爆炸的属性, 恐怖的特性和天赋打出来的, 根本没有这个技能的展现空间。 但江颜法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意味着陈灵儿的培养价值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 陈灵儿的攻击欲望非常大, 甚至会有本能的攻击冲动。 从秘境里出来之后的她, 甚至已经不需要比身高这个判定的动作了, 只要目测身高比自己更高的目标, 就几乎本能会发动攻击。 甚至好几次下意识抽刀向江颜砍了过去。 不过, 只要进行了视觉遮蔽, 这种攻击的冲动就会消失九成以上。 眼见江颜将陈灵儿的眼睛遮起来, 不远处的六名猎人和四名普通玩家幸存者, 扭头就跑, 一溜烟消失在了远处。 走吧, 先跟我回趟家。 江颜拉开了之前放在这里的汽车车门, 让陈灵儿上了车后座。 第123章, 隐藏物资, 瘟疫光环。 江颜离开了三天, 古玩街内的人流量比江颜离开之前还要更加密集, 几乎已经到了无处落脚的程度。 刚刚走到古玩街街口, 江颜就看到了笼罩在迷雾之中的魔狼, 正站在街口警戒。 看到江颜回来的瞬间, 魔狼双眼骤然一亮, 快速奔了过来, 粗黑的尾巴在背后摇成一片。 老板, 您终于回来了。 魔狼的表情十分忠权, 没有老板发奖金的日子, 真的太寂寞了。 江颜淡淡点头, 挤进了古玩街里, 四处视察了一下, 让张小虎微调了几处不如意的地方。 江颜, 你终于回来了。 随着一声交呼, 一个身影乳艳归怀般钻进了江颜怀里。 一脚踹开了自己的凳子, 乖乖在柜台下面趴下, 而后将一个账本放在了柜台上。 江颜搂着安小兴一屁股坐在了紫色宝箱上, 随手翻阅着自己离开这段时间的账目。 自己的暂时离开并没有让这店铺的营业下降, 反而随着人流量上升了不少, 贷款情况非常良好。 这些贷款虽然都是紫色宝箱和贷款者递结的, 但都是以江颜的名义递结。 江颜在密境里的时候, 就会时不时察觉到自己身上的合同数量又增加了, 就是古玩街持续放贷导致的。 他坚持的低利率策略已经出现成效, 虽然每一笔贷款都只要了1%的月利率, 但是这也导致敢于贷款的人数大大增加。 贷款的人多了, 外面的民币总额也就多了。 手里有了钱之后, 自然需要消费出去, 将之转化成切实的战斗力。 而他们消费的市场, 自然也是在古玩街里面。 古玩街的东西虽然不如系统商城多, 但价格是真的实惠。 每一笔在古玩街内成交的交易都会产生一笔交易抽成, 数额从之前刚刚开业的0, 5%上升到了1%, 摊位费也开始收取了, 12小时的摊位费是100名币。 贷款得来的名币经过古玩街的内部消化, 成为一个个玩家的实际战斗力之后, 这些玩家就开始躁动了起来。 既然课了金, 就不能一直当缩头乌龟, 否则课金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天生就会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 当玩家在生存压力之下课金之后, 自然而然会开始劝输自己, 花了这么多钱, 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 收集更多的资源。 所以经过这几天的冷静期之后, 一开始发誓绝对不离开古玩街一部的玩家们, 也渐渐开始出去小心翼翼地探索了。 开箱子是真的爽啊! 偶尔参与一下针对诡异的团战, 获得1800名币的收入也很香。 而这些玩家的探索收获, 也会再一次流入古玩街, 成为古玩街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古玩街内运转起来, 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 其产生的利益也越来越丰厚。 从一开始, 安保圣想要的就是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并且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长期利益。 和杰泽尔鱼比起来, 养溢池塘的鱼产生的长久收益, 明显更加可观。 安保圣虽然只是让江炎掌管古玩街, 其他什么都没说, 完全当了个甩手掌柜。 但江炎非常懂味, 从一开始制定的规则, 就是向完整的体系和长期收益靠拢的。 以江炎的能力和财力, 自然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开出10%月利率的贷款来。 那些真的急用钱的人, 绝大多数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 反而是饮阵止渴一般, 会对整个古玩街的生态和完整体系的构建,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到了现在, 运营古玩街的张小虎这些人, 每天晚上做低分钱的时候, 都能拿到300名币左右的收入。 这可是一天的, 按照这个趋势, 他们一个月能入账近万名币。 要知道, 鼎盛集团派来古玩街的, 足有20多个人手, 一个月产生20多万名币的利益, 这个初建立的古玩街, 已经有了鼎盛集团摇钱树的趋势。 恐怕再过一段时间, 古玩街就不光能自我满足, 还能开始反补鼎盛集团, 成为鼎盛集团的最大经济支柱了, 连开宝箱天赋的安保圣, 都只能自愧不如。 当然, 这点钱在江炎眼中不值一提, 连一点属性都加不上去, 所以他和安小星一直不参与分钱。 江炎真正看重的, 是古玩街接触和获取隐藏资源的可能。 而这些资源, 张小虎和紫色宝箱都根据江炎的命令, 替他留意着。 这三天的时间中, 张小虎一共替江炎截留了一枚重生十字架, 三张光环类技能卷轴, 两张被动技能卷轴, 一个巫毒娃娃, 两瓶特殊药剂, 一个初级炼金术技能卷轴, 钱都是从江炎留个紫色宝箱的一百万名币里出的。 以现在的玩家经济生态, 根本没有人能和张小虎竞价, 而且都知道他是古玩街的核心管理者之一, 也都愿意给他一个面子, 价格差不多就都卖给他了。 江炎随手在重生十字架上滴了一滴鲜血, 递给安小星, 让他埋在他那个十字架旁边。 安小星面色有些古怪, 嘟囔道, 怎么有一种声不同吵死同学的奇怪技是他? 江炎轻轻笑了一声, 巴基在安小星敲脸上亲了一口, 继续浏览这段时间节流的隐藏资源。 三个光环卷轴, 江炎只能看得上一个。 被动技能, 瘟疫光环, 等级1, 每秒减少周围5米敌对单位15点生命值。 说实话, 这光环强度也就一般, 不如之前获得的庇护光环好。 但是江炎的视角和普通玩家截然不同。 这踏码是个万金难求的, 具有主动攻击性质的被动光环啊。 你知道, 这对于一个无法主动攻击, 无法释放主动技能的印钞机而言, 有多么重要吗? 第124章, 之前小看你了, 看到这个瘟疫光环的瞬间, 江炎就确定, 这个技能自己必学。 江炎直接点到10级之后, 瘟疫光环的效果变成了这样。 被动技能, 瘟疫光环, 等级时, 每秒减少周围55米敌对单位150点加自身1%的生命值。 江炎眼前一亮, 固定值加生命值百分比的伤害。 不错, 这个技能看起来潜力真的挺大, 江炎余额不太够, 又印了一会儿钱, 攒够了4个亿的明币, 将瘟疫光环直接点到了20级。 他进入秘境之前攒了10亿明币, 事实证明绰绰有余, 如果不是最后点了个钢气绝, 连十分之一都花不掉。 不过猛对技能花销实在太离谱, 剩下的那些钱至此再次归零。 瘟疫光环的效果也再一次随之变化。 被动技能, 瘟疫光环, 等级20, 每秒减少周围100米敌对单位400点加自身10%的生命值。 江炎现在的生命值经过超高属性和装备, 庇护光环的双倍加成之后, 足有7350点。 这个生命值, 即便是对于诡异而言, 也算非常厚实, 更别提对人类来说了, 堪称恐怖。 而20级瘟疫光环的每秒伤害, 在江炎恐怖生命值的作用下达到了1135点。 江炎心中暗笑道, 陈海川纳获的生命值就900多, 以敌对状态出现在我身边100米, 一秒钟就死了。 这也算是曲线救国自己这个硬钞机, 猛猛课金之后也拥有了不菲的输出能力。 江炎看着自己的技能列表,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找光环, 反击光环, 强击光环, 耐久光环, 庇护光环, 瘟疫光环, 五星神雷刚气绝。 整整七个技能, 最低的是十级, 瘟疫光环和五星神雷刚气绝两个技能是二十级的。 其实两相比较, 五星神雷刚气绝还是比瘟疫光环强了不少的, 不愧是只能从第三医院秘境中获得的绝版技能, 不过必须挨打才能触发反击的效果。 别人如果不打江炎, 就和没有一样。 有了瘟疫光环和你找光环之后, 江炎完全能像牛皮糖一样沾死自己的敌人。 下一步, 该攒钱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了。 隐秘黑压套装上身之后, 江炎还没有给装备大规模升级过, 一直在属性核技能上下功夫。 可眼下属性核技能都已经到了性价比极低的程度, 装备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 江炎暗自私存道, 把装备升级之后发育的重心还是要落在属性上。 属性才是一切的根本, 没有强大的属性可以说寸步难行。 而只要属性够强, 装备核技能也就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罢了。 这段时间, 属性到底有多重要, 已经被三项属性高达250的江炎反复认证过了。 而江炎也第一次见到, 属性比自己更高的东西, 斩命灵童, 陈灵。 那小姑娘在第三医院秘境之中, 灵肉合一之后又获得了秘境的巨量增幅, 最高属性已经470点, 险些超过江炎双倍。 如果不是秘境里已经签订了主仆契约, 江炎在斩命灵童面前就只有逃跑的范儿了。 这也让江炎心中警觉, 自己的属性已经无法完全领先了。 必须赶快再点高才行, 此时一直趴在江炎怀里, 要抱抱的安小新也终于留意到了那个跟屁虫一样的陈灵, 疑惑问道。 这个是, 江炎凑在安小新耳边, 将秘境中的事情和他讲述了一遍。 听到秘境中的具体情况, 安小新十分惊讶, 有些惋惜道。 如果我跟你一起进去就好了, 下次如果还有这种事情, 你不要再抛下我了。 江炎想了想, 点头道。 嗯, 等到下一个秘境在开启的时候, 你的属性应该也能确保万无一失了。 安小新的战斗潜力其实非常恐怖, 只是碍于性格过于柔弱, 年龄也还太小, 江炎实在不放心。 就第三医院秘境里, 那诡异车站等车的局面估计就够安小新喝一壶的, 甚至有可能直接栽在那里。 不过, 距离下一个秘境开启还有很长时间, 够江炎慢慢完善安小新的各项能力。 转眼到了下班的时间, 江炎带着安小新和陈灵儿, 回到了阔别多日的鼎盛集团。 当年是鼎盛集团的前身, 龙翔成剑负责的南兜第三医院推评和重建的施工。 后来这龙翔成剑被安保胜的鼎盛集团吞并之后, 各项档案资料应该都被鼎盛集团接管了才对。 江炎很想看看, 当年龙翔成剑的档案中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另外, 挖掘第三医院地下那合金巨门的事情, 还需要安保胜处理。 江炎现在一秒钟好几万入障的人, 是不可能在那儿挖混凝土的。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江炎准备带安小星和陈灵去追杀王虎城。 那小子已经活得够久了, 是时候让他在绝望中煎熬着迎来彻底的死亡了。 三日时间过去, 鼎盛大厦的状态比江炎离开进入秘境的时候好了不少。 看来这段时间安保胜一直在修补这栋大本营。 鼎盛大厦本来有三层地下室, 而今全部都给人面鬼猪腾了出来, 充当了人面鬼猪的小蜘蛛孵化营, 里面堆满了江炎给的腥臭的诡异血肉。 三日时间过去, 鼎盛大厦的地下室中已经诸满为患。 江炎直接把人面鬼猪的本体放进去吞噬小蜘蛛了。 这头繁育特性的诡异吞噬自己繁殖出来的小蜘蛛, 就能获得属性的增长, 永远不会嫌弃小蜘蛛太多。 江炎则拉着安小星的手, 去了安保胜办公室。 办公室里堆满了宝箱, 是安保胜三日来挖出来的, 全给黑鸭留着。 黑鸭在旁边喷喷开宝箱, 爽得不行。 江炎则坐在了安保胜对面和安保胜聊天。 安保胜看着江炎的眼神之中满是感慨之色, 叹道。 江炎, 我之前小看你了。 这段时间, 鼓玩街的运营情况大打出乎了我的预料。 真的很难想象。 你竟然是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 这种能力和手段就连我也自愧不如。 江炎, 我准备成立一个鼎圣会, 你愿意当副会长吗? 第125章, 去杀人安保胜虽然从不插手鼓玩街的运营, 但明显从未忽视过, 眼见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成绩, 他对江炎的态度也彻底转向了。 这个小年轻有实力, 有手腕, 有头脑, 更重要的是和自家女儿真心相爱。 以至于安保胜要直接把江炎扶到鼎圣会副会长的位置上来, 今后这顶圣会就会一点点全部交在他的手上。 江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他很看重鼓玩街的隐藏物资获取能力, 至于其他的都不是很在乎。 不过, 鼎圣会倒是能帮自己干很多杂活, 比如去第三医院下面挖那合金大门。 安叔, 我想调查一下, 五十多年前, 龙翔成剑对南多第三医院的改建项目流荡。 我刚刚从第三医院的秘境里出来, 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想要互相印证一下。 听到江炎这话, 安保胜微微一愣, 拿起手机给秘书打了个电话, 过了片刻得到了南秘书的汇报。 五十多年前龙翔成剑的档案, 都在诡异降临的时候被大火焚毁了。 江炎微微皱眉, 脸上闪过一抹遗憾之色。 安保胜淡淡笑道, 不过, 你可以问我, 那份档案我知道, 而且看过很多次, 算是倒背如流吧。 江炎大愣, 旋即皱起眉头, 问道, 那档案有问题吗? 安保胜这种人物, 堪称日理万机, 五十多年前龙翔成剑的档案, 根本和鼎圣集团的业务没什么联系, 保存也只是因为法规, 怎么会倒背如流的? 看着江炎凝重的神色, 安保胜呵呵笑道, 也没什么, 你知道的, 大老板都迷信, 当年南斗第三医院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都说里面闹鬼了。 推平重建, 也是为了要用学生的扬气, 镇压底下的阴碎。 我就多看了看, 当年那些风水大师, 是如何规划布局, 用那所中学的各方建筑, 布置镇法, 镇压斜碎的。 除了格局的确好之外, 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 安保胜说着, 拿了一根笔, 循着记忆之中, 将当年施工的草图画了下来。 江炎仔细看了看, 和记忆中第三医院两相对比, 发现这所后来修建的学校, 比第三医院大了三分之二, 似乎主楼后面的一块地皮, 也画归了这所学校所有。 安保胜点头道, 那后面原来是一条老弄堂, 当时一并拆了, 用来盖了学校。 这在风水格局上而言, 也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这一片空间, 这格局就逊色许多了。 江炎缓缓点头, 指着施工草图说道。 所以说, 当年这所学校的主教学楼, 就修建在了第三医院主楼的遗址上。 安保胜点头, 说道, 当时这工程不是我经手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按照答案里的技术, 似乎工期特别着急, 就给了三周的时间。 龙翔成剑实力虽然有, 但是三周修建一座学校, 也有点离谱了, 又不是战时。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龙翔成剑当时整体才窃了建筑主体, 将主体部分的建筑结构推平清运, 而后在原有地基的基础上, 又修建了新的学校教学楼。 旁边的宿舍楼和实验楼, 也是如此。 这学校楼层不高, 所以才能采用这种方式。 江炎缓缓点头, 说道, 也就是说, 第三医院的地下室, 全部被新建的学校, 覆盖住了。 安保胜顿了顿, 沉思片刻, 摇头道。 第三医院没有地下室, 当年新建的学校, 也没有任何地下的结构。 江炎把第三医院的太平间地下室, 以及天使基金会的一些事情, 告诉了安保胜。 安保胜喝茶的手, 骤然将在了嘴边, 瞳孔也是一锁。 江炎看着安保胜的表情变化, 完卫问道, 安叔, 你知道天使基金会这个名字吗? 安保胜皱紧了眉头, 缓缓点头, 说道, 当年有天使基金会的人, 来接触过我, 说要给鼎盛集团投资。 我拒绝了, 鼎盛集团兴致特殊, 我必须一言九鼎, 由外部的资本进来, 局面就不由我掌控了。 后来我简单了解了一下, 那不是个跨国金融组织吗? 江炎呵呵一笑, 说道, 天使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比跨国金融恐怖得多。 幸亏你当年拒绝了, 如若不然, 现在的鼎盛集团和安叔, 恐怕生死难料。 安保胜沉思片刻, 从江炎透露的信息之中, 想出了更多的水下信息,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当年给龙翔成剑施压, 把工期压缩到三周的, 可能就是天使基金会暗中捣鬼。 以至于龙翔成剑 无法将第三医院全部拆除, 不得不在原有的地基上进行修建。 这样一来, 地下的秘密就不会被挖掘和破坏。 江炎缓缓点头, 说道, 当年第三医院的事情完全是意外, 天使基金会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这些都是应急的举措。 如果这些事都是天使基金会在背后弄的, 就要想个办法, 把新建的学校和下方被掩埋的太平间之间重新打通, 合金铁门后不论是什么都还能用。 安保胜喝了一口茶, 这我没说道, 你这样说, 我突然想起来, 这所中学一直都不太对劲, 据说每隔一段时间, 那中学就有学生失踪, 还有老师失踪的。 警方一直没有破案, 只说是那些人放学之后走丢了。 我当年给小新选学校的时候, 第一个就把这学校排除了, 江炎眯了眯眼冷冷一笑, 他还以为自己要挖的是个遗迹。 现在看来却是个新鲜热乎的安叔, 派一支工程队去那所中学主楼的位置往下挖, 我会给他们安排保镖的。 安保胜点头看着起身的江炎, 问道, 你要去哪里? 江炎冷冷一笑, 杀人。 第126章, 统玉向南都进发。 江炎让燕妹、朱刚烈、魔狼三头诡异, 笼罩在迷雾之中, 跟随安保胜派出的挖掘队前往第三医院的遗址上进行挖掘。 倘若猜测没错, 那么遗址下方的天使基金会设施很可能还在运转之中, 而派去的挖掘队会很难应付这种局面。 江炎走出顶上大厦, 左手灰白色的蛛丝手套中钻出了一只人面鬼猪。 大只猪落在地上主动取消了体型缩小要及的效果, 瞬间化身一头足有黄牛大小的恐怖蜘蛛。 江炎带着安小新和陈灵坐上了人面鬼猪宽大的背部, 淡淡说道, 出发, 追那个标记去。 在秘境中, 临时给人面鬼猪学了十级的狩猎标记, 标记出了王虎城的位置, 即便是他附生通过石棺脱离了秘境, 也依旧没能摆脱这个技能的追踪。 根据人面鬼猪说, 他能很清晰看到高悬天空中的鲜红色标记, 昭示着王虎城现在依旧在南多的最边缘频繁活动。 江炎估计这或再打野发育, 虽然远离了城区的核心区域, 不论是诡异的密度还是宝箱的数量都会有所下降, 但是以王虎城众生者的身份, 打野发育的效率依旧不会低。 这样一个同样重生归来的敌人, 就像一头藏匿阴影之中的毒蛇, 随时可能窜出来给你来上一口。 虽然他的发育速度不可能比江炎更快, 随着时间推移, 两人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但江炎依旧不准备放任王虎城继续逍遥下去。 上辈子那样伤害自己, 必须付出代价。 牛一样大的人面鬼珠, 八条腿在空中交替, 速度快出了残影, 在城市废墟之中不断穿行。 耳边风声呼呼掠过, 江炎微微眯起的双眼之中, 杀意越发凛然。 难都猎鬼局? 接下来更新禁忌006的档案。 陈海川深吸一口气, 快速敲击键盘, 补全自己之前上传至猎鬼局内部网络的禁忌档案。 禁忌编号? 006 名称? 鬼嚎? 击杀规则? 未知, 疑似已经突破了击杀规则。 外表? 端坐于紫色宝箱之上的年轻男子, 浑身笼罩诡异的黑烟, 面容难以辨别。 左手戴灰白色的蛛丝手套, 右肩站立一只阴影独木黑鸭, 外表人体由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组合而成。 拟人承舵? 极高。 注意, 不可与之对视。 身旁鬼异环似, 拥有大量冥币。 喜欢做生意? 攻击欲望弱, 会保护, 敲诈大额贷款目标, 享受雇佣关系, 喜怒无常, 行为难以揣测, 攻击习惯, 左手猪丝手套做出自体蜘蛛分裂攻击, 喷吐猪网。 右肩黑鸭可做出诅咒魔法攻击, 威力强大尚未观测到权力出手。 为证实猜测, 右肩的黑鸭疑似意志聚合的巨线和人面鬼珠的肉体分裂对应。 一群猎人站在陈海川电脑后面, 替他补充信息, 面色尽数凝重无比。 王家低声说道, 在上传禁忌007的档案, 陈海川点了点头, 快速敲击下了另一个禁忌档案。 禁忌编号, 007, 名称, 斩命灵童, 击杀规则, 杀死一切身高超过自己的存在。 外表, 八九岁的小女孩手持一把牛耳尖刀, 面目阴森可步, 浑身幽绿色烟气笼罩。 逆人程度, 高, 注意, 攻击欲望极强, 击杀规则判定简单, 攻速慢, 单次攻击伤害极高, 高度疑似人类胎与虚体诡异融合后的结果。 高度疑似已被禁忌006完全收服, 已观测到被禁忌006完全限制和保护的行为。 这个新的档案刚刚上传, 一个电话就直接从猎鬼局总部打了过来, 一个惊怒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响了起来。 认真的吗? 禁忌006收服了禁忌007。 陈海川,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上传什么东西吗? 陈海川苦笑道, 局长, 这些是真的, 天剑猎神也与我一同目睹了。 猎鬼局局长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你让王家接电话。 陈海川苦笑着将电话递给了王家, 王家接过, 叹息道, 是的局长, 每一个信息都是经过我们仔细甄别的, 没有胡闹。 电话另一端, 猎鬼局局长沉默了很长时间, 在开口的时候声音中充满了艰涩, 说道, 两个如此恐怖的禁忌, 竟然在南都同流合污了, 真是个天大的坏消息。 但是, 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坏的消息给你们。 听到这话, 所有猎人心尖尖齐齐震战了一下。 是什么? 猎鬼局的局长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星城已经陷入了寂灭。 猎鬼局分布中死寂一片, 真落可闻。 寂灭是猎鬼局内新出现的一个名词, 代表一座城市的范围内, 已经没有能观察到的活人迹象, 意味着整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口, 都已经被诡异图灭了。 距离诡异降临, 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竟然已经有城市开始寂灭了。 与之相比, 南都虽然被打成了满目窗移的废墟景象, 但终归还是有不少生机的。 陈海川握紧了拳头, 眼中有愧疚的泪光一傻而逝, 强行憋了回去, 低声说道, 对, 对不起, 天剑猎神王家, 本来是带队去支援新城的。 那里的猎鬼局分局已经被打得失去了功能, 但是因为晋级006出现在了南都, 而南都的幸存人口规模更大, 所以, 王家和周围本该支援各个城市的猎人都被抽掉来了南都。 但是南都的局面, 实在一言难尽三日时间过去, 陈海川和王家可谓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秘境也失败了, 晋级006没能成功封印, 甚至还多出了一个晋级007。 局长叹息道, 没有时间自我检讨了, 新城也出现了一个秘境, 没有任何玩家进入其中, 就在刚刚, 我得到了卫星的回报, 新城的秘境也结束了, 而在秘境的入口, 出现了一头很恐怖的诡异, 我怀疑, 那可能也是一头禁忌, 而且, 那头禁忌对整座星城的诡异都呈现出了统御的态势, 现在, 那头疑似禁忌的东西, 统御着400余头星城内横行的诡异, 离开了星城的范围, 向南都的方向进发, 如果按照眼下的速度, 两日之后, 这些诡异将会抵达南都。 此言一出, 南都猎鬼局中, 骤然响起了一连串到吸冷气的声音, 乌漏偏逢连夜雨, 蓝道说, 蓝都将会聚集三头, 禁忌不成。 第127章, 驱虎吞狼, 猎鬼局的局长声音沉冷说道, 局面太劣势了, 我给你们自主行动的一切权限, 如果见识不妙, 你们可以放弃南都, 让这座城市也陷入寂命, 组织我们所有有剩的猎人力量, 退守后方的山城, 我会安排山城的猎鬼局分局, 做好对你们的接应工作, 同时, 你们也可以自主组织南都的幸存者撤离, 我希望你们明白, 你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猎人, 你们的命比幸存者更宝贵, 所以,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请将自己的生命 置于抉择的序列前端, 我希望你们都能活下来, 过了很久, 南都猎鬼局中的猎人们才从一片冰冷之中 渐渐回过神来, 现实太冰冷残酷了, 令人心胆俱寒, 如此恐怖的世道之下, 也许直接死掉的那些人, 反而才是幸运的吧, 王家眯着眼睛, 沉声说道, 我们知道了, 局长, 除了这些事情, 我还想要了解一些, 我们信息库中没有的东西, 猎鬼局有一个内部的信息库, 里面记载了很多常人无法接触的隐秘资料, 不过也有很多保密等级更高的信息, 并不在库中留存, 局长道, 是什么? 王家问道, 我想了解一下天使基金会的相关信息, 电话另一端沉没了片刻, 您没问到,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你们有什么发现? 陈海川和王家将第三医院秘境中发现的东西, 全部对局长讲述了一遍, 局长沉默片刻, 说道, 除了王家和陈海川之外, 全部离开, 其余猎人一眼转身离去, 将门关好, 独立的空间中只剩下了王家和陈海川两个人, 局长这才开口说道, 这个跨国的金融组织的确有问题, 我们在过往的数十年时间中, 渐渐发现了这个基金会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 他们似乎隐藏在很多事情背后, 暗中操控着什么, 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过, 我希望你们目前不要和天使基金会正面冲突, 一来局面并不明朗, 二来此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诡异, 天使基金会也许是一个可以团结的目标, 但是如果有相关信息, 记得整理上报, 如果冲突无法避免, 记得斩草除根, 把你们这次发现的关于天使基金会的信息, 详细发送给我一个人, 挂了电话, 陈海川和王家整理资料, 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完整的资料发送了出去, 陈海川才深深叹了口气, 如何不被毁灭, 南斗如何才能避免寄灭的局面, 才是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王家重重搓了搓脸, 叹道, 南斗太大了, 一直以来都是神州最大的城市之一, 如果南斗寄灭了, 和新城市截然不同的概念, 死掉的幸存者会以数十万计, 诡异降临之前, 南斗是千万人口级别的神州超大城市, 现在, 他们预计还有几十万幸存者, 分布在南斗各处, 随着一百多名猎人进入南斗, 三日时间中, 南斗的诡异数量直线下降, 已经快要达到基本肃清的标准了, 一旦基本肃清诡异, 猎鬼局就可以着手组织幸存者, 建立新的聚居地, 并且尝试重塑秩序, 恢复南斗的一些功能性, 虽然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诡异降临之前的那个南斗了, 但依旧能在恐怖的射道下, 发挥出集体的可观力量, 眼见他们就要达成阶段性的目标, 王家驰援南斗的蝴蝶效应出现了, 寂灭的新城, 失败的秘境, 竞技统一了四百多头诡异, 向南斗行劲来, 而南斗城内, 现在就有两头恐怖的竞技盘踞, 这局面, 真是堪称无解, 组织撤退吗? 陈海川低声问道, 王家宁没反问, 能有效组织吗? 这几十万幸存者, 我们能拉走十分之一吗? 陈海川沉默, 秩序已经崩溃了, 成功将秩序重塑之前, 就别想这些见过了恐怖的幸存者, 还会言听计从, 别说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估计都拉不走, 而且这愿意走的百分之一, 绝大部分恐怕都是老弱病残, 十分拖累, 前景灰暗, 总得试试, 实在不行, 我们自己走。 陈海川叹息, 王家眯了眯眼, 问道, 就算我们退避三射, 那竞技击灭了南斗之后, 就会停步吗? 到时候, 如果那头有统育能力的竞技, 集合了南斗的所有竞技和诡异, 再向前进发, 怎么办? 就这样, 一座城一座城地丢下去, 最终在京城的城墙上, 绝望看着诡异的海洋将我们淹没。 陈海川又一次沉默, 王家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有一计, 兴许, 能死中求活。 陈海川台幕, 眼中重燃两分希望, 问道, 快说, 王家十分担忧, 说道, 我们可以尝试驱虎吞狼。 南斗现在有两头禁技, 禁技006虽然强大莫测, 神秘恐怖, 但是从客观现实来说, 他对人类的威胁反而是最小的那个。 如果我们能让禁技006和新城禁技对抗, 说不定, 南斗还能有一线生机。 陈海川倒吸一口冷气, 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王家也跟着打了个哆嗦。 如果可以, 他实在不愿意和禁技006再打任何交道, 那头禁技简直是个超级大变态, 随随便便就往自己身上加了16%的利息, 可眼下,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陈海川低声呢喃道, 有道理, 这的确是死中求活的一个办法。 而且, 我记得禁技006在古玩街的店铺上, 有信息交易和雇佣任务的字样。 王家重重拍了拍陈海川的肩膀, 与众心肠说道, 老陈啊, 加油。 陈海川愣了一下, 旋即意识到自己作为禁技006的卧底, 这事只能自己操办。 问题是, 这也太容易被禁技006杀掉了吧? 第128章, 准备好迎接自己的死亡了吗? 猎神, 你真是给老陈我找了一个大伙儿啊。 陈海川打着哆嗦, 满脸苦笑。 禁技006的恐怖之处, 他已深有体会, 就连那同为禁技的斩命灵童都被禁技006给降服, 成为了他的根屁虫。 自己想要成为那个驱虎吞狼的桥梁, 危险性不言而喻。 王家同样苦笑说道, 能者多劳, 老陈, 南斗存亡, 就全靠你了。 事实证明, 你卧底禁技006的操作, 完全就是神赖之笔, 我是真的佩服。 陈海川叹了口气, 早在他决定卧底禁技006身旁的时候, 就已经将生死置之都外了。 倘若能成功在这场浩劫中保下南斗数十万幸存者, 自己就算死了, 又有何妨? 既然如此, 我去雇佣禁技006。 陈海川眼神恢复了坚毅, 低声说道, 唯有这样, 才能让爱才的禁技006, 心甘情愿为南斗出手, 与新城来的那头禁技对抗。 王家陈英片刻, 问道, 雇佣禁技006, 他拥有的财富那么逆天, 你出多少名币, 才能雇佣他。 陈海川呵呵一笑, 笑容中满是尴尬和无奈, 自然不能用名币。 南斗城市废墟最边缘, 一栋低矮的自建房中, 王虎城轻轻吹了一口白银格洛克枪口中飘出的鸟鸟青烟面前, 一具诡异的尸体倒闭在地。 诡异尸体后面是一个闪烁着蓝色光芒的宝箱, 在有些昏暗的房间中熠熠生辉。 运气不错, 这头诡异这么弱, 竟然也给了我五千名币的奖励, 还有一个蓝色宝箱。 这样一来, 我的属性应该能突破五十点大关, 开始向一百点进发了。 诡异降临还没有一周时间, 我这个发育速度, 冠绝当时。 除了一些更有先发优势的猎人之外, 已经无人能够与我争锋。 自语之间, 王虎城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一个浑身黑气缭绕的恐怖身影。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仿佛不止笼罩了江炎的半张脸, 同样笼罩了王虎城的整颗心。 自己这个重生回来的老同学, 也未免有些太恐怖了, 他根本就不算是个人吧。 王虎城深深吸了口气, 压下了心头的焦躁和不安。 江炎呈现出的战斗力和发育速度, 已经过于离谱, 王虎城甚至都生不起和他一较高下的念头来。 如果不是王虎城的前妻记忆在南都最为丰富, 他早就远远离开南都, 确保自己到死都不会再碰到江炎了。 这一世的他, 明显已非无下阿蒙, 身体也彻底僵在了原地。 王虎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在门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浑身笼罩在黑气之中的人影。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右肩上凝立的阴影黑压, 星红独目冷冷盯着王虎城。 瞬间, 房间中的气氛跌落至冰点。 王虎城跌退了半步, 额间冒出了一大滴冷汗来。 他以为是自己精神压力太大, 导致出现了幻觉, 重重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发现眼前近在咫尺的江炎竟然不光没消失, 还对自己吐出了一个青色的烟圈。 我们又见面了。 江炎淡淡笑道, 但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微微勾起的唇角, 蕴着不加掩饰的杀意。 王虎城面色阴沉至极, 低声说道,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江炎呵呵一笑, 说道, 别忘了, 我也有过附生天赋。 虽然在这个天赋上, 我的造诣远不如你, 但基本玩法, 我是知道的。 千坟这种事情, 弱点在哪里, 我也一清二楚。 王虎城深深吸了口气,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和解的希望了吗? 话音未落, 王虎城直接扭身, 向身后不远处的窗户撞了过去。 和解什么的, 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期待了, 唯独希望自己能从江炎这恐怖的家伙手中逃生。 可王虎城刚刚转身, 面色骤然煞白一片, 如同见鬼一般, 蹲在了原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手提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堵在了窗户外面。 他双目之间覆盖着一条灰白色的蛛丝木带, 此时抬起一脚, 露出了一只阴侧侧的大眼睛, 冷冷看着窗户里的王虎城, 手里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已经抬了起来。 因为陈琳儿从小融合了虚体诡异, 具有了某些虚体诡异的特性, 能够漂浮和穿越实体, 直接飘在了窗外等待王虎城。 王虎城不可置信, 低声自语道, 斩,斩命灵童。 他浑身的汗毛一根根倒树而起, 江炎清晰看到王虎城后颈上的冷汗一滴滴落了下来。 同为重生者的王虎城, 非常清楚这个小女孩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头曾经割去了南都禁半区域的恐怖禁忌, 眼下竟然和江炎联手了。 你,你怎么做的, 能降服禁忌的? 王虎城重重吞了口唾沫, 语气颤抖如风中残竹。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抖, 淡淡笑道, 这就是我在第三医院秘境里的收获。 第三医院秘境已经结束, 虽然清剿失败, 但是秘境收获依旧结算了。 到江炎手里, 是三十多万名币, 和一些他并不看中的道具和装备, 都放在古玩街售卖了。 因为秘境是按照贡献值分配奖励的, 第三医院秘境的奖励, 估计有九成以上都落在了江炎手里, 剩下三瓜两枣的由其他玩家瓜分。 猎鬼局的六个猎人, 只庆幸自己能从如此恐怖的秘境之中活下来。 而其余存活的几个人类玩家, 甚至连这个秘境到底有多恐怖都没弄明白, 只知道自己把脑袋别库腰带上进去了一趟, 就拿到几千名币, 纷纷大骂秘境坑人, 以后再也不去了。 与之相比, 拿到了九成奖励的江炎, 却是对这次秘境的入障不屑一顾。 他真正当作收获的, 一来是斩命灵童, 二来就是那独一无二的被动技能刚气绝, 准备好迎接自己的死亡了吗? 江炎淡淡笑着, 将王虎城标记为了敌对目标。 第129章 镇尼玛什么鬼伤害? 王虎城被标记为敌对目标的瞬间, 他的身上多出了一个负面状态。 你找光环, 王虎城瞥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心中萌萌往下一沉。 十级技能? 怎么可能? 他现在就已经拥有了十级技能了吗? 他到底有钱到了什么程度啊? 王虎城记得很清楚, 上辈子他死的时候已经15次诡异降临了, 那时候的玩家也才能勉强将自己的核心技能加到十级以上。 这种画风奇怪的东西。 下一刻, 王虎城发觉自己的生命值直接跌落到了谷底, 负1135。 王虎城眼神骤然一凝, 他的生命值也才刚到1150。 这本来是个非常傲人的生命值, 要知道王虎城选择了敏捷路线, 力量值并不高, 更多是依靠一个加血的被动和一身精良装备, 才能达到这么高的生命。 但王虎城万万没想到, 江炎就只是看了自己一眼, 自己就踏马指剩下了15滴血。 这泥马是什么情况? 王虎城心里有千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就在这时候, 他身上又飘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1135。 碰! 王虎城直接一头栽倒在地, 当场暴毙。 江炎随手掏出了一把扑克牌, 坐在了王虎城的尸体上, 开始和安小心, 陈灵儿斗地主。 陈灵儿致力不输正常的九岁孩子, 更是有些早会, 学斗地主很快。 半小时后, 王虎城的尸体抽搐了一下, 重新活过来的时候, 就听江炎啪地甩出两张扑克。 王炸! 飞机! 我赢了! 给钱给钱! 满脸幽怨的陈灵儿掏出两张二十明币, 分别塞进了江炎和安小心手里。 这把他叫了地主, 江炎和安小心两个农民。 啊! 王虎城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仿佛一头拼死搏杀的野兽, 直接把白银格洛克顶在了江炎 近在咫尺的太阳穴上, 连续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砰, 四枚子弹接连落在了江炎头上。 四个伤害数字从江炎身上飘出, 负一, 护盾吸收, 暴击, 负一, 护盾吸收, 负一, 护盾吸收, 暴击, 负一, 护盾吸收。 江炎呵呵笑了一声, 暴击率挺高的呀。 因为白银格洛克属于远程攻击手段, 并不被反击光环反击。 但是, 五星神雷钢气诀可不惯着远程攻击。 被动技能。 五星神雷钢气诀 等级二时, 每隔三秒生成一层神雷钢气护盾, 护盾可叠加七层, 护盾总量为玩家生命值的150%。 护盾吸收200米范围内的攻击 有100%几率反射一道雷霆, 对目标周围5米范围的所有敌对单位 造成玩家生命值150%的范围伤害, 对诡异目标伤害翻倍。 随着四道连漪, 再将掩体表蓝紫色护盾光芒上扩散开来。 轰轰轰轰。 四道银紫色的狂雷骤然从护盾上喷发而出, 接连落在了王虎城的身上。 四个恐怖的伤害数字从王虎城身上爆了出来。 -1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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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城 这尼玛什么鬼伤害? 王虎城心中疯狂咆哮, 身体瞬间被四道狂雷劈碎, 血肉纷飞, 胶骨四溅。 空气被垫离出了浓郁的臭氧味道, 在房间中久久不散。 王虎城双目圆征, 死不瞑目。 江炎看也没看他, 自顾自教了地主。 你懂克金小十个亿的厚重吗? 手里拿一把几千明币的枪, 也想和我拼死一搏。 你配吗? 又多了半个小时的地主之后, 场面上的局势变成了。 江炎140明币, 安小心30明币, 陈灵儿加170明币。 而江炎屁股底下支离破碎的王虎城, 倒吸一口冷气, 又一次活了过来, 复生天赋很有意思的是, 无论把尸体打成什么样子, 他总能复生。 就算烧成灰, 那人也会从灰中复生。 就算把灰洒到大海里, 最大的那块灰上, 也会复生。 被雷劈成碎片, 对复生天赋而言, 根本算不上什么难度。 理论上来说, 最好的办法, 是把复生天赋的人, 深深埋进土里去。 这样, 他复生之后会直接死于活埋窒息。 但实际上, 挖坑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太多。 而且在后诡异时代, 属性一旦突破20点, 就能憋很久的气, 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可能性同样很大。 而且, 一旦学会了千分, 活埋就失去了意义。 江炎选择的十级狩猎标记, 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 只不过消费太高了, 正常玩家都无法承受。 如果不是江炎有必杀的决心, 也不会如此浪费自己大风刮来的冥币。 这一次复生之后, 王虎城没有在攻击江炎, 而是正正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身影, 低声哀求道, 江炎,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愿意誓死追随你, 以后你说往东, 我绝对不往西。 我, 我活的时间比你长, 信息也比你多。 你很清楚, 多掌握一份信息到底有多大的优势。 见识到刚刚自己身上猛标一万多反击伤害的画面之后, 王虎城的心态彻底崩了。 这会真的不是人, 哪有人能在诡异降临不到一周的时候, 发育到这种程度。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 只能出卖尊严, 换取一线生机了。 王虎城无比屈辱, 尤其是一想到上辈子, 江炎明明被自己坑死。 这辈子, 自己竟然对他如此卑躬屈膝, 心中不由恨一番勇。 江炎呵呵一笑, 似乎被说动了, 点头说道, 说得也是, 那你展现一些诚意吧? 如果你透露出的信息有用, 我就给你一个生机。 江炎随手掏出来一张一万月新的雇佣合同, 对在了王虎城脸上, 淡淡说道, 但必须你的信息有用才行。 告诉我你知道的, 天使基金会这个组织的一切。 江炎实则在骗鬼, 他半分给王虎城活路的想法都没有, 今日王虎城必须死。 信息的确重要, 活了十五次诡异降临的王虎城, 也的确会比自己掌握更多的关键信息。 但江炎更清楚, 身边放着这样一个人, 关键时刻被刺自己一下, 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他绝不允许。 第130章 比预料中更强。 听着江炎给出的似是而非的生路, 以及对在自己脸上的合同, 王虎城重重吞了口唾沫。 就在他犹豫江炎这话 到底有几分可信的时候, 王虎城的生命值再次暴跌, 负1135, 又只剩下15滴血了。 王虎城悚然一惊, 尖叫道, 好好好, 我都告诉你, 关于天使基金会, 我知道很多东西。 你让我慢慢说。 江炎取消了王虎城的敌对目标标注, 淡淡笑道。 那就开始说吧。 对二三, 他又打出了两张牌, 似乎对王虎城即将吐露的信息, 毫不在意, 只是随口一问罢了。 江炎很清楚谈判的技巧, 自己越不在乎, 王虎城吐出的信息就会越准确越全面。 一旦江炎显得非常在意, 反而会暴露自己信息上的巨大缺失, 导致王虎城开始试探江炎的信息边缘, 进而暗戳戳在透露给江炎的信息中给他埋雷。 作为一个上辈子活过了15次诡异降临的人, 江炎相信王虎城绝对有这个能力。 王虎城捉摸不透江炎的态度, 硬着头皮说道, 天使基金会在诡异降临之前, 似乎只是一个跨国金融组织, 但这个组织背后, 实则是个横跨了诸多资本领域的巨大资本集团。 他们伪装成人畜无害的基金会, 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 慈善活动, 暗中将势力的触角延伸到了各个角落。 在医疗、教育、生物科技、 重工业等领域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他们对诡异的研究历史似乎也由来已久, 对诡异乃至是禁忌的性质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而且, 天使基金会对诡异降临似乎早就有了预料,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有特别惊慌失措, 反而进退有度, 应该是所有国家和组织中损失最小的。 江炎随手丢了的炸弹在牌桌上, 淡淡点头道, 嗯, 还有呢, 这些信息江炎也都有所猜测, 王虎成这些话, 最多也就证明江炎没猜错罢了。 天使基金会在后诡异时代都做了些什么? 王虎成深深吸了口气, 继续说道, 你应该并不知道, 天使基金会在第五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在南都靠近斩命灵童区域的地方, 建造了一座天使营地, 大量收容幸存者。 第六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天使基金会已经和猎鬼局正面对抗, 将整个南都不受斩命灵童影响的区域撕裂成了两个部分。 第七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天使基金会组建了天使战队, 对抗猎鬼局。 第八次诡异降临, 天使基金会竟然。 王虎成说到这里, 猛然顿住, 似是十分惊恐, 悚然失语。 江炎嘴角勾起了一抹击翘的笑容。 王虎成早在秘境里那辆诡异公交车上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 两人重生的时间节点并不一样。 但江炎从未透露过, 自己具体是哪次诡异降临时候死亡重生的。 王虎成这一番话, 看似顺着诡异降临的次数, 陈述后诡异时代天使基金会的发展历程, 透露的信息极多。 但绝对也有借知试探江炎具体重生时间的想法。 从王虎成第一句话你应该并不知道, 他的试探心思就可见一般。 故而, 王虎成口中的这条时间线以及对应的事件, 未必就值得信任。 如果江炎现在对王虎成吞掉的第八次降临时候的信息, 展现出巨大的兴趣, 王虎成就能判定, 江炎的重生时间绝对在第八次降临之前, 后续的所有信息他都能代价而沽, 或者给江炎埋下巨雷。 江炎自信以自己现在的强度很难被坑死, 但也绝没有自负到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斩命灵同这种强度的禁忌, 再多出现一个自己都很可能阴沟里翻船。 心思电转之间, 江炎随手甩出一个串子, 淡淡说道, 信息的确很重要, 但真假难辨的信息还不如没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要耍那些小心思。 继续说, 王虎城目光闪烁, 咽了口唾沫, 继续说道, 第八次诡异降临, 天使基金会一次掌握了控制竞技的办法, 同时掌握了斩命灵同和另一头竞技的行动。 他们将南斗的猎鬼剧团灭了, 整个南斗都被天使基金会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那时候开始, 南斗的所有幸存者都被天使营地收容, 里面据说发生了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我那时候已经逃离了南斗, 去了新城, 所以只是耳闻, 江炎打牌的手不由顿了顿。 王虎城透露出的这条信息, 着实出乎了江炎的预料。 倘若这些都是真的, 那天使基金会的势力之强比江炎预料之中更大。 不过南斗的情况似乎只是个例, 逃到新城的王虎城并未受到天使基金会的统治。 嗯。 江炎不置可否继续打牌。 王虎城沉默片刻, 发现自己从江炎身上实在找不到任何破绽。 他现在甚至都无法判断自己说出的这些信息, 江炎之前到底知不知道。 但江炎手中那张预示着王虎城生路的雇佣合同, 依旧没有递在王虎城手中。 王虎城咬了咬牙, 将关于天使基金会的最后一段信息也说了出来。 但是天使基金会对南斗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第13次降临之后, 猎鬼局剿灭了南斗的天使基金会, 将南斗的天使营地中只剩下3000的幸存者解放了出来。 江炎眼神闪了闪, 只剩下了3000吗? 随着诡异降临的次数不断增加, 玩家的存活率其实是在不断上升的。 别看第一次降临, 南斗人类的存活只有百分之几, 但后续的降临, 这几十万活过了第一轮的玩家, 存活率会直线飙升。 天使基金会第八次降临的时候, 就已经再难都制造了秩序的天使营地。 按理来说, 存活率应该更高。 但到了第15次, 天使营地内只有3000人活了下来, 都被拉去做实验梯了吗? 第131章, 耶稣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之前天使基金会还是躲在阴暗角落里, 蠢蠢欲动, 不敢和神州官方对抗, 可诡异降临之后, 天使基金会已经没必要装了。 尤其是建立了天使营地之后, 更是可以予取予求。 营地这种形式是比古玩街更完善的秩序, 如果古玩街继续发展壮大下去, 有江岩的把持, 最终应该也会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完善秩序的营地。 不过这个过程中要投注的精力太大了, 不是江岩一个人能操办的事情, 就算以后真的能够建立营地, 也需要鼎盛会和安保圣来处理那些杂事。 而且江岩知道, 猎鬼局的长远目标, 其实也是在肃清诡异之后建立营地, 恢复难兜的一些功能性, 江岩也并不介意坐享启程。 但天使基金会建立的天使营地, 绝对不行。 江岩暗自盘算着, 之前在第三医院秘境中, 从那个天使基金会T三口中拷问出来的三个据点地址, 心中暗道。 既然这个破基金会如此狼子野心, 也差不多是时候去把他们连根拔起了, 顺便也帮陈琳找到陈妹妹的下落。 王虎诚吞了口唾沫, 十分渴望地看着江岩手中的染血诡异合同, 七七爱爱问道, 江岩, 可以给我了吗? 江岩展颜一笑, 问道, 你还有石棺或者重生十字架吗? 王虎诚愣了一下, 连连摇头道, 没了, 那东西多些有你也是知道的, 哪有那么多啊? 江岩嘴角的笑容越发击翘起来, 哦, 是吗? 我不信, 你证明一下, 给我看看。 说着, 江岩再一次把王虎诚标记为了敌对目标, 他相信王虎诚嘴巴里还能撬出很多有用的东西来, 但江岩最需要的关于天使基金会的信息已经得到了, 真实性还需要谨慎验证, 不可全信。 至于其余的信息, 就和王虎诚这个危险的毒蛇一起, 永远地死去吧。 王虎诚的面色骤然狂变, 还没等他喊出什么, 一个伤害数字就从王虎诚身上飘了出来, 负1135, 王虎诚, 足, 动, 他抬着的头, 重重砸在了地板上, 发出一声空洞的闷响, 元征的双目无神望着天花板, 眼底满是临死前的愤怒和绝望, 江岩丝毫不为所动, 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第一次复生是王虎诚的天赋, 第二次复生是王虎诚的刷新技能, 刷了复生天赋的冷却时间。 这已经是他短时间内第三次死了, 江岩想看看, 王虎诚还能不能再活过来。 江岩计划, 自己这次要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如果王虎诚的尸体没有任何复活的迹象, 就将他的尸体丢进鼎盛集团地下室的人面鬼珠朝雪里去, 让人面鬼珠把他的骨头扎子都啃个精光。 第一次王虎诚能死里逃生, 是江岩不知道他也选了复生天赋, 外加急着自己快速发育印钞。 第二次王虎诚还能活着, 是江岩小看了他,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能搞到刷新这种质变技能。 外加那时候安保圣被魔狼袭击了, 着急回去就自家老丈人。 他能出来眼下已经是第四次了, 江岩时间充裕, 打定主意要弄死王虎诚就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 务必错骨扬灰。 而这一次江岩没有等待太久。 过了三十秒的时间, 江岩发觉自己屁股底下的王虎诚尸体触感突然变了。 人死之后尸体本该变得僵硬, 但王虎诚的尸体却突然间变得疏松无比, 仿佛通体都是泥捏的, 连带着江岩的屁股也向下陷了进去。 江岩低头一看, 嘴角掀起了一抹鸡翘的笑容, 身下的尸体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悄然变成了一皮湿润的泥土。 这是重生十字架生效的标志, 果然会千坟的附生天赋真的很难杀。 不过也就那样了。 十级狩猎标记面前, 这点小花招毫无意义。 江岩冷笑着起身拉开了窗户, 一头牛一样巨大的人面鬼珠, 悄然从上面垂落而下。 江岩淡淡吩咐道, 继续追纳标记。 在人面鬼珠的视野里, 先前近在咫尺的鲜红色狩猎标记, 现在已经悄然转移到了南斗城市废墟的内部, 距离江岩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十几公里。 江岩再次带着安小星和陈灵, 骑着风驰电车的人面鬼珠, 在南斗城市废墟之中快速穿行。 南斗一座公园遗址, 一棵大柳树下, 湿润的泥土陡然如动了一下, 而后一只手猛然从里面探了出来。 哗啦, 泥土飞溅, 一个人从泥土之中弹身坐了起来。 王虎城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布满血丝的双眼之中, 残存着两分死前的绝望和愤怒。 江岩, 我要你死, 我一定要你死, 我要当着你的面, 杀死所有你在乎的人, 让你痛不欲生。 王虎城压低声音, 癫狂怒吼, 双手狠狠在泥土之中攥紧, 仿佛手中掐着的不是泥土, 就是江岩的脖子。 那混蛋根本就没准备给自己留活路, 从始至终都在戏耍自己, 猫抓耗子一样。 王虎城深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低声说道, 不行, 我必须立刻离开南斗了, 他不知道是怎么找到我的, 难道说, 已经掌握了我的行踪不成? 王虎城脑中, 顿时掠过了几个能够产生长久追踪能力的技能和物品, 无法断定到底是什么。 他猜测多半是物品, 因为之前那个秘境之中, 玩家并不能动用主动技能, 但不论是什么, 不论是否还在生肖, 自己都必须换个城市发育了。 王虎城偷了路边一辆车, 风驰电掣般向南斗外仓皇逃跑, 可就在他跑出三公里的时候, 一只牛一般巨大的人面鬼猪, 忽然从天而降, 轰隆砸在了王虎城车前。 江炎淡淡的笑声从人面鬼猪背上传出, 东西挺多, 跑挺快, 但你今天死定了, 耶稣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第132章, 倒反天罡了, 看着人面鬼猪背上缓缓站起身的江炎, 王虎城眼中满是绝望之色。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 王虎城颤抖的声音中满是歇斯底里和难以置信, 千坟复生最怕的就是这种复古之鞠般的追杀, 但一死远顿十几公里, 还能持之以恒追击的。 王虎城两辈子也就见过眼前江炎这一个。 江炎淡淡一笑, 唇角有三分击翘, 七分凉薄。 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小花招都毫无意义, 跳梁小丑般的滑稽表演罢了。 王虎城身上接连挑出了两个来自瘟疫光环的伤害数字, -1135, -1135, 王虎城, 足, 看着王虎城的尸体在车内缓缓歪倒, 江炎一把扯飞了车门, 将王虎城的尸体丢在了地上。 正准备在开始一场斗地主排局的时候, 江炎忽然察觉到在王虎城身上忽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气息, 江炎挑了挑眉, 和和冷笑道, 还有招数, 真不愧是活了15次诡异降临的重生者, 想要真正杀掉你, 可太难了。 这道诡异的气息在王虎城身上不断编织, 仿若穿针引线, 被诡异气息笼罩的尸体, 一点点化作了针织的布皮质感。 最终, 王虎城的尸体变成了一具人形的布娃娃, 有鼻子有眼, 唯妙唯笑, 却再也不是王虎城了。 这东西江炎自然也见过, 是一个名为巫毒娃娃的隐藏资源。 物品, 巫毒娃娃。 滴血后, 若持有者死亡, 肉体将会被献祭给巫毒之树, 化作巫毒诡异。 灵魂则会进入巫毒娃娃中, 成为一头弱小的诡异。 这东西之前张小虎也在古玩街里 4500名币替江炎收了一个, 虽然也是隐藏资源, 但江炎实在看不上这种邪性的东西, 转手又5000名币挂在地摊上了, 估计还没卖出去。 啊, 王虎城尸体化作的真知布娃娃口中, 猛然发出一声尖叫, 纯黑色的双眼骤然睁开, 诡异而恐怖。 这已经不是王虎城了, 而是巫毒娃娃从他尸体之中 孕育出来的诡异。 江炎冷冷看了一眼, 将之标记为了敌方单位。 这巫毒诡异就500多的生命值, 被江炎看了一眼, 身上飘出了一个1135的伤害数字, 当场暴毙。 当江炎骑着人面鬼猪, 在一座废弃的旅馆中, 抓到化身巫毒娃娃的王虎城之时, 已经诱过了半个小时。 这承载了王虎城灵魂的巫毒娃娃, 只有一百多点生命值, 连人面鬼猪稍微强大一些的子嗣都打不过。 而且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江炎不知道, 这种状态下的王虎城还有没有办法恢复过来, 毕竟是15次降临的众生者, 也许有一些不为江炎所知的办法。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 戴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左手, 一把从地上将十几厘米高的巫毒娃娃抓了起来。 江炎冷冷笑到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 把自己弄得人不认鬼不鬼, 这种办法, 但凡还有一点退路, 王虎城都肯定不会用的。 王虎城自知再无生路, 也不挣扎, 诡异的真知眼睛怒视着江炎, 口中发出扭曲的尖叫。 江炎, 你不得好死,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江炎呵呵一笑, 淡然说道, 你已经是鬼了, 能耐我何? 不如试试去当神仙。 负1135的伤害数字, 从王虎城诡异的乌毒娃娃躯体上飘了出来。 王虎城尖叫了一声, 诡异躯体在江炎手中一将, 死掉了。 人面鬼猪在江炎身边说道, 老板, 他身上的狩猎标记, 消散了。 实际的狩猎标记, 既然消散了, 便意味着追猎的目标已经不存在了。 江炎缓缓点头,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把王虎城的乌毒娃娃和之前被转化成为乌毒诡异的身躯, 全部丢到了鼎盛大厦的地下室, 成为了人面鬼猪的食物, 在极短的时间中就被吞噬一空。 江炎亲眼看着王虎城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点残渣也被吃光, 终于常常出了口气。 王虎城的持续狗活, 从始至终都没有给江炎这个超级变态的印钞机造成什么压力, 但这个被刺自己的好兄弟不死, 江炎心不安。 接下来, 该去寻找陈妹妹, 以及将南斗的天使基金会连根拔起了。 这个基金会的规模比我预想之中更大。 难道的存在多半只是其分之之一, 但至少我在的地方不能有这么恶心的东西胡作非为。 尤其是江炎一想到王虎城透露的信息中, 提到过天使基金会在第八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同时掌控了两头禁忌的行动就感觉如梗在喉, 必须尽快将之毁灭。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先去检查一下第三医院遗址的挖掘进度如何了。 安保胜派出的挖掘队, 直接将鼎盛集团之前的大型工程器械 开进了那座中学的废墟之中, 开始在江炎指定的位置进行挖掘。 虽然不知道江炎到底想要什么, 但挖掘队都是专业的, 挖得又好又快。 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的猪刚烈, 燕妹和魔狼也始终保护着这支挖掘队, 不让他们受到诡异的袭扰, 以及下方潜在的危险。 江炎骑着人面鬼珠, 折返此地的时候, 原本一片废墟之上, 现在已经挖开了个深坑。 由于这上面修建了一座中学的教学楼, 又整体坍塌, 所以清理建筑废墟的工作十分繁重, 眼见刚刚挖到了一楼,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将那个潜藏在地下的太平间挖掘出来。 江炎正蹲在旁边若有所思观察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个急匆匆的脚步声, 从后面走了过来。 侧头用余光瞥了一眼, 来的是陈海川。 被怪帽子阴影, 遮住半张脸的江炎古井无波, 抽了一口就咽斗,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和您说。 江炎被旧咽斗变得嘶哑低沉的声音, 淡淡说道。 嗯,说吧。 陈海川满脸冷汗, 微微懦懦说道。 我想,雇佣老板, 完成一个任务。 江炎错愕, 微微挑眉, 倒反天罡了。 我是老板, 你雇佣我。 你出了几多少钱, 能雇佣我这种分分钟几百万的印钞机啊。 第133章 小趴菜出手竟如此豪横, 似乎察觉到禁忌006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奇怪, 陈海川几乎要攻成90度的身子又往下压了压, 无比恭敬道。 我, 我是看古玩街店铺外面, 有雇佣任务的字样。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想要如此。 相信我给出的价格, 一定能让老板满意。 江炎不置可否恩了一声, 那雇佣任务的字样更多是准备让古玩街在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拥有一部分任务大厅的功能, 江炎真没想着让这些穷鬼来雇佣自己。 我很贵的。 江炎淡然说道, 也不是不能接任务, 不过自己现在的身价, 谁能顾得起。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玩家面板上的铭币入账。 铭币加5850, 铭币加109, 铭币加7860, 铭币加7711, 铭币加7712, 铭币加3533, 铭币加21637。 从上到下分别是, 燕魅及其诡异仆从, 朱刚烈, 魔狼, 人面鬼猪, 黑鸭, 陈灵, 闭户光环正55%生命值的效果, 在陈灵身上体现得越发显著。 除了紫色宝箱不在眼前, 替江炎坐镇古玩街之中, 江炎的所有诡异手下都在这里了。 每秒钟提供的铭币收入, 一共是53903铭币, 一分钟就是3234180铭币。 虽然江炎能完美印钞的时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多, 就比如刚刚满地图追杀王虎城, 他就没印到什么钱。 但毕竟收入能力实打实地摆在这里, 只要江炎做一个安静的美印钞机, 那铭币就如长江大河一样哗啦啦涌进江炎的账户里, 想要雇佣自己这种超级大变态的印钞机,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 江炎已经打定主意, 待会儿不论陈海川说什么, 开多高的价码, 自己都要拒绝他。 无他, 土豪该有土豪的骄傲和自尽。 陈海川擦了一把冷汗, 攻攻进进将星城那头从秘境之中脱离出来的禁忌, 带领400多头星城的诡异, 上辈子绝对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件, 这踏马是哪儿来的蝴蝶效应。 江炎仔细回想了片刻, 依稀记得上辈子天剑猎神这个时候, 疯传是在星城斩杀诡异来着。 所以, 这辈子的王家因为某些江炎不知道的原因, 脑子抽风一样跑到了南斗来, 反而让星城的秘境倾角失败, 里面的诡异跑了出来, 化身禁忌, 不光寂灭了整座星城, 还统一了一支诡异大军, 浩浩荡荡杀向了南斗。 江炎有些头疼的柔了柔眉心, 心中无奈叹息道, 这位天剑猎神也真的太不靠谱了吧, 到底为什么他这辈子会有如此不同的动向? 这辈子的南斗和上辈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江炎仔细想了想, 觉得在王家来之前南斗十分正常了。 他想不通, 但这个事情江炎无法熟视无睹, 一头有统育能力的禁忌, 带着400头诡异,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江炎预估南斗第一次降临的诡异总数, 应该在1200头左右, 但却是分散在南斗各处的。 虽然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但也令人类有了逐个击破的机会。 猎鬼局一番努力之下, 现在南斗废墟之中游荡的诡异, 数量应该已经暴跌到了300左右。 可眼下这星辰的禁忌带着400多头诡异冲来南斗, 可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不是让南斗的诡异数量翻倍那么简单, 而是像蝗虫过境一样, 彻底毁灭南斗的所有生机。 量变终究会引起质变, 更别提在集群效应之下了。 简单思考过后, 江炎知道就算没有猎鬼局的雇佣, 自己发现了星辰禁忌的诡异大军之后, 也必须要出手。 好不容易在南斗站稳了脚跟, 如果南斗彻底陷入了寂灭, 江炎的古玩街给谁放贷款去? 躺着就能收购隐藏资源的机会, 又去哪找? 不行,绝对不行。 江炎眼底闪过一抹冷冷的杀意。 来自星辰的禁忌吗? 那就打打看。 他现在有钢器绝护体, 还有斩命灵同护驾, 被禁忌的忌惮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倒要让那头来自星辰的禁忌看看, 自己这难斗的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 陈海川看着禁忌006沉默不语, 额间的冷汗一滴滴落在了脚下的废墟上, 打湿了一片水泥残垣。 老板,这是我们的雇佣费, 您过目。 陈海川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照片, 双手乘上。 江炎轻轻一笑, 随手拿了过来。 倒要看看, 猎鬼局这些小趴菜能拿出什么三瓜两枣来雇佣自己。 一看之下, 江炎完全愣住, 照片上竟然是一尊巨大的黄金棺材。 棺材通体有神秘的符文转刻齐上, 显得古朴沧桑而厚重, 仿佛古代帝王的棺果。 不, 就算是古代的帝王也没有这么奢侈的黄金棺。 江炎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上辈子南斗猎鬼局试图封印斩命灵桶的时候, 就拿出来过一个这东西纯金的棺材, 能够完美地将任何诡异封印其中, 就算禁忌也同样如此。 哪怕是陈灵, 只要被困在了里面, 也一辈子别想出来了。 在打不过禁忌的情况下, 猎鬼局的这种策略是非常明智的。 这是你们雇佣我出手的费用。 江炎看着黄金棺的照片目瞪口呆。 对不起, 先前是我梦忘了, 这群猎鬼局的小趴菜, 出手是真的好横啊。 这黄金棺四米有余, 一米见方, 江炎保守估计用料五十多吨黄金。 诡异降临前金价一克五百左右, 这个黄金棺的材料成本大约在三百亿通用货币。 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价值符号, 实际上这黄金棺放在眼下, 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价值符号所代表的东西。 江炎就算明币再多, 眼下也是弄不来这么多黄金的。 也就猎鬼局这种官方组织留有多年的积累, 才能直接拿出这样一个黄金光过来。 陈海川几乎将头埋在地里, 战战兢兢, 恭恭敬敬说道。 是的, 老板, 您可以帮我们这个忙嘛。 第134章, 挖通, 开门。 陈海川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止不住的站立。 这是发自本能的恐惧, 完全无法控制, 能站在原地不直接逃跑, 已经是陈海川最大的勇气了。 面前可不光是禁忌006, 那名为斩命灵童的禁忌007也在旁边站着。 虽然斩命灵童的双眼被禁忌006的蛛丝木带覆盖, 但陈海川依旧能感觉到一双阴冷凝丽的目光, 阴阴看着自己, 仿佛下一刻就会举起手中的牛耳尖刀, 将自己一刀两断。 陈海川的后背整个被冷汗尽湿了, 心中有七分悚然, 两分无助。 拿出来做交易的黄金光果, 是原本计划拿来封印禁忌006的。 万万没想到, 理想很美好, 现实冰冷而残酷。 最终这个黄金光果, 竟然变成了要求禁忌006出手对抗新城禁忌的筹码。 陈海川当然不愿意交出这个黄金光, 但禁忌006的恐怖财力有目共睹, 除了这黄金光果之外, 整个猎鬼局上下都找不出什么东西, 能让禁忌006出手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南都市一座超大的城市, 猎鬼局的南都分局, 战略储备也堪称丰厚, 除了这个黄金光果外, 还有两个留存。 等眼下这一截过了, 这两个黄金光果, 禁忌006和禁忌007正好一人一个。 等成功封印了这两头禁忌之后, 说不定还能把现在交易出去的黄金光果收回来。 到时候, 南都猎鬼局就算再次面对禁忌, 也还有一战之力。 陈海川面前, 江炎看着那照片上的黄金光果, 重重吞了口唾沫。 其实, 猎鬼局就算不顾庸塔, 江炎也不会做事那新城禁忌率领四百诡异涂光南都的。 不过陈海川出手就是一座黄金光果, 作为自己出手的用金, 江炎还真是无法拒绝大量的黄金在后鬼异时代太过稀缺了, 原本只是一般等价物, 现在有了无法替代的用途。 不论什么时候, 多囤一些黄金, 都是不会错的。 倒是这陈海川, 这么堂而皇之将猎鬼局的公共资产拿出来交易给自己, 真的合适吗? 这不知他的植物侵占, 侵吞公共资产的罪名。 他这吃里爬外的程度和能力, 真是比江炎一开始想象的, 还要更高啊。 江炎掏出四万名币, 放在了陈海川面前, 说道, 给你的回扣, 这次做得不错。 道德上, 江炎对陈海川的行为十分批判, 但实打实的天大好处落在了江炎手里, 该给陈海川的回扣, 自然也不能少, 不然以后谁还给江炎办事。 陈海川看着四万名币, 重重吞了口唾沫, 卧槽, 又是四万, 不愧是富可敌国的禁忌006, 再这样下去, 我搞不好, 实力快要超过王家了, 这条大腿, 抱住了就不想撒手了怎么办? 呜呜, 当卧底的感觉也太刺激了, 陈海川连忙将四万名币收了起来, 嘴角露出了一抹由衷的笑容, 谢谢老板, 那等新城禁忌抵达南都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去古玩街通知老板, 江炎不知可否点了点头, 问道, 我的黄金关在哪里? 陈海川恭敬说道, 已经运到了古玩街旁边, 老板随时可以过去接收, 江炎点了点头, 准备回去再说,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向深坑之中, 挖掘仍然在继续, 看眼下的进度, 应该已经快要挖到江炎想要的东西了, 陈海川偷眼看了看, 心中顿时一灵, 终于知道禁忌006这时在挖什么东西了, 陈海川的目光在这只挖掘队上一一扫过, 尤其在鼎盛集团标志的大型挖掘器械上多看了两眼, 是了, 古玩街原本也是鼎盛集团的地方, 现在维护古玩街的那些人里, 基本都是鼎盛集团的人, 看样子, 禁忌006早就把鼎盛集团奴役了, 陈海川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庆幸于如此强大而恐怖的禁忌, 006能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类和平共处, 另一方面, 则深深恐惧禁忌006如此拟人的行为, 两相比较, 斩命灵童才更像是猎鬼局资料中的所谓禁忌, 受到击杀规则的限制, 阴森而恐怖, 攻击欲望极高, 几乎是见人就杀, 毫无任何理智思考的余地, 而禁忌006却是几乎看不到击杀规则的痕迹, 而且根本不受攻击欲望支配, 想杀的时候大开杀戒, 人鬼接徒, 不想杀的时候威然不动, 稳如泰山, 这样的禁忌006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 比斩命灵童棘手多了, 副会长, 我们挖到了, 一声呼唤, 摇摇从深坑下方传了出来, 江炎缓缓站了起来, 淡然说道,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副会长什么东西的副会长, 禁忌006的强度, 竟然只能当个副的, 陈海川打了个哆嗦, 十分腿软地跟在江炎身后, 向下方走去, 江炎穿过深坑最底部的一个空洞, 果然看到了曾经在第三医院主楼太平间中看到的景象, 房间还是那个房间, 只不过内部的陈列, 经过50年的变迁之后, 已经完全不同了, 江炎顺着记忆中那合金大门存在的方向, 侧头看了过去, 发现那大门果然还在, 其上秀迹斑斑, 漆面掉落, 就连那红色双翼的天使基金会标志, 也变得暗淡无光, 比秘境中的陈旧了许多, 合金大门紧紧闭合, 密码锁上闪烁着微光, 似乎在等人输入正确的密码, 江炎微微眯了眯眼, 眼底闪过一抹冷光, 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 还以为是个遗迹, 没想到是个新鲜的, 就是不知道, 这天使基金会的合金大门后面, 是个什么所在, 江炎对挖掘队说道, 好了, 你们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 这些人都是鼎盛会的成员, 待会儿如果打开合金大门的时候, 放出来什么强大的诡异, 江炎不愿意误伤到这些人, 挖掘队里的这些鼎盛会成员, 全部听说过眼前这位副会长的大名, 知道古玩街就是他一手建立的, 而且还是会长的女婿, 半分不敢怠慢, 言听计从, 一个字都不多问, 用最快的速度, 收拾好了气血, 快速离去, 江炎安安静静印了一会儿铭闭, 等到挖掘队完全离开, 这才淡淡说道, 魔狼, 朱刚烈, 开门, 第135章, 禁忌006的冰山一角, 听到江炎的命令, 一直站在江炎背后的陈海川, 不由得一愣, 满面迷茫之色, 禁忌006在喊谁, 魔狼, 朱刚烈, 还没等陈海川想出个所以然来, 就听不远处一片不可见的迷雾中, 响起了两声恭恭敬敬的回应, 是, 老板, 下一刻, 一双粗壮的猪手, 一双猙獰的狼爪, 从迷雾之中探出, 一左一右抓住了合金大门, 用力撕扯起来, 他们身上的迷雾也随之消散, 露出了强壮而恐怖的诡异之躯, 陈海川吓得一个机灵, 险些直接尿出来, 我的妈, 两头如此恐怖的诡异, 就这么凭空出现的, 以陈海川常年和诡异薄杀的经验来看, 魔狼和朱刚烈的强度同样惊人, 不比他们在第三医院秘境中见过的一些强大诡异差, 这就是, 我之前在古玩街里, 隐约察觉到的, 那些巩卫禁忌006的诡异吗? 陈海川定了定神, 心中念头闪过, 我知道了, 迷雾之瓶, 售价五千明币的东西, 是踏马这样用的吗? 除了财大气粗的禁忌006, 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样了吧?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视线开始在周围惊讽地游移, 周围, 到底还藏着多少禁忌006的爪牙? 陈海川下意识退了一步, 却是感觉自己的脊背碰到了一个冰冷的身体, 一双鬼爪轻轻放在了陈海川肩头, 将他往前推了推, 别急, 燕妹的声音悄然在陈海川耳边响起, 陈海川额间冷汗暴涌而下, 我, 我身后就有一个, 这里, 这么拥挤的吗? 陈海川惊恐的目光在周围空气中来回扫射, 妈的, 禁忌006到底有多少手下? 等一下, 他的势力该不会比那统一四百诡异的星辰禁忌还要大吧? 怪不得他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眼皮都没眨一下, 陈海川感觉自己的腿更软了, 但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能贵, 不然会显得自己是禁忌006队伍中最显眼的一个。 陈海川深知自己作为卧底, 必须要低调, 最好没有任何人能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自己才能达成任务的同时, 更好地生存在这么多恐怖诡异之间。 深深吸了口气, 陈海川重重在自己大腿内侧掐了一把, 告诫自己必须挺住。 知啊, 一声刺耳的沉重烈响, 从那合金大门之上传出。 随着魔狼和朱刚烈两头强大的力量型诡异的力量爆发, 这面天使基金会的合金大门再也支撑不住, 被拉得向两侧分开。 一个通道缓缓在门缝中出现, 通道内闪烁着光亮似乎是电压不稳, 光芒一闪一闪的。 里面传出了一声惊怒的呼吓。 什么人? 你们在干什么? 快住手! 江炎微微挑眉, 嘴角勾起一抹鸡翘的笑容。 里面竟然还真的有人。 他的目光顺着被强行打开的门缝, 看了进去。 门缝中, 有一个身穿白色眼球袍服的中年男人, 惊目无比看着被不断暴力拉开的合金大门, 大声呵斥。 四目相间, 星红震暴, 发动。 哄, 中年男人瞬间感觉自己的思维爆炸了。 这一刻, 理智彻底崩溃, 他的大脑之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眼前这个浑身黑气笼罩, 半张脸被怪帽子阴影遮蔽的人, 就是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恐怖的存在。 必须杀了他。 男人口中发出癫狂的怒吼, 直接狂奔冲了出来, 提起一双拳头, 就向江炎的脸打了过来。 江炎淡淡一笑, 面色古井无波。 这男人的奔跑速度, 敏捷恐怕不超过二十点。 碰, 安小星抬起火气铃的枪口, 一枪点射。 普通子弹脱膛而出, 化作一道火线, 瞬间没入了这男人的眉心。 一个恐怖的伤害数字, 从男人身上飘了起来。 暴击, 负七千四百五十一。 这人就二百多的生命值, 实在无法承受安小星如此暴力的攻击, 当场被打碎了一颗头。 红白四箭, 整颗头瞬间原地消失, 无头的尸体, 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 拖着血迹, 划出了一道深长的血痕。 陈海川, 这又踏马是什么? 我踏马看错了吧? 刚刚那一枪, 爆了尼玛多少伤害七千四百五十一。 这尼玛到底是枪, 还是尼玛战术核导弹? 我要疯了。 陈海川的一双眼睛之中, 血管暴突, 眼珠子都几乎要掉在地上。 陈海川作为一个惊艳老道的猎人, 也是在枪术上下过苦工的。 现在, 他在禁忌006身旁, 一枪有时候也能打出五百架的伤害了。 可是, 和刚刚那个掏枪的姑娘相比, 自己就是个渣渣啊。 我还是, 有点小看禁忌006了。 都是变态, 没一个正常的。 再一想到, 刚刚那从迷雾之中现身的两头强大诡异, 竟然只能沦落为八门的苦力。 这头恐怖禁忌的势力, 恐怕现在才在自己面前展露出冰山一角啊。 陈海川打着哆嗦, 认认真真将今日见到的所有恐怖的东西, 全部牢牢记了下来。 回去就立刻更新禁忌006的资料。 这样一来, 就算自己明天就死掉, 后来者也能根据自己留下的信息, 有地放逝, 不至于在禁忌006手中死得不明不白。 轰隆, 合金大门彻底分开, 露出了一个深长的走廊。 走廊上的白赤照明灯一闪一闪的, 应该是外部的电路已经被损毁。 这个设施的内部应急电力供养系统正在运转, 免力提供照明。 朱刚烈一马当先, 踢着一面新满的大盾牌, 直接冲了进去。 魔狼也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 星红的狼眼之中, 凶利的杀意毫不掩饰地抱拥而出。 自从归顺了江炎, 他杀人的频率就骤降, 更多时候都在扮演保安的角色。 但作为一头凶狂的诡异, 魔狼的杀心从未有半可止些过。 江炎拉着安小心的小手, 蹬在两头诡异背后, 缓步走入了损毁的合金巨门。 第136章, 全杀了。 陈海川扶着墙, 努力迈动发软的双腿, 让自己跟上禁忌006的脚步, 生怕落入后面 那不知有多少的迷雾诡异大队里。 为之永远是最恐怖的东西, 陈海川一想到自己后面迷雾中 不知藏着多少密密麻麻 形形色色的恐怖诡异, 就感觉头皮发麻。 至少自己跟在禁忌006后面, 还是他的狗腿子。 那些迷雾中的诡异, 应该不敢对自己做什么。 可若是掉了队, 就真正成为了被恐怖诡异包围的大活人, 到时候保不准有个什么纪律不严明的东西, 想要从迷雾中钻出来, 尝尝自己的味道。 随着江岩的队伍不断向前推进, 这合金大门后面的情况越发明朗。 这地下设施应该是个隐藏的实验室, 很多研究员打扮的人藏匿在这里, 还有很多的实验设施, 以及隐蔽的实验室。 整个地下空间的面积大约在300平, 其内不光有研究人员藏匿, 还有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散落各处, 不断借助掩体, 发动攻击魔狼和珠刚烈时不时 就会遭遇到银制子弹的射击。 这些天使基金会的战斗人员装备和属性都还不错, 每一发子弹都能在魔狼和珠刚烈身上 打出十几点的伤害。 有江岩跟在后面提供正55%生命值 和护甲值的庇护光环, 能打出这种伤害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不过在魔狼和珠刚烈这两头力量型血牛诡异面前, 这种伤害不值一提。 他们两个在实验室中上演了一场 字面意义上的狼奔使徒, 将天使基金会的武装战斗人员打得四分五裂, 肢体和血肉飞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 两头凶狂的诡异在酣畅淋的屠杀下, 双目赤红, 渐渐暴露出了被江岩长期压制的本性, 脸上的凝恶之色令人望之心感巨寒。 江岩人由他们将战斗人员涂入一空, 只是淡淡命令先留那些研究人员一条小命。 陈灵儿不知道什么时候, 缓缓将珠丝目带抬起了一脚, 露出了一只阴冷的眼睛, 打量着实验室中的一切身上有恐怖的杀意, 渐渐开始生疼。 哥哥, 这些战斗人员的服装和当时捉走我姐姐的那些人一模一样。 江岩看了看地上一具残破的尸体, 那尸体穿着天使基金会的战斗制服, 胸口还有天使基金会的血色双翼标志。 他伸手, 轻轻揉了揉陈灵儿的头, 淡淡说道, 别着急, 我们会找到陈妹妹的, 我答应过你。 陈莉儿重重点了一下头, 放下了蛛丝木带, 遮住自己的阴冷目光, 只伸手拉住江岩的衣角, 跟着他行走。 江岩走马光花斑, 在这个实验室中转悠了一圈, 心中基本有了数。 存放实验数据的档案室中, 江岩拉过一个带轮子的转椅, 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双腿高高架在桌子上, 随手用鼠标调阅电脑中的各种天使基金会机密档案。 江岩身后, 十几个研究员跪成了一片, 全部在朱刚烈和魔狼的恐怖杀气之中, 瑟瑟发抖。 快速浏览这些机密资料, 江岩抽了一口就咽抖, 随口淡然问道, 你们中T4以上的级别站出来, 暂时不用死, 其他的全部杀了。 朱刚烈嘿嘿笑了一声, 刺起的猪牙上, 满是年连的血迹和碎肉, 笑声反而显得尖锐刺耳, 听的人心底之发毛, 就连站在江岩背后的陈海川都吓得抖了两下。 朱刚烈伸手, 提起了一个研究员的脖子, 尖笑道, 你是T级? 那研究员尖叫了一声, 直接吓得晕死了过去。 朱刚烈看了看研究员胸前别着的工作牌, 嘿嘿一笑, 老板, 他是T3。 江岩点了点头, 不咸不淡, 吞了一声, 咔嚓。 朱刚烈张开大嘴, 直接将晕死的研究员脑袋呼伦啃了下来, 猪嘴之中不断咀嚼, 仿佛在吃一颗大西瓜浓稠的鲜血, 顺着他的嘴角滚滚流了出来。 啊, 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一连串绝望惊恐的尖叫, 在研究员之间爆发而出。 同为人类的陈海川, 也不禁吐死胡碑, 越发被这种自知冰死的尖叫声惊到, 浑身汗毛根根倒数。 虽然心中知道, 这些天使基金会的人没干什么好事, 排队枪毙都没个无辜的, 但禁忌006的手下, 杀人的手法也实在太恐怖了。 陈海川看着禁忌006座在传义上, 自如浏览资料的背影, 越发感觉到了这头禁忌的恐怖之处。 不杀的时候, 一个都不杀, 看着古玩街里熙熙攘攘, 反而划定了安全区将之全部保护了起来。 杀的时候, 却仿佛世上最酷烈的杀神。 很快, 这十几个研究员就只剩下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T4, 一个T5, 跪在猪刚烈和魔狼的阴影之下, 瑟瑟发抖, 裤子全都湿了。 昔日同事, 现在都在恐怖诡异的凶残爪牙下, 化作了寸寸碎尸散落在自己周围。 他们的鞋袜, 都被还温热得血液如湿。 地狱般的场景, 令他们的心理防线, 早就已经崩溃了。 江炎淡淡说道, 我有一些问题, 回答得最快, 最好的人, 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但是只有一个名额, 这三个人仿佛溺水冰死之人, 死死抓住了江炎抛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有问必答, 生怕自己被同样残忍地杀死。 从他们口中江炎了解道, 这个地下实验室, 原本就是依图于第三医院建立的。 急诊和手术台上死去的人类尸体, 会被推入外面的太平间中, 而藏匿于实验室里的这些天使基金会实验人员, 则会伺机拿取太平间内停放的尸体, 当作实验材料。 其具体实验项目, 可能和陈梅梅身上的略有不同。 不过, 自从第三医院被推平之后, 没了源源不断的尸体供应, 这座实验室的适用性和重要性全部直线下降。 但因为是天使基金会投入了这么多年的资产, 而且有些东西难以轻易转移, 所以没有被放弃, 这么多年依旧持续运转着。 上面那所学校也不知觉中多了一个隐蔽不为人知的地下室, 每隔一段时间, 天使基金会都会往下输送一些生存物资, 里面的研究员大约半个月会轮一次的。 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什么?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抖, 看着屏幕上的一份文件内容挑眉问道。 第137章 黄金包裹的储存区域 那T5是个肥瘦的中年男人浑身颤抖, 哆哆嗦嗦说道。 我们这个实验室, 主要任务就是孕育诡异。 听到这话, 江炎看着屏幕上实验文件的双目, 微微咪了咪。 所谓孕育就是从零到有, 令诡异从某种极端条件下出现。 根据实验室的记录, 过往的50多年时间中, 这个实验室至少已经孕育出了 一千多头诡异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实验报告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要知道, 江炎估计第一次诡异降临时候, 降临在整个南多的诡异总数也就一千多头。 这天使基金会的一个实验室, 50多年的时间制造出的诡异, 数量竟然已经能和一座超大城市的降临相提并论了。 不过, 根据实验报告里的内容, 这些被孕育出来的诡异,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弱小的类型, 战斗力也许并没有一条狗墙。 每当天使基金会的人过来运输生活物资的时候, 就会拿走这个实验室中孕育出的大部分诡异, 不知用于何处。 之前南都第三医院还在的时候, 上面手术台糖尔黄之实验如何将诡异和胎儿融合, 下面实验室中秘密研究如何在极端环境下孕育新的诡异, 上面用下面孕育出来的诡异, 下面用上面死掉的尸体。 俨然上下密切配合, 形成了一套产业链了。 不过, 自从上面的第三医院被推平, 变成了一所中学之后, 下面这深藏的实验室就有点拉胯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中学还真是镇压住了下面的邪碎。 陈海川就站在江炎身后, 江炎看到的文件他也全部看到了。 一千多头诡异, 陈海川瞳孔颤抖, 完全无法想象在猎鬼局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有一个神秘的基金会, 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而眼下这个实验室, 恐怕也只是天使基金会的冰山一角而已。 江炎沉吟片刻, 淡淡问道, 陈海川, 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中, 南斗有出现过异常的诡异吗? 陈海川微微摇头道, 整个神州的每一座城市, 甚至某些没什么人口的偏远乡村, 都可能出现诡异。 猎鬼局内部统计过, 诡异降临之前, 每一百万人口, 自然状态下, 每日出现诡异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 南斗按照一千万人口计算, 每日出现诡异的几率是万分之一。 过往这些年, 南斗的诡异出现频率一直很稳定, 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异常数据。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淡笑道。 也就是说, 被带走的那些诡异, 都消失在了天使基金会的其他部门中。 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体系, 以及对诡异的强大控制力, 才能让猎鬼局完全没有知觉。 陈海川沉默, 面色难看至极。 越是接触, 就越是能体会到, 这个天使基金会的恐怖和庞大。 文件中提到, 这个实验室有一个专门的区域 用来储存孕育出的诡异。 江炎转目, 用余光看向刚刚那T5, 淡淡问道, 在哪里? T5脸上的肥肉哆嗦了一下, 颤颤巍巍说道, 你刚刚都看过了, 就是那几个实验室。 江炎淡淡一笑, 抽了口就咽斗, 说道, 是吗? 但我怎么一个诡异都没看到? 而且, 就刚刚那几个实验室里的设备 就能限制住诡异。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刚刚江炎走马光花, 看了一遍这个实验室, 除了自己的打工仔之外, 就只有天使基金会的狗腿子。 而且这T5的面部表情, 明明就是在撒谎。 旁边一个T4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立刻尖叫道, 他撒谎? 我带你去, 我们还有一个被黄金包裹的地下二层, 那才是我们储存诡异的地方。 此言一出, 那T5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顿时咆哮的。 你疯了吗? 给我闭上你的嘴。 先生, 别理他, 他只是不想死。 您没有看到诡异, 只是因为被上级部门取走了。 话音未落, 这个T5的身上直接飘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1135。 碰, 穿着白大褂的肥瘦中年男人, 一头栽倒在地, 死不瞑目。 咕咚, 陈海川看着突然暴毙的T5, 重重吞了口唾沫, 脸上的冷汗连绵成片, 陈海川的目光偷偷看了一眼, 随意坐在转椅上的禁忌006, 心中惊惧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从第三医院秘境离开之后, 禁忌006的强度比之前更加恐怖了。 江炎转目, 看向那个满面冷汗的T4, 冒烟阴影下的嘴唇, 缓缓翘起了一个击翘的弧度。 带我去。 那T4身体如同筛康一般颤抖, 转目看了看, 翘无声息就死去的T5, 颤声说道。 可, 可以。 但是, 明显不光是在恐惧自己, 也同样在恐惧那传说中的地下二层。 被黄金包裹的储存区域吗? 江炎眼中闪过了一抹玩味之色。 既然被黄金包了起来, 便意味着里面绝对不简单, 否则天使基金会不可能对一个 占地面积不小的储存区域 投出巨量的黄金。 不过江炎不光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兴奋。 那自己岂不是不光能近距离观看 天使基金会的实验结果, 还能去抠他们储藏室里的黄金墙皮。 而且, 一个被黄金严密包裹的地方, 诡异完全无法离开。 说不定, 陈妹妹也一直被收纳在里面。 那T4连滚带爬, 带着江炎来到了实验室末端的一面 光滑合金墙壁之前。 这墙壁看起来, 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区别。 T4指着墙壁, 颤颤巍巍说道。 这是一个隐藏的大门, 后面就是通道。 密码只有刚刚那个T5一个人知道。 你们既然能打破入口的黄金门, 应该就能打破这道墙壁。 但是, 别怪我没提醒你, 下面失控啊。 所有诡异都从他们的容器里跑了出来。 我们本来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将下面完全封闭了起来。 如果你击破这道墙壁, 里面的大量诡异就会直接跑出来。 第138章, 这就是禁忌006的强度吗? 所以, 你可以先放我走吗? 那T4用满是可求的目光, 看向江炎。 我知道的, 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江炎淡淡一笑, 吐出一道青色的烟龙, 说道, 可我觉得, 那个T5回答得比较好。 我准备把唯一的生机给那个T5。 两个T4齐齐一愣, 可是, 他已经死了呀。 江炎怂怂肩, 那我不管。 旋即, 两个伤害数字从两个T4身上冒了出来。 -1135, -1135, 扑通, 扑通, 两个T4几乎是同一时间软倒在了地上, 死不瞑目。 从始至终, 江炎就没有准备给他们留过任何生路。 陈海川紧紧跟在江炎身后, 暗自完善自己的卧底记录。 禁忌006, 喜欢骗人。 疑似拥有用意念杀人的能力, 单次意念攻击伤害之为1135, 可同时对多个目标发动攻击。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平静叹息道。 可惜了, 没能亲眼看看, 他们是如何在实验室中寓意出诡异来的。 此时这实验室已经和外界失联了一周的时间。 而且由于电压不稳定, 导致地下二层本来用作储存诡异的区域, 许多设备出现了故障, 原本储存在特殊容器里面的诡异, 全部跑了出来在二层来回游荡。 这种情况下, 上面的实验室区域也人心惶惶, 早就停止了所有实验。 就连材料都已经销毁了。 如若不然, 江炎还真的很好奇, 这天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做到这种反人类之时的? 现在, 就只能看看他们留下的实验报告, 在心中勉强还原了。 开门吧。 江炎淡淡说道, 魔狼和朱刚烈得到了江炎的命令, 立刻对面前的合金墙面发动了攻击。 这合金墙面看起来厚实而坚固, 整体闪烁着坚硬的银色, 表面是哑光材质的。 如果不是那几个研究员指路, 恐怕没有人能想到, 这里还藏着一个暗门。 轰隆。 随着两头力量型诡异的猛击, 整个地下实验室中响起了沉重的轰鸣声。 旋即断断续续的灯光彻底熄灭了, 整个地下空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伸手不见五指。 唯一的光源只剩下了江炎嘴边那一点暗红色的烟斗火光。 暗门被砸开一道巨大的裂口, 露出了其后深不见底的黑洞洞空间。 借助熄灭前的最后一丝灯光, 陈海川隐约看到里面是一道向下延伸的楼梯, 很是宽阔, 却在一望无际的阴影笼罩之中越发令人心里发毛。 一股股阴风从裂开的暗门后面吹了出来, 若有若无却只往人心窝子里吹。 按理说, 下面既然是个密闭的黄金空间, 就不应该有什么空气流动才对, 更别提风了江炎随手点燃了一团蛛丝, 腾起的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片区域, 似乎是被他手中的火光刺激到了, 裂口中吹拂出的阴风陡然变大。 呼! 阴风拂过, 竟然瞬间把江炎手中的火焰吹灭了。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身边瞬间冒出了三个伤害数字, 负1135, 负1135, 负1135。 不知觉中, 竟然已经有三头诡异, 悄然藏匿在了江炎身旁。 在瘟疫光环无差别的范围攻击之下, 只有被江炎标记为友方的单位才能幸免于难。 这三头悄然潜伏的诡异, 哪怕江炎其实没找到他们, 也依旧无法逃脱瘟疫光环的伤害。 其中两头诡异, 瞬间暴毙。 只剩下了一头诡异, 生命值暴跌至谷底, 发出一声惊怒的暴鸣, 一只猙獰的鬼爪对着江炎的胸膛直接捅了过去。 负1, 护盾吸收, 负400。 诡异瞬间暴毙而死, 但江炎身上闪过的蓝紫色光照护盾, 依旧泛起了一圈涟漪。 涟漪之中, 一道银紫色的狂雷骤然轰击而出, 直直落在了那诡异的尸体上。 轰, 负11025, 诡异的尸体瞬间被这一道狂雷轰得四分五裂。 突然出现的恐怖雷光, 甚至在刚刚那一瞬间将地下实验室照得如同白昼。 陈海川就站在江炎身后, 浑身汗毛, 一根根冲天倒数而起。 他没看清刚刚发生了什么, 但是, 那几个伤害数字, 陈海川可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 伤害来源也非常明确, 绝对是禁忌006的手笔。 陈海川双腿止不住地抽筋, 浑身上下往外冒白毛汗。 那四百的反伤他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 1135的伤害虽然诡异, 而且神出鬼没到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步, 但也还在能接受的范围。 但那道雷光是怎么回事? 尼玛, 一道雷打了一万多的伤害出来。 我, 陈海川, 蓝多猎鬼局分局仅有的三名队长之一, 现在生命值也就在禁忌006给的工资和奖金之下, 勉强突破了1000点。 禁忌006这一道雷, 能打死自己十次还多余。 太霸道了, 真的太霸道了。 这就是禁忌006的强度吗? 陈海川看了看一直拉着禁忌006一脚的斩命灵童, 终于明白为什么强大兄弟的禁忌007 会如此轻易被禁忌006收服, 成为他的小根屁虫。 别说陈海川就算是跟在江炎身旁的几头诡异, 也同样被这一幕吓得缩了缩脖子, 诡异的眼睛之中满是惊举。 这, 就是老板的真正实力吗? 掌控雷霆, 宛若天罚, 朱刚烈和魔狼在黑暗中对视了一眼, 琪琪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庆幸之色。 幸亏自己抱大腿抱得快, 现在已经是老板十分亲近信任的狗腿子了。 如果这时候再碰上老板, 可真未必还有说话的机会, 搞不好会和刚刚的诡异一样, 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来。 老板老朱给你开路去。 朱刚烈一提手里的巨盾, 义猪当先直接往裂口里冲了进去。 魔狼也不甘示弱, 摇着尾巴说道, 老板, 我跑得比那头猪快, 跨步走入了裂口之中, 不断点燃蛛丝团, 照亮周围的空间。 的确和那几个研究员所说一样, 这片空间全部都被黄金包裹。 姜岩专门在墙上撬了一下, 发现贴墙的竟然是半厘米厚的纯金砖。 卧槽, 逮到狗大户了。 姜岩无比震惊。 第139章, 没有思维的诡异。 虽然这些纯金砖只有半厘米厚, 理论上依旧无法做到万无一失, 但实际上对诡异的封印效果已经非常优秀了。 至少比第三医院秘境之中, 王红主任办公室里金纸湖墙来得豪横许多。 姜岩心中估算了一下, 如果这地下二层的空间和上面那一层一样大, 想要用半厘米厚的金砖全部铺一遍, 至少也要二三十吨的黄金。 这已经可以媲美陈海川交易给自己那黄金光骨的一半了。 今天是个大丰收的日子, 不光杀了王虎城, 解决了心腹大患, 还入仗了七八十吨的黄金。 姜岩眼中全是满足之色, 有了这么多黄金, 他能拿来完成很多构想之中的事情了。 算了, 这墙上的金子太多了, 我懒得抠, 让我老丈人来抠, 又是白嫖老丈人的一天。 在心里给安保胜安排好接下来的工作, 正在下楼梯的姜岩耳朵微微一动, 已经听到了前面传来的战斗声音, 以及朱刚烈盾牌被敲击的闷响。 他手中拿着一团燃烧的蛛丝, 一手拉着安小星, 背后还跟着一步一驱 拉着他一脚的陈灵, 走下了黄金铺就的楼梯, 扭头就看到了 陷入了苦战之中的朱刚烈和魔狼。 两头诡异身边围绕着数十头 各式各样的诡异, 不断对一狼一猪发动潮水一般的攻击。 他们两个都是力量型的诡异, 本身速度和灵巧都是劣势, 陷入围攻之后, 被打几十次才能反击一次, 还未必能落在十处。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却也多少有些狼狈。 江炎瞥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看到了凌王满目的陌生铭币收入。 铭币加245, 铭币加311, 铭币加114, 铭币加2147。 这些诡异绝大多数都非常弱小, 但也有一些血量 比较可观地存在藏匿其中, 也不知道天使基金 会育育诡异的实验 到底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会产生 偏差如此巨大的实验结果。 一群隐隐绰绰, 怪模怪样的诡异, 在江炎手中昏暗的蛛丝火焰光芒之下, 越发显得阴森可步, 不断在阴影边缘穿梭的模糊轮廓, 更是令人打心底里, 生出更多对未知的恐惧, 来猪刚烈和魔狼 重新出现在江炎视野中的时候, 江炎的光环 也再一次加持在了这两头诡异身上。 瞬间, 一片二百的反伤, 在周围不断围攻他们的诡异身上飘了起来, 绝大部分诡异只打了两三下, 就直接躺在地上, 被十几的反伤光环直接弄死了。 江炎鼻端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 低头看了看, 发现金砖铺就的地面上竟然倒闭着许多的尸体, 这些尸体身上都穿着天使基金会的战斗服 或者白色的研究服, 脸上残余的表情十分惊恐而绝望。 江炎微微挑眉, 意识到这些堵在入口前的尸体, 恐怕都是被留在下面断后的。 他们成功堵住了地下二层汹涌的大量诡异, 却也被上面的人狠心封锁在了地下二层。 随着入口的彻底封闭, 整个地下二层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而这些人除了被诡异杀死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 江炎弯腰从一具战斗员尸体手中 拿过了一把手电筒。 陈海川有样学样也抓起了一把手电筒。 电筒的光芒很亮, 终于不需要借助蛛丝火焰的细微光芒看路了。 但明亮的光柱一扫, 却是令陈海川倒吸一口冷气。 这地下二层的诡异数量比预料之中更加密集。 粗略一数至少有三百头。 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很弱小的诡异, 但这个数量已经能够引起质变了。 江炎直接把自己的瘟疫光环关闭, 开始一个个用手电筒筛选其中值得注意的诡异。 这个杀了,杀了,杀了。 随着江炎古井无波的声音不断在地下二层回荡, 安晓星手中的火麒麟不断点射。 炽热的白银子氮化作氮流, 贯穿了一个又一个诡异的身体, 打出了成敦的暴击伤害。 而且射速越来越快, 暴击率也高得离谱。 陈海川在后面看着, 麻木的内心察觉不到丝毫震撼。 排队枪壁的过程中, 江炎也真的找到了一些, 之前在上面实验档案之中看到过的, 令他感觉好奇的诡异。 一头诡异,呈现人形, 通体紫黑色的尸斑, 行动速度非常缓慢, 高度腐烂的面容恐怖至极, 令人看一眼就又要作呕。 这东西就是一具腐烂尸体化作的诡异, 是这个实验室最近的杰作之一。 和其他被预誉出来的诡异不同的是, 这头诡异只采用了单一的实验材料, 加以天使基金会特有的手段, 最终成为了一头行尸模样的诡异。 而这头诡异的生命值也高达1138点, 属于这批诡异之中难得的强大存在。 好。 行尸的口中不断发出低沉的嘶吼, 腐烂的紫红色双眼之中是阴沉的暴虐之色, 毫无半分理智地存在江炎忽然问道, 击杀有奖励吗? 安小星愣了一下, 旋即摇头道, 没有奖励。 之前江炎也发现了, 自己用瘟疫光环击杀这些诡异的时候, 都没有得到系统的奖励。 现在安小星杀了这么多, 也没有得到系统的奖励, 这意味着什么? 系统并不认可这些诡异的身份。 这些诡异和降临下来的诡异, 似乎也的确有本质性的区别。 江炎沉阴片刻, 低声自语道, 没有思维。 陈海川站在江炎身后, 缓缓点头, 附和道, 没错, 正常的诡异, 就算智能比较低, 思路很混乱, 以至于形势颠三倒四, 却也都是有思维的。 可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诡异, 似乎只有最本能的行为, 完全称不上思维。 这种诡异, 也许能在某些情况下, 达到数据层面的强大, 却比正常的诡异好杀得多。 江炎开了三秒钟的瘟疫光环, 将视野中的所有敌对诡异, 全部击杀, 一片片的1135伤害数字冒了出来, 拥挤的诡异如同割草一般, 尽数倒闭在地。 陈海川看着这一幕, 又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刚刚那一瞬间, 禁忌006同时攻击了至少数十个目标。 等一下, 他的精神攻击手段, 竟然是个范围技能。 范围技能, 单次伤害这么高, 还没冷却。 这到底是个什么变态技能啊? 第140章, 诡异的蓝光石。 任由陈海川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自己正在观摩的, 竟然是个光环类的技能。 只不过被江炎斥资四翼巨款点到了二十级, 硬生生让一个没有攻击能力的印钞机, 掌握了恐怖如斯的手段。 陈海川额间挂着痘大的冷汗, 暗戳戳更新了自己心中的, 禁忌006卧底观察日记。 禁忌006疑似拥有一种没有冷却时间, 杀伤范围极大的意念攻击技能, 法术消耗未知。 这地下二层空间基本肃清, 只剩下了一些躲藏在角落之中的诡异, 因为没有视野的缘故并未被瘟疫光环, 杀死。 魔狼忽然抽了抽鼻子, 低声嘟囔道, 老板, 那个房间里有一股味道, 很, 很奇怪, 很有诱惑性。 江炎微微挑眉, 顺着魔狼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发现那是一个关闭的木制大门。 这地下二层还有很多房间, 刚刚被肃清的只是宽大的走廊。 江炎随手推开了门, 迎面却是一汪蓝幽幽的光芒, 照在了自己的脸上。 江炎愣了一下, 旋即立刻看清了房间中的情况。 这里面有很多破碎的巨大容器, 按照得到的信息, 这些容器就是储存诡异的设施, 里面会有充满黄金威力的气体不断鼓荡, 也能对诡异起到类似封印的效果, 而且造价更低。 缺点是, 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 一旦断电, 诡异就会击破容器逃出来地下研究所, 虽然有应急发电设施, 但燃料有限, 撑了多日没有得到援助之后, 终于还是到了极限, 有诡异破开容器, 开始在二层肆虐, 当然, 这些容器并不是蓝光的光源, 真正的光源, 是地上一个被打碎的精密仪器。 仪器碎屑之中, 有一块荔枝大小的石头, 不断散发幽蓝色的光芒, 在昏暗狼迹的房间中, 有一种射人心魄的美感, 美丽而危险, 看到那碎片之中散发蓝色光芒的石头瞬间, 江岩的瞳孔猛然一缩, 他万万没想到, 推门竟然会看到这样一幕, 碰, 江岩反手就将门重重关了起来, 冒烟阴影下的脸上满是惊荣, 这东西, 他之前从王红口中听闻过, 天使基金会在第三医院, 进行诡异与他儿的融合实验, 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会散发幽蓝色光芒的仪器, 这一气, 据说是天使基金会的最高机密之一, 不允许任何人拆卸, 损毁, 哪怕是T6级别的王红, 也从不敢于越雷池一步, 后面的安小星, 陈海川等人均是面露疑惑之色,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反应, 里面只是有光而已, 江岩定了定神, 扫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态, 生命值也没有损毁, 心中念头转动, 会散发蓝光的仪器, 能够帮助诡异和人体融合, 里面碎了一个这种仪器, 蓝光的光源露出来了, 不是科技手段, 只是一块石头, 所以仪器什么的, 可能只是个幌子,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这块石头, 蓝光仪, 这东西在天使基金会的实验报告里, 叫蓝光仪, 他们用来孕育诡异的实验过程, 也有蓝光仪的参与, 这块石头会影响诡异, 至于对人体的影响, 应该并不明显, 否则王红亲手操作那仪器十几年, 早就出问题了, 等不到陈灵杀他, 我的属性高, 接触一下应该也无妨, 总归不会暴毙才对, 更何况我还有刚气绝的护盾, 江炎宁眉思索片刻, 扭头看向魔狼, 沉声问道, 具体形容一下你的感觉, 魔狼挠了挠头, 低声嘟囔道, 就是, 想吃, 江炎顿时皱起了眉头, 魔狼的嗅觉十分灵敏, 所以能提前察觉这石头的存在, 江炎一把拉过了朱刚烈, 推开门让他看里面那石头, 朱刚烈的目光, 立刻被幽蓝色的石头吸引, 神色渐渐变得呆滞, 猪嘴之中不自觉流下了口水, 嘟囔道, 这,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给我, 朱刚烈不受控制地抬起双手, 就要向那石头猛扑而去, 江炎一把拎着朱刚烈的后脖子扯了回来, 又一次关上了房间大门, 陷入了沉思之中, 诡异会想吃那石头, 吃了会怎么样, 自己养了朱刚烈这么多名币, 不能在他身上做实验, 眼见朱刚烈依旧满面痴迷之色, 江炎淡淡说道, 抽他一耳光, 好嘞老板, 魔狼跳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 狠狠摔在了朱刚烈的猪脸上, 看起来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砰, 朱刚烈直接被魔狼打翻在地, 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负35, 吃痛之下, 朱刚烈这才恢复了正常, 摇着头爬了起来, 轰隆一声跪在江炎身旁委屈道, 对不起老板,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那, 那石头有问题, 江炎淡淡嗡了一声, 命令所有人在外面待着, 自己一个人闪身进入了蓝色光芒的房间之中, 他随手从墙上扯下了一块金砖, 将蓝色石头包裹在黄金之中, 黄金虽然能封印诡异, 但本身质地很软, 用牙都能咬出印子来, 自然也扛不住江炎的力量, 很快就被包饺子一样, 揉捏成了这个蓝色宝石的外皮, 随着完全被黄金包裹, 石头上的光芒也彻底被遮掩, 江炎将黄金包裹石头的球体放在地上, 打开门, 让朱刚烈和魔狼感受, 这一次, 两头诡异齐齐摇头, 表示刚刚的吸引感完全消失了, 江炎微微放心, 将黄金球收了起来, 准备稍后抓一头无辜的诡异路人甲, 当做实验品, 看看这天使基金会的秘密设备到底有什么奇效, 老板, 陈海川小心翼翼说道, 我刚刚看到, 隔壁那个敞开的房门里, 似乎有个人影在那容器里, 向我们招手, 陈海川作为老猎人, 观察环境是本能, 早就发现了隔壁房间容器里的异状, 他有些发毛, 也不敢造次, 只但等到现在再说, 江炎微微一愣, 顺着陈海川手电筒的方向看了过去, 果然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容器, 这容器竟然还通着电, 里面的黄金气流不断涌动, 而在黄金气流之中, 一个黑漆漆的人影不断向江炎他们这边招手, 速度越来越快, 似乎越来越焦急, 第141章, 求求你, 留下我吧, 一片漆黑的实验室地下二层, 无数诡异折服阴影之中, 阴风不断从四处吹拂而来, 手电筒的光芒带来了隐约的安全感, 却越发让周围的阴影显得阴森恐怖,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个还在运转的收容诡异的容器, 不断涌动的黄金气流之中, 竟然有个人影, 还在不断招手, 这场景怎么看怎么诡异, 就连江炎也感觉有些忐忑, 拿着手电筒走进了这个房间, 房间之中同样满是被打碎的容器碎片, 满地沙沙的脚感,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本该在容器之中循环的黄金威力, 陈海川蹲下身, 在满地的黄金威力之上碾了碾, 心中微微一动, 这黄金威力的质感和大小, 与猎鬼局黄金烟雾弹中的黄金威力, 十分相似, 如灰尘一般轻盈, 而且表面积相对重量而言非常大, 能够轻易在空气之中悬浮天使基金会, 竟然也和猎鬼局点了一样的科技数码, 江炎站在容器前, 用手中电筒不断照射透明玻璃中的那个人影, 终于在黄金气流之中, 看清了这人影的模样, 竟然是一个身穿天使基金会研究白服的男人, 胸前的工作正清晰可见, 而这个男人, 脸上戴着一个防毒面具, 将面容全部遮掩起来, 站在容器中不断涌动的黄金气流之中, 疯狂对江炎比划手势, 似乎想要表达什么, 但这容器的玻璃罩实则非常厚实, 根本不是人力能够徒手击穿的, 也完全阻隔了生命, 江炎看着这人的肢体动作, 心中微微移动, 诡异应该不会做出如此拟人的动作来, 尤其是在密布黄金威力的容器之中, 难道说里面竟然是个大活人, 可是天使基金会的研究员, 怎么会钻进给诡异准备的容器里去, 江炎看了看周围, 略一沉思便明白了, 诡异都跑出来了, 人如果想要活命, 就只能进去, 但里面全是黄金威力, 既能阻隔诡异, 又能把人呛死, 所以这人带了个防毒面具, 能够过滤容器内部不断涌动的黄金威力, 江炎嘴角闪过一抹玩味的笑意, 能在如此绝境之下, 还一直存活到现在, 果然要有两分机敏和变通才行啊, 哼, 江炎一拳打了出去, 将这容器的玻璃罩直接敲碎, 容器瞬间发出了一声警报, 而后内部的机械装置立刻停止了运转, 黄金威力纷纷扬扬涌了出来, 落在江炎深周, 被钢器爵护盾阻隔在外, 无法凌声, 那人手忙脚乱从容器的裂口中爬了出来, 跪在地上大口喘息, 断断续续道, 谢, 谢谢, 我, 我差点就憋死了, 你们是基金会的行动队吗? 外面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个地下实验室几乎与世隔绝, 就算里面的人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也不知道外面究竟乱成了什么样子, 一直在遵守基金会的章程, 等待救援到来, 江炎淡淡一笑, 不置可否道, 诡异降临了, 外面现在全是强大的诡异, 基金会有点自顾不暇, 你叫什么名字? T姐, 那研究员一把扯下了自己的防毒面具, 大口大口呼吸着, 缓解自己的窒息感, 低声回应道, 我叫邓海, T二, 这是我的工作证, 上面的同事们怎样了? 江炎接过邓海的工作证, 玩味笑道, 都死了, 你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 邓海喘云了粗气, 这才缓缓抬起了头, 一看之下, 彻底愣住, 江炎身后, 一颗狼头, 一颗猪头, 四目星红, 直勾勾看着邓海, 目中有凶狂的杀意, 那是两头诡异, 啊, 邓海吓得在地上屁滚尿流后退, 尖叫道你, 你背后, 他仿佛已经看到, 这个浑身笼罩黑气的神秘男人, 下一刻被两头诡异撕碎杀死的画面, 但那两头诡异一动不动, 目光直勾勾盯着邓海, 却仿佛江炎只是空气, 邓海愣了一下, 旋即回过神来, 悚然道, 你, 成功控制了两头诡异, 这怎么可能, 这项技术不是还在研发中吗?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抖, 玩味笑了笑, 果然, 天使基金会一直在秘密研究诡异的性质和控制诡异的方式, 从王虎城死前给出的信息来看, 这项技术应该很快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了, 邓海看着江炎冒炎阴影下被遮罩的半张脸, 忽然打了个哆嗦, 意识到了什么, 重重吞了口唾沫, 颤声说道, 你, 你不是基金会的人, 你到底是谁? 江炎笑道, 你挺机智的, 但可惜, 到此为止了, 就在江炎准备将邓海标记为敌对目标, 用瘟疫光环杀死他的时候, 邓海忽然翻身而起, 对着江炎跪了下去, 重重磕头道, 救我, 救我出去, 我再也不想在天使基金会待着了, 我受够了, 我当时就是被胁迫加入天使基金会的, 我不是自愿的, 在基金会里这两年, 我无数次确认, 这就是个恶魔一样的毒瘤组织, 无时无刻不再吞噬这片土地的生机, 还妄想搞出巨大的破坏, 我收集掌握了天使基金会的很多情报, 你用得上我的, 带我走吧, 求求你了, 江炎顿了顿, 眉梢微微挑起, 饶有兴趣道, 哦, 你是被胁迫的, 你有什么被胁迫的价值, 邓海贵夫在地, 颤抖说道, 我, 我是生物学博士, 找工作的时候, 误入了天使基金会的一家下侠公司, 后来, 巧合撞破了天使基金会的一次诡异运输,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如果我不成为天使基金会的内部成员, 他们就会杀了我, 庆幸我的学识, 和我当时负责的项目, 被天使基金会的高层看好, 我才能留下一条命, 江炎看着这个贵夫在自己面前的T2, 沉思片刻, 缓缓点头道, 好吧, 那我不杀你, 你走吧, 邓海猛然一颤, 伸手抱住了江炎的大腿, 痛哭流涕哀求道, 别, 请您留下我, 我有用, 我已经收集了两年天使基金会的内部信息, 虽然我只是个T2, 但我知道的, 不必提无数, 留下我吧, 江炎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心中暗自感慨, 这是个聪明人, 第142章, 不祥地预兆, 江炎刚刚看似松口, 给了邓海一条生路, 让邓海自行离开, 但这条生路, 实则是绝路, 如果邓海真的跑了, 就证明他刚刚所说被天使基金会胁迫的事情, 都是假的, 故而江炎不会让他活着, 逃出自己的视线他唯一的生机, 就是留在江炎身边, 用他收集的信息给江炎以执意, 只要这邓海的脑子没那么灵光, 就抓不住这条生路, 江炎声音平静, 道, 我很穷, 养不起一个生物学博士, 邓海满脸泪花, 连连摇头, 我不要钱, 你能杀进这里, 一定是和天使基金会做对的, 只要你和天使基金会做对, 我们就是朋友, 我们互帮互助, 而且, 你很强, 我太弱了, 没了你的保护, 我活不下去的, 天使基金会有办法定位我, 他们会来找我的, 如果你不留下我, 我就死定了, 求你了, 我, 我可以给你赚钱的, 我吃得很少, 我会做一些外科手术, 外面是不是乱了, 我这种人很有用的, 邓海哭得声泪俱下, 大鼻涕泡一个接一个的流, 他真的太聪明了, 以至于对眼下的情况, 动若关火, 在他面前的路, 根本就不是留不留在这个男人身旁, 而是活着, 还是死掉, 江炎吐出一道烟笼, 缓缓点头, 说道, 很好, 很久没有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了, 给我看看你的属性, 邓海盲不迭向江炎展现出了自己的属性, 玩家, 邓海, 属性, 力量, 五, 敏捷, 天赋, 双重施法, S级, 每次施展法术都会触发双重施法的效果, 技能, 五, 装备, 五, 江炎看着这个简洁而不简单的属性面板, 陷入了沉默之中, 很明显, 自从诡异降临, 这个地下实验室的所有人就没有出去过, 也包括邓海, 没有冥币入障, 自然无法提升自己, 所以他的属性面板, 维持在刚刚降临的状态, 初始的500冥币都被邓海拿来抽取天赋了, 500全部花光, 竟然抽了个S级出来, 而且这邓海的智力属性, 没有经过任何强化, 就16点智力了, 这天赋配上这个智力, 最好的法师模板啊, 虽然江炎已经有了黑压, 但邓海这种资质总不嫌多, 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很聪明, 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和这种人打交道会很简单, 天使基金会的T2, 也得却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 若面前是个T4或者T5, 江炎说什么也要给他弄死, 签了合同,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江炎递出了一张月薪两万名币的诡异合同, 邓海重重吞了口唾沫, 仔仔细细将合同的条款看了一遍, 犹豫了片刻, 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炎缓缓点头, 伸手将邓海拉了起来, 转身向外走去, 这地下二层还有一些诡异留存, 江炎一个个房间挨个搜了一遍, 每个房间全部用瘟疫光环清场, 毕竟待会要让自己的老丈人过来抠墙皮, 总得打扫干净魔狼, 你就留在这里, 待会儿保护鼎盛会的施工队, 江炎带着其余所有人和诡异, 顺着来时的路爬了回去, 顶盛大厦, 安保圣办公室里, 只有他和江炎, 安小心, 其余东西都在大厅等候, 安保圣满脸愕然之色, 抠, 抠墙皮, 自己这女婿越来越邪性了, 江炎点头道, 嗯, 全是黄金, 你们有熔炼黄金的设施吗? 安保圣神色一领, 他已经从江炎这里, 得到了黄金可以阻隔诡异的信息, 但是鼎盛集团之前, 也没有储备黄金的习惯, 现在只能徒乎奈何, 就算把南都所有银行的遗迹, 全部挖掘一遍, 估计也拿不到多少黄金, 不过安保圣还是将这件事, 写在了代办清单里, 至于一座废墟墟之下, 肯定还有黄金首饰埋藏, 各种电子产品中, 也有微量的黄金存在, 但是想要将之收集起来, 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黄金, 太过艰难了, 可这小子去挖了一趟南都第三医院的遗迹, 回来之后竟然说有个地方, 金砖铺地, 金砖弃墙, 卧槽, 这也太离谱了, 安保圣缓缓点头道, 熔炼黄金并不难, 大型设备上, 我也能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 就手工来, 也没什么, 江炎汉手说道, 把那些黄金全部拔下来, 然后在鼎盛大厦不远处, 打造一个黄金包裹的安全屋, 面积不用太大, 有50平米就够了, 里面需要有充足的食物, 银水储备, 也需要有被黄金覆盖的换气设施, 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虽然目前看来, 江炎的发育速度远超诡异降临的强度, 但未来如何, 真的很难揣摩, 做更多的准备, 总归不是坏事, 这辈子江炎已经和鼎盛集团绑定了起来, 索性开始诬陷白嫖安保圣的劳动力, 让老丈人给自己打白弓, 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 想要建造一个黄金包裹的安全屋, 忙活大半年都未必能成, 但安保圣干这些事情, 可是驾轻就熟, 安保圣重重点了一下头, 知道了, 我让他们立刻安排, 江炎拉着安小心的小手, 下去找陈海川去了, 还有另外一大批黄金, 等着江炎去签收呢, 猎鬼局刚刚交易给他的那个黄金光果, 以那光果的厚重规格, 可是比地下实验室二层能抠出来的多得多, 看着江炎离开的背影, 安保圣忽然倒吸一口冷气, 拍着桌子低声骂道, 奶奶的, 小兔崽子, 还给老子安排起工作来了, 这真是, 倒反天罡, 古安街旁边建筑废墟之中, 王家看着眼前巨大的黄金光果, 陷入了深深的挫败和无力之中, 这是他们给禁忌006预设的战场, 以及给禁忌006准备的棺材, 这里本该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但是现在, 战场变成了交易场, 棺材成了用金, 王家深深叹了口气, 低声自语道, 我总感觉, 这似乎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连棺材都被迫交易给了禁忌006, 就算我们成功处理了新城禁忌的冲击, 之后, 还能有封印禁忌006的机会吗? 第143章, 主动躺黄金关的禁忌006, 听着王家的叹息自语, 陈宇柔在旁边重重点头, 语气十分肯定说道, 一定可以的, 哥哥已经在禁忌006身边卧底这么久了, 等我们借助禁忌006的力量, 将新城禁忌这一节度过, 一定能找到机会, 成功封印禁忌006的, 王家并没有被陈宇柔鼓舞, 心情反而越发沉重了两分, 吃呀,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音, 一辆面包车在废墟旁边停下, 陈海川率先下车, 屁颠颠从驾驶时绕到后面, 拉开了车厢, 公公静静说道, 老板, 我们到了, 那座黄金光果, 就在里面, 江炎拉着安小心, 缓缓下了车, 陈离儿拉着江炎的衣角, 一步一驱跟在他身后, 朱刚烈和燕妹, 则是藏匿迷雾之中, 走在江炎前面, 给江炎提供持续的民币收入, 江炎看着这处废墟,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还帮我送门口来了, 陈海川, 你很贴心, 跟着我好好干, 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虽然这货道德败坏, 吃里扒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但是江炎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理应做到和光同尘, 陈海川缺点很多, 但优点一样不少啊, 能替领导把事情处理得如此精细, 也未尝不是一种过人的能力, 听到禁忌006称赞自己, 陈海川额间冒出了斗大的一滴冷汗, 可不就是送到门口了吗, 这可是预设给禁忌006的封印战场啊, 本来猎鬼局计划, 将禁忌006从古湾街中引诱出来, 直接在此处启动大型陷阱, 而后百余名猎人一拥而上, 拼着大量的牺牲, 也一定要将禁忌006封印, 进入那沉重的黄金光果之中, 可现在, 恐怖的禁忌006, 抵达了他中城的封印战场, 并将在诚惶诚恐的狗腿子陈海川的带领下, 亲手牵收曾为他准备的黄金光果, 现实真是太讽刺了, 呜呜呜呜呜, 陈海川双腿发软, 恭恭敬敬, 引着身后的三个恐怖的东西, 一路绕过了所有预设的陷阱, 来到了黄金光果之前, 猎鬼局的其余猎人, 看到禁忌006和禁忌007连眉而至, 不由自主往后退去, 两头禁忌向前一步, 这些猎人就后退一步半, 除了王家还硬着头皮站在原地之外, 其余猎人很快就齐齐退入了废墟深处, 藏匿在了一个个阴暗的角落之中, 将岩目光扫视了一周, 心中暗自点头, 这些猎人的素质还可以, 知道运送贵重物品的时候, 在周围不防不过这么大一个黄金疙瘩, 也没人敢抢吧, 他们这么慎重, 是不是有点过于爱财如命了? 王家现在看着禁忌006的样子就想尿, 脑中立刻有巨大的16%在盘旋, 他轻轻颤抖着对禁忌006攻身说道, 您的用金已经准备好了, 江岩的目光落向那巨大的黄金光果之中, 静静躺在废墟上的光果, 近距离看起来远比照片上的震撼许多, 猎鬼局准备的黄金光是丝毫不顾吸成本的, 一切都以最大的效果为第一出发点, 骑上撞刻的神秘符文看起来都是道门和佛门的降魔咒, 效力不凡, 隐隐有光芒在骑上流转, 江岩甚至能察觉到手套里的人面鬼珠十分躁动, 很是害怕这黄金光果, 而且诡异的体型往往和人类并不相同, 所以这黄金光果制造的时候也最大限度考虑了这一点, 其内空间别说装下一个人, 就算装下头大雄都绰绰有余, 江岩左左右又仔细打量了一番, 不禁嘖嘖撑起, 他本来打着将这黄金光果熔炼用作塌处的心思, 但现在看来却是感觉这东西已经近乎艺术品, 将之熔炼多少有些暴殿天物了, 江岩心中不禁腾起了一个疑问, 躺在这样的光果里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 连历代帝王都不曾拥有的待遇, 把棺材打开, 我进去试试, 江岩吐出一个青色的烟圈, 被救烟斗变得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废墟之上回荡, 王家, 陈海川, 周围躲藏在阴影之中的猎人, 什么, 禁忌006刚刚说了什么, 他, 他要进去试试, 禁忌006主动要进入黄金光果之中, 王家和陈海川对视一眼, 齐齐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悚然之色, 禁忌006这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单纯的狂妄, 还是故意在试探我们,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两人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 黄金光果周围的废墟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迹之中, 江岩发现没人搭理自己, 不禁挑了挑眉, 打去问道, 怎么, 交易之前还不让人咽咽货了, 难道说这里面都是塑料泡沫不成, 禁忌006的质问, 宛若一道晴天霹雳, 轰然命中了王家和陈海川的脑门, 两人齐齐打了个哆嗦, 连忙合力推开了黄金光果厚重的盖子, 虽然还是没弄明白, 禁忌006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最好还是按他说的办, 尤其是陈海川, 他一想到之前在地下实验室中, 看到的禁忌006珠般恐怖的手段, 就感觉心胆俱寒, 别看眼下黄金光果和百余明猎人都在周围, 看似是一个能够封印禁忌的局面, 但如果真的对抗起来, 陈海川怀疑自己这些猎人, 恐怕不够禁忌006两分钟杀的, 不行, 绝对不能正面对抗, 哪怕不考虑旁边的斩命灵童, 光是一个禁忌006, 就不是硬碰硬能拿下的, 就算后续要对禁忌006动手, 也必须有完美的计划, 绝对不能硬挨, 两人抬起黄金光果的盖子之后, 江炎翻身躺进了光果之中, 里面和江炎想象中的棺材有些不同, 没有枕头, 背后很硬, 各的荒, 躺着十分不舒服, 不过, 这可是一尊天价的棺材,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你们盖起来, 五分钟之后再打开盖子,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咚, 淡淡吩咐, 王家, 啊, 陈海川, 啊, 盖子盖上, 封印可就成功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惊悚, 和掩饰不住的激动, 难道说,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第144章, 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黄金光果中, 江炎看着陈海川和王家的满面震惊之色, 不想这两个家伙, 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癖好, 平静解释道, 我想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奉献, 这黄金光果唯一的用处就是封印强大的禁忌, 江炎想要亲自确认一下, 这光果是不是真的万无一失, 虽然猎鬼局出产的东西理论上很值得信任, 但江炎非常清楚, 唯一真正值得信任的只有自己, 至于被关在光果里面的后果, 江炎压根没有考虑过, 他又不是诡异, 不会被黄金限制, 别看这黄金光果厚重敦视, 如果江炎真的愿意, 力量高达250的他, 有一万种方法能从里面挣脱出来, 咕咚, 王家重重吞了口唾沫, 被陈海川使了个眼色, 一把将黄金光果的盖子重重合拢了起来, 咔嚓, 精密的盖子和光果合拢, 严丝合缝, 没有任何一丝缝隙的存在, 表面看上去宛若一体铸就的, 陈海川和王家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不可思议的神色, 就, 就这么简单, 禁忌006被成功封印在里面了, 威胁南斗安全的最大隐患, 无限恐怖的禁忌006, 就这样被他们封印在了黄金光果里吗? 前前后后, 一个伤亡都没有出现, 这也太梦幻了, 等一下, 老陈, 我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王家重重擦了一把额尖的冷汗, 瞳孔微微颤抖, 脸上兴奋的红韵, 一点点变得苍白起来, 陈海川同样如此, 经过一开始的狂喜之后, 李治渐渐回归大脑, 两位猎鬼局的资深猎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 难道说, 是禁忌006不知道自己会被黄金克制吗? 不可能, 如果他不知道黄金的效果, 就不会同意我们用黄金作为交易筹码。 满头冷汗的陈海川,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极低声音, 悄然说道, 他的确贪财, 也许会喜好黄金, 但一个无足轻重的爱好, 不会让这么强大的存在, 敢于交易自己劳动力的。 他绝对知道, 但是又敢躺进去。 难道说, 他, 不怕黄金妈此言一出, 陈海川极低的声音中带上了两分酷音, 这到底是一头什么变态的禁忌啊? 不遵守击杀规则, 输出能力变态至极, 一道雷能批人一万多伤害, 防御能力同样变态至极, 从没见他破过防。 这种东西, 如果连黄金限制都不害怕, 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王家定了定神, 笛声说道, 未必是不怕, 但很可能有对责。 比如, 脱离黄金光果内部空间的手段。 实际上, 猎鬼局早就已经针对这方面做过测试, 即便是那些有穿墙, 闪烁之类能力的诡异, 在黄金光果之中, 也是完全无用的。 黄金似乎会无视所有诡异的能力, 只要形成一个闭合的空间, 诡异就不可能在黄金破碎之前, 从里面逃出来。 即便是之前发现的那几头强大的禁忌, 也同样遵循此种规则。 但这是王家和陈海川能够想到的, 为数不多合理的几种情况了。 所以, 禁忌006一定是在试探我们。 毕竟, 我们这次的请求, 是要他和新城的禁忌对抗。 可能这对禁忌006而言, 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王家顺着自己的思路, 越里越顺。 在大战开始之前, 辨别一下敌我, 才是明智之举。 一到我们五分钟之后, 没有打开黄金关, 禁忌006挣脱之后, 可能就会先杀光我们。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点头说道, 没错, 而且, 我们需要禁忌006的力量, 来对抗新城禁忌。 另外, 禁忌007还在外面。 两位资深猎人, 齐齐瞥了一眼, 不远处拉着安小心站着的陈灵。 额间齐齐冒出了一滴痘大的汗珠。 说实话, 陈灵儿带着蛛丝木带, 乖乖站在原地的时候, 几乎和人类小女孩没什么两样。 但陈海川和王家, 都见识过斩命灵童 在第三医院秘境之中的恐怖表现, 那绝对是令人心感剧烈的强大。 而那样的斩命灵童还是残缺的状态, 现在的斩命灵童又强到了什么程度? 两个资深猎人心中快速盘算了一圈, 绝望地发现, 眼下纵然禁忌006自己躺进了棺材里去, 他们竟然也别无选择, 必须得亲手打开棺果, 再把禁忌006原封不动放出来。 这一切, 竟在他的掌控之中吗? 陈海川眼中满是深深的绝望。 王家打着哆嗦, 低声说道, 是试探, 也是示威。 幸亏咱俩聪明, 不然这一次, 恐怕整个南兜都将会见识到 禁忌006最恐怖的一面了。 陈海川重重点了一下头, 等时间一到, 我们就立刻将禁忌006放出来。 黄金光果中江言点燃了一把蛛丝, 仔细打量光果内部的接口位置, 连连惊叹, 牛逼啊。 这么严丝合缝的设计, 果然是有神舟强悍工业能力加持的好东西啊。 那些被封印在里面的禁忌, 得有多么绝望。 不错, 这东西收下来之后, 用处很多, 就不容练了。 五分钟时间在黑暗寂静的光果之中, 很快就过去了。 而外面, 陈海川和王家则是杜渺如年, 如坐针毡, 如芒在背, 如梗在喉。 时间一到, 两个猎人立刻打开了黄金光果的盖子, 将里面的禁忌006放了出来。 江言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从里面跳了出来拍了拍陈海川的肩膀, 但笑道, 东西很不错, 你也很用心, 我很喜欢。 这个任务, 我接下了, 等那星辰的禁忌抵达南斗, 你们来古玩街找我就可以了。 黄金光就放在这里, 一会有人来去。 说吧, 江言拉弃安小心, 扬长而去, 留下一群猎人在空荡荡的黄金光果旁边, 面面相去。 我有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陈海川笑得比哭都难看, 低声说道, 刚刚那次, 可能是我们距离成功封印禁忌006, 最近的一次了。 王家咬牙道, 别灰心, 我们可以呼叫支援, 再多来两个猎神, 两个不行, 再来四个。 总能将禁忌006封印的。 第145章, 老板又要大撒毙了。 禁忌006走后不久, 就有一对鼎盛集团的人, 开着大型运输机械, 过来将沉重的黄金光果, 运到了鼎盛大厦的地下珠网巢穴之中, 有无数人面鬼珠的子嗣层层把守。 猎鬼局一众猎人, 看着空荡荡的废墟, 沉没了很久很久。 众人将废墟之中, 本来预设给禁忌006的各种陷阱, 全部收拾干净, 十分沉重地离开了这里, 折返猎鬼局南斗分局。 分局门口, 王家并未进去, 而是转身向更加深沉的夜幕中走去, 脚步十分坚决, 仿佛一个一往无前的战士。 陈海川有些意外, 驻足问道, 猎神, 这么晚了, 你还出去干什么? 南斗的诡异虽然数量便稀少了, 但是夜晚还是很危险的。 王家沉没片刻, 头也不回, 十分决绝道。 这个月留给我筹集利息的时间不多了, 我还有三万多的明币缺口, 今天晚上得加个半。 一众猎人, 真的骂了, 就没见过如此勤奋的天剑猎神。 这就是后诡异时代牛马人的全新写照吗? 惨痛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碰高利贷啊, 同志们。 陈海川擦了一把湿润的眼角, 压低声音说道, 猎神日子实在太苦了, 兄弟们, 有余钱的搭把手。 薛满楼用力搓了搓脸, 眼中满是生无可恋之色, 说道, 猎神签下这么高的利息, 也救了我一命。 在猎神还完禁忌006的贷款之前, 我的所有钱都支援给他。 陈海川用力一拍薛满楼, 正色道, 记住, 你是猎人,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 余钱才能支援猎神。 别太一气用事, 他可是我们猎鬼局的天剑猎神, 他能照顾好自己的, 不就是每个月四万明币的利息吗? 陈海川声音越说越小, 眼前忽然闪过了 今天在第三医院废墟上的时候, 禁忌006发给自己的奖金。 不多不少, 正好四万明币。 陈海川心中涌起大鼓大鼓的愧疚来。 虽然知道, 这个数字肯定只是巧合, 但为什么总有一种? 王家打声打死赚的明币, 都转移支付到了自己这里的错觉。 陈海川扎了扎嘴, 说道, 我当队长的, 先拿出一万, 帮猎神渡过这个月的难关。 陈海川本来以为, 自己的以身作则, 肯定会引起周围的猎人同僚一阵效仿。 却没想到, 刘展一把拉住了陈海川, 带着哭音道。 别了队长, 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都是你的卖命钱啊。 一旁的李全光也重重点头, 热泪盈矿道。 队长, 你的钱有大用, 别拿出来了, 我们拿钱出来支援猎神。 你务必要多点一些敏捷, 学两个加一速的被动, 再买一双好鞋。 到时候, 如果东窗事发, 你说不定还能从禁忌006手里逃出去。 陈海川, 他们说的都好有道理, 王家虽然背了刀利贷, 但只要能还清, 就能活蹦乱跳的。 自己可是一直在禁忌006身旁走钢丝, 玩命啊。 我知道了, 陈海川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眼角有泪花闪过, 不过这一次不是为王家, 而是为更加悲惨的自己。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活下来的。 我还没有看到我们肃清男都诡异, 重塑男都秩序的那一天, 我不会那么轻易死去的。 如果恐怖的禁忌006要你三更死, 恐怕你是活不到三更一刻的。 还是尽力确保自己不要被揭穿卧底的身份 和封印禁忌006的企图吧。 夜幕出将将延在拥挤的古玩街中巡视了一圈。 而今的古玩街名声一传十, 十传百, 已然成了南都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安全区。 虽然运营的时间还不长, 但这几天中已经有好几头诡异, 以各种方式袭击古玩街中密集的人群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头被生古异的诡异, 从天而降, 直接抓住了一个女子的肩膀, 想要将她提上天空去吃掉。 那女子已经飞起了三米多高, 安小心闻讯跑了出来, 一枪抱了那诡异的头, 将女子平安救了下来。 类似的事情, 江炎不在的这三天时间不断地发生着诡异, 必须要杀戮大量的人类, 才能持续变强, 故而聚集了这么多人的古玩街, 在诡异眼中完全就是一个香波波。 可纵然袭击时有发生, 这几天的时间中, 古玩街愣是没死一个人, 完美践行了江炎打出的安全区三个打字。 而经古玩街中的人数, 已经比之前多了好几倍, 若不是张小虎等人维护秩序, 现在恐怕连一个落脚穿行的地方都没有。 古玩街的规模也比之前大了一些, 原本后半条街因为废墟风堵, 并没有被利用起来。 这几日, 张小虎已经率重将之全部清理了出来, 令古玩街完全恢复了诡异降临之前的长度。 大约有两千多个人, 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 蹲坐在夜色渐农的古玩街之中。 这些人无法获得足够的休息空间, 只能依靠在前面之人的背部假妹, 半点作为人的尊严和体面都欠缝, 更像是一条条流离失所的狗, 气味自然也很不好闻。 但这里安全, 他们宁愿在这里受罪, 也不愿意去外面承担随时可能被杀死的风险。 现在难斗的诡异数量, 虽然大幅度下降了, 但还活着的诡异, 强度也都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依旧不是一人类生存。 不过除了这些完全放弃了挣扎的求存者之外, 来往进出于古玩街口, 不断从外面带回各种资源进行售卖的抗争者, 也明显多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不敢露头的求存者中, 会持续转化出鼓起勇气的抗争者。 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第二次诡异降临。 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还没有鼓起勇气, 开始用资源武装自己, 就很难再有机会了。 那部分不敢购买新时代船票的人, 将注定成为最底层, 凄惨而无助, 但没人会同情他们。 选择是自己做的, 后果也要自己承担。 江岩对这一切动若关火, 看过一圈, 回到了自己的店铺里, 轻轻拍了拍手, 平静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中回荡。 这段时间大家的表现都不错。 发奖金, 碰。 店铺大门被迷雾中的魔狼一把关住, 粗长的狼尾巴摇成了一个电风扇。 老板又要大洒避了。 太爽了。 第146章 老板, 我最爱的老板。 对江岩这种隔三差五就找个理由发奖金的习惯, 房间里的这些诡异都已经不陌生了。 但每一次, 他们都不由地呼吸急促, 双目发红, 十分激动。 本来都以为给这位大佬当狗腿子, 那一万名币的月星堪称丰厚。 真正入职之后, 才发现所谓的月星只是个幌子。 除了预知之外, 这些诡异一次月星都还没领到过, 但是奖金先都数到手抽筋了。 伟大的老板, 朱刚烈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到了江岩脚下, 用力亲吻着江岩的皮鞋, 发出无比谄媚的笑声。 我最爱老板了。 朱刚烈立刻一个例证, 地面都跟着他振战了一下。 江岩清点了一下紫色宝箱这段时间的账目,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就从余下的铭币中拿出了三万铭币, 放进了紫色宝箱的盖子里, 淡淡说道, 不错, 你将古玩街和这间店铺照顾得很好, 提供给探索队的宝箱位置也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这三万是给你的奖金。 紫色宝箱激动地打了个哆嗦, 三万, 好多啊。 他兴奋地整个箱子都在颤抖。 之前江岩虽然放了一百万名币在他这里, 但紫色宝箱半张都不敢乱动, 那种感觉和银行职员点钞一模一样。 等老板回来, 如果账目对不上, 恐怕紫色宝箱就会永远失去信任。 这段时间替江岩运营店铺生意的时候, 紫色宝箱每一笔交易都至少会合十, 轻点三遍, 生怕出了半点差错。 努力中有回报, 这三万,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奖励。 老板, 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紫色宝箱握着三叠厚实的名币, 热泪盈眶。 江岩淡淡应了一声, 又拿出了九万名币, 发给了燕妹, 朱刚烈和魔狼。 这三头最早跟随自己的诡异, 每一头都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中, 精心完成着自己布置下去的任务。 古玩街能有今日的成就, 他们三头诡异功不可没。 三头诡异捧着沉甸甸的名币, 心花怒放。 燕妹重重一拍朱刚烈的肩膀, 冷哼道。 我当时带着老板, 第一个去找你。 你说我是不是有好事, 都记着你。 朱刚烈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被江岩打歪猪嘴的情景, 心中同样清醒。 是啊, 自己能成为老板的狗腿子, 完全就是因为燕妹。 再造之恩, 无以为报, 朱刚烈拿出了三千名币, 递给了燕妹, 说道, 以后我拿到的每一笔奖金, 都有你的一份。 燕妹喜滋滋将之收了下来, 继续完善自己名坛的成长路线。 江岩没有理会自己狗腿子的私下交易, 名币已经给他们了, 让他们自行支配变好。 他反手又拿出了十万名币, 递给了自己手套中的人面鬼猪。 淡淡说道, 你在第三医院秘境中出力不少, 这是你应得的。 人面鬼猪受宠若惊。 多少? 十万。 我靠, 我拿得比燕妹他们三个加起来都多。 果然, 跟在老板身边混, 好处少不了我的呀。 周围顿时投来了一片羡慕的目光, 但拿了三万的四头诡异, 心中倒也没有不平衡。 人面鬼猪的能力的确比他们更强, 而且真的跟着江岩进入了秘境之中, 多劳多得也是应该的。 人面鬼猪一口吞了这十万名币, 八条腿齐齐跪在江岩面前, 读咒发誓道, 老板, 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为老板的伟大事业, 添砖加瓦, 像蜡烛一样, 燃尽自己的最后一丝光和热。 江岩右肩上, 黑鸭撇嘴, 不屑道, 就你会说话。 我呸, 对老板的忠心要体现在行动上, 而不是语言上, 知道吗? 江岩玩耳一笑, 又拿出十万名币递给了黑鸭, 说道, 这是你的, 去先花十万名币, 购买一个技能蓝拓展宝石, 成本对黑鸭来说是非常高昂的。 不过新城禁忌即将率领四百诡异来袭, 作为团队中主要的法术输出, 黑鸭多学一个范围诅咒, 也是很有意义的。 黑鸭扑通一声跪在了江岩面前的桌子上, 一边三败九寇, 一边断然说道, 遵命, 老板, 老板的意志, 就是我将践行的道路。 老板手指的方向, 必有我黑鸭冲锋陷阵的身影。 老板赐予了我这个名字, 我黑鸭定会翱翔在敌阵之上, 成为老板敌人心中最恐怖的梦魇和阴影。 老板万岁, 老板万岁万岁万万岁。 黑鸭彩虹劈拍完, 直接当着江岩的面把技能扩展宝石买了出来, 给自己扩展了第五个技能蓝。 十万名币算什么? 只要在老板身边有更好的表现, 花出去的钱迟早会再被老板奖励回来。 这个范围诅咒自己如果不学好, 下次论功行赏, 说不定自己就拿不到最高的奖金了。 人面鬼猪在一旁目瞪口呆, 会说, 你就多说一点, 现在领奖京都要说灌口了吗? 你的声音真的很难听啊。 下次能不能少说两句,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诅咒老板呢? 江岩随手又掏出了十万名币, 递给了斩命灵童, 淡淡说道, 你没什么贡献, 就先不给你发奖金了, 这是预支给你的第一个月工资, 我来指导一下你的消费。 斩命灵童接过这十万名币, 似懂非懂地点了一下头。 江岩毫不客气, 直接开始给斩命灵童搭配装备何技能。 这头禁忌的实力和潜力都是最顶级的, 只要稍加培养, 它绝对能够成为堪比安小兴的顶级输出。 形成禁忌。 呵呵, 来认识一下, 本应超级亲手养大的南斗禁忌斩命灵童吗? 第147章,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单论属性的话, 安小兴现在是远不如陈灵的, 大约只有陈灵的一半。 但如果, 论综合输出能力的话, 暴力狂天赋的安小兴还拥有狂暴联击这个变态的被动技能。 单位时间内能打出的伤害, 反而会比现在没有装备何技能支撑的陈灵儿更高。 当然, 这只是理论的打法状态。 如果安小兴和陈灵儿单挑, 能穿越实体的陈灵儿堪称神出鬼没, 拥有无数偷袭先手的机会, 安小兴是个脆皮射手。 陈灵儿却是双血量资源的怪胎, 力量和智力都加血, 杀死安小兴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局。 但不论是安小兴还是陈灵儿, 都还未达到现有资源下最好的状态。 其中, 安小兴的升级, 江炎准备晚上关起门来慢慢调整。 对安小兴的投入, 江炎是不计较成本的。 但陈灵儿不同, 虽然是非常强大的禁忌, 还有主仆契约, 但江炎也只准备在他应得的奖励基础上培养他。 他绝非吝啬, 只是信任这个词, 过于奢侈。 而作为一个老板, 江炎必须一碗水端平, 数字可以有高低, 但赏罚必须要分明。 故而, 这十万铭币如何花销才能让陈灵儿获得最大的收益, 是很值得规划的事情。 江炎先是让陈灵儿购入了两个技能。 被动技能。 联击。 等级一, 攻击有5%几率触发一次联击, 造成50%伤害, 联击不触发暴击。 技能。 闪烁突袭。 等级一, 闪烁至10米内任意目标深厚, 接下来三次攻击的攻击速度提升110%, 冷却时间。 60秒。 消耗。 50法力值。 众所周知, 输出能力约等于攻击力乘以攻击速度。 陈灵儿的攻击力早就已经爆表了, 离开密境之后, 江炎还没见陈灵儿出过刀, 但他估计在自己的强击光环作用下, 陈灵儿的一刀伤害应该也不会低于8000。 如此恐怖的攻击力, 却被陈灵儿的天赋限制了。 天赋。 致命一刀。 攻击速度-50%, 攻击力正500%, 近战攻击可变为范围3米的范围刀芒攻击, 攻击距离为5米。 这天赋很强, 但是攻速一减, 却是让陈灵儿的持续输出能力大打折扣。 围经之际, 需要通过技能和装备, 再把陈灵儿的攻速抬升上来。 这两个技能分别升到7级, 每一个花费民币32000, 一共消耗了64000民币, 而后技能效果变成了。 被动技能。 连击。 等级7, 攻击有25%几率触发一次连击, 造成75%伤害, 连击不触发暴击。 技能。 闪烁突袭。 等级7, 闪烁至30米内任意目标深厚, 接下来7次攻击的攻击速度提升200%, 冷却时间45秒。 消耗90法力值。 这两个技能,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兼具了增加攻击速度, 以及提供切入手段, 对陈灵儿来说堪称致变。 江岩又给陈灵儿找了一把刀。 装备。 血色淋雨, 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50, 攻击速度加350, 暴击率正15%, 售价2万明币。 这把刀也算是敏捷路线近战武器中相当梦幻的一把, 而且能够升级, 绝对是顶级武器之一。 唯一的缺点是攻击力加成不太够, 但攻速和暴击率的加成完美体现了敏捷路线的特点。 根据江岩在第三医院秘境中的观察, 陈灵儿除了攻速不太够之外, 明显暴击率也很低。 以陈灵儿的暴表攻击力, 如果能把暴击率也提升上去, 那真是画面太凶狠, 江岩都不太敢想象一刀下去, 他的敌人会有多么凄惨。 通体血红的长刀在陈灵儿手中反射出凶宁的力气, 令周围的所有诡异, 齐齐打了个哆嗦, 站在角落里目睹了这一切的邓海, 不断颤抖的牙关, 几乎将自己的舌头都要咬断。 是的, 他也在这间店铺里, 作为江岩身边为二的人类狗腿子, 从天使基金会中叛逃的T2, 自称掌握了天使基金会大量秘密的生物学博士, 月薪两万名币的牛马打工人, 江岩发奖金的时候自然也没有避开他。 邓海知道自己信任的老板很不简单, 身边跟着一些强大的诡异效力, 但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浑身笼罩黑气的神秘男人, 竟然会恐怖到这种程度。 他身边到底有几头恐怖的诡异。 邓海瑟缩在角落里, 惊恐的目光在一头头恶行恶状的诡异身上扫过。 一、二、三、四、七头。 邓海上下打量了一番安小心, 觉得他像是个人, 但不确定。 正常人怎么可能和这一大群鬼东西混在一起? 至于自己这位信任的老板, 邓海几乎缩成针尖的瞳孔, 颤抖着看了斜斜靠坐在紫色宝箱上的神秘男子, 触电一般将目光收了回来。 这绝对不可能是个人类, 绝对不可能。 一次发奖金发出去近五十万名币。 这他妈哪儿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虽然邓海一直在地下实验室里待着, 没有赚到过一分钱名币, 但并不妨碍他通过系统商城得知名币的大致价值。 邓海之前还以为自己这新老板是通过什么手段, 比如说天赋或者技能控制这些诡异的行动, 就像天使基金会一直想要做到的那样。 可现在看来, 根本就没有手段。 他们这一群大小诡异, 完全就是雇佣关系。 蛇鼠一窝? 恐怖的诡异老板平易进轨了, 属于是。 坏了坏了, 刚出虎穴, 又入狼窝了。 色缩在角落中的邓海, 吓得几乎要再次哭出声来。 他还以为自己终于脱离了天使基金会的魔咒, 能够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未来竟然是如此的悲惨。 灰暗。 如果以后要混在这样恐怖的一群诡异里面, 我被杀掉的几率, 绝对比在天使基金会里还要更高。 天使基金会虽然不干人事, 但终归还是人。 妈的这些直接就不当人了。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邓海瑟瑟发抖之际, 忽然听到那座在紫色宝箱上的神秘男子, 抽了一口就烟斗, 沙哑低沉喊出了自己的名字邓海, 轮到你了。 第148章 是时候提同跑路了。 听到这恐怖的老板念出了自己的名字, 邓海浑身一个哆嗦, 下意识扑通跪倒在地, 额间冷汗层层直冒。 不过他这一跪, 却是一点都不突兀, 反而显得十分合群。 江岩口中缓缓吐出一条青色的烟龙, 淡淡说道, 刚刚时间紧急, 我还没顾上自我介绍。 我叫江岩, 你可以叫我老板, 也可以和外面那些人一样, 叫我江哥。 贵夫在地的邓海愣了一下, 双眼不自觉瞪远两分。 江岩, 江哥, 不是, 这诡异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这踏码的就离谱。 邓海仔细想了想, 自己之前亲眼见证的天使基金会 在实验室里育育出来的那些弱小诡异, 明显和眼前这一头有本质性的不同。 果然, 还是天然的诡异聪明。 天使基金会育育出来的诡异, 一个个都和脑炭一样, 除了杀戮和禁食之外, 就什么都不会了。 江岩低沉而淡漠的声音, 继续说道, 你刚刚加入团队, 我也不想知道你消费, 就不给你预知这个月的工资了, 等到月末再发给你。 这邓海市的聪明人, 江岩觉得, 就算自己有前世的经验, 也未必能帮他把钱花得更有效率。 另外, 这人刚刚从天使基金会叛逃过来, 忠诚度有待考证。 江岩掏出了两叠金灿灿的明币, 放在桌子上, 淡淡说道, 不过, 如果你能给我我想要的信息, 这次的奖金也有你一份。 邓海重重吞了口唾沫, 脸上的笑容十分牵强。 他知道两万明币算一笔巨款, 但他真的不想要这笔钱。 他现在想要逃跑, 有多远跑多远, 有多快跑多快。 但邓海知道自己没得选, 已经上了贼船, 想要下去,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如若不然, 邓海之前也不会在天使基金会里, 一待就是两年。 老板, 您问, 我只要知道, 就不可能有半分隐瞒。 江岩对邓海的态度十分满意, 吐出了三个青色的烟圈, 淡淡问道, 你之前在那座实验室里, 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邓海定了定神, 说道, 那座实验室中的所有岗位, 我全部做过。 哦, 因为我的努力和学术背景, 那些实验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位置, 我都能在短时间内上手。 江岩十分赞许, 点头说道, 所以, 你可以复合出天使基金会, 在那座实验室里, 孕育诡异的全部步骤吗? 邓海悚然一惊, 连连摇头说道, 不, 不行, 缺了一些必要条件。 天使基金会有一个仪器, 名为蓝光仪, 会散发出幽蓝色的光芒。 我偷偷拆开看过, 那仪器只是个幌子, 仪器关闭的时候, 遮光板也关闭, 遮住那石头的光。 我至今没有弄明白, 这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所以, 我无法复合这些实验。 邓海说的都是实话, 但他也打心底里, 不愿意帮江岩复制这种实验。 批量制造, 只知道杀戮的低质诡异, 实在太过反人类了。 这个实验, 也是让邓海打定主意要离开天使基金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坐在紫色宝箱之上的江岩, 竟然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黄金圆球, 将黄金拨开一条缝, 里面露出了一抹幽蓝色的光芒。 邓海瞳孔矩震, 他, 他带出来一刻。 江岩淡淡问道, 现在可以了吗? 鼓动。 邓海重重吞了口唾沫, 梦逸一般低声说道, 可, 可以了。 江岩问道, 还需要些什么材料? 邓海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尸体, 粪便, 焚土, 骨灰。 江岩皱起眉头, 说道, 多少? 邓海摇头说道, 越多越好, 比例不定。 事实上, 这个实验一直都处于迷雾之中, 每一个不同的比例, 似乎都会运生出性质不一样的诡异来。 江岩沉默片刻, 目光在店铺之中扫过, 将在场七头诡异的反应, 全部看在眼中。 除了陈灵之外的所有诡异, 全部对江岩手中露出一抹幽蓝色光芒的石头, 露出了一抹痴迷和向往之色。 而陈灵, 则后退了两步, 眼中满是厌恶, 似是想要离这东西越远越好。 江岩微微挑眉, 心中暗倒, 诡异和禁忌对这东西的反应竟然不一样。 禁忌本身也是诡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特性, 还是属性, 观察样本数量还不太够, 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对了, 之前陈灵说过, 他五十多年前在第三医院里杀死王红的时候, 也在那间手术室里打碎过一个蓝光仪, 他当时就感觉非常厌恶, 随手将损毁的蓝光仪丢到了医院楼下去。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天使基金会从哪儿弄来的这种鬼东西? 江岩又看了他安小心, 他和自己一样, 并没有感觉这散发蓝色幽光的石头有什么特别, 似乎就只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 江岩想了想, 又问道, 必须要用人类的尸体吗? 邓海摇头道, 不是, 动物的也可以, 甚至植物的都可以, 材料的不同也会导致孕育诡异的不同。 江岩抽了一口就咽斗, 玩味问道, 如果材料完全一样, 孕育出的诡异也会是一样的吗? 邓海还是摇头, 实验室有过类似的实验项目, 如果尽力将材料类别和比例控制成一模一样, 最终诞生出的诡异, 某些方面可能相似, 但不会一模一样。 江岩沉思片刻, 点头说道, 嗯, 明天我让人给你准备材料, 你进行一次实验, 我看看,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既然已经和天使基金会成了敌人, 江岩想要尽可能弄明白, 这个鬼组织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 按照陈海川提供的信息, 两日之后, 新城的禁忌将会率众抵达南斗, 这点时间不够, 江岩将南斗的天使基金会连根拔起, 就先多收集一些信息, 等到新城禁忌的麻烦处理完之后, 再去顺藤摸挂, 邓海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绝望, 是时候再一次想办法体统跑路了, 第149章, 在安晓星身上疯狂刻金, 邓海是个聪明人, 并且他很清楚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要聪明, 他知道天使基金会做这种事情一定有巨大的图谋, 但邓海同样知道天使基金会的图谋, 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最终的结果恐怕都不会好, 失败的结果一定是万劫不复, 而成功的结果则是将整个世界 拖向更加深沉的深渊之中, 所以他一直都在尽自己的努力脱离天使基金会的掌控, 可现在自己的新老板竟然也开始对天使基金会的实验感兴趣, 并且尝试复制天使基金会育育诡异的实验项目, 邓海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为这个新老板效力了, 必须找机会提同跑路, 当然不能是眼下必须要先折服起来, 静待良机, 就像自己前两年所做的那样, 邓海怀揣着极为沉重的心情, 目送江炎拉着安小兴的小手离开了古玩街, 上车折返鼎盛大厦而去, 今夜江炎本来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连夜印钞在新城禁忌到来之前的最后关头,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做到万无一失, 第二个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江炎略意沉思还是果断选择了第二个, 谁家好人出差三天, 回家还不让老婆下面给自己吃的, 当安小兴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 红着脸从鼎盛大厦厨房走回房间来的时候, 江炎已经洗过了澡, 泡好了两杯茶, 并且将陈莉哄遍到了隔壁房间去自己待着, 来, 江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安小兴轻车熟路坐进了江炎怀中, 像只小猫一样等着江炎吃完夜宵, 然后继续加班, 之前安保圣的叮嘱, 而今已经全然成了放屁, 两人已经堂而皇之在整个鼎盛集团的注视下, 住在了一个房间里, 号称如果江炎敢乱来, 就要把江炎剁碎了喂狗的安保圣, 而今也只当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听之认之了, 以江炎展现出的实力, 和对安小兴乃至是整个鼎盛集团的投入, 若是他俩反而没睡在一起, 恐怕这大厦里的很多人都该睡不着觉了江炎风卷残云, 试完一碗刀削面, 抱着安小兴坐到了床上, 一边轻轻抚弄怀中的丽人, 一边低声说道, 该给你把武器凑齐了, 即将来袭的星城禁忌, 定然不是轻易就能降服的, 你作为我们这里最强的远程攻击, 一定要先生夺人, 一枪打得他亲妈粉碎, 接下来的谈判才更好进行, 安小兴翘脸微红, 乖乖趴在江炎怀中, 抬眼问道, 你准备收服星城的禁忌, 江炎点头道, 没错, 禁忌本身也是诡异, 只不过要强大得多, 从这头禁忌身上, 我们不光能够获得更大的助力, 还能取得很多的信息, 比如, 无人进入过的那个星城的秘境,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星城禁忌就是从星城秘境之中脱离出来的, 上辈子这个秘境应该是被王家成功倾脚了, 不过江炎从未听出过相关的信息, 他上辈子也从未进入过秘境, 所以对这方面的各种信息十分看重, 更重要的是, 陈灵儿已经验证过, 禁忌往往都是非常优良的印刷材料, 既然尚赶着送到了南兜来, 江炎没理由不试试一口吞下这块大肥肉, 如果对方很不识去, 那安小心的枪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江炎其实也挺好奇, 单杀一头禁忌到底能得到多少奖励, 一直到上辈子江炎重生之前, 禁忌都是不可能被击败的目标, 无人能够破防, 所有攻击全部都是疑甚至是闪避, 唯一有效的对抗手段就只有猎鬼局的黄金光果, 但现在局面已经大为不同了, 不论是江炎, 安小心还是陈灵儿, 都有杀死禁忌的能力, 不过陈灵儿本身也是禁忌, 杀死禁忌估计没有奖励, 这点在之前魔狼等诡异身上已经反复验证过了, 作为一个暴力狂, 安小心能够同时装备十把武器, 并且得到所有武器的攻击力, 他现在手中的武器分别为, 火麒麟, 雷霆巴雷特, 金银孔狼, 其中除了火麒麟已经在江炎的兽役下升到了二级之外, 雷霆巴雷特和金银孔狼也被安小心自主升级成了二级, 这三件装备的属性如下, 装备, 火麒麟, 等级二, 可升级, 攻击力加350, 射程加170, 暴击增幅正25%, 但容量, 35, 售价, 2万明币, 装备, 雷霆巴雷特, 等级二, 可升级, 攻击力加1300, 射程加2100, 但容量, 6, 售价, 2万明币, 装备, 金银孔狼, 等级二, 可升级, 攻击力加350, 射程加15, 暴击率正20%, 攻速正20%, 但容量, 7, 售价, 2万明币, 之所以他手中只有三件像样的武器, 是因为江炎之前分给安小心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 而安小心的生存压力不大, 所以并没有考虑短期的最优配置, 而是更多放眼于未来空缺的七件装备, 之前随便装备了沙漠之鹰, 以及一些近战武器, 聊胜于无霸了, 眼下, 江炎的明币已经极大地宽裕起来, 自然要趁着这个机会, 将安小心高质量的塞满, 这件超强, 我早就想买给你了, 江炎说着, 直接从自己的系统商城中, 买出了一把敦式厚重的金色重机枪, 装备, 六管灿金加特灵, 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400, 射程加100, 攻速加1500, 装备时移动速度-70%, 射击时移动速度-95%, 但容量500, 售价25000明币, 灿金色的六根粗状枪管, 在卧室昏暗的灯光下, 闪烁着凶残的色泽, 一股恐怖的戾气, 从其上扑面而来, 光是看到这样一把大杀器, 都令人心胆俱寒, 这把枪很适合安小心, 不过也有其烈事, 拿手里跑不动路啊, 一旦开枪, 原地变成一个人形碉堡, 几乎彻底失去了机动性, 之前25000明币对江炎来说, 还不是个小数目的时候, 这把枪是绝对不能买来, 当做安小心主武器的, 否则可能直接把它害死, 但现在正是装备这把大杀器的良机, 第150章, 谁敢动我的女儿, 而且安小心装备上这把六管灿金加特林之后, 两人发现, 只要安小心不将之拿在手里, 就不会受到一速削减的影响, 当然, 武器上除了攻击力之外的其他附属性也是没有的, 如此一来, 安小心的中距离输出能力进一步提升的同时, 还能在大限度规避掉这件武器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这把枪的天赋了, 这六管灿金加特林虽然属性很变态, 但一来售价比较高, 二来短板效应非常明显, 正常状态下应该没人会买, 毕竟, 生存能力实则是由短板决定的25000明币的售价, 已经是其余玩家梦里都很难拿出来的价格, 反而带来了移动速度至少削减70%的负面影响, 实在是得不偿失, 与之相比, 火麒麟才是更好的常规武器, 若非安小心有暴力狂天赋加持, 姜岩也是不会考虑入手六管灿金加特林的, 将六管灿金加特林背在背上之后, 如同一个野战背包, 极具威慑力的六根枪管直指天空, 刚刚好比安小心的头部高一些, 从前面看去仿佛他脑后多出了一个金色的光环, 姜岩看着安小心忽然扑哧笑出了声, 安小心紧张地看向姜岩, 问道, 怎么了, 不好看吗? 姜岩笑着摇头, 说道, 我想起来一个网络名稿, 纳摩加特林菩萨六根清净平游弹, 一吸三千六百转, 大慈大悲度视人。 安小心身上已经有了四把枪械, 整个人看起来臃肿了不少, 除此之外的, 是满到几乎要溢出来的威慑力在巨大而恐怖的枪械无言表达之下, 安小心那张原本清纯可爱天真浪漫的俏脸都显得不那么可人了, 又爬回了姜岩怀里, 撒娇道, 人家才不是, 人家才没有, 姜岩搂着安小心, 一边抚摸怀中的美人, 一边继续规划安小心的武器, 现在, 你已经有四把枪了, 分别应对极远距离, 中距离, 近距离和贴身战斗, 在枪械上的配置, 应该已经算是完备了, 安小心连连点头道, 嗯, 枪太多的话, 就要影响灵活性了, 以安小心现在的敏捷属性, 带着这四把枪, 也只是稍显累赘, 但如果再多, 她的灵活性肯定会受到影响, 姜岩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点头说道, 其余的六个武器栏位, 就单纯为了攻击力而装备吧, 不需要其他任何属性, 只买攻击力最高的东西, 姜岩说着, 从自己的系统商城里, 买出了一把闪烁着七彩色泽的金银宝剑, 这件通体透明, 仿佛水晶打造而成, 像是艺术品更多过武器, 装备, 彩虹神剑等级1, 可升级, 攻击力加1500, 永远公开展示此剑, 永远不会灵魂绑定, 死亡后必然掉落, 售价, 三万明币, 这把剑, 除了攻击力加的爆炸之外, 就没有任何属性加成了, 还有一个如此离谱的词条, 拿着这把剑, 就如同招摇过世, 所有人和诡异都会对此人行注目里, 并且打心底里想要杀掉此人, 价值三万明币的剑啊, 死亡后必然掉落, 意味着只要杀了持剑之人, 这东西就是自己的了, 就算不愿意继续拿着这个烫手山芋, 也可以转手半价卖给系统商城, 净赚一万五千明币, 这把剑堪称显眼包中的显眼包, 完全不像是个装备, 而像是个嘲讽技能, 而且仔细想想的话, 指甲攻击力对生存能力的提升, 可能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高, 上辈子, 江岩在系统空间中看到这把剑的时候, 就想大声吐槽, 到底是哪个神经病会买这彩虹神剑? 这辈子, 江岩知道了, 就是自己这种超级大变态的印钞机, 才会给自己的暴力狂老婆买彩虹神剑, 还一买就是六把, 至此, 安小新身上的装备变成了, 火麒麟, 雷霆巴雷特, 金银孔狼, 六管燦金加特林, 彩虹神剑, 星号六, 看着自己的暴力狂老婆, 前腰跨着两把金银色的左轮手枪, 左手提一把火麒麟, 右手提一把巴雷特, 背后背着一挺加特林, 后腰插着六把彩虹神剑, 江岩十分满意地点头道, 这才是我的女人应有的画风, 而且安小新头上还浮动着六个提示框, 分别提示了一把可以掉落的彩虹神剑存在这个目标的身上, 安小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沉思之色, 我老公的品位也太奇怪了吧, 到底谁家好女孩会穿成这样子出门啊? 安小新有些害怕地说道, 我这样出门真的不会被人打死吗? 这不等于是无时无刻都在向周围大吼, 我身上有九万名币, 打死我就能得到, 快来打死我呀! 江岩呵呵笑道, 谁敢动我的女人, 谁能动我的女人? 安小新瞬间被说服, 缩回了江岩怀里, 十分感动说道, 老公, 你对我真好, 江岩拍了拍安小新的翘挺, 笑道, 这才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 我们把装备升级一下, 从度过了一开始最危险的时期之后, 江岩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筛选装备的准则, 不能升级的不要, 售价一万以下的不要, 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 这是一个人形自走印钞机的基本素养, 不光安小新的装备缺乏升级, 就连江岩自己的装备也没有升级, 和属性, 既能动辄翻倍的升级价格相比, 升级装备的价格就显得平易近人多了, 每一次升级都会消耗和售价相等的名币, 江岩寻思着, 自己这不给装备升级个百八十次, 都有点对不起这实惠, 但很快, 江岩就发现自己错了, 自己把这个要人命的游戏想得太好了, 装备升级并不便宜, 甚至可能是最贵的项目没有之一, 所有可以升级的装备超过三级之后, 都有几率升级失败, 一旦升级失败, 这件装备不光不会提升等级, 反而会等级下降, 第151章十级装备这么贵, 别看现在升级装备, 一次只花费两三万名币, 对江岩而言并没有什么压力, 但上辈子, 江岩连一件能升级的装备, 都没有在身边的玩家身上见过, 对正常玩家而言, 两三万名币的武器装备, 完全就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只能看着商城里那些一声灰的图片大咽口水, 买是真的很难买得起, 更别说拿在手里升级了, 故而眼下的装备升级, 对江岩来说也是第一次体验,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如此坑爹, 真是把降临之前的某些坑爹网游的精髓学了个遍, 单单是把安晓星的火麒麟从二级升到五级, 就失败了两次, 火麒麟这售价是两万名币, 理论上只需要六万名币, 就能将二级的火麒麟升到五级, 但装备升级失败之后, 不光这一次升级无法成功, 装备还会降级, 四级到五级如果失败, 那么装备不是四级, 而是降级成为三级, 一来一去就是四万名币的损失, 手里这把五级的火麒麟花了江岩十六万名币, 价格比江岩预计之中高了一倍还多, 看着手里的五级火麒麟, 江岩哭笑不得, 这要是普通玩家辛辛苦苦攒了几万名币, 一次升级失败就全都打了水漂, 岂不是要哭晕当场, 也就是自己这种超级变态的硬钞机, 能将这种损失基本无视了, 看来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绝大多数玩家的可升级装备, 最优解都是维持在三级, 多余的名币, 还不如投入技能和属性, 不过江岩和安小星不是正常玩家, 他们的属性合技能提升已经性价比很低了, 两相比较下来, 还是装备升级的收益更加明显, 尤其是安小星, 所有升级之后的武器都能带来更高的攻击力, 江岩直接掏出了一百万名币, 让安小星持续升级火麒麟, 随着安小星不断砸钱, 火麒麟上不断闪出灿金色或者暗红色的光芒, 灿金意味着升级成功, 暗红意味升级失败, 五级到六级成功, 最惨的一次, 安小星手里的火麒麟直接从八级连续失败了五次, 退回了三级, 而且根据两人的粗略统计等级越高, 失败的几率就越大, 这一百万全部砸进去之后, 这把火麒麟最终停留在了九级, 安小星看向江岩, 问道, 要不就这样, 升级其他的武器和装备, 江岩看了一眼自己的余额, 冥币, 五千四百十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 他进入秘境之前, 江岩身上有十个亿的冥币, 在秘境之中一番挥霍, 又给自己砸了两个二十级技能出来, 身上冥币余额已然空了, 追杀王虎城, 剿灭地下实验室的时候, 江岩又趁机印出来不少, 给自己的狗腿子们发完奖金之后, 就还剩下这么多了, 江岩沉阴片刻先拿出了一千五百万, 让安小星将自己的三项属性, 从原先的一百五十点, 全部点到了二百, 属性还是重中之重, 是一切的基石, 只要属性够强, 装备合技能终归只是锦上添花, 点完属性之后, 江岩还有三千九百二十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明币, 全部掏了出来, 说道, 给我使劲升级, 全部充实级,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明币花光又如何, 明天上班接着印, 安小星看着铺满了整个屋子的明币,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他偷偷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现在已经夜里十二点半了, 心中不免有些忧怨, 还以为江岩今夜会和自己在床上加班, 没想到, 这加班的姿势不太对啊呗, 阔别三日, 十岁之位的安小星非常渴望江岩的深入恋爱, 没想到, 今夜竟然是克金之夜, 安小星暗自叹了口气, 却也知道江岩是为了自己的实力提升, 乖乖按照江岩的指示, 开始减钱升级, 火气灵九级冲十级又失败了两次, 每一次失败都伴随着连续的降级在等级的反复横跳之中, 被江岩丢在地上的冥币, 持续被消耗着, 终于在第三次九冲十的时候, 升级成功了, 一道比之前更加璀璨的金色光芒, 从火气灵之上腾起, 十分炫目, 装备, 火气灵, 等级时, 可升级, 攻击力加750, 射程加370, 暴击增幅正55%, 但容量, 55, 售价, 2万冥币, 江岩和安小星估算了一下, 这把实际的火气灵, 前后消耗了700万明币的巨款, 安小星看着手里越发沉重起来的步枪, 低声说道, 刚刚实际成功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提示, 实际之后, 如果升级失败, 装备不会降级了, 反而会直接损毁, 江岩, 也就是说, 实际之前, 装备升级失败, 是降一级, 实际之后, 装备升级失败, 就要重买一把新的, 从一级开始重新升级, 行了, 火气灵就先这样, 江岩说道, 接下来升级雷霆巴雷特, 两人寒战一夜, 一直到第二日天光放亮的时候, 安小星身上的四把枪, 终于全部升到了十级, 而满屋子的冥币, 消失得干干净净, 一张不胜了, 其中, 火气灵用了700多万, 巴雷特用了1200多万, 金银孔狼用了800多万, 加特灵用了1000多万, 其余三把枪十级之后, 属性变成了这样, 装备, 雷霆巴雷特, 等级时, 可升级, 攻击力加2000, 射程加3000, 但容量, 15, 售价, 20000名币, 装备, 金银孔狼, 等级时, 可升级, 攻击力加850, 射程加15, 暴击率正55%, 攻速正55%, 但容量, 7, 售价, 20000名币, 装备, 六管燦金加特灵, 等级时, 可升级, 攻击力加1000, 射程加200, 攻速加3000, 装备时移动速度负60%, 射击时移动速度负85%, 但容量, 1000, 售价, 25000名币, 剩下的那点钱, 全部给安小星当零用钱了, 江炎是真的没想到, 四把十几的枪, 竟然会花费这么多名币, 他还计划, 今夜除了升级武器之外, 还能帮安小星, 再完善一下技能, 明天, 就是新城禁忌抵达的日子了, 江炎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紧迫, 第152章, 我个印钞机, 还怕通货膨胀, 如果想要在新城禁忌抵达之前, 拥有一身的十几装备, 今天就必须要好好工作才行了, 江炎振奋精神, 从床上爬了起来, 摩拳擦掌道, 走, 上班去, 本应超级, 今天要开始满负荷工作了, 安小星叹了口气, 脸上十分油圆, 谁家好人出差三天, 回来之后抱着老婆在床上升级一整夜的装备啊, 虽然自己变强了很多, 但总觉得有点空虚, 猎鬼局, 一间卧室中, 陈海川道西一口冷气, 骤然睁开了冲血的双目眼底, 满是深深的惊恐之色, 他是被一场噩梦惊醒的, 梦中, 浑身黑气萦绕的静忌006, 捏着自己的脖子, 轻轻松松将自己举在了半空之中,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比往日更加浓厚, 越发看不清他的面容, 只能看到嘴角微微翘起的冰冷笑意, 露出的两排洁白牙齿上, 反射着击翘的光泽, 我早就知道, 你是猎鬼局的卧底, 静忌006阴森森说道, 知道我为什么, 要把你留在我身边吗? 呵呵呵呵, 你永远也想不到, 凡人的思维还妄想揣夺我, 咔嚓, 静忌006亿把拧断了陈海川的脖子, 陈海川就此从梦念之中惊醒, 满面惊恐, 久久无法散去, 深深吸了几口气, 陈海川渐渐冷静了下来, 只是一场梦罢了, 但我怎么总觉得, 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在我头顶徘徊, 洗了把脸, 陈海川刚刚平静的心, 再一次沉入了谷底, 他知道, 自己死里求生的一天, 又要开始了, 陈海川穿好衣服, 以毅然决然奔赴刑场的姿态, 向古安街进发而去, 他现在已经是静忌006的狗腿子了, 自然要去古安街, 向自己的老板报道, 古安街, 江炎坐在紫色宝箱之上, 静静看着面前, 那一片被迷雾笼罩的区域, 他的所有诡异, 全部都在眼前, 也包括陈灵儿, 今日就连宝箱探索的队伍都放了个价, 因为江炎要全力印钞, 用最快的速度, 将自己和安晓星的装备提升上去, 随着昨日江炎发放的奖金, 今日他这些狗腿子们的生命值, 再一次得到了微小的提升, 江炎的每分钟民币收入, 也从323万多, 提升到了325万多, 随着江炎的不断印钞, 他和安晓星身上, 也在不断冒出, 或者灿惊, 或者暗红的光芒, 两人分头课金, 不断给自己的装备升级, 在失败和成功不断交替之间, 获得了一件又一件的十级装备, 不知道是不是诡异降临的时候, 抽到SSS级天赋, 用光了江炎所有运气的原因, 他身上的8件隐秘黑压套装, 全部升到十级, 竟然一共花费了一个一名币, 平均下来, 每一件装备上都刻了1250万名币, 反观安小心, 运气好的时候, 只需要七八百万, 就能刻出一件十几装备来, 有时候运气太差, 才会需要一千多万, 一群诡异坐在江炎对面, 看着老板和老板娘浑身上下, 闪个不停, 脸上满是猛逼之色, 浑然没有意识到, 天亮的明币, 已经在这个过程中, 被江炎和安小心彻底吞掉了, 倘而让他们知道, 恐怕会心疼的滴血吧, 就连江炎也一边猛猛刻惊, 一边心中暗自惊叹, 这诡异降临游戏, 有钱和没钱, 完全就是两个玩法, 上辈子江炎在后鬼异时代挣扎了那么久, 都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游戏还有如此坑低的一面, 但坑归坑, 巨量的明币砸下去之后, 也的确见到了相当的成效, 江炎一身隐秘黑压套装, 全部十几, 安小心的一身武器, 也全部达到了十几, 一共花费了江炎近两个亿明币, 江炎暗自则舌, 有点通货膨胀啊, 这样下去, 明币在我手里, 要呈测纸了, 十几装备需要几百万进千万, 但是想要一把十一级乃至十二级的装备又需要多少, 恐怕也要花费尽益的明币, 才能艰难向上卖一步, 江炎现在一点属性就要一千万, 一个亿只能加十点属性, 但同样的明币, 如果丢给魔狼, 他立刻就能原地起飞, 随着双方实力差距不断拉大, 似乎也已经不在同一个经济体系当中了, 不过江炎也只是感叹, 并没有为之害怕, 本印钞机怎么可能怕通货膨胀, 如果钱不够花, 那就再多找十个印刷材料, 如果钱还不够花, 那就再多找一百个, 巧了, 正有四百多个印刷材料, 正从新城日夜兼城向南都奔赴而来, 嗯, 到时候杀几个立威就行了, 能收编的, 还是尽量收编了好, 江炎迅速改变了自己收编诡异的策略, 他之前奉行精英策略, 除了陈琳这头禁忌之外, 已经很久没有收编新的诡异了, 但眼下看起来, 量大管宝才是更优的解法, 虽然察觉到了一些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压力, 不过更多是江炎未雨绸缪, 至少在眼下, 这点经济压力还不被江炎放在眼中, 以江炎的印刷能力, 现在一分钟能印钞325万, 一个小时就是一亿九千五百万, 按照一天上班八个小时, 他就能印出来十五亿六千万, 如果他愿意加班到十二个小时, 就能印出来二十三亿四千万, 区区两个亿, 也就是江炎印钞一小时的劳动成果, 就是这份工作有点无聊了, 江炎偷偷把手放在了 安晓星充满弹性的大腿上, 弥补昨夜的遗憾, 哐哐哐, 就在江炎暗自过手影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在店铺中响起, 张小虎毕恭毕敬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江哥, 您吩咐的实验条件已经准备好了, 江炎抬起头来, 这才想起自己昨日让张小虎给邓海收集实验材料, 准备今日亲眼看看, 那地下实验室里不断孕育出诡异的实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实验本身江炎其实没那么在意, 但他很在意做这个实验的天使基金会, 以及能够达成这个实验条件的神秘蓝色石头,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江炎拉开了门, 让迷雾之中的诡异开路, 向古玩街外走了过去, 第153章, 古玩街又出新光环, 刚刚推开店铺大门, 江炎迎面就看到陈海川往自己这里一路小跑, 陈海川小心翼翼走到了江炎身前, 生怕一不小心撞到藏匿迷雾之中的诡异, 低着头说道, 老板, 我是不是来晚了, 江炎随口说道, 吴宝, 你身份特殊, 可以不来我这里点忙,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出现, 就够了, 听到这话, 陈海川心头狂跳, 禁忌006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身份特殊, 我什么身份, 我, 卧底吗, 陈海川额间顿时涌出了一大滴冷汗, 心中不禁回想起了昨夜那个恐怖的噩梦, 不, 不不不, 只是个巧合罢了, 禁忌006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不然, 我现在早就死了, 明白了老板, 陈海川决定自己还是少说两句话, 毕竟言多必实, 但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太特殊, 陈海川心中念头转动, 顿时下定决心, 今后的每一天都要早早来禁忌006这里点眸, 努力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 直到猎鬼局成功将他封印为止, 陈海川跟在禁忌006身后, 十分小心地每一步都踩在了他踩过的地方, 已经全部被齐混杂在了一个大凹坑里, 散发着腥臭的味道, 十分难闻,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动物尸体和粪便, 再加上几个小时的发酵, 令其中充斥着人类基因最为排斥的气味, 正常人只要闻到一次, 身体就会本能发出警告, 让自己离这里远远的, 安小心不禁捏住了鼻子, 但还是跟着江炎靠近过来, 江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 心中越发对进行这种恶心实验的天使基金会 生出无边的杀意来, 这些人表面光鲜亮丽, 实则干着这么恶心的勾当, 真是令人作呕, 若不是星成禁忌即将到来, 江炎当真要忍不住, 直接开始在南都抓天使基金会来杀了, 大坑旁边, 邓海同样面色苍白, 身上还有一些污渍, 散发着胃酸的味道, 似乎是刚刚吐过一次, 看到江炎过来, 邓海连忙攻身, 攻攻进进说道, 老板,您来了, 这里, 实在是有点恶心了, 之前在天使基金会的实验室中, 有专门放置实验材料的器皿, 几乎不会有什么味道, 露天进行这种实验, 我也是第一次, 江炎汉手, 淡淡说道, 嗯, 快开始吧, 邓海连忙从旁边拿出了一个小木匣, 说道, 这个实验需要控制蓝光仪的照射时间, 天使基金会对此做过许多次实验, 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结果, 所以, 需要一个能够开合的容器, 及时阻断蓝光的照射, 并且, 蓝光仪必须位于这些材料的中心区域, 否则实验无法成功预律出诡异, 邓海说着, 将手中包裹着幽蓝色石头的小木匣, 放在了旁边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吊悬装置上, 小木匣随着吊悬装置的绳索, 移动到了大坑的上方中心, 木匣底部缓缓打开, 一抹幽蓝色的光芒随之投射而出, 落在下方的大坑之中, 此时, 江炎也看出了更多的诡异之处, 现在是大白天, 眯起眼睛, 仔细打量着大坑之中那些恶心的实验材料, 一开始, 毫无动静, 但在照射持续了三分钟的时候, 大坑之中各种恶心材料, 加了特定比例的水混合而成的浓浆, 竟然开始冒泡泡了,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加热这些东西一样, 但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热量, 泡泡的质感, 很是粘稠,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股微微沸腾的稀饭, 邓海拿着一个秒表, 看到时间来到三分五十五秒的时候, 就是这些, 当然, 在天使基金会的实验室里, 一切都会控制得更为严谨, 我也不确定, 眼下这个实验条件, 能不能成功, 邓海显得有些心虚, 笑道, 毕竟, 明知道的, 实验这种事情,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江炎收起木匣, 缓缓点头, 一直注视着大坑, 淡淡问道, 需要多长时间, 诡异才会被孕育出来, 邓海说道, 每一次的时间都会有些偏差, 但是按照基金会的实验记录, 绝大多数都会在十分钟内出现, 最长的一次, 是三个小时, 江炎便耐心站在原地, 印了十分钟的冥闭, 邓海却是眼观鼻, 鼻关心, 乖乖站在江炎身后, 仿佛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石雕, 一眼都没再看过, 他修改了这个实验, 从材料, 比例, 到时间, 步骤, 全部改过了一遍, 所以邓海确信, 这个实验不会成功, 他知道, 江炎在实验室的时候, 大量浏览过里面的实验数据和报告, 但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数据和报告里是不会详述的, 邓海也知道, 此举定有破绽, 一旦江炎以后, 有充足的时间, 和南斗天使基金会更高级别的职员交流, 很容易就会戳破邓海今日的小花招, 但邓海别无选择, 他不知道自己这位新老板, 获得了天使基金会的实验之后, 到底会做些什么, 邓海觉得, 自己不能亲手将恶魔放出笼子, 他很惜命, 为了能活下来, 普通的诡异, 绝对不能让他掌握这种批量制造诡异的办法, 绝对不能十分钟过后, 散发着恶臭的大坑毫无动静, 就连之前的粘稠泡泡, 现在也已经不冒了, 江炎十分失望, 直到实验失败了, 当然, 也不能过分磕责邓海, 毕竟这个大坑还是太过简陋了, 就在这时候, 张小虎脚步匆匆跑了过来, 低声说道, 江哥, 地摊上出了个隐藏的光环技能, 您要不要去看看, 江炎眼前一亮, 转身之际说道, 邓海, 陈海川, 燕妹, 你们三个, 在这里再守三个小时, 如果有诡异被御御出来, 就来叫我, 说吧, 他跟着张小虎, 快步进了古玩街里, 隐藏的光环, 是本应超级最喜欢的技能, 第154章, 歪打正着, 成功御御诡异, 目送禁忌006离去, 陈海川瞥了一眼邓海, 低声嘟囔道, 刚刚那人叫老板什么, 江哥, 为什么会这样叫, 邓海瞥了一眼陈海川, 壮若无意, 随口答道, 老板叫江炎, 陈海川, 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人类名字, 大新闻, 回去立刻更新资料, 平复心情, 陈海川继续问道, 你在天使基金会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见过基金会的高层吗? 邓海又瞥了陈海川一眼, 乐呵呵笑道, 我就见过一位T6, T5和T4倒是天天见, 他们都算是男都的大人物了, 您对天使基金会很感兴趣啊, 这两人互相试探, 各怀鬼胎, 偏偏明知道旁边还有一个藏在迷雾中的诡异, 刚刚江炎离开的时候都明确点名了, 所以肯定有, 所以陈海川和邓海都只能拐着弯说话, 陈海川也笑道, 是啊, 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个组织, 不过跟着老板看过那地下实验室之后, 感觉你挺幸运的, 能被老板从那魔窟之中救出来, 邓海瞳孔微不可查地颤了颤, 幸运, 虽然脱离了天使基金会, 但就此落在了江哥手里, 也绝对不是好事, 说不定还会更坏, 但这种话邓海可不敢乱说, 甘笑道, 是啊, 我看老板身边人类不多, 我们可以跟着老板好好干一番大事业, 你呢, 你怎么成为老板员工呢? 陈海川不禁沉默了片刻, 又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不瞒你说, 我其实是个潜伏在老板身边的卧底, 哈哈哈哈, 陈海川挠着自己的后脑勺, 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道, 藏在迷雾中的烟妹, 瞥了一眼这两个攀谈的人类, 毫无反应, 明显是在开玩笑, 老板那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有职员当卧底, 就是这笑话有点冷, 邓海却是沉默了, 聪明的脑袋瓜快速转动, 感觉到了两分合理性, 旋即他抬起双眼, 直勾勾看着陈海川, 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两分端倪, 陈海川故作夸张的表情, 说道怎么, 你该不会要向老板检举揭发我吧, 我可是很忠诚的, 老板绝对不信你, 邓海又沉默了片刻, 忽然说道, 点头说道, 好,我陪你去, 藏在迷雾之中的燕妹, 看着两个人有说有笑, 溜达到了对面, 丝毫没有跟上去的心思, 毕竟在燕妹看来, 大家都是狗腿子, 没什么不一样的, 自然也不会去监视这两个人类, 江岩本来也就没这个想法, 将燕妹留下, 只是为了确保安全, 谁知道这两个人类心思这么多, 走到了对面, 邓海并不确定迷雾中的燕妹, 有没有跟在一旁, 低声说道, 我们作为老板团队中, 维尔的两个人类一定要通力合作, 更加切实地为老板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才行, 陈海川心中一动, 维尔, 言下之意, 这邓海也看出来了, 禁忌006不是人, 而且他说通力合作, 外人听来可能是真的对禁忌006死心塌地, 但陈海川却听出了两分要和自己按通款区的意思, 他重重点头, 那当然, 我陈海川为了禁忌, 江哥, 干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故意的口误给邓海透露出了更多的信息, 同时进一步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邓海目光一致, 心间颤抖了两下, 他刚刚说什么? 禁忌, 按理说邓海不应该知道禁忌是什么东西, 但他在天使基金会里的时候, 有意收集了很多不属于T2层次的信息, 其中就有禁忌的一些基础信息, 这个陈海川在暗示我什么? 江哥, 江言, 是一头禁忌吗? 邓海仔细想了想, 越想越觉得, 有道理啊, 如此恐怖的诡异, 如果说他还不是禁忌, 那谁还能试呢? 邓海回过神来, 重重吞了口唾沫, 笑道, 你平常喝酒吗? 我可是嗜酒如命, 陈海川拍了拍邓海的肩膀, 慧莫如声道, 我们晚上一起喝两瓶, 不喝醉, 尽兴就行, 别误了明天的工作, 邓海点头, 说道, 好, 邓海已经决定要找机会替同跑路, 不和江言过多纠缠了, 但他需要一个机会, 不是拔腿就能跑掉的, 否则恐怕会死得很难看, 而这个陈海川似乎能够提供这个机会, 陈海川看着邓海的目光中, 深深藏着一份热气, 来吧, 成为猎鬼局新的猎人吧, 和我一起完成这个卧底任务吧, 我一个人可太难了, 得有个队友才好使, 如果邓海知道陈海川这狗东西心里在想什么, 恐怕当场就要破口大骂, 然后断然拒绝和他继续接触, 妈的, 老子是要提同跑路, 你是要拉老子继续当卧底, 这合适吗? 就在两人心中各自盘算的时候, 耳中忽然传来了一声黏腻的啪哒声音, 似乎是什么浓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发出的动静, 而坑洞之中不断散发的臭味, 竟陡然剧烈了起来, 陈海川和邓海下意识齐齐抬眼, 看向声音来处, 旋即, 两人齐齐变了脸色, 就见大坑边缘, 一个球形的粘稠叶滴, 竟然从下方那恶心的实验材料之中, 缓缓如动了上来, 这粘稠叶滴通体紫黑色散发着浓烈的腥臭, 仿佛是大坑里的精华凝结在一起的结果, 卧槽, 邓海看着这滴液滴顿时目瞪口呆, 鬼, 诡异, 刚刚的实验, 成功了, 我尼玛, 邓海的额间顿时有大滴大滴的冷汗层层而落, 这个实验的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几乎都是在依靠蓝光仪的神奇作用, 到现在, 天使基金会都没有研究明白其原理到底是什么, 邓海这一通乱改, 竟然还是成功郁郁出了一头诡异, 快去, 叫老板来, 邓海擦了一把额间的冷汗, 重重推了陈海川一把, 古玩街里, 江炎拿起了一个地摊上的技能卷轴, 上下看了看, 饶有兴趣问道, 这个多钱, 第155章, 第八技能, 屋住光环, 摆摊售卖的摊主, 是个贼眉鼠眼的中年男人, 他个子很矮, 腰间别着一把鸣黄黄的匕首, 售价三千多名币, 俨然也是古玩街中混得最好的那批人, 地摊摊主先对张小虎点头哈腰, 满脸谄媚之色, 还递上了一根香烟, 笑着喊了一句, 虎哥, 显得很失熟弱, 张小虎却是不苟言笑, 推开了这根香烟, 对身后的江炎毕恭必敬道, 江哥, 您看看入眼部, 江炎拿起地摊上的光环技能卷轴, 被动技能, 污住光环, 等级1, 范围5米有方单位每秒恢复2点生命值, 对范围内随机一名敌方单位造成恢复总量的伤害, 看到这个光环的瞬间, 江炎眼睛就是一亮, 这的确是个系统商城里并不存在的隐藏技能, 但技能强度看起来很一般, 普通玩家向来不喜欢光环类的技能, 更别提这个光环的定位看起来还有些难以琢磨, 论回血, 商城里的回春光环, 一级就能恢复5点生命值每秒, 更别提商城中还有强刃这个单体被动, 一级就能提供每秒13点回血, 论伤害, 巫柱光环简直就和开玩笑一样, 伤害低, 产生伤害的环境狗克, 就连伤害目标都不可控, 普遍来说, 隐藏资源的强度会比商城资源高一些, 但这个巫柱光环在绝大部分玩家眼中都属于废柴级别的隐藏资源, 除非脑子抽风, 不然绝对不会有人买, 在这个地摊上, 巫柱光环的挂牌售卖的价格是1300明币, 堪称历史最低的隐藏光环价格, 以现在的玩家经济情况, 地摊上的隐藏技能普遍在2000明币以上, 强度高的隐藏技能售价甚至能达到大几千, 1300明币这个价格, 的确是有点太丢隐藏技能这四个字的人了, 可纵然价格已经低廉到了这种地步, 巫柱光环还是被人弃之如碧驴, 除了江岩, 看到这个巫柱光环的瞬间, 江岩就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光环, 首先,巫柱光环提供回血, 这个效果的光环江岩还没有, 之前他的手下一旦生命值受损, 江岩都只能甩一瓶圣水过去, 或者等待生命值自行恢复, 其次,巫柱光环提供伤害, 虽然江岩已经通过反伤光环, 瘟疫光环和五星神雷刚气绝, 拥有了间接造成伤害的手段, 但江岩永远记得, 自己是一个没有直接攻击能力的硬钞机, 所有能造成伤害的被动, 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那贼没鼠眼的矮小男子, 眼见古玩街中,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江哥, 竟然看上了自己开宝箱无意得到的技能卷轴, 顿时紧张地搓手, 黑黑笑道, 江哥好, 江哥如果喜欢这个技能, 一千明币拿走, 江岩点了点头, 随手对出了两千明币, 将这个巫柱光环收入囊中, 矮小男子乐得合不拢嘴, 大黄牙都快刺到了天上去, 两千明币对现在的玩家而言, 着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更别提是卖出去这样一个无人问津的垃圾光环, 还能在江哥面前混个脸熟, 这一笔自己可是赚大了, 矮小男子用重劲铲妹的目光, 目送江岩和张小虎离去, 暗自心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能混得这么威风, 这辈子如果有机会, 能爬到江哥的位置上, 也算此生无憾了,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这矮小男子, 完全不知道江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江岩正在面临购买第八技能栏的扩展宝石难题, 前四个技能栏是免费的, 后续的每一个技能栏都需要技能栏扩展宝石, 第一枚宝石售价十万, 其后的每一枚都会翻十倍, 第二枚是一百万, 第三枚是一千万, 第四枚是一个亿, 现在, 江岩的第八技能栏扩展宝石售价正是一个亿, 这个价格, 即便对现在的江岩而言, 也需要专心置之印钞半个小时, 才能印出来, 江岩看了一眼自己的明币余额, 明币, 5143万7541, 还得十几分钟才够, 哎, 我好穷啊, 江岩十分无奈, 坐回了自己店铺里, 抱着安小星上下其手, 眼睛却一直盯着面前藏在迷雾中的各种诡异, 看得不停, 十分钟之后, 江岩的明币终于凑够了, 将第八技能栏扩展宝石买了出来, 安小星突然发现, 自己的状态栏里, 多了一个名为乌注光环的增益效果, 每秒回血两点, 江岩又印了一秒钟, 将乌注光环点到了十几, 被动技能, 污注光环, 等级时, 范围50米有方单位每秒恢复70点生命值, 对自己治疗量翻倍, 对范围内随机两名敌方单位造成恢复总量, 包括过量治疗的伤害, 和其他技能一样, 污注光环升到十几之后, 除了常规属性的增加之外, 也出现了一些质变, 对随机一名敌方造成伤害, 变成了两名, 而且伤害计算中也包括了过量治疗, 所谓过量治疗, 就是有方单位明明是满血, 但还是对其释放了治疗法术, 一出的治疗量就是过量治疗, 姜岩微微挑眉, 饶有兴趣自语说道, 这个光环在十几之前的确是有点不伦不类, 过量治疗不算的话, 身边必须得有受伤的队友才能打伤害, 有效场景很少, 但十几之后, 伤害也计算了过量治疗, 应用范围就很宽广了, 姜岩粗略算了一下, 如果自己身边有七头诡异, 那么每秒钟能够产生的治疗量是490点, 加上对自己翻倍的治疗量就是630点, 630点攻击两个目标, 每秒一共能打出1260点的伤害, 对比之下, 二十级的瘟疫光环同时作用于两个目标能打出2270点伤害, 当然, 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计算数值, 实际上光环的输出能力完全是动态的, 这个光环的确很有潜力, 姜岩十分满意, 决定等今日升级装备过后, 攒前把乌珠光环也升到二十级看看效果, 店铺的门被陈海川一把推开, 喘着粗气说道, 老板, 你快去看看, 那大坑里爬出来一头诡异, 第156章, 让我们看看失控了会怎样, 陈海川脸上的金融十分真切, 毫无半分作为, 虽然他见惯了各种诡异, 但是亲眼目睹一头诡异从无至有被孕育出来, 还是头一遭, 不论那诡异强弱都彻底颠覆了陈海川的三观, 这个疯狂的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崩坏了, 江岩缓缓从紫色宝箱上站了起来, 挑眉说道, 哦, 竟然成功了, 之前等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动静, 江岩还以为是自己提供给邓海的实验条件太差, 导致实验失败了, 却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江岩一边抽着就烟斗, 一边和陈海川一起, 折返去了那大坑旁边, 坑边, 烟妹已经从迷雾之中现行, 正被一个通体紫黑色的球形黏液状诡异追着打, 江岩打眼一看, 自己的玩家面板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铭币收入, 铭币加841, 这头诡异并不是很强, 但也绝对不是最弱的那种, 烟妹左闪右躲, 一直带着这年夜诡异在大坑边兜兜转转, 毫无压力, 以烟妹的战斗力, 如果想杀, 这年夜诡异恐怕撑不过几秒钟, 眼见江岩终于来了, 烟妹立刻带着年夜诡异往江岩这边跑了过来, 老板就是这东西, 江岩抽了一口就烟斗, 淡淡问道, 烟妹, 你觉得这东西如何? 烟妹迟一片刻, 扭头看了一眼, 郑重说道, 老板, 这是个傻子, 咱还是杀了他吧, 江岩微微汗手, 踏前一步, 目光从怪帽子阴影之中抬起, 直勾勾看向年夜诡异, 虽然看不到这年夜诡异的眼睛在哪里, 但他也有目光, 四目相对的瞬间, 星红震暴, 发动, 年夜诡异剧烈颤抖了一下, 瞬间红温, 扑斥, 年夜诡异猛然涌动, 向江岩扑了过去, 一副要把江岩整个吞掉的样子, 江岩面色平静, 任由这年夜诡异涌动之间, 打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没有将这年夜诡异标注为敌对目标, 只是想试试, 刻进一身十级套装带来的收益如何, 扑斥, 江岩体表浮现一道蓝紫色的护盾光芒, 一个伤害数字冒了出来, 负一, 护盾吸收, 护盾上, 涟漪泛起, 哄, 一道银紫色的狂雷, 从江岩深舟的护体钢器之上猛劈而出, 落在那年夜诡异身上, 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瞬间腾起, 负两万三千六百十五, 年夜诡异轰然爆碎, 被恐怖的狂雷威能直接劈成了一团青烟, 飘飘散去了, 没有留下半分痕迹, 啪, 一直跟在江岩身后的陈海川, 一屁股坐倒在地, 他瞠目结舌, 一双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 多, 多少, 禁忌006刚刚打出了多少伤害, 陈海川重重揉了揉眼睛, 看了一眼那物资还未飘散的伤害数字, 负两万三千六百十五, 陈海川昨天才刚刚亲眼看到, 禁忌006用同样的手段攻敌, 那时候还是一万一千多来着, 怎么就一晚上没见, 直接翻了两倍还多, 陈海川完全想象不到, 江岩在巨量民币的支撑下, 成长速度会有多么恐怖, 江岩现在已经是一身十级的隐秘黑鸭套装, 这套装备并不是以加血渐涨的,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削减仇恨值, 其余属性比较全面, 可纵然如此, 江岩现在的基础生命值, 也在这套十级装备的支撑下, 达到了七千五百点之多, 庇护光环增加生命值百分之五十五, 对自己作用翻倍就是百分之一百一十, 所以, 江岩现在的实际生命值达到了一万五千七百五十点, 经过五星神雷刚弃绝百分之一百五十生命值的反击伤害增幅, 伤害再次有了爆炸性的提升, 达到了两万三千六百十五之多, 这还是江岩把大量的铭币都刻在了安小心身上, 没有全部投入自身, 否则现在的护盾反伤会更加恐怖, 江岩看了一眼那巨大的伤害数字, 抽了一口就烟斗, 吐出一个满意的烟圈, 效果不错, 可以继续加大克金力度, 与此同时, 江岩暗自沉思, 我是不是应该再买几个坦克路线的加血被动, 如果把那些被动都刻到二十级, 加血效果应该也会很不错, 到时候基于我爆炸的生命值, 五星神雷刚弃绝的反伤会更加恐怖, 沉思片刻, 江岩还是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刚弃绝的反伤数字的确很动人, 不过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江岩必须挨打, 他的铭币虽然都是大风吹来的, 但也总归要讲究一个效率, 不能砸在收益太低的项目上, 张小伙, 你带人把这个大坑给我填平, 江岩一边吩咐, 一边转身向古玩街中折返, 准备继续上班印钞, 他对这个实验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 并且进一步确认了天使基金会根本没干过什么人事, 而这些实验的核心无疑都要落在蓝色石头上, 虽然还是没弄明白这蓝色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江岩还是决定要将之好好收起来, 用黄金包裹住存放在地下蛛丝巢穴中好了, 江岩心中暗自沉吟, 可就在他刚刚走出三步的时候, 却听背后传来了邓海惊恐的呼喊, 老板, 等一下, 那大坑不对劲, 恐怕出问题了, 江岩脚步顿住, 皱着眉头折返回来, 就见堆放恶臭实验材料的大坑之中, 竟然又一次翻涌起来巨大的泡泡, 和刚刚被蓝色石头光芒照射时候, 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江岩宁没问到, 邓海满面惊惧, 颤声说道, 这恐怕是实验记载中的失控现象, 每次用蓝光仪进行实验, 都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失控, 江岩凝望下方翻腾的恶心大坑, 抽了一口就咽抖, 淡淡问道, 失控了会怎么样, 邓海茫然摇头道, 我, 我不知道, 那不是我一个T2能接触的信息, 我也从未遇到过失控的情况, 实验室中有检测装置, 一旦数值超过临界点, 就会立刻启动白银风暴, 将里面的东西无差别的打击杀死, 白银能有效杀伤诡异, 所谓的白银风暴, 是天使基金会的一种特殊的攻击装置, 占地面积很大, 耗电量也很多, 虽然里面的白银能回收利用, 但也不会轻易使用, 江岩饶有兴趣, 呕了一声, 淡淡说道, 那就让我们看看, 这个失控的实验, 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话音未落, 一只黏腻的大手, 忽然从恶心的大坑里, 一把探了出来, 抓住了江岩的脚腕, 第157章, 想吃就给你, 啊, 江岩也算是见过了不少天使基金会, 通过实验育育出来的诡异, 眼下这个, 算是最强的, 大半个身子藏匿在大坑之中的诡异, 单手拽着江岩的脚腕发力, 明显是想要将坑边的江岩拖拽下去, 但江岩身躯稳如泰山, 纹丝未动, 高达250点的力量,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年夜大手发力之下, 竟然没有把江岩拽人大坑之中, 反而如同引体向上一样, 将自己从坑里拽了出来, 江岩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着诡异, 发现他基本呈现人形, 四肢河头的轮廓都有, 但面部只有一个轮廓, 并没有五官存在, 人形年夜诡异索性从坑洞之中跳了出来, 激起一片腥臭的风暴, 各种污秽从坑中飞溅而出, 惊得江岩转身抱起安小星就跑, 这东西, 他妈打不死人恶心人啊, 先想着, 把我拽进那笔坑还恶心的地方, 发现拽不动, 又想着泼我一身, 幸好江岩有刚起绝护身, 这泼出来的污秽浪潮虽然不算是攻击,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也依旧被他提表的护盾完全屏蔽在外, 被江岩搂在怀里的安小星也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江岩身边的诡异也跟着躲避, 就算被见上了一些也不是特别在意, 自己在地上蹭蹭, 回去用水冲冲便算干净, 但陈海川和邓海这两个人类, 可就在这阵浪潮之中遭殃了, 劈头盖脸的污秽落了下来, 呼了两人满身满脸, 那大坑里充斥着粪便和动物的尸体, 恶心到了极点, 陈海川和邓海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江岩抱着安小星逃出十米, 这才回头看去, 那人行年夜诡异站在大坑边, 对着江岩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咆哮, 口中发出简单的音节, 石头, 给我, 江岩心中一动, 将那存放蓝色石头的木匣子拿了出来, 打开上面的盖子, 让里面的蓝光散发了出来, 瞬间, 人行年夜诡异发出一声惊喜的咆哮, 给我, 他的声音中满是渴望向江岩猛扑而来, 江岩微微挑眉, 这刚刚被御御出来的诡异, 明显没有什么思维能力, 和降临下来的诡异相比, 完全就是傻子, 也正是因为没有思维的限制, 所以他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支配, 直接对江岩发动了攻击, 想吃, 那就给你, 江岩心中念头转动, 随手将蓝色石头的木匣, 丢在了人行年夜诡异冲锋的必经之路上, 那诡异立刻转换了目标, 一个恶狗扑石将木匣子攥在了手中, 木匣子硬生爆碎, 露出了其中的蓝色石头, 那诡异直接将蓝色石头塞进了嘴巴里, 一口吞了下去, 江岩在旁边静静看着, 他从得到这枚蓝色石头的时候, 就想着抓一头不想要的诡异, 试试看这石头被诡异得到之后, 会发生些什么, 眼前这头人行年夜诡异, 既然这么想要自己手里的蓝色石头, 就给他好了, 随着人行年夜诡异一口将石头吞下, 他的身体立刻开始颤抖, 年夜不断涌动, 仿佛有一头野兽在他身体之中挣扎, 想要从中脱离出来, 啊, 人行年夜诡异不断发出恐怖的吼叫, 似乎十分舒爽, 又似乎痛到了极致, 江岩一直没有把这头诡异标筑成敌对目标, 只是站在远处, 一边抽着就咽抖, 一边观察着诡异的变化, 朱刚烈满脸紧张之色, 迟钝顶在江岩身前, 如灵大敌, 魔狼凑在江岩旁边, 一边摇尾巴一边说道, 老板, 我感觉这头诡异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了, 江岩汉手神色平静, 目光盯着那头不断变化的年夜诡异, 同时发现自己面板上来自这头诡异的民币收入越来越高了, 从一开始的三千多变成了四千多, 而后又突破了五千多, 代表这头诡异的力量属性再不断膨胀, 当这头诡异的生命值一路突破了八千的时候, 江岩的面色终于有了微弱的变化, 这个增幅的强度比江岩一开始预料的更加恐怖, 江岩手下这些诡异纵然在他的庇护光环影响下, 也就只有斩命灵童能超过八千的生命值了, 这个刚刚被御御出来的傻子一样的年夜诡异, 竟然只吞了一块蓝色石头, 就变得这么恐怖了, 江岩的眼神不由凝重起来, 天使基金会不知道拥有多少石头, 如果他们愿意能制造出多少强大且无脑的诡异, 怪不得邓海说天使基金会的其他实验室, 一直在研究如何控制诡异的行动, 如果让他们成功了, 恐怕整个世界都要被天使基金会统治了, 最终在江岩凝重的注视下, 这头年夜诡异的生命值一直膨胀到了九千三百四十一点, 才终于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这头诡异的体积也至少膨胀了三倍, 身高已经六米有余, 江岩必须抬着头才能看到他依旧模糊的脸, 吼, 不似人类的吼声, 从这头年夜诡异口中爆发而出, 滚滚声波席卷周围, 江岩声音平静说道, 朱刚烈, 去试试它, 遵命老板, 朱刚烈一提巨盾, 直接一个冲锋技能向那诡异猪突猛劲去, 下一刻, 年夜诡异的拳头, 毫不留情地轰击在了朱刚烈的巨盾之上, 一个伤害数字从朱刚烈身上冒了出来, 第158章, 明坦这么强, 咚, 一声闷响, 从朱刚烈手中的巨盾之上响起, 负412, 看着朱刚烈身上飘起来的伤害数字, 江岩双眼微微一眯, 这个伤害数字看起来并不高, 尤其是对生命值高达7000多的朱刚烈, 血条只是掉了一点点, 但朱刚烈身上是有江岩庇护光环加成护甲的, 他手里的巨盾更是斥资15000名币购入的, 比之前的反击钢盾强多了, 加上朱刚烈的强化思路一直都是纯肉盾类型, 和魔狼这种带强弓属性的还不太一样, 非常抗打, 这都能被打出400多的伤害, 恐怕刚刚那一拳如果落在烟魅或者紫色宝箱身上, 能打出1000多的伤害, 的确不可小觑, 玄机, 那头年夜诡异身上飘出了一个200的反击光环反伤数字, 朱刚烈身上随之冒出了一个绿色的治疗数字, 加70, 这是巫柱光环带来的回血效果, 江岩挥了挥手, 淡淡说道, 一起上, 打死他, 蓝色石头被诡异吞噬之后的效果, 已经在这头诡异身上验证了一部分, 不过还有一些效果, 江岩无法确定, 比如, 这年夜诡异被强化之后, 似乎攻击性比之前更强了, 倘若如此, 朱刚烈或者魔狼这种拥有理智的诡异, 如果吃下这蓝光石会不会直接发狂失控? 保险起见, 江岩还是不准备将蓝光石给自己的狗腿子吃, 现在他还想验证另外一件事, 吞噬了蓝光石的诡异, 被打死之后, 那石头是会就此消失, 还是重新出现, 听到江岩的命令, 魔狼和燕妹也一同出手, 围攻那年夜诡异, 紫色宝箱还在店铺里, 江岩身上的黑鸭和人面鬼珠都保持蛰伏, 陈琳儿则被江岩摁住肩头, 出手的就只有这三头诡异, 不过对付这头年夜诡异, 他们三个已经绰绰有余了, 江岩就站在他们背后, 除了瘟疫光环和五星神雷刚气爵之外的六个光环, 全部在发挥作用, 给这三头诡异带来的帮助不可谓不大, 从始至终, 江岩都没有将这头年夜诡异标注为敌对目标, 污住光环和瘟疫光环的的伤害也一直没有生效, 江岩想看看, 自己这三头主要冲锋陷阵的诡异, 现在的水平如何了, 一看之下, 江岩大感满意, 朱刚烈完全抗住了年夜诡异的输出, 魔狼和燕妹在年夜诡异的背后一顿输出, 不是纯肉盾的魔狼打出来的伤害还算可观, 完美符合突击的定位, 就是攻速有点太慢, 这是所有力量路线的通病也无法恪求太多, 最让江岩惊喜的是燕妹, 他竟然真的在明坦这条路上探索出了比较成熟的打法, 天可怜见江岩一开始想出明坦这个词的时候, 根本就是随口胡舟, 他上辈子根本没见过什么明坦, 事实上敏捷路线的人类和诡异从史之中都是刺客, 射手一类的定位, 滑乐的像条鱼, 但你要真敢打中我, 我就赶死给你看, 江岩忽悠燕妹走上明坦这条歪路, 完全就是为了让燕妹能在短时间内将资源倾注在力量上, 提升自己的生命值, 这样江岩就能在更短的时间中印出更多的明币来, 作为第一头跟随江岩的诡异,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到了现在, 燕妹提供的那点印刷入账, 也就可有可无, 影响不大了, 江岩之前还在心里暗自嘀咕, 自己是不是把这头诡异给忽悠废了, 要不要想个理由让燕妹改邪归正, 但而今一看之下, 却是让江岩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燕妹的攻速很快, 而今是双持两把单手锤, 每一把都有7%的几率打晕敌方单位0, 5秒, 而燕妹自己也学了一个几率眩运的被动技能, 重击并且已经点到了5级, 两把锤子在燕妹手里, 如同流星雨落一般, 挥舞出了残意, 被动重击配合两把锤子的被动眩运, 虽然每一次眩运的时间都不长, 但硬生生将这粘液诡异打得举步维艰, 10秒里能晕7秒, 而燕妹还在江岩一开始的忽悠之下, 学习了闷棍和肾机这两个主动控制技能, 闷棍能晕30秒, 受到伤害解除眩运状态, 肾机已经点到了5级, 能晕3秒冷却不是很长, 耗费的法力值也不高, 燕妹完全能卡冷却持续使用, 这两个主动技能剑缝插针之下, 年夜诡异本来10秒钟还能行动的3秒, 也被硬生生压缩到了1秒, 10秒晕9秒, 这谁受得了, 年夜诡异明明已经很强大了, 愣是被燕妹控成了一个木桩子般, 直到他被打死为止, 就只打出了6次攻击, 当然, 与强大的控制能力相伴的是燕妹的薄弱攻击力, 虽然攻速快, 但燕妹的暴击率不高, 单次伤害也很低, 整体的输出能力也就比纯肉炖的猪钢烈稍微高了一点点, 远远比不上魔狼, 哄, 年夜诡异生命直归零, 重重倒地, 彻底死去, 他的尸体化作一大滩粘稠的恶臭浓液, 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紫黑色的水坡, 不断向周围溢散, 而在水坡正中央, 一个散发着蓝光的石头, 静静躺在那里, 姜岩眼神微微眯起, 吐出一个烟圈, 淡淡说道, 把那石头给我拿回来, 朱刚烈屁颠颠跑了过去, 将蓝光石在自己身上擦干净, 双手撑给了姜岩, 虽然他看向蓝光石的眼神之中满是渴望, 明显也很想一口将之吞掉, 但有理智压制欲望, 朱刚烈最终还是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 姜岩将蓝光石重新收入囊中, 转身淡淡吩咐道, 你们三个就守在这里, 等到明日日出, 如果没有任何诡异再被孕育出来, 就让张小虎带人将这个大坑埋了, 姜岩回到店铺之中, 继续开始印钞, 想要尽可能在星城禁忌抵达之前, 增强自身的实力, 不知道是不是印钞太无聊, 还是昨夜没有休息好, 姜岩在时间临近正午的时候, 昏昏沉沉抱着怀中的安小星睡了过去,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 第三医院秘境内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清虚老道, 静静站在她的面前, 西树的白发随风飘荡, 紫黑枯朽的皮肤将骨架包裹, 如同一句穿着道袍的骷髅她张开嘴, 嘶哑的声音传入姜岩耳中, 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将五星神雷钢气诀交于龙虎山, 第159章 第一件十一级装备 这个梦并没有持续太久, 清虚老道叮嘱过姜岩, 便化作一阵风消失不见, 姜岩悠悠从紫色宝箱上醒来, 看了看怀中同样在打课睡的安小星, 随口问道, 我睡了多久, 安小星揉了揉眼睛说道, 十分钟吧, 姜岩点了点头, 继续看向面前的诡异印钞, 心中微微有些诧异, 自从诡异降临, 自己的属性大幅度提升之后, 就很久没有做过梦了, 刚刚那个梦看似没什么特别的, 但姜岩总觉得这梦并不寻常, 姜岩暗自沉印道, 是因为我在第三医院秘境里答应了那清虚老道, 这老道死了之后在下面没有投胎, 给我托梦, 提醒我不要忘记嘛, 姜岩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他虽然经常说谎骗鬼, 那清虚老道也是一头诡异, 但姜岩是真心感谢他, 五星神雷刚弃绝的强度, 的确是姜岩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如果不是清虚老道, 他就算冥币再多也注定与之无缘, 双方既然有那么一份仕途缘分, 清虚老道死前的唯一心愿, 姜岩当然要尽可能替对方完成, 但眼下肯定不行, 龙虎山距离南斗至少有三日车程, 更何况眼下后诡异时代, 路上还不知道会不会遇上什么意外, 姜岩要放心离开南斗这么长时间, 就必须先将南斗的情况稳定下来, 否则如何放心, 明日就来的星辰禁忌当然要先处理, 天使基金会也必须连根拔起, 顺便帮陈灵把陈妹妹找到, 这些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 古安街和鼎盛会应该都在南斗站稳了脚跟, 到时候还有陈海川这个猎鬼局的队长级别人物暗中照拂, 姜岩才能放心离开南斗, 去龙虎山完成清虚老道的遗愿, 理清自己的思路之后, 姜岩让张小虎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香炉, 面朝泰山的方向, 点了三柱香, 宫身拜了拜, 低声自语道, 清虚道长, 在家的店铺之中继续印钞, 小新, 你看这套装备如何, 姜岩给安小新展示了一套名为合金风暴套装的装备, 同样是八件, 整体售价达到三十五万, 堪称顶级套装之一, 不过商城里的射手套装偏多, 姜岩一直举气不定, 没有决定好给安小新投资什么装备, 在这之前, 安小新的装备一直都是几千亿万的散件, 是他用姜岩给的零花钱, 自己在系统商城里购置的, 原先的一身过度散剑 则都被安小星半价丢给了系统商城回收这套合金风暴套装 主要构建的属性就是攻速和暴击率 套装效果则能够增加远程攻击力 还有非常宝贵的5%暴击增幅 能够提升每一次暴击的倍率 对敏捷路线的玩家非常珍贵 这一套装备 江炎也砸了一个亿左右进去 终于给安小星砸出了一身十级套装 让安小星穿在了身上 合金风暴套装的外形非常别致 头上一顶牛仔帽 双目戴着宽大的墨镜 上半身黄铜色的皮夹克 左右缠绕着两条弹链 下身黑色皮裤 腰间一条作战腰带 刚好插入金银孔王 神秘感远不如江炎的隐秘黑压 却十分衬托她的暴力狂气质 这一身十几装备和十件十几武器装备在身上 安小星整个人就如同一个移动的女武神 散发着无法忽视的恐怖威胁 而套装中的宽大墨镜 也无形中遮挡了两分稚气 和闪烁羞涩的眼神 越发让她看起来很不好惹 江炎看着安小星这一身行头 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 略微有些怨念 我老婆是把武器 我一把都没有 直到现在为止 江炎的武器栏位上都是空的 有时候会装备一把沙漠之鹰装模作样 但从没开过枪 既然本应超级天然比别人少装备一件武器 那就在其他装备层面上 多下下功夫吧 江炎将目光 落下了自己的隐秘黑鸭套装 和铭币余额之上 铭币 15亿 42575647 下班时间临近 江炎今日花了不少铭币 但还是攒下了这么多 江炎计划 今天将之全部花完 明天那星辰禁忌 就要抵达南斗了 到时候从她身上再印新的 她的一身隐秘黑鸭套装 已经全部十级 江炎计划尝试一下 向十一级的装备努力一下 江炎把售价最低的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又往上升了一级 不出所料 以江炎之前的运气 这次升级 直接失败了 她手中的旧烟斗 闪过一抹暗红色的光芒 瞬间寸寸崩碎 化作积粉 消失不见 江炎顿时有些牙酸 也就是自己 还能平常心了 若是普通的玩家 升爆一件十级装备 怕是直接跌落神坛 战斗力直线爆将 搞不好明天 就被仇家弄死了吧 江炎随手 又从系统商城中 买出一件新的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再一次斥资六百多万 将之砸到了十级 而后又一次 向十一级发起了冲锋 暗红色光芒闪过 十级的烟斗 再次化作积粉 如此重复了六次 花费了三千多万名币 江炎手中的第六件 十级旧旧烟斗之上 终于闪过了一抹 灿金色的光芒 升级成功了 江炎神色一喜 立刻在紫色宝箱上 坐直了身子 看向手中的 十一级旧烟斗装备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等级十一 隐秘黑鸭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五千五百点 生命值和七十点 秒生命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售价 一万名币 宝石镶嵌槽 空 咦 江炎发出了一声 惊喜的呼声 宝石镶嵌槽 这什么东西 他活了两辈子 从没听说过 装备上有什么宝石镶嵌槽 与此同时 江炎的系统商城中 弹出了一个提示 玩家江炎 获得了一件十一级装备 已经开启宝石页面 江炎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点开了商城的宝石页面 旋即他十分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可用宝石列表中 竟然已经有了一块蓝色的宝石 第160章 越可越穷了 是怎么回事 江炎看着自己的可用宝石列表中 那唯一一块蓝色的宝石 越看越觉得眼熟 这不就是从天使基金会实验室里 缴获来的蓝光石吗 这东西 竟然是系统商城认证的宝石 能直接镶嵌在装备上 江炎仔细看了一眼 这枚蓝色宝石的说明 宝石 奈何石 等级一 传说中 建造奈何桥的材料 异常珍贵 可镶嵌在装备上 获得随机效果词条 江炎捏着自己的下巴 沉淫了好一会儿 这宝石的说明 透露的信息很多 天使基金会 这种邪恶的组织 说什么话 江炎都是不太信的 但系统商城的平定 江炎还是非常信任的 所以说 这天使基金会的蓝光石 真正的名字是奈何石 传说中 建造奈何桥的材料 奈何桥是传说中 沟通阴阳两界的桥梁 死去的灵魂 都会通过奈何桥 引下孟婆汤 进入名符转世投胎 问题是 这如果是真的 那天使基金会 到底从哪搞来奈何石的 他们去奈何桥上 拿搞头挖下来的吗 那也太扯淡了吧 江炎百思不得其解 沉思片刻 江炎将这些疑问 暂时压在了心里 开始研究刚刚开启的宝石页面 宝石页面里 有不少东西出售 物品 宝石镶嵌工具 将宝石镶嵌在 有镶嵌槽的装备上 售价 一万明币 物品 宝石拆除工具 将已镶嵌的宝石 从装备上拆除下来 售价 一万明币 物品 宝石储存空间扩充 解锁十个新的宝石储存栏位 售价 一万明币 物品 看到宝石复带 江炎眼前一亮 一万一个复带 不贵啊 先买十个试试水 江炎直接斥资十万 入手了十个宝石复带 而后一股脑全开了 他的可用宝石裂表中 顿时封印了起来 各种颜色各异的石头 在裂表之中熠熠生辉 宝石 琥珀石 等级一地窍中 埋藏沉淀了万年的琥珀宝石 蕴含石光的结晶 可镶嵌在装备上 获得随机效果词条 宝石 磁条 江炎一个个看了下去 发现都是一级的石头 数量是33个 说明各有不同 但镶嵌之后 具体能得到什么磁条 却是全都没写 开了这么多 全是一级 看来附带里 只能开出来一级的宝石 这东西怎么升级啊 江炎挠了挠头 嘀咕道 我这十一级的装备 怎么也不能镶嵌个一级的宝石吧 太掉价了 让明天来的星辰禁忌看到 还要以为我买不起呢 江炎研究了半天 恶然发现 宝石这东西 竟然是三合一升级的 三个一级的琥珀石 能合成一个二级的琥珀石 三个二级的琥珀石 就能合成一个三级 偏偏宝石的种类似乎很多 它开了33个宝石出来 类别足有20多个 能凑齐三个一级的 只有琥珀石一种 江炎直接点击了升级 一道光芒闪过 三枚一级琥珀石消失 出现了一枚二级琥珀石 江炎看着这个宝石的界面 不由有些牙酸 低声自语道 新的刻金项目 看起来比之前的项目还要坑了 这么多宝石类别 我得刻多少 才能凑出来一个高等级的石头 江炎犹豫了一下 你说我这15个亿 是拿来点属性好呢 还是拿来刻宝石好呢 很快 江炎就理清了思路 属性是基石 虽然性价比低 但是收益稳定 早晚要加 宝石是锦上添花 而且连效果词条 都是完全随机的 太不可控了 先把三项属性都点到300点 然后应该还能剩下一千多万名币 到时候少刻一点宝石看看效果 做出了决定 江炎先关了宝石页面 切换到了属性页面 开始蒙点自己的三项属性 超过250点之后 每一点属性 都需要一千万名币才能购买 250至300点的50属性 就是5个亿名币 三项属性全点正好15个亿 很快 江炎的属性 就从三个250变成了三个300 而江炎的名币 也随之暴跌到了 只剩下一千万出头了 超过300点之后 属性每一点 都需要一个亿的名币 才能点上去了 看着这个恐怖的数字 江炎不禁有些头疼 这破游戏 为什么刻的越多 就感觉自己越穷 星成禁忌怎么还不来 你老板 我的印刷材料真的不够用了呀 江炎不禁有些苦恼 摇头叹息起来 安小星依偎在江炎怀中 眼嘴笑了两声 人家气势汹汹杀了过来 还没到呢 你就已经把人家安排得明明白白 要是让那星成禁忌知道你这样 恐怕扭头就走 再也不多看男兜眼 江炎摸了摸安小星绣发下 玲珑有致的腰线 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开始研究宝石怎么刻 他直接花一百万 又买了一百个宝石福袋 将之快速打开 但是在开到第二十个的时候 江炎就被提示福袋开启失败 原因是宝石储存空间不足 宝石页面 一共有一百个宝石储存栏位 现在已经被江炎福袋里 开出来的宝石全部填满 江炎皱着眉头 粗略数了一下 现在单纯宝石种类 他就看到了五十七个不一样的 就算福袋里只有六十种宝石 每个要凑齐三个 才能合成升级一次 就需要一百八十个空间才够用 这还只是一级升二级 等到十级的时候 一种宝石需要的空间 最多的情况下 接近了二十个 九级的两个 八级的两个 七级的两个 一直数到一级的两个为止 这一百个空间 不论如何节省 都是绝对不够用的 江炎不经无语 这波游戏 到底从哪学来 这么多花样逼人课金的 江炎无奈苦笑 直接花了一百万 购买了一千个扩充栏位 终于将一百个福袋全部开完 江炎得到了近四百个 各式各样的宝石 没有一块是奈何石 江炎眼中 闪过一抹沉思之色 第161章 奈何石是真香啊 一百个福袋开完 江炎数出来的宝石种类 大约有七十多种 每一种宝石 都或多或少重复出现 唯有奈何石 是孤零零的一颗 似乎福袋里 根本开不出这种宝石来 江炎将能三合一升级的宝石 全部合成升级了一遍 尽可能腾空了自己的储存空间 而后又刻了一百个福袋 这第二波福袋开完之后 江炎依旧没有获得任何一枚奈何石 而江炎从福袋中竖出来的宝石种类 达到了一百种 并且不再增加 江炎又刻了一百个福袋 确认了宝石种类的数量再没出现新的 看来 一百种宝石就是福袋的上限了 江炎看着页面里琳琅满目的各种石头 暗自沉思说道 也就是说 奈何石不属于商城出产 但是却能得到系统商城的认证 是隐藏的宝石资源 想要得到奈何石 就只能从天使基金会手里抢了 江炎嘴角闪过了一抹冷笑 按照邓海的说法 天使基金会手中的蓝光仪 并不是稀罕玩意儿 光他见过的 就不下十个 等收编了那新城禁忌 自己去将难度的天使基金会 连根拔起的时候 肯定能收集到更多的奈何石 江炎点击了一键升级的按钮 列表中的各种类别 各种等级的宝石 快速三三合成升级 最终 江炎得到了一枚四级宝石 十四枚三级宝石 数不清的二级宝石和一级宝石 宝石 绿松石 等级四 通体银绿温润 如千千君子 温和挺拔 傲古天成可镶嵌在装备上 获得随机效果词条 江炎想了想 直接花一万名币 买了一个宝石镶嵌工具 把这枚四级的绿松石 镶嵌在了自己十一级的旧烟斗上 镶嵌成功之后 十一级的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属性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装备 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等级十一 隐秘黑压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五千五百点生命值和七十点 秒生命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售价 一万名币 宝石镶嵌槽 绿松石 等级四 受到的所有伤害 减免百分之二 看到这个词条 江炎微微皱起了眉头 感觉并不理想 他作为一尊属性爆炸的硬钞机 还有五星神雷钢气菌的保护 真的不太需要这百分之二的伤害减免 如果是百分之二十 江炎也就捏着鼻子刃了 这百分之二实在太少了 江炎暗自叹息说道 也是 这些宝石 就算连上储存空间 我也一共就磕了四百多万 也不能指望 磕出太大的收益来 归根结底 还是我太穷了 江炎怀里 安晓星抬起头来 悠悠说道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磕了四百万还嫌少 这四百万 要是能拿出来 给朱刚烈他们发奖金 这些诡异 怕不是能乐疯了 江炎笑了笑 轻轻扶了 扶安晓星的秀法 说道 咱和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经济系统了 这游戏 磕到深处 已经出现了非常恐怖的通货膨胀 只不过 这个通货膨胀 只在江炎和安晓星身上展现出来 并不在市场上流通 普通玩家 江炎的狗腿子和江炎自己 俨然已经成了三个不同的磕金层次 又花了一万名币 购买了一个宝石拆除工具 将属性并不理想的四级绿松石拆了下来 又花一万将一级的奈何石 镶嵌在了旧烟斗上面 宝石镶嵌槽 奈何石 等级1 全属性加1 江炎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从紫色宝箱上坐直了身体 眼底满是金融 不愧是隐藏的宝石资源啊 一级的奈何石就能全属性加1 对普通玩家而言 这全属性加1 似乎也没有比之前四级绿松石的 伤害减免2%强太多 但对江炎来说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现在的三项属性 在奈何石的加成下 已经齐齐变成了301点 而江炎的一点属性 值多少名币 一个亿啊 这奈何石一共加了三点属性 放在江炎身上 就是三个亿的收益啊 江炎越想 越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妈的 辛辛苦苦印一个半小时的钞 竟然比不上我去天使基金会 手里抢一块石头 来得收益高 江炎现在已经不想深究 天使基金会 到底在拿奈何石 做什么人神共分的实验了 不论这石头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效果 都不重要 镶嵌在江炎的旧烟斗上 能值三个亿名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多抢几块奈何石 然后 把自己的所有装备 都升到十一级 镶嵌一身的奈何石 甚至镶嵌一身的十级奈何石 江炎越想 越感觉自己热血上涌 干踏马的天使基金会 要不是星成晋晋明天就来 江炎真想 抬眼看向对面 坐在椅子上玩手机的陈灵 问道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五十多年前 在南都第三医院 沙王红的时候 打碎过一个蓝光仪 然后你很不喜欢 顺着窗户丢下去了 之后 那蓝光仪如何了 江炎此时再想起这个信息 就不由得十分后悔 第三医院秘境里 很可能还藏着一块奈何石 只可惜 那时候的江炎 完全没有意识到 奈何石的用处 根本没有寻找 现在秘境已经结束 再想进入 根本不可能了 陈灵被问得愣了一会儿 仔细想了想 摇头说道 那之后 我就没见过那一期了 可能就被天使基金会 收起来了吧 江炎仔细想了想 感觉陈灵说的可能性存在 但也有不小的可能性 那奈何石 依旧存在秘境之中 甚至有可能 就在某个王红惯用的手术室里 只可惜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江炎从惋惜中回过神来 眼底闪过一抹冷燃之色 无妨 天使基金会的其他实验室里 肯定还有更多 都是我的 第162章 一定是我最好的战友 奈何石虽然只是一级 但给江炎带来的 全属性加一的效果 倒是很符合江炎的胃口 他也就按捺下了 对一级宝石的嫌弃 任由其镶嵌在自己的 十一级就烟斗之上了 有了奈何石之后 就烟斗的下端 多了一个幽蓝色的宝石凸面 并不显眼 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就连烟斗上的火光 和吸出来的烟气 也都变成了幽蓝色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江炎吸了一口就烟斗 吐出一条幽蓝色的烟笼 拉起安晓星说道 走 下班回家 虽然明天星成禁忌叫来了 但江炎左思右想 还是不想加班 今天磕了这么多钱 那星成禁忌 应该不是自己的对手了吧 明天倒要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看看 现在的安晓星 一枪能打出多少伤害来了 先前的这一波课金 江炎虽然提升极大 但安晓星的提升 也同样不小 甚至单纯从伤害数值上而言 可能会超过江炎不少 两人乘车回到鼎盛大厦 先去安保圣的办公室做了做 叮嘱了安保圣 明日不要进行任何活动 一切都等星成禁忌之势 落幕在说 安保圣神色正重 立刻打电话 取消了明日的一切安排 命令鼎盛会上下的所有人 都留在鼎盛大厦中固守 而后两人又交流了一下 抠墙皮的进度 那地下实验室的墙皮 已经被安保圣派去的队伍 完全扒了个金光 的确有二三十吨的黄金 安保圣已经开始安排人手 准备安全屋 等框架做完 就准备将黄金做成加层 加在水泥之间 这样既能抵抗诡异 又能杜绝一些意外损坏的风险 等黑压开过今日安保圣 挖出来的各种宝箱之后 江炎这才拉着安小心的小手 湿湿然回到了两人的卧室之中 昨夜升级了一整夜的装备 今夜两人却是没了羁绊 在床上加班了整整三个小时 一解相思之苦 一夜风流快火 尽兴之际 江炎搂着怀中的娇躯 满足睡去 睡梦中 他又一次看到了清虚道长 还是那一身破旧到 几乎不能遮蔽身体的蓝白色就道衣 浑身枯朽 如同皮包骷髅 双目空洞只剩下眼窝 头皮上的白发随风飘扬 没剩下多少 清虚道长张开嘴 嘶哑的声音传入江炎耳中 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将五星神雷钢气诀 交于龙虎山 这句话 和江炎中午梦到的一模一样 夜深 人静 一道悠悠的黑影 从古玩街中一闪而出 钻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穿着黑色风衣 戴着黑色都帽的邓海 在一片仿佛责人浴室的阴影之中 快步穿行 他要去赴约 和陈海川的酒席 以邓海的智商 在和陈海川的简单交流之中 清晰意识到了对方的不寻常 这或多半是个潜伏在古玩街中的二五载 就是不知道背后到底是个什么势力 只要陈海川不是天使基金会的 我说什么 也要和他穿一条裤子 再差 都不可能比江炎这边更差了 邓海眼前 再一次闪过了那神秘莫测的身影 被笼罩在怪帽子下的半张脸 忽明忽暗地就咽抖 以及看到那郁郁诡异的恶心实验时候 嘴角翘起的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 天使基金会不当人 他江炎根本就不是人 我邓海堂堂人类 绝不和这些鬼东西为伍 我要为人类的未来天砖加瓦 绝对不能成为恐怖诡异的走狗 替他继续进行那什么恶心的实验 绝对不可以 转过一个街角 一盏昏黄的路灯下 站着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 手里捏着一根香烟 地上掉了满地的烟头 似乎他有很重的心事 听到邓海的脚步声 陈海川扭头看去 笑了一下 说道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邓海看着陈海川背后那平平无奇的小超市 眼中闪过一抹沉思之色 这里是南斗之前的市中心 但市中心意味着人多 人多意味着降临的诡异多 所以南斗的市中心 现在格外的破败 也变成了幸存者最少的区域 而陈海川背后的这间小超市 竟然依旧保持着完好 里面的甚至还亮着灯 这看似不起眼的店铺 却仿佛怒海狂涛之中的一角避风港 背后传递出了极为不简单的信号 邓海心中各种面头转动 面上不动声色 走到了陈海川面前 提了提手里的两瓶烟金啤酒 笑道 让哥哥久等了 我在古安街里买了两瓶啤酒 还有半斤银子花生 咱好好放松一下 陈海川无声一笑 转身进了小超市 低声说道 帮我看着店 里间传出了一声硬鹤 陈宇柔走了出来 坐在了小超市柜台后面 邓海的目光在陈宇柔身上转了一圈 着重看了一下陈宇柔的腰 不是好色 而是在看枪 不知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陈宇柔腰间露出了两把猎鬼局的智势手枪 在小超市昏暗的光线中 反射着两抹惊人的光芒 这个女人不简单 邓海收回目光 低着头跟着陈海川 走进了小超市最内侧的一个小仓库之中 地方只有五平米不到 堆满了杂物和一张老旧的木桌子 陈海川搬来两箱冰红茶当椅子 邀请邓海坐 邓海坐下 直接开始张罗着开瓶盖 吃花生米 似乎真的是来喝酒的 陈海川笑眯眯粘起一粒花生放在嘴里 喝了一大口烟精啤酒 看着面前的邓海越看越觉满意 这小子 天赋好 能力强 还聪明 这骨子聪明人特有的谨慎劲 是陈海川最看重的 如果能把他吸纳了 一定是我潜伏在禁忌006身边的最好战友 陈大哥 你这里竟然还有电啊 邓海看了看仓库上的灯泡 感慨道 就连古玩街都没电 鼎盛会最近这几天的建设 全部投入在了鼎盛大厦的修缮之上 暂时还没雇上古玩街 不过也已经提上日程了 陈海川笑了笑 一有所指说道 古玩街虽然好 但还是我这里 更安心一点吧 至少 不用担心随时被诡异杀死危险 邓海心中一动 看向陈海川 虚心问道 陈大哥比我经验丰富 能不能教教我 这古玩街里 到底是什么情况 小弟出来乍道 真的是 心里没底啊 邓海事实表露出了一抹深深的忧虑 第163章 古玩街水深着呢 听到邓海主动开始大吐苦水 陈海川心里一动 按道 机会这就来了 他会莫如声笑道 古玩街的水 可深着呢 我们的老板 嘖嘖嘖 陈海川摇头泽舌 满脸感叹之色 喝了一大杯 却不再说话 邓海追问道 陈哥 咱这老板 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我白天听陈哥说 什么 禁忌 江哥他该不会 不是人吧 邓海满脸惊义不定 实则大半是装出来的 他早就已经确定 那座在紫色宝箱上的江炎 不可能是个人类了 陈海川的面色沉了下来 缓缓点头说道 不错 我们的老板 就是一头恐怖的禁忌 也是后诡异时代 第一头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禁忌 不光他是禁忌 那个一直跟在他身后 带着蛛丝木带的小女孩 也是一头禁忌 什么 听到这话 邓海握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 撒了一滩啤酒在桌子上 他今天还逗了一下 那个叫陈琳的小姑娘来着 本来看陈琳和江炎亲近 邓海想要套套近乎 从外面地摊上买了两个苹果 笑咪咪递给陈琳 还揉了揉陈琳的头 但手感却很是奇怪 隐冷刺骨 仿佛自己是在摸一具尸体 那小姑娘也不知道 哪里不对劲 隔着蛛丝木带 一直盯着邓海看 嘴巴里还一直嘟囔 什么叔叔你真高 以我的刀呢 你别走啊 之类的话 邓海当时被陈琳 隔着蛛丝木带 盯的一个机灵 内心有一个声音 让自己立刻远离 这个浑身上下 哪里都似乎 不太对劲的小姑娘 确实万万没有想到 陈琳不光是不对劲 甚至也是一头 恐怖无比的禁忌 古玩街 真的太危险了 邓海打了个哆嗦 眼中闪过一抹 由衷的恐惧之色 那些在古玩街中滞留 摆摊的人们 又哪里知道 在安全区 这三个近乎于 神圣的大字之下 潜藏着的是 最深沉的邪恶 一旦这些邪恶露出獠牙 恐怕看似和谐的古玩街 顶刻之间就会被颠覆 血流成河 浮湿千里 邓海也终于知道 凭什么在满目创意的 难兜之中 古玩街还能独善其身 成为唯一一个安全区了 哪有诡异敢来出禁忌的眉头啊 还是两头禁忌 嫌病长了吗 那 那个叫安小心的女人 邓海压抑着极低的声音 问道 是人吗 陈海川谈了谭烟灰 冷笑说道 你看过他开枪吗 邓海茫然摇头 陈海川说道 一枪暴击七千多 你说他是人吗 邓海重重打了个哆嗦 他也不是人 他 也是个禁忌 邓海目瞪口呆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又一次崩碎了 离开暗无天日的天使基金会实验室 才短短两天时间 他的世界观已经崩碎好几次了 问题是 那个安小心 长得也实在太像人了吧 不过邓海仔细想了想 感觉江炎和陈灵也都很像人 尤其是江炎 如果不是深入了解过 第一眼看去 十个里有九个都会认错的 如此对比一下 安小心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 陈海川猛猛抽了一口烟 摇头无奈说道 安小心的身份 暂时还无法验证 你就当他 也是个禁忌好了 就算还不是 我看也差不多了 邓海重重吞了口唾沫 心有余悸道 谢谢陈大哥告诉我这些 不然 我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陈海川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们也算有缘分 我再给你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 向禁忌006借钱 千万不要 陈海川的声音中 满是深沉的痛楚 低声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 从禁忌006那里贷款了25万 一开始说好了 月利率是1% 可后来被他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把月利率 直接提升到了16% 如果不同意提升利率 就要杀了我那个朋友 简直 就是个孽畜 陈海川又抽了一大口烟 江烟屁股 狠狠暗灭在了烟灰缸里 心有余悸道 我那个朋友 已经连这两个晚上 只睡三个小时了 连夜猎杀诡异 就为了还上这天价的利滚利 不论他怎么诱惑你 都千万不要借钱 你一旦向他借了钱 这辈子就毁了 懂吗 听到陈海川这话 邓海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嫩嫩问道 禁忌006是谁 陈海川点起一只新的香烟 禁忌006就是江烟 我还是更习惯叫他的编号 他虽然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像人 还给自己起了个人类的名字 但他不是 邓海重重点头 充满感激说道 我知道了 谢谢你陈大哥 我绝对不会向他借钱的 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这个朋友 该不会就是陈海川自己吧 邓海看着陈海川 那满面实质性的痛楚 感觉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不过邓海是个聪明人 自然不会戳破这个谎言 等一下 公资的话 邓海突然想起了什么 额间顿时渗出了层层冷汗来 我 我拿了禁忌006两万名币的奖金 那些名币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邓海脑中闪过一些惊悚的画面 手中厚实的两万名币 忽然伸出了一双大手 掐着自己的脖子 宁笑着将自己掐死了 陈海川摇了摇头 说道 现在看来 他给的名币应该都是真的 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他给你 你就拿着 毕竟他虽然不是人 但给的是真踏码多啊 邓海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平复了一下心情 十分忐忑看向陈海川 问道 陈哥 古玩街和禁忌006这么危险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陈哥务必拉我一把 陈海川抽烟的手 蹲在嘴边 抬眼看向邓海 意味深长笑道 你真的想好了吗 听了我的计划 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必须听从组织的命令 执行组织的计划 当然 组织也不会亏待你的 第164章 八具恶臭的尸体 听到陈海川的话 邓海心中立刻激动了起来 果然 自己只要上了陈海川这条大船 有了他口中组织的硬币 今后存活的几率 一定会比现在高得多 虽然很不喜欢天使基金会 但邓海也不得不承认 一个团体能够发挥出的力量 远远比个体庞大得多 邓海重重点头 说道 陈哥 我想好了 今后 我就为陈哥马首是瞻 请陈哥给我个机会 陈海川点了点头 伸手在桌下一个电子遥控器上 笨了一下 狭小的仓库后墙 悄无声息下降 露出了一条向下的宽阔阶梯 陈海川转身 走入了阶梯之中 头也不会说道 考虑清楚 若你现在转身离去 以后你我泛泛之交 今夜这久 便全忘了吧 若你进来 便要多担一份责任 自此之后 便不再为自己一人而战 看着陈海川的身影 消失在楼梯转角处 邓海反而迟疑了一瞬间 他本能感觉到 这陈海川背后的组织 可能不是什么简单的存在 陈海川的话 也让邓海感觉到了 沉重的压力 但是 已经别无选择了 邓海咬着牙 走进了阶梯之中 第二日清晨 江炎缓缓睁开双眼 眼底满是沉思之色 那个关于清虚道长的梦 昨夜就出现了一次 但给江炎留下的印象 十分清晰 其他的梦全然不记得了 只有这个梦 如同烙印在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 江炎不禁苦笑摇头 说道 我都给您老人家烧过香了 怎么还给我托梦呢 等难兜的事情 基本平复下来 我就去龙虎山走一趟 这是男人的承诺 绝不食言 和安小星简单梳洗了一下 江炎带着安小星 一大早就去了古玩街店铺之中 等待陈海川的讯息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时候 那星成禁忌 及其统帅的四百多头诡异 应该已经距离南都很近了 但陈海川还没来 一群不速之客 竟然先一步推开了江炎的店铺 邓海低着头 走在这群人的最前面 为他们领路 他的神色有些憔悴 眼底满是血丝 昨夜一夜无眠 但他不敢让江炎 发现自己的异常 每一个动作 都小心谨慎到了极致 昨夜他已经加入了猎鬼局 成为了一名新进猎人 并且立刻从自己的队长 陈海川手中 领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协助陈海川 一起卧底在禁忌006身旁 收集信息 伺机将这头穷凶极恶的禁忌封印 得知了陈海川真实身份 以及真实意图的邓海 差点没一个猛子气晕过去 妈的 老子是想寻求一个机会 安全的提筒跑路 离禁忌006和古安界远远的 才来找你你 我的诚哥 踏马竟然要拉着我 一起在禁忌006身边卧底 提筒跑路 变成天长地久了 邓海越想 越觉得有一种 被陈海川骗上贼船的感觉 除此之外 加入猎鬼局这个官方组织 倒是邓海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 在天使基金会这种反人类组织里 折服了两年时间 邓海太希望改邪归正 从此生活在阳光之下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哪怕为此而死 也是挺直腰杆 死在自己愿意为之战斗的事业里 最终 邓海也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成为了猎鬼局 安插在禁忌006身边的第二个卧底 老板 这些人要见你 说有一笔大买卖 要和你面谈 邓海将身后这些人领入店铺 对柜台后面 坐在紫色宝箱上的禁忌006拒了一躬 而后小心翼翼退了出去 将门缓缓关了起来 江岩没有留意 今日邓海似乎态度有些变化 他的注意力 在第一时间 就被眼前的这些人吸引了 一共有八个人 脸上神色或多或少 带着些巨鳄 身上都带着武器 其中属于系统商城的很少 反而更多是自制的武器 在这个时代 带着自制武器的人 反而更值得注意 因为这些人 可能背后都有一个 强大严密的组织 巧了 这八个人 里面有两个 江岩是认识的 正是上辈子 他被天使基金会 探索小队爆头时候 那小队里的成员 只可惜 并没有看到 当时开枪的那个T6 所以 眼前这八个人的身份 都是天使基金会的人 低垂的怪帽子下 江岩嘴角 闪过了一抹冷峻的笑意 我还没去找他们 他们先来找我了 八位贵客 请坐 江岩吐出了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有什么需要吗 怪帽子下 看向八人的眼神 仿佛看着八具恶臭的尸体 南斗最边缘 一处工厂废墟之上 王家缓缓调整手中 战术望远镜的焦距 寻觅那传说 中星城禁忌的身影 猎鬼局总部 昨日已经传输过来 尽可能清晰的卫星图像 令猎鬼局的猎人们 基本了解了 即将到来的大群 诡异的基本特征 王家的战术耳脉中 忽然传出了一声 滴滴的通报 各单位注意 星城禁忌出现 预计八分钟后 抵达工厂废墟 王家眼神一速 沉声说道 赤后组立刻撤退 所有猎人 和我一起 自检房废墟之中撤退 与此同时 王家快速拨通了一个电话 老陈 你到位了吗 站在古玩街入口的陈海川 看了一眼古玩街中 渐渐开始在城屋中复苏的人群 深深吸了口气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 说道我随时可以进去 王家立刻说道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星城禁忌 你可以请动禁忌006了 顿了顿 王家的声音十分担忧 低声叮嘱道 老陈 一定要小心 我们千万不能弄巧成拙 同时面对三头禁忌的围攻 这次难斗的生死存亡 全部在你手中了 王家感觉 自己手心里 全是汗水 第165章 一声跌 一万名币 交易已经达成 他们明明能早点将禁忌006请过来 直接在第一防线上阻击星城禁忌的 那里的防守地形要更好 但王家和陈海川商议了一整夜 还是决定尽可能减少 和禁忌006接触的时间 此举不易于驱虎吞狼 稍有不慎 便会万劫不复 尽可能小心谨慎一些 走到店铺门前 陈海川却是一愣 店铺大门关闭 而邓海正斜斜靠在门边 看似是在给里面的禁忌006把门 实际上是在侧耳偷听 陈海川给了邓海一个眼神 邓海连连摇头 指了指门内 用嘴心说道 有情况 陈海川心中一紧 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禁忌006掉链子 难都可就要面临新城禁忌的灭顶之灾了 陈海川连忙凑近了店铺大门的另一边 侧耳向内听去 店铺内 听到江炎邀请坐下 八人之中看似是首领的男人 老是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 大拉拉坐在了上面 看着江炎 笑道 你就是古玩街的老板 那个神秘的江哥 我来找你 谈一笔买卖 买卖 天使基金会的人和我谈买卖 江炎笑了两声 鼻端窜出两条幽蓝色的烟龙 被旧烟豆变的低沉沙哑的声音 在店铺之中回荡 请问八位贵客 需要些什么声音呢 贷款吗 阅历率低至1%哦 门外 陈海川和邓海偷偷听着 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 陈海川的眼神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禁忌006就是喜欢骗人贷款 邓海的眼神 害怕 JPGE 对面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贷款 怎么 我看起来像是个缺钱的人吗 兄弟们 我像吗 男人大笑着侧头 对身旁其余天使基金会的成员问道 语气之中满是嘲弄 周围响起一片哄笑之声 欺人笑得前仰后合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笑得声音最大 眼角甚至都挤出了两滴眼泪来 一边捂着肚子 一边走到了江炎柜台前 随手掏出了一叠冥币 重重拍在了柜台上 小子 难道三接十六项 打听打听谁是爹 我暴爹来和你谈买买 是给你的面子 你不要不识好歹 还敢在我们兄弟面前装逼 这是给你的见面里 和我们暴爹说话 注意着点 记住了 小青年刺着牙花子 满面凶残之色 趴在柜台上 对近在咫尺的江炎说道 我暴爹能让你富贵 也能让你死 江炎正眼都没看着小混混一下 只是瞥了一眼 他丢在柜台上的冥币 一千冥币 放在眼下 得确算是出手相当阔绰的玩家了 店铺门墙旁边 树头诡异静悄悄 站在迷雾之中 眼见此景 一个个都瞪圆了眼睛 这些人类都嫌自己命长了吗 竟然敢侮辱自己 伪暗崇高的老板 魔狼嘴角流出浓稠的咸水 缓缓走到了这个小青年背后 一双狼爪 几乎已经抓住了小青年的脑袋 只需要江炎一声令下 这小青年的头 就会瞬间被魔狼捏爆 魔狼心红的双眼 巴巴看向江炎 只等自家老板一声令下 江炎却不肯在意 只是嘴角微微勾了勾 和八个死人计 叫那么多干嘛呢 他伸手将柜台上的一千明币 推了回去 但但说道 一千明币的见面里 就想当爹了 看不起谁呢 我给你一万 你叫我一声电 说着 江炎随手掏出了一万明币 压在了那小青年 递出的一千明币上 那青年一愣 低头看了看 金灿灿的明币 又抬眼看了看 坐在柜台后面的江炎 满面愤然 小子 看来你这古玩街 的确是赚了不少钱啊 但一万明币就了不起吗 你以为 我们拿不出一万明币吗 可笑 江炎淡淡一笑 又掏出一万明币 放在了柜台上 说道 一声一万 你认真的吗 我探马 能叫到你破产 江炎看了一眼 自己的明币入账 缓缓摇头 笃定说道 不可能 就算他一秒钟 能叫两声爹 自己一秒钟 入账五万多明币 绰绰有余 他以为 能把自己叫到破产 实则自己 能让他叫到天荒地牢 青年占红了面颊 直接张嘴就喊 爹 哎 我的好大 江炎好争一瞎 掏出一万明币 放在了柜台上 青年面色越发占红 伸手就将柜台上的明币 抓在手中 而后继续喊道 爹 爹爹爹 爹爹爹爹爹爹 他没喊一声爹 江炎就将一万明币 放在柜台上 同时笑着点头道 嗯 不错不错 我的好大 真孝顺啊 果然不会爹爹平日里 那么爱你 快来 跪下给爹爹捏捏脚 这青年 以最快的速度 不断把江炎 放在柜台上的明币 收入囊中 后面的其他几个人 齐齐看傻了眼 不是 江炎吐出一串烟圈 但笑看着眼前这一切 他丝毫不在意 自己的明币 被这家伙拿走 身处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 几万甚至是几十万明币 对江炎而言 都不值一提了 至于眼前这个一边喊爹 一边狂捞明币的青年 他有命拿 有命花吗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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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拿钱了 那青年叫着叫着 发现江炎不断滔多地 手停了下来 意犹未尽地 抬头看向江炎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今天听够了 明天再来吧 那青年嘴角 露出一抹阴瑟瑟的笑容 说道 呵呵呵 只可惜 你没有明天了 他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腰后掏出了一把手枪 枪口直指江炎的脑袋 恶狠狠扣动了扳机 毫无半分迟疑 这么多声爹 你以为是白叫的吗 敢如此侮辱我 你就给老子死 第166章 千万不要揭穿他的人类伪装 碰 枪口轰鸣 一枚炽热的子弹 轰击在了江炎的头上 负一 护盾吸收 江炎体表 浮现一道蓝紫色的护盾光芒 被子弹打出了一圈圈的涟漪 旋即 一道银紫色的狂雷 猛轰而出 落在了那持枪的青年身上 负23625 那青年的半边身子 瞬间被雷劈的气化 就连手里的枪械 也被劈成了铁水 劈里啪啦落了一地 咚 剩下的半边身子 颓然落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仿佛敲击在 所有人心头的丧中 其余七个人 琪琪用呆滞的目光 看着青年倒闭的半边身子 刚刚 发生了什么 多少伤害 两万多 怎么可能 七个来自天使基金会的人 久久回不过神来 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冰寒一片 仿佛每一根神经 都被打心底里 生出的寒意冻僵了 江炎口中 吐出了一道幽蓝色的烟龙 淡淡问道 刚刚说 要谈生意 什么生意来着 话音落下 无人应答 店铺之中 死一般的寂静 但原本大喇喇坐 在椅子上 被称作暴跌的男人 打着哆嗦站了起来 对柜台后面的江炎 深深鞠了一躬 战战兢兢说道 我 我走错地方了 对不起 打扰了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他带着剩下的六个人 扭头就走 却听江炎的声音 淡淡在身后传出 把这里 当什么地方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一个肥状如城墙的身影 突然从迷雾之中 浮现而出 将店铺的门堵了个岩石 朱刚烈手中 拎着一面巨盾 朱嘴上满是宁笑之色 新红的朱眼 盯着这七个人 嘿嘿笑道 刚刚那么嚣张 真以为自己 是个人物了 我老板不让你们走 今天就是一只苍蝇 也都别想飞出去 七人身侧 按那许久的魔狼 也从迷雾之中 探出一双狼肘 狠狠掐住了 七人中唯一的一个女人 嘿嘿嘿间笑道 好久没吃女人了 老板 这个交给我可以吗 一只乖巧 坐在角落凳子上 毫无存在感的陈铃 此时也缓缓站了起来 拉起了蛛丝木带 露出了一只阴森森的右眼 手中提起了一把 血红色淋雨模样的短剑 七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顿时被吓得双腿发软 瑟瑟发抖 进退不得 鬼 诡异 这里不是安全区吗 怎么 会有这么多诡异 藏在店铺里的 为首那中年男人 脸上挂满了痘大的冷汗 扭头看了看 坐在紫色宝箱上 好征一侠 抽着就咽斗的僵眼 半张脸 被怪帽子的阴影遮罩 露出的唇角上 带着一抹冷然的笑意 你 你不是人 中年男人 发出了近乎梦逸的声音 你绝对不是人 人怎么可能 身边聚集这么多诡异 人怎么可能 打出两万多的伤害 震尼玛分明就是了 大隐隐于世的 超级大暴洒 门外 一只富耳偷听的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了一眼 琪琪看到了 对方眼中的无奈之色 这人反应还挺快的 只可惜 晚了 话说这货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活着不好吗 为什么要来招惹 整个男都最不能招惹的恐怖存在啊 江炎坐在柜台后面 抽了一口就咽斗 淡淡笑道 我哪里不像是人了 你怎么凭空无人清白 林儿 把他腿剁了 以示成见 陈林儿得到了江炎的命令 嘴角露出了一抹阴森森的笑容 早就蓄势待发的 啊 中年男人惊恐痛极的尖叫声 在店铺之中回荡 门外 陈海川和邓海 吓得齐齐一个机灵 额间也渗出了滴滴冷汗来 太恐怖了 邓海压低声音 颤抖说道 禁忌006 看样子不喜欢别人揭穿他的人类伪装 陈海川吞了口唾沫 重重点了一下头 就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又一次响起 王家焦急的声音 从手机另一端传来 走到哪里了 新城禁忌已经抵达了城郊 快进城了 陈海川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低声说道 别急 我这边出了一些意外 王家顿时沉默了 按理说 他们这边一百多个猎人 承担巨大的风险 就等陈海川把禁忌006搬过去 陈海川在这个时候 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 但是 王家非常清楚 陈海川执行的这个任务 危险性有多么巨大 又怎能苛责他呢 还要多久 王家沉声问道 陈海川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道 刚刚有一批人突然来找禁忌006 现在 他在里面杀人呢 对了 我要更新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 揭露禁忌006的人类伪装 比如说 他不是人 不像人之类的话 一旦人类伪装被揭露 禁忌006就会呈现出极强的攻击性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最好现在 就将这个资料更新到内部网络上 王家愣了一下 旋即悚然 倒吸一口冷气 重重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这个消息很重要 放下电话 王家重重擦了一把额尖的冷汗 在猎鬼局的观察中 禁忌006一直都在刻意模仿人类的言行 迄今为止 都没有发现过 能在拟人程度上和他媲美的禁忌 而在刻意维持的人类伪装下 禁忌006一直都呈现出了很低的攻击欲望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观测到的死在禁忌006手中的人都寥寥无几 但被伪装压制的攻击欲望 却很可能会在伪装不复存在的时候 彻底爆发出来 这是符合逻辑的 但如果陈海川不及时传递这个消息 他们真的想不到这一层 在王家的命令下 陈海川刚刚观测到的信息 立刻上传了猎鬼局的内网 也同时告知了在场的每一个猎人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猎人额间齐齐冒汗 随着不断的接触 他们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禁忌006身上 那种刺骨的邪性 第167章 走得很安详 郑所谓会咬得狗不叫 一头沉默着藏匿在人群中的禁忌 远比大肆屠杀的禁忌更加恐怖 擦汗之余 这些猎人也一个个 都对陈海川和王家这两位老猎人 生出了深深的敬佩来 尤其是王家 这位猎神头发蓬乱 眼窝深黑 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他们两位 真的是为难都承受了太多啊 古玩街店铺之中 宁笑的朱刚烈 一把将那被称作暴爹的中年男人 脖子拎了起来 如同拎着只小鸡崽子 一样简单 我老板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呢 朱刚烈的肥状猪脸 紧紧贴在这中年男人脸上 逼氏问道 你来和我家老板 谈什么生意的 这暴爹刚刚被陈铃 一刀斩断一条腿 正是惊悚至极 根本没有听进去 朱刚烈在说些什么 只是物资在他手中尖叫 挣扎 仿佛已经被吓出了失心风 见状 江炎十分不耐烦 随意将这暴爹 标记为了敌对目标 瞬间 两个伤害数字 从他身上飘了起来 -2185 -700 第一个数字是 瘟疫光环 随着江炎的生命值再次提升 这个光环造成的伤害 也随之提升到了2185 第二个数字是 -巫柱光环的 现在处于该光环效果下的 有七头有方诡异 安小新 以及江炎自己 在对自己恢复效果翻倍的效果下 -巫柱光环的单次伤害 也达到了700点 算是可观 两个光环的叠加伤害 已经接近了3000大关 那暴爹虽然看着出手颇风 财力不菲 但哪里能扛得住这种伤害 瞬间 朱刚烈手中的中年男人 就在江炎的光环效果之下 变成了一具尸体 生机全无 -轮到你了 江炎指了指 一直被魔狼抓在手里的女人 淡淡说道 那女人看起来比较冷静 虽然裤子上 已经有淡黄色的污渍疯狂蔓延 但还没有失心风 立刻惊恐说道 -他们 -他们想买古玩街 -这次他们来找你 就只有这一个目的 -放了我吧 -求求你了 -他耳边依旧环绕着魔狼 刚刚说要吃了自己的话 -吓得面无人色 江炎嘴角机翘的笑意 -越发大了两分 -问道 -买古玩街 -准备了多少钱 -就想来买我的古玩街了 -五十万 那女人颤抖说道 江炎似笑非笑 -淡淡抽了一口就咽抖 -你们也看出来了 -古玩街很赚钱 -五十万就想买 -女人打着哆嗦说道 -就只能拿出这么多钱了 -他们说 -如果你不同意 -就硬抢 江炎吐出一个烟圈 -问道 -你们都是天使基金会的剃集 -此言一出 -门内门外 -都是一愣 -邓海双目瞪圆 -眼底满是惊讶 -这些人 -竟然都是天使基金会的 -邓海完全没认出来 -还活着的六个人 -则是心中七七漏了一排 -他知道 -他怎么知道的 -哑巴了 -魔狼 -吃了这个哑巴 -江炎淡淡一笑 -魔狼应了一声 -直接张开了血盆大口 -要一口将这女人的脑袋 -整个吞吃 -女人吓得尖叫一声 -大喊道 -T三 -我是T三 -暴跌是T五 -刚刚你杀掉的那个年轻男人 -也是T三 -其余那几个 -有T四 -也有两个T三 -江炎点了点头 -星知这些人 -估计都是天使基金会 -刚刚组建的行动队成员 -这些成员 -因为要在外界行动 -风险比较大 -所以序列和待遇 -一般都比较高 -不过素质和能力 -似乎很是堪忧 -和猎鬼局那帮草包一比 -反而显得猎鬼局 -都是些精英了 -江炎拿出一张纸 -说道 -告诉我 -你们行动队的联络地点 -然后 -你们就可以走了 -还活着的六个人 -如蒙大赦 -齐齐松了口气 -那女人奋笔疾书 -连忙将江炎想要的信息 -写在了纸上 -而后千恩万谢道 -谢谢您给我们一条生路 -以后但有差遣 -绝不推辞 -江炎离也不理 -低头看着那纸上的地点 -挥手说道 -吃干净点 -不要留下半分血迹 -不然张小虎还得给我擦地 -怪麻烦的 -魔狼和猪刚烈 -齐齐咧嘴一笑 -好嘞老板 -天使基金会六人 -瞬间目自欲裂 -尖叫道 -你 -你答应我们的 -江炎头也不抬 -淡淡说道 -嗯 -答应你们让你们走 -你们这不是走了吗 -尸骨无存 -走得比绝大多数人都安详 -巴唧巴唧 -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 -嘎嘣咔嘣咔嘣 -咕嘟 -真香啊 -喂 -你吃慢点 -你也是猪吗 -你凭什么那样吃 -门外 -陈海川和邓海天门偷听 -身躯早已不可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陈海川倒还好些 -毕竟已经见多了禁忌006的恐怖手段 -邓海却是吓得面色煞白一片 -不敢想象里面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 -虽然之前在天使基金会的实验室里 -恶心的场面邓海也见不不少 -但比眼前这一幕更加邪恶血腥残暴的 -邓海还真找不出来 -这个禁忌006 -当真是人类公敌猎鬼局将之封印的计划 -当真是高瞻远瞩 -唯有将禁忌006封印 -难都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和恢复 -而且邓海有一种值得庆幸的预感 -以猎鬼局的规模 -陈海川的忍辱负重和运筹帷幄 -最终封印禁忌006的成功率肯定是极高的 -唯一不值得庆幸的是 -他妈自己现在也在这个计划里了 -如果这个封印禁忌006的计划 -猎鬼局一定会有伤亡 -那么最先死的两个 -一定就是自己和陈海川 -邓海越想越觉得头疼 -不知自己灰暗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直到门内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陈海川这才深深吸了口气 -稳定住自己的心神 -低着头敲开了店铺的门 -战战兢兢兢说道 -老板 -新城禁忌 -来了 -他低垂的目光 -看到店铺地板砖的缝隙中 -一抹血流 -顺着流向自己脚尖的位置 -散发着新鲜的血腥味 -高座紫色宝箱之上的江炎 -吐出了一条幽蓝色的烟笼 -淡淡说道 -来得凑巧 -我刚解决了一桩麻烦 -我们出发吧 -第168章 -天降大理 -秒入80万 -陈海川额肩冷汗 -层层直冒 -可不是凑巧吗 -我俩趴在外面 -一直听到现在才赶进来的 -王家那边已经快急死了 -被星成禁忌追得一直后退 -江炎带着自己的诡异 -和陈海川 -邓海 -一起上了一辆顶声会的大巴车 -向王家等人布防的第三道防线 -急迟而去 -猎神 -再退的话 -就要进入南斗市区范围了 -王家身旁 -一个猎人面色 -焦急说道 -我们利用第三防线的陷阱 -和星成禁忌对抗吧 -再退的话 -星成禁忌可能要开始大规模 -屠杀南斗的幸存者了 -而且 -我们也会彻底失去防线的帮助 -在猎鬼局的对抗禁忌经验中 -陷阱和防线的配合 -是非常重要的 -对抗禁忌从来不是硬碰硬 -是要讲究战术的 -但现在他们 -如果将三条防线全部放弃 -接下来的局面 -就会彻底陷入被动了 -王家深深吸了口气 -摇头说道 -不行 -再等等 -那猎人十分不解 -问道 -猎神 -我们真的要把希望 -全部寄托在禁忌006的身上吗 -他如果不遵守承诺 -我们岂不是全都给他的轻慢陪葬了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任禁忌006 -而不信任我们自己 -王家叹气说道 -因为我们实际上没得选 -稍安勿躁 -老陈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王家眼前 -再一次闪过了之前禁忌006和他们 -做交易时候的语气 -那语气 -轻松而淡然 -听起来压根没有将星成禁忌放在心上 -他有一种直觉 -禁忌006不会食言的 -就在百余名猎人 -怀揣着沉重的心情 -退出第三方线的时候 -一辆大巴车 -风驰电掣着停在了众人后面 -刺耳的刹车声 -轮胎在地上拉出了四道黑色的车折印 -砰 -车门打开 -陈海川和邓海仙从上面跳了下来 -老板 -就是这里 -陈海川对大巴车内深深鞠躬 -嗯 -一个弹幕的声音从大巴车内传出 -一个浑身黑气笼罩 -带着一顶怪帽子的男人 -缓步从大巴车上走了下来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看不清面容 -只能看到 -口中叼着一个旧烟斗 -散发着悠悠的蓝色烟气 -下车的瞬间 -江炎的目光 -看向城市边缘的方向 -那里 -有一大团阴气 -正在向南多的方向逼近 -江炎微微皱起眉头 -知道这恐怕就是猎鬼局所说的 -统于了四百多头诡异的星辰禁忌了 -亮便的确能引起质变 -这么多头诡异聚合在一起 -散发出的阴气 -即便是江炎都感觉十分心惊 -背后 -一双泛着青白颜色的小手 -轻轻握住了江炎的衣角 -陈灵儿带着蛛丝木带 -一步一驱跟在江炎背后 -戴着牛仔帽和墨镜的安小新 -站在江炎另一边 -手中火气铃微微抬起 -被遮住的眼中满是戒备和紧张 -江炎随手拉住了安小新 -迎着阴气奔涌来的方向 -抬不走了过去 -一往无前 -毫无畏惧 -周围猎人看到禁忌006竟然真的出现了 -顿时静若寒蝉 -悄然向远处退走了 -他们自以为 -自己从始至中都藏在阴影角落之中 -应该没有被禁忌006发现存在 -但敏捷高达三百的江炎 -却是一眼便看到了这些猎人 -只是懒得理会他们罢了 -这些猎人按照预定的计划 -散开之后 -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 -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碗 -将来袭的星城禁忌一行 -牢牢都在了里面 -此举不求为困 -只为了将有可能散落逃跑的 -诡异诛杀 -不让他们扰乱难兜的情况 -很快 -正面战场上 -就只剩下了之前在第三医院秘境中 -曾经和禁忌006 -有所接触的几个猎人王家 -看着禁忌006朝自己走来 -连忙让开了制高点 -他们所在处 -是一个大楼废墟的顶部 -这废墟堆叠起来 -足有十余米高 -被波虽然艰难 -也能爬上来 -前面却是如同悬崖一样 -很难攀爬 -借助这个高度 -江岩也终于有了清晰的视野 -看清楚了奔袭而来的东西 -那的确是一大群诡异 -数量看起来比预想的还要更多 -诡异行进的速度并不快 -显然是在故意保持着对形 -在这一大群诡异的中间 -簇拥着一个格外惹眼的诡异 -那诡异高度足有十五米 -在一众诡异之中 -也显得鹤丽鸡群 -四头八臂 -每一头的面容都不尽相同 -有丑男 -有美女 -有老翁 -有孩童 -八臂之上 -竟然各自提着一把乐器 -有二胡 -有玉霄 -有竹笛 -有古琴 -江岩的目光 -上上下下打量这货的造型 -越看越是意外 -不出意外的话 -这就是星成禁忌 -这货打扮也推浮夸了一点 -难不成是诡异中的艺术家 -心中自语之间 -江岩瞥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顿时乐开了花 -他的面板上 -跳出来一大片铭币入账 -数字进阶陌生 -这么多入账 -江岩想要计算都感觉眼花 -只能看着自己的铭币总额进行估算 -大约八十万铭币一秒 -卧槽 -江岩看清自己铭币数字跳动的幅度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他之前就猜到 -只要大量的诡异聚集在一起 -那么自己印钞的速度 -还能进一步爆炸 -但能快到这种程度 -还是令江岩心中不由惊讶 -一秒八十万 -一分钟就是四千八百万 -一个小时二十八亿八千万 -好家伙 -印钞效率爆炸了呀 -江岩低声自语说道 -什么通货膨胀 -我这个印钞机 -就是通货膨胀本身啊 -这一瞬间 -他打定主意 -面前这一大群诡异 -能不杀尽量别杀 -要知道 -聚集这样一大群诡异 -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真要让江岩一个一个去收拢 -会耗费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在难度里忙活半个月 -都未必能弄来这么多 -现在有新城禁忌 -帮自己收拢来 -秒入八十万的巨量诡异 -这样一笔大礼 -自己如果不收下 -可就太不当人了 -第169章 -禁忌006在养怪物 -江岩暗自惊叹之余 -也终于在自己玩家面板上 -每秒刷新近五百多条 -明币入账之中 -看到了最为特殊的那一条 -明币加六四五一二 -这意味着 -面前这一大群来自新城的诡异中 -有一头的生命值 -高达六万多 -好家伙 -即便是对一头禁忌而言 -这种生命值 -也多少有些恐怖了 -光这一头提供的明币收入 -就比江岩之前的每秒 -收入更高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头六万多生命值的诡异 -应该就是新城禁忌了江岩 -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眼中闪过了一抹凝重和肃然 -六万多生命值的禁忌 -不可小觑 -如若不然 -很容易阴沟里翻船 -就算自己不会死 -但如果身边的诡异 -被那新城禁忌打死一个 -对自己的威望而言 -也是巨大的影响 -当老板的 -当然要保证自己员工的安全 -他们才会更加卖力地给自己工作 -一旦人心散了 -队伍可就不好带了呀 -江岩想了想 -随手从自己的系统商城空间中 -买出来五万枚银制子弹 -一枚一百明币 -一共耗费五百万明币 -全部塞给了紫色宝箱 -吩咐道 -你就跟在安小星旁边 -给他当子弹侠 -今日因为阵仗比较大 -古玩街的店铺暂时关了门 -紫色宝箱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江岩早就准备让紫色宝箱 -给安小星打下手了 -现在的安小星 -拥有狂暴连击 -和六管燦金加特林 -攻速会非常恐怖 -随之而来的 -也是子弹的巨量消耗 -而一旦子弹耗尽 -导致安小星不得不停下来装弹 -无法继续射击 -就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 -所以 -最好有个手下给安小星打小弓 -源源不断为他提供装填好的弹药 -安小星才能无限输出 -紫色宝箱应了一声 -将五万枚子弹 -全部塞进了自己的箱子内 -只露出两条弹链在外面 -随时等待安小星的装填 -新城的近五百诡异 -此时越发靠近了 -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开始在周围空间之中激荡 -接连不断传入众人耳中 -他们也终于看清 -这些不断靠近的诡异 -嘴巴都在不停吸动着 -五百多头诡异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 -分外杂乱 -令人闻之欲偶 -头疼欲裂 -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 -那一声声交叠在一起的声音 -仿佛这世间最邪恶的耳语 -令所有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化不开的阴影 -比死前遮罩视野的黑暗 -都要更加深沉两分 -好难听啊 -他们在念叨什么 -安小星捂着耳朵 -满脸嫌弃之色 -也不能怪他 -这的确是一种精神污染 -即便是以江炎的耐性 -也十分受不了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群诡异的动向 -淡淡说道 -更像是 -在唱歌 -背近五百头诡异 -簇拥在中央的那头十五米高 -四头八臂的诡异 -手中的乐器在不断奏鸣 -只可惜 -声音称不上半分动听 -巨石令人听了 -就想把自己耳朵捅穿的杂乱音符 -实在很难想象 -明明能演奏出动听乐章的这些乐器 -竟然还能发出如此恶心的动静 -唱歌 -听到江炎这话 -周围的人 -奇奇一愣 -与此同时 -那四头八臂的诡异 -明显也注意到了前方的江炎等人 -他最前方的一个男人头颅上 -露出了一个阴森邪义的笑容 -咧嘴大吼道 -可送我 -或者死 -声音洪亮 -滚滚如雷鸣 -传遍四眼 -但依旧无法掩饰那声音的邪义 -江炎微微挑眉 -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禁忌的击杀规则 -对诡异也同样有效 -事实上 -江炎上辈子听说过的禁忌 -都是孤孤单单的 -因为他们会同样杀死 -触犯了击杀规则的其他诡异 -像眼前这个统一诡异的禁忌 -江炎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而眼下看来 -这头新城禁忌的击杀规则 -很可能就是歌声 -不唱歌的 -就会被这头禁忌杀死 -周围这些诡异 -之所以没有被新城禁忌杀死 -还簇拥着一路来到南都 -就是一路唱过来的 -江炎不禁啼笑皆非 -这一路上没有观众 -不然这一幕 -多少有些恐怖又滑稽了 -给他一枪 -试试水 -江炎对身旁的安小星说道 -安小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听到江炎的吩咐 -直接从背后摘下雷霆巴雷特 -瞄准那新城禁忌中间的男人头颅 -直接开了一枪 -哄 -宛若雷鸣的枪声 -在这一刻 -盖过了所有诡异的邪义歌声 -成了天地之间唯一的声音 -电光在枪口奔涌 -一枚银制子弹 -化作流光 -瞬间撕裂了空气的阻隔 -轰击在了新城禁忌的头颅之上 -啪嚓 -一声脆响 -那头硬声被打出了一个黑洞洞的伤口 -里面没有半分鲜血流出 -却有一缕缕的黑气往外溢散 -一个恐怖的伤害数字 -从新城禁忌身上冒了出来 -负45174 -伤害数字鸟鸟飘起 -在空中久久不散 -仿若要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 -将所有人的眼珠子都收进去 -一直躲在旁边的王家 -双腿一软 -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多 -多少 -四万五千多 -这他妈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 -他们和我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王家旁边 -陈海川和邓海同样双腿颤抖 -瞳孔俱阵 -陈哥 -你昨天跟我说 -他一枪能爆七千多的时候 -我就不信 -邓海缓缓掐住了陈海川的胳膊 -尼南说道 -这是七千多吗 -这是四万多呀 -还没暴击 -陈海川眼中满是呆滞之色 -仿佛已经被刚刚那一枪的枪声震笼了 -他是亲眼见过安小兴在地下实验室外面 -一枪打出七千多的伤害 -当时也的确暴击了 -可眼下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禁忌006身旁的东西在飞速成长 -陈海川脑中闪过了禁忌006 -发给自己奖金时候 -那十分豪爽的模样 -禁忌006显然不是偏爱自己 -而是对所有人都如此 -这 -禁忌006在亲手培养怪物吗 -再这样下去 -他身边的禁忌 -可就不只是两三个那么简单了 -第170章 -以后跟我 -看到安小兴这一枪的结果 -江炎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意外极了 -好家伙 -这就是手持十把十几武器的暴力狂吗 -真是太暴力了 -江炎连忙一把摁住了安小兴的枪口 -心有余计说得好了好了 -打一枪就可以了 -刚刚这一枪幸亏没暴击 -如果暴击了 -那东西就直接死了 -那可是每秒六万多名币的入障 -要是被安小兴一枪爆没了 -江炎可是要心疼好久的 -自己的女人不暴击的一枪 -都能打出如此变态的伤害 -不禁让江炎再一次感叹 -课金的效果恐怖如斯啊 -不暴击都一枪四万多 -以安小兴现在的暴击率 -不暴击是小概率事件 -也就是说 -他的正常发挥 -是一枪暴击八万多 -江炎仔细算了一下 -自己身上七层护盾 -每层护盾有自己生命值的150% -如果不计算属性压制 -安小兴打自己 -也就是两枪暴击的事情 -自己养出来暴力狂老婆 -自己看着都怕 -哎梦 -加特林是不是买多余了 -江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培养思路 -是不是出了什么偏差 -倒也算不上多余 -这些诡异 -我是不想杀 -如果要杀 -就需要安小兴的加特林了 -巴雷特毕竟攻击速度太过缓慢 -屠杀的效率极低 -隔着废墟的对面 -四头八臂的星辰禁忌 -被这一枪命中之后 -明显也呆住了 -他抬头 -看了看自己身上冒出来的伤害数字 -四张脸上满是疑惑之色 -这是 -两个伤害数字叠一起了吧 -不可能一枪打我四万多呀 -四万五千一百七十四 -肯定是一个四十五 -还有一个一百七十四 -这样才合理 -一枪造成两次伤害 -这种手段很常见 -伤害数字正好叠在一起 -虽然不常见 -但也合理 -星辰禁忌迅速找到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 -旋即寻找心理安慰一样 -瞥了一眼自己的面板生命值 -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八 -六万四千五百一十二 -嗯 -刚当那一枪 -打掉了我 -星辰禁忌的四双眼睛 -齐齐瞪圆 -一样的震惊无比 -一滴不多 -一滴不少 -正正好好的四万五千一百七十四点生命值 -这个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合理 -但就这么清晰摆在了自己面前 -要不是我学后 -刚刚那一枪 -直接就原地暴毙了 -男兜怎么会藏着这么恐怖的存在 -这是人还是 -星辰禁忌四张脸的面色 -齐齐阴阴沉了下来 -目光紧紧盯着那废墟之上的几个小小的身影 -身形不大 -但无形之中散发的气场 -却非常恐怖 -不是人 -绝对也是禁忌 -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么强的人类的 -对了 -自己能从秘境里跑出来 -落大一个南兜 -秘境里也跑出来的禁忌 -有什么值得稀奇的 -哼 -上面那个禁忌 -你叫什么名字 -星辰禁忌指着自己 -阴沉说道 -我叫陆天尊 -你可以叫我天尊 -王家躲在禁忌006身后 -孤冬吞了口唾沫 -他轻轻拉了一下陈海川的衣袖 -用极小的声音问道 -这个陆天尊 -刚刚是不是揭穿了禁忌006的人类伪装 -此言一出 -陈海川和邓海的浑身汗毛 -顿时根根倒数 -没错 -那陆天尊 -不光揭穿了禁忌006的人类伪装 -甚至还直接喊破了他的禁忌身份 -妈的 -我们不会被恼羞成怒的禁忌006 -顺手也全杀了吧 -陈海川感觉一股寒意 -顺着自己的脚心往上攀爬 -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隐秘身份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把所有听到的人全部杀光 -咕嘟 -邓海也重重咽了一口唾沫 -笑得比哭都难看 -打着哆嗦说道 -两位大哥 -不要吓唬我 -我 -我第一次出这种危险的任务 -还没有准备好 -太危险了 -真的是太危险了 -邓海第一次清晰体会到 -究竟什么叫半君如半虎 -和眼下的危险相比 -自己前两年在天使基金会 -忍辱负重的日子 -轻松地仿佛在度假 -江炎吐出一条幽蓝色的烟龙 -但江炎心里暗自吐槽 -这禁忌的名字也太离谱了 -叫陆天尊 -你看马直接叫自己玉皇大帝 -是不是更好听一些 -四头八臂的陆天尊 -听到江炎这话 -顿时一乐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江炎 -目光在江炎肩上的黑鸭 -和手套里的人面鬼珠停留了两圈 -心中暗自嗤笑 -诡异扑松都露出来了 -还搁那装 -看来实力很强 -但智商不高 -还有他后面那个小姑娘 -陆天尊看了看江炎背后 -伸着小手死死抓着江炎一角的陈灵 -面色越发凝重了两分 -那个小姑娘也很不简单 -陆天尊冷冷一笑 -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森然说道 -江炎 -我给你个面子 -你也给我一个面子 -你让我进入你的地盘 -找一件东西 -我保证 -不动除了那件东西之外的任何东西 -还可以帮你把难度剩余的诡异 -也都带走 -这笔交易 -我们双赢 -你看如何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呵呵笑道 -我看不太合适 -我提一个交易 -你和你的兄弟们 -以后都跟我 -待遇你自己提 -你看如何 -听到江炎如此直截了当的 -要收编自己和自己的手下 -陆天尊顿时一愣 -我 -以后跟你 -哈哈哈哈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们两个都是境界 -你让我屈居你之下 -做梦 -江炎淡淡说道 -我说了 -我是人类 -另外 -我又不是不给钱 -先从你开始 -江炎伸手 -只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头诡异 -淡漠的声音 -在废墟之上回荡以后跟我 -一个月工资给你一万 -第171章 -哪有你的 -都是我的 -看到江炎手指 -向自己 -那站在阵列最边缘的一头诡异 -明显一愣 -一个月 -工资一万 -我们这些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诡异 -被禁忌奴役 -能留一条命就不错了 -竟然还能有钱拿 -肯定是骗我的吧 -那诡异口中协议的歌声停止 -撇嘴说道 -空口白牙 -就想让我背叛伟大的陆天尊大人 -不可能 -江炎随手拿出来一张燃血的诡异合同 -说道 -签合同 -每月一万 -奖金另算 -那合同堆到了诡异脸上 -诡异双目看得瞪直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真给每个月一万 -这也 -太大方了吧 -朱刚烈突然从迷雾之中钻出来 -朱脸朝天 -十分巨傲 -狠狠说道 -说出来 -你们可能都不敢信 -我家老板 -三天发四次奖金 -一次奖金 -就顶咱们好几个月的工资 -当年老朱我败入老板门下 -可是磕了头发了事 -老板才给了我一次机会的 -你们 -纯纯就是命好 -若不是人多 -你们以为我家老板能看得上你们这些资质吗 -能排队入职 -可真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爱来不来 -朱刚烈双臂抱胸 -满脸冷笑之色 -根本看不起下面这些来自新城的诡异 -自己可不是普通的诡异 -而是有编制的诡异 -下面这些 -如果也成了老板的手下 -那自己也是前辈 -如果他们不开眼 -如此机缘都不知道抓住 -那恐怕也活不了太久 -朱刚烈更是看不起他们 -听到朱刚烈现身说法 -那诡异的青面獠牙之上满是挣扎 -看了看江炎手里的燃血河通 -又回头看了看四面八臂的陆天尊 -终究还是恐惧占了上风 -缓缓摇头说道 -不 -我对陆天尊大人的忠诚不可动摇 -休想用铭币贿赂我 -江炎呵呵笑道 -不可动摇吗 -他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只要你归顺我 -我就给你一万铭币 -这不算你的工资 -江炎随手甩出了一万铭币 -砸在了那诡异的脑袋上 -诡异 -你 -你凭什么用钱砸我 -你也太不尊重鬼了 -我绝对不会为了一万铭币就归顺你 -江炎笑呵呵又拿出了一万铭币 -砸在了那诡异脑袋上淡淡说道 -两万 -归顺我 -那诡异被砸的脑袋往下一坠 -险些直接摔在地上 -两 -两万 -归顺他 -这两万铭币 -就是我的了吗 -孤独 -这诡异重重吞了口唾沫 -不同的城市之间 -经济情况也有差别 -新城的人口比较少 -还被陆天尊洗礼过一遍 -所以跟在陆天尊旁边的这些新城诡异 -明显不是那么富有 -隐约比同时期的南斗 -诡异差了半个层次 -江炎拿出来的这两万块钱 -已经比这头诡异的全副身家更多了 -再一想到陆天尊奴役自己 -根本不给自己任何好处 -自己还必须时时刻刻唱歌 -才不会被杀死 -简直是活得又累又无助 -两相对比之下 -江炎给出的待遇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 -背叛陆天尊的话 -下场可能会非常凄惨 -比起前来 -还是命重要 -那诡异尖色地摇了摇头 -说道 -不 -不行 -别说两万 -你就是给我十万 -我也 -啪 -八万名币 -重重砸在了那诡异头上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给你十万 -如何 -那青面獠牙的诡异 -愣愣看着自己脚下散落的名币 -发出了由衷的惊叹 -啊 -这些都是真的吗 -十万名币 -都是我的 -我只需要归顺它 -就能拿到这十万名币了 -还没等青面獠牙的诡异回过神来 -就听废墟之上的江炎摇头 -轻轻叹息说道 -不妥 -十分的不妥 -十万也太多了 -你们有近五百个 -如果我给了你十万 -那其他诡异 -我也给十万吗 -其实也不是不行 -一个十万 -五百个也就五千万吧 -江炎现在站在废墟上 -五千万只需要一分零三秒 -就能印出来 -刚刚招降的这点功夫 -已经印得比这更多了 -但有 -并不意味着要给 -这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有价值的 -这些诡异的背叛 -值十万吗 -如果这么轻易挨个发十万 -那最早跟着自己的那几头诡异 -心里又怎么想 -人心散了 -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江炎摇头说道 -这样吧 -既然他不想要 -那你们周围的 -哪个先从地上捡到一万明币 -我就收哪个 -地上只有十万 -所以我只要十个 -开始 -江炎打了个响指 -声音很轻 -但却如同雷鸣一般 -想在了周围所有诡异的心头 -眼下这可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矮小诡异 -一把从青面獠牙诡异脚下 -捧起一大把明币 -双手数钱输出了花一样 -飞速点出了一万明币 -捧在手中就往江炎这里跑 -一边跑还一边大叫 -老板 -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有这个矮小诡异打样 -周围的其他诡异 -也都纷纷按捺不住 -乐狗扑石一样 -像地上还剩下的九万明币涌了过来 -那青面獠牙的诡异 -终于回过神来 -立刻弯腰开始捡钱 -大声尖叫道 -不准抢 -都不准抢 -这是老板给我的 -都是我的 -老板 -我是你的人了 -局面一片混乱 -江炎站在废墟之上 -拉过了紫色宝箱 -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淡淡说道 -给过你机会了 -你不中用了 -刚当那个机会 -作废了 -不过 -你如果能捡起一万 -我依旧收你 -加油吧 -鬼异队伍中间 -陆天尊再也忍不住 -大声咆哮道 -喂 -你知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当着我的面 -翘我墙脚是怎么回事 -面对歇斯底里的陆天尊 -江炎淡淡一笑 -哪儿咬你的墙脚 -明明都是我的墙脚 -江炎指了指陆天尊 -说道 -刚刚让你自己提待遇 -你不提 -那我给你一个数 -一个月十万 -以后跟我 -第172章 -你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听着江炎的话 -陆天尊险泄气地凸鞋 -妈了个八子 -这家伙也太气人了 -等一下 -他刚刚说什么 -一个月给我十万 -陆天尊宁眉 -看了看自己的冥币余额 -冥币 -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四 -这是他涂光了整个新城的人类 -获得的冥币 -禁忌杀鬼意没有钱拿 -不然还能更多一点 -陆天尊跑来南斗 -一方面是 -想要取得一件物品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屠戮更多的人类 -只有屠戮人类 -自己才能得到更多的冥币 -有了更多的冥币 -自己才能变得更强 -可眼下南斗有个江岩在坐镇 -陆天尊感觉自己 -可能占不到什么好处 -这南斗 -俨然已经成了江岩的朱卷 -里面的人类 -都是这投名为江岩的 -禁忌豢养的畜生 -不可能让自己轻易燃止 -如此一来 -自己想要赚取冥币 -就越发艰难了 -但是这个家伙 -竟然开口就是十万冥币的月薪 -那可是签了合同 -实打实的收入啊 -在诡异合同的约束之下 -不论这一个月 -自己干了些什么 -只要履行约定 -听从江岩的命令 -就能拿到这笔巨款 -屠陆人类 -也许偶尔能拿得更多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险越来越高 -能够找到的人类 -也越来越少 -两相对比 -捧起这个汉老饱兽的铁饭碗 -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啊 -陆天尊终于深切体会到 -刚刚那些诡异的心情了 -他重重吞了口唾沫 -装出不屑一顾之态 -冷冷哼堡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他们你给一万 -我 -你就给十万 -你的意思是 -我还不如他们十个值钱 -哼 -没诚意 江岩点了点头 -毫不意外 -声音平静说道 -嗯 -有些道理 -那给你二十万 -以后跟我 -陆天尊提着二胡的手抖了抖 -这货是个他娘狗大货啊 -一个月给我发二十万 -他还同时雇佣了那么多诡异 -他就不怕自己几个月之后 -发不出钱来 -被我们生死了吗 -陆天尊四张脸上 -面色连连变化 -心念电转之间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冷笑 -这小子绝对有诈 -就在刚刚 -陆天尊想通了很多事情 -刚刚那一枪的确恐怖 -但绝对不可持久 -如果江岩旁边那持枪的女人 -每一枪都能打四万多 -他又怎么可能和自己继续废话 -直接杀了自己 -不就一了百了这些诡异 -也全凭他摆布了 -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 -那女人很可能有某种冷却时间 -极长的狙杀类技能 -一枪输出爆表 -但后继乏力 -只要他不开第二枪 -就可以继续虚张声势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个江岩 -才在试图用钱收买我的手下 -他在削弱我的力量 -因为他没有战胜我的把握 -逻辑成立 -一切都在我的四倍智商之下 -动若观火 -陆天尊的四张嘴角 -挂起了一抹讥讽的笑容 -江岩 -你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想要让我给你打工 -那你必须正面战胜我 -你和我 -单挑 -只要你能赢 -我就认你当老板 -但如果你输了 -怎么办 -江岩想了想 -点头说道 -可以 -我们单挑 -实现为十分钟 -如果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万名币 -如果你输了 -你签下这份雇佣合同 -月薪二十万 -江岩拿出一个诡异的合同 -上面是赌斗条款 -而后将一面保护战旗 -插在了自己和陆天尊之间 -就在刚刚谈判的这片刻时间里 -江岩已经注意到 -陆天尊在自己面板上的冥币收入 -竟然已经从刚刚的一万九千多 -上涨到了四万多 -眼瞅着就快回满血了 -这意味着 -陆天尊的生命恢复能力非常变态 -只要无法将之秒杀 -就很容易陷入漫长的拉锯战中 -这种对手 -的确不是轻易就能战胜的 -江岩通过陈琳儿做横向推断 -感觉陆天尊的属性 -应该超过了自己至少百分之二十 -甚至还会更多 -反过来被陆天尊属性压制的江岩 -还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赢 -不过有刚继绝傍身的他 -感觉自己肯定是输不了 -万一这陆天尊手段惊人 -真的有什么办法能战胜自己 -那也无妨 -区区一百万 -输了也就输了 -让安小兴连开两枪 -送这陆天尊上路就行了 -虽然少了他的六万明币的每秒收入 -不过有这近五百诡异 -也该制足了 -做印钞机 -不能太贪心 -看着合同上的一百万 -陆天尊四张脸上 -眼皮齐齐狂跳 -这个叫江岩的禁忌 -也太有钱了吧 -到底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富有 -深深吸了口气 -陆天尊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诡异的合同画作两道红光 -分别没入了江岩和陆天尊身上 -江岩吐出一道幽蓝色的烟笼 -缓缓站起身来 -向废墟之下纵身一跃 -废墟之上的东西 -齐齐屏住了呼吸 -王家 -陈海川和邓海 -不知觉间紧紧拉住了手 -彼此都能感受到 -对方手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冷汗 -要出手了吗 -终于 -要见识到恐怖的禁忌006 -全力战斗的场面了吗 -好消息是 -自己并没有站在禁忌006的对面 -坏消息是 -未来很可能在 -王家深吸口气 -用极低的声音嘱咐道 -仔细观察 -这很可能是我们在动手封印禁忌006之前 -唯一一次看他全力出手的机会 -一定要尽可能明确他的技能 -属性 -武器 -战斗方式等关键信息 -每多收集一条信息 -就可能让我们 -在未来针对禁忌006的封印战斗中 -少死很多战友 -邓海重重点了一下头 -额尖满是冷汗 -他是新人 -对这些流程并不熟悉 -但依旧能清晰体会到 -眼下这个机会有多么宝贵和重要 -迷雾之中 -几头诡异也起起来了精神 -跟了老板这么长时间 -还从未见老板亲自出手过 -老板 -加油啊老板 -朱刚裂在废墟之上 -挥舞起两个肥瘦的猪蹄 -脸上满是振奋之色 -迷雾中 -魔狼低声嘟囔道 -这个叫陆天尊的 -也许真的很强 -但我有预感 -他会在老板手下 -败得很惨 -第173章 -你的时间不多了 -所处的这座废墟很高 -但在敏捷高达301点的江炎面前 -和一个小台阶也没有什么区别 -他如同一枚叶片 -飘然落地 -口鼻之中幽蓝色的烟雾异散 -令他笼罩在怪帽子下的半张脸 -越发混沌 -开始吧 -江炎淡漠说道 -陆天尊警惕地看了看江炎肩上的黑鸭 -和手套中的人面鬼珠 -说道 -你的诡异不能帮忙 -不然我们打团战 -江炎呵呵一笑 -汗手说道 -放心 -就你和我 -除了陆天尊 -其他诡异是万万承受不住自己刚弃绝反击的 -这些可都是印刷材料 -正面临重大通货膨胀的江炎 -一个都舍不得 -我让你先出手 -江炎副手而立 -悠闲吸了一口就咽懂 -仿佛根本不是在和同等级的对手过招 -而是在逛街 -陆天尊看着江炎那悠闲的模样 -越发愤恨 -低吼道 -好好好 -我可不会留手 -你别直接死了 -他紫黑色的粗壮大手 -猛然俯上了自己的古琴 -几个难听刺耳的音符 -骤然从古琴之上铭想 -死 -废墟之上的人和诡异 -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打心底里泛起了恶心和悚然来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世间所有不邪的声音 -全部汇聚在了陆天尊手中的乐器之上 -江炎感觉一股邪意的无形力量 -骤然向自己奔涌而来 -似乎想要对自己的意识发动攻击 -他感觉头脑微微一晕 -旋即这种异状 -消散无踪 -江炎玩家面板上出现了几条状态提示 -受到精神控制 -判定失败 -受到精神污染 -判定失败 -受到威慑 -判定失败 -实行光环 -智力 -三十 -与此同时 -江炎体表腾起了一层蓝紫色的护盾光芒 -护盾光芒亮起的同时 -连续三个免疫跳了出来 -江炎微微一眯眼 -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陆天尊一出手 -竟然就是精神控制和精神污染的手段 -而非直接攻击 -而江炎能全部免疫 -凭借的也不是属性免压 -而是五星神雷刚气诀 -似乎护盾破掉之前 -精神控制类的异常效果 -都无法在江炎身上生效 -在第三医院秘境中的时候 -江炎的星红阵暴 -也同样被轻虚老道免疫过 -星红阵暴 -本质上是一个嘲讽技能 -令对方被隐秘黑压套装削减的理智骤然翻倍 -在歇斯底里之间 -激起目标内心的恐惧和杀意 -令其不可避免地对江炎发动攻击 -江炎微微挑眉 -眼底闪过一抹饶有兴趣之色 -看来 -五星神雷刚气诀 -还有一些没有被写在技能描述里的隐藏属性 -也不知道能免疫的负面状态种类有多少 -倘若没有这个技能傍身 -江炎真的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被露天尊的技能影响心智 -毕竟这种技能一般都是根据双方智力属性差值判定的 -江炎现在智力301 -算是超级大变态 -等先根本不会被诡异影响心智 -但眼前这个露天尊的生命值高达六万多 -鬼知道他的智力属性究竟有多少 -如果没有五星神雷刚气诀 -护身 -江炎搞不好会直接翻车 -露天尊低头 -看着江炎身上飘起的三个免疫 -四双眼睛齐齐更圆 -四张迥然相依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自己无往而不利的精神攻击手段 -竟然完全失效了 -哪怕只是起到弱效果 -露天尊都能接受 -强者对决 -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契机 -就能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方反转 -但是这个叫江炎的难度禁忌 -直接将自己的精神控制全部免疫了 -这超出了露天尊的理解范围 -怎么可能 -露天尊惊悚的声音在废墟前滚滚激荡 -四个不同的声线几乎重叠为一 -同样蕴含着令人闻之欲偶的不邪之感 -江炎吐出了一个不屑的幽蓝色烟圈 -淡淡说道 -就这 -也未免太弱了一些 -我给你十分钟 -只要你能破防 -就算你赢 -如何 -江炎身上有七层五星神雷钢气诀 -护盾 -每一层提供150%生命值的护盾总量 -一共产生的护盾是江炎自身生命值的诗 -五倍 -所以击破了他的护盾 -几乎就等于打死他了 -江炎找了一块混凝土墩子 -斜靠着坐在了上面 -意态十分悠闲 -仿佛坐在自己的店里 -屁股底下是紫色宝箱 -与此同时 江炎将对面的陆天尊标记为了敌对单位 瞬间 陆天尊身上开始有伤害数字飘了起来 -2185 -1050 第一个是瘟疫光环 第二个是乌注光环 刚刚已经有五头陆天尊的诡异 从地上数够了一万名币 黄奔着逃入了废墟之上 站在了江炎的队伍里 陆天尊和江炎在下面决斗 一时间也没有理会这些临时叛逃的家伙 但江炎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直接将这五个也划归了自己的友方单位范畴 各种光环笼罩过去 -1050 乌注光环提供的伤害 也水涨船高 两个光环加起来 江炎坐着抽烟 一秒钟能削减陆天尊3235点生命值 根据江炎这段时间的观察 陆天尊的每秒恢复生命值大约在1000点左右 这同样是个非常变态的数值 江炎怀疑他的天赋或者技能肯定有相关机制 能在某些条件之下快速回血 这样的一头来自新城的晋级陆天尊 属性恐怖 手下众多 招数诡异 还有变态至极的回血能力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对抗的 别说这里就一百多个猎人 就算是有两百个 三百个 恐怕也对抗不了这样的陆天尊 就连封印的机会都几乎没有 只能逃走或者被涂光 上辈子这陆天尊被王家杀死在新城秘境里 可真是大好事一桩啊 江炎心中暗自摇头 叹道 也不知道王家到底怎么想的 这辈子非要跑南都来凑热闹 有我在 南都南都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吗 江炎吐出一条悠闲的幽蓝色烟龙 看着愣症发呆 物资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天尊 淡淡说道 还不快出手 你的时间 不多了 第174章 请君听我歌一曲 陆天尊的回血能力的确不俗 但面对江炎的瘟疫光环和乌注光环 依旧每秒钟要掉两千多点生命值 他一共有六万五 开战之前已经依靠几瓶圣水恢复完满 可纵然如此 陆天尊也只能在江炎面前存活三十多秒 只要这三十多秒内 陆天尊破不掉江炎的七层护盾 就会生命值清零 输掉这场躲动 听到江炎这话 陆天尊猛然回过神来 看着自己的面板状态震惊失声 这是什么东西 在他的面板上清清楚楚写着 你受到瘟疫光环的伤害 -2185 你受到污注光环的伤害 -1050 陆天尊四个脑袋上 冷汗顿时暴涌而下 两个光环 他看着邪靠在混凝土墩子上 悠闲抽烟的江炎 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和恐惧之中 这个叫江炎的禁忌 根本没有出手对抗自己的意图 他只是在依靠两个光环 一点点消磨我的血量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配你出手吗 陆天尊的声音中满是惊怒 -禁于自己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 -怒于这个江炎 也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 江炎在一片幽蓝色的烟雾中 正眼都没有看陆天尊 只是呵呵淡笑道 -你觉得自己配吗 -打破我的护盾 证明一下自己 陆天尊深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好 -请君听我歌一曲 陆天尊八指手中 -各种乐器相继开始演奏 -鼓琴 -琵琶 -唢呐 -玉霄 -四个弦乐 -四个管乐 -齐齐发出不邪的音符 -如同魔音贯耳 -不断冲击着周围所有存在的精神意志 -一百多个猎人 -藏匿远处阴影之中 -受到的波及很小 -但也立刻有人 -挖得一口吐了出来 -头疼欲裂 -跌在地上痛苦扭曲 -挣扎路天尊身旁的诡异 -并未受到影响 -看样子是被他标记为了友方单位 -不吃他的范围技能 -而江炎背后废墟之上 -人和诡异 -却都受到了这不邪乐章的影响 -安小心和陈琳儿属性比较高 -也不是主要的攻击目标 -还算反应比较小 -陈海川和邓海两个人类 -直接双目一番 -就晕死了过去 -旁边的王家眼疾手快 -立刻一把将两人搂在了怀里 -以手中散发灰光的风鬼陶木剑 -抵挡在前面 -免力挡住了两分不邪乐章的侵袭 -至于江炎的那几个诡异 -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不过不似人类一般反应强烈 -江炎皱起眉头 -就烟斗顿在了嘴边 -低声骂道 -卧槽 -真难听啊 -别人卖要钱 -你他妈卖要命啊 -陆天尊奋力吹奏不邪乐章的四张脸上 -扶起一抹如出一折的森然冷笑 -他腹腔之中 -猛然响起了一个尘厚如雷鼓的声音 -十分沉闷 -仿佛一个人憋在被子里说话 -语调也因此变得朦朦不清 -根本听不清他在唱什么 -但作为一种精神污染 -唱什么并不重要 -那声调邪义而扭曲 -仿佛直入人心的恶魔 -瞬间要将人的心智彻底吞噬一空 -配合上那不邪的乐章 -直接组成了一个癫狂的邪义歌曲 -根本不是人类能够聆听和欣赏的东西 -就连诡异也完全欣赏不了 -江炎肩膀上的黑鸭卧槽了一大声 -震翅飞上了高空 -钻进了一朵云里 -不愿意听这么恶心的东西 -他灰白色的蛛丝手套里 -人面鬼珠的万千小蜘蛛 -直接轰然散开 -在江炎衣服里疯狂攀爬 -逃窜 -似乎想要找到一个出口 -逃离这个恶心的乐章 -一些小蜘蛛 -直接从江炎衣领里喷涌而出 -顺着废墟往上不断逃窜 -手持风鬼陶木剑的王家 -刚刚勉力站起来 -一眼就看到了这一幕 -心脏几乎彻底听跳 -本来就在陆天尊不邪乐章下 -十分混乱的思绪 -看到江炎衣领里喷涌出来的人面鬼珠 -更是感觉头皮发麻 -双腿几乎彻底酥软 -再也抵抗不住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可即便如此 -王家也哆哆嗦嗦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在上面写下了歪歪扭扭的文字 -禁忌006 -被形成禁忌露天尊的不邪乐章 -扰乱了自己的形态 -组成他每一寸肉身的无数人面鬼珠 -有一些失控了 -顺着他的衣领逃了出来 -王家在不邪乐章的影响下 -心态消沉至极 -感觉自己快死了 -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 -绝对不能和自己一起消亡 -写在纸上 -还有希望 -王家狠狠一咬舌尖 -榨取自己最后一点力量 -集中在持笔的手指上 -奋力书写道 -禁忌006的弱点 -疑似惧怕精神攻击 -哦 -王家终于也是忍不住 -张口吐了出来 -太难听了 -实在是太难听了 -废墟之下 -江炎满脸嫌弃之色 -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的决定 -虽然是一头每秒钟 -能提供六万多明币的强大禁忌 -也是自己迄今为止 -见过的最优秀的印刷材料 -但 -他也太卖泰了吧 -要不还是让安晓星 -打死这陆天尊算了 -江炎在认真思考这个决定 -就在这时候 -他踢表的蓝紫色护盾 -开始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密集的伤害数字 -骤然从护盾之上腾了起来 -4 -护盾吸收 -5 -护盾吸收 -2 -护盾吸收 -这一瞬间 -江炎护盾上腾起的伤害数字 -密集到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层层叠叠叠堆积在一起 -几乎难以辨别 -以至于每一次的伤害都不多 -但总体竟然打掉了江炎第一层护盾的三分之一 -卧槽 -江炎顿时瞪圆了自己的双眼 -这么做死的攻击模式 -这尼玛得激发出多少反击雷电来 -下一刻 -银紫色的狂雷 -开始随着密集的护盾液漪 -疯狂奔涌 -化作了一道雷铺 -绽放出的雷光 -连天上的太阳都无法蒸灰 -这一瞬间 -仿佛这道雷铺 -就是全天下唯一的光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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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计输的狂雷 -在短短一秒不到的时间中 -接连反击披露落在了陆天尊的身上 -第175章 -都成了你的同事 -雷铭与雷光 -在废墟之前交织成一个 -如同灭世一般的恐怖图景 -雷铭震耳欲聋 -雷光眩目欲盲 -这一瞬间 -废墟上下的所有人类和诡异 -琪琪将头埋了下去 -尽可能遮罩住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远处一个藏在阴影之中的猎人 -刚刚吐完 -面色苍白直起腰来 -目光抬起 -却猛然被刺目的影子色 -雷光刺痛了双目 -啊 -这属性不太好的猎人 -惨叫一声 -捂着双目 -又一次痛苦地蹲了下去 -目中泪流不止 -好 -好恐怖 -一旁的阴影中 -一个猎人团成一团 -瑟瑟发抖 -双目几乎失神 -两头禁忌的交手 -光是远远这样看着 -他们就已经承受不住了吗 -果然是只能想办法 -利用黄金封印 -而绝对无法杀死的恐怖禁忌啊 -一想到自己未来 -终究要尝试封印禁忌006 -窒息一般的压迫感 -就扑面而来 -难道 -前途灰暗 -命运多喘啊 -所有猎人的心头 -都仿佛压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难以喘息 -这些禁忌的存在 -当真不是人类能够抗衡的 -废墟之下 -雷光留下的残影 -在空中化作一道经久不散的光痕 -仿佛将这片空间 -劈出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恐怖的雷鸣在周围依旧回荡不休 -沉闷压抑 -泛着浓浓的绝望 -天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抹乌云 -随着狂风快速向这边蔓延而来 -仿若末日的阴影 -进一步向南斗 -逼近而来 -将炎缓缓吐出了一口幽蓝色的烟雾 -藏在怪帽子阴影下的双眼中 -满是惊叹之色 -眼前 -陆天尊原本紫黑色的魁梧身躯 -此时已经变成了焦叹一般的纯黑色泽 -还在不断冒烟 -他身上腾起的伤害数字 -堆叠在一起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几乎看不真切 -每一个伤害数字都是相同的 -23,685 -23,685 -23,685 一时间也数不清这一堆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伤害数字 而陆天尊的生命值 在如此恐怖而高频的雷电反击之下 也彻底跌落到了谷底 只在保护战旗的作用下 剩下了一点生命值 勉强掉住了这条命 若非这场赌斗江炎从始至中没想杀他 这陆天尊已然被五星神雷刚气爵 轰成了渣渣 你说了 江炎弹幕的声音 在死寂一片的废墟之下响起 一张诡异的合同 轻飘飘落在了陆天尊脚下的地面上 那赫然是一张月薪二十万的合同 这合同条款比陈莉儿的略微宽限了一些 但也全然比不上给魔狼他们的宽松 其约束力和主仆合同相比 也区别不大 陆天尊四张被雷劈的焦黑的脸上 满是呆滞之色 物质无法回神 刚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眼花了 还是这个游戏的系统卡了bug 那么多恐怖的伤害数字 都是从我身上冒出去的 孤独 陆天尊重重吞了口唾沫 四双眼睛 齐齐抬起 看向那依旧坐在混凝土墩子上的姜岩 他一直坐在那里 抽他的旧烟斗 从始至终 没有移动过 哪怕半寸 就连姿势都不曾变过 而自己 生命值 已经只剩下了一点 现在保护战旗的效果已经消失 只要姜岩的光环伤害再跳一下 自己就直接死了 陆天尊打了个哆嗦 感觉一股无法抵御的恐怖寒意 瞬间蔓延至自己全身 都是境界 声音依旧古井无波 但陆天尊却从旗下 听出了毫不掩饰的威胁之意 赌兜的结果已经明晰 如果自己不签这份合同 绝对会立刻被他杀死 陆天尊额间冒出了两滴冷汗 迅速被皮肤上的焦炭染黑 老板再上 受我一拜 小陆我之前有眼无珠 轻慢了老板 还请老板不要怪在 今后 小陆一定加倍努力 为老板认真工作 陆天尊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以最快的速度 在这合同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炎缓缓点头 对陆天尊的识相 还算满意 碰 江炎将一叠厚厚的诡异合同 丢在了陆天尊后面 那群诡异面前 我也不勉强你们 为我工作的 站到左边 不为我工作的 站到右边 江炎吐出一个烟圈 对后面站在废墟上的安小星说道 三秒之后 扫射右边 安小星重重一点头 端起沉重的 六管燦金加特林 银制子弹的弹链 挂在在加特林上 六个黑洞洞的枪口之中 散发着恐怖的杀意 仿佛是吞噬生命的死亡深渊 一众来自新城的诡异 你这较不勉强 我真是谢谢你 哄 近五百头来自新城的诡异 齐齐迈动脚步 无一例外站到了左边去 忠诚 不知道是哪个乖诀的诡异 十分谈媚地喊了一句 其余的诡异 也都乱糟糟 跟着开示表忠心 誓死追随老板 老板 你就是我的梦中情板 以后老板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会往西半寸 姜岩满意地点了点头 反身回到了废墟之上 抽了一口就咽豆 淡淡说道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大家的 每个诡异拿一张合同 与我签订之后 站在我身后 是 一群来自新城的诡异 争先恐后 手捧诡异的合同 排好了队 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姜岩面前 和他签订了雇佣合同 给他们的合同 就宽松多了 姜岩身后 陈海川和邓海 从昏迷之中相继醒来 刚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眼前 如此炸裂的一幕 两人齐齐一愣 呆滞万分 陈海川满脸茫然之色 轻轻拍了拍旁边 一直清醒着的王家 用极低的声音问道 猎神 这是 什么情况 王家维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 低声的难道 这些 好像都变成了你的 同事 第176章 禁忌006逛街 千轨日行 陈海川和邓海 听到王家这话 齐齐陷入了 更加深沉的呆滞之中 变成了我们的同事 全 全部吗 陈海川低声呢喃问道 王家十分尖色地点了点头 大脑已经陷入了一片死机之中 邓海重虫吞了口唾沫 梦一般说道 这和我们的计划 不一样 王家十分凄苦地笑了一下 笑容比哭都难看 他们的计划 是出一座黄金光果 雇佣了禁忌006 对抗星成禁忌 等禁忌006杀死 或者至少击退星成禁忌之后 他们在徐徐徒之 策划如何封印禁忌006 和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禁忌007 到了那个时候 猎鬼局 也许能集中更多的猎神来到南东 虽然这样会让其他区域的压力越发巨大 说不定还有其他城市 会像新城一样 因为被南东抽掉了猎神的支援 而直接陷入寂灭之中 但禁忌006给王家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根本就不像是能够成功封印的存在 也唯有集中更多的猎神 他们才有可能成功 就在王家和陈海川 已经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计划 并且眼下正在开展这个计划第一步的时候 意外这就出现了 收了他们一座黄金光果的禁忌006 根本没有和新城来的禁忌陆天尊 开展一场生死较量 反而把陆天尊和他带过来的 近500头诡异 全部收编了 这下子 光禁忌006身边 确定是禁忌的 就已经有三头了 那个提着恐怖加特林的 虽然还没验证 但估计也是一头禁忌 四头禁忌 封印 封印的屁啊 陈海川低声谜难道 要不 咱们还是 逃命去吧 王家和邓海齐齐沉默 江炎收拢了近500头各色诡异 每生效一张诡异的合同 就会递出一个迷雾之瓶 让自己的狗腿子 藏身在迷雾之中 15米高的陆天尊 则也和人面鬼珠一样 利用商城里的体型缩小要剂 缩到了两米的高度 又用迷雾之瓶遮掩了身形 这陆天尊是个拟人程度 极低的禁忌 和陈灵儿这种 能混迹在人群之中的禁忌 完全不同 他如果堂而皇之 出现在古玩街里 肯定会引发巨大的恐慌 走 我们回家去 江炎淡淡一挥手 带着一群 藏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向古玩街的方向 折返而去 他一手拉着安小星 身后跟着个 一步一驱的陈灵儿 看似只有三个人 但他这一动起来 却是迷雾翻涌 鬼影在其中 不断穿梭横行 虽然迷雾之中的情况是 完全隐秘的 普通人根本看不到 但却能感觉到 一股股猛烈的阴风 随着江炎的脚步 不断在他身后腾起 他锁过之处 就连光线都无端按了两分 走出两步 江炎忽然驻足 扭头宁眉问道 陈海川 邓海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被江炎直接点名 两人如同摸到了店门一般 瞬间弹身而起 两头冷汗 层次而落 对不起老板 我被您雄自音发的 伪案模样震惊了 陈海川一边猛拍马屁 一边一溜烟 跟到了江炎背后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踩在了江炎的脚印上 邓海打着哆嗦 跟在了陈海川背后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踩在了陈海川的脚印上 他们两个之前 完全不知道 禁忌006身边 到底跟着多少头 藏匿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陈海川依据自己 在地下实验室外围的经历 推测至少有一百多头 他当时只是退了一步 就被后面紧挨着的 一头诡异警告了 可现在 两人却是肯定 看着藏在了迷雾里的诡异 就多达四百八九十头了 恐怖 太恐怖了 禁忌006一出门 就直接是千诡夜行的阵仗 这就是禁忌吗 陈海川和邓海 跟在江炎身后 感觉周身阴风环绕 引起浓烈 越走越是绝望 江炎却是拉着安小心 一边和老婆六弯压马路 一边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下 视野不够用了怎么办 近五百头诡异 已经超出江炎平时 能够看到的极限了 就算让这些诡异排成队列 也很难一眼全部看清 总有一些诡异被遮挡 无法最大效率印钞 他的明超机天赋 必须要看到诡异 才能产生冥币收益 在之前 视野的问题 从不曾困扰过江炎 现在确令江炎有些头疼 除非像刚刚那样 江炎站在上面 俯瞰下方 才能将所有诡异 尽数收入视野之内 系统商城里 其实有好几个视野类的技能 但都是主动技能 深具SSS及明超机天赋的江炎 根本无法学习主动技能 这可如何是好 江炎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拉着老婆压马路的江炎 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索之中 丝毫没有发现 远处的一座高楼楼顶 正站着两个身影 一双空洞洞的目光 静静俯看着他 以及他身边的庞大队伍 为首的是一个枯朽 而苍老的身影 一件发白的破旧蓝色道袍 披挂在他的身上 破洞很多 被风一吹 骨荡不休 能清晰看到 下方露出的紫黑色 枯朽身体 皮包骨头一般 宛若骷髅 没有半分活人 该有的弹性和润泽 几缕留存不多的白发 也在空中飘荡 十分凄凉 一双空洞的眼眶之中 眼珠早已腐朽不在 但却依旧有目光 从中投射而出 落在了下方的江炎身上 而在这个苍老凄凉的身影背后 站着一个恭恭敬敬的女人 一头亚麻色长发 面色润泽 红唇如血 唇角还有几缕鲜血 似是没有擦干净 这个女人 一身染血的护士服 脚下穿着一双 大红色的高跟鞋 正低垂头颅 不敢乱看 凄凉的老道双手 交握在身前 枯朽的掌缝之中 有一抹幽蓝色的光芒 不断透出 就连日光都无法遮掩其半分 第177章 给我一根烟 男兜猎鬼局 宽阔的房间中 百余名猎人陈墨站 在陈海川背后 陈海川坐在椅子上 面前是一个 连接了猎鬼局内网的电脑 他用力搓了搓面颊 将眼中的绝望和恐惧掩饰好 低声说道 下面 我们开始更新 禁忌006的资料 请大家为我查缺补漏 陈海川 快速在禁忌006的内部档案上 更新了如下信息 禁忌编号 006 称号 鬼豪 姓名 姜岩 击杀规则 未知 疑似已经突破了击杀规则 外表 端坐于紫色宝箱之上的年轻男子 浑身笼罩诡异的黑烟 面容难以辨别 左手戴灰白色的蛛丝手套 右肩站立一只阴影独木黑鸭 外表人体由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组合而成 拟人程度 极高 注意 不可直视 直视禁忌006的双眼 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 不可揭穿禁忌006 喜欢伪装人类身份 请勿揭穿他的人类伪装 否则会引起禁忌006的致死攻击 诡异环似 禁忌006身旁有大量 禁忌006身旁跟随二至三头禁忌 无时无刻拱卫着他 禁忌007禁忌008 以及一头未经证实的女性禁忌 拥有大量冥币 禁忌006出手非常阔绰 目前没有观测到其财富极限 推测拥有冥币 一千万以上 喜欢做生意 尽量避免和禁忌006产生任何禁忌上的长期关系 如非必要避免贷款 会变得不幸 攻击欲望 若 目前观测到的主动击杀极少 反击欲望 极强 目前除了猎人陈宇柔 禁忌007禁忌008之外 没有观测到攻击禁忌006之后还能存活的 统欲 对其他诡异 禁忌呈现出极强的统欲能力 已经观测到利用冥币和系统商城物品诡异的合同 雇佣其他诡异禁忌的行为 攻击习惯 左手蛛丝手套 做出自体蜘蛛分裂攻击 喷吐猪网 右肩黑鸭 可做出诅咒魔法攻击 威力强大 可释放大范围无冷却精神攻击技能 单次伤害过2000 拥有极强的雷电法术 无冷却 单次攻击 伤害过20000 观测到一秒钟内 使用该法术连击超过1000次 拥有极强的护盾技能 尚未观测到破盾 尚未观测到全力出手 为证实猜测 右肩的黑鸭 疑似意志聚合的巨蟹 和人面鬼珠的肉体分裂对应 一群猎人站在陈海川电脑后面 看着他逐渐完善的禁忌006档案 一个个神色越发恐惧了起来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猎人 常年面对诡异和生死 平常是不会怕的 但面对一份如此恐怖的禁忌档案 谁都忍不住 哪怕是王家 也打心底里 犯起了深深的无力感 他们真的 能封印这种恐怖的存在吗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和身后的众人确定了没有什么遗漏 这才点击了上船 京城 猎鬼局总局 一栋高楼顶层 猎鬼局局长站在落地窗前 反复其他城市遭遇的劫难 并未在此处重演 但仔细一看 却会发现 繁华的万家灯火下 实则也是满目疮痍 只不过受疮的程度 远远不如其他城市罢了 甚至还能大范围通电 这位年于60岁的老局长 似乎有什么沉重的心事 站在落地窗前 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不言不语了 忽然 他的电脑发出了一声风鸣 老局长的眼神 微微动了一下 一个年轻的男秘书 快步走到了电脑旁边 打眼一看那屏幕 顿时惊呼出声 局长 南斗那边刚刚更新了 禁忌006的档案 那老局长彻底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丝毫不敢怠慢 快步做到了电脑之后 迅速阅读起来 从一开始 南斗那边 刚刚上传禁忌006档案的时候 位于京城的猎鬼局总局 就十分重视 这是诡异降临之后 出现的第一头禁忌 不论是研究还是实践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之所以将天剑猎神王家派去 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 对这头禁忌的封印任务 为后诡异时代 对抗禁忌这个尖色的课题 增添一些信心 但 随着时间推移 猎鬼局内网上 关于禁忌006的信息 越来越多 档案也越来越长 内容越发详实 证明南斗猎鬼局 对这头禁忌的了解 在不断深入 按理说 随着信息拼图的不断完善 对抗的信心会越来越充足 为之带来恐惧 而信息带来策略 足够的信息 意味着能够产生完备的策略 在百余名猎人的通力合作之下 就算是再强大的禁忌 理论上也有封印的可能 但这禁忌006 踏马好像是个异类 看着屏幕上这份详实的档案 猎鬼局的局长 陷入了长长久久的沉默之中 就连一旁的南秘书 也看得十分迷茫 不由用力擦了两下眼镜 感觉是自己眼花了 办公室中死一般的寂静 被电脑又响起的一声风鸣打破 局长和南秘书 眼睁睁看着又一份禁忌档案 被南都猎鬼局 上传到了猎鬼局的内网 禁忌编号 008 称号 不写乐章 姓名 陆天尊 击杀规则 杀死一切不唱歌的存在 外表 四头八臂 手中握持八种不同的乐器 皮肤紫黑 面目猙獰 拟人成多 第一 注意 攻击欲望极强 统欲能力极强 观测到独自统欲 高度疑似已被禁忌006完全收服 已观测到被禁忌006完全限制和保护的行为 那秘书瞪云了一双眼睛 颤声说道 这意思是 南都现在汇聚了006 007 008三头禁忌 而这三头禁忌 以禁忌006马首是瞻 这 这太离谱了吧 沉默许久之后 戒烟二十多年的老局长深沉说道 给我一根烟 第178章 我们安插的卧底可靠吗 办公室中点起了两支香烟 老局长在烟雾缭绕之中 一口抽掉了半支烟 仔细将南都三头禁忌的档案 全部看了一遍 很明显 不论是刚刚出现的禁忌008 还是已经在南都现身几日的禁忌007 身上的光芒 都被这头禁忌006完全掩盖了 以至于南都的猎人 只能不断挖掘禁忌006的信息 而对剩下两头 归顺禁忌006的禁忌 所知甚少 仔细看罢 老局长狠狠将燃尽的烟蒂 暗灭在了自己的茶杯里 又点起了一支 这才拨通了南都的电话 南都猎鬼局 接下来我们投票表决吧 陈海川面色凝重 低声说道 我们到底是一起逃跑 还是行显封印 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 逃跑的选项 已经被摆上了桌面 面对如此恐怖的烈士 逃跑并不可耻 反而可能是最为明智的决定 有大量的猎人 面对禁忌006如此恐怖的表现 心理防线激进崩溃 失去了战役 听到这个投票 他们眼中 终于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我要说明的是 投票是为了给大家一个 把握命运的机会 之前 局长已经给了我们指示 可以自行决定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但不论这次投票的结果如何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 都必须共同行动 共同承担 如果结果是逃跑 我将会和十名同伴留下 尝试组织幸存者 有序撤退 如果结果是封印 我会请求总局支援 调拨更多猎人和猎神 前往南都 何地封印禁忌006 我先投 逃跑 场间一片死寂 百余名猎人 彼此面面相去 虽然目睹了如此恐怖的 禁忌006之后 所有人都想逃跑 但 他们是猎鬼局的猎人 如果连他们都逃跑了 这个世界 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而南都 也将彻底在禁忌006的 恐怖统治之下 陷入最为灰暗的未来 所有人都举其不定之际 王家缓缓举其手 声音反而冷静时分 说道 封印 他和陈海川一样 只是表态 并未陈述理由 否则很容易演变成一场辩论大赛 这次投票的结果 是无数人的生死 如果决定留下来 封印禁忌006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将这条命压上去 道理所有人都懂 但面对如此恐怖的禁忌006 牺牲很可能是无味的 眼下早已经过了讲道理的时候 只需要表态 就足够了 很快 一个个猎人 相继举手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票数快速上涨 停留在了一个很尴尬的数字上 54比54 所有人的目光 邓海 感受到一双双目光 齐齐聚焦在自己身上 邓海顿绝压力山大 这不就等于 之前那108票都作废了 这个重大的决定 反而落在了我的肩头 我他妈是谁啊 局长吗 这么沉重的决定 对一个刚刚加入的新人而言 未免太大了吧 看着邓海便秘一样的神色 沉海穿宽味道 心里怎么想的 就怎么偷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邓海的决定 这家伙先从天使基金会里 叛逃到了禁忌006手下 又和自己勾勾搭搭 明显是那种心思十分活络的家伙 眼下这种局面 又怎么能指望邓海这种人选择赌命呢 陈海川已经在计划 自己应该挑选哪十个人一起断后了 就在这时候 他听到邓海尖色的声音 缓缓说道 封印 陈海川略感诧异 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邓海 邓海面色十分凝重 却没有更改自己投票的意思 弱大的房间中 陷入了一片沉默 55比54 结果已经产生了 南都猎鬼局不会离开南都 而是会向猎鬼局总部寻求支援 继续尝试封印禁忌006 没有人责怪邓海 所有猎人依次离去 按照之前的行动计划 再一次开始在南都之中 轻脚游荡的诡异 既然决定了不走 那么这些诡异 更是需要快速剿灭 不光能够从这些诡异身上 获得更多的收益 增强自身实力 还能进一步减少 之后封印禁忌006之时 可能出现的变数 陈海川做到了发呆的邓海身旁 递给他一支烟 低声说道 我还以为 邓海自嘲一笑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跑 陈海川点了点头 毕竟我投了逃跑 我还以为你和我想的一样 邓海摇了摇头 眼神重新坚定了起来 低声说道 他成长的速度太恐怖了 眼下他的强度 已经是我们难以招架的 一旦我们这次跑了 下一次再见到禁忌006 就不知道是什么光景了 陈海川汉手 没再多说什么 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有的担忧 禁忌006的确在成长 而且成长速度 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不过邓海能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投出这样的一票 还是让陈海川刮目相看 也许 这小子是个合格的猎人呢 丁00 电话铃响 是京城列鬼总局打来的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局长 我 请求支援 陈海川的声音十分愧疚 但依旧鼓足勇气 将自己的请求说了出来 难得的局势非常恶劣 但我们这段时间 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在禁忌006身边 埋设了两名卧底 并且初步取得了 这头禁忌的信任 只要我们拥有更强的力量 来布局 我相信 我们能够尝试 封印禁忌006 电话另一端 局长深深抽了一口烟 翻云土雾间说道 你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向我汇报一次 听陈海川将禁忌006 和新城禁忌之间的对质 交手 收编的整个过程 讲述了一次 电话另一端的局长 再次陷入了 长长久久的沉默之中 过了足足五分钟 局长才再次开口 说道 你刚刚说 安插了两个卧底 哪两个 可靠吗 第179章 这次一定能成功 听到局长这个问题 轮到陈海川 长久沉默了 我倒希望能换一个 不那么可靠的人啊 卧底 是我 陈海川抽了一口烟 电话另一端的局长愣住 默然许久 也抽了一口烟 叹息道 海川 辛苦你了 你 比我想象中 更加勇猛精进 陈海川擦了一把眼角的泪 我踏马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局长狠狠抽完一根烟 看着一个动态地图 一边喷出烟气 一边说道 好 既然你们内部投票 决定要留在南都 继续尝试封印禁忌006 那么 三日之内 周边会有三名猎神 相继抵达南都 和你们会合 同时 我会让斩龙猎神 携带猎鬼局新研制的杀器 从京城空运到南都 南都的所有人 都听从斩龙猎神的指挥 听到斩龙猎神 陈海川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又惊又喜 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真的吗 斩龙猎神 还有秘密武器 这 京城不会有问题吧 斩龙猎神 神州猎鬼局的十大猎神之手 完整参加了 诡异降临之前的 每一次禁忌封印行动 而且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位猎神 也一直都是坐镇 神州京城的存在 保证这重中之重的城市 不会在诡异的攻击之下沦陷 也正是因为京城的状态良好 而今的猎鬼局 才依旧具有相当的活力 能够在诡异横行的现在 奋力抵抗 为人类的未来 争取多一丝的光明 这一次 局长竟然愿意将斩龙猎神 都派来南东 令陈海川惊喜之余 还有两分由衷的惶恐 局长轻叹道 放心吧 京城的局势 已经基本稳定了下来 斩龙猎神短时间内离开京城 也无妨 只要能帮你们成功解决 禁忌006的困扰 承担一点风险 也都是值得的 毕竟 我们京城也不是 只有一个斩龙猎神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热泪盈眶 用力点头道 放心 局长 我们这次 一定会将禁忌006封印起来的 并不辜负您和猎神 古玩街旁边的一个废墟深处 江炎坐在高高的残垣断壁之上 看着下面一大片 藏身迷雾之中的诡异 思考了许久 自己古玩街的那小店铺 明显放不下 这近500头诡异了 甚至 就连古玩街里也放不下 尤其是不好管理 之前只有魔狼 朱刚猎几个的时候 江炎还能确保他们不乱来 可现在自己的狗腿子数量 急剧膨胀到这个程度 真的保不准 会不会有哪头诡异嫌的发慌 抓个人类尝尝先 真要闹出来 这种乱子 古玩街刚刚营造出来的良好生态 可就要陷入 十分尴尬的局面之中了 安置还在其次 毕竟都是些诡异 席地而卧也毫无问题 眼下这废墟就挺好 距离古玩街很近 调动起来也方便 和人类之间也有足够的隔离 更令江炎头疼的 是如何高效应钞 难道自己以后的办公地点 要从店铺里搬出来 坐在这废墟顶子上晒太阳 江炎越想越觉得不合适 自己在店铺里 关上门的时候 还能和安小心亲热亲热 这光天化日的 光应钞也未免太过枯燥 仔细撕损片刻 江炎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看向了下方迷雾之中的诡异 说道 那长了四个蝙蝠翅膀的 你过来一下 迷雾之中的一头诡异抬起头 黑曲曲的脸上 满是惊喜之色 快步跑到了江炎面前跪下 大声赞颂道 我伟大的老板 你有什么吩咐吗 他看向江炎的目光之中 有真心实意的尊崇 却也有无法掩饰的恐惧 江炎和露天尊那一战 这些诡异可全部在旁边看着 从始至终 自家这位老板 都坐在那混凝土墩子上 没有动过 更黄润全力出手 那雷扑一般的恐怖手段 对这位新老板言 就和打个喷嚏一样简单 其恐怖之处 已经超出了这些诡异 能够理解的极限 别看他貌似和善 甚至十分慷慨 但绝对不能得罪他 否则下场可能比得罪了 露天尊更加痛苦 江炎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头诡异 这诡异浑身黑毛 高约一米二 背后生着四个翅膀 如同蝙蝠的肉翅 口中獠牙尖锐 还有浓稠的咸水 从口中不断低落 十分丑恶 江炎问道 你会飞吗 那蝙蝠诡异连连点头 说道 会的 会的 我飞得又快又好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飞一圈我看看 蝙蝠诡异腾身而起 震动四肢肉翅 努力飞上了天空 在江炎头顶来回盘旋 江炎捏着下巴 打量了片刻 微微汗手 下来吧 这蝙蝠诡异的飞行能力 说实话也就一般 不过持续飞行 是个很罕见的能力 江炎身边 现在陈灵和燕媚 都有漂浮的能力 但和飞行有本质的区别 黑鸭虽然能飞 但它是江炎的左膀右臂 技能蓝十分要紧 不能胡乱挥霍 这个蝙蝠诡异 是江炎眼下 唯一能找到长时间飞行的手下 没的选择 蝙蝠诡异又一次跪在了江炎面前 诚惶诚恐看着江炎 等待他的发落 江炎想了想 说道 你现在有几个技能 能持续飞行多长时间 蝙蝠诡异如实打道 报告老板 我现在有两个技能 持续飞行十五分钟 绝无问题 一边说着 蝙蝠诡异对江炎开放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看着他的属性 江炎微微皱起了眉头 生命值只有一千出头 两个技能都很平庸 敏捷属性只有34 江炎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见到这么低的属性时 什么时候了 不过江炎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心态 摇头暗笑道 这就是眼下偏弱诡异的正常强度罢了 眼下才第一次降临 即便是诡异 属性能突破50的都是稀罕物 江炎反手从自己系统空间里 拿出十万名币 丢在了蝙蝠诡异面前 淡淡说道 真用你剩下的两个技能篮 这是费用 第180章 不得不大力培养了 看到从天而降的十万名币 那蝙蝠诡异顿时打了个哆嗦 惊得目瞪口呆 这十万 露天尊的一个月月薪也就二十万 这是你嘛 什么神仙老板 他小心翼翼道 老板 我已经是你的鬼了 您需要什么技能就直接说 我一定照办 这十万 我就算了吧 江炎瞥了这蝙蝠诡异一眼 淡淡说道 给你你就拿着 怎么 看不起我 蝙蝠诡异打了个哆嗦 尿都吓出来两滴 连忙将十万名币抱在怀中 磕头如捣算 不不不 绝不敢 谢谢老板赏我 兄弟们 你们快看 老板赏了我十万名币 蝙蝠诡异一边说 一边抱着厚厚的十万名币 满场跑着展示了一圈 一边跑还 一边疯狂拍江炎的马屁 江炎不禁有些无语 这蝙蝠诡异明显是个小心思 很多的诡异 放在身边会变成太剑量的凝尘 不过看到迷雾中近五百头 诡异投来的羡慕和期待目光 江炎淡淡一笑 感觉这样也不错 而今手下更多 自然也需要更精细的管理构架 蝙蝠诡异跑了一圈 又重新跪附在江炎脚下 前程说道 老板 这两个技能栏 你让我学什么 江炎随手从系统商城中 拿出了两个技能卷轴 技能 精神连接 等级一 将精神和一名友方单位共享 可以分享视野 声音 触感等精神信息 每秒消耗 三十法力值 共享距离 五米 五冷却 这是一个辅助类的技能 非常冷门 上辈子江炎从没见过 有哪个玩家兑换这种技能 可对眼下的江炎来说 这也许是个狗腿子神级 能够一举解决 自己视野不够用的难题 当然 共享过来的视野 到底能不能当做 自己的视野来印钞 这一点还有待考证 如果共享的视野没用 江炎就只能捏着鼻子 自己学习一个 类似鹰眼术的技能了 但这必须 先开一个全新的技能栏 对现在已经拥有了 八个技能的江炎来说 一枚技能栏扩展宝石 价值十个亿 算来算去 让这拥有飞行能力的 蝙蝠诡异 给自己共享视野 才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共享的视野没用 那江炎也没损失什么东西 这个精神连接技能的制约 在于每秒三十点 法力值的损耗 看似不多 但一秒三十 很快就空满了 所以江炎又买出了 另外一个技能 被动技能 凝神静气 等级一 提升五点每秒 法力值恢复 这两个技能 全部让蝙蝠诡异学习 然后提升到了五级之后 效果成了这样 技能 精神连接 等级五 将精神和两名 有方单位共享 可以分享视野 声音 触感等精神信息 每秒消耗 四十法力值 共享距离 二十五米 五冷却 被动技能 凝神静气 等级一 提升二十五点每秒 法力值恢复 江炎想了想 索性直接 各自掏出二十五万六千名币 让蝙蝠诡异 将这两个技能 直接点到了十几 前前后后 江炎已经随手 丢给了这个蝙蝠诡异 五十万名币的巨款 一旁藏匿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看到这一幕 齐齐瞪圆了双眼 此起彼伏的粗重呼吸声 在这片废墟之中 来回激荡 好家伙 这蝙蝠白捡五十万 真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 咱这新老板 出手也太过扩瘦了一些吧 之前这些诡异 还多少有些担心 这位老板一次性 收了这么多狗腿子 以后到底能不能发出工钱来 可看到眼前这一幕 此种担心 齐齐烟消云散 的粗重至极 虽然这两个技能 是老板要用的 对他而言用处不大 但也依旧是白捡了 两个十级技能 说到底 这两个技能是自己的呀 以公谋私 不外如是 赚大了 真的赚大了 十级之后 这两个技能的属性 又有变化 技能 精神连接 等即时 将精神和五名 有方单位共享 可以分享视野 声音 触感等精神信息 每秒消耗 五十法力值 共享距离 五十米 五冷却 同时分享百分之 实施术者的三项属性 给被分享者 被动技能 凝神静气 等即一 提升五十点 每秒法力值恢复 提升百分之七 法术伤害 到了十级之后 这两个技能的属性 果然又有了质变 江炎拿着旧烟斗的手 顿在了自己嘴边 您没看着 精神连接 多出的技能描述 分享百分之十的属性给我 卧槽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 江炎顿时坐直了身体 说道 立刻和我精神连接 蝙蝠诡异连连点头 直接把江炎 选定为自己 精神连接共享信息的单位 江炎脑中 顿时多出了 蝙蝠诡异的视野 声音和各种感知 他甚至没顾上去 看共享的视野 到底能不能提供 明币收入 先去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 精神连接生效之后 江炎的三项属性 分别从301 变成了力量304 敏捷304 智力302 这蝙蝠的力量和敏捷 都只有三十多点 智力更惨 相比一个实际技能 的确只能算是天头 当然 那是对普通玩家和诡异的 江炎这种超级大变态 经济衡量尺度 和那些普通玩家 截然不同 按照江炎现在 一点属性一个亿的话 这蝙蝠给他的回馈 已经达到了七个亿 而他在蝙蝠身上的投资 是50万 江炎眼中 那面目猙獰的蝙蝠 顿时眉青木秀了起来 这蝙蝠加一点属性 现在只需要100名币 就算10点属性 也只需要1000名币 完美克制 江炎点了点头 十分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说道 你飞起来 视野始终注视下方 这些迷雾中的诡异 那蝙蝠诡异不明觉厉 一言震翅 再次腾飞而起 盘旋在废墟上方 视野始终看向下面的诡异 有了高空视野共享 这500头诡异 终于全部呈现在了江炎眼前 虽然他是闭着双眼的 理应眼前一片漆黑 但他分明能看到 蝙蝠诡异分享而来的高空视野 江炎看了一眼 自己的玩家面板 心中顿时一松 近500条铭币入账 快速在自己面板上飘过 印钞的强度非常喜人 共享视野果然也有效 江炎又研究了一下 精神链接这个技能 发现自己一次 只能接受一个精神链接 无法让自己的诡异人手 一个十级链接 然后给自己分享大量的属性 这个意外的属性获取渠道 也就只能从这个 蝙蝠诡异身上想办法了 江炎轻轻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万铭币 递给了蝙蝠诡异 说道 你做得很不错 这是你的奖金 以后 你的任务就是占据之高点 为我观察这座营地的情况 你需要确保营地内的所有诡异 都尽可能被你的视野囊括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员工 虽然很想直接斥资千万 把这个蝙蝠诡异的属性点起来 但江炎的理智 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不合理的欲望 而经这么多信任的狗腿子 自己这个老板 必须呈现出基本的公平 倘若没有贡献 就直接给予大量的奖励 自己作为老板的威信定然下降 人心散了 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因此 江炎也就准备给予这头蝙蝠 诡异正常的待遇 只不过会提供给他 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以期他的成长速度能更快一些 那蝙蝠诡异受宠若惊 结果这一万名币 双眼放光 看向江炎的神色中 满是难以置信这么多 虽然刚刚从老板手里 拿到了五十多万的投资 点出了两个十几的技能 但归根结底 都是江炎需要的东西 这一万 却是不一样 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财富吗 谁家老板员工入职第一天 就先发一万奖金啊 这也太变态了吧 蝙蝠诡异 甚至生出了一种错觉 感觉这老板 是不是看上了自己的肉体 想要自己夜里陪他睡觉 谢谢老板 蝙蝠诡异捏着一万名币 不断对江炎磕头 激动的热泪盈眶 刚刚脱离了陆天尊的残人统治 就败入了这样体恤 下属的新老板麾下 真可谓是双喜临门 自己这辈子 估计是有了 老板 我以后 一定好好干 您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敢往西 蝙蝠诡异诅咒发誓 忠诚至极 江炎淡淡一笑 挥了挥手 让蝙蝠诡异 继续占据制高点 给自己提供高空视野 这蝙蝠虽然持续飞行 暂时只能持续15分钟 不过江炎 需要的只是高空视野 而不是持续飞行 只要这蝙蝠能够通过飞行 找到一个落脚的制高点 就能持续提供视野 解决江炎的大问题 眼下也就不到500的诡异 以后 如果江炎的印刷材料队伍 进一步扩大 视野的问题 也会随之越发显现 这只蝙蝠的培养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江炎这才将目光 落向了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那名为陆天尊的新城禁忌 自从被江炎恐怖的实力 设伏之后 体型缩小了的陆天尊 就一路藏在迷雾之中 乖乖跟着江炎 一副尽职尽责跟屁虫的模样 看到江炎目光落向自己 陆天尊连忙恭恭敬敬 跪在了地上 老板 有什么吩咐吗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先把你的属性面板给我看看 对这个陆天尊的属性 江炎很是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禁忌 才能拥有六万多的生命值 但是 看之前和自己过招的 伤害数字和结果 这陆天尊也不像是个 属性爆炸的禁忌 诡异 陆天尊 属性 力量 299 敏捷 312 智力 354 看到这个属性 江炎大为惊奇 这属性虽然很不错 也的确达到了禁忌的门槛 但也就比江炎高一点点 还比不上陈灵 这种属性 比较符合陆天尊的攻击 打在江炎身上时候 出现的个位数伤害数字 江炎的属性也就300出头 和陆天尊互相没有属性压制 但是 江炎的装备太好了 一身隐秘黑压 套装 本就是顶级套装 还都是十级 加的护甲值 法术抗性 伤害减免都非常可观 以至于就算属性不相伯仲的情况下 陆天尊的攻击 落在江炎身上 都只有个位数 问题是 他就299的力量属性 这6万多的恐怖生命值 到底是哪里来的 江炎继续往下看去 禁忌制约 唯有周围无人奏鸣的时候 才允许陆天尊奏鸣 制约在诡异单向属性 超过300时出现 并在该诡异单向属性 超过800时失效 这禁忌制约 和江炎的预判 几乎一模一样 没人唱歌 这陆天尊就能唱 但是如果有人唱 陆天尊就只能听着 特性 四手乐师 只能通过奏鸣的方式 发动攻击 所有奏鸣攻击 附加10%属性伤害 奏鸣类技能 冷却时间减40% 施法时间减40% 施法消耗减40% 看到这个特性 江炎顿时有些牙酸 好强的诡异特性啊 陆天尊现在全属性 一共965点 他通过奏鸣每 造成一次伤害 就会通过这个特性 附加96点伤害 怪不得这陆天尊的伤害 次数那么多 这个特性 就要走短平快的攻击模式 才能最大限度 发挥作用 一秒钟攻击一次 一次打1000 这个特性提供的伤害 就只有96 但如果一秒钟攻击1000次 一次打1 这个特性提供的伤害 就有9600 思路没错 只可惜被 五星神雷钢气诀 完美克制 现在江炎都忘不了 清虚老道教 自己的这个被动 真的太牛逼了 不枉自己 猛猛课到二十几 第182章 灾难般的音乐天赋 不过这个特性 和制约一搭配 反而让陆天尊的 输出环境 有些狗克 只要了解陆天尊的属性 哪怕是个八岁小孩 都能一边唱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一边从陆天尊眼皮子底下 活蹦乱跳地逃出生天 而陆天尊不唱歌 就不能攻击 别人唱歌他 就不能唱歌 一旦被人摸透了底细 还挺尴尬的 不过 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无解的 江炎暗自琢磨道 陆天尊只要有 队友帮衬一下 就能直接 将这个尴尬局面 瓦解掉 有人唱歌 就让队友打死 所有敢唱歌的都死了 陆天尊就能唱了 如此看来 陆天尊可能就是那种 不适合单独行动的禁忌 江炎继续往下看去 天赋 华章 通过奏鸣 施加精神影响时 增加双方智力 属性差值的 百分比成功率 天赋 统一 获取周围100米内 所有友方单位 10%血量上限 法力上限 生命恢复和法力恢复 天赋 乐吃 这里属性 每提升100 获取一个 全新的奏鸣技能 不受技能栏限制 通过乐吃获取的技能 无法被遗忘 看到这三个天赋 江炎眼中 骤然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竟然是三天赋的禁忌 人类注定 只能拥有一个天赋 但诡异不是 江炎的紫色宝箱 也是有两个天赋的 不过 也就见过紫色宝箱一个罢了 眼下这个陆天尊 不光是禁忌 竟然还有足足三个天赋 剪刀宝了呀 而且这个 统玉天赋 真的太牛逼了 百米内友方单位越多 陆天尊的血量 法力 和回篮回血 就会更强 对江炎而言 这个天赋增加的血量 简直是天赐一样的 优秀印刷材料 与之相比 华章虽然也是不错的天赋 不过就显得黯淡无光了许多 最后这个 乐痴 天赋 前期并不强 但后期强度简直爆炸 拥有这个天赋的陆天尊 不需要自己购买技能 不需要自己开技能栏 只要他的智力属性 到了相应的层次 自己就会获得 全新的技能和技能栏 省了一大笔钱 江炎眼中满是欣喜之色 继续往下看去 技能 高山流水 等级四 演奏情音 减缓周围20米 所有敌人 15%移动速度 每0 一秒造成自身智力值 50%伤害 每秒消耗 500点法力值 技能 知音难寻 等级五 每一个音符 都会对周围所有敌人 造成双方智力差至0 5%的伤害 被动技能 暗黑音符 等级五 每次演奏的第一个音符 对主要目标施加精神控制 精神污染和威慑 三种负面状态 被动技能 实行光环 等级三 减少周围15米 所有敌人30点智力值 看完这四个技能 江炎心底里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陆天尊 属性虽然很一般 也就堪堪达到了竞技的层次 但其他方面 可真是顶配竞技啊 三个天赋 四个技能 兼具了成长和战斗能力 而且这四个技能 明显都是乐吃天赋获取的 但搭配竟然出奇的合理 甚至还能和陆天尊的特性 遥相呼应 哪怕让江炎来亲自搭配 也未必能搭配出 更好的组合来了 而且这个陆天尊 和斩命灵童显然不一样 不是那种偏安易于的禁忌 而是会满大街溜达的那种 上辈子 他被王家杀死在星城的秘境之中 当真是一件大好事 如若不然 上辈子这陆天尊 还不知道要收割多少条人命 不过这辈子 一切都不一样了 你很不错 江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自己系统空间中 拿出了二十万名币 放在了陆天尊的面前 淡淡说道 这是给你的奖金 这一次 我们的队伍能得到如此壮大 你得鞠头功 以后 这些诡异 就都归你管 此言一出 下面藏匿在迷雾之中的所有诡异 琪琪打了个哆嗦 不知道哪个诡异悲鸣道 不要啊 他们刚刚排队 背叛了陆天尊 结果来到江炎手下 竟然还是陆天尊统御他们 这以后的日子 还怎么过啊 江炎淡淡笑了一声 说道 当然 不准欺负他们 这些现在 都是你的同事 另外 你给我练练唱歌 这个陆天尊的各种天赋 技能 看起来似乎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乐师 甚至一个人四手八臂 就能组成一个乐队 演奏非常多复杂的曲目 还会赋予 还能自弹自唱 但他的奏鸣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如果是敌人 江炎绝对会毫不留情 打死陆天尊 如果是自己人 江炎怀疑自己 也会忍不住打死 持续制造恶心噪音的陆天尊 陆天尊连连点头 说道 遵命 老板 请老板给我一些谱子 我这就开始练习 江炎让安晓星 把他不用的一个MP4给了陆天尊 里面有很多安晓星喜欢听的歌曲 陆天尊如获之宝 带着耳机去一边学歌去了 魔狼站在江炎背后 撇了撇嘴 说道 我怎么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就他那音乐天赋 乱来一气 说不定比我谱子更好听闲 江炎愣了一下 就听一旁蹲在角落里的陆天尊 胸膛之中传出了沉闷的歌声 菊花蚕 满地伤 你的笑容已泛黄 北风乱 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 撑 和曲子融合在一起 却是无比突兀 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协调的两个东西 被强行融合在了一起 哦 站在高处的蝙蝠 诡异忍不住吐了出来 飞流直下三千尺 朱刚烈瞪圆了一双猪眼 嚷嚷道 老狗 你这预言也推转了吧 这陆天尊的音乐天赋 真是没谁了 江炎见识不妙 直接搂着安晓星 陶夜似的飞奔回了古玩街 留下一大群 诡异在这里受苦受难 古玩街不远处的一片废墟之中 一个身着天使基金会战斗制服的小队 正在废墟之中 小心翼翼穿行 队长 蓝光石的信号 就是从前面传来的 第183章 给我直接打死 这废墟临近古玩街 此前也是属于南斗老城区的一处居民区 房屋也就七层 建筑结构简单 诡异一降临 便被肆虐的强大诡异 打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其内地形错综复杂 有些地方落差能到十米 虽然距离古玩街比较近 平日里也没什么人来 附近的人 要么脱避于古玩街 要么出去寻觅机缘 这里反而灯下黑了 天使基金的战斗小队 手持一个探测仪 从外面小心翼翼靠近此处 神色均是凝重 队长 旁边就是古玩街 之前豹哥他们 领了接下古玩街的任务 却没回去 据任务组那边说 豹哥的芯片已经没信号了 最后的信号 正是从古玩街中传出的 而且最后传回来的心率 快急了 他多半是看到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 然后死在了古玩街里 我们收回这枚蓝光石之后 要不要顺路去一趟古玩街 这个任务 奖励还挺多的 为首那个队长 是个刀疤脸中年汉子 短发根根直立 三角眼中闪过一抹胸光 冷冷笑到可以 自从诡异降临 豹子那畜生 多杀了几个人 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刚刚加入基金会才三天 就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 这个任务 可是个肥差 被他抢到 我本来挺不甘心的 现在好了 那手持仪器的队员 嘿嘿笑道 那豹哥之前就是个混混 手底下也都是一群 只知道好勇斗狠的家伙 之前就没什么本事 我看老大留着他 也就拿他当个工具人罢了 没多重视 收脚蓝光石这么重要的任务 老大不还是专门派给了我们 嘿嘿 队长狠得老大的器重啊 后面另一个队员 也跟着填道 就是 我们跟着队长好好干 以后好处少不了的 那队长轻轻哼了一声 与众心长道 这个世界 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一周过去了 官方根本没有展现出有效的组织 而且 根据内部消息 所有城市 现在都是一个样 我看 以后是基金会的天下了 这不 基金会已经开始着手收拢 难多的大小势力 大家都是兄弟 以后互相帮扶 在基金会里取得高位 才是正式 一个个队员连连点头 用力拍马屁 几乎将这个队长捧上天去 不过看他们那阴切劲 也不光是鳄鱼奉承 多少有两分真心实意 新的世界秩序 正在混乱之中重塑 风险与机遇 都是并存的 只要在基金会这艘 通向新时代的大船上 敢打敢拼 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想到之前 自己在神州社会中 庸碌无为的日子 这些人心中 便满是豪情壮志 之前也许固化了 可眼下 却是打江山的大好时机 手持仪器的队员 看着屏幕上的信号强度 压低声音说道 队长 那没蓝光时 距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转过前面那个转角 应该就到了 队长眯着眼睛 冷冷笑着点头道 都拿出武器来 待会儿 不管看到什么东西 都先给他们来一梭子 谁给老子优柔寡断 就别怪老子的队伍 下次没你的位置 废墟深处 一个地基坍塌形成的凹坑之中 穿着破烂道袍的枯朽道士 缓缓盘息 坐在了崎岖的地面上 仿佛那能够死人的地面 根本没有让他感觉到任何不适 他枯朽双掌 在双膝之上交叠 摆出五星朝元的姿势 掌中正捧着一枚 不断散发幽蓝色光芒的石头 枯朽道士空洞的双眼微微垂落 无形的目光似乎快速平静下来 凝望着手中的幽蓝色石头 身上的气息 一点点开始消失 仿佛他早就已经是一具尸体 无声无息 无悲无喜 一直一步一驱 跟在枯朽道士背后的 是个穿着大红色高跟鞋 洁白护士袍 沾染烟红血迹的女鬼艺 眼见着枯朽道士盘坐 护士也连忙在道士对面盘坐下去 双手从怀中捧出了一个布包 小心打开 里面竟然是几卷泛黄的古籍 哭朽老道这时候才沙哑说道 这一刻 诵读太上洞玄灵宝就苦妙经 那护士恭敬道 是 师父 他展开老道所说的经卷 鲜艳的红唇微起 念诵道 耳时就苦天尊便满是方剑 常以微神力 就拔诸重生 老道一言不发 似已经在经文之中入定 护士认真送念 一个字都没有错 随着经文念诵 老道掌中的幽蓝色石头 散发出的光芒 竟然开始微微波动 如水中连衣一般 一层接一层 一波跌一波 而不断波动的幽蓝色光芒 在经过老道身体的时候 就仿佛被吸进去了 化作一道道流光 直接消失不见 老道空洞洞的眼眶之中 也悄然凝聚起了一抹 隐晦的幽蓝色 色字暗淡 几乎无法辨别 却在随着时间 一点点壮大 天使基金会战斗小队 手持仪器 孽族在废墟之间穿行 绕过一个转角 眼前忽然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凹坑 这凹坑似乎是 地基他线形成的 下面十分阴暗 看不真切到底有什么 忽然有一阵诵读声 从下方的凹坑之中 飘飘传了出来 天上三十六 地下三十六 太玄无边际 庙哉大洞经 归命太上尊 能消一切罪 众人均是一愣 有人在下面念书 这世界都封成了这个样子 竟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莫不是之前 老家伙 我直接宣布你 就是今年难兜的状元 至于下面 到底在念什么东西 这些天使基金会 战斗小队的成员 全然没有听明白 只倒是和 岳阳楼记一样的课文罢了 给我上 直接打死 队长一挥手 脸上满是凝啸之色 敢拿基金会的蓝光石 真是贤命长了 第184章 真不是故意的 得到队长冲锋的命令 最前方的两个队员 直接掏出两枚震爆弹 丢进了下方凹坑之中 随着砰砰两声刺耳的嗡鸣 两道刺目的白光 也在下方接连炸开 白光消影的瞬间 那两个队员 直接纵身跳了下去 他们的身体素质 明显也得到了强化 数米的落差 丝毫不以为意 平平稳稳落在了地上 身形还未站稳 两人手中的枪械 就已经抬了起来 黑洞洞的枪口之中 骤然腾起了一道道火蛇 哒哒哒哒哒哒 一眉眉炽热的弹流 从枪口之中倾泻而出 落在了那燃血护士服的 窑窍背影之上 看到那窑窍背影的时候 两个队员心中 骑骑扼腕叹息 竟然是个女人 这样打死 可就没得完了 可惜 太可惜了 下一刻 一连串伤害数字 从那窑窍身影上飘了出来 -3 -5 -6 除了暴击 没有一个数字能上两位数 那两个队员骑骑一愣 这什么伤害 不对吧 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战斗 对自己能造成的伤害 非常清楚 一枪绝对不少于20点 可眼下 两梭子子弹打完 那窑窍的背影 不光没有倒下 反而缓缓站了起来 红色高跟鞋在地上 一寸寸向后转去 露出了一张诡异的脸 虽然已经变得风雨了许多 但这张脸上 依旧有明显的诡异特征 那低血的红唇 那枯黄的双眼 和唇中尖利的牙齿 一双鬼肘 缓缓张开 护士看着眼前 这两人的目光之中 充斥着不善 潘西尔做得枯朽老道 空洞的目光抬起 叹息道 交给你了 直到此时 那两个率先跳下来的队员 才后知后觉 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底下念书的 踏马竟然不是人 诡异现在也念书 不是 你们也要高考吗 一个队员大声尖叫道 队长 下面是两个诡异 另一个心思更加活络的队员 直接吼道 队长 我看到蓝光石了 在那个老鬼手里 队长 请求支援 自己两个人两把枪 恐怕打不过眼前这两个诡异 必须要让上面的队长知道 蓝光石就在下面 自己才能得到支援 这是活路 听到这声吼叫 老道士的眼中 闪过一抹冷燃之色 下一刻 一双鬼爪 骤然在阴暗的凹坑之中 划出了血腥的力芒 扑哧 扑哧扑哧扑哧 随着鬼爪接连扫过 这两个天使基金会的队员 还没换好下一个弹夹 就已经被护士变成了两具尸体 护士的身影 化作一道红白相间的残影 骤然跳了出去 坑边的还有七个人 刚刚换好针对诡异的银制子弹 正准备开枪对下面射击 猛然之间阴风扑面 双招燃血的护士 已经站在了他们面前 哎呀卧槽 一个队员被吓得面色惨白 下意识丢了手中的枪 一屁股软倒在地 动 大红色的高跟鞋 直接跺进了他的眉心之中 开枪 快开枪 队长怒声咆哮 手中的突击步枪快速架起 猛然扣动了扳机 废墟之中 枪声交织 红白色的残影 快速穿梭在人群之中 血量十分稳固 七人中杀了六人的时候 这护士的生命值 还有五分之四 唯一还存活下来的那个队长 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眼前这头诡异 未免太过恐怖了 这种强度 根本不是自己这支小队能够对抗的 至少需要二十人的队伍 才能与之一战队长头皮发麻 尖叫一声扭头就跑 可就在他刚刚转身的时候 脚步就顿时僵重 额尖冷汗直冒 眼中闪过一抹绝望之色 在他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枯朽的老道士 老道紫黑色的枯朽手掌之中 散发一抹幽蓝色的光芒 扫了一眼 队长就知道 那就是自己的来意 蓝光时 他不禁重重吞了口唾沫 嘴角泛起了一抹苦笑 还准备干一番大视野 没想到 直接阴沟里翻船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背后那护士 竟然没有对他下杀手 那枯朽老道士 空洞洞的双眼 上下打量着队长 沙哑问道 你认识这石头 他叫什么 哭求老道说着 手掌摊开 露出了那枚幽蓝石头的全貌 队长打了个哆嗦 声音底哭还难看 颤抖说道 别杀我 我什么都告诉你 求求你了 老道汗手 嗯 你说 我不杀你 队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哭着说道 这东西 叫蓝光石 是天使基金会的最高机密之一 非常罕见 它应该是那所中学地下研究室 被摧毁之后流传出来的 我这次来 施领了天使基金会的命令 要回收这枚蓝光石 我 我真不是故意打扰您的 老道沉思片刻 缓缓点头 说道 这蓝光石 有什么用 队长哭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战斗组的 这东西是研究组用的 据说 据说是有很广泛的用途 能对诡异造成很多的影响 具体的 我是真不知道 我 我可以帮您问问 您 放我回去 我人脉很广的 一个小时 啊不 半个小时 具体有什么用 老道眼见此人 炸不出来什么信息了 缓缓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你走吧 队长感恩戴德 心中生起一股难以置信 我 竟然真的活下来了 这诡异 真的放我走 心中惊疑 脚下半分不慢 撒鸭子往外跑去 可还没跑出三步 这队长就骤然停了下来 他低头 看向自己胸口 一个染血的鬼爪 从后面刺穿了他的胸膛 咳 队长咳出一口 带着肺脏碎片的浓血 缓缓扭头 眼中满是怨毒 说好了的 护士抽出自己的鬼爪 冷漠道 师父答应不杀你 我没有 看着队长的尸体倒闭在地 护士舔了两口鬼爪上的鲜血 扭头恭敬问道 师父 听他这话 想来那所谓的天使基金会里 肯定还有蓝光石 第185章 过来表表态 老道四世没听到护士的话 空洞洞的双眼 凝望着手中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石头 出神良久 若他没记错 龙虎山掌教真人手中 也有一颗这样的石头掌教真人 将此物看得极重 自己也只有一次在他卧室里 无意中看到过 此时想来 福祸相矣 为人自诏 伴上后 老道悠悠一叹 自语说道 所以不得真道者 唯有妄心 既有妄心 即经其神 既经其神 即住万物 既住万物 即生贪求 即生贪求 即是烦恼 这块石头的确有神妙之效 但何必贪求 莫要多生妄念了 只带我那便宜图抽出身来 我们同去龙虎山 护士看向了古玩街的方向 有些担忧 问道 师父 我们在这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师兄他 会不会察觉到我们了 老道士哭朽的嘴角 似是勾起了一抹淡然的笑容 那便再给他杀一次好了 这话轻飘飘的 似乎老道士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 也是 都死过两次了 再多死一次 也无妨 但护士长明显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听到这话 哭黄的双眼中 顿时闪过一抹紧张之色 王饶若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能脱离那秘境而不死 但如果能活着 哪怕是以诡异的身份活着 那也算是一件幸事 师父 您和师兄 谁厉害 护士长小心翼翼问道 老道无声一笑 他与那陆天尊一战 之前也在楼顶看过了 他 我不知道 他为何会那般厉害 这五星神雷刚气绝 明明是我一手创立的 但就算在我最狂妄的梦里 都不曾想过 此觉能如此 想了很久 老道只想出一个形容词 我那便宜徒儿 从未真的出过手 光坐在那里 就已经天下无敌了 正如我刚刚离开秘境时候 占卜的内卦 龙虎山的劫难 只有他能解 老道的声音越来越低 再一次坐在了阴影之中 空洞的目光垂落 看向自己掌中 那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石头 王柔柔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看自己这位 刚刚拜了不久的师父 没了弹性 便又一次盘膝 坐在了清虚老道对面 继续刚刚没念完的经 江言搂着安小心 坐回了古玩街店铺之中 坐在紫色宝箱上 疯狂印钞 自己的500诡异所在的地方 距离古玩街店铺的直线距离 也就几十米 只要蝙蝠诡异 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就能达到精神链接的50米范围 这些诡异虽然羡慕蝙蝠诡异 但并没有多想什么 老板在工位上安装一个摄像头 这也是常规操作 只要他别客口工资就可以了 不过这些诡异是万万想不到 这个摄像头可不那么单纯 之前 双方还是敌人的时候 江言看着他们印钞 是一分钟4800万 可现在 双方已经不是敌人了 江言的庇护光环 也施加在了这500诡异的身上 印钞速度 可就又不一样了 达到了约每分钟 7440万的速度 而江言现在的属性 一点需要一个亿 三分钟点两点 江言随手在自己的三项属性上乱点 看着属性的增长速度 终于又一次快了起来 吐出了一个愉悦的烟圈 一边印钞 一边加点 一边摸弯小星 江言心中一边开始计划 接下来的事情 虽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新城来的禁忌 九成以上的 可能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但不断逼近的陆天尊 此前依旧像是一双撂铐一般 让江言束手束脚 很多计划都不得不暂时搁置 现在 陆天尊和他的狗腿子 已经全部都变成了自己的狗腿子 江言的下一步计划 就可以着手实行了 为了前往龙虎山 完成自己的便宜师父 清虚老道 对自己的嘱托 江言必须先将难多的情况 肃清稳定 而威胁难多的最大隐患 就是天使基金会 今天早晨 那自称暴跌的嚣张天使 基金会小队 直接堂而皇之 出现在的古玩街里 叫嚣着要五十万收购古玩街 预示着这个藏匿了许久的庞大组织 已经开始按捺不住 要一点点露出自己的獠牙了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安睡 江言准备把天使基金会的獠牙 一根一根 全给他掰折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陈妹妹的下落 应该也会水落石出 江言也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对陈琳的承默 就在这时候 江言的手机忽然响了 来电视安保圣 自己这位老丈人 等闲是不给自己打电话的 真有什么事 也往往是晚上回去睡觉之前 和自己聊上两句 江言接起电话 就听到安保圣 带着沉稳笑意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江言 天使基金会的陈总 现在在我这里 他对我们鼎盛会 很有兴趣 想和我们讨论一下 双方合并的事情 你作为副会长 拿着手机的江言顿时一愣 安保圣这番话 听起来语气轻松而愉悦 似乎已经和那位 天使基金会的陈总 达成了统一的意向 就等江言这个副会长过来 一起拍板了 但实际上 江言早就给安保圣 科普过这个所谓的 天使基金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也明确表达过 自己定然将之除之而后快 安保圣是绝对不可能 和天使基金会 谈什么狗屁合作的 所以 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 暗示自己有大鱼上钩了 而那个陈总 现在估计就坐在安保圣旁边 乐呵呵旁听这个电话 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即将降临 我知道了会长 我立刻就回去 江言嘴角 翘起一抹冷峻的笑容 陆天尊 你留下练歌 其他诡异 跟我走 第186章 请自罚一杯吧 蹲在角落里 戴着耳机 不断练习菊花台 青花瓷 江南的陆天尊 愕然抬起头 看着迷雾之中的诡异 如潮水一般跟着江言离去 一时间感觉自己 似乎被老板冷落了 但是 为什么呢 陆天尊百思不得其解 却是江言宁愿放弃 他这个巨大的印刷材料 也不愿意听他唱歌 太折磨了 更何况江言亲自带队 也不需要陆天尊的战斗力 让他自己蹲在角落里 先好好练习一下吧 江言开着车 车上只有自己 安晓星和陈灵 其余诡异 全部都在车下跑步前进 虽然这些诡异都在迷雾之中 外人根本看不到 只能感觉到阴风阵阵 但随着江言一路上行时 他周围的街道上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 无法解释的怪事 一辆横顿在街道上的废弃公交车 忽然就凌空飞了起来 仿佛有什么隐形的东西 嫌弃这东西太过碍事 狠狠抽了一巴掌 一个公交站牌被连根拔起 凭空在空气中漂浮前进 却是一个藏匿迷雾中的诡异感觉 这样很有趣 像是一面战骑 哄 一辆车厢里还有汽油的轿车 被朱刚烈一脚给踩爆了 一路炸街的江言 很快就领着五百诡异 抵达了顶盛大厦楼下 江言一眼就看到了 在大厦楼下站着的十个人 那十个人身上 都是天使基金会的战斗制服 江言淡淡一笑 吩咐道 莫朗 你带着他们包围着脸 一个苍蝇 都不能给我飞出去 蝙蝠 你自己找制高点 我要尽可能多的有方誓言 朱刚烈 燕妹 陈灵 对天使基金会的某些人而言 陈灵儿可能并不陌生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还是先藏一下 安保盛的办公室 在鼎盛大厦的顶层 当江言推门走进去的时候 里面正想起一阵洪亮的笑声 安保盛满面喜悦 仿佛遇到了知音好友 和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端着茶 谈笑风声聊闲天 两人似乎相处十分愉快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今天才认识 而是相处多年的老友 转头看到江言进来 安保盛十分热情地站起身来 江言 你终于来了 我刚刚一直和陈总说 这顶盛会是我的 但未来终究是你的 陈总也非常好奇你 这个青年俊杰 快来快来 和咱们陈总 好好认识一下 大家以后啊 可就是自己人了 安保盛快步迎了上来 拉着江言的手 对那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介绍道 陈总 这位就是江言 我顶盛会的副会长 也是我的好女婿 哈哈哈哈 快坐 安保盛指着的空位 让江言赶快入座 自己的转身 趁着关门的时机 给了外面两个顶盛会 成员一个眼神 笑容很热 眼神冰冷 江言则对眼下这局面 动若观火 安保盛的办公室里 现在可不光是两个人 而是足足八个人 除了安保盛 和那个所谓的陈总之外 还有六个 都穿着天使基金会的战斗制服 而且神色非常不善 空气中除了茶香之外 还泛着淡淡的血腥味 似乎刚刚刚在这个房间里 有人受伤了 肯定不是安保盛 但看他身边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安保盛那个电话 分明是在求救啊 当然 自己这老丈人 也绝对没有这么弱 面对上上下下 一共17个天使基金会成员 真要翻了脸 安保盛多半也能 将他们全部留在这里 但应聘绝不理智 尤其是安保盛 从江言口中得知了 天使基金会的真正面目 最稳妥的办法 一定是让江言回来 之前安保盛 一直都在大摆龙门镇 虚与尾夷拖时间罢了 那陈总坐在桌前 手里捧着一杯香茗 细细文秀 双眼则是上下 打亮着龙形虎步 走进来的江言 眼底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 是你 古玩街的老板 江言 那陈总放下了茶杯 缓缓站起身 脸上满是玩味之色 对江言伸出了手 呵呵说道 原来古玩街是鼎声会的呀 难怪 应该 我早该想到的 陈总摇头笑道 我本来准备 和安老弟谈完这边 顺路去古玩街看看情况 没想到意外之喜 一次 全见了 江言伸手和他交握 不卑不抗说道 陈总日常很慢啊 看来基金会对你很示意重 你替己啊 这个问题一出口 办公室里的气氛陡然一沉 那六个战斗队员 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眯起的眼睛之中 满当当全是杀意 能问出替己这种问题的 肯定是对基金会内部结构 有所了解的 结合暴跌那队人 早晨去收编古玩街 直接消失在了里面 事情已经昭然若揭 这个江言 杀了暴跌那队人 并且逼问了很多 关于天使基金会的信息 真该死啊 一个落腮胡子中年男人 缓缓握住了自己腰后的匕首 如鹰般的目光 开始在江言身上缩寻 似乎在寻找最适合下刀的位置 陈总沉默了几秒钟 哈哈一笑 说道 我T6 豹子算是我的手下 不过他加入的时间很短 哎 我不该让他单独执行任务的 不过最近这种情况 咱们基金会的人手很缺乏 那豹子带着那么多人 一起加入进来 建功兴歉 我就让他去了 希望 没给江先生添麻烦吧 陈总的语气十分懇怯 似乎真的在道歉双目 却是逼试着江言 想要从他脸上看出怯懦来 江言的手 在侧位座椅上放了放 转而拉开了茶台主位的座椅 诗诗然坐了上去 给对面的陈总蓄了一杯茶 淡淡笑道 既然陈总自知欲下不言 就请自罚一杯吧 办公室的气温瞬间跌至冰点 第187章 要么归顺 要么死 关好门往回走的安保盛 脚步陡然顿了一下 不禁苦笑 自家这孤言 还真是不和这陈总客气 自罚一杯茶 听起来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实则一点面子没给 直接将这陈总 在自己办公室里营造起来的强势 全部丢到了地上去 果然 一直站在陈总背后的几个 天使基金会战斗成员 听到江言这话 脸色也气气变了 小子 你和我们陈总 说话放尊重些 江言掏了掏耳朵 淡淡笑道 今天早晨 那个自称暴跌的家伙 也是这样大啦啦坐在我面前 他也有个手下 说了和你差不多的话 你知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吗 听着江言平静的语气 办公室里的气氛 低沉得几乎能凝结出水来 那男人气得面皮狂跳 手中的匕首都已经按捺不住 缓缓提了起来 在他看不到的背后 燕妹也缓缓提起了手中的大锤 随时都能把他的脑袋打爆 那陈总目光阴沉 却是缓缓抬了一下手 制止了背后手下的攻击行为 笑了一下 举起茶杯 说道 生意吗 何气生财 豹子那家伙 的确做事不讲究 出门在外 也难免得罪人 这杯茶 给江先生赔罪 说着 陈总养手 将这杯茶饮尽 误会解除了 我们谈谈正事 既然古安街和鼎盛会是一体的 那么这一次 我们天使基金会 愿意将安先生和江先生 一起合并 今后 安先生和江先生 都将在我们基金会里 拥有T6的职位和权限 古安街和鼎盛会 也依旧有两位管辖 我们只抽取20%的收入 另外 必要时候 安先生和江先生 需要听从基金会的调遣 这次合并 我们基金会 出500万 陈总说着 缓缓掏出了 五叠金红色的钞票 放在了桌子上 这五叠钞票 每一张都是 一万名币的面额 一叠便是100万 江炎挑了挑眉 探手将桌上的名币 拿了起来 一万名额的名币 哪怕是江炎 都不经常动用 它最大额的消费 适合系统商城 兑换各种属性 和升级装备 变成名币对外支出 背面是地狱的俯瞰场景 虽然每一处都很细微 但线条描绘极为精细 将奈河桥 望穿河等处 描摹的活灵活线 通体流转的金红之色 令这般地狱场景 如同浸泡在神圣的海洋之中 令人望而生畏 都是真钞 江炎淡淡一笑 将手中这叠名币 放在了桌子上 说道 陈总出手 果然阔绰 我说上午那傻子 用50万 就想买我的古玩间 和陈总一比 格局太小了 陈总笑了笑 说道 这世界啊 变了 跟着基金会好好干 我们都能吃香喝了 你说呢 江先生 刚刚安先生已经答应我了 现在只需要江先生的表态了 他的目光 如同两把锥子 向江炎低锤冒檐遮盖的双眼 看了过去 想要洞穿这层厚重的阴影 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眼神 江炎笑了笑 正年也不看这个陈总 只是淡淡说道 500万 有点少了 陈总眼神瞇了瞇 又喝了一口茶 反问道 500万明币 还少 要一次拿出这么多钱来 我们压力也很大 江先生可以说说 自己的心理价位 江炎想了想 伸出了五根手指 淡淡说道 蓝光椅里面的石头 500枚 鼎声会和古玩街 打包卖给你们 我和安叔去山里种地区 难道随便 你们基金会玩 陈总眼神一将 手中的茶杯将在了半空 半场没有回过神来 你 你怎么知道蓝光椅里 你要那东西干什么 江炎淡淡笑道 你们基金会用来做什么 我就也用来做什么 陈总深深吸了口气 眼神冷淡下来 手中茶杯重重盖在桌上 摇头道 不可能 没得谈 别说五百枚 就算是五枚 我们也拿不出来 那不是我们南斗 能够支配的东西 那是总部的东西 每一件都有记录 说到这里 陈总看向江炎的眼神 发生了一些变化 冷冷说道 我本来想要大家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的 但是现在 当日挖掘了 我天使基金会地下研究所的 据说是你们鼎盛集团的 机械和人手 里面丢了一个蓝光仪 在你们手里 可能会非常凄惨 江炎抽了一口自己的旧烟斗 吐出一口淡蓝色的烟圈 这陈总 哪里是之前不想提 当时挖掘那地下研究所 阵章那么大 定然是遮掩不住的 天使基金会 肯定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 这次带了这么多战斗队员来 如果能够成功收购鼎盛集团 这事就关起门来 好好处理 如果收购不成功 恐怕就要 将鼎盛集团上下全部杀光 也要找到那枚蓝光时来者 当真不煞 江炎冷笑道 那石头 我吃了 不必再痴心妄想了 如果拿不出更多的石头来 你们就请回吧 奈何时镶嵌在旧烟斗上之后 虽然还能看到一些 从下面散发而出的微光 却已经大大收敛 在光亮的环境下 只以为是蓝宝石的反光 而且形状和大小 也和之前的不规则形状 有了很大的区别 应该是系统商城自行做的适配 反正江炎在这陈总面前 抽了好几口烟 这陈总都没能看出什么端倪来 不瞒你 这男兜今后都是基金会的竞篮 你们要么归顺 我们一起过好日子 要么都给我死 第188章 我下面还有人 陈总背后 那几个天使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已经全部拔出了武器 一个个虎视 单单盯着办公室里的江炎和安保盛 至于剩下的安小心和陈灵儿 则被他们选择性的无视了 两个女人 还有一个是小女孩 能有个屁的战斗力 至于眼前这两个男人 也不可能是他们六个人的对手 眼见这帮天使基金会的家伙 解决一切了 江炎神色波澜不惊 只是缓缓抬起了目光 看向了陈总的双眼 与其平静道 既然如此 那请你出手吧 四目相对的瞬间 星红震爆 发动 陈总只感觉 自己看到了一双 星红可怖的眼睛 从那压低的茂颜阴影下抬起 哄 意识之中 骤然掀起滔天的波澜 他的理智 在这一刻瞬间被击碎 仿佛在他眼前的江炎 就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存在 自己必须杀了他 否则一定会被他杀死 啊 陈总仰天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尖叫 随着他的声音 在办公室中滚滚激荡 左手的皮肤 骤然碎裂 一只猙獰的鬼手 瞬间脱离了人皮的桎骨 暴露在了空气里 而后鬼手化作一道 黑红的闪电 骤然袭向江炎的胸口 江炎看着这鬼手 面色骤然一惊 这什么东西 眼前这个陈总 明显不是诡异 而是个货真价实的人 江炎根本没有从他身上 得到任何铭币收入 但是这个手 明显是诡异的肢体 江炎以极快的速度 瞥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铭币加741 的确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铭币收入 因为刚刚这只诡异的手 完全被陈总的血肉包裹在里面 所以没有被江炎看到 不符合视野的判定 才一直没有被发现 江炎心中 念头电转 直接弹身躲开了这一击 若是落在实处 这陈总定然被自己的 五星神雷钢器诀 劈成碎片 但江炎想要仔细看看 这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林儿 把他手剁了 江炎闪到了陈琳儿背后 语气淡然说道 陈琳儿伸出一只小手 缓缓抬起了灰白色的蛛丝木带 露出了一只阴冷的眼睛 嘴角也掀起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手中赤色的短剑 骤然出窍 化作一道火红的流铺 瞬间斩过那陈总的鬼手尖头 血花蹦见 啊 那陈总口中发出一声碰呼 旋即 那手臂七尖而断 直接跌在了地上 发出喷的一声 骤然遇到了如此恐怖的重创 那陈总提前从星红阵暴之中脱离而出 满头冷汗 连连跌退 眼中满是金句之色 任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刚刚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八九岁小姑娘 竟然转瞬之间 就成了一个恶魔般的恐怖诡异 而且这个诡异 竟然被那个叫江炎的家伙 完全控制了 这怎么可能 陈总看着陈琳儿的瞳孔之中 剧烈颤抖 这不正是天使基金会这么多年来 最渴望做到的事情吗 你 你是如何收服诡异的 陈总转目看向江炎 语气之中满是难以置信 江炎却是根本没有理会这个陈总 目光始终在地上那鬼手之上 自从被陈总斩断 那鬼手就仿佛拥有了自己的两分意识 开始在地上不断弹动 向窗户的位置快速弹去 似是想要夺路而逃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给我抓回来 好嘞老板 迷雾之中 骤然伸出一只肥瘦的猪手 一把揪住不断弹动的鬼手 朱刚烈屁颠屁颠 把这鬼手抱了回来 陷在了江炎眼前 江炎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鬼手的前半段是诡异的 但后半段是陈总的身体 大约肩头到手肘的三分之二处 和这诡异的鬼手 以精密的外科手术 对接在了一起 这是 诡异的一部分吗 竟然移植到了大活人的身上 江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这个天使基金会的手段 真是越接触 越觉得心底里发寒 这种反人类的思路 和恐怖的行径 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外科手术 别说把诡异的手 移植到人身上了 就连把别人的手 移植到身上 都会面临巨大的排异反应 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不必多说 定然也是基金会的 另外一些实验室 通过奈何时做到的 除了对接方式 令人不寒而栗之外 这个诡异的鬼手本身 是个十分弱小的诡异 不值一提 江炎让朱刚烈 把这鬼手撵成粉末之后 这才看向陈总 之前在陈总背后的 那六个天使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此时并未围攻上来 而是被燕妹 直接一套连招打死三个 剩下三个 现在满脸冷汗 再和燕妹对峙 这些人无论如何没有想明白 这办公室里 怎么就会突然多出来 这么多恐怖的诡异之前 明明局势竟在掌握 但这个江炎一来 为何就什么都不对劲了 陈总捂着自己被斩断的肩膀 面色惨白 看着江炎颤声说道 你竟然能同时控制这么多诡异 江炎 你是基金会最需要的人才 跟我回去吧 你绝对会成为基金会中 真正的高位者 到时候 你的地位会比我们中的 任何一个都要高 江炎吃笑了一声 摇头说道 不必了 你们支付不起我的工资 收购古玩街和鼎盛集团 只能拿出五百万的渣渣 凭什么雇佣我这种 三分钟印钞两个亿的印钞机 林儿 交给你了 江炎早就看出 陈林儿对这些 穿着天使基金会制服的人 有无穷的杀意 此时刚好满足一下他 小小的杀心 陈林儿嘴角 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笑意 陈总尖叫道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下面还有人 你今天真的要和我天使基金会 撕破脸皮吗 江炎呵呵笑道 那你叫你下面的人 上来吧 陈总重重吞了口唾沫 拿起手机 拨通了下面之人的电话 第189章 一切都按江大人说的办 刚刚进来鼎盛大厦的时候 江炎就在下面看到了 十个天使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可能是陈总不希望太多多逼人 自存六个手下就已经够用 所以没有让这十个成员也跟上来 随着陈总这一个电话打下去 下面那十个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顿时暴怒 什么 陈总竟然在上面吃了亏 这不是在打我们基金会的脸吗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冲冲冲 上去堕了他们 十个基金会的成员 一个个拔出武器 满脸凶狠 往鼎盛大厦里冲去 楼上江炎推开窗户 对下面一直翘首以盼的魔狼 比了一个手势 魔狼兴奋地熬了一嗓子 江炎随手拉过了陈总 一把将他的头摁在了窗边 淡淡说道 自己看吧 那陈总一开始因为恐高 吓得面色苍白 还以为江炎是要一把将自己推下去 但看了两眼之后 这陈总直接吓得晕了过去 从上面看得很清楚 那十个天使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还没踏入鼎盛大厦的大门 就被从无形迷雾之中 扑出来的诡异 全部撕成了碎片 出手的诡异 足有数十头 而从诡异扑出的速度来看 这远远不是尽头 这怎么 可能 陈总看得瞅目结舌 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他双目一翻 便直接晕死了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偌大的办公室里 一片血腥场景 许多诡异在吞噬他带来的 那些战斗成员的尸体 一边吃孩 一边喝酒 仿佛在开party 除了他之外 所有天使基金会的人 都死了陈灵杀得很开心 魔狼和猪刚烈 吃得很开心 江炎坐在桌子上 只会一些狗腿子擦地 擦干净点 别把我岳父的办公室 弄这么脏 那截儿大肠 没人吃吗 给我丢垃圾桶里去 陈总被眼前如此恐怖的一幕 吓得再一次晕了过去 哪怕他是天使基金会 在南多地位最高的几个人之一 见识过许多血腥离奇的场面 也依旧无法抗住眼前这一幕 给他带来的精神冲击 安小兴和安保胜 早就已经退出去了 哪怕是安保胜这种 见惯了腥风血雨的大佬 待在那办公室里 都感觉有些反胃 江炎听到陈总 再一次晕过去之前的冷战 抽了一口就咽抖 扭头看了一眼 呵呵冷笑一声 抬起桌上的热水壶 一壶开水泼在了陈总的身上 啊 陈总如同开水烫活猪一样 尖叫着醒了过来 浑身冒烟在地上打滚 滚着滚着 却感觉自己的头 撞到了一个雄壮的屁股 陈总的身体骤然一僵 缓缓抬头 向上看去 却见一个满嘴染血的猪头 正低头看着自己 咧嘴一笑 一大块染血的人肉 啪哒掉在了陈总脸上 哎呀我的妈呀 陈总真恨自己 为什么长了一双眼睛 江炎的声音 从陈总背后传了过来 淡淡说道 你想要一个机会吗 陈总打了个冷战 问道 什么机会 活命的机会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我只给你一次选择 我家林儿在旁边 已经等着杀你 好久了 陈总如蒙大赦 直接悉行跪在了江炎面前 打着哆嗦说道 我选择活命 谢谢江 大人 我一定好好表现 您留着我一定有用的 我能做很多事情 江炎不知可否 淡淡笑道 带我去天使基金会 在南兜的总部吧 陈总彻底僵在了原地 啊 江炎看向后面 那踢着刀的陈灵儿 淡淡说道 他好像不愿意 算了吧 陈灵儿阴冷的大眼睛中 闪过一抹嗜血的欲望 手中赤色的短剑 立刻抬了起来 陈总虽然没看到 但清晰察觉到了 致命的屠刀 就悬在自己的头顶 即将落下 我愿意 没问题 一切都按江大人说的办 陈总连连磕头 额间已经挂满了冷汗 眼中满是求生的欲望 江炎点了点头 说道 行 那你今天晚上 就在这里住吧 明天一早 我们去天使基金会的总部看看 说吧 江炎直接起身 拉着陈灵儿的小手 推门出了办公室 碰 门关上了 偌大一个办公室里 现在只剩下了陈总一个人类 以及许多还没吃完饭的诡异 陈总感觉 周围一道道不怀好意的目光 琪琪看向自己 吓得直接尿崩了 哪有把食物和食客关在一起的 江炎把陈灵儿送回他的房间里 自己则直接跑到了 安小新的房间里去 被陈总这一打岔 他们今天下班有点走 不过江炎不准备再回去古玩街了 今天就投篮好了 他将跟随而来的五百诡异 安排在了广场上露宿 而蝙蝠诡异 就站在鼎盛大厦的某层天台上 不断为江炎提供视野 江炎搂住安小新 躺在床上享受自己软玉温香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这个利用蝙蝠诡异共享视野的操作 堪称神来之笔 之前他还要在连夜加班印钞 和美人温软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赢的一般都是后者 不过现在 江炎终于可以选择全都要了 一边在床上和安小新亲热 一边通过精神链接印钞 不过有时候 江炎终于进行 安小新如同一只小猫 缩在江炎怀中 面色潮红一片 眼底全是满足之色 明天 要直接去天使基金会的总部吗 安小新低声说道 这是不是太危险了一些 江炎呵呵笑道 我手里有两头禁忌 还有你 这天使基金会的总部 有何危险 本来 如果没有陈总这个插曲 我可能会直接寻着之前的线索 去一个个拔除天使基金会的隐秘据点 和其他研究所 不过现在 既然手里 有了个真正身居高位的T6 索性直接去见郑主好了 也能更快一点找到陈妹妹 第190章 龙虎山有多强 江炎想要处理难度的天使基金会 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天使基金会 都如同潜伏在海底的怪物一样 知道其存在 却不知道其究竟存在何处 就连提供了大量 关于天使基金会信息的邓海 都不知道基金会的难度总部 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组织明显极其善于藏匿 从不大范围暴露自己的存在 才能暗中在神州 乃至是全世界的范围内 不断蔓延 发展到今日的规模 如果陈总没有出现 江炎就需要在不断 清剿天使基金会的 各种分支机构过程中 一点点探索出更多的信息 最终才能找到总部的所在 这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 不过这个陈总的出现 大大加快了江炎 对天使基金会的连根拔起 江炎自然是很易动的 毕竟这件事上 牵挂着两个江炎的承诺 他承诺过 一定会帮陈琳找到陈妹妹 也承诺过 一定会帮清剿老道 将五星神雷刚弃绝 送到龙虎山 虽然清剿老道 已经死在了秘境之中 但江炎依旧不准备 违背自己的诺言 就算那老道士 不天天晚上给自己托梦 江炎也会去一趟龙虎山的 而天使基金会 现在就是横跟在江炎 这两个承诺之上的阻碍 安小新在江炎胸膛堂上 轻轻画圈 低声说道 江炎 你说龙虎山是什么样的 那个清剿老道 听你说起来 似乎很强的样子 那现在诡异降临了 龙虎山里的道士 是不是一个个 都如虎天翼一样 江炎愣了一下 他从秘境里回来之后 一直都很忙 没有细细思考这件事 被安小新一提醒 才意识到 这件事似乎的确有些耐人寻味 清剿老道 是五十多年前去第三医院 处理陈林的 那时候 虽然偶尔会有诡异事件 但距离诡异降临还很远 所以 不论清剿老道多强 都是他自己修行出来的 而不是和江炎一样 通过系统商城加点变强的 如果清剿老道 没有死在第三医院 而是一直活到了现在 那么他多年修行 加上系统商城的加点 又会强到什么程度 而清剿老道这种人 在龙虎山 应该不是单独存在的 那号称道门祖庭的地方 肯定还有更多的强者存在 江炎想了片刻 笑了笑 说道 潜力可能很大 不过系统商城 需要大量民币的堆砌才行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能从龙虎山 拿到更多的技能 五星神雷刚弃绝的表现 真的惊艳到了江炎 就算他不是一个 无法攻击的印钞机 就算他无法将 五星神雷刚弃绝点到二十级 这个技能 依旧比系统商城里的 绝大多数技能都更强 而这 只是清剿老道 自己研究出来的 一门道门功法罢了 龙虎山一定还有更多 能够得到系统商城 承认的优秀技能 江炎不由易动 暗自思考 自己去龙虎山之前 要不要多准备几个空技能拦出来 搂着安小心的满足夜晚 江炎很快就睡着了 随着他进入睡眠 精神链接也自动断开 终究没能如江炎想象之中一样 被精神链接的印钞机 睡觉的时候 也能持续印钞 这一夜 江炎竟然又做了那个梦 梦里的清虚老道 再一次提醒了江炎 尽快去一趟龙虎山 江炎第二天睡醒之后 对这个梦反复出现的情况 表示非常无奈 再怎么说 自己和这个老道士 也算是有浅浅的师徒缘分 师父与徒弟之间 最基础的信任 收拾好东西 江炎直接拉开了 安保圣办公室的大门 昨日还十分嚣张的陈总 现在色索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神色违靡 明显一夜 没能睡觉 还担惊受怕 其他好几头诡异 虽然也在这办公室里 但有江炎的命令在先 他们更多 还是在盯着陈总 不让他逃跑 倒也没有去袭扰他 走吧 出发 江炎淡淡说道 那陈总虽然神色十分伪顿 面色也十分难看 但比之昨日 倒是明显冷静了许多 他看了看江炎 有些迟疑说道 你 你确定吗 这些诡异 的确很强 但恕我直言 如果你想要凭借 这些诡异的手下 就能不把天使基金会 放在眼里 就太愚蠢了 你可能也看出来了 天使基金会在诡异的研究上 倾注了很多的精力 总部更是 防守森严 有很多针对诡异的手段 我劝你还是放弃 这个危险的计划 如果我真的带你去了 那我们两个 可能就都要死了 带外人去总部 明显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陈总是一定会被 天使基金会内部清算的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你如果反悔了 可以现在大声说出来 没关系的 至于陈总所说的这些危险 江炎是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针对诡异的手段再多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人啊 一旁 朱刚烈重重捏了一下猪蹄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猪脸之上满是兴奋 他想吃掉这个陈总 已经很长时间了 陈总打了个哆嗦 他心中暗自骂道 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到时候要好好看看 你是怎么死的 江炎先是去了一趟古玩街 本意是带上路天尊 这家伙虽然唱歌难听至极 但是战斗力的确不容小觑 刚刚抵达古玩街 江炎就看到陈海川一溜小跑 来到了自己面前 点头哈腰道 老板 我来报道了 江炎看了一眼陈海川和邓海 点头说道 既然你们来了 就一起去天使基金会看看吧 一直跟在江炎背后的陈总 看到邓海的瞬间 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失声道 邓海 你怎么在这里 邓海看了看陈总 眼中满是惊疑之色 江炎淡淡一笑 他现在是我的人 陈总面色十分难看 瞪了邓海一眼 同时心中快速盘算起来 等着小子死在总部里 我就把锅都甩在邓海头上 这样一来 我可能也会受到责罚 但是邓海才是那个罪魁祸首啊 就这么办 第191章 幻武猎神 虽然邓海掌握的信息 远没有陈总这么多 也不可能知道 总部的具体所在 突出了 陈总如此谋划 心中宽慰许多 邓海看了陈总一眼 立刻将头埋了下去 他现在也是猎诡局的卧底 可谓是言多必失 不如沉默 江炎让陈总带路 深周跟着藏匿在迷雾之中的500诡异 浩浩荡荡 向天使基金会 位于南多的总部进发而去 蝙蝠诡异一路上 一直盘旋在高空 不断寻找视野中的最高点 给江炎提供持续不断的民币收入 还没走到地方 江炎的属性 就已经突破了400点大关 早在昨夜和安晓星缠绵的时候 江炎的属性 就已经破了350 过了350之后 接下来的每一点属性 都需要10个亿 才能点出 以江炎现在印钞的速度 10个亿需要接近半个小时 才能印出来 眼见属性的效率进一步降低 江炎索性开始存钱 准备去天使基金会总部里 找找有多少奈何时 到时候多搞几件11级装备 都打上奈何时 效率恐怕会比自己 直接点属性更高 很快 陈总带着江炎 和无数藏匿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停在了一条臭水沟的镜头 就在里面 你 你真的决定了 我能先离开吗 我毕竟身份特殊 江炎顺着陈总的指引 看到了这条臭水沟镜头 那一扇小小的秀石铁门 这似乎是一个 管理臭水沟的设备间 十分不堪 江炎嘴角 掀起一抹机翘的笑容 淡淡说道 这个地方 倒是很适合天使基金会 好吧 既然你想好了 那就离开吧 听到这话 陈总顿时洗上眉梢 对江炎磕了个头 抬腿就跑 可才跑出三步 就听江炎冷淡的声音 从后面追了上来 朱刚烈 送他一程 迷雾中 响起了朱刚烈兴奋的笑声 好嘞老板 一只猪手 从陈总身旁的无形迷雾之中 探了出来 一把掐住了陈总的脖子 咔嚓 陈总的脖子 直接被凝成了麻花一般 被朱刚烈扛在肩上 那猪黑黑笑个不停 又用了一个迷雾之瓶 藏匿了起来 但迷雾之中 却持续传出咔嚓 咔嚓的咀嚓的咀嚼声音 飘荡在周围 令人毛骨悚然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额尖的冷汗 眼下这是禁忌 006和天使基金会 直接开战了 虽然天使基金会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禁忌006肃清南斗的行为 却是让陈海川和邓海 心底里都是发毛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安睡 禁忌006 既然将南斗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 那么自然不会允许 其余大型势力的存在 眼下是天使基金会 冒犯到了禁忌006 所以被列为了第一目标 但以后 如果南斗猎鬼局也 肯定也会被禁忌006 以铁蟹手段剿灭吧 陈海川和邓海眼中 均是有一抹兔死湖碑的经济 幸好 猎鬼局的支援 已经在路上了 甚至已经有一位 距离比较近的猎神 今天早晨 就已经抵达了南斗 王家也放下了 手头肃清诡异的任务 跑去迎接那位猎神了 等到斩龙 猎神和猎鬼局的秘密武器 抵达南斗 到时候多方合力 封印禁忌006的成功率 将会大增 南斗边缘 王家推开车门 脚踏实地 却有一种踩在棉花上的棉软感 头脑中也传来一阵眩晕 不由晃为一下 险些跌倒在地 旁边伸来一只手 搀扶住了王家 陈玉柔关切的声音传来 猎神 你还好吗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那么拼了 我 我这里还有2000名币 你先拿着 过了这个月再说 王家重重在自己脸上 扇了两巴掌 清醒了一些 推开了陈玉柔的名币 说道 放心 我没事 我还能撑得住 这些钱 你拿去强化自己 他已经很多天 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虽然有南斗同僚们 支援的名币 这些日王家 也在南斗斩杀了不少诡异 但距离月末的四万名币利息 依旧还有一万二的窟窿 坏消息是 南斗的诡异 越来越少了 王家来南斗的时候 带了许多猎人来 还以为快速封印了禁忌006 他们这些人就能离开南斗 继续四处救火 支援各个城市 岌岌可危的局面 万万没有想到 这南斗竟然容易 来了却是走不掉了 这一百个猎人 也不能再南斗干瞪眼 于是 南斗的诡异 在这一百个猎人的通力合作下 数量快速减少 可对王家而言 这简直就是个恶号 没了诡异 自己的经济收入怎么办 如果还不上禁忌006的利息 王家一想到这事 就感觉一阵阵的头皮发麻 虽然至今没弄明白 禁忌006的击杀规则 到底是什么 甚至他可能都已经 突破了击杀规则的限制 但王家能确定一点 以禁忌006的爱财程度 还不上他的贷款利息 绝对有极大的概率 引来他的攻击 距离月末眼看没几天了 昨天还一直在猎鬼局里 忙活上传资料的各种杂事 夜里王家根本就是一夜未睡 趁着夜色中诡异的活力提升 满大街去抓着诡异杀 但依旧收获一般 而王家的目标 可不光是每个月 还上这四万的利息 他是要想办法 还清禁忌006的25万本金 让自己从这片苦海之中 挣扎上岸 任重道远 王家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眉心 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支呀 一声刺耳的刹车响起 一辆风尘仆仆的轿车 在王家面前停了下来 一个穿着黑风衣的女人 推门从上面走了下来 女人身材高挑 目测有一米七五 马尾便输得一丝不苟 黑矿眼睛后面 是一双冷军的眉眸 王家 我来了 高挑美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王家 微微皱眉道 你精神很不好啊 给我标记一下 那头禁忌的位置 我要去亲眼观察一下 周围跟随王家一同前来的猎人 齐齐对那女人汗手 幻武猎神 第192章 眼见为时 这一次猎鬼局的人手调动 不光涉及了一只助手 京城的斩龙猎神 还有另外三名距离南斗 不遥远的猎神 这名猎武猎神 便是其中之一 得到了猎鬼局的调令之后 立刻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赶来南斗 要好好会一会 这盘踞南斗 被内部档案描述为 无比恐怖的禁忌006 听到猎武猎神的要求 王家顿时精神一震 说道 你不要轻举妄动 禁忌006真的非常强 我们档案上的信息 已经足够丰富了 都是我们亲眼观察得来的 猎武猎神看了王家一眼 美眸之中满是不幸之色 说道 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你们这档案 看着不保真 我要亲自看一下才能放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隐身 王家越发皱眉 说道 你别忘了 隐身会被属性远高于 自己的对手窥破 禁忌006的属性 可能已经高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位患武猎神 名为李渊渊和王家一样 也是在诡异降临之前 就成为了猎鬼局的 十大猎神之一 这李渊渊的背景倒是有趣 她是京城贼王世家的人 世世代代都是贼 一手窃逐出神入化 不光身法了得 还会灵活使用各种技法 辅助自己达成最终的目的 而诡异降临的时候 李渊渊想也没想 直接选择了隐身天赋 这是一个烂大街的天赋 附生 透视 差不多 没什么值得稀奇的 但这个天赋 在李渊渊手里 却绽放出了不同的光彩 这位猎神的正面战斗能力 算是所有猎神之中最弱的 甚至不比陈海川这种老猎人 强太多 但她捕获信息的能力 却是最强的 几次针对竞技的封印任务中 至关重要的情报 都是李渊渊提供的 听到王家的担忧 患武猎神李渊渊摇了摇头 向王家展示了两件装备 装备 变色龙斗篷 延长25%隐身效果持续时间 使隐身术疾难被窥破 隐身时正10%闪避 和10%伤害减免 装备 前行凶甲 隐身时可以攻击三次 而不险行 隐身时受到攻击 王家手里堪称垃圾 但放在李渊渊手里 配合隐身天赋 以及她为自己构筑的 两个被动和两个主动技能 能够发挥出的效果 可就非常可观了 尤其是变色龙斗篷 离时隐身术极难被窥破的属性 更是让李渊渊的隐身能力 得到了大幅度增强 在拿到这件装备之前 李渊渊的隐身天赋 实则没那么有效 以往战绩更多是通过 自身贼王世家的技术取得的 这个天赋只是辅助 可有了变色龙斗篷之后 这隐身术能够发挥的作用 可就太大了 看着这件斗篷 王家缓缓点头 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去吧 陈海川和邓海所在的地方 就是禁忌006的位置 他们两位 是我们南斗猎鬼局 设置在禁忌006身旁的卧底 切记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绝对不可以暴露他们两个的身份 听到王家这话 李渊渊顿时瞪圆了一双眉眸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惊呼道 什么 你们 还在禁忌身边设置卧底 到底是禁忌进化了 还是你们退化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王家深深叹了口气 拍了拍李渊渊的尖头 与众心肠说道 禁忌006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禁忌 全部不一样 等你看到了 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记得 确保自己安全 另外 不要暴露我们的同志 李渊渊拿到了陈海川和邓海的定位器 看着屏幕上 那两个紧挨在一起的小光点 眼中满是沉思之色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李渊渊知道自己的猎人同僚们 一个个都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战士 等闲是不会怂的 这一次怂得如此彻底 不光大范围球员 还把卧底这种手段都用上了 那头禁忌 搞不好真的很难缠 不论如何 先去看看 李渊渊在长时间的实践中 早就培养出了一套自己的战斗 探查技巧 对自己有十足的自信 她相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看一百遍档案 都比不上自己亲眼一睹 禁忌006能获得的信息 风尘仆仆的小轿车 一个甩尾飘移 向陈海川和邓海所在之处 急驰而去 姜岩一脚踹开了臭水沟镜头 嗅急斑斑的铁门 这里是个设备间 里面全是清淤的工具 设备间很是狭小 难闻的恶臭在里面飘荡 脚下一片泥泞 姜岩快速在这设备间里转了一圈 发现就两个房间 没什么稀奇的 朱刚裂在迷雾里 一边大口咀嚼陈总的尸体 一边扒唧着嘴巴说道 老板 我们该不会被这个家伙给耍了吧 他虽然心颜子不太好 但吃起来还挺香 姜岩淡淡一笑 说道 应该不会 刚刚陈总的神色 明显是带自己来了正经地方 姜岩之所以提前搞死他 完全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虽然自己不怕什么手段 但这天使基金会 南斗总部的一些埋伏 弄死了自己身边的这些诡异 那姜岩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些可都是自己忠心耿耿的印刷材料啊 陈海川 邓海 搜一下 这里肯定有机关 姜岩淡然说道 诡异的脑子和人类比起来都不太够用 与之相比 陈海川和邓海 一个是老猎人 一个是天使基金会的二五仔 干这事可靠得多 与此同时 臭水沟外的远处河堤上 一个枯瘦老道 带着一个唇角染血的护士 远远凝望着这里的情形 师父 刚刚听他们说 这下面是那基金会的总部 里面肯定还有更多的蓝光石 护士眼中有些热浅 问道 我们要不要 老道是看了王柔柔一眼 摇头说道 不可 你师兄如果发现了我们 恐怕不会让你我好过 有人来了 老道是空洞洞的目光 忽然一动 转而看向了对面轻轻晃动的荒草 一个穿着黑风衣的高条美人 悄然从荒草中匍匐爬了出来 第193章 很勇敢轻虚老道 察觉到动静的同时 枯瘦的双手中 直接掐了一个隐身法掘 一股无形的力量扩散开 将自己和王柔柔 完全笼罩在了里面 李圆圆小心翼翼从荒草中爬了出来 注意力全部都在陈海川和邓海所在的方向 完全没有注意到 另一个方向上隐身的两头诡异 李圆圆寻着方向 看到了那处臭水勾镜头的设备间 以及里面僵岩的背影 那背影 黑气缭绕 右肩站着一只阴影黑鸭 独目星红 虽然只是一个背影 却令李圆圆心头无端一紧 仿佛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质色了 这就是禁忌006吗 百闻不如一见 他透过设备间狭小的房门 看到了陈海川和邓海的背影 他们两个 扮演卧底这个角色演得很好啊 完美融入 看起来就和两个狗腿子一样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李圆圆虽然不认识邓海 却见过陈海川好几次 对这位难度猎鬼局的队长还算熟悉 也万万没料到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队长 给禁忌当起狗腿子来 竟然如此自如 李圆圆深吸口气 低声自语道 既然他们两个能在禁忌006身旁 如此安全的存活 那么档案中所说的攻击欲望低 多半也是真的 我隐身过去 近距离看看 李圆圆直接激发了自己的隐身天赋 身形在原地如水波般摇晃了两下 立刻化作了一个虚无的影子 和空气完美融合 再也看不出来其存在 当然 这也和观察者的属性有直接关系 对岸的王柔柔就一脸茫然之色 视线完全无法捕捉李圆圆的存在 但清虚老道那双空洞的双眼 却是跟着隐身之后的李圆圆 一路目送她 快步向江炎的位置靠近而去 很勇敢 清虚老道轻轻赞叹了一声 听到江炎的命令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一眼 邓海直接去朱刚烈身旁 开始在陈总身上摸索 一般来说 T5以上的都会有特殊的身份标识 只要我们找到了他的身份标识 那么就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这里藏匿的暗门 邓海一边嘟囔 一边在陈总 那几乎被朱刚烈吃空了的尸体上摸索 入手一片温热黏腻的血液和腥臭 邓海面色有些发白 却不得不努力支持着自己发抖的手 从陈总的上衣口袋里 摸出了一张银白色的卡片 这卡片上没有任何标识 通体似乎是某种玉石打磨而成的 在微弱的光芒下 闪烁着银润的光泽 邓海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说道 多半就是这个 他手持卡片 开始在周围寻觅可能存在的暗门很快 当邓海将银白色卡片 贴在一面破败的墙上之时 一声电子音响起 陈玉兰博士欢迎回来 随着动听的电子音 一个电梯的大门 凭空在那破败的墙上打开 整节光亮的电梯 和周围破败恶臭的环境 格格不入 邓海缓缓退了回来 将手中的银白色卡片 交还给了江炎 小声说道 老板 按照天使基金会的习惯 电梯里一定会有摄像头 摄像头一定会被监控室的战斗成员 仔细甄别 您如果进去 他们会立刻发现不对劲 当电梯打开之后 等待您的 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阻击了 江炎微微挑眉 看了看那电梯 电梯空间并不宽敞 大约只能站下十个人 进入被敌人监控的电梯 当真不是个好主意 之前第三医院秘境之中的电梯 就藏着很多惊喜 若不是江炎一高人胆大 那电梯可谓是来多少死多少 不过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江炎开口说道 安小心 陈灵 陆天尊 魔狼 朱刚烈 燕妹 陈海川 邓海 跟我一起进来 加上江炎 一共九个 不过其中有几头诡异的体型太大 这电梯想要全部塞下 怕是有点勉强了 就在江炎吩咐的同时 一个隐身的高挑女子 偷偷摸摸从门外走了进来 捏手捏脚 屏息凝神 一路隐身走来 李渊源发现情况十分诡异 她虽然不曾被任何东西发现 但经常会撞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那些东西 阴冷而坚硬 仿佛一座座无形的石雕 有一些 甚至还会动 还会说话 李渊源甚至听清了一句 嗯 什么东西从后面撞我 声音很尖细 夹杂着诡异的声调 令李渊源不寒而栗 不过 她虽然不完全相信档案 但是禁忌006的档案 也是翻来覆去看过好几遍的 很快就对号入座 弄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据说在禁忌006身周 有近千头诡异 藏匿在不可见的迷雾之中 等待她的召唤 自己撞到的 可能就是这些东西 什么 这个记录竟然是真的 李渊源当时就下的冷汗直冒 禁忌006档案里 她最不相信的几条记录之一 就有这个深周迷雾藏匿 近千诡异的记录 这怎么可能 这要是真的 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活络 可眼下 自己最不相信的东西 竟然真的活生生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藏匿迷雾之中的诡异 虽然不可见 但也发现不了隐身状态的李渊源 李渊源咬着牙 随着和禁忌006的距离接近 李渊源感觉 深周无处不在的森冷阴气 越发浓郁了 冷得刺骨 一丝丝如冰针般 直往他骨头缝里钻 就在这时候 李渊源看到之前王家说的 那位心境猎人邓海 竟然打开了一道 深藏不露的电梯门 而后禁忌006点了几个名字 要他们一起上电梯 李渊源脑中念头电转 凭借多年经验 身形如同一道闪电 率先扑入了电梯之中 江岩刚准备抬步 就看到一个虚幻的影子 恶狗扑石一般冲进了电梯里 偏偏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就连电梯都没晃动一下 就仿佛进来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片落叶 江岩不禁愕然 停下脚步 仔细观察 躲在电梯角落里的那个高条女人 这是 第194章 开火 往死里打 那高条的风衣美人 身体虚幻 仿佛和空气融为一体 但江岩还是能看出一个轮廓来 她立刻意识到 眼前到底在发生什么情况 那个女人隐身了 但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属性差值 被自己窥破了她的隐身 隐身和复生一样 也是个烂打街的天赋 上辈子江岩也听说过不少 关于这个天赋的细节 双方属性差值越大 看到的隐身者痕迹就越明显 如果属性差值不够大 那么就几乎看不到隐身者的存在痕迹 就算对方频繁移动 也很容易被忽略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隐身者保持不动 那么就能维持天衣无缝的伪装 按照上辈子那些 隐身天赋玩家的频繁测试来看 隐身效果最好的是静止 其次是快速移动 最差的是慢速但频繁移动 如果仔细观察慢速移动 就算双方属性差值不大 也很容易发现空气和光线的扰流 从而判断那里有人隐身 这个天赋在江岩心里的印象 就和附生差不多 你说他没用吧 他还有一点 但是你要倚重他 保不准什么时候 就给你个巨大的惊喜 直接吭死你 眼下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写照 江岩仔细看了看那女人的身形轮廓 发现她在电梯内保持静止的时候 即便是在江岩眼中也非常浅淡 几乎和环境交融了 像是个鬼影子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但刚刚那快速窜身的动作 却令江岩无法不注意 江岩微微挑眉 心中暗道 我现在三项属性都四百点了 竟然还只能看到这么浅淡的痕迹 这个女人的属性很高吗 从哪里来的 江岩心中念头快速转动 很快做出了决定 此人形迹可疑 先不理她 已经自动 看看她想干什么 打定主意 江岩假装看不到这个女人 拉着安晓星和陈琳 缓步走入了电梯之中 一旁藏匿迷雾之中的各种诡异 也跟在江岩身后 挨个进入了电梯 电梯里 瞬间被藏匿迷雾之中的诡异塞满 空间几乎要被撑爆 江岩把安晓星护在怀中 警方背后那女人抱起偷袭 这才看向电梯上的按钮 电梯上一共有三个按钮 并不是数字 而是文字 就会被天使基金会总部的这些人 发现情况不对 那就直接去空间最大的大厅好了 一次性把麻烦全部处理干净 然后再想办法搜刮这里的奈何时 和其他东西 缩在角落之中的李圆圆 一双目光在电梯之中来回勋寻 眼底有惊讶和庆幸 庆幸于自己的隐身术 果然没有被禁忌006发现 这件无意中在副本中获取的 变色龙斗篷 对自己的帮助当真显著 堪称是质变 惊讶于这电梯看似空旷 实则拥挤 他感觉无形的迷雾之中 有个阴冷而肥瘦的屁股 对在自己身上 几乎要把自己压扁 朱刚烈奇怪的嘟囔 在电梯中悄然回荡 这后面怎么有个拐弯 谁设计的电梯 这么不舒服 姜岩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魔狼和朱刚烈 这两个庞然大物 全部挤在一个小角落里 把那隐身的女人堵得严严实实 陆天尊提前吃了体型缩小药剂 否则他15米的身高 无论如何都上不了这个电梯 但对电梯内狭小的空间 陆天尊还是太大了 缩在另一个角落里 努力让出更多的空间 给前面的江炎 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电梯一动 向下沉降了短短三秒钟 而后骤然停顿 顿挫感十分明显 不像是电梯到站 更像是被人强行中止了 一个惊怒的声音 从电梯中的扬声器里传出 你们都是谁 陈于兰呢 陈于兰明显是 之前那个陈总的名字 而刚刚进来的时候 电子音说的是 陈于兰博士 看来这家伙能卫裂 难兜天使基金会T6的高位 也不是个无能之辈 不光能做研究 还能谈事物 还能打架 甚至还愿意在自己身上 做诡异的实验 将一只诡异的手臂 接续在自己的身上 江炎对眼下这情况 丝毫不慌 淡淡笑道 我叫江炎 古玩街的主人 之前陈于兰来找我 天使基金会 想和我谈什么声音 我就来了 语气十分平静 仿佛真的只是来正常拜访 谈谈声音 扬声器中的声音 沉默了很久 五分钟之后 才有另一个更加沙哑的声音 再次响起 陈于兰人哪 江炎耸了耸肩 伸手从迷雾中的朱刚烈手里一扯 扯出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丢在了电梯里 为数不多的空地上 那人头滚了两圈 露出死前绝望而惊恐的面容 正是陈于兰 若是再晚几分钟 恐怕这头也被朱刚烈嚼着吃了 他诚意不太到位 我想和你们的T7谈谈 江炎语气依旧平静 却被陈于兰那绝望惊恐的头颅 衬得无比森寒 电梯中的其余人 都已经习惯了江炎的作派 对手下 他向来慷慨 但是 对敌人 他无比残暴 李源源却是第一次 接触禁忌006 不由重重吞了口唾沫 眼底满是深深的震撼之色 这是禁忌 你他妈告诉我说 这会是一头禁忌 禁忌怎么可能干出 这种拟人话程度报表的事情来 不 我不信 他就是个人吧 李源源此刻 真想一把掀了禁忌006的怪帽子 好好看看他的脸 扬声器中 沙哑低沉的声音 又一次沉默了好几分钟 这才说道 好 既然你敢来 就不要后悔 我在电梯门口等你 话音落下 停顿的电梯 再一次缓缓下降 定 楼层显示 大厅 电梯这一次 到了正常的站点 缓缓停了下来 电梯门向两侧打开 门刚刚开了一条缝的时候 就听外面传来了一声怒吓 开火 给我往死里打 第195章 到底谁是禁忌来着 顺着电梯门缝 江炎看到了外面的情景 一个宽阔明亮的大厅之中 数十个穿着天使基金会战斗制服的人 正结成三排密集射击阵型 手中的步枪 随着那一声命令 齐齐喷吐火蛇 喷喷喷喷喷 一连串枪响 在大厅之中炸开 灼热的弹流 瞬间撕裂了电梯门 心中紧照大声 在电梯里 被外面的人饱和火力攻击 这也太劣势了 这禁忌006到底有多强 李渊源还没见识到 但她感觉 能把自己置于眼下局面 这头禁忌的智商也不高 李渊源团身下蹲 尽力往角落中缩去 避免眼下的饱和火力 覆盖到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 李渊源心中 也生起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刚刚闪身抢入电梯的时候 李渊源还没有仔细思考 但看到这电梯 大厅和几十个 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 李渊源立刻意识到 情况很不对劲 呈现出来的资本过于雄厚 这不像是后诡异时代 刚刚出现的组织 就在李渊源脑中念头 快速转动 就听电梯里不可见的迷雾之中 传出了一声粗重的大吼 有我在 谁都不能伤害 我的老板 朱刚烈肥瘦的身影 直接从迷雾之中钻了出来 手中巨盾如同一面墙 直接堵住了电梯门 砰砰砰砰 子弹如雨般落在盾牌上 敲击出一连串门响 -4 -3 -5 隔挡 隔挡 一连串伤害数字和隔挡状态 从朱刚烈身上飘了出来 江炎则是完全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朱刚烈一脸汗勇 仿佛他贡献很大 实则他心里很清楚 老板不需要他挡枪 但老板不需要 和自己没眼色 那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优秀的员工 定然是懂得如何在老板面前 展现自己价值的 果然 江炎鼓励一般 轻轻拍了拍朱刚烈肥壮的腰背 淡淡说道 -滚开 -好嘞老板 朱刚烈麻溜地抬起巨盾 闪到了一旁 此时电梯外面的几十个天使基金会战斗人员 已经打空了一缩子子弹 虽然看着朱刚烈纹丝未动的血条眼皮狂跳 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 但依旧以极高的战斗素养 快速换蛋 可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电梯里那浑身黑气缭绕的男人 指着他们 淡淡说道 -开火 -给我往死里打 电梯外的基金会成员们 齐齐一乐 这句话 怎么有些耳熟 下一刻 已经架好了六管灿金加特林的安小星 直接扣动了扳机 加特林的枪声 和一般的枪声十分不同 普通枪械的声音 是错落有致的 哪怕是打得快 也最多像是鞭炮 但加特林不一样 听起来像句子 一声连着一声 一声叠着一声 前一声还未反应过来 后一声已经又传入了耳中 而且在安小星 狂暴联机的被动加持下 他的攻速还越来越快 很快就将加特林的射速 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嗡嗡嗡嗡嗡嗡 随着加特林的六根枪管转动 恐怖的火蛇在枪口之上跳动 一颗颗橙黄色的普通子弹 化作一道金属红流 瞬间淹没了电梯外的基金会战斗成员 第一个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被威力强大的弹流打成了碎片 一片碎骨血瘫在了地上 而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每一颗子弹都能击穿数据肉身 最终嵌入合金包裹的混凝土墙体之内 深达数米 加特林的一条弹链共有一千发子弹 今日紫色宝箱替江岩管理店铺 没有跟来 所以也没人给安小星重新装填 这一千发子弹宣泄一空 只用了短短两秒半的时间 电梯外那几十个基金会的战斗成员 没有一个还能保持全尸的状态 地面一片浓血 伴随残枝断壁 看起来分外凄惨 一片伤害数字在电梯外的大厅里 缓缓飘升 -23581 暴击 -44326 -20896 暴击 -45408 暴击 -44759 江岩的伤害都不计算护甲 基本都是固定的数值 但安小星是普通攻击 计算护甲本身也有浮动 所以打出来的伤害数字都是参差不齐的 暴击和不暴击之间也落差很大 因为没了银制子弹对诡异的伤害加成 安小星此时的单次伤害 比之前打陆天尊那一枪少了一半 但仅观察效果的话 则是毫无区别 啪 啪 啪 江岩认真鼓了鼓掌 不愧是自己养出来的暴力狂老婆 果然不同凡响 粗略计算一下 如果每一颗子弹能平均打出三万左右的伤害 那么一条弹链上的一千发子弹 就能打出三千万的伤害 这不是冥币啊 这是伤害啊 无法主动攻击的江岩 在这一刻狠狠地羡慕了 听着江岩的鼓掌声 电梯内外一片静若寒蝉 藏匿在迷雾之中的陆天尊 吓得一个哆嗦 尿都吓出来两滴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 之前在南斗边缘 自己挨的那一枪并不是老板娘的大招 而是老板娘的平A 幸亏当时没有触发老板娘 那高到离谱的暴击率 不然自己就再也没有机会 看到明天的太阳了呀 蹲在角落里 原本已经准备好 藏在迷雾诡异尸体后面 苟且偷生的李媛媛 看到电梯外的伤害数字 骤然瞪圆了自己的双眼 等一下 我好像 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李媛媛用力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定睛看去 还未消失的一大片伤害数字 依旧那般刺眼 李媛媛心中 顿时涌起了惊涛骇浪 这是什么 这他娘的是什么 一枪两万多 暴击四万多 就这种恐怖的单次伤害 还能做到两秒半打空 一千发子弹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李媛媛目光呆滞 无声泥喃道 等一下 到底谁是竞技来着 他呆滞的目光 在江炎和安晓星的背影上 来回扫视 第196章 旧日仇怨 角落中的李媛媛 惊骇莫名之间 就看到那浑身黑气缭绕的竞技 零零六洞了 他闲听信步一般 走出了电梯 踩着浓厚的血浆和残枝 进入了这个合金墙面的 广阔大厅之中 此处四通八达 有好几条走廊 分别通向不同的区域 正对面还有一个大屏幕 显示出区域指引 按照常识 电梯中的敌人是非常脆弱的 被饱和火力打击之后 他们只需要清理一下尸体 修好电梯 就能当作无事发生 但事情的走向 却完全超出了 他们所有人的预期 江炎口鼻之中 喷出一条幽蓝色的烟龙 正眼也不看这些人 只以眼角余光 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周围的天使基金会成员 骑刷刷退了三步 脸色纷纷变得煞白 眼神却依旧有些呆滞 还物自没能从刚刚的震惊之中 回过神来 江炎平静的声音 在大厅之中响起 我要见南兜天使基金会的 最高领导者 我只准备给你们 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之后 如果他还不出来 我就要开始杀人了 从左往右杀 与其波澜不惊 可说出的话 却如同阎罗当道 没有丝毫怜悯 众人齐齐打了个哆嗦 不用了 我来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 从人群外传来 正是之前通过扬声器 在电梯里说话的那个人 人群立刻分开 露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此人身高近两米 肩膀宽阔 身形看着是个壮汉 面容却已经是七寻老者 中间秃顶 只有两侧 还有些银白长发 此人的肤色 有些不正常的灰暗 一双眼睛之中 也藏着两分死气 似乎已经半截身子 都埋入了土里 江炎打量了一下这个人 抽了一口就咽抖 饶有兴趣问道 你就是南兜的T7 老者微微眯眼 冷然道 我叫孙再诚 天使基金会南兜分会会长 没错 我的职位是T7 你不光杀了我 天使基金会的一名T6 还敢应传我们的总部 老者眼中寒芒闪烁 一字一顿道 你到底想要怎样 江炎呵呵淡笑一声 语气平静说道 我本意是来谈几笔买卖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有另一件事 江炎说着 目光越过了老者的身体 看向了他身后 孙再诚身后 一直跟着好几个人 气势军事陈宁 身上有一种长期 居于尚未养成的巨傲 这几人 明显也是南斗天使基金会的高层 位置仅次于孙再诚 都被江炎惊动了出来 而江炎的目光 落在了其中一个 穿着研究服的男人身上 这男人的面容 江炎印象深刻 正是上辈子 抢了自己唯一翻身机会 在自己面前 开了那紫色宝箱 极尽侮辱之能士 又一枪 抱了自己头的混蛋 若不是江炎有附生天赋 而这个混蛋 没有守江炎的尸体 江炎就已经死在了那一次 不过令江炎有些意外的是 此人身上 竟然是研究员的衣服 而上辈子抱自己头的时候 身上明明穿着战斗服 根据邓海所说 天使基金会的研究部门 和战斗部门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 不过这家伙身居T6 转换一下内部职责 倒也不值得惊讶 这一路走来 江炎其实一直都很想碰到 这个上辈子 极尽羞辱自己的人 只可惜一直没能如愿 直到现在 江炎嘴角掀起一抹冷峻的笑容 目光落向此人 此人也一直在盯着江炎 四目相接的瞬间 星红震暴 发动 哄 此人脑海之中 顿时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恐怖的巨响在他脑中不断激荡 理智在瞬间被击碎 留存的只有一个念头 这双星红眼睛的主人 是自己此生见过的 最为恐怖的存在 必须立刻杀了他 否则死的一定会是自己 死 一声怒吼 从此人口中传出 他直接一个纵身 一拳向江炎胸口 重重轰击而来 速度竟然很快 而拳头也非常沉重 破空之声呼呼作响 仿若一颗炮弹 击穿空气 直袭江炎 江炎面色古井无波 仿佛这一拳 根本不是向自己而来 下一刻 这沉重的拳头 在江炎身外 打出了一个散发着 蓝紫色光芒的护盾 一圈圈浅淡的涟漪 从拳头落点处扩散而开 旋即 一道银紫色的狂雷 直接顺着拳头 来时的方向 轰然而出 那人的身子 猛然僵直 旋即狂为透体而过 将此人的身体 直接化作了一块人形焦炭 屡屡青烟从他身上腾起 空气中满是焦糊的味道 两个伤害数字 缓缓从他身上飘了起来 -400 -30150 随着江炎属性的提升 五星神雷刚气爵的反击伤害 也在进一步提升 与之相比 反击光怀队的效果 现在对江炎已经用处不大了 反而对手下的肉顿诡异 有些帮助 啪 散发着屡屡青烟的焦炭 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 快快碎裂 散落了一地 所有天使基金会的成员 低头看着这一幕 面色奇奇狂变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人明明动也没动 怎么就打出了三万多的伤害 难道说是雷属性的法术不成 你这是干什么 不是说好要谈生意吗 孙在成看着那碎裂的焦炭 一时间身躯都在轻轻颤抖 看向江炎的眼神 也是彻底变了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确定了 这绝对不是人 这竟然是一头禁忌吗 孙在成的目光 在江炎身上来回搜寻 心中暗自沉吟道 这头禁忌 和基金会内部记载中的禁忌 似乎很是不同 智商和拟人程度 竟然都这么高 如果能够想办法将之捕获 成为试验品 总部那边 一定会嘉奖我的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我们有些旧日的仇怨 现在 可以谈了 第一笔生意 我想要奈何时 江炎吐出一口幽蓝色的烟雾 怪帽子阴影下的双眼 闪过一抹热解 第197章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孙在成深深吸了口气 眼中满是愈怒 若是平日 这人敢当着自己的面如此 自己早就将他大卸八块 扒皮抽筋 以卸心头之怒了 可眼下这局面 却不得不令孙在成收起怒意 小心应对 听到江炎这话 孙在成很明显愣了一下 奈何时 那是什么东西 江炎看孙在成 神色不似作为 心中明镜一般 淡淡一笑 说道 就是你们天使基金会 蓝光仪里的东西 系统商城 只会在获得 十一级装备之后 才开放宝石页面 在此之前 奈何时 并不会被系统空间 标注出名字和属性 看孙在成的神色 至少他这个T7 也不知道 奈何时的真正来历 听到江炎这话 孙在成的面色 瞬间惊矣起来 上上下下打量着江炎 沉声问道 你要这东西干什么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然说道 我自有用装 你开架就可以了 孙在成语气坚决 断然摇头说道 不可能 蓝光石是我们天使基金会的 至高机密之一 即便是我 弄丢一块蓝光石 都会被总部问责 多少钱都不会卖的 哦 是吗 江炎淡淡一笑 开始掏兜 这一次 他掏出来的明币面额 也是红色的一万明币一张 厚厚一叠明币 一共一百万 放在了孙在成面前 一百万明币一枚 有多少要多少 孙在成吃笑一声 满脸鸡翘之色 说道 一百万是不熟 但是和蓝光石比起来 不值一提 别说一枚蓝光石 就算是蓝光石的渣子 都买不来 江炎也不生气 又开始逃逗 又是九叠厚厚的红色明币 放在了孙在成面前 一共一千万 一千万明币一枚 有多少要多少 江炎的语气 依旧安闲平淡 仿佛拿出来的 只是一顿午饭钱 孙在成眉脚狂跳 看了看地上 那十叠厚厚的红色明币 又看了看江炎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这可是一千万明币 就这么被他拿出来了 孙在成的面色有些不忍 但还是断然摇头的 不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 江炎淡淡一笑 继续掏兜 这一次 堆叠在孙在成面前的 足足一百叠红色的明币 红通通 刺人双眼 挠人心灵 给天使基金会的所有人 都带去了惊涛骇浪般的心灵震撼 一个亿 这可是一个亿明币 在明币如此唏嘘的当下 一亿明币 那是能彻底颠覆 每一个人命运的恐怖财富 有这一亿明币在手 任何一个无名之辈 都能一跃成为真正的强者 拥有令人羡慕的属性 装备何技能 眼下世界秩序 全部都因为诡异降临而崩坏 唯有拳头大 才是唯一的真理 而明币 真正地决定了拳头的大小 一时间 一声声粗重的呼吸声 在天使基金会南多总部大厅之中 此起彼伏 无数双目光落在江炎面前 这一个亿明币之上 恨不得一口将这些明币全部吞掉 朱刚烈十分警惕地提起巨顿 时刻准备拱卫老板的财产 江炎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只淡淡看着孙再成 一亿明币一枚 有多少要多少 孙再成的手抖了抖 这个价格 还能有多少要多少 这混蛋 家里是开明币印刷厂的吗 他到底有多少钱啊 你 你等一下 我和总部请示一下 孙再成转身就走 脚步匆匆 消失在了一个走廊转角 安小新压低声音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在江炎耳边问道 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自家老公财大气粗 他是知道的 但有钱也不能这样败价呀 江炎呵呵一笑 低声说道 放心 这钱他们一分都拿不走 一个亿绝对超过了奈何时的真正价值 这东西就算是独一份的隐藏资源 可毕竟也只是一级的宝石 别说一个亿一枚 就算是一百万一枚 也已经溢价很多了 不过对江炎来说 就算是一个亿买一枚奈何时 也不算亏 他现在三项属性高达四百 每加一点都需要付出一百亿明币的巨款 奈何时能增加三项属性各一点 对江炎而言 这石头等同三百亿 一个亿买来 自然也不算亏 不过 江炎这次来天使基金会 可不真是来做生意的 死人注定收不到他的一个亿 拿再多石头来都没用 不过可以让江炎收集奈何时的过程顺利许多 倘若江炎直接将这天使基金会的总部清空 就不得不让自己手下的诡异 替自己搜刮奈何时了 但奈何时对诡异有莫名的吸引力 一旦诡异吞噬奈何时 似乎会产生巨大的变故 江炎对此很是不放心 尤其是刚刚加入的五百诡异 等孙在成将大量奈何时拱手奉上的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 一间办公室里 孙在成哆哆嗦嗦点起一根烟 猛猛抽了一口 他手机上有一个电话 却没有摁下拨通键 在天使基金会中工作了这么多年 见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孙在成还以为自己已经不会紧张了 但眼下 他却是快紧张死了 抽完一根烟 孙在成终于下定了决心 眼神之中满是决绝 拼一把 我这里一共有二十三枚蓝光石 如果能卖出二十三亿名币 我的未来将会不可限量 总部那边的责罚 我也可以不必理会 直接带着难斗的这些手下 猎土蜂王 自行其事 至于那头禁忌 孙在成眼前又一次闪过了江炎的身影 那身影和很多诡异比起来并不高大 但给孙在成造成的压力 却如同山岳一般 孙在成狠狠将烟蒂暗灭在烟灰缸里 冷然自语道 哼 等他交完钱 我要让他知道知道 我这么多年在南都的耕耘和沉淀 可不是拧捏的 那个秘密武器也测试够久了 是时候拿出来用用了 孙在成拨通另一个号码 冷冷说道 把陈妹妹从黄金荣业中提取出来 能够对抗禁忌的 只有禁忌 第198章 我要验插 做好了兵行险招 将南都总部的蓝光石 全部卖出去的决定 孙在成的眼神 彻底冰冷了下来 身上也涌起了一股杀气 这么多年 他能稳稳在南都天使基金会中 坐稳唯一一个T7的位置 靠的可不光是上面人的信任 也有杀法果断的魄力和决心 眼下这一局 绝对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操作好了 今后直冲云霄 就算是老东家天使基金会 可能也要和自己平等交往 操作不好 就是万劫不复 当场暴毙 或者被总部来的人残忍杀死 孙在成去而复返 坐在了江炎面前 沉声说道 我刚刚已经和高层汇报过了 他们同意了一个亿一枚蓝光石的售价 我这里一共有23枚蓝光石 你真能拿出23个亿 我们就成交 孙在成目光灼灼盯着江炎 眼中满是审视之色 要一次性拿出23个亿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现在的民币经济体系 孙在成也很是清楚 普通玩家拿个一万都勉强 十万已经是很多人梦里 才敢想象的财富 百万就是大型组织 也要咬紧牙关 上下搜刮 才能拿得出来 千万更是想都不要想 至于一说实话 孙在成今日第一次听到这个民币单位 虽然江炎拿了一个亿出来 但孙在成依旧有理由怀疑 他拿不出更多来了 若是只有一个亿 孙在成虽然也很想要 但还要再反复掂量一下背叛总部 出售蓝光石的代价 在孙在成审视的目光之下 江炎淡淡一笑 继续掏兜 一亿 两亿 三亿 五亿 他的民币就仿佛永无止境 一叠叠放在了孙在成面前 所有人和诡异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 江炎竟然真的掏了整整23个亿出来 2300叠红色的民币 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堆叠整整齐齐 马放在孙在成面前 几乎晃瞎了他的老眼 孙在成嘴唇哆嗦 眼底满是震撼之色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一眼看到23亿的民币 还是让孙在成的世界观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世界上 竟然真能有这么多民币 孙在成的目光 极其艰难地离开了地上的民币 看向那怪帽子厚重阴影下 只露出半张脸的江炎 此时阴影下吐出的幽蓝色烟圈 越发令眼前的存在 充斥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伟案 我要验钞 孙在成的喉咙 十分干涩 他心中有一种预感 这些民币多半都是真的 但这么大额的交易 一定要检查一下民币的真假 否则一旦被愚弄 可就太可笑了 江炎不置可否道 自然可以 但在那之前 我要先看到你的23枚蓝光石 孙在成深深吸了口气 点头说道 好 我这就让手下去准备 一直站在禁忌006身后的 陈海川和邓海 此时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悚然 他们早就知道 禁忌006的钱很多 但根据他们的仔细推算 想要将股玩街的贷款生意运营起来 几百万到一千万民币就够了 毕竟要以身上的装备做抵押 现在的玩家单体贷款的额度不会太高 想要形成稳定的经济循环 并不需要太多民币 所以他们推断 禁忌006的身家可能在几个亿 手里拥有的流动民币 也就一千万左右 可眼前这一幕 再一次刷新了他们 对禁忌006的认知 拿出23个亿买那蓝光石 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 如此财力 恐怖如斯啊 邓海更是浑身冷汗连连 曾经在天使基金会内认知的他 对蓝光石更加敏感 禁忌006一次性 要把天使基金会的蓝光石 全部打包带走 肯定是有更大的谋划 再联想到禁忌006 将陆天尊的所有诡异手下 全部收编在了身边迷雾之中的行为 这头恐怖禁忌的计划 已经昭然若揭了 邓海富尔道陈海川身旁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禁忌006恐怕是想要通过蓝光石 批量制造诡异 他想要一支诡异大军 陈海川顿时毛骨悚然 身体不受控制的 剧烈打了个哆嗦 之前邓海替禁忌006 做实验的时候 陈海川也是在旁边的 如果禁忌006 掌握了23枚蓝光石 那么他能在短时间内 制造出多少诡异来 禁忌006和天使基金会还不一样 按照掌握的信息来看 天使基金会不得不好费 大量的精力来收容 关押自己制造出来的诡异 但禁忌006身边迷雾之中 藏匿了这么多 如必指使的诡异 他明显和天使基金会不一样 不需要担心关押的事情 没了客观条件的潜质之后 禁忌006一旦拥有了 大量的蓝光石之后 他能制造出来的诡异 将会立刻上升一个数量级 陈海川和邓海交换了一个眼神 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凝重之色 禁忌006成长的速度 比他们所有人的预料 都要更加恐怖 而且这种成长 不光体现在他的个体实力上 也同样体现在 禁忌006的诡异仆丛之上 陈海川心中深深叹了口气 暗自悲叹道 斩龙猎神 怎么还没到啊 越快采取行动 我们面临的压力就越小啊 随着孙在成的命令 许多天使基金会的研究人员 快速忙碌起来 很快 一个个蓝光仪 就从这南都总部的各个角落中 汇聚到了江炎的面前 看样子 这总部也不是什么干净地方 不然怎么可能窝藏这么多蓝光仪 江炎看着这些蓝光仪 眼神微微一闪 嘴角掀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蓝都不光只有眼下这一个据点 就光江炎掌握的信息 天使基金会在南都 至少还有十处研究院之类的地方 光总部就23个 其余那些地方 估计还能搜刮出不少来 孙在成将一个个蓝光仪打开 23枚奈合石摆在了江炎面前 我现在可以验钞了吗 江炎随手从地上捡起两叠冥币 推到了孙在成面前 孙在成检查了一下 发现竟然全是真冥币 一颗星几乎激动地要从心脏里跳出来 成交 他一把将奈合石推给江炎 自己则探手 抓向江炎面前的其余冥币 第199章 交易取消 改成硬抢 就在孙在成的手 即将抓住江炎面前冥币的时候 一只戴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手 轻轻拦住了孙在成 孙在成双眼微眯 看向那怪帽子阴影下的半张脸 冷冷问道 什么意思 江炎淡淡说道 刚刚忘了说 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孙在成缓缓将手抽了回来 看着江炎说道 什么条件 按理说这么大笔的生意 提提附加条件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孙在成心中 却是有不妙的欲感生气 这个所谓的附加条件 搞不好才是面前 这头禁忌的真正意图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我有个朋友 叫陈妹妹 被你们天使基金会 绑架了五十多年了 这一次 我要带她走 你可以开着架 听到陈妹妹这三个字 孙在成的身躯如遭雷击 双目瞳孔也剧烈颤抖起来 她满眼难以置信 上上下下打量着江炎 声音之中也出现了一抹 微不可查的颤抖 什么陈妹妹 我没听说过 我们天使基金会里 也从没有这样一号人物 孙在成脑中 各种纷繁复杂的念头 接连闪过 她怎么知道的 她怎么可能知道的 陈妹妹分明是天使基金会 难度分布最高的机密 没有之一 除了孙在成 和一批心腹手下之外 就连其余的T6 也不知道陈妹妹这个名字 只知道一个代号 那个被江炎弄死的T6陈于兰 更是不可能透露这个信息 孙在成的眼睛 不由自主往身后的方向 飘了飘 就在刚刚蓝光仪 被收拢而来的时候 孙在成的几名心腹手下 推着一个半人高的 合金手推车 上面承载着好几个 大型蓝光仪运送而来 那合金手推车 看似只是个运输工具 但孙在成知道 手推车的内部 藏着一个沉重的黄金容器 而容器之内 正是南斗天使基金会 绞尽脑汁 调试了数十年的秘密武器 那投名为陈妹妹的禁忌 就在诡异降临之前 孙在成才刚刚将陈妹妹 这头禁忌的调试基本完成 能够基本控制 这头禁忌的行为 这一撞举 在整个天使基金会中 都是独一份 可还没等孙在成 向总部请功 诡异就开始降临了 这件事 就一直被压到了现在 面对江炎那天崩地裂般的 恐怖压力 孙在成却是惊而不乱 正是因为自存 有陈妹妹这头可控的禁忌在手 可自己准备好的底牌 都还没有打出来 竟然就已经被对手叫破了 孙在成额间 有一滴痘大的冷汗 啪打落在了地上 他一直都知道 这是在敲打我吗 孙在成心中暗自低声呢喃 却听江炎平静笑道 哦 你没听说过吗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第三医院 陈妹妹 蓝光仪人体实验 孙在成的面色 瞬间变得阴沉至极 他真的全都知道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关于第三医院的一切 应该都随着第三医院的消失 彻底被遗忘了才对 孙在成深深吸了口气 眼中忽然闪过一抹明雾 盯着江炎 一字一顿说道 实难秘境 第三医院秘境开始的时候 孙在成专门派了一个人 进入秘境之中 想要看看这秘境 到底是什么东西 里面具体什么情况 只可惜 这个人被江炎 直接弄死在了秘境里 不过孙在成 还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渠道 从幸存下来的玩家口中 获得了一些模糊的信息 江炎不置可否 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但笑说道 这样吧 我出十个亿 你把陈妹妹给我 孙在成 这禁忌到底有多少钱啊 为什么他刚刚拿出了23个亿 转眼之间 就又能拿出十个亿 不卖 孙在成断然摇头 这东西如果卖了 自己可就连撕破脸皮的机会都没有了 孙在成非常清楚 自己现在虽然是在鱼虎谋皮 但有陈妹妹在手里 自己也是一头狮子 一旦将陈妹妹交出去 那孙在成可就成了一只绵羊 到时候 这笔巨款 自己恐怕是有命拿 没命花 江炎被孙在成拒绝 倒也不生气 反而露出了一抹由衷的笑意 孙在成这是间接承认了 陈妹妹就在天使基金会里 而且以陈妹妹的珍贵程度 搞不好就在这个地方 这就好办多了 江炎最怕的是五十多年的时间中 天使基金会已经把陈妹妹弄死 或者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去 既然不卖陈妹妹 那我们的这笔交易 恐怕就不能进行了 江炎淡淡笑着 将面前的二十三亿名币 一叠叠又收回了自己系统商城里 看着如此巨量的财富 一点点消失在自己眼前 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 孙在成顿时如同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起来尖叫道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陈妹妹真的不能给你 我少要你三个亿总成了吧 江炎淡淡笑着摇头道 那不行 三十三个亿 陈妹妹和这些蓝光石全部给我 或者交易取消 孙在成额间轻轻暴跳 看着江炎的目光之中 充斥着杀人的冲动 他深深吸了口气 打着哆嗦说道 好 那就取消 请离开吧 江炎吐出一条幽蓝色的烟龙 似笑非笑说道 离开 你恐怕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交易取消改成硬抢 林二 你远很久了吧 出手吧 我们都替你压战 随着江炎的声音落下 他背后不可见的迷雾之中 瞬间走出了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看似八九岁 皮肤有些清白 浑身笼罩着浓浓的阴气 眉目之间 本来遮罩着一条灰白色的蛛丝木带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陈琳儿的蛛丝木带 已经彻底被他抬了上去 露出了一双阴森至极的大眼睛 那双本该充满童真的眼睛 却是充斥着暴虑的杀意 似乎恨不得途径天下一切生灵 第二百章 已成禁忌的陈梅梅 陈琳儿永远也忘不了 陈梅梅被天使基金会的人害死的画面 也永远也忘不了 陈梅梅死后化身诡异 被天使基金会的人抓走的画面 所以当他跟在江炎身后 进入正南都天使基金会的总部 看到这么多穿着天使基金会战斗制服 和穿着白色研究服的人 心中的杀意早就已经爆炸了 陈琳儿从来就不是个拐巧的孩子 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 他就是半诡异半人类的欠和状态 心中属于人类的情感 虽然依旧存在 却十分淡薄 更多的是作为诡异 对人类本能的杀戮欲望 之前有江炎的压制 再加上视觉遮蔽 陈梅儿还能安分待在江炎身旁 可眼下这情况 早就彻底激发了陈梅儿的杀戮欲望 而江炎也准备让陈梅儿好好发泄一下 天使基金会这种不当人的玩意儿 也活该承受这些 孙再成听到江炎用最平淡的语气 说出了最糙淡的那句交易取消 改成硬抢的时候 几乎直接气疯了 这踏马是人能说出的话吗 忘了 他本来就不是人 但不是人也不能这样说话吧 妈的 你真当老子好欺负是不是 孙再成气得双目通红 指着江炎的鼻子骂道 老子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我天使基金会的失恋 就在孙再成想要将陈梅梅 彻底从背后那手退车中解放出来的时候 江炎背后的不可见迷雾之中 陈梨走了出来 一双刻毒的眼睛死死盯着孙再成 孙再成愣了一下 玄机心中骤然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失声喊道 是 是你 陈梨 这一刻 孙再成的浑身汗毛 根根倒数 他当然认识这个小女孩 她可是天使基金会这么多年来 和诡异融合最好的实验体 借助陈梅梅的特殊体质 陈梅还在子宫中的时候 就已经在蓝光石的作用下 和一头天使基金会 利用蓝光石制造出的诡异融合了 哪怕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哪怕天使基金会 在这五十多年的时间中 反复进行过类似的实验 但陈梨依旧是记录之中 最完美的实验体 没有之一 只可惜 他已经随着南都第三医院 彻底消失在了世界上 没有如陈梅梅一样 被基金会封存在黄金熔液之中 孙再成却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五十多年过去 这陈梨竟然能够跨越这么长的时间 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江颜淡漠的声音 在大厅之中响起 林儿 你先从左边开始杀 这个孙再成 先留着 我还有用 等我用完了 再让你好好杀了他 魔狼 燕妹 你们两个去左右给我搜 把所有活人都找出来 聚集在这里 让林儿好好杀个开心 随着江颜的命令 燕妹和魔狼也齐齐从迷雾之中出现 宁笑着分别扑向了左右两侧 从各个走廊和办公室中 揪出天使基金会 藏匿其中的人 将之丢进大厅之中 陈梨儿也毫不迟疑 手中血色短剑 化作一道不断穿梭的血盲 在人群之中连续闪烁 每一次攻击 都会精准杀死一个 天使基金会的成员 干脆利落 毫无拖泥带水 陈梨儿等待这一场屠杀 已经很久了 不过能这样死在他的手中 倒也不失为一件性事 至少能死得毫无痛苦 在这后诡异时代 也算难得了 眼见自己的大厅 竟然瞬间被一片 腥风血雨笼罩 孙再成的双眼 顿时红了 他尖叫道 好好好 孙再成说罢 直接转身 一脚狠狠踹在了身后 那合金手推车上 这孙再成的属性 明显也不低 力量可能已经突破了40 这一脚 直接将手推车 剃了个四分五裂 其中金色的液体 骤然洒落一地 而随着金色液体 快速流失 内部容器之中 一直紧闭 双眼的一头诡异 骤然双目圆睁 眼中满是血色 披头散发的女诡异 缓缓从一片狼藉之中 坐了起来 她的肤色惨白一片 毫无半分血色 头发湿漉漉的 旗下露出的双眼 目光僵直 毫无焦距 江炎寻声看去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就见陈眉眉腹间 竟然有一个剖开的伤口 从伤口之中 钻出了一颗婴儿的头颅 那婴儿的头颅 倒是活灵活现 缓缓转动脖子 一双纯黑的眼睛 诡异而阴森地 打亮着周围的一切 江炎看着那缓缓 站起身来的陈眉眉 顿觉有些头皮发麻 纵然已经见惯了大场面 但这婴儿探头的状态 还是令人不寒而栗 卧槽 背后传来了陈海川和邓海 压抑不住的惊呼 两人几乎抱在一起 吓得连退了好几步 这一幕也未免太过惊悚了 安小星同样打了个哆嗦 一把搂住了江炎的胳膊 颤声道 好 好可怕 江炎深吸口气冷静下来 轻轻拍了拍安小星 说道 是母子诡异 这种类型的诡异 江炎上辈子根本没有碰到过 但却听说过 一般而言都是非常强大 而且难缠的诡异 第二次诡异降临的时候 江炎曾经耳闻 南斗周边的一座城市里 降临了一头母子诡异 母亲是敏捷路线的诡异 速度快 闪避高 婴儿则是智力路线的诡异 法术威力极其强大 两头诡异融合为一 战斗力强大到恐怖 出动了猎鬼局 整整20个精神的猎人 才显知又显为奖成功 而自己眼前的陈梅梅 恐怕要恐怖得多 江炎玩家面板上 出现了两条陌生的 铭币收入 铭币加41820 铭币加33871 已经是禁忌了吗 江炎眼中 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不远处 不断挥剑屠杀的陈灵儿 此时也同样将注 发出了一声欣喜若狂的呼唤 姐姐 第201章 躲在角落里开高达 听到陈灵儿的声音 刚刚从破碎合金手推车 内部空间中 坐起来的陈梅梅 双眼顿时有了焦距 转头向陈灵儿看了过去 陈灵儿阴冷暴虐的大眼睛中 第一次流露出了眷恋和哀伤 这50多年的时间中 陈灵儿的心智 虽然没有成长 但对陈妹梅的思念 却是与日俱增 从某些角度而言 她毕竟只是个9岁的小姑娘 姐姐 陈灵儿直接扑向陈妹梅怀中 如燕归怀一般 丝毫没有在乎 陈妹梅肚子上的破洞里 还有个婴儿头 而陈妹梅的眼中 也明显流露出了一抹 人性化的情绪 张开双臂 就准备去拥抱陈灵 江炎在一旁看着 心中暗自惊叹 好一副母女重逢的景象 如果陈妹梅别长那么恐怖 就当真令人感动了 这陈妹梅第二次生育的时候 死在了手术台上 转化成了诡异的时候 想来就是 眼下这幅恐怖的模样 也顺理成章 化作了母子诡异 江炎原本以为 江炎贼角掀起了一抹 机翘的笑容 先不说陈妹梅 能不能打得过自己这件事 自己手握陈灵 这陈妹梅 怎么可能和自己对抗 就在江炎心中笃定之际 却见那孙再成 直接拿出了一个仪器 待在了自己头上 而在他头上 骤然落下一个沉重的黄金罩子 将孙再成牢牢扣在了里面 这看起来是 天使基金会 南都总部布置的某个封印陷阱 现在却被孙再成 直接用在了自己身上 外面全是诡异 孙再成选择待在黄金里面 反而是安全的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江炎还在观察陈妹梅 孙再成就已经将自己 完全封死在了黄金罩子之内 他张狂的笑声 从金罩上的一个电子扩音器 上传了出来 好好见识一下 我这么多年前行研究的结果吧 孙再成说吧 陈妹梅身上 骤然闪过了一道电流 原本伸出双臂 想要和陈灵拥抱的陈妹梅 这一刻 却骤然一回尖力的爪子 直接将陈灵儿娇小的身躯 打飞了出去 负2197 江炎微微眯眼 这一巴掌 可真不清 看样子并未留守 陈灵儿飞出数米 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爬起来之后带着哭音道 姐姐 姐姐你怎么了 姐姐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灵儿 直到现在 江炎才注意到 陈妹妹肚皮上 那伸出来的婴儿头上 竟然死死估着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 和之前孙再城头上带着的 一模一样 江炎背后 邓海惊呼一声 快速说道 老板 那是一个天使基金会 研究了很多年的东西 但之前档案中 一直都是实验状态 这东西的作用 是能够令人类 通过设备制造出的电波 控制诡异的行为 但只对智能较低的诡异有效 而且会大幅度损伤 使用者的脑神经 现在的陈妹妹 可能已经被孙再城 完全控制了 一个低沉的笑声 从陈妹妹口中传出 声音虽然间隙阴冷 但语气 却和孙再城一模一样 说得不错 你一定是天使基金会的叛徒 不然不会知道这么多 放心 我待会儿一定会先杀叛徒的 不过 叛徒 你的信息有些致厚 我头上带着的是改良加强版 虽然也对佩戴之人的大脑 有所损伤 但只要智力属性够高 这种伤害就能被降低很多 以一些伤害为代价 来控制如此强大的一头禁忌 很值得 你们可能不知道 陈妹妹这头禁忌 究竟有多么完美 你们 全部都会死在陈妹妹手中的 也包括那小女孩 陈琳儿看明白了眼下的局势 一双大眼睛顿时通红一片 眼底涌动着狂暴的杀意 放开我姐姐 我杀了你 陈琳儿的尖叫声 万分刺耳 在大厅之中来回激荡 听得所有人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陈琳儿手提血色淋雨 一箭披落 只斩在那黄金罩子之上 但锐利无比的短剑 披在硬度并不高的黄金之上 竟然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 诡异根本无法损毁黄金 完全被黄金包裹的孙再诚 给自己找了个很安全的角落 江炎吐出一口幽蓝色的烟气 摇头笑道 躲在角落里开高达 叫嚣的声音还这么大 真以为自己躲在的龟壳里 就能无敌吗 陈美美口中 传出了孙再诚癫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能抗住我几下攻击 给我死了 陈美美身上电流窜动 在孙再诚的控制之下 直扑江炎而来 江炎微微皱眉 闪身躲到了朱刚烈背后 淡淡说道 你给我抗住 若是他承受了陈美美的攻击 搞不好只需要一次反击 陈美美和他肚子里的诡异婴儿 就会直接被五星神雷刚弃绝 轰碎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可就不光是招揽不到 陈美美这个印刷材料的事情了 连陈灵 估计也要和自己反目成仇 提起刀和自己拼命 朱刚烈瞬间一惊 浑身猪毛根根倒数 什么 让我抗住这么恐怖的东西 老板这是要我朱命啊 但朱刚烈 哪里敢违背江炎的命令 硬着头皮 踢着巨盾 直接迎了上去 砰 朱刚烈下一瞬间 直接被打飞而出 重重撞在了大厅合金墙壁之上 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朱网般的裂纹在周围蔓延 一个伤害数字 从他身上飘了出来 暴击 负5419 这一巴掌下去 朱刚烈的血条 瞬间下跌了一大半 江炎微微眯了眯眼 沉声说道 小心 打死那姓孙的 江炎本来计划留他一条命 好好从他嘴巴里 拷打一下相关的信息 可眼下这情况 必须立刻弄死孙在城 否则被控制的陈妹妹 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不定会给江炎 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202掌 这是你女儿的卖身器 听到江炎的命令 安小心立刻将一条 全新的弹链 送入了自己的加特林弹舱之中 下一刻 电锯一般连绵的恐怖枪声 再一次响彻大厅 嗡 嗡嗡嗡嗡嗡 恐怖的合金风暴 从安小心的加特林 六根枪管之中爆发而出 瞬间贯穿了 那倒扣在地的黄金罩子 如此恐怖的杀伤力面前 黄金本来就软 哪里能护得住里面的孙在城 一个呼吸的功夫 孙在城直接被打成了蜂窝霉 浓血和碎肉流了一地 碎裂的黄金碎片 也散落其间 分外其眼 孙在城瞪圆了双眼 几乎要彻底突出眼眶 他看着自己身上飘起来的 一片恐怖的伤害数字 还为彻底死去的意识之中 满是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这可是黄金 黄金怎么可能被禁忌击碎 还没等孙在城想明白这个问题 双眼就坠入了一片无边的黑暗之中 永无止境 永恒孤寂 扑通 孙在城跪倒在地 随着他的动作 尸身也直接崩碎成了一地碎块 找不出完整的部分来 被加特林正面扫射的结果 就是如此凄厉 随着孙在城的死亡 那被控制的沉眉眉 也彻底僵在了原地 身上的电流胡乱涌动 诡异的身体 也随之做出了扭曲的小动作 看起来分外邪议 这却是因为 孙在城脑电波的失常导致的 江炎眼疾手快 直接一把从 沉眉眉复尖英二的头上 扯下了那个装置 却没有将之损坏 而是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 丢给了邓海 吩咐道 带回去 你学习一下 邓海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重重咽了口唾沫 尖色点头 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禁忌006 明显对天使基金会的所有东西 都很好奇 奈何时他也要 这控制诡异行为的装置他也要 再这样下去 天使基金会可能会在南斗被连根拔起 但禁忌006 却会继承这个邪恶组织的手段和意志 继续荼毒天下 太危险了 真的太危险了 斩龙猎神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带着他的秘密武器 从京城抵达南斗 一旁的陈海川 同样面色很是难看 额间挂着痘大的冷汗 悄悄在心中更新 禁忌006的观察日记 禁忌006身边持枪的存在 已经突破了黄金的限制 他究竟是人 还是禁忌 但禁忌006没有攻击黄金 初步推断 黄金对他依旧有足够的限制功能 李渊渊隐身躲在最后面阴影之中 看着眼前这一幕 浑身汗毛都根根树立了起来 刚刚他都看到了什么啊 这里的人竟然能通过装置 形成某种程度的对诡异的控制 还是那么强大的诡异存在 天使基金会 到底是什么组织 为何如此邪恶 李渊渊身为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信息等级自然是很高的 可即便是他 之前也从未听说过 天使基金会的名字 此时不由心中惊疑 更加令李渊渊震惊的是 禁忌006这些手下的强度 实在太过恐怖了 那回开枪的女人就不说了 打出来的伤害数字 恐怖到了令人看不懂的程度 就说 刚刚那抗住了一击的猪行诡异 被拍了那么狠的一巴掌 竟然只掉了一半血 亲眼目睹过之后 李渊渊终于体会到了 难兜这些猎人的无力感 面对这样一头全方位 恐怖到了极点的禁忌 李渊渊也想不通 究竟如何才能取得胜利 这世界 终究是颠成了我看不懂的样子 李渊渊捂着额头 心中也浮起了一丝绝望 随着控制装置的解除 陈妹妹终于慢慢恢复了自主的意志 站在原地 双眼有些迷茫 而她附近的婴儿 则似乎有些困顿 竟然直接缩了回去 从里面关上了陈妹妹的肚皮 一时间 陈妹妹如同一个孕妇一般 挺着个大肚子 看起来倒是比刚刚顺眼了许多 江炎 这到底是母子诡异 还是袋鼠啊 恢复了神志的陈妹妹 终于和陈琳儿母女相认 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江炎发现 陈妹妹和陈琳儿这对母女 都是从人类转化成为诡异的 情绪和情感 比正常的诡异更高 她瞥了一眼身后 阴影之中 站着一个形迹十分浅淡的女人轮廓 那女人自从闪身进入电梯之后 就一直藏在角落里看戏 而经藏在阴影之中 宝石静止状态 就连江炎也有些看不清她的存在 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 那里有个人 看看 看没完了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等搜刮完这里 就把这边缘欧币的隐身妞儿抓起来 狠狠拷打 江炎转头 将地上散落的二十三枚奈何石 全部收了起来 自己的宝石储存空间里 也随之多出了二十三枚奈何石 加上之前已经镶嵌的那一枚 前后一共得到了二十四枚 还是抢劫来得快啊 这一笔赚大了 江炎准备等回去自家店铺里 再好好处理今日的收获 先给自己的狗腿子们 安排了一下任务 唯一的一个T七孙再成死了 所以剩下的T6 可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不能杀了 魔狼和燕妹 在总部的上上下下仔细搜寻 除了三个T6之外 全部杀了个金光 终于 母女两个竞技抱头哭了个够 渐渐停息下来 陈妹妹这才上下打量着陈灵 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陈灵这才转头看向江炎 说道 姐姐 是这位哥哥带我来的 她对我很好 还给我钱花里 陈妹妹看了一眼江炎 脸上明显满是戒备之色 旋即 她眼底闪过了一抹争鸣的杀意 似乎已经想要对江炎动手了 江炎已经不是第一次和禁忌打交道了 知道这些禁忌 一旦被触犯了击杀规则 他明显有比较强的自控力 压制着没有直接对江炎动手 而是阴冷说道 谢谢你 你给了灵儿多少钱 我都拿给你 我和灵儿要走了 你以后保重 江炎呵呵一笑 摇头说道 陈女士 你可能误会了 这是你女儿的卖身器 她现在是我的奴仆 第203章 恐怖如斯的禁忌006 江炎一边说着 一边递出了一张具象化的诡异合同 这合同 正是之前江炎和陈灵儿签订的主仆契约 看着陈妹妹接过合同时候的凝重神色 江炎心中暗笑道 我费了那么大的心思 好不容易凑齐了你们这一对母女花 怎么可能让你们就这么跑了 乖乖得我打工吧 陈妹妹拿着合同 上下看了一遍 当她看到江炎给陈灵儿 开了十万名币月星 而合同条款 竟然如此苟客的时候 险些双眼一番 就当场晕了过去 按照这个合同上的约定 陈灵儿完全就是江炎的牛马 让她往东 她就不能往西 否则江炎一念而落 陈灵儿就立刻魂飞魄散 你 她才九岁 你凭什么雇佣她 陈妹妹指着江炎的鼻子 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你这是雇佣同工 是犯罪 我要报警 江炎吐出一口幽蓝色的烟圈 意识到陈妹妹恐怕 一直被天使基金会 封印在黄金荣业之中 过往的五十多年 对陈妹妹而言一晃而逝 以至于她还没有习惯 自己禁忌的身份 也对眼下诡异降临的情况 缺乏认知 遇到江炎这种臭不要脸的狗资本家 第一时间的反应 竟然是报警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似笑非笑说道 世道艰难 已经没有地方报警了 陈妹妹愣了一下 旋即意识到了什么 但依旧愤愤不平地尖叫道 总有官方机构 管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吧 一旁的陈海川和邓海 琪琪缩了缩脖子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不起眼 官方机构是有 问题是 我们这个官方机构敢管吗 有那个能力管吗 一个禁忌 把另外两个禁忌奴役了 这事儿光想想都觉得离谱 猎鬼局怎么管 要不把这仨禁忌 全往黄金棺材里一装 沉大海里去一聊百聊 问题你们三个也不愿意啊 江炎呵呵笑道 如果你真的想走 我倒是有个办法 陈妹妹阴冷的双眼 紧紧盯着江炎 十分戒备问道 你又想干什么 江炎说道 我也不是个不同人情的老板 你要带自己女儿走 就替她熟身好了 陈妹妹气得打哆嗦 尖长阴厉的爪子 指着江炎的鼻子 尖叫道 熟身 这个词 我只在历史课本里见到过 这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法律了 好 既然你非要逼我 就别怪我不念你 赵国灵儿的旧情了 陈妹妹的眼中 彻底被凶残的杀意占据 你给我死 伴随一声厉笑 陈妹妹化作一道残影 一双鬼肘 直插江炎心口 江炎眼皮都不动一下 一边抽烟 一边缓步后退 他后退的动作看似悠闲 实则速度极快 一闪之间便退到了大厅的另一端 而陈妹妹的速度 陡然变得迟缓起来 随着江炎把陈妹妹标注为敌对目标 各种光环也全部落在了陈妹妹的身上 被动技能 你找光环 等即时 减少周围50米敌对单位 55%移动速度 每秒有25%几率 令敌方单位陷入禁锢状态 有了你找光环的限制 虽然比起正常的诡异 陈妹妹依旧快地仿佛一道闪电 但相比敏捷属性同样高达400 还拥有一双十级隐秘黑鸭的鬼舞鞋的江炎 便直接落入了下风 江炎不太悠闲 在大厅之中连连闪动 如同一道鬼魅幻影 难以捉摸 陈妹妹则是拼尽全力 不断在江炎背后追逐 却始终摸不到江炎的一片衣角 而她的身上 却是接连冒出来自 瘟疫光环和污住光环的伤害数字 -2185 -700 每秒掉血近3000点 就算陈妹妹的实力很强 属性很高 血条很厚 但在这种粗水猛流的光环杀伤之下 也只能坚持十秒左右 随着瘟疫光环和污住光环的伤害数字不断飘出 陈妹妹那原本已经闭合的腹部伤口 骤然破开 那藏在了她腹中的婴儿头 随之伸了出来 发出一声尖力悚然的叫声 如夜猫啼哭 难听至极 婴儿那一双唇黑的双眼 也恶狠狠看向了江炎 随着目光一同而来的是一股幽冷的寒意 和直刺骨髓的恶念直直袭向江炎心头 江炎伸周 蓝紫色的护盾光芒闪烁 将那婴儿头施加的负面精神状态 尽数抵挡在外 江炎身上也连续飘出了两个状态信息 免疫 免疫 江炎吐出一个烟圈 心中暗自点头 这陈妹妹和腹中那婴儿 形成的母子诡异 同样也有了类似上一世耳闻的分工 母亲陈妹妹偏向敏捷属性 婴儿则偏向智力属性 不过可能是被黄金荣叶封存了太长时间 陈妹妹和婴儿的攻击手段显得过于单一 并没有给江炎造成什么困扰 十秒钟很快过去 陈妹妹和婴儿的血量持续下跌 而江炎和陈妹妹之间的距离 一直保持着半个大厅的长度 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变长或变短 孤独 躲在角落阴影之中隐身的李渊渊 重重吞了口唾沫 她完全能看出来 禁忌006这完全就是在戏耍陈妹妹 只要禁忌006愿意 陈妹妹就算追上一百年 也休想碰到禁忌006的一根头发丝 而在短短十秒的追逐战中 禁忌006一直在抽烟 闲庭性不一般 根本连一次出手都没有 陈妹妹和她腹中的婴儿 却已燃到了冰死之际 碾压 绝对的实力碾压 李渊渊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 虽然不曾直观感受过陈妹妹的强度 但作为猎鬼局换武猎神 李渊渊从来都是距离危险 最近的一位猎神 对诡异和禁忌的压迫感 是有最直观认知的 以李渊渊的经验判断 陈妹妹的强度绝对不在陈灵儿之下 甚至因为母子诡异的缘故 有有过之 但就是这样恐怖的一头禁忌 在禁忌006面前 竟然一点波澜都掀不起来 被猫抓耗子一般戏弄到冰死状态 禁忌006恐怖如斯 第204章 你想前想疯了 眼见陈妹妹和腹中的婴儿生命值 你若不珍惜 不妨来见识一下 真正的毁灭究竟长什么模样 江炎的语气依旧平淡 但怪帽子阴影下露出的嘴角 已然勾起了两分锋芒 她一直躲闪的脚步 也随之停了下来 坦然面对陈妹妹的力找 正如她所说 该给的机会已经给过了 倘若这陈妹妹当真如此不识相 自己也不是非要 这对母女花不可 若是自己开出了如此优渥条件 依旧不愿归顺 那便让这一家三口一起消失吧 陈妹妹被江炎一番戏弄 越加悲愤 此时看到江炎停步 直接一找 直插江炎心口而来 就在这道攻击 几乎要命中江炎的时候 一道娇小的身影 忽然从鞋刺里 直接插了进来 千军一发之际 挡住了陈妹妹的攻击 正是陈灵 陈妹妹见状 连忙收手 没有对陈灵 造成什么伤害 灵儿 你 陈妹妹静怡不定看着陈灵 陈灵儿却是一把拉住陈妹妹 十分惊惧说道 姐姐 别 别打江哥哥 他 打不得 陈妹妹第一次认识江炎 不知深浅 陈灵儿却是已经跟着江炎 有一段时间 对他的恐怖之处 深有体会 上一个主动攻击江炎大哥哥的东西 生命值直接被清空了一万遍 如果不是保护战旗的存在 那陆天尊死的都不能再死了 陈妹妹现在就剩下这点血 一旦攻击落在江炎身上 定然是立刻就死的结局 陈灵儿哪里看得了这个 立刻插了进来 阻止了这一击 陈妹妹目光狐疑 陈灵儿连忙说道 姐姐 哥哥对我很好 我们要不就 答应他的条件 我们一起努力赎身 好不好 陈妹妹 江炎在陈灵儿后面 抽了一口就烟斗 一言不发 静静等待陈妹妹的决定 小姑娘可谓是在所有死路之中 给陈妹妹找到了 那唯一的一条生路 就看陈妹妹能不能抓住了 陈妹妹看了看陈灵儿 小脸上的哀求之色 又瞪了江炎一眼 却依旧看不透 怪帽子下的那一片浓厚阴影 只能看到那静静燃烧的旧烟斗 以及其上鸟鸟生腾的幽蓝色烟雾 陈妹妹咬着牙 说道 那你说说 这个身 怎么说 江炎淡淡一笑 说道 我来给你算笔账 江炎说着 竖起了一根手指 陈灵儿在那第三医院秘境之中 与我对抗 我不光没有杀死他 还将他放了出来 这是以德抱怨 也是救命之恩 他又竖起了第二根手指 为此 我放弃了大幅度提升第三医院秘境 评价的机会 舍弃了巨大的利益 这是我为了救陈灵儿的命 放弃的利益 旋即 江炎又竖起了第三根手指 陈灵儿答应我 今后归顺于我 我才承诺陈灵儿 替他找到被天使基金会 封印了五十多年的你 为此 江炎向周围一指 血流飘楚 遍地失守 只有三个T6 还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江炎淡淡说道 我得罪了天使基金会 这个恐怖的组织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活在被天使基金会 打击暴富的阴影之中 这是巨大的风险 此外 江炎又竖起了第四根手指 指了指陈妹妹 说道 我又救了你 和你腹中孩子的命 对你也有救命之恩 第五 我是个人类 如果放你们走 那么你们两头禁忌 将会对其余人类 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是背叛我的族群 前四点 其他人还安安静静听着 这第五点一出口 陈海川 邓海 和李源源头上 还有哪里像人 李源源心中 顿时想到了 禁忌006档案之中的一行记录 不可揭穿 禁忌006喜欢伪装人类身份 勤勿揭穿他的人类伪装 否则会引起禁忌006的致死攻击 妈的 我当时看到这行记录的时候 就觉得 难道这些猎人一拳都是疯了 禁忌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离谱的事情来 可现在 亲眼见到之后 踏马竟然都是真的 李源源感觉 自己的三观 又一次被禁忌006击碎了 江炎面前 陈眉眉听完江炎的五点陈述之后 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样一听 似乎还真的亏欠了他许多 江炎竖着五根手指 淡淡说道 这五点 每一点 你都需要用一个亿名币 来补偿我 给我五个亿名币 我立刻废除和陈灵的合同 放陈灵自由 陈眉眉 陈灵 陈海川 邓海 李源源 多少 五个亿名币 陈眉眉破口大骂 你踏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五个亿 你真敢开这个口啊 江炎呵呵一笑 门啊 他直接开始掏斗 一叠又一叠红色的名币 放在了陈眉眉面前 不多不少 刚好五个亿 陈眉眉 刚刚江炎在孙在城面前掏钱的时候 陈眉眉还没出来 不然他也说不出来这种话 现在却是被江炎把脸打得啪啪作响 你 你拿得出来五个亿又怎么样 你有五一身家 我和灵二让你承受的损失 不可能就等于你的全部身家吧 江炎呵呵一笑 不 但是这五点加起来 给我的影响 约某有我百分之一的身家吧 江炎说罢 又一次开始掏斗 很快 地上出现了五百个亿的名币 看着累在一起的红色名币 如同一座小山一样 在场的所有人 都齐齐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205章 永恒的牛马生涯 看着禁忌006面前堆叠的五百亿名币 陈海川低声呢喃自语道 不可能 这些不可能都是真的 邓海双目直勾勾 看着满地的金碧辉煌 久久无法回神 梦一般自语道 我之前一直以为 现在的名币 和之前我们烧给先祖们的名币 没有一点相似 可现在看来 我之前太肤浅了 藏在角落阴影之中隐身的李源源 重重揉了两下眼睛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坏了 我是不是从来没来过难斗 之前一直都是一场梦 肯定是难斗那些疯子猎人记录的 禁忌006档案过于离奇 以至于我看完之后 做了这样一场噩梦 李源源用力捏了两下自己的眉心 泥南自语道 先别醒 先别醒 让我看看自己的想象力 极限在哪里 既然是我的梦 那我猜 最后这五百亿名币 应该是被我得到了吧 毕竟 我的梦里 我应该是主角才对 安小心拄着加特林 站在一旁 看着江炎一叠叠巨额名币 往外掏兜 满脸无奈之色 心中暗自嘀咕道 有一句古话叫做 财不如白 我老公这样招摇 真的好吗 陈梅梅和陈灵 冰着这五百个亿 彻底陷入了失语之中 虽然还是感觉 江炎让自己拿五个亿 来给陈灵 赎身这个要求过于离谱 但在这五百个亿的衬托下 似乎能从如此 强词夺理的言论里面 品味出那么两分 并不应该存在的合理性 可是 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陈梅梅雨无伦次 一双本该阴冷的目光 此时却充满了狂热 盯着江炎面前的五百个亿 结结巴巴说到这五百个亿 我是说 这五个亿 我 我还不上啊 江炎呵呵一笑 丝毫不意外 虽然是很强的母子诡异 还是两头竞技级别的 诡异组合而成的母子诡异 但就算是这样的陈梅梅 估计到了三十次 诡异降临的时候 都未必能攒起一个亿名币 更别提五个亿了 还不上才是正常的 让你还上了 那还了得 岂不枉费了我的狮子 大开口 江炎轻车熟路 直接递出了一张 染血的诡异合同 好整以侠道 没事 我帮你想办法 债务虽然有点多 不过 你只要努力工作 总能有还上的那一天 加油 我很看好你的 陈梅梅嫩嫩 接过了江炎手里的诡异合同 思绪混乱之中 开始阅读合同内容 这份合同 比陈梅儿签订的主仆契约宽松许多 基本和其余诡异的 正常雇佣合同持平 而每个月的月薪 是十万名币 关于具体的条款宽松与否 主要是和江炎自身的处境有关系 之前处理陈梅儿的时候 江炎对自己这第一头竞技手下 有十足的警惕 江炎给陈梅儿的那份合同 说是卖身器一点不为过 可现在的江炎 已经不需要再依靠卖身器 确保陈梅梅和陆天尊 这样强大的竞技 无法威胁到自己了 所以陈梅梅此时拿到的合同 自然比陈梅儿 当时拿到的主仆契约 要宽松得多 至于签下契约的成果吗 以江炎的实践结果来看 冥币的魅力是无穷的 建立在冥币基础之上的雇佣关系 和主仆契约的结果区别不大 只不过江炎无法一念转动 要了陈梅梅和陆天尊的命 她必须多此一举 对安小新多说两个字 开枪 陈梅梅和陆天尊才会死 陈梅梅强行整理了一下混乱的思绪 暗自私存道 林儿也是十万 而且我这个不是卖身器 是雇佣契约 如此说来 给我的待遇还算挺不错的了 陈梅梅本来就还没有彻底脱离出人类的思维 在陈梅梅作为人类的三十多年时间中 她一直都在打工 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颗螺丝钉 为了二两岁银不断奔波 含辛茹苦将名义上的妹妹 实际上的女儿拉扯长大 说来艰辛 但实则 对于现代社会的秩序规则 陈梅梅活得还算有些尊严 日子过得不那么富裕 却也保暖有余 在这样的环境中 陈梅梅的思维 早就已经习惯了打工赚钱这个模式 现在江炎递来的雇佣合同 无形之中契合了陈梅梅的习惯 她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接下这个工作的机会 毕竟 陈梅梅现在等于是卖给江炎了 五个亿可不是那么容易赚到的 在此之前 陈梅梅无法离开江炎 那么对陈梅梅而言 也留在江炎身边 为她工作 赚取到高额的名币作为报酬 一点点积攒给陈梅梅赎身的本钱 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了 眼见陈梅梅签下了诡异的合同 合同化作两道红光 分别没入了自己和陈梅梅身体之中 江炎嘴角 翘起了一抹压抑不住的坏笑 嘿嘿嘿 这个合同实在是大转特转 陈梅梅虽然看着是一个禁忌 实则她肚子里那个还未出生的小婴儿 强度也不比陈梅梅差太多 这签一个 等于签了两个 名币只给了十万 也就是半个露天尊的价格 太香了 江炎几乎美得鼻涕冒泡 至于陈梅梅和陈梅儿 真的攒齐了五个亿的名币 要离开自己这种可能性 说实话 还真的几乎没可能 母女两个 只要江炎故意少给他们发一点奖金 再稍微施展一些阴损的资本家手段 这208年就是正无穷 已经落入了自己这黑心资本家的手里 就别想轻易离开了 一家三口 一个九岁小女孩 一个灵盆在即的孕妇 一个还未出生的摊 一起给我打工 虽然听起来很阴间 看起来也很阴间 用起来更是阴间 但毕竟他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这一家三口 永恒的牛马生涯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第206章 带他们进去唱歌 看到双方的雇佣合同生效 陈眉眉下意识地对江炎鞠了个躬 小声说道 谢谢老板 以后还请老板多多关照 江炎内心 嘿 她还得谢谢咱 不得不说 被社会毒打了三十多年的陈眉眉 的确属于是先天牛马胜体了 给江炎这个黑心资本家提供的情绪价值 比陈灵和陆天尊加起来都多 就是看她一个灵盆在即的孕妇模样 还要给江炎鞠躬行礼 这个画面多少有点太不当然了 当然 如果考虑到双方都是禁忌的话 那就更显阴间了呀 李渊源缩在角落阴影中 看着眼前这一幕 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她倒是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拘谨了 这位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现在基本确定 自己绝对是在一场梦里 甚至可能连自己看到的禁忌006 在猎鬼局内网上的恐怖档案 都是自己这个梦境的一部分问题 即便只是个梦 这个梦也显得过于荒诞了一些 明币如此唏嘱的现在 禁忌006挥手就是五百个亿的冥币 一个怀孕的禁忌肚子那么老大 给禁忌006鞠躬行礼 还成了禁忌006的牛马打工鬼 但凡长得脑子的人 都不会认为这里是现实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这种剧情 到底是哪个脑子被驴踢了的三流携手 才能在非闲者时间中编排出来 我最近的精神状态实属堪忧 李渊源开始利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心理学知识 开始剖析自己眼前的这场梦境 俗话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一定是白天的精神压力太大 夜里才会梦到如此离奇诡异的东西 呼 给我睡醒这一觉 我一定要请一天的假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不然的话 长此以往下去 我是不是有可能精神分裂 嗯 就算不是精神分裂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精神类疾病 幻听什么的 话说 这个梦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按照李渊源的有限经验 梦境中的人 一旦意识到自己身处梦境之中 并且认为这个梦境太过冗长的话 就会很容易清醒过来 但这一次 李渊源竟然一点从梦境之中 行转的迹象都没有 既然醒不过来 那李渊源也就只能继续看着 就当单纯欣赏一下 自己这个荒诞的梦境 到底还能整出什么花活来 可惜了 现在诡异降临 世界秩序崩溃了 不然我把这个梦 写成一本小说 应该能赚一点润笔吧 李渊源心中一边私存 一边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我的隐身持续时间 快要结束了 李渊源的成长核心 就是自己的隐身天赋 搭配之前作为贼王世家传人 学习的各种技巧 所以 她的装备和被动 都是围绕隐身这个能力来构筑的 故而 李渊源的隐身持续时间 比其他几乎所有玩家都要更长 但再长 也终究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幻武猎神李渊源自然早有对策 只不过 她脑中闪过了一个迟疑的念头 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我作为这场梦的主角 需不需要演得这么逼真 要不别隐身了 他们应该不会发现我的 这个念头一转 李渊源旋即释然 虽说 自己作为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贼王世家的传人 需要时刻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 但在梦里 就难得任性一次 李渊源看着自己玩家面板上 属于隐身的状态 一点点归零 旋即消失 她藏匿阴影之中的身影 缓缓浮现了出来 虽然一身黑色风衣 依旧几乎和阴影黑暗融为一体 但仔细看这里的话 所有东西都能轻易发现李渊源的所在 李渊源对此已经毫不在意了 真要被梦里这些东西发现 到时候自己再隐身也不迟 如此真实的梦境 也是自己难得的体验了 毕竟 李渊源从始至终 都没有被任何存在 窥破过自己的隐身 眼下 这也算是自己模拟一下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面对的局面 但很快 李渊源就发现 哪怕是自己脱离了隐身 依旧没有任何东西注意到自己 所有人和诡异的注意力 现在都集中在禁忌006身上 没有人往李渊源这里看一眼 除了江岩 怪帽子阴影下遮盖的目光 有意无意扫过了李渊源 一直藏身的阴影 江岩早就知道 这里藏着一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大妞 不过一直懒得理会她 每隔一段时间 江岩就会扫一眼李渊源 看看这一页账目 掩耳盗灵的隐身美人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之前 这隐身美人 一直都藏匿在那片阴影之中 维持隐身状态 一动不动 可是这一眼扫过去 江岩却是愣住了 显行了 这是谁的步将 素质也太低了 一个隐身天赋的玩家 蹲阴影 蹲着蹲着 自己身上的隐身状态没了 都浑然不觉 之前还是在江岩一个人面前 掩耳盗灵 现在直接成了光天化日之下 上演皇帝新衣了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她 江岩顿时有些无语 不论这是哪个势力的人才 这个势力 都绝对是弱机中的战斗机 江岩沉思片刻 决定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主动暴露自己的目的 所以暂时 装媒看见好了 说不定待会儿 这美女就自己想起来 续好隐身了 江岩先是将地上的 五百个亿名币 一叠叠收了起来 这可是一笔天亮巨款了 哪怕对江岩而言 也需要印714分钟 也就是12个小时左右 将名币收起来之后 江岩这才将注意力 转到了那三个瑟瑟发抖的T6之上 天使基金会在南东 最高的职位 就是孙在成那个T7 除了他 就是这三个还活着的T6 地位最高 现在孙在成已经死了 这三个T6 就是江岩能够拷打的 全部信息来源了 我说句实话 江岩吐出一个幽蓝色烟圈 淡淡说道 你们死定了 只不过 你们想要轻松一点的死法 还是想要痛苦至极的死法 一个T6自治必死 耿着脖子怒吼道 我死也不让你如愿 有什么手段 都拿出来看看 江岩呵呵一笑 指着一旁的一个房间 说道 陆天尊 你带他们三个进去唱歌 记得把门关好 不然扣你工资 第207章 拉了一坨超大的 一直跟在江岩身旁 迷雾之中打酱油的陆天尊 此时听到老板招呼自己 顿时喜上眉梢 自从成为老板的狗腿子 这还是陆天尊 第一次获得表现自己的机会 之前看猪刚烈 魔狼和燕妹 在老板面前疯狂表现 陆天尊说 不羡慕 那当然是假的 自己可是禁忌 自己比他们所有鬼都强 也就陈灵 能和自己一较高下 没理由被一头猪比下去啊 现在 终于有了 我的用武之地吗 四手巴臂的陆天尊 从迷雾之中一跃而出 四张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用手里的二胡 狠狠砸在了 其中一个T6的屁股上 指着刚刚姜炎吩咐的房间 粗声粗气说道 给我滚进去 三个T6多多缩缩 站起身来 满脸不解和惊句 刚刚那浑身黑气缭绕的东西说 进去干什么 唱歌 带我们进去唱歌 这唱歌 是字面意义上的唱歌 还是另有所指 他们可是知道 一些恐怖的组织内 会对酷刑有别样的戏血称呼 比如四轮定位 书经活络 软件升级之类的 就连天使基金会内部 也有类似的暗语 这三个T6 都以为自己会面临 残酷的刑罚折磨 一点没以为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会和唱歌扯上 什么字面意义的关系 可能是在影域 我们会叫得很凄惨吗 这三个T6 此时都十分悔恨 天使基金会 为什么没有给他们 三个T6准备自杀的手段 比如藏在牙齿里的毒药 藏在后脑中的 微型炸弹之类的 现在只求干净地死去 一聊百聊 免受折磨 却已经是不可触及的奢望了 眼见这三个T6 都和陆天尊进了房间 合金房门紧紧关了起来 江炎吐了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走 我们私下参观一下 这南斗天使基金会总部的格局 天使基金会的势力范围 绝不仅止于南斗 眼下这个南斗总部 也只是基金会的冰山一角罢了 但这总部的规模 也着实不小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帮助江炎管中窥报 好好一睹这基金会的面貌 当然 江炎选择这个时候参观 主要原因是 不想听陆天尊唱歌 陆天尊的歌声穿透力极强 纵然在那合金房间之中 也说不定会透露出来一部分 让那三个T6 好好享受陆天尊的歌曲就可以了 自己就免了吧 藏在后面阴影之中的李源源 左右看了看 发现自己脱离隐身状态这么久 竟然还没有被发现 看 我说什么来着 这绝对就是一场梦罢了 李源源心中 越发安定 她犹豫了一下 没有去追禁忌006 反正他们说是 去参观天使基金会的总部格局 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真正令李源源好奇的 是这房间里 那四首八壁的陆天尊 如何唱歌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猎鬼局内网之中 那代号禁忌008 称号不邪乐章 自称陆天尊的禁忌 据说这位不邪乐章 唱歌难听爆了 不过 在我梦里的话 应该也不会很难听吧 毕竟 我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而人类无法想象 自己没见过的东西 李源源一边这样念叨 一边捏手捏脚 绕过满地血泊 悄悄趴伏在了紧闭的 合金门前 准备听听里面的动静 现在大厅之中空无一人 以李源源自身 贼王世家的传承 也自存隔墙有耳 这项家传技术 不会被里面的陆天尊察觉 更何况 这只是自己的一场梦而已 合金房门关闭 面积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中 只剩下了陆天尊和三个T6 三个T6对视野 都看到了 对方脸上挂满了冷汗 未知 永远是最大的恐惧 虽然他们已经自知必死 但也同样对那个威胁他们生命 毁灭基金会 这个伟大事业的家伙 充满了怨怼 最后的报复 就是咬紧牙关 不发一言 绝对不能让那个可恶的家伙 再从自己嘴巴里 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 哪怕这个长着四颗头的恐怖诡异 施展出来的手段 再如何痛苦 也绝对不吐露半个字 绝不让他如愿 绝不 陆天尊手中 八件乐器 纷纷架起 其中的四件管乐 分别凑入四口 四件弦乐 也在手掌之间奏鸣 请君听我歌一曲 沉闷轰鸣一般的声音 从陆天尊腹腔之中传出 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怪异 和扭曲之感 此曲名为 菊花台 门外的李源源 顿时一愣 菊花台 这歌她可太熟了 当年大学毕业典礼上 她就是唱的这首歌 为此苦练了整整一个月 不得不说 自己梦里的不写乐章 这起事还是很有派头的 李源源源暗自点了点头 下一刻 八件乐器 琪琪在门内奏响 各种特殊音色交织在一起 本该化作一曲古典交响乐 但流淌而出的乐章 却是没有一处正常 组合起来 分外不鞋 每一个音符 都蕴藏着不可名状的 邪义之感 陆天尊的腹腔内 也不断传出 邪义扭曲的歌声 你的 泪光 柔弱 钟带伤 惨白的月弯弯 勾住过往 夜 太漫长 凝结成了霜 是谁 在阁楼上 冰冷 地绝望 这一次演奏 陆天尊的歌声十分清晰 和之前的混沌无状 大不相同 每一个字都能听清 但也正因为此 这邪义扭曲的歌声 配合不斜癫狂的乐章 越发令其威力加倍 宛如一场盛大的污染风暴 直指往所有人耳朵里 粗暴灌注 顺着所有人的听觉神经 直接攻占了他们的大脑 翻江倒海 毁天灭地 虽然陆天尊 并未激活自己的第一技能 高山流水 所以这一曲 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门内门外的人 都没有掉血 但李渊源在这一刻 感觉自己已经死掉了 卧槽 李渊源一双美眸骤然远睁 眼中血丝暴突 仿佛看到了什么 极致恐怖的东西 这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本来应该很好听的 那么多的乐器 本该是一场音乐盛宴 谁知道陆天尊 竟然直接拉了一坨超大的 哦 李渊源直接在魔音灌耳之下崩溃了 张嘴吐出了一摊早饭 第208章 但我唱完行不行 李渊源一边呕吐 一边连连后退 这完全是他的双腿 自然而然的动作 就像是人类手指触碰到火焰 会调剑反射般弹开一样 此时的李渊源 只想离这个恶心的房间远一点 更远一点 哦 哦 李渊源快速推到了大厅另一边 扶着大厅的合金墙壁 弯腰吐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胃里的东西吐了得干净 李渊源都没能压制住 那股发自骨子里的生理反应 太恶心了 实在是太恶心了 现在这个距离 李渊源已经几乎听不到 那房间里的歌声了 但那扭曲的音符和不斜的乐章 依旧仿佛余音绕梁 在李渊源心间来回激荡 她一回味起刚刚听到的东西 就忍不住又吐了一次 这一次 胃里已经没有东西了 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东西 是绿色的胆汁 一张原本美丽的面庞 此时更是憋得通红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李渊源感觉 自己上个月的午饭 搞不好都吐出来了 太难听了 实在是太难听了 这么美好的一首歌 就算不会唱 跟着哼哼也断然不止于此吧 那禁忌 到底是如何将之变成 如此恶心的东西的 李渊源感觉 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的一片拼图 悄然崩碎了 初三那年 和帅气青色的男童桌 一人一个耳机 分享的就是这首菊花台 那时候 斜阳洒落客桌 映照在李渊源刚刚完成的英语作文上 满桌青春的味道 散发着金色流苏般的光芒 虽然后来和那个男童桌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 却是李渊源青春之中 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现在每一次听到菊花台 李渊源都不禁想起 那个临近放学的课后 那就是自己的青春啊 可现在 随着李渊源听到 陆天尊奏鸣的菊花台 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再一次想起那个课后 感觉男童桌那原本青色帅气的脸 现在变得无比猙獰恐怖 桌上的金色流苏 似乎也变成了一坨坨大便 散发着臭不可闻的气息 不然我的梦境里 怎么可能凭空出现 这种恶心的东西 我恐怕已经不知觉间 距离彻底疯狂 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否则断然不可能梦到这种剧情 等我醒来 我不光需要一次休假 还必须得去看看心理医生 挽救一下我岌岌可畏的理智 门外李渊源的呕吐声 门内根本没有听到 陆天尊虽然敏捷属性也很高 不过她正沉浸在自己的不邪乐章之中 十分自恋且陶醉至于 剩下的三个T6 情况比李渊源 凄惨无数倍 第一句歌词出口的瞬间 这三个T6的眼珠子 就开始突出眼眶 眼中血丝抱涌 目自欲裂 太难听了 实在是太难听了 他们揪其一声 听到的最恶心的声音 都不如眼下万分之一 纠结折磨 第一句歌词还没唱完 这三个T6 就直接呕的一声吐了出来 那喷吐的架势 仿佛要将肠子 都直接吐个干净 才肯罢休 但他们制造的异动 却半分没有影响到陆天尊 这首菊花台 简直就是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天籁 我的音乐天赋 已经在这一刻 经由这首曲子 完美展现了出来 只可惜 陆天尊忽然有些怨念 自己如此美妙的华张 老板竟然没有听到 如此 自己还怎么在老板面前 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价值 太可惜了 一定要找个机会 给老板好好听一曲 别 别唱了 一个T6艰男如动 爬行到了陆天尊脚下 一把死死攥住了 陆天尊的裤腿 双目之中血泪暴涌 面色凝丽如鬼 咬着牙说道 求求你 不要再唱了 陆天尊瞥了他一眼 心中暗自叹息 有那么好听吗 都给孩子听哭了 还是血泪 我这天赋 真是绝了 陆天尊唱的声音 更大了两分 菊花残 满 地伤 你的笑容 以泛黄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 静静 他 北风乱 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 孤单在湖面 撑 霜 大厅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李媛媛 忽然又听到了一缕 若有若无的乐章 从那合金房间之中 飘了出来 如同无孔不入 直直往自己耳朵里钻 仿佛一个电钻 顺着自己的耳洞 往自己的大脑里 狠狠插了过去 要直接将自己 插得脑浆肆意 李媛媛翻着白眼 几乎是手脚并用 向禁忌006 刚刚离去参观的方向 逃了过去 救命啊 谁来救救孩子 这里真的待不了了 一秒钟也待不了了 老娘这噩梦 难道不会结束的吗 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我这梦真是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不真实了 原来人真的能想象出来 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吗 房间里 三个T6齐齐抱着 露天尊的大腿 齐声哀求道 求求你 不要再唱了 我们说 我们什么都说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只求速死 他们三个T6 作为南斗天使基金会的 绝对高层 平日里都接受过 非常严格的训练 自认为都是硬骨头 进入这房间之前 他们都坚信 只要自己不愿意说 谁都无法强迫自己开口 那个浑身黑气缭绕的混蛋 永远无法从自己嘴巴里 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任何 但现在 这三个T6都清晰意识到 曾经的自己有多么幼稚 这世界的真正恐怖 直到现在 才开始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露天尊手中 八个不断奏鸣的乐器 陡然一听 他惋惜叹道 我就快唱完了 你们让我唱完 这最后一段再交代 行不行 第209章 屁滚尿流的幻舞猎神 听到露天尊这个要人亲密的要求 三个T6连连摇头 哀嚎道 不行 不要再唱了 我们立刻就交代 就现在 露天尊放下了手中的四剑弦乐 也松开了口中的四剑管乐 常常叹了口气 你们失去了一次 亲眼目睹最伟大作品诞生的机会 三个T6此时已经蹊跷流血 气息奄奄 就连皮肤上都出现了细细蜜蜜的紫红色玉斑 那是他们的皮下血管 发生了小规模暴裂的现象 露天尊看了看他们的凄惨模样 低声嘟囔道 算了 他们属性太差 承受不了我的艺术 改日还是去给老板演奏 老板属性高 承受力更强 露天尊拉开紧闭的房间大门 带着三个T6向江岩的方向追了过去 一边追 口中还一边小声哼唱 北风乱 一夜未央 你的影子 剪不断 涂流我孤单 在湖面 成双 这是菊花台的最后一段 哼完了之后 露天尊四双眼睛 齐齐陶醉般眯了起来 连连点头 自我称赞道 完美 真是一首伟大的作品 李源源刚刚手脚并用 朝禁忌006离去的方向 逃出一段距离 后面的恐怖邪忆的歌声 终于彻底听不到了 李源源长长松了口气 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真的受不了了 她擦了一口嘴边残存的会晤 靠在走廊墙边摊坐 贪婪地吞吸着没有歌声的新鲜空气 感觉自己体内的声机在缓缓恢复 就在李源源喘息之际 却忽然听到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 从自己来势的方向 快步走了过来 随着这个沉重的脚步 还有一阵阵小声的哼唱 顺着走廊蔓延而来 虽然这次是轻唱 没了不屑癫狂的伴奏 但那斜意扭曲的歌声 依旧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李源源瞳孔颤抖 满脸难以置信地 看向身后来势的方向 一个四手八臂的高大身影 拖死狗一般 拖着那三个T6 朝自己追了过来 李源源 卧槽 为什么追我 噩梦 绝对是顶级噩梦 你不要过来啊 李源源几乎是下意识地 进入了隐身状态 而后借助隐身的速度加成 不要命一般往前狂奔而去 别追了 别追了 一边追还一边唱 这踏马简直比电剧杀人魔 恐怖一百倍 李源源啊李源源 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下次做梦梦几个 肌肉裸男服侍你的剧情 不舒服吗 隐身的李源源 屁滚尿流般向前逃 陆天尊拉着三个T6 根本没看到李源源 顺着走廊在后面追江岩 不多时 陆天尊就找到了 在这里参观的江岩 大厅两侧 分别有好几条狭长的走廊 镜头还有巨大的旋转楼梯 楼梯下方设计了一个 小型的室内湿地公园 景致很不错 顺着楼梯下去 则是另外一层 根据邓海的推断 应该是被电梯标记为 主控和仓库的区域 江岩在主控楼层转了一圈 发现都是些电子设备 邓海通过设备间的电脑 简单查看了一下 满脸冷汗被江岩禀报道 老板 这些都是天使基金会的设备 里面有一些云服务器 大型的存储设备 不过这些东西 现在似乎都已经被损坏了 江岩微微挑眉 损坏了 邓海连连点头 道 嗯 应该是天使基金会的人 意识到我们近来 自己将数据破坏了 他额间的冷汗 却是越发稠密了 刚刚打开电脑 邓海就发现 天使基金会的数据 全部都存在这里 之前邓海只是一个T2 根本没有来过南多的总部 对这里的情况 也是完全不知情 眼见这些数据 竟然如此完好保存着 邓海眼前不由得一黑 如果这些数据 全部被禁忌006掌握 以禁忌006的性子 定然会大范围 复刻天使基金会的 各种恐怖实验 到了那个时候 天使基金会 就可谓是在禁忌006身上复活了 而禁忌006 也绝对会因此 变得更加恐怖 邓海趁禁忌006不注意 输入了格式化的代码指令 随着格式化的进度条 快速跳动 邓海的额间 冷汗沉沉而下 他在赌命 如果此刻 被禁忌006抓个争着 就死定了 邓海向来惜命 说不怕是假的 但已经上了猎鬼局的贼船 有些事情 便是不得不做 事实证明 邓海赌对了 在场的所有人和鬼 就连陈海川都没看懂 邓海刚刚干了些什么 江炎瞥了一眼 狗腿子 在自己面前 经常会出现类似的神情 动不动就一脸冷汗 静若寒蝉 江炎估计 可能是陆天尊 朱刚烈他们太吓人了 陈海川和邓海作为人类 常常自威 故而常有这种神色 两相比较起来 张小虎他们就正常多了 不过江炎很轻易 就想通了其中的区别所在 张小虎理论上 并不是江炎的狗腿子 而是安保圣的狗腿子 是安保圣路边捡来的野孩子 从小养大的 事实上算是安保圣的养子 安保圣则是江炎的岳父 所以张小虎他们面对江炎的时候 虽然敬畏有加 但心态比之陈海川和邓海 自然是不同的 可惜了 江炎缓缓点头 心中有些遗憾 这些数据对他而言未必有用 但就此损坏了 便少了一个 加深对天使基金会了解的途径 虽然自己来了这一趟之后 南都天使基金会的势力 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距离被连根拔起 已经不远了 但南都只是基金会的一个分布罢了 而且江炎估计 按照天使基金会的尿性 南都分布被连根拔起 他们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未来的麻烦 肯定会源源不断朝自己袭来 既然数据已经没了 我们去仓库看看吧 邓海 你留在这里 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都帮我收集起来 朱刚烈 你陪着邓海 保护一下他的安全 帮他搬运东西 江炎说罢 转身向外走去 刚刚离开设备间 江炎迎面就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屁滚尿流地顺着楼梯跑了下来 第210章 孕妇可听不得露天尊 江炎定睛一看 这模糊的影子 正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个隐身美人 江炎眼睁睁看着这个隐身美人 顺着楼梯屁滚尿流 从楼上跑了下来 就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 这隐身美人下楼之后 明显也看到了迎面的自己 由于片刻 他竟然直接就钻进了楼梯周围 小型室内湿地公园的水池里去 那水池是模仿野外溪流的景致 内部的水一直在缓缓流动 表面还有雾化的水汽漂浮 水身大约50厘米 一个人平躺在里面 的确不容易发现 江炎看着这隐身的美人 直接躺在了水里 全程竟然没有任何水声和水花 不禁挑了挑眉 如果不是他属性太高 能看到模糊的人影轮廓 估计现在也察觉不到水里有个人 细微之处见功力 这个隐身的美人 藏匿的手段的确很是惊喜 旋即 江炎听到了一个沉重的脚步声 顺着楼道跑了下来 陆天尊的声音从上面传了下来 老板 这三个家伙招了 江炎对此毫不意外 陆天尊那歌声 就没人能不招的 江炎看了看陆天尊托死狗一样 拖来的三个T6 不禁暗自惊叹 一个个都蹊跷流血了 光是唱个歌 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我之前还是小瞧了陆天尊的能力 唱歌能难听到这种程度 不得不说 从各种角度来看 都算是一项非常杰出的能力了 陆天尊四张脸咧嘴笑道 他们都没能欣赏完 我一首完整的菊花台 错过了结尾的话 整个艺术就不完整了 缺了很多的余韵和意境 老板 我想给你奏名一曲 让您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陆天尊自存 这话已经非常舔狗了 把自己最得意的艺术拿出来 让老板这个明显不懂音乐艺术的人 来评判改进 若是换了别人 陆天尊直接给他头拧掉 也就这位老板 才能对自己伟大的艺术智慧了 江炎顿时打了个哆嗦 背后的安晓星也打了个哆嗦 陈灵儿如灵大敌 提起了手中的血色淋雨 蛛丝木带也抬起了一脚 露出一只阴冷的大眼睛 十分戒备看向陆天尊 我姐姐是个孕妇 听不得这种音乐 到时候生下来的孩子是个畸形 可怎么办 别人胎叫都是莫扎特 好家伙轮到陈妹妹胎叫 就听陆天尊 孩子能正常就见鬼了 说不定直接在陈妹妹子宫里 拿旗带上吊自杀了 江炎也连连摆手 说道 大可不变 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处理 智力属性越高 对陆天尊的不邪乐章抵抗力就越强 以江炎现在四百的智力属性 就算听了陆天尊的乐章 只要陆天尊不催动高山流水 江炎估计自己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至少绝对不会像这三个T6一样 被陆天尊折磨得几乎大脑爆炸 但是不会不代表要听 江炎可没有受虐倾向 有那时间多听听安小兴叫床不好吗 江跃跃欲试的陆天尊抛在一旁 江炎看向那三个模样凄惨 双目几乎失去焦距的T6 问道 说吧 你们天使基金会再难都 还有多少据点 实验室 仓库之类的分支机构 如实交代出来 一个都不要少 那三个T6凿已经被陆天尊击碎了理智 此时只想诉死 告别这个癫狂扭曲的世界 迎来永恒的安宁 竹铜岛豆子一般 将天使基金会的所有秘密 都一股脑往外说 江炎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旁边 让陈海川拿了个小本本 在旁边当自己的书记员 把江炎认为有意义的信息 全部记录了下来 天使基金会的据点 是江炎最在乎的信息之一 唯有将这些据点全部清除 南都的天使基金会 才能算是连根拔起 据这些T6所说 重要的据点 一般都有T5以上级别的人员镇守 不重要的据点 也至少会有一名T4 所以眼下的总部 虽然被江炎剿灭 但是散落在南都各处的基金会人员 还有很多 如果江炎置之不理 不知道 这些被潜移默化 灌输了丧心病狂思维的人 还会偷偷弄出些什么乱子 更何况 根据邓海和T6的说法 散落的那些据点中 有一些是和第三医院下方的实验室 相同性质的 里面很可能还各自藏着少量的奈何石 如此珍贵的隐藏宝石资源 江炎自然不会视若无睹 必须将之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算甘心这三个T6 一共交代出来五十多个据点 江炎之前也只掌握了其中五个 这五十多个据点里 只有六个是实验性质的 其余都是仓库 培训 集散点之类的据点 重要性难以和实验室相提并论 不过江炎让陈海川将这些一一记录 准备让自己刚刚收服的母女花 挨个洗礼一遍 除此之外 江炎还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情况 比如蓝光石的深入研究 这三个T6其中之一 对此如数加真 江炎从他口中得到了很多信息 也确定了之前的很多猜测 根据天使基金会的研究 奈何时孕育而出的诡异 和正常的诡异相比 几乎没有思维能力 只有杀戮本能 这些被孕育而出的诡异 可以称得上是没有灵魂 这个特点 却在某些情况下带来了便利 比如和人类之间的融合实验 如果是有思维的诡异 融合似乎是注定失败的 哪怕有奈何时的帮助 天使基金会 目前也从未制造过 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如果是被孕育出来的 没有思维的诡异 和人类融合的时候 则会有一定的成功率 之前从陈玉兰这个T6身上 砍下来的鬼手 就是一头天使基金会 通过奈何时和特定实验条件 孕育出来的一头诡异 陈玉兰作为一个丧心病狂的科学家 在观测过许多实验 并且渐渐探索出了一条 相对安全的实验道路之后 迫不及待在自己身上 做了这个实验 为此 他砍了自己的一条手臂 才将那鬼手和自己融合 江炎静静聆听 随着他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 奈何时的了解 也越来越全面了 第211章 现在全是本应超级的了 首先 奈何时对所有人类玩家而言 是一种隐藏的宝石资源 可以镶嵌在装备的宝石槽中 获得随机的增益词条 不过目前 只有江炎一个人 激活了系统商城的宝石页面 并且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 可能都只有江炎一个人有 在江炎隐蔽黑压的 就烟斗11级获取的宝石槽中 1级奈何时 能够提供全属性加一的效果 其次 奈何时散发出的幽蓝色光芒 如果在一定条件下 照射污秽阴性物质 能运生出思维能力低下的诡异 此种诡异被杀死 并没有系统奖励 但能按照卸量 给江炎提供冥币收入 第三 被御育出来的低质诡异 能在奈何时光芒的持续照射 和一定的手术条件下 和人类的身体进行融合 按照基金会的长期实验和观察来看 人类的婴儿 本身因为智能水平极低 和同样低质的诡异 融合成功率反而较高 一旦融合的人 诡双方有一方智能水平较高 那么 融合实验的成功率 就会直线降低 目前有一些成年人 和低质诡异的融合案例 比如之前被江炎弄死的陈玉兰博士 但还没有听说过 成年人和正常诡异的融合成功案例 第四 如果奈何时被被诡异吞吃 能够大幅度增强诡异的实力 但会摧毁诡异的思维能力 这一点江炎之前只是猜测 眼下却从基金会三名T六口中 得到了验证 基金会也已经通过实验证明 如果奈何时被诡异持有 则能够小幅度增强诡异的实力 不会如吞吃一般摧毁诡异的思维 但奈何时的存在 会对诡异造成很大的吸引力 令诡异生出吞噬的欲望 所以 诡异只持有奈何时 而不吞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五 半人半诡异的东西 会对奈何时产生惧怕 比如陈灵儿和陈眉眉 这两个被基金会实验成功的对象 都本能地讨厌奈何时 最后 人类不会被奈何时影响 这些信息 每一条都很宝贵 结合了天使基金会这么多年的实验 以及江炎自己的观察 虽然还无法得出切实的结论 不过这奈何时 当真不凡 绝对不是普通的宝石能够媲美的 根据这三个T六的说法 南都天使基金会最近几十年中 研究的重点 都在往诡异的控制 和人鬼融合两个方面上倾斜 至于诡异的孕育 南都基金会内部的意见是 已经掌握了比较全面的信息 更多进入了流程化 批量化生产的阶段 研究的力度反而比较小了 更多是在孕育诡异之后 将这些孕育出来的诡异 交给天使基金会的其他实验室 进行诡异控制 和人鬼融合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诡异降临 现在也才开始不到半个月 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时间中 不太可能在诡异降临之前 满世界去搜捕 极少出现的诡异和禁忌 那是猎鬼局这种官方组织 才会干的事情 突出一个吃力不讨好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收益 在几十年的研究之中 南都基金会在诡异控制 和人鬼融合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也都获得了一定的突破 比如之前 带在陈妹妹腹中 胎儿脑袋上的那个头环 一样的电子设备 就是南都基金会 某个实验室之中的最新实验品 名为控制头环 这东西 邓海之前也在某些 他没有阅读权限的档案之中看到过 不过那个时候的控制头环 还缺陷重重 这控制头环 根据三名T6透露的信息 只能控制思维能力很低的诡异 比如朱刚烈 魔狼 燕妹这种拥有很强思维的诡异 基本不可能被控制头环影响 陈妹妹的思维能力 实则比朱刚烈直流还要更强 毕竟她之前是三十多岁的人类 哪怕现在成了诡异 脑子也依旧比正常诡异好用多了 但陈妹妹的大头 无法被控制头环影响 小头却是可以 陈妹妹肚子里那个胎儿 因为还没出生的缘故 思维能力自然很弱 成了诡异之后 也一样没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陈妹妹和胎儿 乃是一体的母子诡异 本质上是一个存在 所以当控制头环 待在那胎儿脑袋上的时候 令孙再诚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对陈妹妹的控制 竟然成功吗 根据三名T6所说 这控制头环的研制 很有针对性 基本就是冲着陈妹妹去的 几十年如一日的投入 竟然真的让南都基金会 掌握了一些货真价实的手段 孙再诚 如果不是遇上了江炎这种超级大变态 那么有控制头环和陈妹妹在手的他 基本能在南都横着走 哪怕是南都猎鬼局 也根本不是南都基金会的对手 以陈妹妹的强度 完全能够将猎鬼局这些人全部杀光 哪怕有王家 这位天剑猎神在 局面恐怕也不会因此改变 念及此处 天使基金会同时掌握了斩命灵童和另一头禁忌 并且利用两头禁忌的恐怖杀伤力 直接打崩了南都猎鬼局 自那之后 天使基金会就是南都的真正主宰者了 江炎并未经历过第八次诡异降临 之前一直对王虎城的话将信将疑 现在看来 这条信息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一旦天使基金会真的控制了陈妹妹 那么也就能间接控制陈灵 拥有了两头禁忌在手的话 那时候的天使基金会 战斗力可能直追现在的十分之一个江炎了 哪怕只是现在江炎的十分之一 放在第八次诡异降临的南都都具有恐怖的统治力 其他各种方面的信息 江炎也从这三个T6口中拷打出来不少 躲在一旁的邓海 听着江炎不断从这三个T6口中挖掘各种信息 恨不得上去打烂这三个T6的嘴巴 骂了的八子 老子冒着被禁忌006打死的风险 删了电脑里的信息 结果被你们三个踏码说了得七七八八 早知如此 我还不如将这些信息全部拷备出来 双手奉给禁忌006 还能在他心里留下一个好印象 江炎将这三个T6全方位无死脚榨干之后 对天使基金会的认知程度果然又深了许多 那三个T6自知必死 跪在地上连连扣手 哀求江炎让他们快些死去 江炎缓缓点头 将这三个T6直接标记为了敌对单位 随着瘟疫光环和污住光环的伤害数字飘出 这三个T6直接双眼一翻倒在地上死去了 江炎缓缓起身 瞥了一眼那隐身没人藏匿的地方 发现他还在水里躺试这么久了 竟然连换器都没换过 很能憋啊 江炎不以为意 摩拳擦掌向总部的仓库走去 据那三个T6所说 这仓库里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很好 现在全是本应超级的了 第212章 班空仓库 这天使基金会南斗总部中 除了之前孙在成激活的那个黄金陷阱之外 还有诸多黄金和白银组成的陷阱 只不过 因为江炎突入此处的姿态实在太过蛮横了一些 根本没来得及激发这些对诡异而言十分危险的陷阱 不过 就算这些陷阱激发了 黄金和白银对江炎的威胁 也就相当于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 江炎给自己的老丈人打了的电话 一次性要了鼎盛集团200多人的施工队来 在三个T6提供的信息之下 这200多人的鼎盛集团施工队 快速拆除天使基金会总部之中的各种陷阱 将其中的黄金和白银全部回收 而江炎则直接推开了天使基金会总部的仓库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钞票 江炎眼睛一亮 但仔细看了一下 才意识到这些不是冥币 而是之前的通用货币 江炎面色顿时一垮 据张小虎所说 现在人类玩家之间 还有一部分在以通用货币交易一些生活品 但币值已经急剧萎缩 而且非常不稳定 对能海量印钞的江炎来说 这些通用货币就是再多 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过这偌大仓库之中 除了通用货币之外 还有其他好东西 成敦的黄金和白银 各种大型的实验器械 武器 工程器械 也包括了 专门用来对付诡异的武器和装置 这些东西 江炎虽然用不到 却能拿来武装自家老丈人 以鼎盛集团而今的规模 天使基金会里 这些武器装备 绝对能让他们的战斗力 越升一个台阶 虽然鼎盛集团是做建筑工程出身 但对武器装备的研究和制造 明显是门外汉 安保胜最近收编了一个 南都周围的废弃军工厂 打算自己研制一些枪械和白银子弹出来 系统商城里都有贩卖 而且质量非常精良 远比鼎盛集团自己研制出来的好用很多 但鼎盛集团养着那么多人 需要的资源自然庞大 如果都从商城里购买 明币的开销将会以百万技术 两相比较 如果能批量制造武器装备 就算质量不太好 却也能让手下的这些人 节省一大笔开支 将明币更多集中在 自身的技能和属性上 猎鬼局和天使基金会的战斗部门 明显也是走的同样的路子 所有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必须将之分配在最有用的地方 就连江炎 在巨大的通货膨胀之下 消费的时候 也必须考虑一下性价比 故而对大型组织而言 武器装备能自己做 最好还是不要占用冥币 这也是大型组织和独狼玩家之间 渐渐会拉开一些差距的原因 之所在江炎对安保胜 还是有所保留的 虽然偶尔也会以各种名目 往安保胜手里塞一些名币 而且古玩街越来越多的收益 也在反补顶胜集团 但顶胜集团的钱 还是肉眼可见的不够花 日子过得虽然欣欣向荣 却也紧紧巴巴 安保胜也有让江炎 接受军工厂的想法 被江炎断然拒绝 当时接受安保胜安排 管理古玩街 是因为这地方对江炎来说 的确是风水宝地 但军工厂那是什么垃圾 对江炎来说 完全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安安静静在自己店里 做一个小时 想要什么武器装备买不出来 至于安保胜的忧愁 人活着就会发愁 死了才能安宁 江炎也没有救世主勤俭 自家老丈人奋斗事业 难道还能是坏事不成 不过今日 将天使基金会的总部仓库 一锅端了之后 鼎胜集团暂时就不需要 再为武器和装备发愁了 鼎胜会的力量提升 对江炎来说 也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利好消息 随着鼎胜会对南斗的力量 辐射范围越来越大 获得的利益自然也会随之增加 而鼎胜街的客源也会扩大 现在南斗很多人 已经知道了鼎胜街的大名 但还有相当比例的人 不知道这个安全区的存在 江炎的宝箱探索 以及后续剿灭天使基金会 余孽的工作 也都可以放心交给老丈人去做了 又是把老丈人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一天 既然得到了这么多资源 鼎胜街也需要跟着鼎胜会 一同成长了 现在这个难民营养的模式 终究是无法长久的 江炎心中暗自盘算 让魔狼和朱刚烈 安排外面一直等候的诡异进来 和老丈人派来的人 一起充当搬运工 这仓库里 除了这些装备和经营之外 还有一个专门的巨大区域 用来储存诡异 这些诡异都一个个 被储存在黄金熔业的罐子里面 一动不动 处于被封印的状态 江炎仔细观察了一圈 发现这些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诡异 江炎放出来一个 和诡异说了三句话的功夫 那毫无理智的诡异 打了安晓星五次 虽然都没打到 被敏捷属性同样极高的安晓星 轻松躲过 但还是激起了江炎的愤怒 直接一把江之恩 回了黄金熔业里 重新封存了起来 江炎看着这些 装在了黄金熔业的罐子 陷入了沉思之中 虽然不能当手下 但这些可都是良好的印刷材料 沉思片刻 江炎让人将这些诡异 连着黄金熔业罐子 一起运送到了 古玩街隔壁的 诡异营地之中 妥善放置 就让这些没脑子的诡异 乖乖待在罐子里 以后蝙蝠 提供高空视野的时候 江炎还能稳定 获得一部分 可观的民币收入 除了黄金熔业罐子之中 储存的诡异之外 江炎还在天使基金会的 总部仓库最底层 发现了一个 封存了大量诡异尸体的区域 按照三明T6的说法 这些诡异的尸体 按照比例成为实验材料 也能有效预育出 更多的诡异来 江炎让邓海指挥 鼎盛会的人手 将这些诡异的尸体 都抬了出去 连同之前被陈灵 屠杀死掉的人类尸体 一同送入鼎盛大厦地下的 珠网巢穴之中 充当人面鬼猪的 小蜘蛛孵化材料 第213章 又见黄金关 此外 仓库里还有一些 空着的黄金熔业罐子 都被江炎珍藏了起来 这些罐子可都是好东西 肉眼可见 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里面那些黄金熔业 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弄出来的东西 一旦损毁 可就再没有了 这些黄金熔业罐子 都可以看作 一个个小型的黄金光果 能够对诡异 进行有效的封印 不过效果远远不如 黄金光果 好处是更加灵活 可以看到里面的诡异 可以随时打开或者关闭 甚至能够在维持封印的同时 对里面的诡异进行实验 之前估在陈妹妹 胎儿头上的那个控制头环 估计就是在陈妹妹 浸泡在黄金熔业的时候 才能成功估在胎儿头上的 等邓海指挥着鼎盛集团的人手 将这些黄金熔业罐子 全部妥善搬走 离开了这个储存诡异的仓库 走到外面一看 正好看到陈海川 站在一个角落里面 双眼死死盯着 一个高大的东西发呆 这东西 被一块军绿色的粗布蒙着 旗下一角隐约透出 灿金色的光芒 似乎也是一块黄金 在金银成敦的仓库之中 出现一块这么大的黄金 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邓海走到陈海川身后 低声说道 发什么淡 这东西有什么特殊吗 陈海川回过神来 面色难看至极 眼中满是震惊和不幸 这是 这 绝对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不 不可能的 陈海川重重摇头 表情开始变得痛苦而挣扎 邓海看着陈海川这样 十分意外 在他的印象里 陈海川是个强大勇敢的男人 连禁忌006的卧底 他都敢干 这世上 又有什么事情 能让陈海川如此痛苦 邓海皱着眉头 将这军绿色的粗布 又往上掀了掀 这一次 邓海看清楚了 军绿色的粗布之下 是一个巨大的黄金光果 高有四米 一米建方 非常厚实 其上雕落着繁复的佛道 两家密纹 工艺非常精湛 邓海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低声呢喃道 这么大一个黄金棺材 好离谱啊 再仔细看了看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扭头问道 这是 拿来封印诡异的黄金棺材吗 队长你 这个反应 这棺材难道 邓海加入猎鬼局的时间 还太短 当时陈海川和江炎 交易黄金棺材的时候 邓海根本没在旁边 自然也不知道 这棺材出现在这里 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海川的面色 变得难看至极 一字一顿说道 这绝对是猎鬼局的棺材 绝对 就算天使基金会 想出了同样的封印方法 也制作出了黄金棺材 也绝对不可能 连密纹都一模一样 这个规格 更是猎鬼局特有的 就连内部的盖板 之间嵌合的技术 都和猎鬼局的棺材一模一样 那是用最前沿的材料技术 一体成型 然后高精分割的 之前 神州只有三家工厂 能做到这个技术 全是军事管控级别的 现在一家也没了 邓海一时间意识不到 这个棺材背后的意义 陈海川却是如同五雷轰顶 看到的瞬间 就感觉世界坍塌了 绝对不可能 是天使基金会 自己做出来的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猎鬼局内 恐怕有叛徒 而且这个叛徒 位置极高 连黄金棺果都能偷出来 送入天使基金会的仓库里来 天使基金会 此前已经展现出过 许多不同的手段 来封印诡异 比如之前的黄金烟雾 或者眼下的黄金熔液 都能有效制约诡异 黄金熔液持续时间更长 而且不需要持续通电 黄金烟雾的单位 造价更低 适合暂时在特定区域储存 这些都不值得奇怪 而且也都比不上 黄金光果的万无一失 天使基金会储存的 只是一些很弱小的诡异 就算跑出来了 也很难翻起巨大的波澜 但是黄金光果 是设计出来封印禁忌的 一旦封死 就没打算让里面的东西 还能重见天日 邓海同样是心思玲珑之辈 听到陈海川这么说 瞬间反应了过来 因为陈妹妹吗 这里储存着一头禁忌 所以才准备了这样一个光果 逻辑上是成立的 只不过 真正的问题是 天使基金会 是如何得到这光果的 队长 如果是你 能翘无声息 将一个光果送出去吗 邓海重重吞了口唾沫 金仪不定问道 陈海川呵呵笑了一声 笑得比哭都难看 绝对不可能 之前将黄金光果 交易给禁忌006 那是上报过的操作 主要是因为 天剑猎神王家当时在南斗 而以王家的权限 亲自提起这笔交易 加上陆天尊那时候 直接奔赴南斗而来 这才被京城总局同意 而眼前这个 位于天使基金会 仓库之中的黄金光果 完全就是 南斗猎鬼局 记录之外的存在 陈海川面色难看至极 一字一顿低声说道 我必须要亲自去问王局长 他口中这个王局长 并不是京城猎鬼局 总局的局长 那位猎鬼局 京城总局的局长 乃是神州真正的大人物 享受的是副国级待遇 而陈海川口中的王局长 是南斗猎鬼局 分局的分局长 是地方厅级干部 南斗猎鬼局 一共有一位分局长 一位副局长 旗下还有三位队长 陈海川是其中一位 不过南斗的局长和副局长 都不是战斗岗位 和诡异拼杀 处理具体事务 本来就不是这两个老头子的事情 那是三位队长的职责所在 诡异降临之前 局长和副局长 还经常搞一些办公室政治 存在感很强 喜欢指手画脚 但诡异降临之后 这两个正副局长就开始装死 权力几乎完全下放 给了三位队长 导致南斗的很多事情 都是陈海川和王家商量决定的 理论上来说 王家作为天剑猎神 职位比南斗的分局长都高 他来了之后 完全能作为钦差一般的存在 行使局长的所有权力和职责 也越发将南斗的正副局长架空了 不过他们没有存在感 但人还是活得好好的 邓海打了个哆嗦 一把拉住了陈海川的手 低声说道 队长 别冲动 这个必须好好计划一下 和王猎神商量之后再决定 据说不是换武猎神 也来了南斗吗 到时候 唯恐拔出萝卜带出泥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 第214章 好好拷打 一下这个美人 听到邓海的劝说 陈海川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缓缓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等我今天晚上回去 和两位猎神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天剑猎神 成功接到换武猎神没有 有了换武猎神在 很多事情就简单多了 邓海好奇问道 队长 这位换武猎神很厉害吗 陈海川笑了笑 说道 我和他也就几面之缘 没什么深交 但那一身前行探索的精神技巧 却不是我们能够望其向背的 有换武猎神在场的战斗 往往信息极多 而且极准确 战斗难度会因为它的存在 降低好几个等级 陈海川的声音 比之前听起来 新为了许多 也没那么沉闷了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随着难斗聚集的猎神 越来越多 陈海川的心理压力 明显小多了 邓海也点了点头 眼中同样闪过一抹七剂之色 他和陈海川不一样 并不熟悉这些 成名很早的猎神 心中的期待 更是比陈海川多了 两分幻想的余地 陈海川和邓海 简短交流之后 转而去找仓库 其他地方的禁忌006 向他汇报这里的发现 一个这么大的黄金光果 就算陈海川认出 这是猎鬼局的资产 却也无法将之 偷偷拿回去充攻 只能是便宜禁忌006了 江炎听到这个消息 同样震惊 赶来四下观摩了一番 发现竟然真的和自己之前 得到的那个黄金光果一模一样 江炎同样很快意识到了 问题之所在 怪帽子阴影之下的双眼 变得十分凝重 果然 我早该想到的 天使基金会 能在神州大地上潜伏这么久 都没有被发现半点端倪 怎么可能没有林外河的情况呢 就连猎鬼局里 也被天使基金会的人 不知觉中埋下了棋子 江炎的目光 在陈海川脸上游逸了一圈 想要从这位 猎鬼局老猎人队长的神色之中 看出一些端倪 江炎有充分的理由 怀疑这个黄金光果 就是陈海川交易给天使基金会的 这位陈大队长 明显是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 二五仔 他能吃里爬外 站着猎鬼局队长的位置 还在自己手下 拿四万明币的月薪 那自然也能做出同样的事情 在天使基金会里 也吃里爬外一份 而且 江炎手里的黄金光果 不就是陈海川吃里爬外 以权谋司才交易过来的吗 原来我不是第一个 怪不得这陈海川那时候 看起来多少有些熟练和从容 见微知著 这猎鬼局真是烂透了 江炎心中摇头叹息 不过他也只是怀疑罢了 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 这个黄金光果 就是陈海川交易给天使基金会的 也许是猎鬼局中的其他人也说不定 毕竟和陈海川同级的就有两个 比陈海川等级高的还有两个 也无法排除是从其他地区交易来的 江炎深深看了一眼陈海川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与众心长道 老陈啊 做人呢 还是要有点良心 踏实一点 你说呢 虽然还没有什么证据 不过江炎决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情况 陈海川当个吃里扒外的猎人 江炎还能包容他 但如果陈海川和天使基金会还真有一腿 和邓海的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 江炎容不下他 就不得不杀了这个 目前看起来还算尽职尽责的人类狗腿子了 陈海川被拍得僵在了原地 感觉一股刺骨的寒意 从禁忌006刚刚拍落的地方 快速蔓延开来 直往自己骨髓里钻 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禁忌006看出了我的卧底身份不成 陈海川只觉毛骨悚然 不可能啊 我到底是哪里露出了破绽 糟了糟了 这下子 我恐怕撑不到斩龙猎神带着他的秘密武器 抵达难斗的那一天了 陈海川心中顿时涌出了浓浓的悲怆来 面对死亡 就算是他 也难以保持冷静 我必须赶快把我今天的见闻 回去更新到禁忌006的档案里 如此 死也放心了 陈海川努力抑制自己身体的颤抖 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些 对面前的禁忌006深深居公道 谢谢老板教导我 老板说得很对 我一定虚心接受 江炎点了点头 转身走开了 没有证据之前 他不愿意因为捕风捉影的事情 就弄死陈海川 让鼎盛集团来的搬运人手 想办法把这个黄金光果也运送回去 江炎拉着安小兴的小手 带着陆天尊 陈灵和陈妹妹 重新回到了那旋转楼梯下的小型室内 湿地公园旁边 那个隐身的美人 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一直躲在水里 一动不动 就和死了一样 眼下天使基金会的总部 基本被江炎洗劫一空 所有基金会的成员 都被江炎直接杀掉了 他还命令了魔狼和燕妹 带着50个诡异 在这里守时三个小时 如果没有人复活 放一把火烧瓶这里 再回转谷湾街 天使基金会总部 目前还没有处理的 只剩下了这个 突然出现的隐身美人 这家伙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在我进入 天使基金会总部的时候出现 江炎微微眯起双眼 冷笑自语道 估计也是基金会的人吧 这个隐身的美人 给江炎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此人形势难以捉摸 隐形能力和潜伏手段 非常优秀 可竟然能够忘记 自己的隐身状态 持续时间从中脱离了那么久 还恍若未决 江炎之前一直没理她 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现在其他事情 都已经告一段落 是时候把这个美人抓起来 好好拷打一下了 江炎提着一瓶墨水 探手进入了 湿地公园的水流之中 她明显摸到了 一团海藻般的头发 以及一颗手感 很不错的禽手 江炎直接一把 将李元元从水流之中 粗暴地扯了出来 而后手中的墨水 直接都投泼在了李元元脸上 第215章 说吧 你替己 李元元当时 着实被紧追不舍的 露天墩吓坏了 唱歌这么恐怖 还要追着自己唱 这梦究竟是有完没完 当李元元慌不择路 逃下旋转楼梯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 这个小型室内湿地公园 立刻意识到 自己可以躲进水里去 水能在很大程度上 隔绝声音的传导 就算在梦里 应该也是如此 李元元当机立断 直接躺了进去 以她贼王世家传承的手段 有足够的自信 能在入水的时候 不积起一点水花 果然 李元元躺进水流之后 终于获得了清静 摆脱了身后 紧追不舍的恐怖歌声 但那不斜的乐章 和扭曲谐意的歌声 完了 我不干净了 李元元抛在水里的脸上 满是绝望之色 我的大脑 被这个噩梦污染了 我的菊花台 再也不是那个 闪着金色流速的青春记忆了 我怎么还不醒 快醒来啊李元元 是时候脱离这个恐怖的梦境 去看心理医生了 李元元试着掐了一下 自己的大腿根部 想要找到一个脱离噩梦的办法 却猛然发现 自己的大腿 竟然钻心地疼 李元元 这什么意思 梦里怎么会有这么真实的痛觉 难道 不 不可能 李元元断然摇头 如果不是梦 怎么可能有五百个亿的冥币 曾经在自己面前闪耀 绝对是梦 就在李元元 不断自我否定的时候 一只粗暴的大手 突然破开水面 一把抓住了李元元的头发 无可抵御的距离传来 李元元直接被这只大手 扯着自己的头发 猛然拽了出去 李元元双眼骤然圆 眼中满是极致的惊恐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的隐身术 为什么被窥破了 不可能的 啪 一瓶墨水 直接泼在了李元元脸上 将隐身的她呈现了出来 物品 险形墨水 向隐身目标泼洒 回令其险形 持续时间 一百八十秒钟 售价 一千明币 江炎仔细看了看 被自己拎着头发拽出来的美人 娇好的面容 天鹅般的美景 凹凸有致的高挑身材 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只可惜 这美人现在无比狼狈 江炎看着 被自己一瓶黑墨水 泼出身形的李元元 不禁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这些烂大街的天赋 之所以是废柴 就是因为缺点太多 和附生一样 隐身也是非常常见的天赋 我这辈子还刷到过 这个天赋 真的太蠢了 江炎不禁又想起了这个美人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自以为是的 钻进了电梯里的画面 从这个美人的视角来看 他当时一定很帅 但从江炎的视角来看 他就像个小丑 如果不是江炎 有意想要看看 这个美人究竟想做些什么 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他连跑都没地方跑 眼下更是尴尬 一瓶卖一千明币的墨水 就直接破了李渊源的隐身术 状态还在 但效果已经等于墨了 普通墨水是不能破隐身的 附着在身体表面的东西 也会被隐身术影响 变得不可见 唯有系统商城里售卖的 险形墨水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就和江炎所说一样 这个天赋真的很废物 和附生有的一拼 不过 虽然天赋很废 江炎也不得不承认 在这个美人手里 隐身天赋似乎绽放出了 不一样的光芒 就像王虎城把 附生玩得很溜一样 这女人也把隐身玩得很溜 如果不是江炎的四项属性 都突破了四百大关 估计也发现不了 他存在的痕迹 若是看不到一点痕迹 江炎自然也不会发疯一样 胡乱泼洒墨水 而这个美人 除了隐身这个天赋之外 其余方面的潜行能力 也都算是各中翘楚 全程藏匿下来 几乎毫无破绽 啊 直到此时 李渊源才后知后觉 发出了一声惊叫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 不可能 我这个梦太离谱了些 快醒来吧 求求你了 江炎指着被泼出了 行迹的李渊源 对身后的狗腿子们说 给我绑起来 陆天尊和朱刚烈 硬了一声 两个五大三粗的诡异 一个抓住李渊源左边 一个抓住李渊源右边 直接将这个高挑曼妙的美人 狠狠捆绑在了一个椅子上 双手反绑在身后 因此傲人的胸 在黑风一下 越发凸显了出来 显然是一对异 双腿分别绑附在了 椅子的两条腿上 偏偏这椅子有点宽 所以李渊源 现在呈现出了一个 非常不雅的角度 身上的绳子 也捆得十分粗暴 颇有一种被灵虐的济视感 江炎看着陆天尊 和朱刚烈的杰作 捏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 还没有被我发掘出来的 隐藏天赋 不然这捆绑出的美人 怎么有一种 倒国片的济视感 身后的安小星 下意识抓住了江炎的胳膊 这我没说到 你在看什么 这是你该看的吗 交给我吧 我毙了他 江炎哭笑不得 反手握住安小星的小手 说道 我们先拷打一下 说不定是天使基金会的余孽呢 这女人潜心能力如此出众 江炎估计 她在基金会里的职位也不低 说不定就是哪个 重要据点镇守的T6 今天正好来总部汇报工作 和自己撞上了 绝对不能放过 李渊源被一个极为不雅的姿态 牢牢捆覆在椅子上 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她不是没想过挣扎 但她的力量属性 别说陆天尊 就连朱刚烈都比不过 再加上陆天尊 失心光环的影响 李渊源整个人的大脑 都有些混沌 思路并不灵光 你 你们 快放开我 不然我 不然我 还没等李渊源 想出一句合适的狠话 一直戴着灰白色蛛丝手套的手 就粗暴地捏起了李渊源的下巴 说吧 你是T级 第216章 重新建立认知的机会 李渊源何时被人如此对待过 心中瞬间有怒意腾起 一双美眸恶狠狠盯着禁忌006 如同一只发狂的野猫 放开你的脏手 别以为你是头禁忌 我就会怕了你 李渊源说吧 竟然直接张开嘴巴 咬向江炎的手指 十分凶残 若是放在平常 李渊源自然不敢如此放肆对待一头禁忌 但眼下 既然只是自己的一场梦 又何必在乎那么多 江炎无声一笑 抽手闪开了李渊源的红润小口 淡淡说道 我是得大活然 你不要诬蔑我 李渊源狠狠瞪了一眼 禁忌006怪帽子低垂下来的阴影 却依旧看不透其后的面容究竟如何 只看到那微微仰起的嘴角 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击翘之色 这头禁忌 似乎还真的和难度的猎人们上传的档案一样 在极力伪装自己人类的身份吗 李渊源冷笑一声 仰起了自己天鹅般的美景 誓死如归一般说到你说是 那就是吧 既然落在了你手里 我也不指望还能活着 你动手吧 李渊源心中暗道 自己如果死在了梦里 肯定就能醒过来了吧 江岩却是呵呵笑道 想死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陆天尊 你带她去那个房间唱歌吧 记得把门关好 陆天尊四双眼睛 奇奇一亮 李渊源却是猛然瞪圆了一双美眸 心中涌起惊涛骇浪 狮声喊道 什么 不 不不不不不 我不要听她唱歌 我不要 你不能这样对我 这里是我的梦 是我的 我命令你 快放开我 江岩多看了李渊源一眼 心中诧异 这美妞儿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怎么听不太懂 算了 不重要 让陆天尊好好给她唱一首歌 撬开她的嘴巴 看看她到底在天使基金会中 担任什么职位 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然后弄死就行了 陆天尊十分兴奋 摩拳擦掌 拉着李渊源走入了旁边的房间之中 安小星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了房间大门 然后扭头就跑 江岩也连忙转身 准备离开这个污染现场 谁知刚刚转身 就看到了两个人影 僵立在走廊不远处 正是陈海川和邓海 邓海一直跟在陈海川身后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虽然邓海自存 智商比陈海川高 但也清晰认识到 陈海川这个老练的猎人 在绝大多数方面的 应变能力和技巧 都要远远超过自己 谁知道 本来是快步赶去 和禁忌006汇报收获的陈海川 却是脚步陡然一顿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邓海险些撞在陈海川背后 连忙停下了脚步 看了一眼前面的情况 一个满脸泼满了 墨水的狼狈女人 被陆天尊和朱刚烈 五花大绑在了一把椅子上 姿态非常不雅 胸前带一双傲人 越发凸显出来 看得令人想要犯罪 加上那满头狼狈的乱发披散 越发有一种破碎感 引人不由地生出一种侵犯欲 邓海仔细看了看 判断似乎是一个前行者 被禁忌006发现了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以禁忌006的属性强度 什么隐身单位看不到 但陈海川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 邓海疑惑用极低的声音问道 怎么 队长 身体僵硬的陈海川 背后的衣服快速被冷汗浸湿 以至于邓海都能看到一片汉字 在陈海川背后快速扩大 陈海川声音颤抖 用只有邓海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说道 是 幻武猎神 被 抓住了 他的声音宛若梦逆 惊恐而绝望 邓海文言 双目一点点瞪圆 浑身汗毛 根根倒树 石 什么 那是 刚刚抵达南兜支援我们的幻武猎神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声音无比绝望 估计是想要凭借自己超绝的隐身能力 亲眼看看接下来的敌人 但是 禁忌006的属性 太恐怖了 直接窥破了他的隐身 两人对视一眼 齐齐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悚然之色 要坏事了 陆天尊的歌声之恐怖 陈海川和邓海都深有体会 一旦幻武猎神扛不住 自己两个猎人卧底的身份 定然会暴露在禁忌006面前 到了那个时候 就死定了 江炎和安小兴这时候关上门 迎面快步走来 一眼就看到了 僵力不动的陈海川和邓海 江炎疑惑问道 你们两个怎么了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陈海川和邓海七七打了个哆嗦 回过神来 却是笑得比哭都难看 陈海川小声说道 老板 要不我和邓海守在这里 等有了结果 我们立刻通知你 江炎顿时愕然 他看了看身后紧闭的房间大门 有些不确定 问道 江炎自诩不是个不尽人情的老板 虽然给狗腿子们发的工资 和奖金很是丰厚 但也没必要硬逼着 自己的狗腿子吃事 陈海川却是装出了 一副谄媚的笑容 说道 老板 我们没问题的 一定第一时间 将结果汇报给老板 江炎本欲在想想 但身后紧闭的房门之中 隐约传来了陆天尊的声音 请君听我歌一曲 江炎头皮一麻 拉着安小兴快步奔逃 抛下一句话 那行 你们等着吧 再不跑 几乎全程昏迷 现在给他们一个 重新建立认知的机会 让他们好好领教一下 陆天尊的精神污染之恐怖 以后 估计就学乖了 看着江炎和安小兴 快步消失不见 陈海川和邓海 小心翼翼靠近了那紧闭的房门 就听里面 传出了陆天尊 开始迅速变得 邪义扭曲的声音 词曲名为 青花词 第217章 求你别再唱了 房间里 紧接着传出了 李源源崩溃的哭嚎 不要啊 不能唱青花词 啊 你刚刚唱了 菊花台 怎么还可以唱青花词 啊 求求你了 还唱菊花台 好不好 李源源觉得自己要疯了 青花词 也是承载了自己青春记忆的一首歌 能不能不要把我的青春全部毁掉 这到底是一场 怎样恐怖残忍的噩梦啊 陆天尊去哪里管这些 安小兴给他的那个音乐播放器里 第一首歌就是菊花台 第二首歌就是青花词 这也是陆天尊自觉最熟练的两首歌 刚刚既然表演了菊花台 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那么现在 来表演一首青花词 也算今天自己没有白来这里一趟 希望这个女人的音乐素养够高 能完整地欣赏这首青花词 别像之前那三个男人一样 没听完最后一段高潮就给我跪了 那点稀薄的音乐素养 活该他们被老板弄死 陆天尊四张恐怖的脸上 琪琪露出了自我陶醉的神色 八指手中的乐器 琪琪奏鸣 四个管乐塞进了陆天尊的嘴巴里 四个弦乐 则被陆天尊的八指手拨弄 一个个不邪的音符 从乐器之间骤然流淌而出 汇聚成一个不邪恐怖的乐章 啊 李媛媛翻着白眼 放声间叫哭求道 求你了 别开枪 他有心挣扎逃离 但被紧紧捆腹在椅子上 难以挣脱 虽然贼王世家 有很多逃脱束缚的办法 但陆天尊和朱刚烈的捆绑 实在太扎实 想要逃出去 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 陆天尊却是根本不准备 给李媛媛任何机会 腹腔之中 直接响起了扭曲邪义的歌声 素呸 勾勒出 青花 比风浓转弹 平身描绘 等牡丹 一如你出妆 冉冉弹香 透过窗 心是我了然 宣纸上 走笔至此 隔一半 哦 李媛媛直接被陆天尊给唱吐了 吐一地 妈的 这也太难听了 妈的 这是人能听的东西吗 别人唱歌最多叫个钱 你踏马唱歌 是真的要命啊 李媛媛双目翻白 娇曲在椅子上不断颤抖 浑身肌肉都开始进来 思绪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她清晰记得 自己的初恋 发生在青涩的大学时期 她虽然从小是贼王世家的传人 但贼王世家 早就不主张干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了 手艺虽然传了下来 但后人恶意偷东西的 已经很少了 李媛媛或许是因为 从小练习贼王世家的手艺 一直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学习成绩也非常出众 考上了神州排名前五的大学 那是大一刚刚入学的时候 有个男生打篮球受伤了 李媛媛正好从旁边路过 因为军训的时候 和这男生见过几次 便从包里翻出了一些纱布和绷带 帮这个男生包扎了一下 抬头的时候 却见这男生一顺不顺盯着自己 眼神有些慌张 又有些炽热 李媛媛笑了一下 说 不用谢 自那之后 李媛媛又和这个男生在水房 厕所 食堂偶遇过 那男生每次都要上来道谢 还送她一些小礼物 李媛媛从男生的眼神里知道 她喜欢自己 后来 男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弄来了李媛媛的手机号 每到晚上 就约李媛媛来操场上夜跑 李媛媛便去了几次 发现男生没自己跑得快 每次她都得故意慢下来 所以跑得很不爽 后来就不去了 男生又开始约李媛媛吃饭 每天李媛媛下课 教室门口必有那男生 周围的同学们都调笑 媛媛 你男朋友又来接你了 李媛媛只是笑笑 又过了两个月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男生在图书馆后门 布置了一堆气球 和李媛媛表白了 那时候 男生抱着一把吉他 坐在个低矮的课桌上 自弹自唱了一首 《青花词》 特深情 李媛媛当场鼓掌 表达了对她音乐天赋的欣赏 并拒绝了她的示爱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虽然觉得男生很帅 很阳光 学习也很好 很上进 唱歌也很好听 比自己还好听一些 但李媛媛已经有了婚约在身上 就想着 不要耽误人家男孩子的大好青春 男生显得非常沮丧 但李媛媛自那之后 就不和这男生有什么接触交流了 每次看到男生的身影 她都会躲在角落里 静静目送男生离开 以李媛媛传承自贼王世家的技巧 她和那男生再也没有偶遇过 一段缘分戛然而止 李媛媛不遗憾 但每一次她躲在角落里 静静目送男生走远的时候 都感觉眼前的时光 泛着淡淡的忧香 那是一种 油墨书卷混杂着阳光晒过的棉被味道 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发生 就被李媛媛亲手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但李媛媛始终将这段记忆 深深藏在心底 那个阳光明媚的舞后 那个满是粉色气球的安静后门台阶 那个抱着吉他 脸上两分志气未托的男生 那首青花词 真的很好听 还有那真挚炽热的示爱 如果这都无法诠释青春 那还有什么可以呢 李媛媛很感谢那个男生 这是自己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被男生表白 追求 可现在 记忆之中 那阳光明媚的舞后 瞬间乌云密布 图书馆后门台阶上 密布的粉色气球 骤然化作了一双双凝利的深紫色眼球 其中充斥着怨怼和恶毒 死死盯着自己 仿佛要将自己彻底吞噬 而那抱着吉他 认真弹唱青花词的帅小伙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皮肤裂开 长出了四张迥然相依的恐怖脸庞 背后 更是生出了八只猙獰的手臂 皮肤紫黑 望之不似活人 正是陆天尊 不邪的乐章 将李圆圆的记忆完全笼罩 每一个协议的音符 都在将李圆圆的思维撕裂 变得面目全非 扭曲可憎 右色渲染 视女图 韵味被私藏 而你奄然 得一笑 如含苞带放 你的美 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 得地方 天青色 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哦 李圆圆直接在自己珍藏的回忆里 一口吐了出来 面色惨白一片 艰难哀求道 不 不要唱了 求求你 不要再唱了 第218章 是谁在唱歌 陆天尊却是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音乐艺术之中 无法自拔 根本不离李圆圆的哀求 除非李圆圆交代老板想要的信息 否则陆天尊是绝对不会停下的 门外 陈海川和邓海 也不可避免的 听到了陆天尊那充满穿透力的 不斜癫狂的乐章 透过门缝 钻进了自己的耳朵 扭曲邪义的音符 仿佛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魔 一旦进入人的大脑 就开始挥舞自己邪恶的处须 疯狂攫取人的理智 撕碎人的思维 哦 邓海率先吐了出来 他年纪比陈海川小一些 清华词也是邓海的青春记忆之一 他不明白 一首如此优美的歌曲 到底是怎么能唱成这样的 哦 陈海川紧随其后 同样把早饭呕了出来 面如菜色 之前在废墟之上的时候 陆天尊一开枪 陈海川和邓海就直接晕死了过去 不同的是 那时候的陆天尊动用了高山流水 虽然目标是禁忌006 但鱼波的威力 依旧比现在单纯唱歌恐怖得多 那时候 如果不是王家 以手中风鬼陶木剑 挡住了正面的鱼波 陈海川和邓海搞不好 直接被鱼波弄死了 眼下陆天尊没有动用伤害性技能 所以 门内外的三个猎鬼局猎人 都没有掉血 但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是极强 一首青花词 带来的精神污染 比之前陆天尊胡乱弹唱的时候 严重得多 哦 陈海川一边吐一边扭头就跑 但跑出三步 又强忍着恶心 折反了回来 里面还有幻武猎神 不能不救啊 就在陈海川被不斜乐章 快速侵蚀的大脑 开始勉强运转 思索如何才能在如此逆境之下 救援可怜的幻武猎神之时 陈海川对面的同样呕吐不止的邓海 突然扯着嗓子大声唱了起来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哦 跑 跑得快 哦 一只没有 哦 眼睛 一只 哦 没有 尾巴 哦 唱得十分难听 没有半分美感 而且 其中还夹杂着呕吐之声 断断续续 听起来分外抽象 但随着邓海一边呕一边唱 门内那邪意扭曲的青花词 戛然而止 门内的陆天尊 他不断拨弄四个弦乐的八只手 将在了空中 四张嘴巴里的四个管乐 也同样不再发出声音 腹腔之中的歌声 如同按下了暂停键 不斜乐章 骤然中断 陆天尊的禁忌制约 唯有周围无人奏鸣的时候 才允许陆天尊奏鸣 虽然亲眼见过陆天尊属性面板的 只有江岩一个人 但猎鬼局高强度围观过 禁忌006和陆天尊的战斗 从蛛丝马迹之中 基本推断出了陆天尊的击杀规则 邓海脑子比陈海川更好用 此时反应更快 直接开始唱歌 果然 他一唱 门里面的陆天尊 就不唱了房间之中 癫狂的不斜乐章 渐渐平息 只剩下了李渊渊剧烈的喘息声 以及门外隐约传进来的歌声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李渊渊翻白的双眼 渐渐恢复了两分正常 却依旧满是呆滞 他原本绝色倾城 而金狼被不堪的俏脸上 满是深沉的恐惧之色 之前虽然见识过了陆天尊的菊花台 但被五花大绑 在椅子上 以如此羞耻的姿势 听陆天尊唱了几句青花词 之后 李渊渊才知道 真正的恐怖究竟是什么样的 无处逃 无法躲 只能在深沉的绝望之中 被魔鹰灌耳 被摧残心智 不 不可能 这不是梦 梦静绝对无法做到 经历如此强烈的生理感受 而还不惊醒过来的 李渊渊目光有些呆滞 口中低声呢喃梦一道 我知道了 这是现实 从始至终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这如果是现实的话 李渊渊的眼角 顿时涌出了大滴大滴的热泪 这个绝望的世界 就已经没救了吧 他的智力 被陆天尊的 失心光环削弱了三十点 又被陆天尊 施下了如此恐怖的精神污染 此时已经濒临崩溃了 李渊渊心中 不可控制地腾起了一个念头 要不我交代了吧 这个世界已经如此绝望 我的坚持 毫无意义 死亡才是一切的终点 给我一个安宁吧 来自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信念已经激进崩塌之际 坐在他面前的陆天尊 豁然起身 他四张脸上 巨是暴怒之色 陆天尊的老翁 面容愤怒咆哮 是谁在唱歌 门外的陈海川 刚刚擦了一把嘴边的会舞 脑子不太灵光之际 下意识接了一句 温暖了寂寞 陆天尊 你踏马 陆天尊的丑男面容高声嘶吼 敢打断我的艺术 嘴不可舍 老子要撕烂你的嘴巴 陆天尊的志同面容 惊声尖叫 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陆天尊的美女面容歇斯底里 又二胡琴弦勒死他 碰 陆天尊怀揣着浓浓的恨恼 一把拉开了房间大门 门外 陈海川和邓海静若寒蝉 抬头看着高大的陆天尊 这头禁忌原本身高15米 现在归顺了禁忌006 被投为了很多体型缩小药剂 但依旧比普通人高许多 像个黑铁塔一样 头下的阴影 降门外的陈海川和邓海笼罩 一时间房间内外 陷入了一片压抑无比的死寂之中 陆天尊的四双眼睛 死死盯着陈海川和邓海 两个猎鬼局的内鬼 静若寒蝉 仰望恐怖的陆天尊 感觉自己的生命 已经走到了头 陆天尊的神色 却是渐渐舒缓了下来 语气也放松了不少 是你们啊 这两个人类 陆天尊自然认识 是老板的得力手下 而且跟随老板的时间 比自己长多了 根据陆天尊的观察 老板很信任这两个人类 给他们两个交代任务时候 态度明显不一样 而且频率比给其他诡异 交代任务时候更高 另外 任务种类也呈现出了 很大的区别 其余诡异干的 一般都是脏活类活 但这两个人类 基本都是在干 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事情 陆天尊觉得 自己刚刚成为老板的狗腿子 和这两个同事出好关系 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陆天尊尊尽量和颜悦色道 可以请你们闭嘴吗 我在完成老板交代的重要任务 第219章 闭上你的臭嘴 陆天尊虽然尽量和蔼 但被笼罩在他阴影之下的 陈海川和邓海 还是感觉浑身冰凉 瞳孔不由自主地轻轻颤抖了起来 虽然禁忌006 比陆天尊恐怖得多 但禁忌006的攻击欲望 明显也比陆天尊低得多 这陆天尊是真的要人命 哪怕不出手攻击 也能杀人于无形之中 邓海连连点头 裴笑说道 我 我知道了 真不好意思 刚刚不是故意的 在外面偶然听到您唱歌 实在是太有美了 就没忍住 跟着唱了两句 现丑了 陆天尊四张脸上 琪琪轻蔑一笑 知道自己唱得不好听 以后就不要在我面前卖弄了 这里没你们什么事 去服侍老板吧 他们对话之间 一旁陈海川的目光 却是越过了陆天尊身影的缝隙 钻进了房间里 看到了被五花大绑 在椅子上的幻武猎神 目光触及狼狈羞耻的李元院瞬间 陈海川心中顿时究竟 虽然之前和这位幻武猎神不算熟悉 但也见过好几次 之前的李元院 是那么风姿绰约 倾国倾城 绝色无双 令所有男人自残行贿 可就是如此美人 竟然在短短片刻时间中 被陆天尊折磨到了这种程度 令人发指的暴行 但陈海川哪里敢造次 本来就感觉自己 已经被禁忌006怀疑上了 陈海川如果再乱来 搞不好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只能尝试迂回的手段了 目光相接的瞬间 椅子上双目失去焦距的李元院 忽然一惊 双目重新恢复了两分清明 这人好眼说 是 蓝兜猎鬼局的三位队长之一 陈海川 对了 天剑猎神王家和我说过 陈海川队长和另一名猎人 在禁忌006身旁当卧底 目前已经初步取得了 禁忌006的信任 看到陈海川的瞬间 李元院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刚刚已经想要放弃了 想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都交代给禁忌006 让他不要再派陆天尊折磨自己了 李元院不怕死 但李元院就算是死 也真的不想听陆天尊继续唱 青花词了 一切全部交代了 一了百了不好吗 但看到陈海川的瞬间 李元院原本破碎的李治 立刻重新拼凑起来了一些不可以 自己手里 可不光是自己的命 我李元院不想活了 当然可以自己死 但陈海川为了难得的幸存者 将命都堵上去了 在如此危险的禁忌006身旁卧底 只为了找到更多机会 封印这头恐怖危险的禁忌 我若全部交代了 那这两个卧底在禁忌006身旁的猎人 岂不是都因为我的懦弱 而被禁忌006以更加残忍的手段杀死吗 绝对不可以 李元院的目光越发清明了两分 脑中崩溃的李治在快速复苏 她的身体在五花大绑的椅子上 开始缓缓蠕动 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蠕动方式 随着李元院的动作 紧紧捆覆她的绳子竟然开始移动 仿佛她身上有看不见的粘液 十分滑溜 这是贼王世家秘传的手段之一 尼丘弓 专门用来逃脱绳索的捆覆 练到最高身之处 什么捆腹都无法捆住太长时间 再丢几分钟 我肯定能逃出去 李元院咬着牙 不断在椅子上 蠕动自己的身体 但陆天尊并不准备让李元院休息 她直接转身 关上了房门 向李元院身前折返而来 关门的那一瞬间 陈海川用自己的嘴形 对李元院说出了两个字 唱歌 李元院能成为幻武猎神 自然也是心死玲珑 更是十分信任自己的队友 看到陈海川这两个字的嘴形之后 李元院心中骤然闪过一道光 没错 难道上传过陆天尊 也就是禁忌008的档案 她的击杀规则就是不唱歌 别人不唱她就唱 她唱就要人命 但是如果我也唱的话 眼见陆天尊就要坐下 继续奏鸣未完成的青花词 李元院直接抢先一步 张嘴唱道 丑八怪一鸦 一嗨 能否别把灯打开 我要的爱 出没在漆黑一片 舞台 丑八怪一鸦 一嗨 在这暧昧的时代 我的存在 像 意外 李元院虽然声音颤抖 还因为心中惊恐 有些跑掉 但依旧能听出来 她音色很美 也有声乐功底 随便清唱都很好听 陆天尊可怕的身躯 保持着将作未做的姿势 将在了半中间 骂谁丑八怪呢你 闭嘴 陆天尊暴跳如雷 对着李元院发出了怒吼 你唱得好难听 让我唱 李元院本能惊恐 但立刻紧闭双眼 将陆天尊当作了一团空气 李元院作为幻武猎神 诡异降临之前 也对抗过数次禁忌 对这种东西了解颇深 按照李元院的经验 以及陈海川之前上传的档案 他基本确信 陆天尊只要不唱歌 可能就没有杀伤力 只要自己一直唱 那陆天尊就是一团空气 李元院一遍又一遍唱着 丑八怪中能记起来的几句歌词 高调的郊区 在绳索之中不断蠕动 逐渐摆脱绳索的束缚 身上的险形墨水 只能持续180秒钟 虽然江炎离开的时候 给陆天尊留下了十瓶墨水 但只要给李元院一个间隙 他就能直接隐身 这房间不大 但以李元院的敏捷 只要隐了身 陆天尊手里那十瓶墨水 还真不一定能把他再泼出来 陆天尊四双眼睛 十分暴怒盯着不断蠕动的李元院 说实话 这位幻武猎神的身材实在太好 如此一幕堪称勾魂 但可惜 陆天尊不是人 所以根本没有欣赏眼前美景的想法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坏了 这女人要逃 这么简单的任务 我如果完成不了 以后老板还会信任我吗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陆天尊四下看了看 直接从旁边抓过来一团肮脏的抹布 一把塞进了李元院嘴巴里去 闭上你的臭嘴 唱得这么难听 也有脸张嘴 你面前坐着的 是真正的音乐之神 这是最伟大的艺术 你既然也喜欢音乐 那就好好听 好好学 陆天尊骂骂咧咧坐下 自语说道 你唱得挺难听的 但是这首歌还不错 我学学 他手中八种乐器 再一次奏鸣 不邪而癫狂的乐章 又一次流淌而出 第二百二十章 我知道他是谁 江炎在外面转悠了五分钟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那美女一看就不是硬横 五分钟 估计已经交代了好几遍了 便拉着安小心 溜溜答答又回到了那间房前 令江炎十分惊讶的是 陈海川和邓海 竟然还在门前 地上全是他俩吐出来的污秽之物 可见这两个人的审美 也是很正常的 被陆天尊恶心的不行 你们两个 江炎狐一的目光 在陈海川和邓海身上 来回游移 十分不解 为什么不跑的 他俩是不是有什么受虐倾向 明明都受不了了 但竟然还能在 陆天尊门前待这么长时间 陈海川和邓海 已经如同难尼一样 扶着墙都难以站起来 但陈海川还是抢笑着说道 这是 我们的职责 既然老板将这个工作交给我 我就 应该完成 废话 幻武猎神在里面受苦受难 我们两个怎么跑 如果跑了 我还是人吗 眼见局面完全失控 陈海川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陪在门口 一起听陆天尊唱歌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自己还能搭把手 给幻武猎神 争取一条生路 至于邓海 他早就想跑了 但是陈海川不跑 他也跑不掉 江炎顿时肃然起敬 太敬业了 真是太敬业了 虽然陈海川不尊重 猎鬼局猎人的身份 在自己这里吃里扒外 但他的确很尊重自己 发给他的四万名币月薪 这一刻 江炎对自己之前 怀疑陈海川忠诚的心思 有了一些愧疚 一个如此尊重名币的人 怎么可能背叛自己呢 嗯 不过还是要查一查 毕竟天使基金会不是小问题 那黄金光果 又是非常明确的指向 江炎绕过了地上 贪软的陈海川和邓海 一把推开了房间的大门 里面竟然很安静 陆天尊四张脸 眉头紧皱 正蹲在地上摆弄之前 安小心给他的那个音乐播放器 椅子上被五花大绑的李媛媛 双目无神 一副已经失去了灵魂的模样 他刚刚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的理智 被陆天尊用抹布堵了嘴之后 循环了五六遍 丑八怪 片段 又一次绷得差不多了 以至于他都忘了 自己应该趁机用泥丘弓逃跑 江炎有些疑惑 问道 这什么情况 陆天尊看到是老板来了 立刻摘下了耳机 恭恭敬敬说道 老板 我刚给他唱完了 青花词 他不肯教我 丑八怪 我现在再学江南 马上就学会了 等我学会江南 再继续给他唱 椅子上的李源源 终于有了反应 倒吸一口冷气 江南 坏事做绝 给这个世界留一首干净的歌吧 真的 他干脆利落地 晕死了过去 江炎沉默片刻 不可思议问道 他还没招 陆天尊摇头 说道 他嘴很硬 而且音乐素养也很高 我感觉自己 好像找到了知音 江炎 你看他吐了一地 像是你的好好密码 江炎让沉眉眉挺个大肚子 给自己接了一盆水 兜头浇在了李源源身上 哗啦 李源源一个机灵 猛然从昏迷之中惊醒 江炎扯下了李源源 嘴巴里堵塞的抹布 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打量李源源的目光之中 终于多了两分凝重 门星自问 江炎如果被绑在椅子上 被逼聆听陆天尊的奏鸣 他觉得自己绝对 坚持不住一首歌的时间 这个女人竟然能撑到现在 当真有些不俗 江炎也不正眼看李源源 只是淡淡说道 何必呢 交代吧 我只是想要从你嘴里 得到一些信息 人知江死其言也善 你告诉我 我也许能对天使基金会 造成更大的伤害 也算你弥补了一些 自己生前帮助天使基金会 残害同胞的罪面 江炎被救烟斗 变得沙哑低沉的声音 在房间中回荡 在李源源耳中 这声音如同天籁一般动听 他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险些直接交代 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但他眼前 又一次闪过了 贪坐在地上的陈海川和邓海 不行 我还有同志的命在肩上 李源源眼中破碎的意志 再一次被强行拼凑了起来 他咬着牙 一字一顿说道 我不知道什么天使基金会 我不知道什么 替己是什么意思 你 休想 从我嘴里 得到任何 东西 江炎皱着眉头 深深抽了一口就咽抖 一时间有些沉默 从他知道天使基金会起 就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能加入天使基金会的人 基本都是丧失了理想道德的人渣 否则 但凡还有一点良知 都会像邓海一样 成天想着该如何逃跑 这种没有良知的人渣 是不可能有如此坚定意志的 江炎甚至在李源源眼中 看到了千锤百炼般的坚韧 这绝不是个普通的人类 他隐约感觉 可能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不过事已至此 先撬开他的嘴再说吧 江炎拍了拍旁边陆天尊的头 仿佛在拍一条狗 淡淡吩咐道 江南 学会了吗 直接唱吧 陆天尊十分兴奋地点头 刚刚学会了 老板我学哥超快的 老板 你要不要留下来鉴赏一下我的 江南 江炎悚然一惊 打了个哆嗦 快步往外走去 生怕听到接下来的声音 椅子上的李源源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眼角有血泪流出 顶级折磨 但我还是不能说 绝对不能出卖陈海川和邓海 绝不 就在李源源准备继续以凡人之躯 硬抗江南的时候 门外的陈海川 先一步放弃了 扑通 陈海川直接跪在了禁忌006面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老板 别让陆天尊唱了 陈海川虚弱的声音中 满是坦然 似乎想通了什么事情 放下了很多包袱般的豁达 他五体投地跪伏在了地上 坚定说道 我知道他是谁 我告诉你 老板 明蝶在折磨他了 第223章 别碰他的钱 会变得不幸 陈海川额头顶着冰冷的地面 双眼之中满是坦然和放松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幻武猎神是为了保护我 才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 再听一首 江南 他不愿意出卖我 那就由我来坦白一切吧 无非一死罢了 只是可惜 陈海川嘴角闪过了一抹苦涩 还没为即将到来的斩龙猎神 找到一个最合适封印 禁忌006的机会 我的生命就到这里了 后来者 紧接过我的遗志 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禁忌006平静的声音 从上面落下 哦 你知道他是谁 那你怎么不早说 他不是天使基金会的人吗 江言看着贵妇在自己面前的陈海川 觉得他膝盖有点太软了 虽然是自己的狗腿子 也不用说个话 就这样跪着吧 江言毕竟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 深刻觉得 这个世界虽然有阶级 但人格是平等的 他接受自己诡异狗腿子的跪拜 但被人类跪拜 还是感觉心里别扭 这就是猎鬼局的队长 奴性这么重 猎鬼局真是烂透了 江言心中叹息 十分无语 被捆覆在椅子上的李源源 听到陈海川这话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抬起头来 立声呵斥的 不准说 我能撑住 做你该做的事情去 我死了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江言 哈 这两个人在玩什么把戏 为何看起来如此悲壮 陈海川对李源源的呵斥 置之不理 平静的声音从下方传来 他叫李源源 是猎鬼局的十大猎神之一 称号幻武猎神 李源源抬起的头 无力软了下去 眼中也渐渐浮起了一抹世然 这句话一出口 就一切都结束了 我是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是禁忌006的天然死敌 紧接着 禁忌006就会顺着陈海川 为何知道这件事 来质问陈海川的身份 陈海川卧底的身份一暴露 他就是个死人 邓海也活不了 我们三个一起死 结局已然注定 李源源想要在自己死前 得到片刻的安宁 江言却是愣在了原地 不是天使基金会的替己 而是猎鬼局的幻武猎神 江言的目光 在李源源狼狈的脸上 来回打量 那时候 王家步入江言的店铺 江言一眼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但和王家不同 江言不认识 据说这位猎神极擅长隐身 甚至可以从强大的禁忌手中 偷走对方的武器 而后全身而退 江言仔细回忆了一下 李源源的隐身能力 的确很强 但凡自己的属性再弱一点 可能就要被李源源 以精神的隐身技术 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要知道 江言的属性已经高达400 能在江言面前达到如此隐身效果 已经足以自傲了 念及此处 江言暗自点头 基本确认了陈海川 没有在这件事上骗自己 而且 刚刚这个女人眼中的坚韧和不屈 也的确不是天使基金会 那种组织能够拥有的 江言看了一眼椅子上 仿佛灵魂破碎的李源源 又一次沉默了 我把幻武猎神折腾成这样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江言心中生出了两分愧疚 虽然一直觉得猎鬼局烂透了 也很看不上陈海川的为人 但在他心里 依旧坚定地认为 自己作为一个人类 和猎鬼局 应该是天然的官民一家亲的状态 他自存 自己对待王家和陈海川 以及其他猎鬼局的成员 都堪称和善 该保护的时候 也都尽力护招了 若是没有江言的回护 第三医院秘境里的那几个猎人 最后能活着出来的 恐怕会非常少 若是没有江言的回护 杀到难度的陆天尊 还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伤亡 若是没有江言的回护 陈海川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也不可能拿到四万的月星 偏偏这幻武猎神 他出场的方式不太对啊 江言捏了捏自己的眉头 感觉有些头疼 你说这幻武猎神来难度干什么 这是上辈子出现过的剧情吗 天间猎神王家还没有走 幻武猎神李渊渊又来了 难度有什么东西 这么吸引他们 他们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可以做吗 来就来了 你自己在难度逛一逛 巡视巡视 有没有值得出手的 强大诡异不好吗 直接一个滑铲 冲进电梯里面 真的很像一个天使基金会的 高层人员 江言摇了摇头 心中自语道 事已至此 只能尽力补救了 他一挥手 说道 快 给幻武猎神松绑 保持着贵姿的陈海川 心沉入了谷底 禁忌006 要对幻武猎神下杀手了吗 陈海川依旧跪着 没有抬头 他不想看到 曾经风姿绰约的李源源 在自己面前惨死而亡的画面 陈海川缓缓闭起了双眼 眼中落下一滴眼泪 永别了 我的战友 陈灵儿抽出刀来 切开了李源源身上的绳索 李源源一动不动 享受着自己最后一刻的安宁 他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 半分波澜 永别了 我的战友 永别了 我的未婚夫 永别了 我曾经深爱过的世界 李源源扬起雪白细腻的脖梗 想要让刀锋切入自己喉咙的时候 更加顺遂一些 死得更干脆一点 却忽然感觉有一叠厚厚的东西 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这啥 李源源低头看了一眼 散发着红色微光的钞票 好像是 鸣 鸣币 李源源的大脑有些死机 禁忌006的声音随之响起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针对你的 我不知道你是幻武猎神 这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补偿 李源源 哈 陈海川 哈 邓海 哈 李源源猛逼当场 捧着手里的名币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却猛然看到 对面跪着的陈海川 弹身而起 面无人色 对着自己 使劲摇头 阴谋 绝对是禁忌006的恐怖阴谋 陈海川满眼惊恐 不断用眼神指向李源源手里的名币 就差说出档案里那句话了 别碰禁忌006的钱 会变得不幸 第224章 你的名币会有私分裂吗 李源源立刻顺着陈海川的眼神 看懂了这位南都猎人队长的意思 也立刻回想起了 猎鬼局内网上 关于禁忌006的档案记载 但是 李源源的眼神 看着怀中的厚实名币 瞳孔不禁颤了颤 这踏码 是整整一百万名币啊 诡异降临到现在 李源源这位换武猎神 一共获取的名币 都没有超过五万 加上各种掉落的装备 属性和技能 全部身家加起来 估计也就堪堪摸到了七八万名币的门槛 而他现在的名币余额 更是只有区区六百 作为猎神 李源源和诡异战斗的猎度 自然不是普通玩家能比的 绝对算是人类之中 最富有的那批玩家了 但就算是这样奋勇搏杀多日的李源源 和手中那一叠厚实的红色名币相比 就是个垃圾 李源源深吸口气 眼神重归坚定 推开了怀中的一百万名币 任由这破天的富贵 要在满是污秽的地上 摇头说道 我不需要 江岩吐出一团寂寥的幽蓝色烟雾 看了看被弃之如碧履的一百万名币 微微挑眉 笑道 是嫌少吗 他想了想 因为一个误会 把人家折腾成这样 的确很是过意不去 于是再次掏兜 又拿了一百万名币 和刚刚的一起放在了幻武猎神怀里 说道 我道歉 一向很有诚意的 李源源看着怀中加倍的名币 一时间额肩冷汗直冒 这什么意思 禁忌006 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从陈海川口中 听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 态度大变 不光没有追问陈海川的身份 以及信息来源 还直接拿出了这么多钱 硬塞给自己 刚刚经历生死边缘 李源源的心 现在非常冷静 很快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 绝对有问题 猎鬼局的内部档案中记录 禁忌006喜好做生意 既然喜欢做生意 就不可能白白送出这么大笔的名币 他拿出二百万 就肯定有价值远超二百万的图谋 想到这一层 李源源顿时感觉自己思路通畅了 绝不能让他得逞 李源源再次摇头 将怀中的二百万名币 丢在了地上 断然说道 拿走你的脏钱 我不需要 江言眉头微微皱起 这个幻武猎神 有些难搞啊 不过也是 任由谁被捆在椅子上 听陆天尊唱完了一整首 青花词 加片段循环的丑八怪 恐怕心情都不会好 自己的确对这位美人 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多补偿一些也是应该的 江言又拿出了一百万 连带刚刚的 再次放在李源源怀中 与众心肠说道 这可不是脏钱 虽然不少 但每一块钱 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你就收下吧 不要推死了 不然我很过一步去 李源源瞪圆了一双美眸 看着怀中越来越散发 致命诱惑的三百万名币 十分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 三百万 这可是三百万 唾手可得的三百万 好想要 若非眼前这是个禁忌 李源源甚至怀疑 这家伙看上了自己的魔鬼身材 想要自己给他当奶娘 李源源看了一眼 禁忌006背后的陈海川 这位南都猎人队长 继续对自己疯狂摇头军不见 天剑猎神 只是借了二十五万 就已经被禁忌006 折磨得心力交瘁了 这三百万要是拿了 我的妈 我都不敢想 唤武猎神会落得个什么 气惨的下场 李源源深吸口气 定了定心神 再次将三百万丢在了地上 沉声说道 你这鬼东西 到底想搞什么把戏 但不论你想做什么 我唤武猎神 都不可能和你同流合污 死了这条心吧 江炎 这话说的 怎么感觉 他很看不起我 江炎想了想 耐心说道 第一 我不是鬼东西 我是人 第二 江炎说着 又拿出了一百万 和刚刚的一起 放在了李源源怀里 说道 这四百万 如果你拿着不放心 那我也不白给你 我们做一笔交易 你原谅刚刚露天尊 对你做的事情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 如何 李源源看着怀里 又多了一叠的红色名币 整个人都有点妈了 不是 怎么又变成四百万了 私分裂还是怎么回事 李源源迷蒙的眼神 偷偷瞥瞥向了 禁忌006背后的陈海川 这位德高望重的卧底 毕竟已经潜伏了这么久 她的意见 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陈海川依旧保持着贵姿 但上半身 已经完全抬起来了 她满脸白毛汗 连连对李源源摇头 嘴巴拼命用口心说道 不要再揭穿 她的人类伪装了呀 再这样和她说话 她要把我们全场都吃了 陈海川这辈子都忘不了 前不久 那一对天使基金会的人 在禁忌006店铺里 反复揭穿她人类伪装之后 发生的可怕结果 死就死吧 但咱能不能尽量死得安详一些 李源源打了个哆嗦 点了点头 聂如说道 嗯 你 你是个人 我刚刚说错话了 李源源感觉怀中 这四百万名币 散发出的红色微光 越来越舍人心魄 不免有些口干舌燥 十一片刻 还是没忍住问出了口 你刚刚说 要交易 交易什么 虽然当案里说了 碰了禁忌006的钱 就会变得不幸 但 这可是四百万 如果禁忌006的交易条件 不过分的话 那自己不幸一点 似乎也没什么 陈海川吓得打了个哆嗦 连连对李源源摇头 李源源却选择性 无视了陈海川的表态 反而看向禁忌006 眼中有一抹 就连她自己 也没有察觉到的奇迹 江炎看着李源源的眼神 呵呵一笑 果然 没有什么 是一叠明币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再来一点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说道 我希望你能帮我 镇守我的领地 四个月的时间 这四百万 就归你了 当然 你还要原谅 陆天尊刚刚的所作所为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不是故意的 第225章 签了绝对后悔一辈子 这些明币 江炎主要还是为了表达歉意 至于镇守四个月 只是江炎临时起义 他现在将南斗天使基金会的总部捣毁 接下来将基金会的其他分支剿灭 再安顿一下南斗 自己就该启程前往龙虎山了 这一次龙虎山之行 江炎计划带走安小星 陈灵儿 陈眉眉和陆天尊 以及自己的几个得力手下 毕竟 龙虎山作为道门祖廷之一 在这后诡异时代 深浅莫测 之前见过的清虚老道 虽然没有交手 但江炎能从他身上 感觉到极强的压迫力 肯定很强 清虚老道 还是个死了多年 化作诡异 努力封印陈灵儿的老道士 都已经那么强了 鬼知道龙虎山那些活着的道士 都是些什么神人般的存在 自己虽然是领了清虚老道医院 去龙虎山交还 五星神雷刚弃绝的 但也搞不好 会和那些老牛鼻子 一言不合起什么冲突 多带几个手下 也能最大程度避免意外 但自己这一走 别说古玩街 整个南兜都变得有些空虚了 一旦这个时候 再出现什么强大的诡异 说不定自己刚刚组建的安全区 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虽然有陈海川 这个猎鬼局的队长 帮自己看顾 还有越来越强的安保圣 坐镇鼎圣集团 按理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可陈海川是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为了从自己手里 赚取四万名币的月薪 这几天天天撬裂鬼局的班 一大早就来自己这里点茂 江炎觉得 他不是那么可靠 而且江炎很清楚 眼下这个危机横行的事件 发生一些意外 实则不是小概率事件 尤其是江炎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地方 和自己上辈子的记忆不一致 发生意外的几率就更大了 这段时间 江炎一直在思考 自己应该如何最大限度 确保离开这段时间 古玩街的安全问题 他已经罗列了好几条措施 不过眼下这个患武猎神 倒是给江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反正是要给他一些冥币 当作精神损失费 他又觉得这钱白拿烫手 不愿意要 索性让患武猎神 帮自己镇守四个月 一个月一百万 这交易肯定是亏了 不过建立在精神损失的前提之下 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反正对现在的江炎来说 四百万和四块区别不是很大 而拿了自己四百万的患武猎神 强度应该也会直线飙升 肯定不是现在这么弱机了 简单思索 江炎觉得这将计就计的一笔交易 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至于自己给的是不是太多了 嗨 就当给可怜兮兮的官方捐的款吧 穷泽独善其身 达子奸祭天下吗 听到禁忌006低沉沙哑的声音 在房间之中隐约回荡 李渊渊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 禁忌006背后跪着的陈海川 脸上露出了一摩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神色 妈的 禁忌006这种血液中 都流淌着明币恶臭味的 狗资本家型的禁忌 怎么可能白白给出 四百万明币这种海量财富 肯定是有所图谋的 而且 他图谋的 肯定不光是幻武猎神 一个幻武猎神 怎么值四百万的天价 陈海川背心发凉 心中苦涩想到 禁忌006一听到幻武猎神的身份 态度就立刻转变了 他绝不是害怕猎鬼局 恐怕 他真正想要的是通过幻武猎神为桥梁 向猎鬼局探出他的魔爪 幸亏禁忌006 现在还不知道我和王家的身份 否则恐怕早就开始 对猎鬼局出手了 而被禁忌006盯上的下场是什么 南斗天使基金会 已经做过示范了 一个活口都没有啊 一想到未来的某一天 禁忌006会如 今日冲进天使基金会南斗总部一样 也杀进猎鬼局南斗总部去 到时候 猎鬼局也会变成基金会总部这样 血流飘出 残肢断壁 而那些尸体 都是自己熟悉的战友 伙伴 陈海川就觉得通体生寒 亡魂皆冒 太可怕了 李元元手捧四百万名币 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沉思片刻 李元元小心翼翼问道 那我镇守你的领地 需要确保你的安全吗 如果禁忌006 也要自己确保他的安全 李元元会断然拒绝这个交易 四百万虽然诱人 但李元元依旧保持着一分清醒 很快 猎鬼局针对禁忌006的封印行动 就要开始了 如果只是负责镇守禁忌006的领地 那自己拿了这四百万名币之后 能直接占据非常有力的优势地位 我假装自己是个人间 暗中负责放橘子里的猎人同志 进入禁忌006的大本营 噓 悄悄滴打枪滴不要 但如果还要确保禁忌006的安全 那李元元一旦接受交易 就要和猎鬼局站在对立面了 李元元宁愿拒绝交易 哪怕拒绝的代价是死也在所不惜 江炎想了想 摇头道 不用 只要确保我的领地 不被除了效忠于我的诡异进入 侵犯就可以了 人类之间如果发生冲突 你也不用管 自己过段时间都不在古玩街 要李元元确保自己的安全 那岂不是李元元也要跟着自己去龙虎山 那还交一个锤子 江炎递出了一个诡异的合同 这合同堪称是江炎这么长时间以来 开出的最宽松 最慷慨的一个合同了 如果不是陆天尊把李元元折磨得要死要活 按照合同上的内容 自己只要完成了四个月的镇守 这个合同就会自动结束 而四个月的镇守 一共支付给自己四百万的劳动报酬 今天就能预知到守候 好优厚的待遇 不是 禁忌006这么大方的吗 李元元难以置信的目光 在陈海川和邓海身上 白回看了两圈 这两个猎鬼局派来的卧底 是不是天天背着我们橘子里的其余猎人同志 偷偷跟着禁忌006吃香喝辣 面对李元元的审视目光 陈海川连连摇头 邓元的双眼中满是抗拒 不要啊 不要签啊 四百万 哪有这种从禁忌006兜里 掉馅饼的好事啊 这绝对是个陷阱 你签了 绝对会活活一辈子的 第226章 超勇一女的 李元元看了看优厚的合同 又看了看自己怀里体积 比自己胸都快大的四叠红色明币 再看了看不断摇头的陈海川 沉思片刻又问道 那 我签了这个合同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江言点头说道 好 李元元不放心 他在地上主动说出了 李元元猎鬼局 幻武猎神的身份 禁忌006应该立刻就能意识到 这陈海川有问题 陈海川是为什么能认出来 李元元是幻武猎神的 一旦想到这个疑点 陈海川的卧底身份 立刻就会被揪出来 胆敢卧底 禁忌006身旁的陈海川 也就死定了 但令李元元疑惑的是 陈海川已经跪在禁忌006身后那么久了 可禁忌006似乎压根 没有询问这个问题的想法 难道说 是禁忌006没有意识到 也有可能 禁忌毕竟也是诡异的一种 思维能力不如人类也是正常的 但也有可能 这头恐怖的禁忌 在顺水推舟 筹划更大的阴谋 搞不好 他早就已经识破了 陈海川的猎鬼局卧底身份 现在只是洋装不知 听到李元元这个问题 江炎愣了一下 从见到陈海川的第一眼 江炎就知道 陈海川是猎鬼局的人 不然也不会给他四万名币的待遇 江炎也没觉得 陈海川在自己面前 道破李元元的身份 有什么不妥 江炎还觉得 陈海川说的有点太慢了 不过李元元被陆天尊 拖进房间里唱歌的时候 陈海川和邓海刚 从走廊走过来 第一时间不在现场 只能第二时间和自己说 也不能怪他 江炎没明白 李元元为什么这么问 随口答道 他 他是我的优秀员工 你也可以试 如果这四个月你干得好 我会考虑给你奖金的 李元元心中一动 问道 只要我签了这个合同 你就不杀他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有些好笑的反问道 当然 我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优秀员工呢 在旧烟斗的作用下 江炎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 在房间之中隐约回荡 难以捉摸其中的情绪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折罩了禁忌006的半张脸 只能看到似笑非笑的唇角 藏着三分凉薄 七分击翘隐约之中 李元元注意到 禁忌006从始至终 都没有正眼看过自己哪怕一次 就仿佛自己 以及怀中的四百万巨款 对禁忌006而言 只是无足轻重的蝼蚁 李元元眼中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锋芒 你也许是棋手 但我李元元 也绝不甘心做个棋子 被你如此摆布 等着瞧 有了这四百万在手 我一定会变得更强 我会帮裂鬼局的其他同僚 一同将你封印在黄金光果之中 而后沉入大海 不论你心里在筹划什么邪恶的阴谋 都会被我和我的同僚 彻底粉碎的 李元元深吸口气 指着诡异的合同 谨慎问道 我签了 你就放我走 江炎点头说道 可以 你准备一下 明天去古玩街上吧 江炎心中放松了下来 看来自己折磨患武猎神的事情 就这么结果了 有钱还是好使 陈海川的心却是碎了 这一幕隐约十分熟悉 陈海川已经能预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患武猎神 果然还是没能抗住 四百万民币的诱惑呀 果然 下一刻 李元元直接在诡异的合同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是猎鬼局十大猎神之一 职位比陈海川高了好几集 自然能够自行决断 不必听从陈海川的意见 燃血的诡异合同 化作两道红光 分别没入了 禁忌006和李元元体内 消失不见 陈海川常常叹了口气 脸上的神色 一时间变得十分茫然 似乎 必死的自己 活下来了 禁忌006没有杀死自己的苗头 是禁忌006 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吗 陈海川想了想 心中微微摇头 还是 禁忌006为了通过幻武猎神布局 故意对自己的存在 视若无睹 难道 禁忌006觉得 自己就算是个猎鬼局的卧底 也翻不起什么锋芒吗 真是一头自信到了极点的禁忌 李元元眼见双方合同签订 反手将四百万名币 全部收入自己的系统商城之中 而后身影直接溶解一般 消失在了空气中 她的隐身天赋 再次发动 在除了江炎之外的所有人眼中 李元元就仿佛凭空消失 根本没有留下半分痕迹 哪怕是陆天尊和陈灵 陈妹妹这三头禁忌 也一样看不到隐身的李元元 唯有江炎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位幻武猎神刚刚面对巨大的压力 还能保持两分基本的冷静 可现在一隐身却是圆形毕露 直接跌跌撞撞 亮亮呛呛狂奔逃了出去 背影十分仓皇狼狈 江炎目送李元元顺着旋转楼梯逃走 轻轻拍了拍陆天尊 摇头叹息 什么都没说 看样子 是陆天尊太恐怖 吓到了这位幻武猎神 不过也没办法 这会唱歌是要人亲命 看刚刚进来时候 李元元那惨无人色的脸 恐怕如果不是被绑在了椅子上 早就被陆天尊的歌声逼得自杀了 地面 臭水沟尽头的设备间外 老道士手掐引身术法掘 笼罩了自己和背后的护士长 空洞的双眼 看着一个模糊的影子 从那奇貌不扬的设备间里 跌跌撞撞奔了出来 扑通 李元元一个华柜 扑倒在了泥泞脏屋的地面上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终于 终于逃出来了 李元元热泪盈眶 恍若隔世 在下面那偌大的地下建筑中 她受尽折磨 仿佛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沧桑起来 不负之前的容光焕发 老道士掐着引身术 看着滑跪在地的李元元 低声叹了口气 真的超勇一女的 平道都不敢靠近 这女的不光挤进去了 还活着出来了 不过 代价是什么呢 老道士哭朽的嘴角 浮现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她的面相 和刚进去的时候 已经不太一样了 第227章 我这是疯了吗 李元元跪在地上 深深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将心中的恐惧驱散了两分 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双腿却是筛康一般剧烈颤抖 走路亮亮呛呛 不得不靠着一棵大树 缓缓软倒在地 低声弥难自语 我 休息一下 三分钟 就够了 李元元从系统商城里 买了一些回血的药物 吞入腹中 才幡然醒悟 自己的生命值 竟然是满的 但李元元却感觉 自己已经无数次 在生死的边缘徘徊过 差一点就要变成一具尸体了 太恐怖了 禁忌006 真的太恐怖了 陈海川竟然能在这样的禁忌006身边 当这么久的卧底 真是难为他了 也难怪王家抵达南都这么久 竟然没有取得任何剑术 必须赶快将之封印 否则再过一段时间 这头禁忌 恐怕会达到绝对无敌的程度 到了那时候 这个世界 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李元元看了看周围 拔了两株野草 将沾满泥土的根莖放入口中 细细咀嚼 微甜的汁水 在齿间绽放 带来的些微能量 不断缓解李元元 过于紧张的神经 也让他的体力 开始回升 就在李元元 开始有些放松的时候 眼底忽然闪过了一抹 难以控制的一色 而后他的双唇 几乎是下意识 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 一段歌词 从李元元口中 被小声哼唱了出来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吹烟鸟鸟升起 隔江千万里 每一个字 都十分清晰 但每一个音节 都潜藏着扭曲的邪义 一声声直刺大脑 撕裂理智 摧毁思维 李元元的瞳孔 瞬间紧缩入针间 眼底再一次涌起了 歇斯底里的恐惧 这是什么 我 我唱出来的不可能 不可能 李元元口中 发出一声悚然的惊呼 也打断了口中邪义的歌词 他整个人如同触电一般 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 惊恐的目光 在周围不断扫视 寻找露天尊 那恐怖的紫黑色身影 但周围安静而空旷 是一片含有人烟的荒草地 旁边则是一个臭水沟 这臭水沟 多年前曾经是南斗的排污管道 不过近些年 已经不怎么用了 周围也越发显得荒屁 根本没有露天尊 那刚当的歌声 是哪里来的 就在李元元心中坠坠之时 耳中忽然听到了两声低吼 从不远处隐约传了过来 李元元瞬间寻声望去 只见另一棵大树之下 一片空荡荡的 根本没人 他看不到这棵大树下 掐着隐身法绝 藏匿了自己和王柔肉身影的老道士 那老道士和护士长 虽然都隐了身 但此时两头诡异齐齐弯腰 口中不断呕吐 王柔肉吐出的是 腥臭的血肉碎块 那是他之前吃掉的人 老道士却是没什么东西能吐 但也在干呕 好难听啊 真的好难听啊 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唱歌这么恶心呢 王柔柔拉住了老道士的道袍 小声哀求道 师父 我们离这个恶心的女人 远一点好不好 清虚老道 深深看了一眼 满面惊悚 莫名的李元元 无声一叹 自语说道 本来好好一个女人 进去了一趟 被我那图 玩坏了 唉 可怜 真可怜 清虚老道掐着隐身法绝 带着王柔柔 快步走到了臭水沟对岸去 离李元元元元的 李元元靠着身后 粗壮的大树 双手死死捂着自己的嘴巴 缓缓滑坐 眼中满是呆滞 他不敢确信 刚刚那两句谐意 而扭曲的歌词 到底是自己无意中 亲口哼唱出来的 还是大脑产生的幻觉 求求你了老天爷 刚刚那一定 要是幻觉啊 如果是幻觉 那还能归咎于 陆天尊的精神污染 太过严重 到现在 李元元元的大脑 还没有成功 从里面解脱出来 但如果是李元元 无意中哼唱的 那我的问题 可能就有点严重了 李元元重重吞了口唾沫 缓缓松开了 自己无嘴的双手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李元元聚精会神 观察着自己 嘴巴十分安分 没有任何异动 就在李元元 渐渐冷静了一些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 自己脑后的头皮 猛然之间 裂开了一张猙獰的嘴巴 那紫黑色的嘴巴大张 几乎是嘶吼着 唱出了一段谐意的歌词 丑八怪一呀 一嗨 能否别把灯打开 我要的爱 出没在 漆黑一片 舞台 李元元瞳孔 再一次紧缩如针尖 口中发出一声 歇斯底里的尖叫 啊 他下意识伸手 抓向自己后脑 想要将头皮上 生长出来的 猙獰嘴巴撕烂 好恶心的鬼东西 我才不要变成这样 就在李元元双手 触及自己后脑头皮的时候 却是猛然愣住 触感十分正常 自己的头皮 平滑而规则 头发虽然被汗水和脏污 凝固成一缕一缕的 但也处于正常的范畴 刚刚感知之中 在自己后脑上裂开的 猙獰嘴巴 根本不存在 什么 这是怎么了 我 我被陆天尊的歌 唱疯了吗 李元元心有余悸 食指穿过浓黑的长发 在自己头皮上 挠了一圈又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那张嘴 定了定神 李元元深吸口气 缓缓张开嘴巴 试探着主动唱了两句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斜意扭曲的音符 伴随着一字字的歌词 李元元被自己唱的 两只老虎 直接恶心吐了 她肚子里的东西 早就已经吐光 现在只剩下了干呕 她一双原本明媚的美眸之中 蕴满了泪光和绝望 我 我坏掉了 李元元趴在地上 痛苦大哭 哭声无比悲切 就连臭水沟对面的老道士 都心生恋意 就在李元元痛哭失声的时候 她后脑头皮上 那张猙獰的嘴巴 又一次凭空张开 来找我吧 邪意扭曲的声音 从嘴巴之中传出 充满了难以抵抗的邪性诱惑 我就在这里 一个地点 凭空出现在了李元元脑中 第228章 移为平地 成功解决了幻武猎神的事情 目送李元元隐身状态下 模糊的身影消失不见 江炎这才收回目光 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吩咐道 陈海川 邓海 开始收拾残局吧 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看着禁忌006 缓步离去的背影 跪在地上的陈海川 尖色开口道 老板 江炎停住脚步 侧头看向陈海川 嗚了一声 等待陈海川的下文 陈海川沉默片刻 发现禁忌006 真的没有杀死自己的念头 这才缓缓爬了起来 低声说道 没 没什么 只是想说 谢谢老板 江炎多看了陈海川两眼 不明白自己这个狗腿子 为何总是一副 静若寒蝉的模样 只是抛出了四万名币 和两万名币 分别放在陈海川和邓海脚下 淡淡说道 这是你们的奖金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最后一句话 在房间中回荡 久久不散 当然 前提是 你们不要做错事 江炎决定 这次回去要好好查查陈海川 必须排除 他和天使基金会之间 有联系的可能 否则自己离开南斗 前往龙虎山的这段时间 陈海川搞不好 能给自己整个大的 目送禁忌006离去的背影 听着那低沉沙哑的声音 在自己耳边久久不散 陈海川和邓海 浑身汗毛 根根倒数而起 刚刚那句话 是在警告我们吗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涩 都握抵了这么长时间 自然算是做错事了 而自己两人这位老板 向来是个赏罚分明的禁忌 江炎沿着走廊楼梯 重新回到天使基金会总部大厅里 发现陆天尊一直一步一驱 跟在自己身后 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江炎反手掏出20万名币 塞给了陆天尊 赞许说道 这次表现很好 我很满意 继续努力 这是你的奖金 陆天尊看着江炎递来的20万名币 重重吞了口唾沫 却是恭恭敬敬将名币又捧了回来 小心翼翼说道 这都是我该做的 老板 不用给我奖金了 我 只有一个不情之情 江炎用眼角余光瞥了陆天尊一眼 饶有兴趣挑眉问道 什么事 陆天尊恭恭敬敬说道 老板 我从新城而来 不光是为了南斗的人口 也是因为 我在新城察觉到 南斗有一个东西 一直在吸引我 我想去找找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想起来陆天尊一开始对自己说过的话 他来南斗 主要是为了找什么东西 但是陆天尊刚刚被江炎收编 为了在新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便强行压抑着心中寻找奈物的冲动 直到现在 自己也算立功了 和老板申请翘个班 应该会被批准吧 江炎想了想 点头说道 是什么东西 陆天尊挠了挠头 说道 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一张 嘴 嘴 江炎对这种描述有些费解 不过诡异对世界的认知 和自己一个人类 可能的确有不同之处 江炎也就没有过多纠结 只是汉手说道 嗯 你去吧 我明天给你一天假期 接下来 江炎的主要目标是 清剿天使基金会在南斗的残党 以及安顿好古玩街 和鼎盛集团的大小事宜 本来也就用不到陆天尊 让他去拿到梦寐以求的东西 日后给自己干活 肯定也能更加信无旁骛 陆天尊趁机说道 我想要五十个诡异 和我一起去 老板你也知道我的弱点 陆天尊是一头极强的禁忌 甚至可以说是 江炎此时手里最强的禁忌 但他的弱点也非常明显 如果没有帮手在旁边 很容易陷入别人唱歌 自己只能干瞪眼的局面 江炎汉手说道 嗯 你自己点五十个 和你一起去 陆天尊大喜过望 将手中的二十万名币 又捧得高了一些 意思是 这次因为自己撬班 奖金就不要了 江炎没接 淡淡说道 给你的 你就收着 好嘞老板 陆天尊四张嘴 都快笑裂了 这么慷慨的老板 当真是天上少有 地上全无啊 陆天尊屁颠颠 跟在江炎背后 十分殷勤说道 老板 我刚刚学会 江南 那女人没福奋庭 我给老板认真演唱一曲 如何 一直跟在江炎身旁的安小新 吓得打了个哆嗦 手中火气鳞枪口 直接抬起 十分戒备地看着陆天尊 只要他敢开枪 安小新就准备开枪 江炎 这会是真没自知之明 还是想谋杀我这老板 不用了 我忙着呢 下次吧 你别跟着我 去帮鼎盛集团搬东西 江炎直接拉着安小新 脚底抹油 快速溜走 陆天尊四张脸上 满是无奈之色 自己如此超凡脱俗的音乐天赋 老板竟然拿自己当苦力 让自己去搬重物 都不听自己唱唱歌吗 那首 江南 分明是如此优秀的歌曲 如果由自己弹唱的话 定能进入无上的音乐境界 陆天尊叹了口气 按照江炎的命令 去找到了不断搬运 各种物资的鼎盛集团队伍 充当了一个十分耐用的 禁忌起重机 江炎回到地面上 借助蝙蝠诡异的高空视野 努力印钞两个小时之后 天使基金会南斗总部的资源 终于全部被搬空了 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 魔狼 带那些诡异动手吧 把这里毁得干净 魔狼带着几十头诡异 开始在基金会南斗总部肆虐 将地下空间拆了个七零八落 最后又放了一把大火 烧了个黑烟滚滚 一干二净 江炎一边印钞一边看 等到这基金会总部 彻底被移为平地之后 这才满意点头 重新将自己的诡异手下 笼罩在迷雾之中 向古玩街折返而去 但他没走出太远 紧接着被一团浮空的 幽绿色鬼火挡住了去路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静静看着眼前拦路的鬼火 发现自己玩家面板上 跳出了一个陌生的冥币入障 绿色鬼火中 传出了一个恨恼的声音 你到底是什么人 和我基金会到底有什么恩怨 为何出手如此狠毒 第2229章 你等死吧 江炎停下脚步 饶有兴趣看了看 眼前这团浮动的幽绿色鬼火 这东西 看起来像是一个虚体诡异 提供给江炎的民币收入 只有区区410块 算是非常弱小的诡异了 不过这头虚体诡异的语气 和说出的内容 却完全不像是一头诡异该有的 更像是个人 联想到天使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研究 控制诡异的手段 眼前这头浮动的幽绿色 鬼火鬼异 多半也是被控制的 不知道背后的 正主躲在什么地方 不敢出来面对江炎 只能控制一个鬼异 来和江炎谈话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的烟圈 淡淡笑道 我叫江炎 也没什么恩怨 难道是我的地盘 请你们滚出去吧 你又是谁 T急 那幽绿色鬼火沉默片刻 冷笑说道 小子 现在时代虽然变了 但你如此无知无畏 是走不远的 你根本不知道 我天使基金会拥有的力量 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 我叫彼得 马克 天使基金会神州南部大区副总裁 我是T石 如果你现在跪下求饶 把你从基金会南斗总部抢走的东西 如数奉还 再发誓效忠基金会 我就饶你一命 如若不然 我保证 你活不过半个月 江炎背后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了一眼 眉头均是微皱 T石 之前再难都见过的 基金会最高层 就是那个T7的孙再诚 控制这个鬼活鬼异的 竟然是基金会的T石 邓海小声说道 老板 T石肯定不是南斗的 他人我估计也未必在这周围 可能只是通过设备 察觉到了南都总部的异状 控制了一头诡异过来检查情况 正巧碰到了 江炎汗手 呵呵笑了一声 淡然说道 嗯 我是不知道 你们基金会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 你 可能也不知道 我强到了什么程度 彼得 马克 江炎念叨着这个名字 缓缓从系统商城里 掏出了一枚奈何石 在手中把玩 似笑非笑说道 如果你现在以真身见我 跪在我面前求饶 交代出你天使基金会 在神州的所有据点 在双手奉上五百枚蓝光石 我就给你一个 为我工作的机会 如若不然 今日发生在南都总部的事情 迟早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控制鬼火诡异的彼得 被江炎对得说不出话来 沉默两秒之后 愤愤吼道 你等死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那鬼火诡异 直接失控 向江炎扑了过来 江炎眼皮都不眨一下 那鬼火诡异身上 就飘起了两个伤害数字 -2185 -700 瞬间鬼火溃散 消散无踪 已是被江炎的光环杀掉了 江炎没怎么把这天使基金会 T-10的威胁放在心上 自从他答应陈灵 要帮他找回陈妹妹 就不可避免地 将天使基金会 这个庞然大物得罪死了 加上这基金会 干出的各种独流行径 以及上辈子遗留的恩怨 江炎早就已经彻底 站在了天使基金会的 对立面上来 这个T-10 就算不来找江炎 江炎恐怕从龙虎山回来之后 也会想办法 顺藤摸瓜找过去 刚刚那三个T-6交代出来的事情 可不光是南斗这一小片区域 那么简单的 还有很多对外的渠道 和运输路线 比如蓝光石 南斗上下的所有人 包括T-7的孙再成 都不知道具体何处得来 每一枚都是基金会 更高层运送过来的 而南斗这边 只知道一个转运点的信息 每一次都是装备精良的战斗成员 重装押运 抵达南都总部的 除此之外 南斗天使基金会 产出的一些诡异 设备等 也会通过一些运输渠道 向周边的一些城市输送 可见那些城市之中 也有天使基金会的势力存在 而基金会的成员 有时候也会在 不同城市的基金会据点之间 互相戒掉岗位 那三个T-6中的一个 就是诡异降临之前 从已经寂灭的新城 戒掉来南斗的 据他所说 新城的天使基金会势力并不大 远不如南斗 最高的职位只有T-5 他说是戒掉 其实就是升职了 新城容不下他 才来了南斗 这些零碎的信息 江炎全部让邓海 拿着一个摄像机 在旁边录制了下来 等回到古玩街 整理一下再给江炎收录 等江炎处理完龙虎山的事情 会顺藤摸瓜 继续去找基金会的更多据点 倒也不光是记仇 实在是奈何时太香了 就算把南斗的 所有散落的奈何时 全部收拢起来 也无法满足江炎的需求 必须要把魔爪往外伸 而大量持有奈何时的基金会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就是这个道理 江炎十分玩味 是个老外啊 怪不得他刚刚说话 有点歪国口音 早该想到的 走吧 回家 古玩街里 依旧人头传动 魔尖接种 而今的古玩街 里面已经塞不下了 街口外面 已经出现了一些窝棚 有大量的人类玩家聚集在这里 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街口外面这些窝棚 理论上而言 不属于安全区的范围 被杀了 也和古玩街没有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 通过玩家 不断用自己的生命安全验证 古玩街现在的警戒范围 比街口所在的范围大得多 他们这些窝棚 一样也是安全的 而这些窝棚 能让人至少躺直了 不至于在古玩街中 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有一些人 甚至还能用打来的水 在自己的窝棚里 洗个粗糙的澡 这已经算是 诡异降临之后 难得的体面了 江炎领着安小心 陈铃和陈眉眉 回到了自己的店铺之中 等待今日的贷款生意上门 而其余的诡异 都去了古玩街 在隔壁的废墟之中 由蝙蝠提供高空视野 不断给江炎印钞 江炎一边印钞 一边坐在紫色宝箱上 整理了一下思路 让人把张小虎叫了进来 江哥 你有什么吩咐 张小虎一进店铺 便将头深深低下 脸上满是发自肺腑的敬畏 第230章 古玩街卖门票 一转眼 张小虎已经跟着江炎 打理古玩街的生意 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张小虎 不是江炎最亲近的狗腿子 理论上 他算是江炎岳父的狗腿子 甚至是半羊子 但眼下 也算是距离江炎最近的人之一了 江炎的手段 城府和强大 张小虎看得十分清楚 这段时间 古玩街内部十分平静 人们甚至有些忘记 诡异长什么样子了 但张小虎这些人 却是非常清楚 古玩街周围的异状 始终没有停止过 此处聚集了这么多人 而诡异需要杀人 才能取得民币收入 劲儿变得更强 所以 古玩街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的浓郁生气 就如同暗夜中的篝火 耀眼无比 不断吸引难度的诡异前来 想要吞噬掉这里聚集的人类 但那些诡异 每一次靠近古玩街周围五百米的距离 都会被迷雾之中 突然冲出来的诡异 直接打死 不论是朱刚烈 还是魔狼 颜媚 都是经过江炎大量灌注冥币的 实力早就已经和正常的诡异 甩开了一大截 有他们的作证 那些正常诡异 根本无法靠近古玩街 躲在古玩街里 享受安全区的人们 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意识到 保护他们 免受诡异杀戮的 是另一批更强大的诡异 但这一点 张小虎他们 却是动若观火 看得十分清晰 甚至已经开始和朱刚烈他们交上朋友了 朱刚烈贪吃 魔狼好酒 燕媚失杀 张小虎他们这批 负责协助江炎打理古玩街的鼎盛集团成员 就不断给朱刚烈送食物 给魔狼送茅台 给燕媚送在古玩街周围闹事 然后被活捉的人类 这几头最开始就跟着江炎的诡异 看在老板的面子上 对这些礼物倒也来者不拒 渐渐拉近了双方之间的关系 张小虎他们 开始和诡异交上朋友之后 晚上这才能睡个安稳觉 之前可都是一半人轮流职业的 生怕夜里被朱刚烈给吃了 这担心绝非空穴来风 如果不是江炎给的实在太多 以朱刚烈的性子 坚守自道的几率极高 而古玩街的欣兴向荣 也越发让张小虎 打心底里 敬畏自家这位孤爷 古玩街能在短时间内 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江炎的心思 手段 实力 财力 缺一不可 张小虎也跟过安保胜 这位曾经名震难度的大佬 自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但和江炎横向对比一下 张小虎却是发现 安叔竟然有些 相行见处 看着面前恭恭敬敬敬的张小虎 江炎点了点头 随手从系统商城中 拿出了62万名币 丢给了张小虎 淡淡说道 没记错的话 安叔前前后后 派来打理古玩街的 一共是30个兄弟 这是你们的奖金 一人2万 你4万 张小虎看着地上 散发金色光芒的厚实名币 重重吞了口唾沫 玛丽收了起来 他半分委婉的意思都没有 魂道上 大哥给发钱 那是对兄弟们 好若是假装客气 那就是打大哥的脸 江哥不常给兄弟们发钱 但古玩街这段时间的盈利 江哥和安叔都不要 全是张小虎他们在分 按理说 这些盈利的大头 都应该是安叔的 小头是江哥的 剩下一点残渣 才是张小虎他们分 可现在 全都他们分了 整个鼎盛集团上下 就数张 小虎他们最肥 发育速度最快 属性最高 装备最好 所以张小虎这些人 对江炎不怎么发钱这事 是没有分毫怨言的 反而天天在心里 给江哥磕头 真是好大哥啊 张小虎对这些门亲 直接转头推开了店铺大门 对古玩街上大声吼道 兄弟们 江哥给咱发奖金了 都滚过来 谢谢江哥 古玩街各处 立刻响起了一声声 谢谢江哥 谢谢江哥 的呼唤 一个个鼎盛集团的员工 快步穿过古玩街的人群 在江炎店铺门前站好 挺胸抬头 面色都有些紧张 他们这些小马喽 能面对江哥的机会 当真不多 张小虎一个个 将两万名币的奖金 分发到了他们手里 每一个拿到了奖金的兄弟 都会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谢谢江哥 似乎生怕街口 那些窝棚里的人 听不到一样 江炎坐在紫色宝箱上 抽烟斗 面色古井无波 只在被道谢的时候 微微汗手 等张小虎发完 江炎挥手让他们散去 算是完成了这次 仪式感十足的奖金发放 店铺门再次关闭 江炎这才淡淡说道 古玩街现在也走上正轨了 不能再这么乱糟糟的 以后 古玩街开始实行门票制 一张门票售价五名币 购买一张门票 可以在古玩街内 停留到当天晚上十点 古玩街在十点的时候 开始清场 不愿意离开的 都给我撵出去 五名币的票价 也是江炎深思熟虑过的 这个价格 对江炎来说不值一提 掉在地上都懒得弯腰去捡 但对正常的人类玩家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数字了 其中绝大部分人 已经开始在古玩街里扎下根来 有了不少生意买卖 进入古玩街不是隔三差五 而是实打实的日常 这个情况下 如果收门票 那价格绝对不能太高 否则会大量流失人口基础 现在这些人类玩家 全身现金 装备 技能 属性加起来 几乎都不够万 三两千的算是正常玩家 五六千的算是富裕玩家 八九千的 已经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存在 当然 这只是大多数 古玩街这段时间 还是出现了一些 百地摊发家致富的人类 据张小虎所知 最有商业头脑的一个 现在身价已经到了两三万名币 像张小虎这种 在古玩街分前 一个月能分超过一万名币 还从江炎手里 一次能拿四万名币奖金的 已经能在经济上 碾压几乎所有人类玩家了 江炎淡淡说道 我之前听安叔说 鼎盛集团的大型建筑机械 已经整理出来好几台了 旁边新开辟一处区域 给我盖三层的砖头房子 辟成单间 一层带一个大浴室和公厕 劳工直接在这些 滞留古玩街的人类玩家里招 一个一天一百名币公钱 你亲自拿着皮鞭监工 谁偷懒抽谁 盖起来的单间不用装修 不用放家具 直接出租 十名币一天 可以洗澡 第231章 三是修来的福气 张小虎点了点头 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 一天五块门票 十块单间 一个月的生活成本 是450名币 对普通人类玩家而言 其实已经算是压力不小了 不过十块的单间 最大的价值是洗澡 估计有经济压力的人 不会涨租 平常在附近扎的窝棚 隔三差五租一下 最终的月生活成本 估计能维持在 200到300名币一个月 每月付出这么多钱 能在古玩街安全区中 获得最基础的体面 倒也不算难以负担的重量 至于带来的经济收益 张小虎估计 现在古玩街内 有八九千人挤着 加上外面窝棚里的 估计有123 还有一部分知道古玩街 但是因为古玩街内 过于拥挤 所以没有选择挤进来 只是在周围藏匿起来求存的 总数应该能在15000左右 这个人数 在已经满目创意的南斗 算是最大的人类聚居地 没有之一 还有大量的幸存者 散落在南斗各处 因为时间太短 暂时还不知道 或者不信任古玩街 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不过眼下来说 这15000人 就是现在古玩街的服务对象 张小虎按照之前 帮安叔打理各种场子的经验 结合眼下的实际来看 古玩街一旦开始收费 哪怕只是五明币的门票 都会导致人流锐减 最终的每日流量 估计也就维持在7000人左右 这7000人 是原本就在古玩街周围 十分活跃的幸存者 也是最能带来货物 和明币流的那一部分 是古玩街真正的价值所在 少掉的那部分 本来就不是有效的人口流量 是原本不怎么在古玩街里做生意 也不怎么出去探索资源的人 这部分人 本来就会在一轮又一轮的 诡异降临中 快速被淘汰掉 也许依托于古玩街外围的 他们不会死 但随着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难以再有向上爬的机会了 这个时代 比之前的秩序都市 更加冰冷残酷 至少之前的人们 什么时候开始奋斗 都不算晚 也许一个40岁 才开始努力的人 这辈子已经失去了 大富大贵的机会 但依旧能靠自己的双手 创造足以让自己 保暖体面的财富 可现在 后诡异时代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强者横强 雪球越滚越大 弱者横弱 哪怕江炎上辈子 走了狗屎运 撞到一个紫色宝箱 不也被天使基金会 那混蛋抢走了 落落求得一时安宁 也会带来永恒的痛苦 隐震止渴 不外如是 张小虎快速算了一下 7000人流量 每天5明币门票 光门票前 就能收35000明币 一个月的门票入账 是105万明币 这只是门票 还有100明币的摊位费 持续12小时 夜间一般会空置 但白天几乎没有剩下的 古玩街在江炎有益的控制下 现在只有150个摊位 除去被张小虎他们 作为古玩街官方占据的10个 剩下的140个摊位 几乎每天都能全部租出去 这就是每天14000明币的收入 一个月是42万 7000人的流量 不是同一时间涌入古玩街 而是会在白天的时间中 分时段进入 这些人中摆摊的是少数 绝大部分是来逛街的 古玩街的东西是真香 普遍低于系统商城 10%至15% 商品还基本都有系统商城认证 质量自然不需要操心 不过存量过于参差 玩家想要买到新衣的装备 或者技能 需要多花些时间来逃买 如此体系之下 还催生出了 共享摊位这种东西 几个玩家出一个摊位 共同售卖这段时间的探索收获 摊位费由他们分摊 负担更低了 这种行为 看似在薅古玩街的羊毛 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古玩街的收入 但张小虎压根都没把这事 上报给江岩 直接告诉手下的所有人 当作没看见 也从不过问干涉 替安叔运营过很多厂子的张小虎 非常清楚 如何营造良性的客源环境 在非原则性问题上 客人们耍点小聪明 貌似占了古玩街些小便宜 实则对古玩街 来说就是个芝麻 和长期的良性环境比起来 死扣玩家占的那粒芝麻 简直太愚蠢了 要是让安叔知道了 恐怕会被绑起来抽鞭子 要是让江哥知道了 张小虎每每念及此处 就不禁打得哆嗦 恐怕就不是被抽鞭子 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除了摊位费和门票钱之外 摊位上每一笔交易 古玩街都会抽成1% 之前古玩街每天的摊位上 产生的抽成是8000名币左右 而10个张小虎他们运营的摊位 产生的收入在3000名币左右 加起来是11000名币每日 这部分 是之前古玩街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果再计算单间的话 张小虎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以鼎盛集团现在的建造能力 清理旁边的建筑废墟 在上面重新搭建砖房 绝非难事 江哥说要三层砖房 张小虎估摸着建筑面积 按2000平方米来 三层共计6000平 单间的面积 江哥没有交代 不过张小虎通过江哥交代的 没有装修和家具 已经领悟了江哥的核心思路 那个单间就按一平米算 加上走廊 浴室 卫生间的供摊 一个单间算两平米 一层就能批出1000个单间 三层3000个 到时候看看入住率吧 如果每天晚上都能全满 那3000单间 每晚产生3万民币的收入 十分可观 那么 古玩街的每日收入 会是 35000加14000加8000加3000加3万 等于9万民币 一个月就是270万民币 张小虎仿佛听到了 民币海洋呼啸而来的声音 将自己直接吞没 他对江炎竖起大拇指 由衷惊叹道 江哥 您的商业头脑 真是太强了 就算诡异不降临 您也肯定能成长为 一个商业大亨 小心能跟着江哥 真是跟对了 我鼎盛集团能有江哥照着 是我们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江炎被这彩虹马屁 拍得愣了一下 他脑子里 哪有张小虎那么多计算 现在古玩街旁边的 诡异营地里 放满了从基金会 总部仓库里 抢来的黄金熔业罐子 每一个里面 都装着一个美脑子的诡异 江炎还将这些美脑子的诡异 全部标注 为了自己的友方单位 享受庇护光环的加持 他现在的每秒铭币入账 已经增加到了150万铭币 秒入150万的人 不会去关注 月入270万的生意 江炎对着古玩街的诉求 始终是那时 不时出现的稀有资源 第232章 一发入魂 江炎这一套操作 不论是卖门票 还是建造单间 都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 而是为了进一步形成秩序 至于多赚到的那点钱 江炎抽了口就咽懂 淡淡说道 以后古玩街每天的营收 你们自己留下20% 给兄弟们分 剩下的80% 给安叔交过去 自家老丈人 天天被自己安排重体力劳动 任劳任怨 也是时候想办法 把安叔也塞满了 张小虎连连点头 之前古玩街 还处于粗放经营的模式 加上江哥没有发话 张小虎也不敢 擅自将收益上交给安叔 现在既然江哥有了决断 张小虎自然要遵照执行 鼎盛集团里的兄弟们 可都过得比较寒酸 对了 江哥 张小虎小心说道 我一直有个想法 向江哥请示一下 我们可以依托古玩街 开展一个隐藏资源拍卖会 一来这个招牌一旦打出 就能将古玩街的所有隐藏资源 全部收拢到我们手里 不会有意外的遗漏 到时候江哥先挑 二来对我们的秩序和生态 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之前张小虎等人 一直在江岩的命令下 在古玩街各个摊位上 监控隐藏资源 一旦有符合江岩需求的东西出现 就会被张小虎以高价截胡 然后给江岩挑选江岩不需要的 张小虎再通过古玩街的摊位 再卖出去 一来一去 有的时候会产生几百几千明币的亏损 而且也无法保证没有遗漏 毕竟有些隐藏资源 是肉眼可见的强大 一摆出来 就可能被来来往往的玩家 直接秒杀 张小虎他们未必能注意到 但如果直接打出招牌 组织隐藏资源拍卖会的话 这些隐藏资源 绝大多数就不会出现在摊位上了 毕竟 拍卖会能最大限度 表达隐藏资源的市场价值 对卖家而言 不会出现卖便宜了的情况 至于商城里本来就有的商品 价格已经锚定死了 就没有上拍卖的必要了 张小虎早就有这个念头了 但必须将哥点头 才能着手去办 否则张小虎不敢越阻带袍 在安叔手下混了那么久 张小虎对规矩二字看得极重 在大哥手下混饭吃 自己的位置必须摆正 大哥不发话 有些事是小弟永远不能做的 哪怕是正确的 也不行 江岩想了想 微微汗手 说道 行 你来组织 一周一次 江岩也有类似的想法 本来想着 等自己从龙虎山回来再弄 既然张小虎提前提出了 就顺水推周吧 提前一些也好 张小虎立刻点头 恭恭敬敬说道 我这就去准备 他倒退着 离开了江岩的店铺 立刻组织人手 开始整理古玩街的秩序 并且向所有挤在古玩街里的玩家们宣读 古玩街里摩肩街种 散发着臭气难民一样的人们 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声声抗议 开始在古玩街中 此起彼伏 江岩坐在店铺里 面色波澜不惊 搂着安小心动人的郊区 一边印钞 一边开油 这种情况 完全在江岩的预料之中 人类这种东西 也许有聪明的个体 可一旦汇聚成了群体 往往呈现出极其愚蠢的特质 古玩街更新的规则 无疑会增加这些人的生存成本 虽然也会给他们更舒适的环境 但在诡异肆虐的当下 没多少人关心舒不舒服 一时间的波澜和混乱 是在所难免的 直到张小虎大声承诺 古玩街的安全区范围会扩大三倍 将之前周围的废墟部分也囊括其中 允许他们不进入古玩街 也能在规定区域自行搭建窝棚的时候 这波混乱才渐渐平息下来 在这之前 已经有一些悲愤的傻貌 开始振臂高呼 要推翻古玩街的残暴统治 打死江哥 活着安小心了 如果不及时安抚 张小虎最终演变成一场暴乱的可能性极大 张小虎对此不由擦了一把冷汗 他倒不是怕这些土鸡娃狗 真能推翻江哥 张小虎只是害怕 那坐在店铺里的恐怖男人生气 不过江炎从屎之中 都安安稳稳坐在紫色宝箱上 对外面的骚乱充耳不闻 在骚乱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 江炎才淡淡开口 对面前的迷雾说道 记住刚刚那几个 要活着安小心的 夜里把他们头敲碎 尸体送到鼎盛大厦下面 孵化小蜘蛛去 燕妹的声音 立刻从迷雾之中传了出来 是 老板 最近这段时间 古玩街里闹市的人 基本都是燕妹动手处理的 他的灵体特性 杀人能叠诡异仆从 现在已经叠到了236个 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燕妹输出太低的尴尬处境 江炎不再理会这些事情 一边摸怀里小猫一般乖巧的妞 一边将注意力 都放在了系统商城的宝石界面上 他现在一共拥有24枚奈合石 有一枚之前已经镶嵌在了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十一级的宝石槽中 而今得到了这么多奈何石 也是时候将自己一身的装备 大量升级突破十一级了 装备超过十级之后 升级一旦失败 就会直接损毁 之前为了获取一个十级装备 江炎动辄花费近千万名币 而这个十一级的旧烟斗 更是花费了江炎超过三千万名币 不过对印钞能力 又一次飙升的江炎而言 这些钱已经不算很多了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每秒名币入账一百五十余万 每分钟就是九千余万 每小时是五十四个亿 名币 八十二亿九千八百零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一 开始吧 江炎激动地搓了搓怀里的安小星 搓出了两声音鸣和一个粉拳 安小星气哼哼抓起江炎的手咬了一口 江炎笑着在安小星鼻尖上亲了一下 随手对着自己的隐秘黑鸭的怪帽子 点击了升级 一道金色光芒闪过 帽子竟然没有消失 等级随之变成了十一级 江炎 我靠 一次成功 江炎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 十级到十一级的失败率是很高的 江炎本来已经做好了失败好几次的准备 但竟然一发入魂了 江炎仔细想了想 看着安小星凝重说道 亲了你一口 手气竟然这么红 再来一次 第233章 核动力印钞机 听到江炎说再来一次 安小星顿时羞的翘脸通红 想要跳出江炎的怀抱 逃之夭夭 却被江炎一把捞了回来 黑黑坏笑着 又在安小星娇嫩的面颊上 巴唧了一口 而后江炎又一次对 隐秘黑压的鬼木坠点下了升级 事实证明 青青也不总是有效 这一次鬼木坠上 闪过了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代表升级失败了 鬼木坠直接损毁 江炎随手又从系统商城里 买了个新的出来 从一级再一次向上冲击 每一次江炎从十级冲击十一级的时候 都会耍流氓一般 在安小星脸上重重吻一口 这店铺迷雾里 现在还藏着不少诡异 安小星颇为害羞 但左之右捉 数次躲不过江炎的亲吻 也只能乖乖认命 整个冲击的过程 持续了半个小时 江炎身上各种装备上的暗红 灿金光芒就没有停止过闪动 半个小时之后 江炎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失败了多少次 身上的隐秘黑压套装 终于全部升到了十一级 和就烟斗一样 其余的黑压套装 升到十一级的时候 也都多出了一个宝石槽 狂点升级按钮的间隙 江炎也随手在自己的其他装备上 尝试了一下各种宝石的效果 一级奈何时 在其余七件装备上的效果 也都是全属性加一 而其余的宝石 在不同部件装备上的效果 竟然都不一样 四级绿松石之前 镶嵌在十一级隐秘黑压的 旧烟斗上 效果是 受到的所有伤害 减免2% 但是镶嵌在隐秘黑压的鬼木坠上 效果就变成了 宝石镶嵌槽 绿松石等级4 每次普通攻击 造成40点额外法术伤害 镶嵌在隐秘黑压的怪帽子上 则变成了 宝石镶嵌槽 绿松石等级4 攻击速度提升5% 而不同的宝石镶嵌在不同的装备上 磁条也都不一样 江炎走马光滑斑看了一圈 很快失去了兴趣 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极多 几乎不可能穷尽 完成之后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明币余额 从一开始的812亿 变成了827亿 江炎愣了一下 这咋还越可越多了 升级装备虽然消耗明币的速度很快 但江炎一秒也就点个几次 消耗的明币 已经追不上现在印钞的速度了 看着自己越可越多的明币余额 江炎不禁挠了挠头 低声嘟囔的 收编了陆天尊和基金会里那些黄金熔业罐子之后 我这个印钞机 已经有向核动力印钞机转变的趋势了 对本核动力印钞机来说 十一级装备似乎也不算贵 竟然失去了花钱如流水的快感 这可怎么行 江炎想了想 在古安街外面找了个空地 召集了紫色宝箱 魔狼 猪刚烈 燕妹 陈妹妹 陈灵 一共六头江炎比较信任的诡异 加上安小星正好凑齐七个黑奴 本来安小星作为老板娘不用当黑奴 但是陆天尊刚刚点了50个诡异 出门寻找他心心念念的宝贝了 就只能让老板娘屈尊降贵 江炎先拿出了六张诡异的合同 上面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条款 乙方不得侵吞甲方托付的名币 否则十倍奉还 之前让紫色宝箱管钱 还有迹可循 眼下要让这七大黑奴 替自己升级装备 可真是一笔眼花缭乱的糊涂账 江炎得用合同 把他们吃里扒外的口子堵住 除了安小星之外 六个诡异全部签了这个补充合同 而后江炎让七大黑奴排成一排 分别将自己身上 除了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之外的所有套装部件 都买了一千个 分类交给了七大黑奴 一共花出去一亿四千万名币 江炎又拿出了七十个亿的名币 分别放在了七大黑奴手里 抽了一口旧烟斗 淡淡说道 给我使劲点升级 保证一秒点十下以上 碎了就拿新的积蓄 直到出现十五级装备 或者钱 新装备不够用了 记得这装备不要穿在身上 不然灵魂绑定了无法交易 就只能你们从我这里借钱买下来了 听到这话 除了安小心之外的六个黑奴 琪琪打了个哆嗦 这升级之后的套装部件 一个价值几千万 如果不小心穿在了身上 导致灵魂绑定 就直接在老板那里负债了几千万 恐怕这辈子当牛马当刀兔 都还不轻了呀 江炎又说道 第一个升级出来十五级装备的 奖励十万名币 第二个奖励七万 第三个五万 第四个三万 除了安小心之外的六个黑奴 眼睛齐齐一亮 尤其是陈眉眉 她急着要给陈灵儿熟身 如果能捞到十万名币的奖金 当真算是开门红了 江炎用力一挥手 预备 开始 下一刻 核动力印钞机的七个黑奴工厂 就开始全速运转了起来 他们手里的七件装备之上 暗红和灿金光芒交相辉映 几乎没有停歇 一道接着一道 江炎粗略估算 他们一秒钟能点二十次左右 至于升级的结果 在十五级装备出现之前 根本不重要 一直点下去就可以了 江炎坐在一块废墟混凝土上 先把自己镶嵌在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上的奈何石撬了下来 合成了一块二级奈何石 重新镶嵌 这件装备的属性 也就此改变 装备 隐秘黑鸭的旧烟斗 等级十一 隐秘黑鸭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五千五百点生命值和七十点 秒生命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售价 一万名币 宝石镶嵌槽 奈何石 等级二 全属性加二 江炎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却还是忍不住唾骂了一声 这好坑啊 一块一级奈何石 全属性加一 三块一级奈何石 合成一块二级奈何石 全属性加二 江炎等于在升级的过程中 损失了一点全属性 第234章 一身十五级套装 按理来说 升级有一定的收益衰减 也是正常的 比如装备升级 每一级花费 都和购入装备的价格一样 但是带来的提升 却远不如购入的时候 这就是收益衰减 所以 在一个项目上 蒙蒙克金 带来的收益 是远不如全面发展的 这也同样影响了江炎 使他无法指甲属性 装备合技能 也一样需要投入 但奈何石是隐藏资源 江炎就是印出在多名币来 没有还是没有 这三合一的衰减 对江炎来说 就非常肉疼了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仔细思索片刻 心中暗闹 暂时不要给奈何石 合成升级了 如果我拥有了 八件十五级装备 那么我会有一共 四十个宝石槽位 现在 手里只有二十四 还剩下二十二枚奈何石了 完全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看来 对南斗天使基金会 分支机构的清酒 必须快速展开 尽快把散落在南斗的 其他奈何石 也都收容起来 这个工作 就不需要我亲自去了 让陈妹妹和陈琳 带石头诡异和陈海川 邓海一起去就足够了 反正这对母女花 很乐意图露 天使基金会的那些渣子 江炎仔细思索片刻 将二级的奈何石拆了下来 又换了一块一级的绿松石 镶嵌在了旧烟斗上 然后江炎点击了升级按钮 十一级的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随着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宣告损毁 其上的一级绿松石 也就此消失不见 江炎小声唾骂道 幸亏我多了个新年 不然放着奈何石 在上面升级失败 跟着装备一起损毁 岂不心疼死我 这样一来 以后每一次升级装备 都得先把装备上的宝石抠下来 升级之后再装回去 这一来一去 可都是一万明币啊 光明正大坑前是吧 江炎也学着七大黑奴的样子 开始蒙点自己 隐秘黑压的旧烟斗的升级按钮 损毁了就换个新的继续 赌的就是个小概率升级成功 随着江炎不断猛猛克金 他很快发现 十级之后 装备升级的成功率 再一次大幅度降低 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克了两个亿进去 最高只见过十三级的旧烟斗 转瞬即逝 江炎不依不饶 继续疯狂克金 一波又一波 冲击十五级装备 这个崇高的目标 终于 在江炎快要花光五亿明币的时候 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终于在一道灿金色的光芒之中 升到了十五级 江炎点击出了惯性的手指 连忙收了回来 如果不小心连点一下 可就要冲十六去了 而按照之前的成功率 集大概率是失败的 暂时就冲到十五八 江炎看了一眼 自己十五级的旧烟斗 装备 隐秘黑压的旧烟斗 等级十五 隐秘黑压套装一 八 可升级 提升自身八千点生命值 和一百二十点 秒生命恢复速度 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售价 一万明币 宝石镶嵌槽 奈何时 等级二 全属性加二 以及四个空的宝石镶嵌槽 除了整个齐齐的 四个镶嵌槽之外 江炎还注意到了 另一个微小的变化 就烟斗降低理智的词条 从十点增加到了十一点 隐秘黑压套装所有部位 都能降低注视者十点理智 这个词条之前 并不随着装备升级而改变 终于在十五级的时候 从十点 砍砍变成了十一点 虽然提升非常微弱 但江炎很满足 原先整个套装 是八十点的理智降低 十五级之后 整个套装提供的理智降低 达到了八十八点 激活了三件套特效 鸭形之后 还要再加十点 达到了九十八点 江炎把四枚一级奈何时 镶嵌在了九烟斗上之后 原本属性没变 但一共镶嵌了五枚奈何时 其中有一枚二级的 全属性加六 江炎现在的属性 已经变成了 属性 力量 409 敏捷 409 智利 407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这里面还有 蝙蝠诡异精神链接的百分之十 随着旧烟斗抵达了十五级 自己的七个黑奴 也陆陆续续 产出了十五级的装备 第一名是朱刚烈 第二名是魔狼 第三名是陈眉眉 第四名是燕眉 安小心故意点的慢了一些 不和江炎的狗腿子们抢奖金 陈眉眉则完全是 把升级按钮戳出了火星子 冒出的光柱最是秘籍 奈何脸有点黑 还是没能强到十万名币的大奖 江炎按照排名分发了奖金 把全套十五级的隐秘黑鸭套装 都穿在了身上 还换下来一套十一级的 不过已经灵魂绑定 无法给别人用 就留在了自己系统商城空间里 下一次继续升级 肯定能用上 浑身十五级装备 一共四十个窟窿 江炎把所有奈何石都打了上去 剩下的十八个宝石槽位 江炎没有选择等级最高的宝石 而是选择了其余蓝色的宝石 诸如湖面水晶 坦桑石 蓝钻 镶嵌在了上面 倒不是他不愿意充分利用资源 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随着奈何石的大量镶嵌 隐秘黑鸭套装之前不断冒出的黑气 颜色竟然变了 变成了蓝黑色 就像旧烟斗镶嵌了奈何石之后 原本青色的烟气变成了幽蓝色一样 现在江炎浑身营绕的 是一团宁而不散的蓝黑色气流 而且比之前越发浓郁 其间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蓝白色荧光 看起来分外妖异 这种情况下 自己要是镶嵌其他颜色的宝石 就会变成 五彩斑蓝的黑气 太沙马特了 江炎有点受不了 原来 宝石是按照颜色分类的镶嵌了蓝色系 最好就只镶嵌蓝色系 不然会变得像个人形大孔雀 江炎只能忍痛割爱 放弃了四级的绿松石 就在江炎总结保释经验的时候 两个沉重的脚步从远处快步而来 邓海走到禁忌006身旁 小心翼翼说道 老板 我刚刚整理好了这次的收获和纸质信息 请您过目 他双手捧着一叠总结过后的文件 承载了江炎面前第235章 建立三支探索小队 陈海川和邓海 呈上禁忌006让他们整理的资料之时 金具的目光从禁忌006身上一扫而过 这头恐怖的禁忌 竟然和先前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之前的禁忌006浑身黑气缭绕 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令他的半张脸模糊不清 只有一双唇角 捉摸不定 似笑非笑 可现在的禁忌006浑身蓝黑色气流涌动 其间还有点点蓝白荧光飘飞而出 就连怪帽子头下的阴影 都是一片浓郁的深蓝色 仿佛深沉的海渊 再墙上的阳光也无法穿透 藏匿在其后的上半张脸 如同一头折服在海渊最深处的巨兽 令人不寒而栗 位置中孕育着争鸣 平静下潜藏着毁灭 两个猎人齐齐打了个哆嗦 不约而同一开视线 不敢再看禁忌006了 江炎随手接过了邓海递来的文件 坐在混凝土墩子上 快速浏览了起来 之前从天使基金会南斗总部获得的信息 并不止于三个提六口中的那些 还有从一个巨大档案室中 获得的各种纸质档案 文件 江炎当时没有细看 让鼎盛集团的兄弟们 全都给自己拖回来了 而这些文件的归档工作 自然只能交给陈海川和邓海 这两个人类狗腿子来干 诡异是弄不明白这种精细的工作的 邓海偷偷瞥了一眼 坐在混凝土墩子上 快速浏览档案的禁忌006 越发感觉自己的心情十分沉重 之前他冒着被禁忌006 直接杀掉的致命危险 删了天使基金会总部电脑里的信息 可这些纸质信息 却不是那么容易删掉的 一旦在这上面做手脚 痕迹就太明显了 暴露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一 所以邓海和陈海川简单商量了一下 就硬着头皮将所有信息 扎扎实实过滤总结了一遍 汇总到禁忌006手上的 都是真实无误的信息 而且这个时代还用纸来记录的信息 都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重要性比电子格式的很可能更高 江炎翻月的手忽然一顿 他抽了一口就烟斗 翻云土雾间伴随着一片 闪烁蓝白荧光的幽蓝色烟气 饶有兴趣说道 记录中 天使基金会有一种 能探索蓝光石能量波动 并且借之追寻蓝光石下落的仪器 这东西 我们缴获了吗 邓海探头看了一眼 点头说道 我之前也见过这种东西 我们缴获了至少30个这种仪器 都存放在鼎盛集团 建立在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为了辅助古玩街运转 安保圣前几天在古玩街附近 建立了一个仓库 距离不远不近 既不限制古玩街的发展 也能提供许多便利 这一趟从天使基金会中缴获的东西 就都存放在那里 有很多鼎盛集团的兄弟 在把手听到这话 江岩眼睛顿时一亮 30个 太棒了 江岩略作沉思 立刻组建了三支探索小队 这三支探索小队 分别由陈眉眉 陈琳儿 各自率领一支 和魔狼 朱刚烈 燕妹 共同率领一支 每一支小队都分配了十个诡异 和三个鼎盛集团的兄弟 并且由邓海教会这些鼎盛集团的人 如何使用蓝光石探测仪 两天之后 这三支训练完毕的小队 就会开始在南都里游业 他们有三个目标 第一 剿灭确定了位置的天使基金会分支机构 尽可能将南都的天使基金会清洗干净 第二 一路上寻找蓝光石的能量波动 找到一枚 带队的奖励十万名币 队伍成员各自一万 第三 顺路探索紫色宝箱预判的宝箱刷新位置 收集其中的物资 放回古玩街中售卖 类似的探索小队 其实江岩早就组建过了 不过那个时候 单纯就是让黑鸭和鼎盛集团的人类组队 出去找紫色宝箱标注的刷新地点罢了 现在组建的这三支探索小队 才是江岩一直以来计划的完整配置 至于蓝光石探索仪器 只是意外之喜 不过白天让这三支小队出去探索 江岩的印刷材料会一下少掉一小半 其中三十头诡异倒是可有可无 主要是带队的那几头诡异 都是占比很大的印刷材料 正所谓鱼羽熊掌不可得见 该放弃一部分印刷速度 换取行动力的时候 江岩也毫不迟疑 江岩继续翻阅文件 这些文件里有很多东西 让江岩大开眼界 哪怕是重活了一世的他 论起不当人的程度 也还是比不上天使基金会万分之一 翻阅到了文件的最后几页的时候 江岩的手却是猛然一顿 两个名字在江岩不经意之间 突然闯进了他的视野之中 江云生 王子 看到这两个名字的瞬间 江岩愣在了当场 大脑几乎彻底死寂 这是他父母的名字 按理说 南都这么多人口 有几个重名 丝毫不奇怪 但父母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出现 当真是个巧合吗 不 不可能 爸妈都在南极搞科研 他们的研究课题是远古冰川 很正经的科研项目 怎么会是天使基金会的人 一定是巧合 江岩心中这样安慰着自己 但浑身汗毛 不经意间已经根根倒数 他在这夜档案上来回阅读 这是一个天使基金会 南都分布的名录 为首的是孙再诚 后面标注了等级T7 而江云生和王子 紧紧跟在孙再诚之下 标注了等级T6 但江岩已经杀光了南都的T6 没见过这两个人 难道说是镇守在分支里的T6吗 江岩重重抽了一口就咽斗 沉闷的声音仿佛全部憋在了胸口 十分低沉 问到这份名录是哪里来的 邓海小心翼翼说道 我整理出来的原始资料里 有更加详细的信息 江岩眯了眯眼 低声说道 把名录上所有人的原始资料 都拿给我 陈海川和邓海连忙转身 以最快的速度 去仓库里拿取资料 他们不知道 禁忌006的注意点在哪里 但明显感觉到 这头恐怖禁忌的情绪 很是不对劲 塞满了三个大柜子的资料 很快运送到了江岩面前 江岩指着柜子 说道 把江云生和王子 这两个T6的资料拿出来 我要看 第236章 他们查个锤子 邓海已经整理过一遍这些文件 轻车熟录 将两个有些干杯的文件夹 放在了江岩手里 一个文件夹上写着江云生 另一个文件夹上写着王子 标注都是绝密 邓海小心翼翼说道 老板 这两个人的档案 的确有些不寻常 就连T7孙再成的档案 都只是标注了机密 这两个T6的档案 竟然是绝密 江岩一言不发 将两个文件全部展开 放在了地上 文件里的人物档案信息 直接冲进了江岩脑子里 令他仿佛听到了一声 响彻脑海的雷鸣 这里面不光有名字 还有清晰的彩色照片 那两张照片 正是江岩的父母 江岩拿着就咽斗的手 轻轻颤抖了一下 心中满是震惊 不会吧 不会吧 我爹妈也是人渣 这怎么办 大一灭青还是 江岩深深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继续浏览父母档案里的信息 里面还有年龄 种族 身高 体重之类的基础信息 一一都能和江岩的父母对应上 下方则是两人的履历 这履历不短 但都是减数 而且没有什么补充材料 一眼就能看到底 履历前端 是江岩的父母 分别作为生物学和物理学博士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在京城的工作经历 能看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江岩的父母和天使基金会 没有扯上任何关系 以至于这些履历都是一笔带过 直到十年前 也就是江岩的父母 因为某种原因 辞去了京城的高薪工作 带着那时候才八岁的江岩 回到了南斗老家 南斗虽然大 但两个博士 想要找到和之前在京城时候 一样的工作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在那个时间 两人齐齐入职了 天使基金会下辖的一个 名为冰川时代的生物科技公司 入职的第二个月 两人的履历上 齐齐出现了如下字样 考察通过转入绝密项目 冰山计划 基金会内部直级 从T2升为T6 档案保密等级升为绝密 流荡南斗 江岩的目光 在最后这几句话上 盘旋了很久 流荡南斗 意思是说父母的档案 虽然还在南斗天使基金会 但也只是因为 他们家在南斗 后续的档案 就不在南斗档案里更新了 所以父母的档案中 属于天使基金会的部分 实则只有短短三四段罢了 就连其他T3的档案 都比父母的后世许多 纵然如此 父母停止更新了近十年的档案 也还是绝密级的 结合江岩记忆里 父母这些年 除了过年和年终两个长假之外 根本就不在南斗 只说在南极研究大冰山 他们还给江岩带回来过 据说是南极的石头和贝壳 还有地企鹅的风干脚谱 不过江岩这些年 虽然缺乏了一些父母的关爱 却也没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孤儿 父母工作虽然很忙 但隔三差五就会打来电话 一答就是好几个小时 关注江岩的学习和生活 语气也十分轻松 似乎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十分满意 也从不曾听他们抱怨过什么 江岩搓了搓下巴 您没自语到 父母十年前回到南斗求职 都是正常的流程 估计入职的时候 也不知道天使基金会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甚至可能不知道 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和天使基金会有关系 入职短短两个月 考察通过之后 就直接从T2变成了T6 人更是直接消失了 这经历 听起来和邓海的 有那么两分相似 只不过邓海误入天使基金会之后 不小心发现了 不属于T2的真相 自此之后就只想着逃跑 我爹妈这些年 一直在南极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冰山计划 看起来又十分特殊 未必会接触到诡异 估计干了这么久 他俩也没能认清 天使基金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他们不是一直蒙在鼓里 很难表现得这么正常 分析到这里 江言心中略微放松了一些 只要自己爹妈 不是基金会里那些丧尽天良 草菅人命 不干人事的家伙 江言都能接受 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和天使基金会的两子 已经解不开了 父母必须尽快离职 回来我身边才行 绝密等级的冰山计划 进去容易 出来可未必那么容易了 江言心中忽然又是一阵 糟了 我之前在那个T10面前 说过自己的名字 不会被天使基金会顺藤摸瓜 查清楚我和父母的关系 竟然欺负我那无辜的老父亲 和老母亲吧 仔细沉思片刻 江言拿出一面镜子 仔细端向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 然后轻轻松了口气 这怪帽子 把我脸遮得这么严实 天使基金会不可能单凭一个下巴 和江言这个名字 就查清楚我的底细吧 南都估计能找出来 几百几千个江言 他们查个锤子 距离南都近千公里的无人深山 一座巨大的地下建筑 藏匿在百米的深度 一个短发花白 身材略微发福 但还是呈现出精壮姿态的老白男 斜靠在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 彼得总裁 我刚刚调查了 一下您提及的那个江言 这是一个很大众的名字 面部的可辨认特征 几乎被完全遮蔽 我们没有在信息库中 匹配到任何可信的目标 但是 我们在另外的资料库中 找到了一份看起来很 奇怪的档案 和这个江言 似乎有直接关系 彼得 马克挑了挑眉 问道 哪个资料库找到的 办公桌前汇报工作的 美丽金发女人 毕宫毕竟说道 是从猎鬼局的 内部资料库里找到的 彼得缓缓坐直了身体 面色严肃说道 猎鬼局 拿来我看看 女人递来一个平板 禁忌编号 006 称号 鬼豪 姓名 江言 击杀规则 未知 一次已经突破了击杀规则 外表 端坐于紫色宝箱之上的 年轻男子 浑身笼罩诡异的黑烟 面容难以辨别 左手戴灰白色的蛛丝手套 右肩站立一只阴影独木黑鸭 外表人体 由密密麻麻的人 面鬼猪组合而成 拟人程度 极高 注意 不可直视 直视禁忌006的双眼 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 第237章 极为不幸 看到这份文件之前 彼得的面色十分凝重 毕竟是猎鬼局的内部资料 可信程度极高 不是二系 他们天使基金会 想要将手伸进猎鬼局的内网 从里面偷资料 接连变化 精彩至极 从一开始的凝重 迅速变成皱眉 而后是猛逼 竟然是震惊 当他看完 禁忌006的整个资料之后 这位天使基金会 替时的面色 已经彻底变成了惊悚 禁忌006吗 彼得低声尼南 身上的汗毛 一根接一根倒数而起 原来 他不是人 这便能解释得通 他为何会那么强了 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难度的分布摧毁了 连支援的机会 都没给我们留下 不过 就算是一头禁忌 这档案里记载的东西 也太离谱了一些 彼得又看了一遍 禁忌006的档案 不可直视 不可揭穿 诡异环四 禁忌守护 攻击欲望弱 反击欲望极强 统御 还踏马有两个 无冷缺的主动技能 其中的雷电法术 单次伤害超过两万 一秒内连击一千次 这踏马 真有点超出 我的想象极限了 那金发美女秘书 小心翼翼说道 总裁 这档案虽然是 猎鬼局内网里挖出来的 但可信度应该不高吧 就算是禁忌 也不应该有 这么离谱的强度 彼得 马克沉默了一分钟 千南摇头说道 不 你错了 猎鬼局内部的档案 基本都是猎人观察后的信息 会总甄别得来的 那些猎人 对诡异的特性认知 可能不如我们 基金会的研究员 但战斗经验 却远比基金会的 绝大部分人 更加丰厚 他们内部记录的档案 整体的可信度极高 细节方面 未必全是真的 但也足以证明 这头禁忌的恐怖程度 远超我们的想象 彼得脑中 又一次回想起 禁忌006对自己 冷然说出的那句话 如果你现在以真身见我 跪在我面前求饶 交代出你天使基金会 在神州的所有据点 在双手奉上500枚蓝光石 我就给你一个 为我工作的机会 此时想来 这句话 便有了别样的意味 令彼得总裁 不由打了个冷战 不行 他必须死 这已经不是恩怨 和摩擦的问题了 这头禁忌 已经切实威胁到了 我们基金会的存续 当然 如果能将它封印活捉 带回我们基金会 神州南部大区总部 做研究材料 就更好了 一头如此强大的禁忌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实验 恐怕比我们以往 获取的所有诡异加起来 都更多 沉思片刻 彼得总裁拿起了 桌上的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片刻之后 京城猎鬼局总部 一个装载着 一次性电话卡的小手机 忽然震动了起来 南兜 郊区 一片无人的荒山 一个隐身的高条美人 脚步踉跌扶住了一棵树 剧烈喘息着 满脸虚弱之色 嘴角泛起了白沫 倒不是体力不支 而是心力不支 李渊渊一路顺着 脑中浮现的地点指示 追寻而来 靠双腿跑了几十公里 每隔一段时间 她后脑的头皮 就会悄然撕裂 裂口化作一张 猙獰的嘴巴 发出邪义的歌声 音节模糊不清 听不懂在唱什么 每次也只哼唱几句 似乎漫不经心 更不像陆天尊一样 开口必有癫狂的伴奏 故而 这张嘴的杀伤力 似乎不如陆天尊 但架不住这张嘴 她如影随形 复古支居般难缠 一旦李渊渊的速度变慢 或者方向偏离 这嘴就开始折磨她的神经 一路上 李渊渊又被唱吐了好几次 现在已经吐无可吐 似乎产生了一些抵抗力 只是头晕眼花 双腿发软 机遇一头昏死过去 但诡异的是 每次这破嘴唱歌 李渊渊发狂去撕扯 自己后脑上的嘴巴时候 就什么都摸不到 仿佛那生长在自己头皮上的 猙獰恶口 独立存在另一个次元之中 不要再折磨我了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快从我脑子里滚出去 李渊渊扶着大树 一边喘息 一边尖叫 声音歇斯底里 尖叫声中 李渊渊又伸出一只手 御口分明就在他后脑上 斜斜笑道 你马上就要找到我了 很近了 加快速度 我能给你 你想要的一切力量 李渊渊欲哭无泪 欲土无物 喘息道 为什么一定要折磨我 你换一个人好不好 我真的配不上你 他心中十分苦涩 那句档案里的话 在他脑中不断盘旋 不要碰禁忌006的钱 会变得不幸 果然 我刚刚收了禁忌006的400万 就变得 极为不幸 那猙獰的恶口咧嘴一笑 嘿嘿说道 因为我只感知到 两个有天赋的存在 之前那个 满口说着要来找我 到现在都不来 我受够他爱搭不理的谎言了 你妈 若是弱了点 天赋也没那个家伙强 不过在我的培养下 你很快就会脱胎换骨 我能察觉到 你心中对力量的渴望 只要你找到我 你就能救所有想救的人 杀所有想杀的东西 我帮你 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存在 李渊渊脑中思绪极为混乱 几小时之内 破碎了无数次的理智 此时已经有些拼不回来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能量棒 塞进嘴里 呼伦吞入腹中 再一次奋力前行 向脑中标记的地点 行去 李渊渊没有注意到 在他身后 两个同样隐身的东西 远远坠着他 哭朽的老道士 手中掐着隐身术法诀 一路一步一驱 跟着李渊渊来到了这里 身后的护士长 一直看不到隐身的李渊渊 十分不解问道 师父 我们一直跟着他干嘛 第238章 快要闭起的眼睛 又睁开了 听到王柔柔的问题 清虚老道哭朽的嘴角勾了勾 似是笑了一下 我刚刚掐指一算 他身上的因果 似乎有点意思 评到想看看 脚下山路难行 清虚老道看似步履缓慢 实则闲停信步 如履平地 而背后的王柔柔 一双高跟鞋 几乎跑出了残影 才勉强跟住了清虚的步伐 王柔柔低声咚当道 师父不是说 那女人已经快要崩溃了吗 怎么速度还这么快 片刻之后 李圆圆终于在一片荒山之间 找到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岩洞 岩洞十分深邃 内部漆黑一片 只能看到洞口前的一小片空间 李圆圆又喘息了一阵 感觉刚刚吃下的能量棒 渐渐让自己的身体充盈了两分 按照脑中不断闪现的位置指引 那东西就在里面 李圆圆厚脑的头皮再次裂开 猙獰的恶口黑黑笑道 小心一点 里面有很多人 可别不小心死了 难道某处废墟之中 王家趴在地上 满脸焦黑 浑身上下 乌一处不痛 他的生命值已经跌落谷底 只剩下了二百多点 只差一击 他就要被打出玄火护符 这个保命道具了 在王家前面不远处 一只双头巨犬模样的诡异 伸手一触 两颗狗头都被风鬼桃木剑斩落 紫黑色的血液鼓鼓流淌 这是一头极强的诡异 在王家巡逻的时候 直接从背后偷袭了他 王家为了早日凑齐 竞技006的贷款利息 最近这些天 都是尽量独自巡逻 虽然独自一人风险暴增 但也不用和队友分奖励 单杀诡异的奖励 往往是很丰厚的 王家看了一眼 自己的玩家面板 玩家王家击杀诡异 贡献度 百分之一百 明币加六二七四 自由属性点加一 装备 狗尾 视频 装备 双头魔犬的力尺 匕首 物品 腥臭的诡异血肉 明币 有点少啊 王家低叹了一声 第一轮诡异的击杀 总奖励大约在一万明币左右 具体的奖励和诡异的强度 有直接关系 但也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这双头魔犬实力非常强大 成长速度也不慢 技能和特性更是难缠 左头喷火 右头喷毒 差点将王家这天剑猎神打死 其强度可见一般 但就给了六千多明币 算是运气超差了 虽然掉落的几件物品 都能在古玩街 卖出一两千的价格 加起来也差不多摸到了 一万明币的边 但不是立刻就能变现 不过掉了一点自由属性 还行吧 王家随手将属性点 到了敏捷上 这是他的主属性 击杀诡异 并不总是会掉落自由属性 而对属性比较低的人类玩家 自由属性这个奖励 实则并不理想 低属性阶段 锻炼也能增长一定的属性 靠明币加属性消耗也不大 不过 王家进入秘境之前 拿了禁忌006的25万贷款 此时敏捷属性已经超过了50点 自由属性就显得很值了 根据猎鬼局这段时间的 内部共享信息来看 似乎人鬼双方属性差值越大 就越不容易掉落自由属性 王家看了一眼自己的明币余额 明币 41756 常常吐出了一口浊气 近乎呻吟说道 这个月的利息终于够了 虽然一个月4万明币的利息 看似不多 杀死头诡异 一头一万左右的明币收益 就能将这个窟窿堵住 但现实情况比理想复杂得多 王家在战斗中 不可避免的要消耗各种药剂 道具 比如能保命的玄火护服 商城售价高达8000明币 猎鬼局每个月给猎神配给五枚玄火护服 陈海川这样的队长两枚 普通猎人主属性超过30点的一枚 福利很不错 不过王家手里的护服依旧紧紧巴巴的 他不可能把五枚玄火护服都留在自己身上 但凡出集体任务 身上有多余的 就会至少云给坦克职责的队友一枚 之前在第三医院秘境里的时候 刘斩能直面斩命灵童不死 正是王家鼎力支持的 不然早就暴毙了 据说猎鬼局里有能人会手挫玄火护服 所以这东西能做到猎人标配 不过依旧紧缺 很多猎人尝到甜头之后 不得不自己从系统商城里购置 王家也是其中之一 离开第三医院之后 王家身上的玄火护服就已经没了 猎人队友们支援过来的铭币 直接被王家从商城里买了三张 玄火护服再次归零 啥都没命中药啊 除了这能保命的东西 王家还随身带着很多恢复生命 和零食增加属性的药剂 就连售价昂贵的圣水 王家身上都常被五平 在这些能决定生死的战斗物资上 他从不寒酸 而猎鬼局的绝大部分战斗 都是集体作战 单杀诡异的情况极其罕见 如果不是王家这段时间故意独行 可能根本没有单杀诡异的机会 集体作战风险会压到最低 一旦猎人数量超过三个 只要别碰上太离谱的诡异 所有参与战斗的玩家 而王家作为猎神 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团队作战中 分享很多自己的药剂和道具 有时候一场激烈的团战打下来 王家一算账 自己反而是亏钱的 放在往常 亏钱王家也心甘情愿 毕竟自己分享出去的药剂和道具 都货真价实地提升了队友的生存率 但眼下 欠着25万的高利贷 王家再也不敢有太强的团队责任感了 必须当一段时间的独狼 即便如此 王家凑齐这4万民币的利息 也耗费了不小的精力 还承担了很高的风险 王家喝了一瓶最便宜的 缓慢恢复生命值的药剂 主持风鬼陶木剑 缓缓站了起来 低声自语说道 累死我了 今天就到这里 回去好好睡一觉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但天不遂人怨 王家刚刚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猎鬼局南斗分部 就见陈宇柔快步赢了上来 面色凝重说道 猎神 出大事了 我们刚刚收到了 最先猎神的求救信号 他似乎在持缘南斗的路上 遭遇了什么意外 王家快要闭起来的眼睛 陡然缘争 什么 在哪里发出的信号 第239章 屠戮之舞 和已经到来的 幻武猎神李渊源 以及正在路上的斩龙 猎神不同 最先猎神李维新 是天剑猎神王家 最熟悉的战友 诡异降临之前 两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在清脚那时候 只灵星出现的 诡异事件之余 经常一起训练 旅游 两人一攻一防 配合无鉴 也曾无数次性命交托 早已比亲人更轻 此时听到最先猎神 竟然传出了求救信号 王家脑中的困意 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陈宇柔立刻拿出平板 给王家展示了 最先猎神李维新 求救信号传来的地方 那是邻近南斗的一个村子 名为柴王村 距离南斗80多公里 说是个村子 但距离南斗不算遥远 南斗的国道 更是直通柴王村 这村子自然 也得了许多经济利益 这些年发展得很是滋润 村民们一个个 都住上了三层的小洋房 只可惜 诡异降临的时候 这种半大不大的村子 最是凄惨 没有复杂的地形 和高大的建筑物遮蔽 但凡有个诡异降临此处 就很难有人逃过屠戮 以诡异平均 每千人降临一个的规律 这柴王村 至少降临了三四头诡异 猎鬼局自然不可能 在柴王村这样的地方 设置分局 等猎人们稍微抽出些手来 像柴王村这样的地方 基本已经成了一片死地 再去清脚 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此越发被猎鬼局忽略 王家快速听取了 陈宇柔汇报的信息 眉头死死皱了起来 低声说道 我记得 最先猎神来的时候 是带了一支猎人小队的 陈宇柔重重点头 肯定说道 一共有十二个猎人 跟随最先猎神 一同持员南多来 王家眼角猛跳了两下 一个猎神 十二个猎人 这样的配置 已经堪称绝顶了 之前南多猎鬼局 清脚第三医院秘境的队伍 也就和最先猎神 带来的这支队伍不相伯仲 可就是这么强力的猎人小队 竟然失陷在了柴王村里 那里面到底藏着 什么强大的诡异 亦或者 妈的 不会又是个禁忌吧 王家脱口骂了一句 骂完之后 王家又连连摇头 低声说道 不可能 南多已经聚集了这么多禁忌 按照几率 周围不可能再出现禁忌了才对 是我最近太敏感了 应该是个特性难缠的强大诡异 王家狠狠掐了掐自己的眉心 沉思片刻 问道 局里现在有多少猎人能激动 陈宇柔立刻说道 猎神 加我一共二十二位 王家缓缓点头 陈生说道 我带出了你之外的二十一位 前去柴王村支援 你立刻发出三级召集令 让南多的所有猎人 包括幻武猎神 全部在南都分局集合 如果三个小时之后 我还没有回来 就让幻武猎神和陈海川带队 来柴王村救我和最先猎神 听明白了吗 王家的命令 是经过谨慎考量的 最先猎神的求救信号 值得一级召集令和清朝而出 但幻武猎神 在暗中观察禁忌006 陈海川和邓海 在卧底禁忌006 这都是不能有半点破绽的 否则立刻就是灭顶之灾 其余猎人 也可能正处于激烈交战之中 而京南多 剩下的诡异不多 但还能存活的诡异 往往十分强大 不可小觑 一级召集令 容易令猎人们慌乱 带来很多意外的损伤 橘子里的21位猎人 加上王家 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了 王家对自己 还是很有信心的 尤其是现在的他 克了25万名币之后 感觉已经达到了 一个全新的高度 如果我带着21位猎人 都就不出失线的最先猎神 这事儿恐怕就麻烦大了 陈宇柔立正 肃然说道 明白了猎神 我立刻去办 十分钟后 王家带着21位猎人 整整三辆面包车 呼啸飞驰 顺着南兜残破的国道 向柴王村急驰而去 滴答 一滴鲜血 顺着温热的利刃 滴落在地上 浓稠腥臭的血泊之中 鲜血泛起涟漪 在明亮的灯光下 微微荡漾 一个持枪的 天使基金会战斗人员 瑟缩在走廊角落 双目惊恐瞪大 刚刚血滴声传来的地方 闪过了一道 模糊不清的影子 惊鸿一瞥 似乎是个 穿着黑风衣的高调美人 但那影子显形的间隙 实在太短 这战斗员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看到了 一个什么东西 你 你是人是鬼 战斗员对着面前 空无一物的空气尖叫 扑斥 一把无形的利刃 破空而出 直接刺穿了此人的眉心 双目呆滞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凉透了 隐形的李渊渊 随手将自己的匕首抽了出来 淡淡说道 人 她顺着那张 争鸣恶口的指引 踏入了那荒山之中的岩洞 紧接着发现了 这个藏匿在岩洞深处的 天使基金会的研究所 不知道是不是禁忌 006刚刚指导黄龙 把天使基金会的难度分布 一锅端的原因 此时这研究所里 一片风声鹤唳 很多战斗人员严阵以待 武装到了牙齿 快被那争鸣恶口 折磨疯了的李渊渊 一人一刀 就这么一路杀了进来 所过之处 无意活口 毕竟 她可是一个被禁忌006 塞满了400万的女儿 李渊渊理智已经几乎全崩 根本无法仔细思考 这400万怎么花能收益最大化 于是直接把自己的敏捷 属性点到了100 一身加持隐身能力的装备 搭配隐身天赋 敏捷属性突破100的李渊渊 恐怖程度直接爆表 根本不是这研究所中的 战斗人员能够对抗的 一番惨无人道的屠戮 人都死完了 可这研究所里的人 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李渊渊踏过一片血泊 却没有留下一个脚印 身负贼王世家传承 敏捷突破100的他 已经能做到传说中的 踏雪无痕了 面前这道合金大门后 是研究所最内测的一个实验室 也是李渊渊唯一 没有造访过的地方 后脑头皮上 猙獰恶口悄然裂开 嘿嘿笑道 就在里面 快开门吧 第240章 你学过 所以我也会 李渊渊看着眼前 紧闭的合金大门 直接掏出一张 刚刚从个死鬼研究员身上 顺来的身份卡片 刷在了门旁的验证器上 绿灯亮起 合金大门缓缓打开 啊 里面传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一个穿着白色研究服的研究员 举着一个高脚椅冲了出来 却没看到任何目标 正发愣的时候 一道细细的血线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后颈之上 锐利的匕首 瞬间切断了他的颈椎骨隙 夺走了他的生命 扑通 研究员倒在了地上 抽搐着死去了 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死死盯着眼前的空气 直到意识陷入一片永恒的黑暗 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间实验室里 还有好几个研究员 也都很快步了后尘 干脆利落地死在了地上 李源源对天使基金会并不熟悉 但出发之前 王家对他科普过一些必要的信息 之前在天使基金会总部 也目睹过孙再诚的各种反人类操作 明白这藏匿暗处的神秘组织 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这危机重重的后轨异时代 人类最不需要的 就是天使基金会这种心怀鬼胎 火上浇油的团体 全杀了也毫无心理负担 李源源在一个研究员白色的衣服上 仔细擦干净手里的匕首 归入翘中 这才看向了实验室最中间 一个圆柱形的玻璃容器之内 容器里全是金黄色的液体 类似的东西 李源源先前也在基金会南斗分部中见过 应该是用来封印诡异的黄金荣叶罐子 荣叶之中 静静悬浮着一张嘴 猙獰而诡异 一根根尖利的黄黑色牙齿 李源源一时间没有动手 目光在这黄金荣叶罐子上来回打量 罐子完好无损 里面的黄金荣叶色泽浓郁而清澈 封印是没问题的 但那张嘴偏偏能说话 也能一直纠缠着自己 在自己后脑勺上唱歌 黄金荣叶的弊端 这就显现出来了 李源源心中自语 如果是用黄金荣器进行封印的话 这张嘴肯定不可能诱惑我来此 这是一头诡异 她想借我的手 逃出这里 李源源源眼底闪过了一抹寒光 虽然不知道这东西的强度到底如何 但光看着破嘴能隔着这么远折磨自己 恐怕绝不是个简单的东西 睁您的嘴巴见李源源迟迟迟不动 张嘴发出了一阵模糊不清的横场 李源源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浑身汗毛根根倒树 强烈的呕吐感再一次涌上来好 别唱了 我放你出来 李源源摆了摆手 深吸口气 说道 但是我要先吃口东西 刚当历劫了 你先不要唱歌 把我恶心吐了 我又得先好一会儿 说着 李源源又掏出了一个能量棒 塞进嘴里 缓缓咀嚼着 与此同时 李源源的匕首上 闪过了五道光芒 前四道是灿金色的光芒 代表装备升级成功 第五道则是暗红色的 代表装备升级失败 眼见五级到六级失败 装备直接回退到了四级 李源源的一双眉眸之中 闪过了一抹震怒 卧槽 装备升级还会失败的 失败了 直接回退一级 这踏马坑爹呢 我拿自己老命换回来的四百万 每一分钱都弥足珍贵 怎么能这样被坑 李源源当机立断 放弃了匕首的升级 转而将钱砸在了其他地方 之前一路上那破嘴 吵得李源源头疼 一直没有机会 将那四百万花光 只是胡乱把敏捷属性点 到了一百 眼下那破嘴 暂时安静了下来 李源源再一次强行 将自己的理智拼凑起来两分 这已经是最后一波的机会了 必须将刚刚从禁忌006手里 拿到的四百万花在刀刃上 很快 李源源就把这四百万挥霍一空 把自己的力量和智力 都点到了五十 敏捷点到了一百五十 四个技能全部点到了十级 一身装备 全部换成了 心心念念的最强隐身套装 还都升到了三级 此外 他还买了三枚 玄火护符 石瓶 圣水 几种临时增强属性的药剂 他感觉 自己好强 前所未有的强 这下子 猎鬼局的其余九个猎神一起上 恐怕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了吧 李源源在这一刻 心中出现了恍惚的感觉 猛猛 花了四百万之后 怎么感觉这个游戏 和自己之前理解的 完全不一样了 这才是 这个游戏的正确玩法吗 李源源脑中 不由闪过了之前 禁忌006面前 那堆积如小山一般的 五百个亿名币 如果那五百个亿 也是我的 我能 强到什么地步 李源源想了一下 然后就不敢继续想了 那可是五百个亿啊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赚到 丫头 准备好了吗 猙獰的恶口 又一次发出声音 我这就放你出来 他手中匕首 请客间化作一道寒芒 直刺黄金荣叶 槽中的猙獰口而去 我这辈子最强的一刀 要这诡异的命 啪 一声翠响 玻璃硬声而碎 黄金荣叶从裂口之中 汹涌而出 李源源的刀 在猙獰口 从黄金荣叶中 脱离之前的刹那 就已经刺中了那恶口 谁知 那恶口却是速度极快 张嘴直接稳稳将 李源源源的匕首 咬在了嘴巴里钉 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 在实验室中激荡 李源源的瞳孔 骤然一缩 下一刻 咬住匕首的猙獰口 骤然消失不见 李源源后脑头皮 请客间裂开 一张猙獰口 缓缓张开 发出了黑黑的怪笑 丫头 你这刀 准头不太行啊 差点误伤了我 嘿嘿嘿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毕竟 呃口说着说着 就直接唱了起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 家 门 咱迎春风 李源源直接呕的一声 又将没消化的能量 磅碎片吐了出来 目光惊恐 尖色说道 你 你怎么会这首歌的 之前这恶口 只是哼唱一些 模糊的音节 和急性的曲调 现在却是真正在唱歌了 呃口音三一笑 嘿嘿说道 你学过 所以 我也会了 第241章 送葬人的恶口 后脑裂开的恶口 嘿嘿笑道 我不光会唱 好日子 还会唱其他的歌呢 唱给你听听 来手 江南吧 李源源悦怂然一惊 尖叫道 不要 不要唱 江南 不要 那猙獰恶口 哪里管李源源 张口就发出了 鞋一扭曲的歌声 封到这里就是年 粘住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缠成线 缠着我们流连人世间 李源源呕呕了一声 下意识伸手 向后脑撕扯而去 想要把这张 猙獰的恶口扯下去 但这一次 入手却是一片 崎岖坚硬 仿佛有坚硬的鳞片 而那崎岖坚硬的东西 还在动 是嘴唇 劲儿 李源源在自己后脑头皮上 摸到了尖利的牙齿 和粘尸的长舌 李源源的瞳孔 骤然紧缩如针尖一般大小 和之前那虚幻的错觉 彻底不一样了 这一次 这猙獰恶口 是真的 从她后脑头皮上长出来了 啊 李源源发出一声崩溃的哭喊 撒腿就跑 风一样往外逃去 似乎她逃得速度够快 就能摆脱后脑上 这复古之巨般的猙獰恶口 嗖 一阵狂风刮过 李源源隐形的身影 顺着来时的路 狂飙消失 掐着隐身绝站在角落的清虚 一路目送李源源 仓皇的背影逃离 和王柔柔干呕了两声 终究已经无物可吐 原本丰润的王柔柔 比一开始已经干比了许多 捂着嘴巴哀叹道 师父 弟子此番可真是遭了老罪了 清虚没理王柔柔 只是擦了擦嘴 目送李源源离去的背影 哭朽的眉头紧紧皱着 低声自语道 那张嘴 好生熟悉 我师父在我走音的时候 似乎远远见过一次 希望不是如此 否则 事情牵连可就太深了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离愁能有多痛 痛有多浓 当梦被埋在江南言语中 心 碎了才懂 随着争獰恶口的最后一句歌词 一整首江南 都被他唱完了李源源目光呆滞 双腿一软 滚得葫芦般在山坡上 一路滚落下去 身体绵软 仿佛已经死掉了 碰 高条郊区撞在一棵大树上 这才停了下来 但李源源沾满泥沉的狼狈身体 一动不动 目光呆滞看着天空 毫无焦距 江南 江南 烟波浩秒的水墨江南 是自己和未婚夫 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虽然从小就只赴为婚 但直到李源源大学毕业 父亲才带她去了一趟江南 那里正是未婚夫的家 第一次约会 两人并肩在江南 古运盎然的小镇里逛街 李源源有些羞涩 未婚夫却很是坦然大方 为李源源介绍当地风土人情 给她买了不少好吃的小零食 还带她上了自己家的小船 在江南清秀的水道里漫游 听说你喜欢音乐 未婚夫坐在船头 笑隐隐看着李源源 李源源红了脸 捏着衣角 聂如点了点头 未婚夫接起了情案上的红布 下面是一把古琴 自弹自唱 异曲 江南 在独属于江南水巷的青梦里 荡漾 荡漾 从小就有很多男生喜欢李源源 李源源从不回应他们的爱慕 因为她知道 自己婚约再生 若与他人再生情缘 便是不忠 全家都会被自己抹黑 未来也难得什么真幸福 直到这一刻 在江南的小船上 李源源狠狠地心动了 她该爱她的风姿倜 也真的爱上了她的笑容俊朗 从此 她的梦里永远多了一个 船头抚琴的男人 笑容清淡 可嘴角的酒窝 却像是个蜜罐子 令她忍不住想尝尝 一般故事到了这里 两人该接吻了 甚至会在船上定了终身 但两人都不是一般人 自然也不做一般事 竟直接在船上 抽刀打了一架 李源源打心底里好奇 面前这年纪轻轻 就已经得到 猎鬼局猎神称号的男人 到底有多强 能在自己的贼王匕首下 讨得几分好处 打了十五个回合 平分秋色 不过李源源知道 自己的未婚夫 比自己能打许多 那龙头刀虽然出窍 却从始至中只用了刀背 而且双脚如生根一样 未曾移动过半分 你很厉害 李源源收到力 未婚夫立于船头 笑应应道 猎鬼局的训练很有效 你要不要加入 自那之后 李源源也入了猎鬼局 却没有加入未婚夫的小队 他很强 但我也不差 绝不做他的影子 倾慕他 成为他 超越他 两年过去 李源源杀出了一个 幻武猎神的名头 也组建了自己的小队 虽然成绩比不上未婚夫 也还是打不过他 但未婚夫一家 看向李源源的眼神 却比往日任何一刻 都更加郑重 这不光是个贤妻良母 也是个提刀能斩鬼 能杀人的狠辣强者 眼见两家家长商量的婚妻 一日日临近 谁知道 诡异竟然降临了 昏眉结成 两个猎神都成了救火队员 满神舟到处乱跑 杀来杀去 已经好长时间 没联络感情了 感情并未因此淡薄 反而珍藏的记忆如老酒 日渐甘醇 但所有值得珍藏的美好 都在刚刚争鸣恶口那一首 江南 之下 分崩离析 李源源如宝石般 闪耀着爱情光芒的记忆里 那端座船头抚清吟唱的未婚夫 俊朗的脸 忽然自终裂开了 一张猙獰的恶口 骤然从未婚夫裂开的脸上 竖着长了出来 占据了她的整张脸 原本好看的五官 被这张恶口 挤成了非人的诡异扭曲 邪义癫狂的歌声 从竖着的恶口之中传出 圈圈圆圆圈圈 天天年年天天 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 哦 满身污泥的李源源 躺在山坡半中间 又吐了一口 随着歌声停歇 她涣散的理智 一点点复苏了些 游离的意志 在自己玩家面板上 看到了几条信息 玩家李源源 获得神秘特性装备 送葬人的恶口 神秘特性装备 不占据装备栏 无法灵魂绑定 无法自主交易 神秘特性装备 送葬人的恶口 送葬人套装一 三 聆听恶口唱歌 或通过恶口唱歌 都会受到神秘特性的影响 极其套装 能解密套装特性 属性 技能 玩家李源源 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智力属性一 敏捷属性加一 第242章 冥币上的鬼 李源源头昏脑胀 看到自己玩家面板上的提示 顿时越发感觉人生灰暗 前途渺茫 失去了一切生的希望 他崩溃大哭道 我都放你出来了 求求你了 别再纠缠我了 天大地大 你自己去逍遥吧 饶了我吧 后脑那恶口 节节笑了两声 你这丫头 太不懂事了 在我的帮助下 你会很快成为 全世界最强的存在 李源源崩溃吼道 放你的屁 你的帮助 就是捡我的智力吗 捡我一点智力 加我一点敏捷 你这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这算什么帮助 我不想要 你快从我身上滚下去啊 李源源说着 双手探向脑后 死死揪住了恶口之中 探出的滑腻舌头 用力往下撕扯 但那恶口 就仿佛已经和李源源 融为一体般 根本扯不下来 呃口节节怪笑道 丫头 你现在脑子不太清醒 好好想一下 你一点智力多少钱 一点敏捷多少钱 好好唱首歌 感谢一下我 不然 我可不饶你 这轻慢之罪 李源源不断撕扯 肩长舌头的手 顿时僵在了空中 我一点智力多少钱 李源源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 属性 力量 五十 敏捷 一百五十一 智力 四十九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智力属性不超过五十点 加一点需要一百明币 敏捷属性超过了一百五十点 加一点需要 十万明币 负一百 加十万 净赚九万九千九百 我说过了 会帮你 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 绝不食言 你能保护自己 想保护的一切 杀死自己 想毁灭的一切 肩长的舌头 轻轻在李源源掌心里舔了舔 现在 唱首 青花词给我听 不然 我以后就不帮你了 李源源瘫坐在山坡上 满是泥泞和泪痕的脸上 茫然无助 保护 自己想保护的一切 片刻后 邪意而扭曲的歌声 在山坡上响起 速胚勾勒 出青花 笔风浓转淡 李源源目光呆滞 嘴唇轻起 低声哼唱 平声 描绘 得牡丹 一如你出妆 歌声 邪意而扭曲 不邪且癫狂 和那恶口唱出的 几乎一模一样 和陆天尊之前的奏鸣 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源源厚脑发丛之中 探出了一条尖细的长舌 在空中伴随着歌声节奏 缓缓挥舞 仿佛歌星舞台下 挥舞荧光棒的粉丝 古玩街店铺之中 江炎将手里的名币 按照面额大小 一张张铺开在桌上 仔细打量 第一张 是一毛面额的名币 到五毛 一块 一直到一万面额 还有面额更大的 江炎暂时没有排列出来 不同的名币中 只有三个面额 是江炎常用的 分别是十元名币 一百元名币 和一万元名币 其中十元名币是幽绿色的 正面印着 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 和牛头马面的画像 背面是望川河的远景 点点幽绿色的鬼火 在河面上飘荡 看起来十分诡异 一百元名币 通体灿金色 正面同样印着 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 和十殿阎罗的画像 每一个都唯妙唯肖 背面是金色的阎罗电景色 垫顶之上金光升腾 群鬼膜拜 英明的气息 不如其他面质的名币多 却有了两分神性的光辉 令人不由肃然 一万一张的名币 其正面印着的 同样是 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 人物肖像 则是威严的丰都大地 背面是地狱的俯瞰场景 虽然每一处都很细微 但线条描绘极为精细 将奈何桥 望穿河等处 描摹的活灵活现 通体流转的金红之色 令这般地狱场景 如同浸泡在神圣的海洋之中 令人望而生畏 这还是江炎第一次 仔细端向名币的细节 看着这三种 此前常用的面额 低声自语道 牛头马面 石垫炎罗 封都大地 这一毛的面额上 又是什么东西 江炎拿起了面额最小的名币 这名币通体棕黄色 面积也比其余面额的名币 小了一些 正面依旧是 《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 人物肖像 却是个坐在小方桌周围的四个鬼物 轻面獠牙 个形其事 却是唯妙唯笑 简单的线条 将这四个鬼物勾勒得淋漓尽致 其中一个喝得烂醉如泥 手中还拎着酒葫芦 一个腰间缠绕万贯铜钱 手里捧着两钉黄金 另一手却是在摇制头子 第三个怀抱女鬼 竟在行那欢好之事 活脱脱一副春宫图 第四个摁剑彩凳 怒目元征似在破口大骂 江炎仔细端向了一阵 字语说道 这四个小鬼是传说中的 酒色财气 所谓酒色财气 乃是人间最容易受到的考验 也有说是人间四大享受 这四个小鬼 可能也有对应的故事 不过江炎没有听说过罢了 目光一向五毛铭币 依旧是华夏天地银行 人物肖像 却是个端坐在庙宇神位之上的 大胡子威严男人 身旁立着两个仪杖牌 上书城隍二字 这个很好理解 是城隍庙里的城隍老爷 据说人死之后 亡魂会经由鬼差押送 掀过城隍这一关 由城隍查证阳寿静绝后 出具生死录影 打开鬼门关 进入地府 江炎拿起了一圆明币的面额 看向上面的人物笑笑 那是个手提灯笼的奇怪鬼物 另一手捧着一把唢呐 凑在口中吹响 而在这鬼物光秃秃的脑后 一张猙獰的恶口大张 尖细的长舌 从历史之中探了出来 在空气中不断挥舞 鬼物走在一条 笔质宽阔的土路上 两侧盛开着妖艳的花朵 更远处则是汹涌的水浪 连绵向岸边拍击而去 江炎自语说道 按照顺序 这应该是鬼门关后的黄泉路 两侧是传说中的彼岸花 以及黄泉 这个鬼又是什么东西 江炎捏着下巴 仔细打亮那一手提灯笼 一手吹唢呐 脑后身恶口的鬼物 陷入了沉思 第243章 宋藏人的唢呐 正在江炎沉思之际 旁边忽然传来了 陆天尊的声音 老板 这张铭币上的 应该是叫 宋藏人 江炎愣了一下 扭头看了过去 果然是藏匿在 迷雾之中的陆天尊 你不是去找那什么嘴巴了吗 怎么这就回来了 找到了吗 陆天尊的四张脸 齐齐垮了下来 满脸愤怒 说道 没有 被人杰族先登了 我原本能感应到 那张嘴位置的 但现在 我感应不到了 江炎没有在意 陆天尊的失之交臂 毕竟他压根都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东西 心虚只是个垃圾呢 搓了搓下巴 江炎将注意力 转回了手中一员的名币上 问道 你怎么知道 这是宋藏人 有什么传说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陆天尊连连摇头 我也没听说过 宋藏人的传说 不过 我有这个 陆天尊说着 将手中的唢呐拿了出来 展现给江炎看 神秘特性装备 宋藏人的唢呐 宋藏人套装一 三 吹奏唢呐 会受到神秘特性的影响 及其套装 能解密套装特性 属性 技能 第一眼看的时候 江炎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 什么装备 能有自己十五级 打满了五颗奈何时的 就咽斗好用了 但他刚刚准备一开的目光 却直接凝固在了 这件唢呐的属性上 卧槽 江炎直接从紫色宝箱上 坐直了身体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这啥玩意儿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陆天尊指着索呐说道 我在梦里 看到过一元铭币上的这个身影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宋藏人的三件套 应该是 索呐 嘴巴和灯笼 我刚刚从星城秘境中脱离出来 刚对一头接边的诡异 奏鸣了一曲 就感觉到了那张嘴的召唤 于是我就用最快的速度 将星城的诡异全部收编 来了南斗 只可惜 陆天尊的四双眼睛里 蕴满了热泪 那张嘴 丢了 呜 江炎盯着索呐 沉思片刻 问道 这件索呐的神秘特性影响 到底是什么 陆天尊擦了四把鼻涕眼泪 呜咽着说道 只要使用索呐 完整奏鸣一首曲子 我以及所有敌对聆听者的理智上限 都会降低三十点 持续五天 我一头禁忌 要理智有毛用 而且我发现 我理智越低 奏鸣的精神影响越显著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盯着陆天尊手里的索呐 沉默良久 找不好一首曲子 直接就给理智对眉了 幻武猎神可真是遭老罪了呀 江炎又想起了幻武猎神李渊渊 仓皇逃窜的背影 无奈苦笑 陆天尊注意到了 老板怪帽子阴影下投出的眼神 立刻双手将索呐呈上 卑卑怯切切说道 这索呐 献给老板 祝老板千秋万代 一统人间 陆天尊眼中闪过极其不舍的身色 这可是他最喜欢的一把乐器 只可惜 没有找到那嘴 光是一把索呐 凑不成套装 留着似乎用处也不大 不如送给老板 讨老板欢心 江炎摇了摇头 不用 你自己留着吧 降低别人理智是挺好的 也是江炎选择隐秘黑压套装的重要原因 但是降低别人理智的同时 还要降低自己理智 江炎就有点受不了了 更重要的是 一旦吹了这唢呐 江炎估计 自己恐怕会受到非常严重的精神污染 这东西 还是在陆天尊手里更好一些 损他的理智 降低敌人的理智 江炎自己就能独善其身了 而且陆天尊眼里的心疼 江炎自然也都看到了 江炎淡淡说到放心吧 那嘴应该还在难道 我想办法帮你找找 的确是很不俗的东西 不能就这么错过了 陆天尊现在堪称江炎手里的 王炸狗腿子之一 他能更强 江炎自然乐得成全 江炎也很想看看 凑齐 这送葬者三件套之后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放下一元明币 江炎转手拿起了 桌上的一千元面额的明币 低声自语道 如果有明币上的送葬人套装 那同样在明币上的地藏王菩萨 是不是也有套装 一千元明币正面 除了华夏天地银行的字样之外 赫然是一尊地藏王菩萨的人物肖像 通体灿金 宝香庄严 坐下一头地听神兽 威风凛凛 江炎搓着下巴 自语说道 我这里正好有个 纳摩加特林菩萨 如果能凑齐地藏王菩萨的套装 起步A爆全场 江炎脑中闪过了 安小行身披袈裟 头戴菩萨宝官 双持加特林横扫地狱的场景 顿时会心一笑 不过也只是幻想一下罢了 就算真的有地藏王菩萨套装 眼下恐怕也是难以染指的存在 一元明币上的送葬人套装之一 落在露天尊手里 就已经让他如此难缠了 一千元明币上的东西 又该恐怖到什么地步 那么 十万元明币上的东西 又是何等光景 江炎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出了一张 自己从未使用过的面额 十万元明币 其上赫然是一尊脚踏泰山的帝王 僻逆山河天下 而泰山之下 赫然镇压着一面巨大的黄金巨门 微微打开一条缝的黄金门后 便是那一望无际的黄泉路 这是冬月大帝传说中的泰山山神 而泰山作为生死戒碑 镇压着整个地府明鉴 江炎凝望冬月大帝的人物肖像片刻 忽然感觉自己眉心一痛 仿佛有一根针 深深刺了进去 他连忙放下了十万明币 江之又兑换回了自己系统商城里去 之前看一万面额上的丰都大帝 江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感觉 只是还不明显 十万明币后面 还有一百万和一千万两种面额 江炎本来还想拿出来看看的 此时也直接打消了这个想法 估计是我智力属性太低的缘故 还不能长时间瞻仰这些存在的肖像 第244章 狗资本家又赢妈了 斗马观花 看过一圈不同面额明币的细节之后 江炎越发对这个伴随诡异降临 一同出现的系统商城 生出了一种惠莫如深的感觉 绝不仅仅是个游戏那么简单 这些明币 也绝不是之前殡葬服务业 随便印刷出来烧着玩的东西 每一章看起来都很正式 都代表了地府幽明的某一部分 呈现出了地府幽明的冰山一角 江炎捏了捏眉心 整理了一下思绪 一毛棕黄色明币 是九色才气四个小鬼 五毛橙黄色明币是橙黄 一元纯白色明币是送葬者 据陆天尊所说 五元脆绿色明币上 是日游神和夜游神 十元幽绿色明币上 是牛头马面 二十元深绿色明币上 是黑白无常 五元 十元 二十元明币上的三双鬼 都是民间传说中 属于地府的英帅 直死比较杂 通常在阴阳之间穿梭 消灭恶鬼 捉拿冤魂 属于中流砥柱的战斗鬼 再往下 三十元幽蓝色明币上 是孟婆 站在奈何桥桥头 笑容慈祥和蔼之中 夹杂着两分说不清的阴森 旁边放着一口大锅 里面应该就是孟婆汤 而在大锅一角 藏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 不仔细看 根本留意不到 奈何桥下是奔流不息的望川河 据说过了奈何桥 就能进入轮回投胎转世了 四十元暗红色明币上是十八鬼王 分别镇守十八层地狱的大门 赤发红铜 青面獠牙 分别手持十八般武器 看起来十分凶恶 五十元电青色明币上 是地府四大判官 旁边的一帐牌上 分别写着 英律 赏善 伐恶 茶茶 一百元金色明币上 是十点炎罗 这个面额的明币 将炎之前常用 很是熟悉 一千元明币上 是地藏王菩萨 端坐地听背上 镇压十八层地狱顶端 周身佛光普照 满面慈悲 传说地藏王菩萨 早就能成佛 只是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的宏愿未尽 一直留在地府 镇压十八层地狱 和一百元明币一样 一千元明币也是金色 却是通体灿金 毫无半分杂色 明币后面 也是一轮轮的佛光 没有景物 一万红色明币上 是风都大地 坐于风都最高的王座之上 俯瞰整个风都城 十万明币 是冬月大地 色泽玄黑 刚刚只是看了一会儿 江炎就感觉眉心刺痛 不敢仔细打量了 系统商城里 还有一百万和一千万明币 江炎没有兑换出来看 把这些明币拼合在一起 一幅活生生的幽名画卷 似乎已经在眼前展开了 江炎抽了一口就烟斗 吐出一道 带着蓝白色荧光 星点的幽蓝色烟气 看着镶嵌在自己身上的奈何时 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召集了之前 组建的三个探索小队 这三个探索小队的人类 还在培训如何使用蓝光石探测仪 此时队伍中只有诡异 江炎把手中 陆天尊亲自画出来的嘴巴画像 交给了三个探索小队带队的诡异 淡淡说道 你们即刻出发 再难都寻找这张嘴 大概率被某一只 偷袭了天使基金会研究所的诡异得到了 哪一支队伍将这张嘴寻回来 可以得到一百万名币的奖励 首领获得八十万 余下二十万成员评分 听到一百万名币的奖励 三个探索小队的眼珠子 齐齐瞪圆了老板 又双若镯大洒臂了 一百万 在旁边热泪盈眶 多么好的老板 以员工的福祉为己任 简直是天上地下独一份啊 我能给老板打工 也太幸福了 却听江言紧接着指向陆天尊 淡淡说道 东西是给你找的 奖金从你工资里扣 没问题吧 搭建一个平台 把工作外包出去 钱从委托方口袋里掏 自己两头吃力 结果就是拿奖金的狗腿子变强了 出奖金的狗腿子也变强了 而我 能印更多的钞 能指使狗腿子们干更多的活 还能顺便收获狗腿子们的膜拜 真是个秦始皇摸电线 淫妈了 狗资本家一旦掌握了生产资料 就是这个狗样子 贪得无厌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钱的恶臭 浓香味 陆天尊愣在了原地 片刻后才回过神来 连连点头 说道 没问题老板 一百万 也就是自己五个月的工资 如果真的能找到那张恶口 绝对不亏 江言满一点了点头 挥手说道 即刻出发 三支探索小队 分别以古丸街为中心 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而去 他们离开之后不久 面色一直不太正常的陈海川 忽然小步小步挪到了江言面前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善笑说道 老板 我和邓海也想去找 江言抽了一口就咽斗 吐出一口带着蓝白色荧光的幽蓝色烟圈 似笑非笑问道 哦 你和邓海也想赚着一百万的奖金 行啊 去吧 江言心里淡淡哼了一声 吃里扒外的家伙 拿我四万名币的月薪还不够 还想赚着一百万的奖金 这个老猎人 真是掉在了前眼里 南都猎鬼局被这种人领导 真是 没救了 不过陈海川对南都十分熟悉 还能调动各种猎鬼局的资源 说不定他反而能有奇效 也好 陈海川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拉着邓海跑出了古湾街 邓海这时候才敢小声发问 队长 你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东西 我之前在基金会的某个档案里见过 非常危险 我们就算找到了 恐怕也不一定有命带回去 这一百万 可不好拿啊 陈海川从禁忌006手里 拿了不少名币 现在真的不算弱 但绝对比不上那几个带队的 诡异和禁忌 陈海川宁众说道 自然不是为了那一百万的奖金 第245章 诡异的荒村赌场 我刚刚接到了宇柔的电话 十元南都的最先猎神 失现在了柴王村 天剑猎神带了21个猎人 前去救援 与此同时 幻武猎神失踪了 陈海川面色变得无比难看 笛声说道 天剑猎神本来的意思 是让我们大部队和幻武猎神 在几小时内缓缓会合 避免忙中出错 就算先行一步的他 也就不出来最先猎神 幻武猎神带着我们近百猎人 也定能有所建树 可现在 幻武猎神意外消失了 如果王家又就不出来最先猎神 问题可就太严重了 他回头看了看古玩街 吞了口唾沫 说道 我先接下禁忌006的这个悬赏任务 如果天剑猎神把最先猎神救出来 我们就说 没找到那张嘴 如果天剑猎神没能成功 陈海川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我们就对禁忌006说 那张嘴在柴王村 听到陈海川的计划 邓海浑身一僵 汗毛根根倒数 背后冷汗层层而落 他不得不承认 陈海川这位老辣的猎人队长 在短时间内的紧急应变 的确是远超常人的 就算是邓海自诩聪明 也很难在得到消息之后 这么短的时间中 制定出这样的计划来 除了智慧之外 这还需要足够的决断力 和壮士断腕的勇气 最先猎神失线 有可能是意外 可一旦最先猎神 和天剑猎神 相继失现在柴王村 这个村子里的情况 就太恐怖了 哪怕是幻武猎神还在 带领近百猎人 也未必真能成功解救 最先猎神和天剑猎神 纵观全局 在幻武猎神失踪的前提下 陈海川唯一有效的选择 就是请动禁忌006 那么代价又是什么呢 而且看他之前 对幻武猎神的态度 天剑猎神和最先猎神多半 也不会被他顺手弄死 只是灭了柴王村之后 禁忌006没找到那张嘴 会不会把陈海川 和邓海的嘴撕了下酒 邓海欲哭无泪 自己上辈子 到底是造了什么年啊 自从博士毕业 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 天天都在正面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南兜周边 柴王村 王家手持风鬼陶木剑 带着21个武装到牙齿的猎人 潜伏在阴影之中 缓缓摸进了柴王村里 这村子看起来十分破败 村口的牌坊已经塌了一半 局目望去 低矮的小洋房处处消锁 不少连房顶都被掀掉 像是个鬼村 一个模糊的影子 快速从前面 孽族跑了回来 那是一个隐身天赋的猎人 虽然远远不如 幻武猎神 却也是合格的斥候 猎神 前面有状况 我找到了一个制造点 拍了几张照片 请猎神过目 一边说着 这猎人显出身形 将一个 类似手机的 快速拍照工具 递给王家 王家接过手机 仔细翻看 刚刚拍摄的几张照片 判断柴王村内的情况 照片里的场景 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 院子里地砖大量破碎 荒草从下面顽强长了出来 已经有人小腿那么高了 而在四合院正中 放着一个方桌 方桌上坐着四个东西 那四个东西中的一个 正手持木筒 摇制头子 而桌上用粉笔 划分出来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 写着歪歪扭扭的小 另一个区域 写着个歪歪扭扭的大 两个区域里 都有几张名币 这事 王家语气十分惊讶 在赌博 桌上坐着的那四个 有人有鬼 但摇头子的那个 绝对是个鬼 一头白发 身体不正常的瘦长比例 一根根尖利燃血的牙齿 突出唇角 这鬼一不去杀人 在这里不务正业 搞了个荒村赌场 这也太离奇了 王家和二十一个猎人 满脸都是惊讶 不过仔细想想 还有禁忌哥 古安揭放贷款呢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又翻过一张照片 王家的手指 陡然停住 这个倒茶的 怎么看起来 这么像李维新 这张照片里 有一个身影手捧茶壶 供着腰往桌上 四个赌客茶杯里续茶 虽然照片没有拍到正脸 但王家哪怕只是看一个背影 都能基本确定 此人的身份 至少八成可能 这个倒茶的 就是最先猎神李维新 少去的两成 是因为王家 没有在李维新身上 看到他那个 形影不离的酒葫芦 故而存疑 但是 堂堂最先猎神 怎么会在一个 诡异组成的荒村赌场里 端茶送水 难道说 最先猎神在卧底 一个猎人低声推测道 他发现了这个地方 有大量诡异 自己没把握 于是发出了求救信号 在这里 潜伏等待我们持缘 王家皱了皱眉 嘟囔道 不符合他的性格 不管怎么说 我们去近处看看 里面有多少个诡异 拍照片的隐身猎人答道 我数出了八头诡异 暗中可能还有 王家沉思片刻 缓缓点头 说道 按照15头诡异来做战斗准备 检查子弹 更新行动简报 辅助加持Buff 所有人来我这里领取 蛮牛药水 两个肉蹲位置 来我这里领取 玄火护服 王家说着 拿出21瓶红色的药水 分发给了众人 物品 蛮牛药水 增加使用者1000生命值 持续时间 10分钟 售价 2500明币 王家出来之前 从南都猎鬼局仓库里 调了6瓶 蛮牛药水 这是猎鬼局京城总部 前不久发来的新货 之前猎鬼局 是不提供这种药水的 据说猎鬼局总部里 又出现了能人 会手搓 蛮牛药水 而且产量匕首搓 玄火护服 大不少 剩下的15瓶药水 王家自己 从系统商城里买的 15瓶 一共37500明币 刚刚攒期的4万利息 直接没了 王家眼中 却半点犹豫和不舍 都没有钱 没了可以再赚 大不了去发水低筹 可队友如果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第246章 最先变毒鬼 做好所有准备之后 王家带着21个猎人 向那四合院 聂族快步摸了过去 很快 王家一行猎人 就将这四合院包围了 王家站在了 刚刚那隐身猎人 藏身的大树上 偷延往四合院内看去 坐在坊桌上 摇头子的诡异 木桶里 倒出了三枚头子 分别是 4 3 6 13 大 头子诡异音测测的声音 在四合院中响起 我赢了 一个浑身肥肉横流的 恐怖诡异 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腐烂流油的双手高举 声嘶力竭咆哮道 我终于赢了 给钱 给钱 头子诡异面色不变 将桌上小区域的 所有名币 都拿了起来 递给了肥肉横流的诡异 那诡异摸爱的 亲了一口厚实的名币 双目通红 直接将所有钱 都压在了大的区域 大声说道 我继续压大 快开 头子诡异呵呵笑道 别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们两个 还有筹码吗 他阴森的双眼 转而看向了 另一边的两个东西 这两个 一个是人类 此时面如死灰 双目无神 盯着被肥肉横流诡异 又压在桌子上的钱 愣正不已 另一头诡异 长着三只手 同样面色很不好看 他咬紧牙关 将一百名币 放在了小的区域 一字一顿说道 我就不信了 连这三字开大了 你这一次 还能带吗 我压小 头子诡异 看着那神色愣正的男人 冷淡说道 有筹码救下 没有就请离席吧 等以后有了筹码再来 那男人忽然用力一拍桌子 私生怒吼道 放你妈的屁 那些都是老子的钱 老子不玩了 把钱还给老子 这人猴腿脖子上 青筋抱起 双目变得通红 反手从腰间 抽出了一把枪来 枪口直指 那肥状诡异 树上的王家 看得瞳孔骤然一缩 那是一把 猎鬼局的致死手枪 这座在堵桌上的 竟然是个猎人 一道黑影扫过 碰 持枪的猎人投入暴碎 红白之物 在四合院里四散飞舞 王家和所有 藏在四合院周围的猎人 眼角气气跳了跳 事情发生得太快 他们还没回过神来 就目睹了这个猎人被杀死 王家心底 涌起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 刚刚那么激动 那么疯狂的家伙 竟然是猎人吗 这种人 是怎么通过筛选 成为猎人的 头子诡异收回了染血的手臂 来个替补 一旁围观的人群中 有好几个身影 恶狗扑石一般冲了过来 要抢这位置速度最快的 是一个端着茶壶的高大男人 一屁股直接坐在了板凳上 大声嚷嚷道 我先到的 我来 赌神 我端茶五局了 按你说的 给我一百小费 那被称作赌神的头子诡异 竟然真的递出了一张一百元名币 交入了这人手里 这人直接将手里的茶壶一丢 满脸兴奋之色 眼中也泛起了两分赤红 直接将手里的一百名币 压在了小的区域上 我压小 藏身在树上的王家 看得分明真切 那丢掉茶壶坐在桌前 压了一百名币小的男人 赫然正是最先猎神李维新 他脸上的兴奋 是如此真实 根本不是装出来的 之前有猎人推测 最先猎神在这里卧底 显然和事实大相径庭 王家恨得牙痒痒 心里痛骂道 好你的李酒鬼 妈的总部 让你持缘难斗 你踏马不来 难斗猎鬼局报道 在这荒村里赌博 还踏马给诡异端茶 送水五局 赚一百名币小费 也要硬赌 看这架势 你踏马该不会已经输光了吧 不然怎么会指望 这一百名币才上桌 妈的 你赌你就偷偷赌好了 还罚求救信号作甚 让我们难斗一百多个猎人 过来围观你这逼怂样 王家深深吸了两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不对啊 李维新就算再心打 刚刚也不可能 目睹一个自己带来的猎人 被那头子诡异打爆了头 而无动于衷 就像被打死的 不是他的队友一样 不对 情况很诡异 王家捏起了领子旁边的 微型通讯器 用极小的声音说道 李维新不是个豪赌之辈 小心精神影响 耳机里相继传来 和他一起来的猎人的响应之声 这通讯器是猎鬼局的制式装备 王家能将周围跟着最先猎神来词 不在频道内的其余猎人 也都拉进自己这个通讯频道里 但他暂时没这么做 局面还没有弄清楚 不能贸然将那些猎人拉进来 万一那些猎人已经神志不清 骤然听到自己说话 搞不好会直接暴露自己的位置 王家选择了继续旁观 那头子诡异等李维新坐下之后 看了一眼桌面 小的区域有200名币 大的区域有431名币 头子诡异拿出了231名币 也放在了小的区域 补齐了两边的筹码 这是规矩 那肥状诡异毒压了大 如果赢了 小这边的431名币全是他的 如果结果是小 则头子诡异 三只手诡异和李维新 各自拿回筹码和香等的名币 头子诡异将三枚头子 装回了木桶里 继续摇头子 沉闷的碰撞声 在木桶之中回荡 桌上的三个东西 和周围围观的东西 不断发出巨大的吼声开 开 开 气氛热烈而疯狂 所有目光 全部盯着头子诡异手里的木桶 等待结果揭晓的那一刻 王家撇了撇嘴 好家伙 400多名币的赌局 吼这么大声 万一让禁忌006看到了 不得笑话死你们 啪啪啪 三个头子从木桶中跳了出来 落在了桌子上 4 1 6 头子诡异平静说道 11 大 热烈的气氛 瞬间跌至冰点 第247章 赌 赌个倾家荡产 不可能的 你探马作弊 三只手的诡异 第一个跳了起来 三根十指七齐 指向头子诡异破口大骂 怎么可能连着四次打 头子诡异无声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压了小 我作弊 然后结果是大 有筹码救下 没有就离席 说话间 头子诡异将小区域的 431名币 全部给了肥状诡异 肥状诡异捧着手里的 862名币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我一定能把失去的 全部赢回来的 我还压大 碰 862名币 再一次被他重重 拍在了大的区域里 王家扎了扎嘴 满脸牙酸之色 这货 每次都凹 in 这踏马纯纯的赌徒心理 赵光了 又要端茶 倒水赚一百名币了 果然 李维新满面 寂寥之色 缓缓站了起来 又伸手 去端地上的茶壶 他还没碰到那茶壶 一双手就先一步 从旁边将茶壶提了起来 一个男人抱着茶壶就跑 大声嚷嚷的 该我倒茶了 我先的 李维新寂寥的面色 瞬间变得暴怒而扭曲 双目也立刻赤红了起来 拔足便追 赵光 你给我站住 那是我的工作 你要听我命令 李维新一边咆哮 一边猛追 王家看到了 那赵光腰间露出的一把 猎鬼局致士匕首 顿时皱紧了眉头 这也是个猎人 好家伙 全员赌徒 他的目光 在李维新扭曲暴怒的面容上 扫了一眼 眼神越发肃然 从没见过这样的李维新 他称号最先 是真有点仙气 潇洒姿态的 平常除了美酒 从不和人争抢什么东西 在猎鬼局里的人员极好 四合院里 那暴怒追打手下的李维新 除了一张脸 哪里和自己的 至交好友相似 薛满楼的声音 从通讯频道中传出 猎神 这地方问题太大了 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 我要不要试试净话说 王家立刻制止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 碰 四合院里传出了一声闷响 李维新速度更快 一拳砸在了 赵光后脑勺上 直接把赵光打得晕死了过去 鼻子里都流出了两条血线 王家打了个哆嗦 真是没留守啊 狠狠打击后脑勺 这搞不好 一拳直接打死队友了 李维新却是看也不看 被自己一拳打晕在地的队友 拿起茶壶 屁颠颠跑到了桌前 开始给桌上的四个赌客 倒茶赚小费 王家低声对通讯器说道 再观察一段时间 尽量多观察那头子诡异 不出意外的话 这诡异就是此处的核心 而且 王家的双眼 微微眯起 他很强 虽然 只目睹过头子诡异一次出手 一击就打碎了堵桌上那猎人的头 但就是那一击 已经足够王家看出不少端倪了 这头诡异敏捷极高 攻击速度几乎超过了反应速度 这么强的属性 王家怀疑 就算是现在克了25万的自己 都未必是这头子诡异的对手 偏偏这么强的属性 这头子诡异的攻击欲望 竟然这么低 刚刚那指着头子诡异鼻子痛骂的三只手诡异 竟然好端端低下了堵桌 换了另两个人类上场 这两个人类 其中一个看起来似乎也是猎人 另一个不太像 奇怪了 他们的装备呢 薛满楼十分疑惑的声音 从通讯器中传出 这几个猎人 包括最先猎神李维新 身上竟然都没什么装备 猎鬼局原本是有特制行动服的 只是诡异降临之后 都穿系统装备了 没人再穿特制服装 不过装备也都是有特定外观的 李维新等几个猎人 竟然一身长服 而且还破破烂烂的 有些不合身 就连李维新 随身的酒葫芦也不见了 王家感觉有些头疼 捏了捏眉心 低声叹道 赌鬼上头了 装备搞不好 全踏马半价卖系统商城了 赌个倾家荡产的真实写照 通讯频道理沉默了一会儿 另一个猎人奸色说道 装备全卖了的话 最先猎神 岂不废了 技能和属性卖不了 但就算只是卖了装备 也是大伤元气 战斗力直线暴跌 王家也沉默了 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是啊 这王八犬子 是来池原南东 和我们一起共谋封印 禁忌006大计的 结果半路上 把一身装备卖光赌博 轮落到给鬼一端茶 送水赚一百小费 还要赌 气死我了 四合院里 不知绝间 已经诱赌了五把 树上的王家一边看 一边在心里骂李维新 他越想越气 恨不得抽出刀来 一刀剁了李维新的头 赌博有那么好玩吗 我也去试试 给你证明一下 这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 天间猎神王家 绝对能控制住自己 不像你李维新个耸逼烂货 之前就知道喝酒 现在就知道赌博 要你何用 等一下 王家忽然抬起拳头 给了自己一拳 他额间 冷汗顿时层层流了下来 我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的那些念头 都是哪里来的 不 不对 这鬼地方 到底有什么东西 在影响我的心智 不能再看了 再看下去 搞不好 我们也要卖装备 去四合院里赌了 王家立刻拽过 自己衣领上的通讯器 压低声音说道 先退出柴王村 我们立刻回南都 和换五猎神会合之后 再商议如何清剿这里 通讯频道里 一片死一般的沉默 王家心头 顿时一沉 自己的思维被影响了 那其他人呢 下一刻 王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四合院里 向赌桌走了过去 薛满楼直勾勾 看着赌桌上空出来的座位 口中低声嘶喃道 最先猎神可是很重要的 你装备都没了 还怎么封印禁忌 这么简单也能说吗 我压五百 小 薛满楼直接把五百名币 拍在了桌上小的区域里 王家眼前一黑 感觉自己头皮炸开了锅 第248章 要理智没半点用 一曲协议而扭曲的江南 在荒山林间缓缓落下帷幕 玩家李渊源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理智上线一 自由属性点加一 李渊源看着自己 玩家面板上跳出来的提示 愣了好一会儿 凭着恶口唱歌和通过恶口唱歌 分别会获得不同的神秘特性影响结果 李渊源自己唱出那满是邪义的歌声 就被判定通过恶口唱歌 虽然后脑那张嘴 从始至终都只是在空气里摇舌头罢了 理智上线 李渊源低声呢喃说道 理智上线是什么东西 他本能感觉到非常不妙 减上线这种负面状态 不论放在哪个游戏里 都是极其致命的 但理智似乎是个隐藏属性 自己玩家面板上并没有具体数值 减了一点上线 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后脑的恶口节节怪笑道 不必管他 这世界已经颠成了这样 要理智没半点用 轮到我了 我想想 唱首什么好呢 最赤壁怎么样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 而我踩过青春 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 李渊源重重吞了口唾沫 似乎已经有些习惯了 如此邪义恐怖的歌声 毕竟他刚刚亲口唱出了一整首 如此扭曲的江南 现在再听一首 最赤壁也没什么不妥 与此同时 李渊源察觉到 通讯器发出的震动非常轻微 宁愿猎人错过一些关键信息 也绝不让猎人 因为通讯器的震动 而暴露自己的位置 李渊源低头一看 通讯器上有难都猎鬼局 向自己发送的十几条信息 似乎是自己失踪了 他们很担心 同时 李渊源也看到了一条 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先猎神实现在了柴王村 脑后的恶口不断倡道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策马出征 马蹄声如泪奔 李渊源目光呆滞 李渊源顺着地图的指引 向着柴王村的方向 快速奔跑而去 几乎是本能反应 他身影一虚 如同溶解一般 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但协议扭曲的歌声 却在不断暴露李渊源的位置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会一见转身 而鲜血如红唇 嗖 一阵风刮过了一头 灵间徘徊的诡异 阵阵协议扭曲的歌声 飘入了诡异耳中 哦 诡异把昨天晚上 吃的人肉一口吐了出来 一路斜歌 敏捷属性突破了 150点的李渊源 迅速向柴王村逼近 懒惰猎鬼局总部 一阵闹铃声音响起 陈海川缓缓睁开了 假妹的眼睛 三个小时到了 陈海川站起了身 面色沉宁如水 天间猎神 还没回来 他和换武猎神的通讯器 有反应吗 满脸冷汗的陈宇柔 坐在电脑前 看向自己的哥哥 尖色地摇了摇头 邓海有些生无可恋的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只能按照计划 告诉禁忌006 那张嘴在柴王村了 陈海川十分沉重地 抬起脚步向外走去 又要玩命了呀 两人离开南斗总部 快速折返古玩街而去 张小虎快步推开了 古玩街店铺的门 低着头走了进去 按照他的经验 此时的姜岩 应该在柜台后面 靠坐在紫色宝箱上 怀里抱着安小心乱摸 道上经验 大哥和大嫂调情的时候 小弟是不能乱看的 如果遇上凶残一些的大哥 说不定当场给你眼珠子挖出来 果然 张小虎低垂的目光 看到了紫色宝箱前方 属于姜岩的两条腿 和两侧属于安小心的两条腿 姜哥 您之前安排的事情 已经全部做好了计划 现在鼎盛集团的建筑器械 已经向我们这边开动了 古玩街外围的招工也已经完成 一共招募到了500个工人 之初 姜岩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交代那些细节 你自己把握就可以了 张小虎立刻住口 转而说道 姜哥 还有一件事 之前不是说组织拍卖会 我们刚刚发布这个信息 就有很多玩家 把他们手里的隐藏资源 交给了我们 那些玩家 似乎是把握不好很多 隐藏资源的价格 所以很多不急着 用钱的都没拿出来卖 害怕吃亏 一直代价而沽 我们这次拍卖会 算是给了他们一个 清理库存的机会 现在已经收到了300余件拍品 姜岩挑了挑眉 略有些意外 笑到的确不少 你的意思是 张小虎恭恭敬敬说道 请试一下姜哥 是不是把原定于周末的拍卖 会提前到明天 姜岩汉手道 嗯 300多件炒出了预计 再多的话 这个拍卖会就太长了 搞不好能从早晨 一直拍到深夜去 就按你说的 提前到明天 张小虎继续说道 另外 这300多件里 有一些很有意思 姜哥要不要提前过去看看 张小虎早就看出来 姜岩对各种隐藏资源的热衷 搞这个拍卖会 一方面是给古玩街创收 但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给姜哥搜罗各种好东西 姜岩来了兴趣 拍了一下安小兴的翘挺 怀中家人很自觉地 从姜岩怀里钻了出来 跟在姜岩身后 一起去他们准备好的拍卖场地 这地方原本是古玩街 旁测的一个小百货商场 诡异降临之前非常杂乱 但现在被张小虎他们彻底清理出来 大片的空地上 已经搭起了拍卖的大红礼台 下方也放了很多板凳 后半场则是被张小虎 安排了十个人和三十头 藏在迷雾之中的 诡异重重把守 中间则是被其他玩家 叫来的拍品 这些拍品张小虎他们 虽然也能收入系统空间 但太难管理 一旦丢上一件 会对古玩街的名声 造成巨大的影响 张小虎就命令统一放在地上 还在房间里 安装了五个太阳能充电摄像头 24小时监控 姜哥 您看看这个东西 张小虎率先领着姜岩 来到了一件物品面前 第249章 坑爹的扭蛋机 姜岩顺着张小虎的手指看去 地上放着一个 比床头柜略大一些的机器 这机器看起来 花里胡哨的 侧面有一个摇杆 正面有一个投币口 还有一个出货口 与此同时 姜岩也看到了 这东西的系统商城介绍 物品 神秘的扭蛋机 每投入一千名币 就能得到一枚 含有神秘宝物的扭蛋 本物品无法被摧毁 看见这东西的介绍 姜岩不由地瞪圆了眼睛 这啥玩意儿 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样子 所谓扭蛋 就是一种很有古早味的盲盒 投币之后 摇动那个摇杆 扭蛋机里 就会掉落一个扭蛋 把扭蛋扭开 就能得到里面的东西 一般是小玩具 常见于公园或者科技城 红小屁还玩的 有时候也能红女朋友 张小虎轻轻咳嗽了一声 说道 我想着 姜哥可能对这东西 比较感兴趣 姜岩拍了拍张小虎的肩膀 称赞道 你真的感觉对了 投钱抽盲盒 岂不是我这个印钞机 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吗 大家看看 里面有什么神秘宝物 虽然姜岩还没有 将这东西买下来 但这并不影响他先用用 用坏了大不了赔一笔钱 没什么要紧的 姜岩掏出了一张 一千明币的钞票 塞进了扭蛋机的 投币口中 明币直接被扭蛋机吞掉 姜岩用力摇了一下摇杆 扭蛋机上闪烁其彩色的光芒 旋即有一颗扭蛋 从出货口中掉了下来 这颗扭蛋是黑色的 姜岩探手捞住扭蛋 上下一拧 扭蛋直接分开 里面掉出了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物品 一块普通的石头 之所以拥有系统注视 是因为这块石头 属于扭蛋机的奖励 姜岩 他把那石头拿在手里 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然后发现 这踏码就是一块街边 随处可见的破黑石头 连收入系统空间都不能 一千明币就买一块石头 真尼马坑爹啊 姜岩的目光 落在这扭蛋机上 又一次看到了 扭蛋机信息上的最后一条 本物品无法被摧毁 你也知道 这种行为容易被打吗 还专门标注一下 打你没用 姜岩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如果投入了一千明币的 不是姜岩 而是一个普通的玩家 恐怕现在真的会抄起锤子 怒砸扭蛋机了 一千明币对普通玩家而言 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了 这破玩意儿 到底哪个大员种会买啊 姜岩被气笑了 但仔细想了想 如果是自己在拍卖会上 第一次见到这扭蛋机 估计真的会买 这东西太特别了 错过这村 恐怕就再也找不到 一模一样的扭蛋机了 姜岩想了想 说道 再试试 毕竟是开盲盒的机制 里面有不值钱的东西 自然也会有比较值钱的东西吧 他从自己系统商城里 兑换出了一叠厚厚的一千明币 一张一张往扭蛋机里塞 啪啪啪啪 一连串的扭蛋 从扭蛋机的出货口往外跳 姜岩对安小兴说道 你负责开盲盒 安小兴看着扭蛋机里 不断跳出来的各色扭蛋 美眸之中满是期待 兴致勃勃蹲在姜岩旁边 开始扭扭蛋 果然 这东西拿来红小屁孩和女人都很好用 姜岩一张张赛 安小兴一个个扭 很快 各种扭蛋里的奖励 就在地上堆成了小山 里面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物品 一把剪指夹刀 之所以拥有系统注视 是因为 物品 一个拇指娃娃 之所以 物品 一块坏掉的CPU i7-4800MPU 之所以 物品 一把剪指夹刀 之所以 姜岩 安小兴和张小虎 越开越沉默 就连本来应该被哄得很开心的安小兴 此时脸也黑了下来 我老公是钱多 但也不能被这样当傻子骗啊 一千名币一个垃圾 还是二手垃圾 也太欺负人了吧 加特林也打不碎吗 一万发银支子弹的加特林 也打不碎吗 我不信 安小兴看着扭蛋机的目光 变得十分不善起来 姜岩却是不厌其烦 一直往里塞名币 反正这三瓜两枣留着 也没啥用 玩呗 就算最后什么好东西都没开出来 姜岩也没损失啥 一边霍霍自己的名币 姜岩还一边连着那蝙蝠 诡异的精神链接 因为三只探索队外出 还有不少诡异笼罩迷雾 在古玩街附近游荡 维护古玩街的秩序安全 所以现在蝙蝠 诡异共享过来的视野 能提供的收入没有达到峰值 却也有每秒七十万的入账 一秒花的两三千 就和没花一样 账面上根本都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姜岩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如果满负荷塞钱之下 一小时都开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扭蛋来 就不塞了 这东西姜岩提前体验过 确定是个坑爹货的话 也自然不会在拍卖会上买这东西 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暗箱操作了 就在姜岩持续塞钱五分钟的时候 安小星忽然疑了一声 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姜岩手中动作一顿 扭头看向了安小星手中的东西 那是一本破旧的古书 看起来抖一抖都很容易散架 物品 明砖合成蜜露 学习此蜜露 可以掌握明砖的制造工艺 学习前体 拥有十级建造术 明砖 有名最常见的建筑材料 看到这东西的瞬间 姜岩就到吸了一口冷气 卧槽 好宝贝 绝对是隐藏资源 这东西系统商城里根本没有 建造术和炼器术 制服术 炼丹术等等 同为生活类技能 生活类技能 同样也要占据一个技能栏 没有任何直接战斗的能力 升级价格和战斗类技能一样贵 习得了生活类技能 就能通过对应类别的 秘入学习制造配方 能手搓很多东西 但姜岩上辈子 活到第三次诡异降临 几乎没有人学生 活类技能 学的基本都后悔了 那些龟缩在安全区里 不愿意出去冒风险的 看似是最佳人选 实在他们也不愿意 学生活技能 低级的生活类技能 手搓的范围就那么大 多数没用 而一旦学了生活技能 战斗力进一步下降 又哪来的那么多资源 去升级技能 更何况 还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那些东西 都是杀诡异 或者开宝箱才能获得 生活技能玩家 既不敢出去探索 也没钱从其他玩家手里买 对玩家而言 这是绕不开的困境 但是对一个团队而言 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第250章 被主人的大名币塞满了 姜岩抽了一口就咽豆 自语道 生活技能低级的时候 的确挺废柴的 连投资成本都很难收回来 但是投资到了终极 就能实现扭亏为盈 以远比系统商城 售价低廉的成本 制造各种东西 到了后期 只要掌握了对应的秘路 就能不断生产出 各种系统 商城没有的东西 其存在 是具有很大战略价值的 对单体玩家而言 学了生活类技能 将会陷入很长时间的困境 哪怕升到了高级 也依旧难以改变自己 缺乏战斗力 和生存能力的事实 但对一个团体 比如鼎盛会 猎鬼局 天使基金会这些存在 资源充沛的时候 养几个生活技能的玩家 当作工具人 都是很有前瞻性的操作 江炎吐出一个 带着蓝白色荧光的 幽蓝色烟圈 心中暗笑道 我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养工具鬼 而且依靠古玩街 渐渐稳固的庞大市场 工具鬼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不愁销路 更是能在快速达到高级之后 轻易形成长时间的垄断市场 心中快速敲定 接下来的诡异狗腿子培养路线 江炎手里往扭弹机塞民币的速度 却是半分不慢 既然已经开出来了 有价值的隐藏资源 那这个扭弹机就不是坑爹货了 至少在江炎这个安静的 每印钞机手里不是 将明砖合成密入 收入系统空间之后 江炎已经决定 自己要在拍卖会上 拿下这个扭弹机 对其他玩家而言 即将开始的古玩街拍卖会 的确是个拍卖会 但对江炎这个印钞机而言 其实还是个 看上什么买什么的地摊 竞价 不存在的 当江炎不厌其烦 塞了十分钟明币之后 扭弹机里 又开出了两件不是垃圾的东西 一件是商城价值三千明币的 一把左轮手枪 江炎随手给了张小虎 让他自行处理 张小虎反手挂在了 古玩街的一个地摊上 售价两千七百明币 不一会就卖了 另一件物品 也是一件隐藏资源 物品 望川之水 传说中 幽名地府望川河的一瓶水 饮用后将遗忘所有技能 但会在24小时之内 丧失十点理智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玻璃瓶 里面的液体 呈现透明的淡蓝色 色泽和奈何时 有那么两分相似 却又不尽相同 这东西 江炎拿着望川之水 微微摇头 意义不大 商城里有技能 一望卷轴出售 一个一万明币 能一望一个技能 横向对比之下 望川之水 对普通玩家来说 最多值四万明币 对江炎来说 也只值八万明币 但是八万明币 还比不上他 塞进扭蛋机里的一个灵头 就在江炎 还想继续塞明币的时候 忽然听到面前的扭蛋机 发出了一阵难听的咔哒声 俗糙的七彩灯光 在旗上乱闪 还有一阵阵黑烟 从扭蛋机的缝隙里往外冒 嘟嘟嘟嘟嘟嘟 一张长长的纸条 从扭蛋机的出货口里吐了出来 上面有手写出来的歪扭字迹 江炎拿起来一看 塞不下了 一张也塞不下了 呜呜 我已经被主人的大明币 塞满了 饶命啊 不要 不要再塞了 这是我今天 最后的 一颗扭蛋了 啪大 一个湿漉漉的金色扭蛋 从纸条后面滚了出来 扭蛋机仰面躺倒在了地上 七彩灯光依旧紊乱闪烁 似是抽搐 一缕缕黑烟不断飘散 似是呻呻 江炎看着这张不太干净的纸条 满脸黑线 这扭蛋机 指定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地上那湿漉漉的扭蛋 被一团不明的粘液包裹 将干燥的水泥地面 阴湿了一片 江炎满脸嫌弃 拿出一张纸巾 垫着将湿漉漉的金色扭蛋打开 一个老式戴帽眼镜 出现在了江炎手中 玩家江炎 获得神秘特性装备 色鬼拆的眼镜 神秘特性装备 不占据装备栏 无法灵魂绑定 无法自主交易 神秘特性装备 色鬼拆的眼镜 色鬼拆套装衣 三 佩戴眼镜 会受到神秘特性的影响 极其套装能解密套装特性 属性 技能 玩家江炎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理智 五十 江炎 等一下 理智减多少 五十 江炎一身十五级隐秘黑压套装 也才减了注视者八十八点理智 这神秘特性直接减自己五十 江炎感觉心情十分烦躁 想要破口大骂 想要打杂东西 想要端起安小新的加特林 去古玩街上突突突 几乎是下意识的 江炎的目光 看向了身边近在咫尺的安小新 看到安小新的瞬间 江炎脑中的纷乱杂念 瞬间消散 理智重归大脑 江炎看了一眼自己的玩家面板 玩家江炎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理智加十 江炎拿着老师戴帽眼镜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将目光缓缓一开 当视野中没有安小新的时候 玩家面板上的提示又一次变了 玩家江炎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理智五十 江炎立刻转目 看向了安小新 玩家江炎受到神秘特性影响 理智加十 反复测试了几次之后 江炎终于确定了 这个神秘特性的一部分属性 视野里有美女的时候 就加十点理智 视野里没有美女的时候 就减五十点理智 并且他的视线会饥渴一般寻找美女 江炎终于明白 色鬼差这个名字 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如此说来 色鬼差是应该就是 我之前在一毛银币上看到的 九色才气四个小鬼中的一个吗 江炎拿出了一毛银币 看向上面九色才气四小鬼的人物肖像 这四个小鬼都画得很小 但细节还是很充足的 其中的色鬼带着一个老式扶头帽 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戴帽眼镜 怀中抱着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人鬼 另一手中拿着一把合拢的折扇 江炎倒吸一口冷气 这色鬼差的三件套里 不会还有一件是个活蹦乱跳的女鬼吧 这东西不太适合我啊 不过 似乎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用途 江炎看向一旁的张小虎 竟然看到了张小虎的属性面板 玩家 张小虎 属性力量 五十 敏捷 二十七 智力 十六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隐藏属性 理智 一万零一百 幸运 一百三十 资质 二十八 冥币 两万一千八百九十 天赋 复活 技能 装备 第251章 以后滚黄金棺材里 唱 属性面板是一个玩家 或者诡异最私密的信息 除非对方专门向江炎展现 否则江炎也看不到具体数值 只能凭借经验估算 眼下张小虎当然没有向江炎展示属性 但江炎还是看到了他的具体属性 包括天赋 技能和装备 一览无遗 甚至就连隐藏属性都能看到 江炎的目光 盯着张小虎的隐藏属性看了很久 隐藏属性 理智 一万零一百 幸运 一百三十 资质 二十八 理智 幸运 资质这三个属性 江炎连自己的都看不到 现在竟然能看到别人的 张小虎 这理智也太低了吧 江炎暗自嘀咕 目光又转向了旁边的安小虎 同样看到了他的属性面板 玩家 安小虎 属性 力量 二百 敏捷 二百 智力 二百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隐藏属性 理智 一万两千一百 幸运 二百五十 资质 一百八十九 冥币 一万三千四百八十 天赋 暴力狂 技能 装备 三维属性是陆天尊来之前提升的 还维持在二百 今天晚上是时候再给他提升一次了 安小兴的理智为什么也这么低 江炎沉默片刻 说道 你们两个不要看我 安小兴和张小虎愣了一下 旋即移开了目光 江炎又看了眼两人 发现两人隐藏属性中的理智果然立刻上涨 张小虎是九万八千一百 安小兴是十万零一百 江炎顿时无奈一笑 心中了然 刚刚他们两个都在看我 被隐秘黑压套装扣了八十八 失去理智的后果 似乎并不是单纯变得疯狂 而是更接近偏执 之前我心中因为不断从扭蛋里开出垃圾 有些不悦 大量理智降低之后 可能就会变得暴怒 之前张小虎心中对我尊敬 降低理智之后就会变得格外敬畏 之前心中爱慕 降低理智之后就会变得像安小兴一样 天天粘着我 江炎转目 看了看一直站在自己肩头的黑压 诡异 黑压 属性 力量 零 敏捷 三十一 智力 一百零四 普通人平均值为五 隐藏属性 理智 负三十八 五十 幸运 一百四十五 资质 八十八 冥币 一千二百三十 特性 虚无 天赋 虚灵之影 技能 装备 江炎挑了挑眉 转而看向手套里的人面鬼珠 他的理智同样也是三十八 五十诡异的理智上限 竟然只有人类的一半 被江炎的隐秘黑压套装扣了八十八之后 直接变成了三十八 不过自己身边这些诡异 似乎除了舔自己 舔得更加起舰之外 也没什么异常的行为 似乎理智对诡异的影响小很多 这就是色鬼差的眼镜 这个神秘特性最大的作用 能够窥破别人的属性面板 连隐藏属性都能看到 这个能力的确很有用 但负五十点理智有点太限制我了 既然是视野方面的神秘特性 不如给那只蝙蝠试试试看 江炎把色鬼差的眼镜收好 看了看张小虎挑出来的其他几件拍品 没有能和扭蛋机一样有趣的东西 便直接离开了拍卖会场 去了古玩街隔壁的诡异营地 随着古玩街内部 清退出了大量的人流 这些人现在都在古玩街周围游荡 享受古玩街扩大了三倍的紧接范围 而距离古玩街一强之隔的 诡异废墟墟地 则是被张小虎安排人拉了红线 完全化为了禁区 禁止任何人类踏足 江炎也安排了笼罩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在禁区周围巡逻 一旦有人类踏足 就会立刻通知张小虎的人手 将之驱离 抵达了自己忠诚的诡异营地之后 不用江炎招呼 周围笼罩在迷雾之中的诡异 十分自觉地聚拢了过来 站在江炎所处至高点下方 排列成了整齐的队伍 旁边传来了一阵邪义扭曲的歌声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伴随着的 还有不斜癫狂的音符 不断从陆天尊的八个乐器之中流淌而出 江炎强压着呕吐的欲望 寻声看去 赫然是蹲在角落里苦练江南的陆天尊 陆天尊 别唱了 来开会了 江炎压着自己的胸口 强行忍住了让安晓星一梭子 突突死这祸害的冲动 是错觉吗 这货唱歌怎么越来越难听了 与此同时 江炎也通过色鬼差的眼镜 看到了陆天尊的属性 一看之下 江炎惊得目瞪口呆 这货的隐藏属性 竟然是这样的 隐藏属性 理智 负五千七百 负五千七百 幸运 零 资质 一二二 不是 哥妈 你理智多少 五千七百 负五千七百 江炎光看他这个理智 都感觉自己有点头晕 脑瓜子嗡嗡的 有些禁忌 表面上看起来挺正常的 背地里却偷偷靠唱歌成了个封批 定了定神 江炎想起了之前陆天尊口述的 送葬人的唢呐的神秘特性 只要使用唢呐完整奏名一首曲子 陆天尊以及所有敌对聆听者的理智上限 都会降低三十点 持续五天 五千七百除以三十 这会五天之内 走明了一百九十首完整的歌曲 怪不得这会越唱越谐 这哪里是练歌 分明就是在阴暗的角落里 一边扭曲的爬行 一边给自己叠了一百九十层buff 之前江炎是看不到理智这个隐藏属性 现在能看到了 真有一种想打电话报警 让猎鬼局把陆天尊抓走的冲动 江炎心中再一次为那位幻武猎神里员员莫爱 这位猎神 这是遭老罪了 我给四百万作为精神补偿 是不是有点少了 还有这货的幸运 江炎都有点无力吐槽了 可能是造念造太多了 陆天尊竟然是零点幸运 你刻吗零点幸运 能找到那张嘴 真是见鬼了呀 绝对不能让这晦气货 碰我的宝箱和扭蛋机 绝对 江炎打量了一圈周围的其余诡异 发现这些诡异的理智上限 虽然都是五十 但理智值也全是负的 有些负的多的 甚至已经变成了负五六百 明显都是听陆天尊练歌 听出来的负理智 不行 不能让陆天尊再这样练歌了 正所谓量变引起质变 负五六百对诡异 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但再让陆天尊唱下去 搞不好过几天负五六万了 把我的印刷材料都给我搞疯了 可咋办 江炎沉思片刻 给张小虎打了个电话 喂 派人把黄金棺材给我搬回来一座 陆天尊你以后 给我滚棺材里练歌去 别祸害无辜的诡异 第252章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 等鼎盛集团的人 从地下人面鬼珠巢穴中 搬出了一座黄金棺材 送回了鬼异营地之后 江炎专门安排了两个人类 负责给陆天尊开棺棺材盖子 进去之前定好时间 不到时间绝对不开棺材 在棺材里的时候 陆天尊完全就是被封印的状态 能练歌 但歌声完全传不出来半分 余下的鬼异对老板这一决定 大声欢呼 虽然他们和人类不一样 理智大量降低的结果 没有人类那么严重 但听陆天尊那么协议恶心的奏鸣 即便对鬼异而言 也是一种恐怖的精神折磨 如果不是老板给的名币太多 这些鬼异里 恐怕已经有试图逃跑的了 安顿好陆天尊的练歌事宜 江炎这才拿出了一堆名币 开始给这些鬼异发奖金 这些鬼异都跟着自己 去天使基金会总部里 剿灭那个反人类组织 或多或少都是出了利的 自然要奖励 之前有一些奖金 已经提前发出去了 比如陆天尊 江炎没有重复发放 重重轻一口江炎的皮鞋 才肯恭恭敬敬退下去 轮到最后一个蝙蝠诡异的时候 江炎把色鬼差的眼镜也递了过去 吩咐道 你戴上这个 飞起来给我提供视野 蝙蝠诡异一言照做 而江炎紧接着 就在蝙蝠诡异通过精神链接 共享过来的视野中 看到了下方所有东西的属性面板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 果然 色鬼差的眼镜属于视野类特性 也能通过精神链接分享给自己 如此一来 江炎又能享受 色鬼差的眼镜的神秘特性功能 又不用被这东西检理制 又赢妈了 江炎点了点头 对蝙蝠诡异说道 你以后就戴着这个眼镜 和我签个补充协议 江炎递出了一个诡异的合同 补充约定了蝙蝠诡异身上的 色鬼差的眼镜 所有权归属江炎 如果蝙蝠诡异死亡 色鬼差的眼镜 会通过系统商城 自动回到江炎的系统空间内 虽然到现在还不清楚 这神秘特性装备 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凑齐一套之后会发生什么 但江炎确信 这东西绝对不简单 上辈子听也没听说过 神秘特性装备 这种东西的存在 是我这辈子的眼界 和接触范围 比上辈子大了无数倍的原因吗 亦或者是蝴蝶效应 带来的另一个影响 这辈子已经发生了 很多江炎记忆中 没有的事情 上一世的某些经验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 江炎心中明显感觉到 有些什么地方 不太对劲 这神秘特性装备 怎么都扎堆 出现在自己面前 就像约好了一样 沉思片刻 江炎没什么头绪 压下了心头的猪斑想法 开始忽悠自己的 诡异狗腿子 你们的奖金 虽然可以自由支配 但我希望 你们不要乱话 我最优秀的员工 会优先点自己的力量属性 力量越高 生存能力越强 大家出来打工 赚多少钱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要活着 要好好活着 要活出和其他诡异 不一样的光彩来 下面的诡异中 有一些智力 敏捷特长的诡异 满脸茫然之色 愣愣看着上方的老板 一头诡异举起手 弱弱问道 可是 我是个刺客型的诡异 我的天赋和技能 都和我的敏捷挂钩 江炎大手一挥 说道 无妨 你可以和你的前辈燕妹 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 他已经在冥坦的道路上 走出了一条阳光大道 安小心站在江炎背后 抄小声吐槽道 走出了一条 独属于明坦的不归路 干啥啥不行 罚战第一名 被燕妹攻击的目标 只要不是属性超过燕妹太多 就十秒云九秒 属于是字面意义上的罚战 那诡异面色越发茫然 小声问道 啥 啥是明坦 江炎说道 简而言之 加力量 只要你力量够高 血够厚 就是明坦 那诡异挠了挠头 虽然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刺客要加力量 但 老板懂得多 老板这么说 那就一准没错 另一个诡异迟疑说道 那我们法系的诡异 江炎斩钉截铁道 当然也是加力量 法坦很强的 下方的法系诡异 奇奇沉默 和从没听说过的明坦不同 法坦是真的有这种打法 不过 没记错的话 法坦是全点智力 学习护盾技能 提升法术吸血 堆回来的打法呀 为什么和老板说的 不太一样 江炎趁着这些诡异的理智 被露天尊唱的支离破碎 还没有恢复之际 趁热打铁 忽悠道 我们相处的时间 虽然还很短 但我已经和大家 缔结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你们 都是我的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 安小心在江炎背后 抄小声吐槽道 得加钱 江炎差点没捧住 笑出了声 轻轻咳嗽了一声 继续朗声说道 我不愿意看着你们中的 任何一个 死在我的面前 所以 请大家尽可能提升自己的血量 这样以后遭遇强敌 才能保证 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毕竟 你们也不想看到 本来应该属于你们的月星 在你们死后 变成其他鬼的奖金吧 最后这一句话 堪称杀伤力巨大 顿时在这些理智 被入天尊搞得 几乎崩溃的诡异里 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对对对 老板说的对 一定要先活下来才行 活一个月 就多赚一个月 点力量准没错 下方群鬼激动不已 在如此热烈的环境下 几乎所有诡异 都砸了两万明币的力量 禁区门口 沉宁似水的陈海川和邓海 悄悄探头进来 暗中观察 禁忌006和群鬼狂欢的场景 队长 禁忌006让自己的狗腿子 全点力量 看起来是准备打一场 硬碰硬的攻坚战啊 邓海打了个哆嗦 看向陈海川 小声问道 该不会 是给我们猎鬼局 准备的手段吧 第253章 蛛丝领域 展开 听到邓海这个担心 陈海川也不禁打了个哆嗦 感觉头皮发麻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江岩原本准备返回古玩街店铺 继续印钞 迎面看到了 脚步匆匆而来的陈海川和邓海 陈海川跪在江岩面前 恭恭敬敬说道 老板 我和邓海信不辱命 找到了那张嘴 刚当在外面的时候 陈海川已经打听清楚 三支探索小队都没回来 所以自己和邓海提交的假情报 不会直接被拆穿 至于禁忌006灭了柴王村之后 会如何处理自己两人 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两位猎神的命 比自己和邓海的命值钱的多 江岩瞬间来了精神 问道 你们竟然真的找到了那张嘴 在哪里 如果能将那张嘴也拿在手中 那么 宋藏人神秘特性套装 就已经凑齐了两件 还插最后一件 就能激活套装属性 一读所谓神秘特性套装的真面目了 手中虽然还有一件色鬼差的神秘特性 但才一件罢了 想要凑齐遥遥无期 陈海川尽力维持着声音的平静 说道 那张嘴在柴王村 不过 老板 那里的情况十分复杂 藏着很多强大的诡异 我和邓海没敢仔细观察 生怕死在里面 他们两个从始至终都待在南都猎鬼局里 压根没去过柴王村 当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 但最先猎神和天剑猎神相继视线其中 除了求救信号之外 连半分信息都没有 用脚指头想都能猜到 这柴王村里一定是诡异横行的恶徒 江岩是土生土长的南都人 却也是打开地图 才艰难找到了藏在鸡脚嘎拉里的柴王村 江岩眼中闪过了一抹兴奋之色 陈海川 邓海 你们两个做得很不错 在外面探索的四批队伍中 战斗力最弱的就是陈海川和邓海 这两个人类组合 他们没能成功把那张嘴带回来 江岩丝毫不意外 但有了关键性的线索 这件事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果真不愧是猎鬼局的老猎人 虽然品行不端 道德低下 但业务能力还是相当出众的 就这一手快速寻觅的能力 江岩感觉自己 给他的四万月薪就不亏 江岩沉思片刻 说道 一百万的奖金 是奖励将那张嘴带回来的 不过 你们提供的关键线索 也至关重要 等回来之后 我给你们五十万奖金 一人分二十五 陈海川和邓海对视一眼 齐齐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笑之色 回来之后 一人二十五万 当禁忌006发现 自己两人提供的情报有误之时 别说什么奖金不奖金了 自己两人在禁忌006身边 当卧底的生涯 怕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而这 恐怕是个名为死亡的句号 江岩压根没有注意 陈海川和邓海的神色 和满身冷汗 毕竟他们两个在自己面前 理智也不会高 有点什么脑瘫表现都正常 他立刻将散去的诡异重新召集 并且拦住了 准备进入黄金棺材里练歌的陆天尊 别练了 拿到那张嘴你再继续练 看着四张脸上 奇奇狂喜的陆天尊 江岩心中 不禁闪过了一个疑虑 这祸只有个唢呐的时候 就已经五千七百理智了 这要是再多个嘴 搞不好过几天 直接附上几万十几万的理智 纵然是诡异 理智低成这样 恐怕也会变得十分癫狂吧 算了 实在不行 让陆天尊在黄金棺材里度个长假 这神秘特性装备 绝对不能错过 江岩带着所有诡异 直接挥尸南下 向柴王村奔赴而去他 安晓星 陈海川和邓海开车 其余诡异 全部笼罩在迷雾之中 奔跑在江岩的汽车周围 轰轰轰轰 一连串闷响 在满目疮痍的公路之上 接连鸣响 江岩的车前 仿佛有一辆无形的推土机 将一路上的所有路障 全部向两侧分开 颇有一种 摩西分开红海的既视感 以至于江岩在路况 如此糟糕的公路上 都开出了180千米的时速 陈海川和邓海 坐在车后座上 看着这越来越离谱的 千轨日行的画面 神色都有些麻木且茫然 那柴王村里 不论藏着什么强大的诡异 都会被如此恐怖的禁忌006 直接碾碎吧 十分钟之后 江岩驾驶的布加迪威龙 直接一个甩尾飘移 停在了柴王村村口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一辆 曾经售价超过3000万的 布加迪威龙 别问 问 就是老丈人送的 至于老丈人是从哪弄来的 江岩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这辆布加迪威龙 没有配套的车钥匙 是用一个奥迪的就要是改装的 哄 一声整齐滑衣的脚步 在江岩身边停下 数百头诡异跺脚产生的震动 甚至让那残破的村口牌坊 都险些彻底垮了下来 陈海川和邓海 虽然看不到禁忌006身旁 藏匿在迷雾之中的诡异大军 但依旧感觉到了可怖的邪恶气势 以及货真价实的浓郁银气 将自己周身包围 他们这两个人类 混在里面 格格不入 江岩一手拉着安小心 向柴王村内溜达了去 步履十分轻快 而他的另一只手上 灰白色的蛛丝手套 骤然如同水波一般涌动了起来 随着蛛丝涌动 瀑布一般的人面鬼猪 从手套之中垂掉蛛丝 纷纷降落在地 而后如同水漫金山 无数的小蜘蛛顺着地面 向周围蔓延而去 仿佛在江岩脚下 铺出了一个 由紫绿色人面鬼猪组成的恐怖地毯 随着江岩的脚步 他身后的柴王村 迅速变得一片灰白 地面 墙壁 废墟 树木 所有能看到的表面 都被快速蔓延的灰白蛛丝 彻底包裹了起来 而浓密的灰白色地 坦珠往下 不断轻轻如动着 不知道有多少人面鬼猪 在其中快速穿行 看到这一幕 陈海川和邓海重重打了个哆嗦 几乎是下意识地靠近了彼此 在这个被禁忌006 完全霸占了的蛛丝领域之中 只有他们 这两个大活人 能提供给彼此那一点点的温暖和安全了 第254章 眼中失去了光芒 江炎拉着安小心 顺着柴王村的入村大道一路走 他背后的所有表面 便一路化作灰白 而随着人面鬼猪的不断蔓延 很快就有一头头藏匿暗处的诡异 惊恐地跑了出来 被人面鬼猪有意识地驱赶到了江炎面前 这些小蜘蛛 也许打不动其中的一些强大诡异 只能将之找出来 但是在江炎面前 这些诡异都和纸糊的一样 两个触目惊心的伤害数字 从每一头被驱逐出来的诡异身上 飘了出来 -2983 -81000 第一个伤害是瘟疫光环造成的 随着江炎的属性提升和装备加持 他的生命值也暴涨 被动技能 瘟疫光环 等级20 每秒减少周围100米敌对单位 400点加自身10%的生命值 第二个更加离谱的伤害 则是巫柱光环造成的 巫柱光环已经被江炎之前 随手点到了20几 被动技能 巫柱光环 等级20 范围100米有方单位 每秒恢复200点生命值 对自己治疗量翻倍 对范围内随机4名敌方单位 造成恢复总量 包括过量治疗的伤害 一个20级技能 需要消耗四五个亿的冥币 对收编了这么多狗腿子的江炎来说 已经不够成什么负担了 但是这个之前看起来存在感不强 完全被瘟疫光环比了下去的 巫柱光环 却在眼下这场景中 爆发出了连江炎自己都瞠目结舌的恐怖杀伤力 他身边连带露天尊 这三个探索队伍 也一共带走了 包括陈氏母女花在内的38头诡异 400诡异外加安小心 陈海川 邓海和江炎自己 江炎因为对自己效果 翻倍算两个单位 一共是405个友方单位 小蜘蛛并不被计算成单体诡异 只是人面诡猪的一部分 405×200等于81000点每秒伤害 能同时攻击四个目标 如果江炎面前同时有四头诡异 那他每秒能造成的伤害将是 81000×4等于324000 哪怕是江炎自己 在亲眼目睹之前都没有料到 这二十级巫柱光环提供的伤害 竟然会这么恐怖 简直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不过江炎仔细想想 不论是二十级的光环 还是同时有405个友方单位 在光环范围内 都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等线根本无法达成 就算是江炎自己 都很难每时每刻打出这种伤害来 比如他晚上在鼎盛大厦里睡觉的时候 视野范围内就没几个友方单位 巫柱光环的伤害 自然远远不如瘟疫光环 不过那个时间段 江炎一般除了欺负 一头名为安晓星的boss之外 没有其他输出需求了 而他有专属的秘密武器 扑通 又一头诡异 在江炎面前不远处扑街 尸体坠地的声音 在柴王村寄疗的蛛丝街道上 来回飘荡 转眼之间 这诡异的尸体 被秘密麻麻的灰白色蛛丝覆盖 成为了人面鬼珠的孵化温床 陈海川和邓海的手 不知觉间已经死死扣在了一起 紧跟在禁忌006身后的他们 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东西 之前已经探明 这头禁忌 拥有一种无冷却的精神攻击类技能 杀伤范围和距离都非常恐怖 这个技能之前的伤害 就已经非常离谱了 单次伤害能打好几千 可现在 竟然从一秒打几千 变成了一秒打八万多 就这种恐怖到爆炸的伤害数字 还是无冷却 无抬手 远距离范围性伤害 陈海川突然觉得 自己把禁忌006片来柴王村 是不是对这里盘踞的诡异 太不公平了些 这简直就是艰辛炮打蚊子 邓海打着哆嗦 凑在陈海川耳边 小声说道 队长 你确定 斩龙猎神 能对抗得了 这样的禁忌006吗 陈海川双眼里 已经没有了光 邓海带着哭音道 队长 我们能不能重新投一次票 这次 我绝对跟着队长投逃跑 上次投票 就是邓海这个新近猎人 投了封印选项至关重要的一票 导致整个南斗的百余位猎人 不光没走 还连着来了幻武和最先两位猎神 还有一位猎神 以及斩龙猎神 正在驰援南斗的路上 不日即将抵达 邓海那时候觉得 自己投的没错 陈海川之所以主张逃跑 是替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考虑危险 可现在看来 邓海感觉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陈海川重重吞了口唾沫 同样低声说道 别 别急 其实 没什么区别的 邓海几乎直接哭出来 怎么可能没区别 陈海川肖的笔窟都难看 大象踩你一脚 和霸王龙踩你一脚 有什么区别 被踩 就死 至于踩你的大象 突然变成了霸王龙 没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的机会 从始至终就只有智取 然后把它关在黄金棺材里 石沉大海 之前局长和我透过一些底 斩龙猎神带来的秘密武器 不是常规的杀伤性武器 而是带有诱导迷惑性质的东西 我们 还 还有机会 邓海仔细想了想 发现的确如此 之前一秒打几千 也是被秒杀 现在一秒打八万多 还是被秒杀 所以 禁忌006的恐怖成长速度 在我面前 完全和没有一样 论起精神胜利法 阿Q也要喊队长祖师爷啊 邓 等一下 我只是来赌个搏 我没干别的 饶命 饶命啊 不要杀我 一个人影浑身上下 被小蜘蛛包裹 从一旁狭窄的小巷子里 狂奔出 一边惊恐至极的喊叫 一边扑通一声 划跪在了江炎面前 江炎早就通过 蝙蝠诡异的高空视野 发现了此人 并不是诡异 而是个人类 小蜘蛛也得到了江炎的命令 不要对人类发动攻击 而江炎自己 也没有将这个 被小蜘蛛下破了胆子的人类 标记为敌对目标 所以这个人 才有机会跪在了江炎面前 江炎瞥了一眼 蝙蝠诡异精神链接 共享视野里 此人的属性面板 顿时皱起了眉头 李智是怎么递到这种程度的 那张嘴干的 隐藏属性 李智 负370 负370 幸运 零 资质 68 第255章 柴王村里全是毒狗 江炎打了个响指 男人身上密密麻麻的人面鬼珠 潮水一般退了下去 江炎仔细看了两眼 发现面前跪着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约某256岁 身材很是健壮 但眼神却分外惊恐 色缩在江炎面前 不断打着哆嗦 一动也不敢动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仔细打量此人的属性面板 玩家 庆田 属性 力量 31 敏捷 17 智力 6 普通人平均值为5 隐藏属性 李智 负370 负370 幸运 零 资质 68 冥币 零 天赋 坚韧 技能 装备 5 如果此人的力量属性再减少20 就算是眼下正常玩家的三维属性了 但此人力量值突破了30点 已经算是很精英的玩家了 技能也搭配了两个被动和一个主动 配合 坚韧 天赋 一看就是个优秀的肉盾 单论属性和技能 这个庆田都能比得上一般猎人了 但他的装备篮竟然是空的 冥币余额竟然是零 李智 370 幸运也是零 江炎吐出一个幽蓝色烟圈 暗自沉引道 陆天尊这个没逼的幸运也是零 是不是李智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 幸运就直接归零了 这个推论还挺有道理的 毕竟一个丧失了理智的颠牢 无论如何 运气都不可能太好 你刚刚说来这里干什么 江炎淡淡问道 赌博 庆田听到江炎在就烟斗作用下 变得沙哑低沉的声音 浑身打了个哆嗦 颤颤巍巍说道 是 是 前面有个四合院 我在里面赌了 一线 江炎挑了挑眉 问道 你的装备呢 庆田颤声道 卖了 江炎愣了一下 卖了 为什么卖了 庆田沉默片刻 说道 没钱赌了 就卖了 江炎 一条大赌狗 装备一旦穿在了身上 就会灵魂绑定 无法交易 唯一的处理渠道 就是丢商店里 但只能拿到一半的价格 除非是自己确定 替换下来的旧装备 不然卖装备换名币 就是个愚蠢至极的操作 这货现在没装备没武器 真的遇到危险 很容易就死了 果然是理智为复述 才能干出来的事情了 江炎点了点头 随口问道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沁田说道 我 我是一位猎鬼局的猎人 名叫沁田 我之前隶属于 最先猎神的猎鬼小队 我们驰援南斗 是为了协助南斗猎鬼局 封印一头强大的禁忌 江炎 封印强大的禁忌 是指陆天尊吗 你们这个支援速度 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而且 你这是支援到赌桌上来了 猎鬼局猎人的素质堪忧啊 陈海川 邓海 丢人 太丢人了 最先猎神手下 怎么会有这种猎人的 如此毒狗 当初是怎么通过猎鬼局筛查的 陈海川小心翼翼 往禁忌006背后藏了藏 不愿意 让这个猎人看到自己的脸 虽然对他没什么印象 但万一 这人认识自己 直接喊自己一声 我和邓海 岂不直接凉了 那沁田和江炎说了两句话 似乎清醒了一些 小心翼翼看了看江炎笼罩在怪帽子 幽蓝色阴影之下的脸庞 有些心虚问道 你 你看起来 很有钱的样子 能不能 借我一点明币 我 我很快就能还你 我保证 江炎抽了一口就咽斗 暗自沉思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一个毒狗颠牢 到底是怎么一眼 就看出来 我很有钱的 江炎随手拿出了十张一百元明币 放在了沁田手里 淡淡说道 不用剑 送给你 不过 我对你所说的四合院很感兴趣 带我去 沁田看着手中的一千明币 原本暗淡无神的双眼 突然亮起了兴奋的光芒 他的眼神就仿佛粘在了明币上一样 根本抽离不开 就好像手中这一千明币 就是他的全世界 沁田十分狂热地笑了两声 亮强地站了起来 扭头就向柴王村深处跑去 遥遥有声音传来 谢谢你好心人 您真是我的在世父母 跟我走 赌神的四合院就在里面 等我把钱赢回来 就立刻把这一千明币还给你 江炎拉着安小心 跟着沁田狂奔离去的背影追了上去 他心中暗自冷笑了一声 这一千明币送出去 江炎就没准备能拿回来 借给毒狗的钱 还指望能拿回来 做梦去吧 江炎背后 整个柴王村都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蛛丝巢穴 看起来诡异而恐怖 比之前寄聊无人的破败村子更加阴森两分 而柴王村里游荡的诡异 都已经被江炎弄死了 这些诡异分布散乱 质量还不怎么样 江炎本来就懒得收服 而且江炎早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这地方游荡的诡异 理智都非常低 负几千的比比皆是 负几万的江炎也见过了一两头 这些低理智的诡异 只要看到江炎 就会嘶吼着扑上来 眼中满是赤红之色 想要将江炎杀掉 江炎估摸着 自己如果真的想要收服 插下保护战旗 狠狠揍他们一顿 再用冥币塞满这些诡异的每一个洞 估计也能让这些诡异的目光 重新清澈起来 不过很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些失了之的诡异 也不值得江炎花费这么多的心思 索性杀了了事 到时以后 可以让那三支探索队伍 在外出的时候 收罗收罗十项的诡异 毕竟不认是我的 明超鸡天赋 还是乌柱光环 都需要建立在诡异的数量之上 这柴王村里的就算了吧 理智实在太低 交流起来很费劲 根据沁田的状况分析 这些诡异的理智 之所以如此低 可能是受到了那所谓 赌神四合院的影响吗 赌 江炎微微皱眉 拿出了一张一毛的明币 看向了上面代表菜的小鬼 腰间缠绕万贯铜钱 手里捧着两钉黄金 另一手却是在摇制头子 猜鬼叉可能有赌的特性 但是 我这次来柴王村 是来找送葬人特性的那张嘴的呀 这什么情况 江炎侧头看向身后 一步一驱 跟着自己的陈海川和邓海 疑惑问道 你们来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看到那张嘴的 第256章 江哥是什么样的存在 禁忌006突然驻足发问 身后的陈海川和邓海 身形骤然一将 大脑齐齐死机 在哪看到的那张嘴 他俩根本就没有看到那张嘴 甚至连柴王村都没有来过 陈海川狠狠一咬舌尖 击碎了脑中冰封一般的局面 斩钉截铁道 就在村口的大道上 虽然以很快的速度一闪而逝 但就是画像上那嘴巴的模样 他的语气十分坚决 就好像真的看到过一样 旋即 陈海川又露出了一抹痛心之色 内疚且惋惜说道 可惜了 我和邓海势单力薄 眼见着柴王村中诡异横行 没敢进来提老板将那张嘴生情回去 我两人办事不周 还请老板责罚 谎都已经说出去了 就必须做全套 哪怕最后禁忌006 都没能在柴王村中找到那张嘴 自己和邓海都必须咬紧牙关 把这个谎言维持下去 只可惜 维持一个谎言的成本往往极高 而要在禁忌006面前 维持一个谎言 成本只会更高 在陈海川和邓海冷汗层层的攻身之中 禁忌006缓缓收回了目光 低声自语说道 如此说来 那张嘴应该就在前方所谓的 赌神四合院之中了 我们去看看吧 赌神 听起来很有趣啊 与此同时 江言心中警醒 看了一眼自己的冥币 冥币 1832亿 8376万1957 虽然坐拥千亿冥币 但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赌博是许多富翁 最终一贫如洗的大坑 一旦掉进去 有多少冥币都不够输的 不过 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 但每秒入账近百万的我 怎么都想不出个一贫如洗的画面来 江言暗自沉思之中 已经跟着快步奔跑的沁田 看到了柴王村深处的这个四合院 估计这四合院 曾经也算是柴王村内有名的高门大户 不论是位置还是面积 都是整个村子内 首屈一指的存在 在柴王村中 快速蔓延的灰白色珠网浪潮 在四合院前 戛然而止 整个四合院 成了柴王村内 唯一还拥有色彩的地方 江言随手拿出几个迷雾之瓶 将自己身后的安小星 陈海川和邓海 也都笼罩在了迷雾之中 淡淡吩咐道 待会儿进去 没有我的吩咐 你们谁都不准轻举妄动 明白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江言这才台步 施施然走入了四合院之中 古玩街 江言的离去 并没有对这片后 诡异时代 弥族珍贵的安全区 造成任何影响 有张小虎这一批 鼎盛集团核心骨干的支撑 江言完全可以长时间放心离开 这片安全区 已经有了自己的运转逻辑和秩序 随着古玩街新规定的颁布 古玩街内 已经不复之前摩肩接种 而是变得清净了许多 150个摊位上 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 一个个摊主满含期待 而古玩街街街口 时不时吞吐的人流 正是每一个摊主的潜在客户 一个黑色风衣 帽炎压的极低 戴着黑墨镜和黑手套 浑身上下除了耳朵和面颊 就没有露出半点皮肤的男人 走到了古玩街街街口 他隔着衣服 关了自己的猎鬼局通讯器 沙哑着声音说道 给我一张票 买票的鼎盛集团马仔 瞥了男人一眼 收下了五名币 递出了一张门票 凭借这张门票 此人能够在古玩街内 一直停留到今天晚上清场 参加拍卖会 也需要提前购置古玩街的门票 不然连会场都无法进入 男人拿了门票 却没有立刻进入古玩街里逛地摊 而是顺手拉了一把椅子 坐在了售票的马仔旁边 低声笑道 兄弟 我第一次来古玩街 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有什么规矩或者机会 都请为我说说 我可不想出了咱的眉头 男人适时递出了一张一百元名币 塞进了马仔手里 他塞钱的动作娴熟而自然 明显做过无数次 堪称轻车熟路 马仔看了一眼 男人不动声色给出的好处费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区区一百名币 也好意思拿出手 真以为我是那些穷酸的普通玩家吗 我可是有古玩街编织的玩家 是左手抱着安叔大腿 右手抱着姜哥大腿的玩家 你知道姜哥一次奖金发多少吗 你知道古玩街每天分红发多少吗 一百名币你也好意思塞给我 不过心中吐槽归吐槽 这马仔还是将一百名币揣进了兜里 不是因为见钱眼开 而是因为这男人的要求 恰好和古玩街的利益诉求一致 就算他不给钱 提出这种要求 马仔也会尽力给他介绍古玩街的 也唯有尽可能多地了解古玩街 熟悉其中的机制和规则 这些玩家才能尽可能多地在其中消费 一个两个玩家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但当这个数量累加起来的时候 规模效应可就会呈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做好每一个玩家的基础信息和认知 就是张小虎向古玩街这些马仔传递的共识 不得不说 有张小虎这样一个替安叔 打理过许多场子的人在 讲言十分安心 许多东西都根本不需要过他的脑子 张小虎就已经替他打理得紧紧有条 马仔拿了男人的钱 开始指着古玩街内的各处地方 尽心尽力介绍起来 说了一圈古玩街的警戒范围 地摊的规则和价格 拍卖会的召开和旁边 清理废墟修建单间出租屋的种种之后 这马仔才快速指了一下不远处 那唯一一间在运营之中的店铺 而后他触电一般将手指收了回来 似是连这个动作都很是谨慎 这间店铺是古玩街江哥的店铺 也是唯一的店铺 以古玩街现在的发展规模 街边废弃的店铺 其实早就能清理出来更多投入使用了 但张小虎主张保持江哥店铺的特殊性 所以其余店铺压根没有清理 保持着废弃的状态 也越发令江炎的小店铺 看起来鹤立鸡群 马仔继续说道 里面有贷款服务 如果你钱不够了 可以去试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服务 不过 我建议你谨慎使用 根据他们的观察 江哥最喜欢的就是放贷款 最不喜欢的是接任务 但凡赶进那店铺里 给江哥下任务的 基本没几个好下场 那男人被墨镜藏在后面的双眼之中 闪过了一抹冷光 与其似是随意 问道 古丸街江哥 你可以给我说说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存在吗 第257章 古丸街也太香了吧 那马仔早就料到 会有此疑问 语气十分正重 说道 江哥是一尊神灵 是我们古丸街上下 心中唯一的神灵 是保佑着我们古丸街 长治久安 不受到外来诡异侵害的神灵 这话不是张小虎教的 而是这些协助管理古丸街的马仔 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就这马仔所知 已经开始有其他马仔 在家里画出了江哥的画像 偷偷给江哥烧香磕头了 身处如此乱世之中 他们无一刻 不再感激江炎的庇护 倘若没有江哥 恐怕就算是安叔 也无法保证 他们绝对的安全吧 可在这古丸街内 他们就是绝对安全的 不光如此 他们还从之前的混混 摇身一变 成了秩序的维护者 堪称借助诡异时代的浪潮 意外上岸了 那男人墨镜后的眼睛中 飘出了好几个硕大的问号 不是说禁忌006吗 怎么在这个马仔嘴巴里 就直接变成神灵了 这个黑风衣遮照全身的男人 乃是猎鬼局的十大猎神之一 是除了还未抵达的 京城斩龙猎神之外 最后一位收到命令 持缘难兜的猎神 称号 引杀猎神 这位引杀猎神和患武猎神 都是敏捷路线 不同的是 引杀猎神是闪烁突袭流 而患武猎神是引身为所流 比起长时间缠斗 在复杂地形下 斗智斗勇 患武猎神更胜一筹 而比起短距离突袭 以出其不意的犀利攻势 直接击杀目标 引杀猎神更胜一筹 事实上 引杀猎神被誉为 整个猎鬼局十大猎神之中 攻击能力最强的存在 没有之一 就连斩龙猎神 在他犀利的锋芒面前 往往都只能退让两分 而引杀猎神的犀利作战风格 却掩盖了他的另一层面目 他是个极聪明的人 过刚一舌的道理 引杀从小就懂 之所以一路突袭一路赢 是因为他一直谋定而后动 没有把握 绝不出手 一旦突袭 定然成功 为胜利奠基的 永远是信息 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 引杀猎神 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他刚刚孤身一人进入南都 根本没有和南都猎鬼局的 同志们接洽 直接来了内部信息之中 无数次强调的古玩街 他要实际调研考察一下 这头称霸了南都的恐怖禁忌 究竟是如何运营一座安全区 避护了这么多人类的 这事儿乍一听就觉得很离谱 仔细想想 就感觉更离谱了 但猎鬼局内网上的档案 言之早早 连一直镇守金城的斩龙 猎神都带着秘密武器 出发赶往南都 一旦斩龙 猎神抵达 这南都之中 可就要汇聚天剑 幻武 醉仙 引杀 斩龙 整整五名猎神了 除了金城和神舟之前 出现的五头禁忌之外 南都还是第一个有此殊荣的 故而 不论这禁忌006和古玩街 听起来再如何离谱 也定然不是空穴来风 多少有两分针 引杀猎神 要收集属于自己的一手信息 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抓住属于自己的时机 挥出属于自己的必杀一刀 所以 他来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终于和这马仔聊到了正题 这马仔竟然毫不迟疑 说出了江哥 是一尊神灵这种话来 坏了 古玩街这些人 该不会都被禁忌006蛊惑了吧 但是 之前的内网档案里 可是没有蛊惑人心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 难兜的猎人 也都在不知绝间 被禁忌006影响的思维 才写出那么离谱的档案的 心中念头快速转动 引杀猎神故意吃笑一声 十分不屑道 神灵 哈哈 你叫他江哥 又奉他为神 有点离谱 我不信 那马仔却也没有传交的想法 只是摇头笑道 你是新来的 还没有享受过江哥的庇护 等你在古玩街待的时间长了 可能就能体会到 能被江哥庇护 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你今日能踏入这古玩街 也算缘分 快进去逛逛吧 引杀猎神仔细 打量了一下马仔的神色 发现他竟然十分平静 一点愤怒都欠风 不禁皱紧了眉头 这不太对啊 他难道不应该撸起袖子 想要和我干一架吗 狂热的神灵信徒 竟数如此 如此平静不争辩的表面下 折射出的是 另一个事实 自信 被蛊惑的人 是不可能拥有自信的 像个火药桶一样 一点就炸 难道说 引杀猎神仔细 打量了一下马仔眼底的神色 眉头越发皱紧 越是接触 他越是感觉心里没底 这古玩街上下 看起来十分正常 但怎么总透露着一种 令人心中隐隐发寒的异常感觉 尤其是自己背后 总隐隐传来的阴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引杀猎神缓缓回头 没有看到自己背后 那一片迷雾之中 藏匿的诡异 绝对有什么地方 不太对劲 引杀猎神沉思了极短的时间 缓缓站起身来 微笑告别了守门的马仔 走入了古玩街之中 开始在地摊上 走马观花般看了起来 一开始 引杀猎神的面色 还十分正常 并且打定主意 自己不可能 在禁忌006的地盘 花半分明币 古玩街的每一笔消费 都会产生一笔 属于古玩街的收入 而这份收入的大头 定然是落入了 禁忌006的口袋里 禁忌006之所以那么富有 定然是依靠古玩街的供养 所以在古玩街里 每消费一笔 都是在助纣为虐 当然 普通人根本想不到这么多 引杀猎神也不怪他们 但是随着引杀猎神 不断在古玩街中游逛 脚步却是一点点慢了下来 脸上也开始出现了挣扎之色 他看到了自己 正在用的同款匕首 前天 自己刚刚从系统商城里买的 售价5600明币 但是在古玩街中 这把匕首 售价只有5040明币 还有这双鞋 这价格也太香了吧 引杀猎神站在一个地摊前面 有点走不动路了